军校报道迟到了整整两天 可纪律森严的军校不但没有让你退学 反而将你进行全校表扬 甚至还授予了你一等功的荣誉 只因你去学校报道的路上 一辆运送垃圾的大卡车和幼儿园的校车相撞 两辆车全部翻车 一时间路人被惊得尖叫 垃圾漫天飞舞 车上的小孩子哭声震天响 看到出车祸的下一秒 以便下意识地冲了过去 捡起能用到的一切尖锐物敲击车窗 车窗破碎的瞬间 以二话不说直接跳进车内救人 车内是孩子们震耳欲融的哭声 有的孩子被卡在车座下 有的满脸是血 甚至有两个孩子腿上贯穿着断掉的细柱扶手 鲜血直往外游 更多的孩子是叠罗汉式的倒在一起 车厢狭长 现在大巴又整个翻倒 营就非常困难 就在这时你闻到汽油的味道 不好 油箱泄露 等会很有可能会爆炸 来不及多想 你立马抱着一个手臂受伤的孩子 从车厢内出来 交给了过来帮忙的群众 并且扯着嗓子大吼 赶快联系交通警员和消防队员 接过孩子的是一个老大爷 他小心翼翼地搂着孩子 脸上满是心疼 眨眼的功夫 你又救了一个孩子 你把怀里的孩子 给了另外一个过来救援的路人 大吼道 快点把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大巴车马上就要爆炸了 联系交通警员 消防队员 救护车 一听这话 围过来救人的好心路人立马慌了 有几个年轻人也是不畏生死 从你刚才砸破的车窗处 跳进车厢帮着一起救人 虽然他们是好心 可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而且人多手砸 没能救出几个孩子 反而挡住了你的出路 你迫不得已 直接徒手砸了两块车窗 作为救援进出的通道 可即使这样救援进度依旧很缓慢 好心人很多 真正能出的上力的少 大多数只能围在大巴车周围往外接孩子 好在前世救灾有了一定经验 你就出了不少孩子 很快在众人的努力下救出一多半的孩子 与此同时车厢内的汽油味也越来越重 大巴马上就要爆炸 时间更加紧迫 你又救出一个孩子 然后冲接应孩子的人大吼 现在留个年轻人接应我 剩下的人都撤离至安全地带 大巴马上要爆炸 群众听到这话 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主动站出来留下接应 并且嚷嚷着让大家离开 很快只剩下一位小朋友 还在车里没能救出来 小朋友的大腿上 灌插着一根细的力柱扶手 一端在车厢上固定 一端插在车地板上 伤口触目惊心 孩子疼得浑身发抖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连忙找出大巴上的紧急自酒香 从里边找到一把小锯子 车厢内汽油燃烧的味道也越来越重 这种味道你很熟悉 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预警 你拿着锯子来到孩子跟前 按理说应该把另外一端细钢柱切断 然后留一截在孩子腿上 这样可以把孩子的疼痛降到最低 可马上就要爆炸了 你来不及了 直接一狠心 把锡钢柱拔出 孩子痛哭的喊声响吹云霄 大人都受不了这疼 何况一个几岁的孩子 你抱着孩子才来到出口处 还没来得及跳出车厢 便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轰隆 随着巨大声响而来的还有漫天的火光 你被热浪震飞 空中你将孩子紧紧护在怀里 成抛物现状跌落在地上 落地之后你浑身已经使不出一点力量 甚至眼皮都撑不动 我现在这状态是要晕倒了吗 不能晕 怀里的孩子受伤了 这样晕倒会压住他伤口 你撑着最后一丝力气 把身子翻过来 不让身体压住受伤的小朋友 你看着小朋友安全了 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睛昏倒了过去 两天后躺在医院昏迷的你终于醒了过来 此时醒来的你顾不得自己的伤势 因为军校的纪律和部队里是一样的 报道迟到一律案退学办理 你立马脱下病符 背上自己的书包冲出病房 连忙拦下一辆出租车赶往学校 到了以后你朝着陆军指挥学校门口 站党的警卫进入 报告 二十二届新生林栋前来报道 警卫听到这话后反问了一句 你怎么现在才报道 你距离力争道 我释出有因 上级领导一定会体谅我的难处 警卫惋惜地说道 军校和普通学校不一样 错过报道后果很严重 他转身回到警卫庭 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你被招生处的工作人员 带着去见领导 主任 这位是二十二届新生 叫林栋 就是没有报道的那个学生 现在来报道 主任是军人 军人最注重纪律 对于报名时间都能错误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能守则的人 他很是不行 主任黑着脸说道 一切按照规定来处理 见状你跨步向前一步大声解释 报告 我这次路上遇到 你话还没有说完 主任便直接怒声打断 这里是军校 不是什么野鸡大学 军人不需要解释 需要的是完成任务 报道时间结束后 十二小时内没有联系学校 说明情况的人 直接退学处理 前世身为特种兵的你 知道这次时间 自己是属于特殊事件 是完全满足入学条件 此时你也顾不上冲撞的领导 赶忙解释 我是因为救人而延误的入学报道 主任一听这话来的兴趣 点了点头 示意你说下去 你立刻将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 就在这时 主任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接完电话的主任 黑着的脸立马变得喜笑颜开 因为电话里的信息 和你刚才说的经历完全一致 林栋 你的情况是符合入学标准的 我现在就安排人去办理你的入学手续 现在孩子的家长都找来了 在会客厅等着 你和我一起去见下他们 随后你们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会客厅 见到你的到来 女老师立马激动的上前 英雄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们 怕是汽车爆炸时 你打断她的话 保护群众是我的责任 是我应该做的 大家不要太放在心上 热情的奶奶走过来 直接拉着你的手 怎么能不放在心上 你救了我孙子 救了我全家的命根 我要不放在心上 这也太忘恩负义了 这个你拿着 奶奶说着拿出一个大红包 塞在你手里 你连忙拒绝 不行 我不能收 我没有规定 不能收群众贵重物品 主任连忙过来阻止 大婶 这个红包你真不能给 他要是收了就是犯纪律 严重了是会被开除的 奶奶知道这里的厉害关系 这才作罢 家长们把你围在中间 左一个谢谢 右一个谢谢 已被围在人群中间 主任在一旁看着 脸上的表情很是欣慰 对于他们军人来说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他怎么能不高兴 灵动这个新生 还没有入学 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 必须得好好奖励 必须得向上级写报告 申请军功 而后主任转身出门 出门口的哨兵命令导 等会群众走 你带这个新生去报道 他说完便大步离开 因为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忙 你送走了钱来感谢的人 接下来在学长的带领下 去领取了被褥和生活用品 而后便直接去训练场 寻找你所在的队伍 军校入学前的训练 标准等同于 部队入伍前的新兵连训练 你所在的队伍是 第三区第九中队 学长将你带到队伍这里的时候 他们已经换上训练服 开始训练战队练 学长朝一名中卫汇报 报告王中队 这是你们中队的一名新生 现在我带他来报道 九中队长王志上 一张脖子脸上满是刚毅 双手背后的跨力战姿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 前世身为军人的你 在这个时候下意识地 放下手中的行李立正敬礼 中队长好 新生灵动报道 你的动作一气呵成 比许多军人都要标准 这让王志上多看了你一眼 不过眼神中没有欣赏 全是冷漠 现在已经正式开学一天了 很明显这名新生没有暗示报道 至于为什么学校 还同意让你继续入学 王志上没有兴趣了解 他只觉得这名新生 是个不守时的家伙 在部队上 不守时那边是无视命令的一种表现 这让他对你的印象非常不好 他冷声道 归队 是 你得到命令 便以小跑的姿势跑到队伍最后一排 然后立正转身 动作一气呵成极其标准 这一连贯的动作 吸引了王志上的注意 他来到你身边 冷着一张脸 仔细查看你的军资一探 眼睛平视前方 双肩放松在同一水平线上 双手五指并拢 并且中指紧贴牛仔裤中缝 双脚脚跟并拢 脚尖分开成60度 标准的军资 刚才的敬礼打报告 可以跟着电视剧学 现在的战军资 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 不可能做得这么完美 王志上看到这里疑惑的问 你的军资动作规范 哪里学的 报告 跟着电视剧 网上查询自学的 你总不能回答自己 上辈子是明军人吧 只好扯谎糊弄一下 王志上听到这个答案 来到你跟前 他那张严肃的黑脸 突然露出欣慰的笑容 不错 自学竟然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继续保持 是 我会努力的 你得到了夸奖 一起战军资的战友们 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模样很是吃惊 他们还在惊讶之中 下一秒便被训斥 你们看看这位新生 再看看你们 学了一下午外加半上午 一个立正稍息 看齐的动作都做不好 明天就要开动员大会 你们这副样子 站在底下听讲话 是想丢尽我的老脸吗 我王志上在部队的名声 你们可以打听打听 手底下从来没有挠兵 练不好今晚就给我加练 王志上训话之后 只有你一个人大声喊 是 其他人则是满脸的局促 都是刚高中毕业的学生 他们哪里懂得部队的规矩 不知道要在这里回答中队长 王志上这下 对你心中的印象又加了几分 你们看看 同样是新生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 以后只要是在训练期间 我无论是命令还是训话 必须回答是 有话说要打报告 转眼间变到了下训时间 虽然新生们的动作还差强人意 但最起码可以看 今天午休时间 各班班长教会新生 整理内务的基本要领 两点钟 我会去宿舍检查 下训 这次众人齐声回答 是 下训散开队伍后 你的班长和副班长 来到你面前 帮你一起提醒你 林东你好 我是你的班长李星 这是副班长秦浩 你礼貌性的打招呼 班长副班长好 班长热情的 给你讲解军校的训练生活 给人一种特别好相处的感觉 你知道这种状况 仅限于报道第一天 在今后的训练生活中 班长失恋你们最狠 倒不是说班长是狠角色 只是他们和新生朝夕相处 所以更能察觉到新生的坏习惯 午饭过后 班长和副班长 带着自己的八名新生 回宿舍整理内部 副班长做示范 班长在一旁讲解 军备必须三折平等 三折等分 大概要领就是这些 鉴于你们今天是第一次学习内部 具体的长度和高度 我们暂且不做要求 众人文言一阵错愕 还有长度和高度要求 王打虎靠在床栏上 双眼惊讶的瞪大 满脸苦相的撇嘴道 叠个被子 还有长度和高度的要求 没想到高考没愁着 叠被子愁死案了 另外一名叫刘毅的新兵 也小声抱怨道 我们这是来当兵打仗了 还是来叠被子 与其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 还不如多练练枪吧 学一下战术 他这句不合时宜的抱怨 让班长和副班长听了 脸色立马变得凝重 班长沉声道 全体都有 集合 一声令下 八名新生手忙脚乱 站了半天才勉强站成了一条直线 紧接着班长开始驯化 细微之处见品质 生活习惯都是一坛散沙 又怎么能够在其他方面 做纪律化归范化 班长一边驯化 一边扫尸这几个心声 他正说着忽然停了下来 目光被一个床铺吸引过去 只见床上的被子 每个角都呈现90度 床单停整的像运过一样 帽子摆放在被子中央 这个内务可以达到满分 那个床铺是谁的 你这个时候已经换上了训练服 站出来回答 报告是我 班长忍不住夸赞道 软活的新被子 竟然能叠成这种程度 要不是看到你今天才报道 我一定以为你是个老龄 你这是在家里练的吗 是 自己练的 你回答道 暑假没事干就在网上查 自己跟着练了一下 班长赞许的点了点头 你的自律性非常好 天生就是当兵的料 他说着看向其他新生 顿时脸色搭了下来许多 你再看看你们 和灵动的床铺比起来 你们的就是猪卷 整理不好内务还不听话 行了 该叫你们的 我和副班长都交过了 现在我们两个去开会 你们整理内务 无讳的问一下灵动 都互相熟悉一下 顺带打扫一下卫生 众人齐声回答道 是 不就是蝶方一点吗 不就 他怎么就方不起来了 在经过几次尝试后 刘易脸上的高傲模样 已经荡然无存 因为蝶军背真的很难 王打虎更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摸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无奈的说道 没想到蝶被子 比替俺爹扛水你还要累 这个时候你正好打水进来 整个人被两个新生左右架住了 灵动 咱们都是一个宿舍的好兄弟 今天这个忙你必须帮我们 只要你帮我们 今后大学四年的饭 我们都替你打了 接下来便是你蝶被子讲解 其他人在旁边看 王打虎甚至拿出纸笔勾勾画画 记录了起来 刘易站在人群外为认真的看着 虽然他为人挺高傲 挺不屑这种整理内务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现在在军校 做不好会挨训的 他不得不认真起来 有一个新兵直接叹气连连 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 我在家里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服一下 这岂不是为难我吗 你心头一叹 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平时哪舍得让他们做家务 你看着新生们发愁的模样鼓励的 力道 咱们是军校生 是军人 什么苦都能吃的 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咬咬牙就过去了 王打虎这个直脑筋直接说 刚才叠被子的时候 俺把后槽牙都快咬碎了都没有叠好 这真不是咬咬牙能过去的事情 众人听到他这话直接大声笑了出来 你这个时候站出来说 好了都别笑了 叠军备是难 但是咱们也一定能克服的 刘易搭话道 对对对 咱们要克服困难 成为一名优秀的华夏军人 一名优秀的陆军指挥官 加油 众人互相鼓励过后便开始叠军队 整理床铺搞卫生 看着大家一起忙活的场面 以不由的想起前世新兵连的日子 那个时候自己也和这群新生一样朝气满满 对未来的军旅生活各种项目 后来他才知道 当兵远比想象中的难 严格的制度 残酷的训练 没有现代娱乐的枯燥生活 不过众活这一世 你很庆幸自己成为了军校生 还是一名军人 真应了那句话 当兵后悔两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这里没有社会上的勾心斗角 有的是可以把后背放心 交给对方的战役 两位班长开会回来后 看到内务情况很是满意 副班长秦浩直接说 咱们班的内务情况 可以直接和毕业班的学生比 各个方面都挑不出毛病 他说着下意识看了你一眼 他知道这全是因为有你 次日一大早 新生们还在睡梦中 便被刺耳的哨声吵醒 你和班长副班长 在听到哨声后迅速起床 其他人迷迷糊糊的醒来 有警觉的人手忙脚乱的穿衣服 反应时顿的人 则是在疑惑怎么了 你穿好裤子 下床打开灯大声喊道 赶快起床 紧急集合了 刺眼的灯光突然亮起 外加你的催促声 众人这才清醒过来 知道发生了什么 班长和副班长 立声吼着催促心声 然后便是一群人嘈杂的起床声 一边起床众人一边哀嚎 卧槽 现在才五点半 怎么就集合了 快别说了 赶快穿衣服吧 别让王老黑又找机会发咱们 王志尚作为中队长 训练很是严格 眼总是黑着 所以他们起外号叫他王老黑 谁把我鞋给穿错了 现在我是两只左脚 上铺的动作轻点 床快塌了 被子叠不好 算了不叠了 新生们一个个还在哀嚎 你已经收拾完毕 跑到宿舍楼下集合了 王志尚看到你第一个冲下来 很是吃惊 然后又看了眼时间 才过去二分十五秒 这速度别说是新生 就算是在老兵里边 也算是非常不错 他看着你脸上 再次展现出欣慰的笑容 带了这么多新兵 也就只有你一个人 能让他笑出来 不错 速度很快 灵动 你这紧急集合 也是自己在家里练的吗 报告 是 王志尚点点头 眼神中满是欣赏 不错 非常不错 带了这么些兵 你是自律性最好的一个 保持住这份热情 以后你肯定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军员 谢谢中队长夸奖 你们两个说完这些对话 班长李星和副班长秦浩 这才跑下来 王志尚看了眼计时器 用时三分十五秒 还算合格 他又在宿舍底下等了许几 新生们才陆陆续续跑下来 即使用时很长 可他们的仪容仪表 依旧不怎么样 王志尚扫了一眼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鉴于今天是第三天训练 各种要求你们还不明白 也都是第一次紧急集合 所以今天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这里我要特地表扬一下灵动 同样是新生 你们之间的差距 你们自己说是什么样子 王志尚说到这里 队伍里静悄悄的 大家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很难 不能和你比 紧接着他又训斥道 全体都有 训练场跑步出发 新兵们开始脚步乱糟糟的跑步前进 来到训练场 他们发现有其他的中队已经开始训练 众人很是一伙 你开口道 今天动员大会 各个中队长都怕集合的时候 自己的兵连队列都搞不好 所以提前过来加练 王志尚在他们后边过来吹了声哨子 所有人瞬间安静 然后他立声训话 今天上午八点钟新生动员大会 你们都不要给我丢脸 现在开始最基础的训练 全体都有 邵熙 立正 向左看齐 从王志尚对待动员大会很看重 新训还没有真正开始 各个中队长的案子较量已经开始了 谁也不想丢脸 八点钟 全区集合完毕 教导主任拿起话筒开始讲话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的动员大会主要说两件事 第一件便是新生入学前的三个月训练计划 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一位新生在报道的途中 从即将要爆炸的大巴车内就出了三十多个孩子 经过校方等多方证实 情况属实 经校方决定 给予这位同志一等功奖励 全场哗然 一等功 一个还未入学的新生竟然能拿一等功 在场的所有中队长和指导员都傻 别说在军校 就算是在实战部队 拿一等功那也是南上加南在加南 几乎遇不到的事情 在部队这是可以直接原地体干的 别说新生羡慕 老兵也羡慕得要死 陈伟压了压手继续说道 这位新生就是三区第九中队的林栋同志 掌声有请林栋同志上台领取证书和军功章 一瞬间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都在四处眺望 好奇地寻找这名新生 其他中队长 纷纷向王志上投去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这样一个好兵怎么就没能分到自己手里 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第九中队的人鼓掌的声音最大 脸上的表情比你本人还要兴奋得多 他们能有你这样的战役 实在是太高兴 你在众人的掌声中跑上主席台领奖 王志上忍不住和其他中队长说道 这小子有事也不提前说 都憋在肚子里 还没有真正开始训练就拿军功 嗨 这么好的兵怎么就到了我手里了呢 其他中队长脸上虽然笑嘻嘻 心中极度地要死 你站在一众校领导面前向他们敬礼 校长这个时候站起来 将郑书和军功章递到你手中笑呵呵地说 好样的 你结果郑书个军功章大声致谢 感谢学校给我的包奖 在今后我会努力训练 无负身上的这身军装 无负人民 校长看着你脸上不惊不喜 荣辱不惊的神态很是疑惑 我看你脸上怎么没有兴奋和欣喜 是对一等功不满意吗 文言你立马回答 报告没有 我只是觉得身为一名华夏军人 保护群众是应该的 校长眼神中满满的欣赏 说得好 军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 更加努力地训练和学习 早日实现你的理想抱负 你将手中的证书和军功章 全部放在左手上 然后立正敬礼大声回答 是 谢谢校长的鼓励 我会努力的 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你回到队伍跟前 停下脚步冲王志上敬 还没有说什么 王志上便大笑着说 归队吧 这时成为又在主戏台上 补充了几个要点 给众人鼓励打气 动员大会这才结束 现在已经十点钟了 王志上双手背后 跨力在酒中对队伍前 黑着一张脸扫是众人 新生们一个个都紧张 害怕了起来 他们不知道这个王老黑又怎么了 这是要准备怎么折磨他们 你心中对此了然 肯定是刚才 动员大会队伍里 有人交头接二 王志上这是秋后算账来 王志上冷声道 当才陈主任在上面大脚 你们在下面小脚 挺厉害的呀 这里是军校 你们是军人 长官讲话 你们在底下交头接二 军规纪律都被你们吃了吗 灵动出列 新生们听到王老黑喊你 一个个都惊奇的瞪大了双眼 这怎么回事 听王老黑这语气 难道说要训灵动 刚拿了一等功 怎么可能还训呢 接下来王志上的一句话 让这群新生们明白 原来小丑是他们自己 除了灵动之外 所有人跑步五公里热热身 下次还有这种状况 你们就跑十公里 王志上继续说道 同样是新生 你们看看灵动 刚才他在队伍里 战军姿的姿势就没有变 嘴皮子没有动过一下 王志上专门这样说 怕新生对你误会闹一剑 这个时候你站了出来 报告 我请求一起接受惩罚 虽然我没有犯错 可我没有提醒督处战友 我也有错 况且我们是一个中队 一个集体 全体受罚我也不能例外 王志上欣慰的点点头 不错 你有这觉悟还真让我刮目相看 去吧 谢谢中队长 你敬礼道谢后 便回到了队伍中 接下来跑了大概一千多米 新生们一个个已经累得不行 脚脱着地抬不起来 刘逸在你身边跑着 余光看到你一点也不累 气喘吁吁的问 林洞你一点都不累吗 怪不得你要主动申请一起跑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人倒是够意思 没有抛下兄弟们自己想服 王打虎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林洞 你说说你和俺们一起受罚做什么 你就算不跑 俺们也不会对你有意见的 同宿舍的其他人也跟着搭话 文言你缓缓开口道 我们不一起跑 你才说完这句话 便跑到带队排长身边 报告 排长我想加速跑一下 你这次提出一起受罚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看看自己这副身体的体质究竟如何 排长看到你不怎么吃力的样子 开口道 行 去吧 别搞得太累 影响了接下来的训练 是 谢谢排长 你应了一声 加速向前跑去 一下子便和三排的队伍拉开了差距 而且你的速度还在以肉眼可见的地步提升 三排的新生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在远处看着新生的指导员王敏惊喜地问 那个跑在最前边的是哪一等功的灵动吗 他旁边的王志上同样也是一点惊喜 室内小子 没想到体能这么好 这小子不错 觉悟高 体能好 有极强的自律性 是个好兵 王敏直接惊叹道 我有预感 已会是这群人中最优秀的那一 乃至是整个区 王志上一边大笑着说 这个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走 新训三个月这才刚开始 残酷军事项目训练还在后边等着他 那可不是简单的事 你来到队伍的最前方 其他排的新生看到不由的惊呼 我去 谁这么猛啊 这家伙是哪一等功的灵动 跑了两公里了 竟然还能冲得这么快 不行 我也要追上去 有几个能跑又争强好胜的新生纷纷和排长打报告 申请加速跑和你一较高下 打报告的人越来越多 逐渐的集体带队跑变成了自由跑 很快擅长跑步的几个新生大力冲刺追上了你 几位新生不约而同的嘴角勾起了笑容 他们都觉得自己能争低 在远处观望的王志上和王敏对视了一眼说道 目前看来咱们中队体能最好的就是灵动 他们带兵多年 老辣的眼光一眼便看出最前面的几个人最熟你体能好 果不其然 在最后三圈距离终点还有一千多米的时候 你猛的加速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出去 一骑绝尘 远远的将身边那几个跑得很快的新生甩了出去 我去 那几人只留下一句惊叹 没有力气再能追上你 只有一个人在你身后奋力的追着 他叫吴雄 体能很好 非常擅长长跑 怎么提前冲刺了 不应该最后一圈才冲刺的吗 吴雄奋力的追着你 差距慢慢的在拉大 他体力不支了 来到最后两圈 吴雄看着你速度又快了一些 他才明白原来刚才那一圈只是你最后冲刺的热身 眨眼间你到达了终点 你快了吴雄一圈多 比最开始追上自己的那几个人几乎快有两圈 你一边喘气一边咧嘴笑 还可以 现在的身体素质和自己前世不差上下 而且感觉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吴雄气喘吁吁的来到终点 不服气的看着前面的你 这还是他第一次跑步没拿第一 至于其他新生 还没到终点已经是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 他们在高中1500米的体侧都能泪滩 何况现在是5000米 最后一圈有人跑不动了 开始捂着肚子走起来 对此王志尚并没有过多的惩罚 而是何指导员王敏说 你过去半惩戒半鼓励 让那几个岔声跑下来 王志尚处罚他们 并不仅仅是处罚 训练是主要目的 训练讲究个循序渐进 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 所以他让指导员王敏过去鼓励 他们两个之间需要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你到达终点大约15分钟后 新生们都陆陆续续的到达了终点 王志尚命令各班班长 带着自己的新生做舒缓肌肉酸痛的动作 然后他们自行休息片刻 接下来是队列训练 王志尚拿着一节树枝在队伍里来回穿梭着 看到谁的动作不合格 就给个提醒 打他一下屁 屁股不要撅起来 打你一下肚子 收腹挺胸目视前方 中指位于裤子中方 不一会儿新生们便坚持不住 有很多人开始摇摇欲晃 偶尔打个猎解 转眼间下训时间到 吃完饭后众人回到宿舍 其他宿舍都是一进门就摊在床上开始叫我 你宿舍的人没喊几声苦 便停了下来 羡慕的拿着你的证书和军功章 互相传递着看了又看 刘一羡慕道 真帅 我要努力拿着军功章 回去和我老爸炫耀 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什么普拉达法拉利多罗报 王打虎憨憨一笑 我要是拿着玩意儿回去 那乡亲的姑娘准能排队排到村口 林栋 你怎么这么深藏不露 班长和副班长拿着证书来回看 同样羡慕的不行 下午还是列队训练 小小的占军资 听起来不难 可是新生们却过得很难 他们以为上午王老黑已经够狠了 没想到下午他的大招才开始用 王志尚来到一个新生身前 动手扭正了一下新生的头 然后把他的帽子摘下来 反正放在头底 并且警告不许掉下来 掉一次家电十分钟 紧接着王志尚看向众人 你们所有人都像他这个样子做 他来到你身边 看到你标准的军资 满意的点点头 然后伸手和指导人要扑克 王志尚把你的帽子放缝 然后将两张扑克牌错开 还夹在你手指和裤子缝隙之间 这是部队训练战军资最常用的方法 想要不让帽子掉下来 头部就必须保持平衡 想要不让子弹壳和扑克牌掉下来 肩部和手臂就必须绷紧 并且保持平衡 这个方法很有效 但对于新生来说却很残酷 你前世有参加过阅兵方阵 战军资踢中过你足足练了有三个月 军血都踢破三双 现在这点扑克牌 对你来说完全是小意思 王志尚看着你头上反放的帽子 没有丝毫的晃动 手和裤子间的扑克牌夹的很稳 满意的点点头 战队列这里 你和他预想中的一样优秀 你们看见了没 灵动就是你们的典范 我要求你们所有人都做到灵动这个样子 同样是新生 你们不能自甘落后 从现在开始 灵动身上的东西什么时候掉下来 战军资什么时候结束 其他新生听到这里 一个个苦不堪言 但又不敢喊出来 原来扑克牌还能这样用呢 各班班长挨个给新生加扑克牌 一起战军资 新生们紧闭着嘴 一个个内心大骂着 王老黑 你怎么可以这么黑 我以为来军校不是研究武器 就是飞檐走壁的救人质 结果在这里加扑克 问题还加不住 老掉 时间过去五分钟 你像是个雕塑一般一动不动 新生已经有几个坚持不住 不是帽子掉 就是扑克牌掉下来 这几个人无一例外 都被王志上加练了五分钟 时间过去半个小时 你依旧像的雕塑一般一动不动 其他新生身上的东西 不知道已经掉了多少次 他们也不在乎什么加不加练了 反正掉的次数太多了 也不在乎这一次两次的 时间又过去半个多小时 有新生实在是坚持不住 故意让帽子或者扑克掉下来 借捡东西的机会好休息一下 这一切王志上都看在眼里 这群新生说到底 还是刚刚高考完的孩子 训练的循序渐进的来 所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倒是你让他再一次刮目相看 快一个小时了 你竟然还纹丝不动 这家伙还真是个恋家子 九中队的新生 已经顶着大太阳 站了快一个小时了 他们脸上汗如雨下 逗大的汗滴砸在沙地上 反观你不仅身体纹丝未动 脸上的汗珠也比其他人少许多 占君子对于练过的人来说 就算占十个小时也不算很难 最大的问题是太晒 这是真的顶不住 而你现在脸上的汗却少得可怜 很是不科学 王智上的眉头下意识皱起来 出汗是人体降温的主要方式 出汗少那么体内的温度散发不出来 容易会得热射病 他来到你跟前询问道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如果不舒服就说出来 报告 身体状况良好 王智上仔细端向了一下你的脸色 确定你精神极佳 但他还是联系了笑意过来给你检查 其他新生看到满脸的震惊 这是怎么回事 王打虎内心担忧的念叨 完了完了 灵动给站出毛病来了 你对于笑意的到来也很无奈 你配合笑意检查完后继续占军资 笑意将你的身体状况汇报给王智上 王智上听到后惊喜的瞪大了双眼 只勾勾地看着你 像是看到初恋一样 你是少汗体质 而且身体内部并没有因为高温出现问题 还是耐热体质 这种少汗耐热体质拥有十分强悍的持续作战能力 少汗可以减少体内水分的流失 耐热可以让身体在高温条件下 更长时间的保持最佳战斗状态 王智上看着你忍不住笑了出来 众人看到了王智上的笑容 都一个个胆战心惊了起来 刚刚把笑意喊来 然后又看着灵动笑 王老黑不会是想到了什么折磨人的办法 时间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新生们一个一个倒下 被安排下去休息了 训练场上最后只剩下了几位班长和你一个新生 其他新生们贪坐在地上 一副生无可恋的名字 留意 这还只是开始 不知道接下来王老黑 不 是中队长还会怎么练咱们呢 王打虎 我现在整个腿又肿又动 灵动咋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王智上看看手表再看看你 这家伙还是纹丝不动的站在那里 本来占君子他只是打算练两个小时 没想到你直接给干到了四个小时 他很想看看你的极限是多久 可是在这样下去就耽误其他训练了 王智上为了不耽误接下来的训练 臭名喊话 灵动可以休息了 是 你得到命令后大声回答 然后在原地踏步几下 放松了几秒钟 便像没事人一样走到新生休息那里坐下 众人惊呆了 灵动这个变态站了这么久 竟然一点是没有 你一坐下 身边立马围过来一堆人 王打虎好奇地捏了捏你小腿问道 你腿不疼吗 怎么你和没事人一样走回来了 刘逸 灵动以后你就是我大哥 你教教我怎么占君子 我占了那么一回 快要痛苦死我了 众人 你一句我一句 除了赞叹你不是个人外 便是任大哥 让你教他们占君子的技巧 王智上和指导员王敏 在一旁看到后二人相视而笑 休息了一会儿 王智上便吹哨喊集合 接下来的训练是队列里的转向 骑步走 毫不走等基础的项目 练习了半个小时后 王智上发现你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优秀 你的列队动作 哪里是新兵能达到的标准 他自己上场都不一定能有你做的好 可以直接去一仗队 在阅兵的时候走方队 由于你的动作像教科书一般标准 所以王智上把你喊出来 让你在队伍的前面做示范 又训练了一会儿 王智上喊道 现在以班为单位 你所在的班师练的最好的一个 你现在在整个新生中的威望 又提升了许多 实力摆在这里 不服气不行啊 经过一下午的辛苦训练 一些没有受过苦的人早就不行了 在王智上说出下训两个字后 众人这才提起一丝精神 是 这一声是喊的有气无力 有些参差不齐 王智上听到后 黑着脸询问 有气无力的 看样子你们很累 现在没力气了吧 他这一句话 新生们以为是关心询问 有胆大的刺头兵开始搭话叫惨 终对着 我们今天五点半就起来训练了 我们现在比狗还累 我的腿快要废了 看在我们今天下午认真训练的份上 给我们加鸡腿了 你听到这些话 心中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群新生还是太年轻 负责训练的中队长 怎么可能这么好心的关心他们 事出反常必有妖 王智上听到这些话后点点头 然后几乎吼着训斥道 训练队列就扮出这副模样 有当兵的样子吗 我现在有个给你们鼓气的好方法 咱们唱军歌 什么时候士气上来 咱们就下训吃饭 新生整个都傻眼了 王老黑 你是真的黑 简直就是五彩斑斓的黑 五点半就起床训练 结果现在又故意找理由 不让吃饭 在今后 新生们会发现 王智上变态的手段实在是太多了 王智上一排排长出列 教他们唱团结就是力量 一排排长站出来 是 然后他来到队伍正前方 开始教大家唱歌 接下来我唱一句 你们跟着唱一句 团结就是力量 在一排排长的带领下 军歌唱得有模有样 王智上感觉差不多了 这才点点头 行了 凑活 虽然唱得不怎么样 但我是一个心软的人 你们就先去食堂门口吧 众人欲哭无泪 就你这还是心软的人 我们都已经这么卖力了 还只是唱得不怎么样 王老黑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你这个时候 忍不住会心一笑 因为你想起了 前世自己新兵连的时光 教官同样折磨人 他和现在的新生一样 在背后骂人 和新兵下连分别的那一天 一个个都舍不得教官 而你嘴角那一抹笑容 没有逃过王智上的眼睛 灵动出炼 刚才你笑什么 你出炼 破音的大喊 报告 我在笑您玩文字游戏 刚才您说的是去食堂门口等着 而不是去吃饭 这一点小的区别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到时候我们犯错 你肯定又是家恋 众人反应过来 你说的是什么后 惊奇地看向王智上 我靠 王老黑竟然在这里等着我们 他的心是没做的吗 这么黑 王智上没想到 你竟然注意到了 命令中的这一小细节 无奈又欣喜地笑了一下 你小子竟然能发现 看来还是我的道行不够 既然发现了我也就不为难你们了 新生们听到这话 一个个都开心了起来 心中松一口气 还好有灵动在 不然等会又得挨发 王智上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等会去食堂门口 你们唱军歌 什么时候食堂师傅 被你们高昂的士气叫出来了 你们什么时候就能进去吃饭 众人泪目 还是逃不过呀 王智上 听到了没有 经过刚才这么一出 现在新生都吸取了教训 非常大声 极其有力地回答道 听到一排排长 带队来到食堂门口 开始指挥众人唱军歌 食堂吹噬般的班长是老兵 听到门外一个中队一直唱军歌 于是走了出来 这种场面就算他没有见过 猜也能猜出来是怎么回事 小同志们都辛苦 快点去食堂吃饭吧 王智上这才冲队伍挥手示意 听到了没 你们可以进去吃饭吗 众人 是 新生排队打好饭后 都端着餐盘 找自己班级所在的桌子 有人直接坐下 祸不及待地扒拉了两口饭 可看到你以及班长副班长都是站着 他们疑惑地左看看 右看看 最后只能放下筷子 站起来 刘亦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富二代 今天被练得这么苦这么累 他就不说什么了 可是这么辛苦饭也不让好好吃 让他心里很是不服气 他喝了一大口汤 这才满脸不服气地站起来 你和几位班长 没有坐下吃饭 是因为看到中队长和指导员在 他们都还没有坐下吃饭 新生是不可以坐下 王智上和王敏的饭 吹事班的人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 放在最中央的桌子上 他们两个看到所有新生都站起来后 这才往他们那一桌子走 王敏说道 都坐完 绝大多数的新生听到这句话后 直接坐下 开始动筷子 没办法 实在是太饿了 很多人因为训练过度 把筷子的手都是动的 王智上来到他的位置坐下后 扫视了一圈新生 缓缓开口道 各班班长 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 教会自己的人吃饭规矩 一声令下 食堂瞬间响起嘈杂的声音 各班班长都在快速地解释着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生怕说得慢了 一分钟的时间解释不完 吃饭的时候 如果中队长或者指导员在 只有在他们下达坐下和吃饭的命令后 所有人才能坐下和吃饭 记住 吃饭的时候 除了喝汤 只有拿筷子的手臂能出现在桌子上 不许说话交谈 吃完自己静悄悄地站起来 去洗碗池那里洗好盘子 然后放进消毒柜里 为宿舍 你所在的班 班长李星说了一大堆规矩 最后强调了一句 以后要时刻观察灵动 跟着他一起行动 实在不行就看着我和副班长的动作 李星的心里已经下意识地认为 以这个新生 各种规章制度纪律的遵守 比他这个毕业的学长要强 虽然听起来离不 可这却是事实 一分钟的时间到 各个班长陆续安静下来 王志尚冷声道 今天动员大会结束后 你们的心训也正式开始了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像前两天那样 会对你们严格要求 任何集体活动 包括吃饭 所有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华一 他训话完之后 王敏登场了 和声说道 好了 现在吃饭吧 他们两个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配合得非常好 所有人这才开始动筷子 你快速地往嘴里扒拉着饭 其他新生握着筷子 绝大多数手都在打战 很多人努力了半天 饭没有送嘴里多少 桌上倒是撒了不少 王达虎由于一直在家干农活 手筋腿筋 比其他人都锻炼得开 所以他现在的手并不断 拿着筷子大口往嘴里扒拉饭 他扒拉了两口 看到你狼吞虎咽的吃香 恨不得把碗都给塞嘴里 两位班长也是同样的吃香 王达虎很是疑惑 于是偷偷看向其他桌 其他班的班长也是同样的吃法 他们这是在搞什么 太诡异了 王达虎很是疑惑 于是向你那边靠了靠身子 小声地调侃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给饿几眼了吗 慢点吃 别噎着 你要怕吃不饱 等会咱们两个顺两个花点 你并没有理会王达 依旧快速扒拉着喊 啪 你吃完了 把筷子重重地放在了碗上 然后直起腰笔直地坐起来 紧接着两位班长也吃完了 和你同样的动作 王达虎一脸问好 你们这就吃完了 要不再去吃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王志上的声音变传来 用餐时间到 全体起立 刷 你和各班班长 在下达命令的一瞬间 快速站了起来 心声全猛了 他们嘴里含着饭 看着自己的班长 大大的眼睛里满满的疑惑 这是吃饭时间结束 我们不可以再吃了吗 刘莉被气到了 今天五点半就把人给赶起来 训练了一整天 吃饭前刁难 吃饭也不让人吃几口 老子不干 他重重地将筷子拍在桌子上 并没有起力地打算 有头愤恨地瞪了王志上一眼 我这就退学 奶奶的 故意折磨人 回去我爸打我就让他打吧 刘莉转头一想 现在自己信用卡被冻结 这样退学 老头子肯定在两年之内 不会再给他开账 算了算了 不退学了 我现在是一名华夏军人 不能轻易退缩 他这是自己想通了 不是因为他爸给断了资金供给 于是刘亦满脸不服气地站起来 王达胡沮丧的脸 也跟着站起来 现在后悔莫急 刚才俺看戏做什么 现在没得吃了 新生们接二连三地站起来 都哭丧着脸 这才吃了几分钟 时间就到了 王老黑这是要搞什么呀 王志上这时缓缓从位置上走了出来 从各班餐桌巡视而过 扫了一眼 吃饭的情况惨不忍睹 餐盘里剩了不少 桌子上的饭菜更多 当他看到你的餐盘后 不由的微微惊讶 你竟然和其他班长一样 吃得干干净净 这小子怎么吃饭的规矩都知道 反观其他新生 最少的都剩下三分之一 这下显得你更加优秀 王志上满意地看着你 点点头 不错 然后他扫视了众人一眼问道 都吃饱了吗 众人 我们饱没饱 你不知道吗 你和各位班长大声回答 饱了 王志上力声训斥 其他人呢 哑巴了 新生们想起刚才班长的嘱咐 也跟着无奈地喊道 饱了 王志上冷笑一声 这就饱了 你们这是千金大小节啊 一个个吃这么一点 既然吃这点就饱了 那以后为了避免浪费 你们顿顿的伙食都按照这个来 新生畏目 王老黑你就做个人吧 王志上 我再问你们一次 饱了没 新生们这下都没有回答 他们有种预感 王老黑这又是一个陷阱 一个个都哑了 没有 刘一带头喊了出来 其他新生也都跟着喊了出来 没有 王志上 没饱就对了 你们的饭没有喂进肚子 全喂给捉子 浪费粮食极其可耻 全体新生都有 挖跳一公里 新生们都在心里大声叫我 我们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 再挖跳一公里 是想要我们的命吗 新生们都在哀嚎的时候 你没有一点反应 不仅仅因为你体质好 更是因为你前世对这种惩罚习惯 挖跳结束后 新生们一个个互相搀扶着回宿舍 像腿部残疾了一样 回到宿舍 新生们第一件事便是瘫在床上 两位班长催促了一声 大家都快点洗漱 别等会熄灯了 王打虎冲刘易挑挑眉 我的肚子现在饿得不行 你的呢 刘易听到这话疑惑了一下 然后回答道 我也饿了 怎么 王打虎等会早点睡 睡着就不饿 他说着冲刘易眨眼示意 刚才他从食堂顺了两个花卷 等会可以填肚子 刘易的肚子 在这时候应景地叫了一声 片刻后 新生们洗漱回来 上床准备睡觉 谁知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王志尚和王敏带着一排排长出现在宿舍 全宿舍原地集合 中队长和指导员过来慰慰新生 众人连忙下床 然后站成一排 王志尚大晚上的出现 哪里是慰慰 分明是惊吓 这老黑又打算怎么样搞我们 王志尚简单地说了两句话 今天是正式训练的第一天 很辛苦我知道 再这样来几天 你们就适应了 新生 再来几天 我们不是适应 是废道了 一排排长在王志尚讲话的时候 给每个床铺上都放了本条例条令 王志尚 今天 我给你们每人都发了条例条令 好好学 三天后考试 如果拿不到九十分 你们想想应该怎么办 对了 满分是九十分 众人 听我说 谢谢你 谢谢你这大晚上的专门 来给我们下达通知 王老黑同志 请问你自己能拿满分吗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可娘的过分了 王志尚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穿鞋下去集合 找个自习室学习一小时 以后各班班长 自己组织各班学习 虽然新生们很不情愿 可不得不去 甚至都学得很认真 没办法 不认真不行啊 三天后考试 几百条的条例条令 少说也有两万字 不抓紧背 到时候又被王志尚这个变态惩罚 他们这才第一天 就被折磨得够呛 刘毅 谁说的当兵后悔两年 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这么草蛋的日子 谁会怀念 别看他现在嘴上骂得最欢 日后他是最不后悔的那一个 甚至都把自己女儿送去部队当兵 王打虎 以为上大学就解放了 没想到还不如高中 还得被东西 郭琪 别谢倩 咱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新生们一边被条例 一边喊苦 王志尚在第一天 确实折磨他们够呛 反观林栋 他拿着条例条令 在默默看着 对待今天的新训生活 一点怨言都没有 新训的训练强度 对于他来说是小意思 新兵们觉得很痛苦 除了体制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 是刚从社会步入部队 心理上难以适应这种生活 林栋出神的 看着条令条例 现在他在脑海中 浏览着物品商城 读书是他最讨厌的事情 尤其是被这种枯燥的条令条例 于是他进入商城 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技能兑换 初级武器装备 使用技能 各式手枪 狙击枪 手雷等轻型装备 1500军功值 这些林栋 本来就会 没用 荣惠贯通大学 基础公共课知识 1000军功值 这个挺便宜 只是现在没用 荣惠贯通 没用 林栋看了一圈 没有找到合适的 就在他打算放弃 自己背条例的时候 有一项技能 让他眼前一亮 超强技艺技能 过目不忘 包括高端科学知识 和攻势的运用 3000军功值 这个不错 刚才跑三公里的时候 系统又收集了100军功值 现在刚好3000系统 兑换超强技艺技能 兑换成功 该技能已经成功与宿主融合 灵动思绪回到现实生活中 他快速地翻看条例条令 现在他的眼睛 就像是扫描一样 扫过的东西 直接刻在脑海中 当整体条例翻过一次 他也全部记了下来 这技能够可以 他放下本子 下意识地看向其他人 发现他们还停留在第一页 而后 灵动又看了一眼 挂在教室的时钟 时间才过去五分钟 第17章 变态的记忆力 还有五十多分钟 学习时间才结束 灵动想了一下 自己在这里干坐着 也太无聊了 浪费时间 于是举起手 喊道 报告 在讲台上 站着的王志上不由一正 看向灵动 说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向灵动 他这是想要干什么 该不会灵动现在已经备完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灵动得到命令 站起来回答 是 报告中队长 我现在已经学习完了 现在申请回去 学习其他东西 这就学完了 所有人都在惊奇地看着灵动 班长这种已经毕业 学过条例条令的人 都不敢站起来说学完了 可以拿满分 现在 灵动一个新生说 自己学完了 这谁会信啊 王志上虽然对灵动期望很高 一直认为他是尖兵 一直被灵动给惊喜 可现在灵动这话 他是万万不幸的 他当即严肃地说 灵动同志 请你认真对待这次学习的内容 条例条令 是每一位军人 都必须牢记的 虽然从你报道开始 表现就非常的优异 现在主动提出 学习其他方面的东西 非常值得表扬 但对于一名军人来说 即使他的军事素养再高 政治思想不过关 那也是一名不合格的军人 现在坐下 和大家一起学习 他说这么多 总结就是一句话 知道你小子厉害 那也休想 耍小聪明 不要想偷懒 灵动提出来这话 王志尚要不是因为 太满意灵动 早就开骂了 哪里会文皱皱地说这些话 给他留面子 灵动大声回答 我真的已经学完了 不信 您可以考考我 如果我通过了考试 那请您允许我先行离开 王志尚当即 被气得冷笑一声 这小子 自己给他台阶下 结果他顺着台阶 给你往上杠 才五分钟 你就学完了 你这是把我当傻子 强 抱我的智商吗 留一小声提醒 灵动 你做什么 赶紧坐下 王打虎 灵动 快点坐下 别把今天给中队长的好印象 全都给破坏掉 王志尚 大哥 你快坐下吧 王志尚当即同意了灵动的请求 行 那我就考考你 如果你考不过怎么办 灵动 报告 我主动惩罚自己 超十遍条例条令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超血十遍 灵动 你是手不想要了吗 不想要直说啊 我们给你砍掉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 王打虎现在看着灵动的表情 变成了熊猫惊讶到愣住的表情包 完了 完了 今天灵动战君子把脑子给占坏了 王志尚 好 口气挺大 那我就等你让我刮目相看 我也不太为难你 不要求你一字不诧 但主要内容 你不能有错误 紧接着 他随口问了一句自己熟悉的内容 说一条第三章 第三节中有关奖励的条例 灵动 第三章是有关奖励的内容 第三节是有关个人奖励的内容 其中有一条事 作战中英勇顽强 坚决执行命令 完成作战任务成绩突出 或者主动掩护 抢救战友 事迹突出 有较大贡献的 可以计三等功 功绩显著 有重要贡献的 可以计二等功 功绩卓著 有重大贡献的 可以计一等功 灵动将答案一字不差地说出来后 王志尚愣了一下 没想到这小子还真能说出来 一定是凑巧 他现在变得认真起来 拿起条例条令 认真看着提问 这回他要刁难一下灵动 王志尚就不信了 难不成灵动还真能都背下来 背下第103条 灵动 国防服役纪念章 颁发给浮现 一满八年以上的人员 其中 浮现一满八年以上 不满十六年的 授予同志纪念章 浮现一满十六年以上 不满三十年的 授予银制纪念章 浮现一满三十年以上的 授予金制纪念章 王志尚的表情 这一下变得严肃起来 灵动这家伙 还真能背出来 接下来的提问 王志尚专门挑篇服长 绕口难记住的条令提问 他倒要看看 王志尚一口气问了十多条 灵动都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其他新生看着灵动都傻了 脸上的表情 比看到灵动拿一等功还震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 过目不忘的神童 这记忆力是人类可以拥有的 王志尚不可思议地盯着灵动看 这家伙 脑子究竟是什么做的 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要知道 这些条令条例之间 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 不和历史文章一样 只能死记硬背 没有任何的技巧 可言 灵动究竟背得有多熟 才能这样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这绝不是刚才那几分钟 可以做到的 王志尚深吸了一口气 压了一下心中震惊的情绪 疑惑地问 你提前背过 灵动 是 条例条例的内容 网络上可以查出来 我暑假抽时间 全部背下来了 王志尚主动给了一个理由 灵动直接就着台阶下来了 虽然五分钟背下来是事实 可说出来别人也不信啊 还不如糊弄过去 省得解释 听到这个解释 众人恍然大悟 可即使是这样 大家也特别佩服灵动 这究竟得有多字率 才能在暑假 将两万多字的 条例条例背下来 刻在脑子里 高考完的暑假 大家都是疯狂地玩或者打工 两个月就把十几年学的东西 还给老师了 就灵动一个人 还在提前学习 看来他是真的热爱军人这个职业 王志尚看着灵动 忍不住欣慰的大笑 直说 灵动 你以后肯定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体能好 自治力强 这是兵王的必备素养 别说你一个新生 很多优秀老兵都做不到你这种地步 怕是用不了多久 我见了你都得敬礼韩长官了 第十八章 厕所偷吃 王志尚这话听起来像是恭维 可却是他发自内心的 灵动是军校生 直接就是军官 而且各个方面的表现近乎完美 体干升迁肯定很快 灵动谦虚地回答 中队长 您快别捧杀我了 王志尚 没捧杀 这是事实 再者说 你性格稳重 就算别人想捧杀 你也不上套 行了 既然你都背下来了 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灵动敬礼 大声回答 是 从教室出来后 他并没有回宿舍 而是走向了宿舍旁的小沙地 那里有单杠和双杠 他来到单杠前 举起手轻轻一跃 跳了单杠 而后开始自己训练 对于军人来说 体能是一切的基础 体能不好 什么都白费 正好现在闲着 灵动便开始自己训练单杠 虽然现在他的体质是常人的两倍 可灵动还是不满意 他想要做到更好 单杠练习 是对上半身肌肉的综合练习 而且单杠器械场地容易设置安装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部队比较重视单杠训练 练习方式一共分为八种 分别是 一练习是引体向上 二练习是腾身反转上杠 三练习是双手撑杠单脚跨杠 四练习是跨杠翻转旋转360度 五练习是白体上杠旋转360度下杠 六练习是跨杠反转旋转360度下杠 七练习是踩杠旋转360度下杠 三练习是跨了一次 每组五个 而后灵动又做了十次引体向上 一共五十个 虽然这不是灵动的极限 可在老兵中 这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要知道单杠评分 三十个就算优秀了 一套坐下来 他的额头上微微浸出了汗水 如果不是有抗寒抗热的先人掌技能在 现在灵动怕是全身 已经湿透了 灵动自行训练结束后 从单杠上跳下 身后突然传来了掌声 一位长相温文尔雅 身穿长服的男同学走了出来 你担当做得非常不错 尤其是八练习 看来你的臂力非常不错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跆拳到俱乐部 灵动没有回答 疑惑地看着来人 男同学倾笑 忘记自我介绍了 刘伟 武术俱乐部副部长 灵动礼貌性的敬礼 新生灵动 学长好 非常抱歉 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他说完便转身离开 留下一脸震惊的刘伟在原地 新生 新生竟然能有这样的臂力 他是练过 还是天生的 如果是天生的 那稍加练习得成什么样子 真是天生的话 那跆拳道也绝对是佼佼者 得拉他进俱乐部 当刘伟反应过来的时候 灵动早没了身影 灵动又找了块没人的空地 做了一回舒展运动 今天运动量不小 圆主的身体又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即使拥有常人二倍的体质 那也还没有完全适应 灵动怕第二天起来 肌肉过于酸痛 所以做了很久的舒展运动 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 舍友们已经先他一步回来了 灵动开门进去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李星班长问道 灵动 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 这事去哪了 灵动 我去训练了 众人 今天被王老黑折磨了一天 你竟然还自己加训 你是被训练练傻了 还是偷偷去做违反纪律的事情 在这胡乱扯谎 李星听到这个解释 很是不相信 但也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说 快点上床睡觉吧 对于新生来说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对于灵动来说 却和吃饭喝水一样日常 前世是军人 他早就习惯了部队的训练生活 灵动回到自己的床铺 王打虎悄悄过来 傅尔问道 你是不是去偷吃了 没有 灵动轻笑着回答 这个王打虎还真是以食为天 事事都能想到吃饭 紧接着 刘逸也过来 傅尔问道 灵动 你小子是不是去厕所 偷偷抽烟了 下次带我一起去 灵动再次笑着摇头 没有 在新训期间 抽烟是违反纪律的事情 刘逸 你小子装什么装 我 说完班长便大喊让睡觉 要关灯了 一天的辛苦训练 使得新兵们很快入睡 半夜 灵动被尿憋醒 起床上厕所 当他来到卫生间门口时 恰好听到里边传来的声音 真香 灵动 厕所里边还能香起来 这是有人偷吃 灵动试用了一下阴眼技能 隔着卫生间的门 他清晰地看到了里边的热成像 看身形 其中一个应该是王打虎 那另外一个 肯定就是留意了怪不得刚才 这两个人一个问我是不是偷吃了 一个问我是不是在厕所抽烟 原来他们两个有这计划 灵动打算痘痘里边的人 狠狠地一脚把卫生间门给踹开 碰 下一秒 灵动便看到两个正在往厕所隔间跑的人 灵动学着王志上走路的方式 故意踩中步子 在走廊来回走着 厕所隔间的两个人都紧张得要死 王打虎不管不顾地往嘴里猛塞花卷 现在已经被发现了 受罚是肯定的 还不如趁机多吃两口 刘逸也在努力嚼着花卷 脸上的表情三分紧张 三分气氛四分不服 奶奶的老子都被逼到厕所偷吃了 竟然还被人逮住 接下来怕是要受罚 这军校生活自己过得也太丢人了 灵动逗了他们一下 然后笑着说 出来吧逗你们玩的 王打虎 是灵动 还好 还好 不用受罚了 刘逸 靠 是灵动这货 竟然这样作弄我 王打虎从隔间里出来 如是重负地笑了一下 灵动 是你啊 刚才吓死俺了 刘逸在隔间大口吃完手中的东西 这才开门出来 他不想让第三个人 看到自己厕所偷吃的狼狈样 太丢人了 灵动 你美元 家 美元 对于他的咆哮 灵动一句话 便让刘逸瞬间哑虎 第十九章 担当训练 你厕所偷吃 刘逸瞬间不说话了 因为被抓个正着 没法反驳 又特丢人 更没脸反驳 咱们不说这个 就说刚才你吓唬我们两个的事 你这过分了呀 灵动再次接刘逸的短 刘逸 他支支吾吾的半天 然后蹦出一句话 你懂什么 这叫战略性物资与技术交换 刘逸万万没想到 他现在认为极其丢人的事 在几天后 竟然重复上演了 次日 又是一上午的踢正步 跑五公里的日常体能训练 在休息时间 除了灵动的所有人 都在努力的被调理调令 虽然说笨鸟先飞 抓住一切时间努力学习 确实值得表扬 可笨鸟们吵到了开挂鸟灵动的耳朵 于是 灵动和班里的人围坐在一起 帮他们一起学习 他们班先是所有人看十条条例调令 而后和尚书 灵动提问 其他人背 新生哪里有不对的地方 灵动点出来 他们在一起过一次 然后灵动再提问 直到这十条条例没有问题 开始下一轮 这个学习方法 是灵动从原主的记忆中得到的 学习效果事半功倍 灵动在他所在的三班 地位又高了一些 很快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由于灵动过于优秀 在训练方面帮了社友很多 他地位直接晋升为三班之父 一眨眼的功夫 三天时间过去 调令调令的考核时间到这天上午 酒中队的新生们都盘腿坐在沙地上 手中拿着笔和本子 王志尚考他们的调令调令 王志尚问 新生们在本子上作答 考核结束后 班与班之间交换 互相给分 灵动毫无疑问 是拿到满分的那个 除此之外 便是他们班的人分数高 所有人都上了七十 有两个八十多 其他宿舍的成绩 可以用惨不忍赌来形容 最高也就是个六十分 王志尚看到汇报过来的成绩 开心地笑了出来 灵动个人优秀 带着他们整个宿舍的人都优秀了起来 这三天 灵动帮他们整个班的人一起学习 他有看在眼里 心中对灵动越发的肯定 这小子才入学三四天 就明白要和战友一起进步的道理 以后肯定大有一番作为 在战场上 战友是一群可以把后辈交给他们的人 所以要在平时注重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这次的考核结果呢 除了李欣他们班 其余的我都不满意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小考核 可这却能体现出 你们每个班具体的团队协作能力 你们都应该向李欣他们班学习一下 这次再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学习 第二次考核 如果还是这个样子 我想结果你们知道 王志尚这几句话 没有夸灵动一个字 大家却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灵动 忽略了班长李欣 灵动带着班里战友一起学习 他们是有看到的 经过中队长的点拨 这才想到更高的一个层面 心中对灵动的佩服又增加了几分 还真是应验了那句话 优秀的人处处都优秀 中队里有几个好学的 心里默默地下决定 以后要时时刻刻注意灵动 向他学习 王志尚说完考核的事情后 冷声说道 这次你们的考核结果很差 鉴于你们这两天训练太辛苦 所以我决定处罚你们轻一些 众人听到这话 神情之间高兴了许多 王志尚继续说 咱们来点不一样的 训练单杠 这个轻松一些 众人铿锵有力地回答道 是 新生们真的以为 王志尚在体谅他们 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训练 来到单杠训练场地 王志尚开始讲解此次的训练 而后他命令道 一排排长 你出来给他们展示一下 什么是单杠一练习和二练习 一排排长简单地示范后 王志尚再次下达命令 所有人分为两组 一个单杠上两个人 一组上杠 进行一练习的训练 菜鸟们上了单杠才过了几分钟 便有很多人坚持不住 从单杠掉了下来 甚至有些人 只能坐五六个引体向上 有人因为身高的优势 直接拉着单杠 脚尖着地偷懒 王打虎再昂着下巴 努力坐着引体向上 当他再次落地后 他纳闷的挠头岸力气也挺大的 怎么坐引体向上这么费劲 他们一个个做出的结果 让王志尚眉眼看 是真的太烂了 第二十章 看我示范 王志尚皱着眉头 满脸的嫌弃 冲一排排长开口道 让他们快下来 别丢人现眼 以班为单位 展开训练 两个小时后 我过来看训练成果 一排排长力政敬礼 大声回答 是 王志尚离开后 单杠上挂着的人 立马跳下来 本来就掉不了几秒钟的人 也不再假装努力 往单杠上挂了 接下来便是分班训练 王志尚不在 新生们放轻松了很多 敢松懈对待了 也敢一轮了 老黑可算是走了 这个单杠也太磨手了 我感觉自己力气也挺大的呀 怎么一个也做不了 这不科学啊 灵动的班长李星 集合他们班新生 准备训练 在训练之前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单杠训练 单杠训练 是非常简单有效的训练 背部肌肉的方式 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有效提升上半身的力量 是体能训练中重要的一部分 训练一共分为八个练习 现在由副班长 给你们做动作示范 副班长被点名 他出列大声喊道 报告 班长 还是你来做示范吧 我有听过你 单杠练习的大名 异常优秀 还是你来做示范更好 李星点点头 也好 那就我来做示范 给这群小子开开眼 他说完便来到单杠前 副班长和班里其他人 都围着站在周围 副班在一旁配合着讲解 班长首先展示的是 一练习 引体向上 注意看班长的上杠动作 动作要领 提 驱 停 副班长讲解完之后 班长李星开始 做示范动作 双脚并拢 屈膝半蹲 双目注视单杠 脚下轻轻一蹬地面 借力成功上杠 轻轻松松做了两个引体向上 然后松手下单杠 副班长 接下来班长示范的是 卷身上 他是在引体向上的基础上 结合上举大腿 腹部绕杠完成的动作 李星再次上杠 率先做了一个引体上向的动作 当单杠拉到大腿根处 举腿 转动手腕 开始绕杠动作 绕杠动作完成后 班里的新生不约而同地开始鼓掌 王打虎激动地拍手 兴奋地说 班长不愧是班长 就是有两下子 刘逸 这个绕杠动作我也会 但是像班长做的这么顺畅 我是做不到的 王打虎撇嘴 调侃道 快拉倒吧你 看俺的大胳膊 比你的粗多少 我一个都做不了 你能做得了 谁信啊 刘逸贪手 你爱信不信 两个人在吵吵闹闹 临动随口插了一嘴 单杠练习 不仅要看手臂的力量 更要看体重 以及全身的协调能力 打虎你虽然壮 可是体重比刘逸重不少 所以这个训练 还真是他占据优势 王打虎 看吧 是你不懂 不是我在吹牛 刘逸连忙跟话 可算是有一个能懂他的人了 王打虎听后 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咧嘴笑 看来还真是俺孤陋寡闻了 临动 你怎么懂这个 难道你会这个单杠练习 临动回答 会一点点 好了 快看班长示范 别等会让你们上 你们不会了 副班长继续讲解着 接下来是三练习 立毙上 班长上杠 做了示范动作后 新生们掌声不停 在他们这群菜鸟看来 三练习的动作难度非常大 所以他们佩服不已 卧槽 班长这也太厉害了吧 副班长 三练习这里 要注重重心转移 接下来 班长示范四练习 挂腿上 班长做完示范动作后 轻巧地跳下单杠 新生们响起更加热烈的掌声 刚才的示范太精彩了 新生们现在心里出了佩服 那便是担忧 这也太难了吧 这哪里是练习 分明和练杂技差不多了 这才四练习 接下来岂不是更难 完了 这单档项目我肯定是不及格 新生们现在看着单杠很是发愁 当然灵动除外 这点训练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完全是小意思 副班长笑着说道 大家不用担心 咱们新训考核 只考核前三个练习 在新训期间 考核标准是八个及格 十二个优秀 众人听了这话 都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们的考核标准低 不然全部都要不及格了 班长继续示范接下来的练习 动作难度一个比一个大 大家的掌声和惊叹声也越来越大 待八个练习全部都完成后 班长开始安排众人上档训练 接下来你们一个一个上档 第一次训练 我的要求不高 练习一到练习三 全部做两个 中间悬停三秒钟 好了 开始排队上档 他站在单档旁边 观察新生的动作 第一个上档的新生 做了两个引体向上 在做第三个的时候 双臂抖得实在太厉害 坚持不住 从单档上掉了下来 第二个上档的是刘逸 刘逸一脸得意的 走到单档前 轻轻松松的 做了三个训练 所有人都开始鼓掌 新生能做到这个水平 确实很厉害 刘逸下档后 一脸得意的 看向同班战友 怎么着 你们刘巴厉害吧 班长点点头 肯定的说道 不错 接下来第三个上档的是 王打虎 他上档前 还往手心上吐了两口唾沫 然后搓一搓 做足了发大力气的准备 他吊在单档上 怎么也上不去 开始扭动身子想办法 身子前后摆动 脚再来回踢着 差点踢到了班长李星 幸亏李星眼疾手快躲开了 要不然还真要挨一脚 行了 你下去吧 别回头 把单档给我弄折了 接下来上场的 没有一个能看的 有的甚至还不如王打虎 你这是在李渔打挺呢 你这扭来扭去 是想要扭上去吗 上档 你绝屁股干嘛 最后 轮到了林栋上场 第21章 这叫会议点点 众人不约而同的 期待地看向了林栋 从刚见面开始 林栋就一直给大家惊喜 到现在 每进行一项训练 大家便下意识地期待林栋 不知道他这次 又能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林栋上杠 轻轻松松地 将三个练习完成 然后身子向前摆动 松手 完美落地 掌声跟着响起 班长肯定地说 林栋 不错呀 看你这动作 比我的都标准 是练过呀 林栋微微一笑 暑假在网上搜索过视频 跟着练过一点点 这个回答 已经成了 他应付众人的标准答案 班长 你这还是练过一点点 如果不是练过 根本做不到这么标准 其他几个动作 你会吗 林栋 练过 班长 上杠试试看 林栋 好 林栋上杠后 做前三个练习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什么反应 毕竟刚才已经见识过了 当他做到四练习挂腿上的时候 掌声便响了起来 林栋够牛的 一个人竟然能练成这个样子 好家伙 这家伙是打算拿满分吗 同样是人 他的胳膊力气怎么这么大 他这水平 还练什么练啊 直接去做教官算了 林栋做到五练习的时候 众人的掌声更响亮了一些 李昕忍不住感叹道 林栋有两把刷子 特娘的 真够谦虚的 这叫练过一点点 他的反应 没有其他人激烈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他来说 同样不难 当林栋做到练习 六棋撑前回还一圈的时候 人群中不仅有了掌声 还有叫好声和欢呼声 他们这个般的动静 引来了其他般的围观 又是这个林栋 他这做的是什么动作 教官没示范过呀 难道自己瞎练 瞎秀的 这是七练习 教官不教咱们 有可能是 这人说着 故意停下来 压了一下声音 偷偷摸摸的小声说 可能班长也不会 当林栋做到八练习的时候 整个中队所有人 都开始猛烈的鼓掌 能做到八练习的人 少之又少 更何况是一个 新生林栋这家伙 他还有什么不会的吗 就在大家以为 林栋要下来的时候 他整个身子 斜同发力 轻轻一跃 直接站在单杠上 而后尽力 最后跳下单杠 完美落地 看到这里 没有一个不惊讶的 众多新生都在惊呼着 卧槽 这样也行 林栋是练过轻弓吗 我和林栋的差距 比我和狗的还要大 林栋这胳膊 是真的有力气 掌声不断 惊呼不断 王打虎惊讶地 跑到林栋跟前 拉着他左看看 又看看 林栋 你刚才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你和俺说的 会一点点 这也太凡尔赛了吧 要不 咱们两个换胳膊吧 刘毅一边鼓掌 一边庆幸地说 幸亏刚才上当之前 没有夸海口 不然这下被林栋碾压 岂不是丢死人 班长一边鼓掌 一边激动地和其他班长说 好兵 以后绝对是个尖兵 副班长很是惊喜 随口问道 班长 这个担当敬礼 你能做到吗 班长 之前做过 但是没有林栋这么标准 在这几个练习方面 我确实不如林栋 其他班长搭话 李星 真的假的 你可是咱们终对担当 练习出了名的人 你竟然说不如林栋 没骗人 李星点头 这有什么好骗的 突然出现了这个小插曲 让众多新生训练的时候 更积极了 有林栋这个新生在 给他们做了标杆 大家不自觉地想向林栋靠拢 两个小时的功夫 转眼间便过去 王志尚准时出现在了训练场 他黑着脸走过来 吹了一声口哨 第九中队 全体集合 众人听令 立马集合 整理队伍 新生们在最近几天的训练之下 有了很大的进步 集合列队整齐有序且迅速 比之前好了太多 列队完毕后 王志尚开始驯化 刚才你们训练的功夫 我去你们的宿舍 检查了一下内务 有些人的内务情况很差 被子乱成了一坨屎 某些人被子里 竟然塞臭袜子 我给他丢被子的时候 差点熏晕我 还有几个别人犯的错误 等会咱们再说 现在我来检查一下 你们的训练结果 除班长外 两个人一组 开始上杠训练 王志尚站在单杠旁边 检查众人训练成果 大家不约而同的 在手里捏了一把汗 王老黑实在是太肥了 没人能不怕他 有几个表现特别好 甚至可以说优秀 但大多数人 做出的结果 都是不能看 有人上去 来回踢腿 来回摆动 就为了借力 更好的坐引体向上 有人坚持了几个动作 下来后 胳膊比拖拉机还抖 有的人还没有上杠 便开始大喊 给自己鼓劲 啊 王志尚忍不住皱眉 这一个个的 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轮到灵动上场后 灵动按照刚才班长的要求 三个练习分别做了三个 中间悬停三秒钟 而后跳下单杠 王志尚眼前一亮 又是这个灵动 这小子 还真就是样样行 他喊住了走下去的灵动 灵动 灵动当即转身 看向王志尚 立正敬礼 道 王志尚笑着问 你刚才单杠做得不错 这难道也是在暑假练过 灵动 是 这个时候 李星站出来说道 报告 王志尚给了他一个眼神 说 李星 中队长 灵动的单杠练习非常优秀 刚才他从一练习做到了八练习 最后还做了一个单杠敬礼 八个练习动作非常标准 单杠敬礼做得要比我好上很多 自己班有好兵 他实在是忍不住 想要炫耀一把 王志尚 李星 你的单杠练习 我有听其他班长说过 你确定灵动一个新生 能做得比你好 李星 确定 第二十二章 单杠训练比过班长 这个时候 一排排长站出来打报告 报告 刚才灵动做单杠练习的时候 中队所有人都看到了 从一练习到八练习 一气呵成 动作非常标准 最后还来了一个杠上敬礼 然后完美落地 王志尚听了这话 有些不敢相信的看向灵动 这小子竟然会杠上敬礼 看来有两下子 单杠练习做得好的人 他见过不少 但是从来没遇到新兵 但子能做好 灵动 你小子有两下子 王志尚欣喜的说 刚才我没有看到 你再给我示范一次怎么样 刚才你也训练了一会了 我也不让你太累 就给我做下七练习八练习 还有单杠精力就行 这两个最难的动作 可以做好的话 其他动作也一定能做好 灵动 是 众人立马响起热烈的掌声 灵动在众人的喝彩 还有王志尚震惊的注视下 再次完美地示范了一次动作 王志尚拍手叫好 灵动 你这小子够可以的呀 你这叫练过一点 老兵也练不过你吧 看来你有望拿到 新训单杠考核的第一呀 你的极限是多少 灵动淡淡说道 估计在八九十个吧 我也不太确定 如果放在前世 灵动可以肯定地说 他能做一百二十个 是他们团的第一名 现在这副身体 虽然是常人的两倍 可是灵动感觉 手臂肌肉的力量 还需要多加锻炼 现在应该达不到 上一世的成绩 王志尚哈哈大笑 随手拍了一下灵动肩膀 高兴地调侃道 你这小子 我是说 你谦虚呢 还是说 你在故意炫耀呢 估计八九十个 你要知道 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你确定 要不 是 他转身再次走向单杠 在准备上杠前 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双手手心 每只手上都有三个小水炮 而且全部破掉了 在同样的位置 还可以明显地看到 之前水炮破掉的痕迹 有的地方已经长出了老茧 这一幕 被王打虎看到 他连忙皱着眉头 担心地大声喊 中队长 要不给灵动一副手套吧 他的手磨出水炮了 灵动拒绝 打虎 不用给我手套 戴上手套反而影响我动作 王打虎 灵动 戴手套会减少手和单杠的摩擦力 做一些旋转动作 反而会有危险 他这随口的小科普 让众人心中更加佩服灵动一些 灵动怎么什么都懂 这个时候 李星再次站出来 报告 中队长 我想要和灵动比一下 看我们两个谁做得更多 中队长点头 行 去吧 二人同时上杠 都不约而同地做二练习 卷身上 其他人在旁边给他们两个一起计数 一 二 刚开始 二人的动作都很轻松 灵动面无表情 在一心一意的在做动作 李星做动作之余 还会瞟一眼灵动 看看他怎么样了 自己在单杠练习这一块 还从来没有输过 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当他们两个 做到五十多个的时候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只有技术声还在发声 大家震惊地看着二人 他们两个也太厉害了吧 五十个绕杠动作 这尼马去了哪个部队 都是非常优秀 当他们两个做到八十个的时候 见多识广的王志上 脸上表情有了变化 不再是看戏的状态 而是和新生一样 变成了震惊 灵动这小子 刚才是真的没有吹牛炫耀啊 八十个绕腹卷 竟然做得这么轻松 王打虎直接看傻了 因为刚才他有切身训练过 所以知道 灵动和李星 现在究竟有多厉害 无熊看着灵动的动作 还在继续 下意识地咬牙 心中愤恨地暗自想到 奶奶的 又有一个项目 比不过灵动了 之前以为灵动几个练习 做得标准 只不过是他提前暑假练过 现在看来 他这不仅仅是练过 还有体质天生的优势 就算自己再练 也达不到灵动这个程度了 无熊是争强好胜的性格 在高中一直是尖子生 来到军校 他在心里给自己定目标 要做中队第一 结果 现在处处比不过灵动 他心中那个气啊 一开始 众多新生只是佩服 随着灵动作的单杠数量 越来越多 他们变成了震惊 有的人直接看待了好家伙 我现在已经数到了96 李星班长就算了 毕竟是个毕业生 经过多年系统的训练 灵动怎么也能和他不相上下 灵动还是人吗 我经常跑健身房 顶天做十一二个 灵动这家伙 也太你天了吧 技术还在继续 一百 一百零一 灵动和李星坐到这里 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李星满脸都是汗珠 咬着后槽牙 还在努力坚持着 他挂在单杠上 看了一下旁边的灵动 这家伙 怎么还在继续 难道他会超过我 不行 我不能输给一个新生 李星咬牙继续做动作 灵动同样满脸都是汗珠 汗珠滴在沙地上 打湿了一片 他咬咬牙 大声喊着 我是一辆法拉利 一边大喊给自己加油 一边继续绕杠卷腹 灵动这样喊的缘由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上一世的老班长这样教的 而且非常有效果 他不和李星比 他要和自己比 他要看看这副身体 现在的极限是多少 众人很是疑惑 灵动喊这话 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秘诀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六 王打虎心疼地看着两个人 俺低个天 他们两个这是要做到什么时候 灵动 班长 要不你们两个下来吧 别拼了 灵动没有理会 还在继续努力做动作 李星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他看看旁边的灵动 这家伙 怎么还在杠上 我不能说 他五官猙獰地扭在一起 后槽牙也差点咬碎了 只为再做一个动作 只可惜 并不是他努力就会成功 李星现在的体力已经透支 胳膊再也撑不住 身子摇摇欲坠 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在单杠下守着的人连忙伸出双手 准备随时接住李星 当他从单杠上掉下来的时候 被人及时接住 而后扶着他坐在地上 这个时候 灵动在做完一个动作后 一晃神 也从单杠上掉下来 被人接住 他这次做了117个 没能达到上一世的成绩 但也差不了多远 这个身体 没有专门训练过多久单杠 竟然能做这么多 看来身体素质挺不错 多加训练 肯定能突破这个极限 王志尚看着二人 欣慰地笑了出来 这两个家伙不错 厉害 你们快点给他们脸上浇浇冷水 降降温 一排排长 快给他们两个手消毒 李星做了116个 灵动做了117个 你们两个都是好样的 哈哈 一排排长和二排排长 分别给两人的手上擦点符 李星常年训练 手上的老茧一层又一层 所以这次他手心破皮的面积 并不是特别大 灵动可就惨了 现在的体质虽然好 有耐力 有足够的核心力量 还有爆发力 可这些不是经过训练得来的 手上并没有训练的老茧 承受能力不强 所以 他的手心被单杠膜的退掉一层皮 皮下的肉裸露出来 二排排长给灵动擦点符的时候 他痛苦的尖叫声传来 啊 疼得他连忙收手 结果被一群人按住 硬是让二排排长给他处理完 灵动痛苦的尖叫声 让一向铁蟹无情的王志上 有些动容 他这不是心疼 练兵他从来不会心软 只是好奇 感觉灵动应该是一个挺坚强 挺有毅力的人 怎么鸡蛙乱叫成这样 他走过去 推开围在外围的两个心声 俯身去查看灵动的伤势 这一看 吓了一跳 灵动这手细皮嫩肉的 哪里是经过百般训练的手 难道这小子 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是真的只练过一点点 这小子 难不成是 天生就能做这么多单杠 好家伙 灵动还是人吗 这特娘式就是兵王的预备人选啊 简单的插曲结束 李星和灵动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时间也到了下训的点 王志上整理队伍 进行下训之前的训话 今天上午 咱们进行了条令条例考察 和单档训练 我也检查了一下你们的内务情况 各班班长 今天回去之后 给我狠抓内务 从今天开始 我会不定期的临时检查 都给我做好准备 好了 下训 一排排长带队去食堂 众人大声回答 是 到了食堂后 大家排队打好饭 不约而同的站在座位上 因为今天中午 中队长也在 大家都不敢坐下 王志上并没有直接去自己的座位上 而是在队伍中 来回穿插走着 他手中拿着两包零食 一个耳机 还有两包烟 503班长是谁 有人站出来回答 报告 王志上直接把零食丢向他 你带的好兵 零食都买的是大牌子 正好 现在是吃饭时间 你喂你的人吃了它 接下来的三天 中午你就不要吃饭了 专门喂你的人吃零食 紧接着 他又拿出耳机 问道 508的班长是谁 有人站出来打报告 报告 王志上重重地将耳机拍在桌子上 你的好兵 耳机藏得挺好 让我差点没看到 挺厉害的 你仔细问问你的兵 藏耳机做什么 如果让我逮住私藏手机 尤其是国外品牌的手机 你们两个都特娘的丢滚蛋 你带着你的那个新生 现在去训练场 20公里 508班长 是 他旁边偷藏耳机的新生 脸色瞬间变得慌张起来 而后跟着他班长 颤颤巍巍的走出食堂 不限时跑20公里 这个惩罚对于老兵老说 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新生来说 绝对够意思灵动 看了一眼那个新生 心中暗自导 王志上这个中队长 还是个面冷心热的主 这个新生私藏耳机 怕是还私藏了手机 或者MP5之类的东西 部队私藏手机 很有可能会不小心泄露机密 所以查处比较严格 结果严重的可能会被开除 尤其是在新训期间 惩罚会更严厉 王志上没有纠察下去 只是提醒班长 搜查那个新生手机 再加罚他跑20公里 算是很温和的惩罚了 紧接着 王志上手中举起一盒烟 406宿舍的班长是谁 李星大声喊道 报告 是我 王志上把烟丢在他面前的饭桌上 你带的好兵 抽的好烟 灵动听到王志上喊他们班长 第一反应便是看向刘易 前两天晚上 刘易有问过自己 是不是去偷偷抽烟了 估计这家伙是个烟枪 所以才会这样问 果然 灵动看到刘易 神情变得慌张 这烟是他的 王志上继续怒气呵斥 等会大家吃饭的时间 你把这盒烟抽完 李星 是 刘易听到这话 惊奇地瞪大了双眼 整个人被吓到了 王老黑不惩罚自己 惩罚班长 班长下去不得练死他 不行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才不要班长代为受罚 不要班长下去弄死他 报告 中队长 烟是我私自藏起来的 要处罚您就处罚我吧 王志上冷眼瞪了刘易一眼 而后看向李星 李星 等会午饭过后 你在家午宫里 李星 是 刘易 王老黑这是在搞什么 不是说了让罚我吗 怎么又罚班长 林栋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刘易 内心感慨万分 自己是个新兵担子的时候 也有像他这样 主动向连长申请受罚 不让罚班长 结果班长被搞得更狠 这就是部队 一级管一级 谁的兵犯错就罚谁 敢有意见的 那就再多加点 不怕你不服 内务情况说完之后 王志上去到自己的座位 随口说道 吃饭吧 第24章 细经班长 刷 中队长下令 所有人整齐有序的坐下 开始快速往嘴里扒拉饭 上次王志上罚他们一公里 挖跳的效果非常明显 这次吃饭的动作明显好多了 大家都在吃饭 只有李星一个人在抽烟 他抓着一大把烟塞进嘴里 拿着王志上刚才给的打火积点烟 王志上给的吃饭时间 一般是五分钟 他必须在规定时间 把这一盒烟抽完 不然就得加练 可嗨嗨 李星抽了两口 便被呛得咳嗽起来 烟实在是太多了 可不这样又不行 一根一根抽时间根本来不及 李星现在被烟呛得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眼中红血丝冒陷 额头上轻轻抱起他 被烟呛得很难受 刘逸在一旁根本没有心思吃饭 他皱着眉头低声说道 班长 要不 要不你别抽了 我去找中队长 让他罚锁好了 班长 我 刘逸现在满脸的内疚 刚才听到班长受罚 他心里很是担心 班长下去给他加练 搞走他半条命 但现在看到班长被呛得直咳嗽 眼泪都下来了 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感觉还不如直接罚他来的舒坦 犯错的明明是他 班长却受罚 这比罚他自己还难受 他手足无措地看着班长 不知道如何是好 五分钟的时间很快过去 王志尚放下手中的碗筷 站起来大声喊道 吃饭时间结束 刷 所有人瞬间放下碗筷站起来 虽然动作并不同步 可比之前还是好很多 王志尚看了一眼李星手中的烟 还有三根烟正在燃着 有半截没有抽完 随口说了一声 李星在家五公里 李星 是 他回答完 当即转身向食堂外跑去 刘逸看着李星的背影 更加内疚了 现在班长又加了五公里 这下得跑十公里 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 因为他手剑的要去藏烟 刘逸现在后悔的要死 恨不得让班长打自己两巴掌 他们班所有人 都看着李星离开的方向 心疼自己的班长 但又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这个时候 林栋打报告 报告 王志尚看了一眼林栋 知道他想要去陪班长一起受罚 直接说了一声 想去就去吧 林栋 是 话音落下 他当即转身 小跑着跑出食堂 紧接着 刘逸打报告 紧随着林栋的脚步 跑了出去 他们班其他人 也一起跟着去训练场 陪着班长一起跑十公里 李星正在训练场跑步 看到林栋过来 嘴角微微勾起 还算这小子有良心 紧接着 他看到其他人也都过来 跟着他一起跑步 脸上的笑容 越发灿烂了起来 这群小子 都有良心 不枉自己待他们的这半个月 平常跑五公里 他们这群人里 就有人大喊受不了 现在跑十公里 反而都闭上了嘴 十公里的惩罚终于结束 李星满头大汗的站在终点 一边活动手脚 一边等自己的心声 李星看着心声们 陆陆续续的来到终点 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心声一记 他捏着嗓子 假装嗓子被烟枪坏了 整理队伍 咱们回宿舍 而后 一瘸一拐的带队离开 刘逸听到李星被烟枪哑的嗓子 在看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 脸上满满的内疚与懊悔 眼眶忍不住湿润了起来 班长受着罪 全部都是因为他 他在等着班长罚他 可是班长从头到尾 都没有看他一眼 这样更让他心里过意不去 一行人回到宿舍 除了林栋 班长 副班长 他们三个的床铺是整齐的 其他人的被褥 全被中队长给扯了下来 大家都默默地收拾床铺 没像之前那样 大呼小叫的打帽 刘逸拉着自己的被子 一直用余光打量班长 想要过去道歉 但又不知道该过去说什么 王打虎看到他的模样 踢了他一下 冲他实眼色 让刘逸给班长道歉 刘逸皱眉摇头 他不过去 林栋看到他扭扭捏捏的样子 直接伸手 把他推到班长跟前 并且大声说 班长 刘逸有话和你说 刘逸被赶鸭子上架 来到班长面前 支吾了半天 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班长 我 那个 你是不是很累 我 他想道歉 想让班长罚他 可是话到嘴边 却始终说不出来 林栋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刘逸 一个大男人 比小姑娘都扭捏 索性 他直接替刘逸说道 班长 刘逸想要和你道歉 和你说对不起 有人替他开头 刘逸这下终于鼓足勇气 说出了那句话 班长 对不起 请你狠狠地罚我吧 怎么罚我都行 求你了 这样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他说着 鼻头一酸 突然哽咽了起来 李星点点头 故意捏着嗓子说话 假装嗓子被烟呛坏了 行了 都抓紧休息吧 午休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刘逸问道 班长 你不罚我吗 你罚我吧 这样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 李星 没有证明回应 先休息吧 而后 他拖着一条腿 艰难地往床铺上抬腿 他知道刘逸这小子内疚 他还想要让刘逸更内疚 他要用苦肉计 故意折磨一下刘逸 同时也折磨一下其他人 林栋看到这一幕 有些疑惑 刚才跑步的时候 他匀速地跟在班长后边 看样子应该没有崴脚才对 于是他打开阴眼系统 查看了一下班长的身体情况 果然 他是装的 林栋主动提出 班长 你的腿这样会影响训练的 我学过按摩 我给你按按吧 李星摇头 不用了 过两天自己就好了 心中按道 这小子 还真是有心了 林栋根本不听他的话 直接坐在李星的床上 伸手按住他的腿 开始按摩 刘逸连忙说 林栋你教教我 我以后天天给班长按 林栋 好 你斜着点 他突然手下用力 狠狠地捏了一把班长 班长心里没有准备 直接大声叫了出来 啊 林栋 你大爷 老子迟早被你按残了 第25章 紧急集合 李星吃痛 大骂的这两声 没来得及加工装哑嗓 众人 全班的人 这下都盯着班长看 原来你是装的 没想到你 竟然是这样的班长 李星这下被识破 干大的脚趾 可以抠出三十一厅 如果有地方 他肯定第一个钻进去 太他妈的丢人了 而且还是在新生面前丢大人 林栋笑着说 班长 你看我才按了几下 就把你嗓子给治好了 我再多给你按按 他继续煽风点火 想要让班长的脸 再多丢一点 刘逸现在心里好受了许多 原来班长都是装的 他没有因为自己受伤 他连忙跟着调侃道 林栋 你这按摩手法那里学的 教教我 我以后没事 就给班长按按 给他疏通疏通筋骨 李星 你小子 这是想要趁机搞死我吧 在新生面前装受伤 还被识破 自己的尴尬 冷声训斥 全体上床 睡觉 刘逸 你小子藏烟的事情 咱们今天晚上好好探讨探讨 刘逸开心的立正 大声的喊道 是 班长终于肯罚他了 这让他很是开心 终于可以不再内疚了 不过也仅限于现在这一会儿 因为晚上 他被班长练得哭都哭不出 李星又看向林栋 林栋 你小子按摩手法真好 以后不许再按 林栋开玩笑的说 这不好吧 我以后还想继续给班长按腿按脚 李星 我不想 上床 睡你的 再多说一句话 今晚你和刘逸一起加恋 林栋 是 突然来的插曲 让整个宿舍的气氛欢快了起来 大家知道班长是个好心的人 班长也感受到了 这群新生对自己的感激 军旅生活就是这样 有苦有累 有各种哀嚎 还有不一样的战友情 下午照常训练 只是在下训的时候 王志尚似乎心情很好 竟然叮嘱大家 辛苦训练了一天 好好休息 祝大家有个好梦 新生们都在背后一轮 王老黑今天这是怎么了 竟然会说这么好听的话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猜王老黑之前是新官上认三把火 接下来应该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了 晚上 李星把刘逸单独喊出去加恋 林栋喊 大家一起跟着去 给刘逸喊加油 让他好好加恋 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去起哄 故意给刘逸添乱去了 第一个加恋的项目是单杠训练 刘逸掉在单杠上 李星专门用背包 带把他手绑在单杠上 然后在他脚下挖坑 让他脚尖碰不到地面 只能在单杠吊着 李星 刘逸 我今天因为你被罚 一共戳了十八根烟 你就给我做三十六个引体向上吧 什么时候做完 什么时候下来 一 二 十五 六 刘逸泪的上气不接下气 颤颤巍巍地说 班长 你数错了 现在应该是十六 李星听到这话后 问了一下其他人 我刚才数错了吗 林栋率先说道 没有 其他人也跟着说没有 李星看着刘逸 贪手装作无辜的模样 你看 我没有数错了 咱们继续吧 一一 刘逸欲哭无泪 恨不得把自己舌头割了 刚才自己多什么嘴啊 现在直接又回到一了 班长 你就做个人吧 故意用背包带 把我绑在单杠上 还在脚下挖坑 让我上不去也下不来 实在是太难受了 林栋在一旁起哄 故意调侃道 刘逸 你看班长对你多好 知道你担当不太行 专门给你绑背包带 辅助你训练 他这说的是实话 绑背包带 相当于健身房绑的助力带 可以有效帮助训练 刘逸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声音发颤的说 我真是太谢谢班长了 班长实在是太好了 一天辛苦的训练结束 熄灯才片刻的功夫 宿舍便传来打憨声 他们是真的很累 在大家熟睡的时候 王志尚来到了宿舍外 看了一眼手表 凌晨一点整 紧接着 刺耳的哨声便传遍整个楼道 灵动惊醒 条件反射性的 开始快速穿衣服 并且大喊 紧急集合 快起床 这个时候 班长和副班长也醒了 大声嚷嚷着 叫其他人起床 李星推了一把刘逸 大声喊 起床 刘逸迷迷糊糊的醒来 意识完全是模糊的 嘟囔道 班长 还要我家练啊 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 大家都开始手忙脚乱的穿衣服 我帽子呢 谁偷了 别踩我 靠 我说别踩 怎么又踩了我两脚 下步的 别摇床 我掉下去砸死你 王志尚在楼下等着众人 灵动背着背囊 又是第一个冲出来的 王志尚看了一下秒表 这次灵动用时二分十四秒 比上次还要快一秒钟 他很满意 五十秒后 一排排长背着背囊跑了下来 紧接其他班长 陆陆续续跑下来 直到十八分钟过去 所有人才都跑下来 王志尚黑着脸 冷声说道 你们集合是真的快 敌人都已经扫荡三次了 你们才都爬起来 上了战场上去喂子弹 集合时间长就算了 一个个衣衫不整 土匪都比你们衣冠整洁 看看你什么样子 那个谁 扣子是怎么扣的 那个谁 帽子的帽颜 是朝后戴的 还有你 裤子 王志尚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那个人的裤子便掉了下来 印着小猪佩奇的内裤 展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余光瞟到那个心声 内心狂笑 但是王志尚在场 所以只能努力憋笑 有人实在忍不住 笑出了声 紧接着忍不住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都笑出了声 王志尚怒声训斥 笑 就知道笑 你们这副烂样 还有脸笑 全体都有 俯卧称一百个 王志尚一声令下 队伍里立马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向前跨一步 开始做俯卧称 第26章 通宵训练 众人做完一百个俯卧称后 王志尚继续训制 我知道你们很菜 可万万没想到这么菜 今晚你们就给我练 什么时候集合 能保证在五分钟之内完成 什么时候结束 现在各班班长带队回宿舍 给你们十五分钟的时间 给新生讲解紧急集合的内容 当我两声哨声响起后 你们必须脱光躺在床上 第三声哨声响起 就开始紧急集合 各班班长齐声回答 是 众人心中默默流泪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夜 怪不得王老黑 在今天下午下训的时候 祝大家睡个好觉 合着在这里等我们呢 李星带着大家回到宿舍 一边脱衣服 一边给众人做讲解 紧急集合 大家不光要穿戴好衣服 戴好帽子 还要将水壶灌好水 将牙膏 牙刷 牙缸 毛巾等一并放入胯包里 然后开始打背包 李星说到这里的时候 有新生提前往水壶里灌水 他连忙阻止 不能提前灌水 而后继续讲解 被子要叠四折 背包绳要三横压两竖 然后 你们 李星忙着讲解 有的新生趁着这一会儿的功夫 偷偷收拾背包 想要等会节省时间 林栋则是在一旁 默默地把背包里的东西摆出来 然后脱衣服 王打虎看到了 连忙推了一下他 林栋 你傻啊 等会集合 你现在脱衣服做什么 是怕跑下去太快吗 跟我学着点 提前偷偷收拾 林栋 我劝你还是和我学着点 别等会被王老黑揪出来 王打虎并不听劝 白手道 算了 懒得说你 很快 王之上的哨声响起 大家第一时间钻进被子里 有的人为了偷懒 穿着衣服躺进被窝里 背上来检查的王之上揪了出来 把衣服脱掉 让你们训练紧急集合 不是让你们做样子 现在能穿衣服硬服 难道你天天都能这样 背训的新生合一躺在床上 用最耸的语气 说出最硬气的话 我 我喜欢穿衣服睡 王至上 敢顶嘴 怪我太温柔了 现在 俯卧撑三百 那个新生 沮丧着一张脸 大声喊 是 而后下地 开始做俯卧撑 这下下的其他新生 连忙脱衣服 王之上挨个宿舍检查后 确定全部脱了衣服 并且背包是空着的 这才站在楼道 吹响了口哨 宿舍里再次传来 大家手忙脚乱的声音 这个被子是怎么回事来着 三横压两竖 三横压三竖 他旁边的人 一边绑被子 一边好心提醒 三横压两竖 什么 两竖什么 两竖压三横 不对 是两竖压两横 靠 奶奶的 你弄得我也不会了 谁又把我左脚鞋子 给穿走了 这一次集合 灵动还是第一个跑下来的 经过刚才班长的讲解和训练 大家这次集合用时 21分钟 王至上看着这群挠兵 心中那个气啊 不错 不错 又多用了三分钟 你们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第一次集合 大家都是胡乱收拾 经过刚才班长的指点 新生们知道了 紧急集合需要怎么收拾 都是按照要求来 所以时间反而用得久了 王至上叹了口气 看向灵动 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灵动 是 他回到宿舍 把背包里的东西都给拿出来 把水壶里的水倒掉 然后脱衣服 钻进被子里 闭上眼睛 一切准备结束后 王至上吹响口哨 灵动猛地睁开眼睛 而后起身穿衣服 动作非常迅速且有序 王打虎看着灵动扣扣子的手 而后又看看自己的手 同样是手 差别怎么就能这么大呢 紧接着 灵动开始收拾背包 牙刷 牙膏 衣服裤子 都整齐地放进背包里 然后便是打包被子 众人看着灵动的动作 行云流水般完成 直接傻了 这动作也太快了吧 当灵动收拾好东西 站在门口的一瞬间 王至上按下秒表 而后他惊喜地大喊 用11分45秒 众人 灵动刚才的速度已够快了 他怎么还能更快 一排排长 灵动 我真不相信 你是个新生 李星 灵动 你这速度 我看 要不你做我班长 交代我诀窍吧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 我真不敢相信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其实并不是灵动的动作快了 一来 是因为 这次不用跑下楼 节省了一些时间 二来 是因为这次 没有手忙脚乱的新生 给灵动爱手爱脚 接下来 新生们继续训练紧急集合 当大家训练得差不多后 王至上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次 你们西灯集合 要求还是五分钟之内 众人一口同声 坚定地回答 是 他们心中 同样一起交骂 王老黑 你这么缺德 是会下地狱的 当大家的训练成果 达到了王至上的要求后 天也灰蒙蒙地亮了起来 他们集合训练了一整个通宵 训练十几次 王至上抬头看了下天空 天亮了 众人内心咆哮 天亮了 这下顶多再休息 不到一个小时 就要起床训练了 他们还是太天真了 王至上可是号称王老黑 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王至上继续轻声说道 没想到 这么快就天亮了 这下大家休息不了多久了 休息不好 再继续训练 确实让身体复合过重 众人听到这话 内心喜出望外 期待地看着王至上 钟队长你这话的意思 是要给我们放半天假吗 只有灵动一个人 脸上是一如既往平静 前世当过兵的他 太了解这种老兵游子的套路了 果然不出所料 王至上下一句话 便变了味道 既然休息不好 那咱们就不休息了 正好 今天还能多训练两个小时 现在全体都有 拉练十公里 众人 钟队长 您可真是个大善人 第27章 受枪仪式 由于昨晚没睡觉 所以今天大家在训练休息的间隙 都在闭着眼睛睡觉 有的背对背 互相撑着对方 有的直接挨着躺在地上睡觉 灵动这个时候 上厕所回来 回到他们班里所在的位置 迫不及待地 把同班战友给喊醒 都醒醒 有个好消息 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 听说明天就要受枪了 他们班几个人 迷迷糊糊地醒来 刘一睡梦中 听到有人喊自己 以为又要加练了 沮丧的脸坐起来 由于太困 眼睛根本睁不开 他迷迷糊糊地说 怎么又要加练啊 没办法 昨天晚上班长的加练 实在是给他内心 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灵动 不是加练 是受枪 怎么又要受枪啊 刘一迷迷糊糊 没有反应过来 随口这样说了一句 反应过来后 猛地睁开眼睛 惊讶地喊出来 受枪 听到这件事 他瞬间清醒了 来学校这么久 终于能摸到枪了 不枉费我被中队长 和班长练成狗 总算也有点收获 其他人被他的大喊给惊到 一个个都清醒了 灵动 真的假的 明天就要受枪了吗 是真枪 还是训练用的假枪 灵动 真枪 刚才我去上厕所 听隔壁队伍排长说的 新生们再三确认 都兴奋了起来 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好男儿 就应该扛枪保家卫国 明天就能有 属于我自己的枪了 想想还真是兴奋 这消息比兴奋剂还管用 现在我一点也不困了 感觉再来个十公里 也不在话下 灵动看着新生开心的模样 心里也同样开心 上辈子的军旅生活 是他最难忘的记忆 庆幸 这辈子又能从头到尾经历一次 跟着意气风发的新兵弹子 意气感受成长起来的快乐 他很开心 重来一次青春 有谁能不开心呢 在下午下训的时候 王之上专门嘱托 明天就是你们的成人礼 受枪仪式 受枪之后 你们就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希望你们以后牢记自己的使命 做一名优秀的军人 各班长今晚回去 督促他们 分区的受枪仪式不能出岔子 班长齐声回答 是 这一晚 大家睡得格外香甜 次日 新生们起床一个比一个积极 王打虎和刘逸 专门订好闹钟 提前起床收拾 受枪仪式 他们要以最好的状态 结果属于自己的那把枪 王打虎一边收拾 一边高兴的哼哼 把副班长给吵醒了 副班长直接提起自己的鞋 砸向王打虎 并且低声训斥 再吵吵 就出去蹲马步 王打虎扭头 笑嘻嘻地点头 然后拿着盆和毛巾 开心地去水房洗漱 到了时间后 各位中队长带队来到集合处 列队刚刚站好没多久 曲队长便赶来了 曲队长表情严肃地扫视了一圈后 大声讲话 同学们 入学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们经过刻苦的训练 每个人的能力 以及意志力都有了极大提升 你们的进步 已经得到了校方的认可 校领导决定 在今天完成 你们作为军人的成人礼 给你们举办受枪仪式 这是你们由一名新生 转变为一名军人的重要标志 在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 你们必须珍惜这份荣誉 担起肩上的这份责任 对得起人民和祖国的期望 明白吗 众多新生齐声大喊 明白 紧接着 合唱军歌后便是受枪 三驱第七中队队长负责宣读名单 大四的学长负责端枪 曲队长负责受枪 两个小时后 终于轮到了灵动 七中队队长 新生灵动 灵动 到 他回答完 便起步走向受枪台 向曲队长敬礼 曲队长从大四学生手中双手接过 记着大红花的步枪 灵动同志 我现在授予你步枪一支 编号为AK15168 授予你手枪一支 编号为JK17350 接过这两把钢枪 将意味着肩负其祖国赋予你神圣的使命 希望你能像爱护生命一样 爱护这两把钢枪 不为艰险 奋勇争献 你能不能做到 灵动斩钉截铁的回答 能 曲队长 接枪 他双手接过步枪 将枪带用力一拉 拇指头压在枪托这边枪带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后用力一甩 步枪顺势就稳稳当当 背在了右后背上动作 一气呵成 极其娴熟 曲队长不由得眼前一亮 本来受枪一事重复的话语和动作 让他很是疲惫 这下子瞬间精神了起来 这个叫灵动的心声 甩枪的动作比老兵还要标准 他这是怎么做到的 灵动开始宣示 我宣示 我要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 爱护装备 严格执行装备管理规定 认真履行职责 正确操作和使用维护保养设备 努力学习 刻苦训练 保守装备秘密 坚决同损害装备的行为 做斗争 确保装备安全 此刻 步枪上的大红花 随风微微飘动 绚烂的色彩 如同灵动他们 这群新生一样 多姿多彩 他们是祖国未来的守护者 是祖国未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受枪 是激励 他们便完成了军人的成人礼 要肩负起肩上的重任 必须对得起祖国 对得起身上的军装 这一刻 无论是刺头 还是吊尾灯的新生 他们一个个都昂首挺胸 自信满满 心勇澎湃 他们真正步入了军旅生涯 真正肩负起了保家卫国的重担 灵动入列后 其他新生陆入续续被点名授枪 授枪仪式结束后 各个中队被带回 灵动所在的队伍 王之上安排各个班回宿舍 由班长和副班长 讲解示范枪支 应该如何保养和使用 第28章 枪支的拆卸和组装 1 回到宿舍后 新生们都对枪支爱不释手 刘逸抱着枪 开始憧憬着以后的生活 接下来 就是我和我的枪 并肩作战的日子了 我要像对待女朋友那样对待她 吃饭睡觉都带着她 经常拿出来给她擦擦油 喂喂她子弹 灵动记得刘逸有在宿舍吹牛 自己辽媚多厉害 于是调侃道 以你换女朋友的速度 这把枪怕是用不了多久 就得换新的了吧 刘逸 灵动的话 让她一时无言以对 灵动你这家伙 真是能一句噎死人 王打虎则是抱着枪 自言自语道 不知道俺什么时候 能上阵打枪 电视剧里说 神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俺到时候 要打多多的子弹 练成神枪手 从明天开始 俺要每天比别人多练一回枪 灵动回答 明天练枪是不可能的 在练枪之前 还要学习拆枪和组装 擦拭和保养 还有最重要的锯枪训练 其中 锯枪训练是最辛苦的 在枪杆上掉砖头 掉水壶 放子弹之类的训练方法 层出不穷 趴在地上 一趴就是一上午 是家常便饭 而且还是挽起袖子 趴在石子上的那种 为的就是磨破手肘 早日练出老茧 这样以后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发挥 毕竟真实的战场凶险万分 战况瞬息万变 有可能在地上 一趴就是一整天 王打虎不以为意 随口应付 没事 俺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灵动听到这话 笑了笑 王打虎还真没有做好准备 在场的所有新生 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他们现在拿到枪有多兴奋 在以后的训练中 叫苦声就有多大 部队里 大老爷们被练哭 是常有的事 灵动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 前世射击训练打板没有及格 被连长惩罚 绕着靶场屠服前进好几圈 几圈下来 有好几公里 他的手肘和膝盖血淋淋一片 没有一块好皮肤 看似是惩罚 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举枪训练 王打虎拿着枪兴奋的步行 举起来瞄准 留意打闹 班长回到宿舍 看到这一幕 直接踹了王打虎一脚 才宣誓 就把誓言忘了个精光 下去 给我背写誓言一百遍 王打虎被训 当即立正站好 表情严肃地回答 是 李星和副班长秦浩 刚才是去 取自己的枪支了 接下来准备给新生做讲解 你们都拿出自己马扎 接下来我给你们讲解枪支的零件 拆卸 组装和养护 新生们积极性很高 毕竟才拿到枪 兴奋劲正是最高涨的时候 他们一个个都搬出小马扎 围坐在一起 面前铺着一张均绿色的布 自己的两把枪放在自己的面前 李星 我先讲解步枪吧 他说着 拿起步枪 45度角斜向着地面 这里是弹匣 把他卸下来 然后将固定枪托的这一枚 压缩大号圆筒罗丁拿出来 这样就能将枪拖先拆下来 他一边讲解 一边示范 副班长配合着 比他慢一步拆卸 避免有些人 没有跟上班长的讲解 还可以跟着他一起学 李星认真的讲解着 枪机这里 沿着轨道 拉出来就行 最后 他说到了重要的一步 语气变重放缓 并且抬头看向新生 这一看 他的讲解 停顿了下来 因为李星 看到灵动的步枪 已经拆卸好了 并且所有零件 有序的摆放在他面前 灵动这家伙 怎么还会卸枪 难不成 这也是自学的 他疑惑地喊了一声 灵动 你怎么还会枪支拆卸 灵动搬出了 万年不变的理由 我暑假 提前在网上学的 众人 你特娘的狐鬼呢 咱们国家进枪 你就算在网上 看公开的军事视频 你也没有练手的家伙 你怎么可能会 而且 还这么熟练 可是 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他们也找不到其他的了 只好被迫相信 副班长秦浩看看灵动 再看看灵动面前的 枪支灵箭 各种摆放顺序 都是正确的 这只有老兵才能做到 灵动他一个新生 怎么可能 难不成他是 披着新生皮的老兵 不 绝无此种可能 他不解地问 灵动 你这枪支灵箭摆放 是怎么记住的 灵动真实的缘由是 拆卸多了 就形成了肌肉记忆了 当然 他不能这么回答 我记忆力天生好 看过一遍视频 就都给记下来了 他现在有了 超级记忆力技能 这样搪塞也不会漏险 王打虎挠头 叹了口气 俺和你的差别 这也太大了 俺连名字都记不住 你却能过目不忘 这 哎 人比人气死人 简单的插曲过后 李星继续讲解 好了 别看灵动了 咱们继续 最后 倒气装置里的活塞 和倒气弹簧 按压一下就出来了 下户盖和扳机 枪管这些是一体连接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拆 现在拆卸枪支 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开始组装 组装的过程 和拆卸是相反的 先倒气装置 然后 最后 将弹匣插入 拉动枪机 让子弹上膛 就完成了 这次李星和秦浩 同时有注意到 灵动的动作 依旧是熟练 仪器合成 接下来 李星讲解手枪的拆卸 手枪和步枪之间 有很多相同的原理 但是他好拆 不好组装 因为各种卡槽小 所以不好对准 首先卸下弹夹 然后 接下来我们再 李星说着 无意间挑了一眼秦浩 秦浩正在盯着灵动出神 都忘记了手上的示范动作 秦浩 怎么了 秦浩这才回过神来 回答道 刚才我有专门注意 灵动的枪支拆卸组装 他的动作太熟练了 熟练程度达到了老兵的程度 我组装枪支 在学校算是可以的 尤其是手枪组装 可是我感觉 灵动竟然和我差不多 这是经过长期训练 才能达到的程度 第29章 枪支的拆卸和组装 2 秦浩疑惑地问 灵动 你真的是个新生吗 你是不是入伍之后 退伍重新参加高考 然后考进了军校 这个解释很牵强 可这是秦浩能想到的 最合理的解释 灵动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副班长 你说是就是吧 灵动上辈子是义务兵入伍 对手枪的拆卸并不熟悉 可是这一时不一样 他现在开挂了 手枪拆卸最重要的就是 卡槽比较小 不太好对准 只有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 才能养出手感 卡槽的确切位置 让灵动的安装变得快速 精确秦浩继续说道 我真的很难理解 你才拿到手枪 安装的速度 竟然和我不差上下 灵动微微一笑 应付地回答 我这个人天生手快 而且对东西自来书 一众新兵看着灵动 再看看副班长 眼神中很是期待 期待两个人比试一场 刘毅主动提出 班长 要不你们两个比一场 秦浩摇头 不来了 咱们继续做练习吧 刘毅看热闹不嫌事大 启红的说 班副 你该不会是怕输吧 其他新生也跟着启红 开始唏嘘 班副 比一次吧 让我们开开眼界 你堂堂副班长 怎么能怕输呢 班副 你这个样子 我们可就直接认定 你怕输给灵动了呀 众多新生启红 大有副班长不比 就不让他下台的意思 李星看到这一幕 冷着脸训斥 替秦浩解围 枪支的零件名字 都还记不住 倒是知道启红 现在我继续做示范 今天谁要是学不会 晚上一起加练 就来你们最差劲的单杠训练 这一下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秦浩腼腆的笑了一下 说道 班长 谢谢你替我解围 不瞒大家说 我确实比不过灵动 比不过 就是比不过 我不怕丢人 刚才讲解手枪组装的时候 我有一直偷偷瞄灵动 同时心里也有技术 他的速度和我不差上下 如果比赛全力以赴的话 我应该不如他 副班长大方的 承认自己不如人 不丢人 丢人的是分明菜的不行 还要佯装自己很厉害 灵动笑了笑 客套的说道 副班长 你真够谦虚的 我再怎么样 也比不过你 毕竟你是大四学长 你这是怕这样 赢了胜之不武 打击我的训练积极性吗 灵动给够了副班长面子 让大家都不尴尬 有台阶下 李星看着灵动 眼神在他身上 停顿了几秒钟 刚才灵动的话 着实让他刮目相看 说话的神情和语气 以及那种男人 一笑而过的豁达 都不应该是 刚刚高考完的学生 能够展现出来的 刚才让李星有一些恍惚 感觉灵动像是 带他的老班长一样 不怪秦浩刚才那样说 他也一直感觉 灵动不是新生 像个老兵 李星走神了几秒钟 回过头继续说道 好了 咱们接着刚才的说 手枪的组装 灵动所在的班级 在宿舍学习枪支的 拆卸和组装 其他班也在同步进行 而且出现了表现 异常优秀的新生 那个人就是吴雄 吴雄的班长何君 在讲解的同时 时不时扫一眼众人 以便可以及时发现 新生的问题 你的枪口 不要对着战友 还有你 拆枪不是匹拆 你枪托下一次 再直接戳到地上 老子踹不死你 吴雄 还有你 我还没有讲解完 你不要瞎拆着玩 别给玩坏了 要牢记我交给你的拆枪顺序 那样可以让你 以最快的速度拆卸枪支 吴雄被训斥 不怒反笑 班长 我没瞎拆 我本身就会这些 不信你看 何君这下才仔细去 排放顺序都是正确的 你这是之前学过 吴雄自信地点头 然后大声解释 我之前在初中的时候 就有去国外 参加过两次相关的夏令营 今年开学之前 我又专门去国外 报名了一个枪支俱乐部 这些我都提前学过 而且非常熟练 不仅是这样 暑假期间 我还专门练习过实弹射击 又去专门的牧场打猎 用活物来训练枪法 虽然我没有学过 这两把枪 可是这些都大同小异 吴雄说这些的时候 脸上满满的自信 他很享受 别人看他那惊讶的目光 他就是喜欢高调做事 喜欢更高调的做人 何军看着吴雄 很开心地跳没道 没想到咱们 颁分到了一个尖子上 吴雄 看样子 你对自己的实力 非常有信心 你枪支的组装和拆卸 大概是多长时间 吴雄 这个我没有专门试过 之前我熟悉的步枪拆卸 和组装最慢 大概不到20秒 手枪最慢在22秒左右 他说的是最慢 其实是他最快的速度 吴雄这人太爱装X 喜欢把话说满 想要以此来获得 众人敬佩崇拜的目光 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他的回答 不仅是新生在惊讶 班长何军和副班长 也在惊讶 这速度还是最慢的 这小子真的没有说谎吗 要知道 很多老学员 都达不到这种速度 他怕到时候 达不到自己说的时间 又专门加了一句 我说的都是我暑假 一直玩的那两把枪 这两把枪我现在不确定 但是 多加训练 我相信 我用不了多久 也可以达到那种速度 其他新生佩服的说 吴雄你绝对是个尖兵 半个多月了 我就还没有见过 你不擅长的项目 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十几二十秒就完成了 吴雄 你好好训练 争取超过三班的灵动 成咱们中队的第一 省得三班的王打虎和刘毅 再在咱们面前嘚瑟 吴雄听到灵动这个名字 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 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 实在是晦气 明明他的实力不俗 可总是被灵动压一头 中队的人都知道灵动 却没人知道吴雄 这让吴雄心里很是不痛快 第三十章 战友互助 一起练习 上午受枪仪式结束后 班长简单的教授 枪支拆卸和组装 下午是照常的体能训练 晚上下训后 又是枪支拆卸和组装的训练 李星 你们今晚必须给我练顺手了 步枪必须在35秒内 完成拆卸和组装 至于手枪 拆卸我要求你们12秒完成 组装不做要求 手枪的卡槽较小 从灵动之外的七个新生都被吓到了 班长 今天我们才摸到枪 你这要求也太过分了吧 班长 我是新生 不是老学员 班长 训练还是循序渐进一些吧 班长 你以为我们都和灵动那个变态一样 看一遍就能学会 班长 七个菜鸟你一句我一句 各说各的 理由很多 总之今晚达不到班长的训练要求 李星为了震场子 大力拍了两下手 啪 啪 啪 众人听到巴掌声 安静了下来 李星看着众人冷声开口道 最后就是 鉴于你们很菜 所以我放宽了一些 明天中队长要弄一个小考核 检查一下大家训练的结果 至于店底的人 中队长也没有说到时候加练的方式 今晚你们就看着办 一提到中队长王老黑 菜鸟们也不抱怨了 一个个变得认真严肃起来 学习积极性异常高涨 班长 我这个步枪组装的时候 老是安装不好 你看 就是这里 副班长 手枪的拆卸你 还能再给我示范一下吗 菜鸟们除了围着两个班长请教 便是围着灵栋请教 甚至围着灵栋的人更多一些 毕竟班长会骂他们 而灵栋不会 灵栋 你快过来教教我们 刘逸拉着灵栋 一本正经的说道 灵栋 好兄弟 不对 是好战友 我愿意用我好兄弟王打虎 单身一辈子 换你枪支组装的诀窍 王打虎直接对了回去 滚滚滚滚 灵栋笑了笑 你看你这话说的 大家都是战友 什么换不换的 再者说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不教你诀窍 他就能脱单式的 王打虎 简单的嬉笑过后 灵栋开始教菜鸟们 拆卸枪支 灵栋一边缓慢的拆卸 一边讲解 菜鸟们学着灵栋动作来 咱们先把弹霞拆下来 放在一边 然后把枪倒过来 按这里的插销 然后这边的保险就可以拽出来了 他讲解到这里的时候 有菜鸟跟着做动作 被突然弹起来的枪托吓到 哎哟 吓死我了 灵栋看过去 耐心的指导 你小心点 这个时候按着点枪托 他说着 余光瞟到了 刘逸随手丢零件的动作 提醒道 刘逸 你看我的弹霞是怎么放的 这个也是重点 拆卸枪支的九个零件 摆放顺序 也是考核的重点 刘逸点头 连忙把弹霞整齐的放好 抱怨道 军校就是规矩多 这弹霞不摆放好 又能怎么样 被子叠的不方正 又能怎么样 难道战场上 是靠这些和敌人分胜负 灵栋笑了笑 调侃道 你快闭嘴吧 要是班长听到你这话 你又要挨一脚了 部队的每一个要求 都有它的原因 都是前辈血雨类的教训 你弹霞不摆放好 等会组装的时候 会影响速度 而且胡乱摆放的话 容易丢失零件 至于谍军备 那便是磨练 咱们的耐心和细心 这个和米国大兵 要求擦皮屑一个道理 灵栋的耐心解释 让刘逸豁然开朗 连忙把拆卸下来的零件 摆放好 原来是这样 以后军校让干啥 我就干啥 灵栋 咱们继续吧 接下来 灵栋继续展示动作 拿 放 按 拉 压等等 一系列的动作 重复了好几次 在他耐心的教导下 菜鸟们进步非常快 部队多年的训练生活 让灵栋磨练出 不一样的星星 和这群毛头小子 毛毛躁躁的样子 差别很大 他像是一位 和蔼的老班长一样 非常有耐心的指导大家 菜鸟们也非常喜欢 跟着灵栋一起训练学习 宿舍里的氛围非常融洽 其他班级的宿舍 却大不相同 吴雄所在的四班宿舍 大家除了跟着班长 副班长学动作 和请教问题 便是围着吴雄 吴雄眉飞色舞 一脸得意地做示范和讲解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 最简单的步枪组装 你们看好了 枪 卡 啪 十多秒的功夫 一支步枪 便在他手中组装完成 吴雄的摄友 忍不住感慨 真快 吴雄 你也太厉害了 明天的考核 你肯定是新兵里的第一 吴雄 你动作太快了 我们根本没有看懂 再来一次吧 吴雄点头 满脸不屑地说 这么简单的动作 都学不会 怎么这么笨 我再来一次 都仔细看 你手也太笨了 这么轻轻一按就好了 非得使劲出 你看我的 太笨了你们 我以为这么简单的事 是个人都会 结果你们 看了你们的动作 我这才发现 我是真的有天赋 吴雄为人爱显摆 处处都想出风筒 在叫战友动作的时候 也不忘 通过贬低别人 来衬托自己多厉害 这让他的战友们 纷纷暗中扎舌 看着吴雄炫耀的模样 暗自骂傻X 然后大家转头 去请教班长 他和灵动 同样是指导帮助战友 这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吴雄看到别人离开 以为是他会教 说了两句 便把战友都给教会了 他信心满满的 期待着明天的考核 想要在整个中队面前 出风筒 但万万没想到 现在贬低别人的话 明天被大家连本带地的 还了回来 次日 在日常的体能训练结束后 王志尚双手背后 跨离站在队伍面前讲话 昨天大家都拿到了枪 我也让班长都教会了 你们最基础的养护 今天我就检查一下 你们学的怎么样 现在全体都有 以班为单位分别上场 第31章 灵动出路伸手 王志尚讲到这里 吴雄站出来打报告 报告 王志尚看了他一眼 说 吴雄 中队长 简单的考核多没意思 俗话说没有竞争 就没有动力 要不咱们相邻的两个班 一起比吧 这样大家积极性更高 吴雄说完 往灵动所在的方向 瞟了一眼 他这样提议 是想要创造一个 和灵动比拼 压过灵动一头的机会 灵动在三班 他在四班 两个班正好相邻 会成为对手 王志尚听后 点点头 这个提议不错 就按照这个来吧 咱们在家的讲法 输了的家练 赢了的家餐 赢的那个班的家餐费 从输掉的班级伙食费里扣 有了竞争 众多新生的积极性高涨 大声回答 是 第一组上场的是 一班和二班 比赛内容分为三项 步枪的拆卸组装 手枪的拆卸组装 两支枪一起的拆卸和组装 第一组比赛上场 其余的班级 在场下各干各的 有的人在临时抱佛脚 有的人在聊天打闹 有的人则是围在一起 猜这次考核的结果 灵动这次 会不会又是第一 说不准啊 我现在已经习惯他 事事都第一 如果他不是第一 我还有点不习惯 我听说 其他班里也有很厉害的人 无雄听到这话 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 又是这个灵动 中队的人都知道他很优秀 却没人知道无雄很优秀 这让无雄很势不服气 于是他冷声回怼 灵动这次 怎么可能是第一 枪支拆卸和组装 可不是在网上学几下就会的 必须得去专门训练 看他开学报道 提着的两个尿素袋子 就知道他家里穷 怎么可能有钱提前去学枪支 更何况 咱们国家进枪 想要学必须去国外 这花销 可不是灵动一个穷光蛋 拿得出来的 无雄言语间满满的嘲讽 神情透露着不屑 这次 他要虐得灵动亲妈都不认得 他这时 下意识地看向了灵动 只见灵动正在拿着枪 和刘易在说着什么 看样子 两个人在学组装枪支 这个灵动 马上就要上场了 还得让刘易娇 还真是够勤快的 无雄说着 嘴角再次勾起不屑的糊涂 他以为自己这次赢定了 一定可以在中队大放一彩 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殊不知 灵动是在叫刘易 灵动比无雄强了不止一心半点 第一组下场 第二组上场 两个班的新生面对面蹲下 开始扑军绿色棉布 无雄专门来到灵动面前蹲下 一排排长 拿着苗表喊话 第一项 步枪的拆卸和组装 拆卸完成后 记得打报告 然后再开始组装 比赛结果 有两个班的平均用时 和两个班的第一名所用时间 共同决定 各占五十 准备好了吗 新生 准备好了 一排排长 预备 开始 与此同时 二排排长吹响口哨 新生们立马开始行动 王志尚从灵动一上场 便盯着他看 心里很是期待他的表现 当他看到灵动拆枪的动作 行于流水般顺畅且快速 欣慰地勾起嘴角 灵动什么时候 都不会让人失望 紧接着 他又看向其他新生 看到无雄动作同样很快 满意地点点头 这个新生也不错 中队里的能人不少 王志尚准备看向第三个人的时候 便听到了灵动打报告的声音 灵动 报告 灵动喊出报告 停顿了一秒钟 而后立马动手开始组装 他这样是 按照要求来的 为了让记录成绩的人员 看到自己完成了拆卸 无雄 他抬头惊奇地看着灵动 灵动竟然已经开始组装枪支了 才过去几秒钟的功夫 灵动这就拆卸完了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灵动一个穷光蛋 哪来的闲钱提前学习枪支 无雄惊奇地盯着灵动看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手里的动作 当他听到别人接连不断传来的报告声 无雄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继续拆卸枪支 王志尚听到灵动打报告的声音 来到一排排长身边 直接抓着一排排长拿秒表的手 把他送到自己眼前 七秒钟 灵动这小子 竟然只用了七秒钟 就将枪支拆卸完成了 老兵都不一定达到这个速度 这小子也太逆天了吧 时间又过去几秒钟 灵动的声音再次传来 报告 喊完之后 灵动站起来 成立正姿势 站在自己的枪前 等待着中队长查看 王志尚再次把一排排长 拿着秒表的手 拽到自己眼前 时间一共过去十八秒 这也太快了吧 王志尚惊讶地来到灵动身前蹲下 仔细地查看灵动组装好的步枪 没有任何问题 无雄余光看到王志尚来到灵动身前 愤恨地抬头瞪了一眼灵动 这家伙怎么又开挂了 而后他低头奋力地组装步枪 虽然无雄的动作很快 可是中间耽搁了一下 结果他成了最后一个 完成组装的人无雄 报告 他站起来愤恨地盯着灵动 灵动一脸的平静 心中对于无雄的行径很清楚 这小子太年轻气盛 太急功近利 刚才听到自己喊报告 自乱阵脚 现在竟然这样看自己 看来他很是不服气 等会给他点颜色看看 让他心服口服 这一项考核结束了 王志尚盯着灵动 惊奇地问 灵动 你这又是暑假提前学的 灵动微微一笑 是 王志尚 你放屁 胡鬼呢 你这速度 如果没有几年时间是练不出来的 在老兵里边都是佼佼者 你绝对不可能一个暑假就练会 灵动心中很是无奈 中队长你说得很对 可是真实的理由我怎么能说出口 到时候 你还不得把我当成外星人 送进实验室 灵动只好再次应付的车谎 中队长 我这个人天生记忆利好 对一切事物都自来数 暑假本来就看视频自学过 昨天晚上又练了一晚上 所以就这么快了 第32章 震惊中队长 王志尚疑惑的再三询问 你只是跟着视频学过 没有去国外参加什么俱乐部 灵动 中队长 我家很穷的 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王志尚看看手中的步枪 又看看灵动 说道 我就姑且信你吧 看来你是天赋异禀 以后好好训练 前途肯定不可估量 他不信灵动的话 可是除了这个理由外 他实在是想不到其他理由 只好无奈地相信 并且鼓励了灵动一通 家里穷没关系 部队不看家事背景 只看自身实力 以后好好训练 灵动大声回答 是 我今后肯定努力学习 刻苦训练 不负中队长的期望 无雄盯着灵动 眼神中满是极度狠 该死 又让灵动这小子出风头了 最恶心的是 刚才他影响我 害我成了最后一面 接下来 我可不会受影响了 咱们走着瞧 第二个考核项目开始 一排排长 预备 开始 紧接着 二排排长的哨声响起 新生们都拿起手枪 开始快速地拆卸 灵动拆卸手枪的动作 一如既往的玛丽 非常的快 几秒钟的时间过去 灵动大喊一声 报告 他停顿了一秒 然后开始组装手枪 无雄在哨声响起后 便开始快速地拆卸手枪 一心想着要赢灵动 他听到灵动的报告声 拼命地加快手中的动作 使出浑身的力气 只为赶超灵动 手枪的零件 在灵动手中 仿佛有生命一般 非常听话地 到他们该去的地方 枪 卡 啪 报告 灵动组装手枪完成了 王志尚这次专门拿了一个秒表 给灵动计时 当他看到秒表显示用时二十秒后 欣喜地笑了出来这个灵动 实在是太能给他惊喜了 带了这么多兵 第一次遇到这么有天赋的兵 这尼玛可以直接下连队做老兵了 紧接着 吴雄也大喊报告站了起来 虽然他是第二名 用时很短 非常优秀 可是灵动实在是太强了 对他简直是碾压的地步 大家都在关注灵动 谁还能有心思去关心他这个第二名 吴雄又是非常傲气 非常嘚瑟 喜欢受关注的人 这下属实把他给气得够呛 他看到王志尚来到灵动面前 开心地拍着灵动肩膀 毫不吝啬地夸奖 心中更气了 为什么总是能压我一头 跑步 单杠 猎队都比我好就算了 就当作是他比我努力 可枪支拆卸和组装 怎么也比我快 难不成 灵动这货是上天专门派来气我的 我不服 王志尚对灵动赞不绝口 直呼自己庆幸 灵动 你知道你刚才有多快吗 二十一 八秒 你这惩戒在老兵里面都是排头数的 我是走了什么狗屎月 竟然遇到了你这种好兵 要不是你留在军校 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绝对在新训后把你要走 灵动笑了笑了 谦虚地说 中队长 您过奖了 我这也只是比较幸运 这次速度比较快而已 咱们中队的其他人也同样优秀 您也应该多夸夸他们 灵动说完这句话 和无雄对视了一眼 虽然眼神很平淡 可这样便够了 无雄整张脸立马仗得通红 非常的窘迫 灵动 你这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故意笑话 我不成 虽然他心中很气 可是他又无可奈何 谁让灵动确实比他强呢 王志尚听到灵动的话 再次把他夸了一通 你这小子不错 竟然能有心关心战友 前途肯定不可估量 我看好你 而后 王志尚应付地夸了几句别人 当然 你们也是好样的 一排排长 你宣布一下成绩吧 一排排长大声回答 是 而后他开始宣读成绩 第一名 灵动 用时21 8秒 第二名 无雄 用时23秒 第三名 刘毅 用时25秒 第四名 无雄听到自己的成绩 脸色缓和了许多 虽然不是第一 可成绩还不错 王志尚在宣读完成绩后 又忍不住夸奖了起来 灵动用时 怕是咱们中队 新生里最快的了 大家以后要向他学习 当然 其他人也非常的不错 这个第二名 速度也非常快 第三名也不错 大家以后要多向灵动学习 无雄听到王志尚提到第二名 眼神立马亮了起来 以为他要夸自己 可始终没有 等到他提自己的名字 合着自己不配有名字 无雄心中更气了 盯着灵动的目光 又愤恨了一些 灵动察觉到了他的目光 以微笑回应 虽然看起来很礼貌 其实这是在挑衅 我知道你不服气 可是你能怎么样吗 各个方面就是不如我 刘依听到王志尚夸奖第三名 也就是夸奖自己 立马眉飞色舞的高兴了起来 他也被夸了 其实无雄实力不错 可过于急功近利 这便是王志尚同样一句话 他和刘依不同反应的原因 接下来是第三项考核 步枪和手枪一起的拆卸和组装 将两支枪拆卸完成后 打报告 而后再开始组装 随着哨声响起 新生们都低头连忙开始动手 灵动一脸平淡 手中的动作一如既往的快速 他率先拆卸的是步枪 而后是手枪 很快 他的拆卸便完成了 打报告后 停顿了一秒钟左右 又开始组装 无雄听到灵动打报告 手中的动作拼命加快 咬着下嘴唇 心中暗自发力 由于他太拼 嘴唇被咬破了 渗出一丝丝鲜血 灵动组装的顺序和拆卸的顺序 是反着来的 先组装手枪 而后组装步枪 枪 枪机拉动 子弹上膛 啪 步枪快速放在地上 手收回的瞬间 报告 完成 灵动已经完成 王志尚快速按下手中的秒表 非常欣慰 忍不住直接拍手喊了出来 35 42秒 第33章 万年老二主动宣战 紧接着 其他新生也陆陆续续的完成 无雄喊完报告后 他活动的手腕 当才实在是太拼命了 手腕现在很疼 可惜 还是第二 仿佛第二的名次 注定是他的一半 之前场下的新生 关注上场人成绩的没几个 但当才王志尚对灵动的大夸特夸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到第三项考核的时候 新生们都紧张地期待着灵动的成绩 听到灵动的成绩 新生队伍立马响起各种夸赞声 卧槽 灵动好刁啊 35 42秒 中队长的秒表 确定没问题吗 灵动怎么可能用时这么短 灵动肯定是咱们中队第一名 别说咱们中队了 我感觉他是整个分区第一名 以后灵动就是我的偶像 王志尚又把灵动夸奖了一通 虽然和刚才夸奖的内容大同小异 但夸的话却完全不同 没办法 灵动实在是太优秀了 李星听到灵动的成绩 身为他的班长 非常自豪 这么厉害的人 竟然是我的兵 以后我可以回到部队吹牛了 我带出来一个尖兵 带出来一个屡屡打破新生记录的天才学生 秦浩听到了灵动的成绩 惊喜的同时松了一口气 小声嘟囔 幸亏昨天晚上 我忍住了心痒痒 没有和灵动比谁快 要不然 不就是自取其辱吗 其他排长和班长 也都对灵动赞不绝口 一排排长 在宣读其他人成绩的时候 除了那些人本身 根本没有人去关注 第一名 灵动 用时三十五 四十二秒 第二名 吴雄 用时三十八 七秒 第三名 吴雄听到自己的成绩后 心里有一丝丝的雀跃 没想到 我竟然能这么快 可以拼近三十九秒以内 这个成绩 绝对是新生里的佼佼者 他笑着看了一眼中人 想要看看 有没有人惊讶他的成绩 结果听到的夸赞 全是关于灵动的 大家根本没有提第二名 虽然两个人成绩紧挨挨着 可是待遇却天差地别 吴雄这种虚荣爱嘚瑟的人 怎么能开心的起来 他不再去看灵动 看着灵动 实在是心里堵得慌 第二组下场 第三组上场 新生们都围着灵动 七嘴八舌地说着 灵动 你真的是人吗 你为什么昨天才摸抢 今天拆卸组装枪支 就这么熟练 灵动笑笑 谦虚地说道 也没有你们说得这么夸张 我只是记忆力好 在咱们新生中成绩比较好 王达虎立马否定他的说法 哎 你在瞎说什么 刚才中队长都说了 你这成绩 在老兵里边都是佼佼者 你这人太谦虚了 好就是好 灵动余光朴到灰溜溜盘腿 坐在远处的吴雄 于是提高了音调说道 我没有谦虚 实不相瞒 我也就只是记忆力好点吧 对枪的手感还差得远 怎么可能和老兵比 中队长那只是有些夸张而已 不说别的 就蒙眼拆枪组装枪 我绝对比不上老兵 刘逸搭话道 你这话说的 不就和放屁一样吗 咱们才开始训练 蒙眼弄枪是都没有试过 你怎么和训练过的老兵比 我敢说 只要你稍加训练 蒙眼组装枪支 同样是属这个的 刘逸说着 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 吴雄在一旁 听到灵动的话 眼睛亮了起来 蒙眼拆卸和组装枪支 灵动不行 我行啊 看来这回 是比过灵动的一个好机会 暑假在国外设计俱乐部的时候 蒙眼练习他没少训练 吴雄想到等会 自己蒙眼拆卸枪支 秒掉灵动后 众人极其崇拜自己的场景 忍不住笑了出来 真是天不忘我吴雄啊 原来老天刚才 安排灵动出近风头 是为了等会 更好地衬托我 在吴组 共十个班都上场后 王志上把心声都集合起来 做简单的点评 说实话 今天我很高兴 灵动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你们其他人 整体的表现重归重矩 对于现在来说 还能说得过去 不过 你们也不要松懈 以后要勤加练习 有个别人毛病很多 班长回去纠正 下次再让我看到 基本动作有问题 班长就给我等着 报告 王志上说完这一段话 立马有人打报告 他震了一下 顺着声音看过去 打报告的人是吴绣 说 吴绣 中队长 我暑假 有去国外射击俱乐部 提前训练过 所以 我想借着这个机会 和咱们的第一名灵动 再比试一次 这次我们蒙眼比 中队长听了这话 直接拒绝 算了吧 你这样太欺负人了 灵动虽然天赋一柄 可是蒙眼组装枪支 这个没有长时间训练 根本没有手感 吴绣的表现 在灵动的预料之中 就是他专门给吴绣下的套 他怎么可能不应战 报告 中队长 我想试一试 王志尚看着灵动 柔声问道 你确定 这个你都没有训练过 灵动 确定 我想试一试 就算输 我也心服口服 王志尚 行 你们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就让你们比一比吧 还没有开始比试 王志尚心中 便认定灵动会输 毕竟 在他的认知中 蒙眼拆卸还好 蒙眼组装那 必须得经过长期训练 养出手感 和自己的枪养出感情 虽然枪只是冷冰冰的金属 可和枪接触久了 真的能产生不一样的默契 这也就是 狙击手不让别人动自己的枪 也一般不用别人枪的原因 这个时候 一排排长主动站出来 报告 我也想加入这个比试 王志尚笑着说道 好 你就一起和这两个新生玩玩 你这家伙拆卸枪支的速度 我可是早有耳闻 你刚才看到灵动的成绩 想必就已经心痒痒的 想和他比一比了吧 第34章 碾压排长 一排排长是 已经毕业的学长 他拆卸枪支的速度是出了名的快 虽然没有打破学校记录 可他的成绩 却也是别人渴望而不可及的 灵动他们三个人上场开始准备 其余新生在队伍里 虽然依旧保持着君子毅力不动 可心思早就飞到三个人身上了 都在盯着三个人 小声的议论 一排的人在期待一排排长的表现 他们昨天就听说了 他们排长的大名 拆枪那是绝对的快 四班的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给吴雄加油打气 吴雄 你这次一定要好好发挥 干掉灵动 不能什么项目的 第一都是三班的 说实话 虽然我不喜欢吴雄 他总是看不起我 可我这次还是希望他赢 希望他给咱们四班争光 灵动这人真是神了 第一次接触枪就玩得这么溜 吴雄 你可千万别输给他 三班的人 有的在给灵动加油骨气 有的在担心灵动 一排排长上场了 不知道这次灵动能不能赢 灵动加油 干掉排长 刘逸愤恨的看着吴雄 开口道 一定是这狗东西刚才听到 灵动说自己蒙眼不行 他才站出来的 想要压灵动一头 踩着灵动出风筒 王打虎有些摸不着头脑 愣愣的问 你说的狗东西是谁 刘逸撇嘴道 狗眼看人低的那个呗 将镜头拉回赛场上 三个人都已经用 均绿色的布条蒙住了眼睛 双手背后跨立在各自的枪前 这次 王之上做裁判负责计时 一声哨响 灵动三人立马蹲下 开始拆卸枪支 三人的动作都非常迅速 吴雄动作虽快 可是却不太好 排长拆枪的动作非常快 虽然蒙着眼 可动作迅速流畅的 却像睁着眼看一样 灵动的动作 一如既往的快 眼睛被蒙上了 动作却没有因此变得迟缓 有阴眼技能在 一层小小的布条 根本阻碍不了他 虽然眼睛看不见 可是脑海中却不断地呈现着 有关手中枪支的信息 几秒钟的功夫 灵动拆卸步枪已经完成 报告 这次他打了报告后 没有像上次一样停留 而是立马去拆卸手枪 刚才上场的人多 负责即时的排长看不过来 所以要求动作 完成打了报告之后停顿 这次则不需要 一排排长听到 灵动喊的报告声 手中的动作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只是眉头微微皱起 灵动这家伙 这么快就拆完了一支枪 竟然比我都快 这可是蒙着眼睛 他怎么可能 两秒钟过后 一排排长也拆卸完成 打了声报告 吴雄听到第一声报告 下意识地认为 是一排排长 并没有自乱阵脚 听到第二声报告后 吴雄明显慌了 咬着下嘴唇 奋力地想要追赶 可惜 这种事情 心里越急 出错更多 因此总是摸不准零件 浪费了许多时间 新生看到三人的动作 一个个都呆住了 他们经过训练 所以知道 场上的三个人 有多厉害 我去 灵动又是第一个 他竟然比一排排长都快 好家伙 这就是灵动刚才说的 不会和不擅长 这家伙 真能反而散 以后灵动的话不能信了 每次他都说会一点点 结果比班长排长都厉害 他们三个动作 也太快了吧 吴雄是最慢的那个 就这 我睁着 眼都比不过他 新生们一个个都惊讶万分 王志尚身为中队长 同样很是惊讶 灵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蒙眼拆枪也这么厉害 难道是因为 闭着眼拆枪难度不大等 会再看看他组装枪支 是什么样子 时间又过去几秒钟 手枪的拆卸完成了 灵动喊了一声报告 立马开始组装 枪支的零件 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摸到枪的新兵 就连老兵都一多半做不到他这样 王志尚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灵动的手 生怕错过什么 灵动这小子 究竟还有多少 是我不知道的 内务 战略队 体能 单杠 跑步等等 每一项都是第一 这些项目他 暑假练练 外加天生体质好 是可以让人理解接受的 可这小子 第一次摸枪 怎么着熟练 难道说 上辈子也是个当兵的 转世的时候 没喝孟婆汤 新生们一开始 还议论纷纷 小声地各输几件 看到了后边 队伍整个安静下来 大家都屏住呼吸 紧张地等着灵动的结果 这家伙 简直超出了常人的认知 啪 报告 灵动将组装好的步枪放下 而后一边喊报告 一边站起来 王志尚按下手中的秒表 而后惊奇地看着秒表上显示的时间 33 56 灵动蒙着眼 拆卸组装两把枪 竟然只用了33 56秒 比刚才睁着眼的时间都快 这怎么可能 其实灵动的速度 和刚才比并没有快多少 有这几秒钟的差异 完全是刚才 中间喊报告 单个时间了 很快 一排排长也组装好了 把报告站了起来 他摘下蒙着眼睛的布条 惊奇地看向灵动 这家伙 怎么比我还快 这可是蒙着眼睛啊 太特娘的离谱了 这是一个新生能有的速度 无雄听到两声报告声后 他手中的动作停顿了片刻 而后又继续组装枪支 该死 灵动怎么又完成了 刚才他明明说自己蒙眼来不行的 难道是骗我 跪给我下套的 真是特娘的操弹 我竟然还上钩了 这下回去 我的脸往哪里放 啪 报告 无雄枪支也组装完成 站了起来 中队长的笑声立马传来 他开心地仰天长笑 灵动 你知道刚才你有多快吗 灵动微微一笑 淡淡开口道 应该比刚才睁着眼睛要快一点 王志尚 你还挺了解自己的 你用十三十三 五十六秒 是第一个完成的 一排排长用十三十八秒 第三十五章 巨枪训练 无雄 用十四十三秒 你们三个都是好样的 都是咱们中队的骄傲 无雄 他听到王志尚宣布的成绩 整个人都傻了 灵动刚才竟然是第一名 他比一排排长还要快 我刚才还是主动提出来 要挑战灵动的 这下输掉了 我这人丢的也真够大发的 昨天晚上 我在宿舍那样说大话 这下回去 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 一向动不动就惊讶的 大呼小叫的新生们 现在异常的安静 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灵动这次的表现 着实是让人惊讶 已经超过他们的认知了 灵动一个新生 怎么可能超过拆枪速度 赫赫有名的一排排长 一排排长虽然输了 却一点怨言都没有 非常热情地夸赞灵动 灵动 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记得咱们学校 蒙眼拆卸组装枪的记录 是三十三秒整 你这才来 就差点破记录 问题是 记录最快的那个人 是一个大四的老学员 你一个新生 这也 一排排长想了半天 都想不出适合形容灵动的词 最后简单粗暴地来了一句 你也太牛逼了吧 灵动依旧是笑笑 与其不卑不亢 非常温和地回答 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快 也许是你在旁边 把我的潜力 全部给激发了出来了吧 我这次只是蒙眼凑巧碰对了 我睁着眼的成绩 肯定和你差得远 我接下来 还要继续努力训练 争取早日高超排长你 灵动谦虚地说着 虽然他现在身体是个十八岁 心高气傲的矛头小子 可内里却已经是个三十好几 在部队磨练过多年的老兵 不会遇着点事情 就骄傲满满 沉得住气 知道虚心学习 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 一排排长调侃道 这句话说反了吧 应该是我努力训练 争取早日超过你吧 王之上哈哈大笑 接话道 灵动 你小子不错 被人这么夸 还能这么谦虚 不错 以后继续保持 你的未来肯定不简单 乌雄看着中队长和排长 都围在灵动身边不停地夸他 新生们也都一个个 用崇拜的目光看着灵动 乌雄心中既丢人 又气愤 明明自己也很优秀 为什么就没有人关注到自己 简单的比试结束 开始正常训练 王之上下令 你们现在所有人去上交武器 领取训练用枪 回来后咱们继续训练 众多新生 钟队长 不是已经给我们售枪了吗 我们怎么还需要上交枪支 难道售枪一事 就是走个过场 这不是欺骗我们吗 钟队长 你这意思是让我们 把自己的好枪上交 然后用烂枪训练吗 王之上大声回答 军校枪支管理很严格 尤其是对你们这种 不会用枪的新生 平时枪支都在武器库 需要的时候 再去申请领取 你们训练拿的枪 都是和真枪大小相同 重量相同的橡胶模型 他说完后 新生队伍里 立马传来失望的感慨声 啊 原来我们要用假枪训练啊 我还以为 今天会有实弹射击训练呢 看来一切都是我都想了 新生们虽然有不满 虽然有抱怨 可是脚下的动作却没有一丝迟缓 都跟着一排排长 去武器库上交枪支 没人敢违抗王老黑的命令 灵动在队伍里 听到大家的哀嚎和抱怨 忍不住笑了起来 真是一群天真的矛头小子 才发枪 怎么可能就直接上实弹训练 得经过一段时间的巨枪训练 还有持枪战术动作的学习后 才能实弹射击 如果前期基础打不牢固 后期上实弹 也是浪费子弹 大家都领取橡胶假枪回来后 王志尚看着众人 说道 刚才输掉的那五个班初恋 是 输掉的五个班从队伍里出来 他们自动整理队伍看齐 而后立正向前看 等待着指示 他们在王志尚的高压训练下 最基本的纪律都明白了 虽然做得不是那么好 但最起码让王志尚看了不动气 而后王志尚安排道 愿赌服输 你们五个班 拖着自己的枪 绕着训练场匍匐前进两圈 一排排长 你带着他们去绕着训练场匍匐前进 教一下基本动作 一排排长 是 他带着输掉的队伍走了一段路 远离王志尚后 那群新生开始抱怨 训练场这么大 绕两圈 这怕是有好几公里了吧 中队长一直都是这么的和蔼可亲 这人将和蔼可亲四个字咬得非常重 他在说反话 王志尚可和这四个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排排长带队走后 王志尚继续安排 二排排长 你现在带着剩下的人进行巨枪训练 二排排长 是 这一群新生都学着二排排长的动作 趴在地上进行巨枪训练 王达虎高兴的说 这训练好 趴在地上就行 真轻松 以后要是都做巨枪训练就好了 刘逸 你快闭嘴吧 部队的训练就没有轻松的 王达虎 按这说的是相对来说 就像战略队和单杠训练一样 肯定有个相对轻松的 林栋这个时候搭话道 达虎 你放心 以后巨枪训练多着呢 你到时候不要叫苦 王达虎咧嘴傻笑 那肯定不会 巨枪趴在地上这么轻松 哪里会苦 他现在还在傻乐 对接下来痛苦的训练 还一无所知 正如他期望的那样 接下来的巨枪训练会 非常的多 只是不过 他一点也不轻松 反而痛苦掉死 在巨枪训练中 就没有人的手肘 能够不血肉模糊的 时间才过去二十分钟 很多新生的手肘便受不了 虽然是在草地上 可是手肘直接撑地 还举着挺重的甲枪 没有一个人 手肘是不疼的 他们的枪开实举的歪歪斜斜 有胆大的偷偷换手 让手肘休息一下 王志尚扫了一圈新生 除了灵动之外 没有几个能看的 第36章 主动加练 王志尚黑着一张脸走过来 新生们立马紧张起来 连忙纠正自己的动作 王志尚冷声问道 看你们的样子 很累啊 新生趴在地上默不作声 整个队伍鸦雀无声 大家都不敢回答 王老黑太黑 生怕一不小心说错 又要加练 王志尚 怎么 不说话了 那就是不累了 那咱们就挂水壶吧 众人 王老黑 我们这次什么都没有说 你怎么还要故意折磨我们 你以后想要加练折磨我们就直说 这样一次又一次的 不仅折磨我们肉体 还折磨我们脆弱的心灵 王志尚这种和新生的交流方式 也是一种训练 在无形中训练他们的意志力 如果这点骂声都承受不住 那上了战场 岂不是被吓得尿裤子 三个小时后 被罚得五个搬回来了 他们一个个颓废的模样 像是吃了败仗一样 所有人都将枪松松垮垮地背在肩上 半举着双手 他们的手肘都被磨破了 现在很疼 王志尚刚才罚他们匍匐前进 也是一种训练锯枪的模式 可以早日将他们的手肘和手臂力量练出来 他们回来看到其他新生 趴在地上锯枪 表情一个比一个痛苦 怎么还来啊 我胳膊这下彻底废了 自从新生动员大会后 我被练得无时无刻不想退学 现在退学的想法尤其大 王志尚冷眼看了他们五个扳一眼 冷声训斥 你们都在做什么 还不归队 水壶带在枪管上多绕几圈 水壶不能碰地 你们谁也别想偷懒 王志尚冷眼看着众多新生的模样 一脸的嫌弃 当他看到灵动举着的枪纹丝不动 手臂和瞄准的动作非常标准 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 于是喊道 灵动 起立 你趴在这群菜鸟对面 让他们看看你是怎么做的 给他们做个榜样 同样是新生 你们看看灵动 再看看你们自己 众人 众队长 你拿灵动和我们比 这就有点欺负人了吧 灵动这家伙 学啥啥会 变态到不是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新生们看到灵动举着枪的姿势 稳如泰山 这下都努力咬着后草牙 向他看齐 他们很努力 可是和灵动的差距不止一点半点 很快又有很多人坚持不住了 王志尚看到这里 大声喊道 全体起立 换场地继续训练 新生们一个个哀嚎着起来 我的胳膊是真的要废了 没想到在草地上都这么疼 现在可算能休息一下 换个其他项目训练了 众人想到这里 脸上不约而同地展现出轻松的表情 灵动一如既往的平静 王打虎在他身旁疑惑地问 灵动 不用训练了 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我没有不高兴 是你们太高兴 显得我不高兴而已 灵动继续淡淡说道 而且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王老黑什么时候会这么轻易放过咱们 接下来 肯定是要带他们去水泥地 或者直接去有石子的地方训练 为的就是磨破他们的手肘 这里挺好的 就在这里继续训练巨枪吧 众人 王老黑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地方训练巨枪 是真的打算废掉我们的胳膊吗 众人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但却不敢说出来 灵动带头趴在地上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像刚才那样 趴在灵动的对面 一起进行巨枪训练 很多人才趴在地上 手肘接触到地面 便疼得咬牙切齿 刚才手肘已经受不了 何况现在还是在地面上 灵动巨枪 呈瞄准姿势目视前方 心中默默和系统对话 系统打开属性版面 蓝色的投影画面 出现在灵动脑海中 宿主 灵动 年龄 18 体质 21 军功值 8972 以获得技能 仙人掌抗寒抗热技能 阴眼辅助技能 物品商城 以开启 灵动看着系统版面 心中默默盘算着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这具身体的体质有所提升 只不过 这提升的实在是有些慢 体质才提升了一点 接下来 不能跟着这群菜鸟 一起同步训练了 得自己加练了 不然就是浪费时间 不断地获得中队长 以及班长的夸奖 也收取到了一些零碎的军功值 应该可以换点东西 系统进入物品商城 钉 正在打开物品商城 灵动看着琳琅满目的物品商城 是真的挺眼馋 像什么超级变色龙尾装术 超级化装术 还有装甲车驾驶技术之类的 这些技能好归好 只可惜太贵了 以现有的这点军功值 根本兑换不了 接下来 灵动着重看一些便宜 对现阶段有用的物品 物品 身体修复液 兑换所需军功值 1500 一次可使用多瓶 效果在一定程度内 会无损叠加 这个不错 想要尽快提升体质 就得大量超负荷训练 这会造成身体受伤 身体修复液 正好派上大用场了 系统 兑换两瓶身体修复液 定 身体修复液 以兑换成功 剩余军功值 5927 有了身体修复液 这下便可以不用 顾及身体状况了 于是 灵动打报告 报告 新生们听到后 一个个都奇怪地盯着灵动 他这是怎么了 会不会是受不了 所以提出结束训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太好了 王志尚听到后 正了一下 关切地问道 怎么了 灵动能吃苦 他是了解的 这下灵动主动打报告 是怎么了 难道身体不舒服 灵动大声回答 我要求加练 王志尚再三确认 你确定要加练 灵动 确定 王志尚大声笑着说 行 你自己看着来吧 看要怎么加练 灵动 我想要再加砖头 新生 灵动这是疯了吗 这还不够 还要加练 王打虎内心道 灵动这家伙 总是这妖妞 第37章 灵动不一样的意志力 刘毅 好家伙 灵动这伙真够变态的 王老黑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们跟着 向灵动看齐啊 吴雄本来就不喜欢灵动 今天还被灵动下套丢大脸 这下看灵动怎么看都不顺眼 灵动提出要加练 吴雄在心中翻了一个白眼 副匪道 哗众取宠 装模作样 就想着逞能 让中队长夸你 吴雄是这样的人 所以他下意识地认为 灵动也是这样的人 殊不知 灵动这样做 只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 更快地提升体质 和手臂力量而已 灵动给自己的枪管上 绑好砖头后 又将袖子 录到大胳膊处 而后就这样光着手肘撑地 开始巨枪训练 众人 灵动这是疯了吧 好好地折磨自己做什么 他的胳膊 是彻底不想要了吗 不想要了直说啊 让我们给剁掉做好 何必这样折磨自己 王志尚看到这一幕 问道 灵动 这一招你是从那里学的 灵动保持着巨枪姿势不变 大声回答道 电视里 其实是他前世的老班长 这样练过他 他觉得挺有效果 所以光着手臂训练巨枪 王志尚耐心地劝解道 你确定要这样 这样对手臂可是一种折磨 你这才开始训练 这样会操之过猛 胳膊受不了 灵动 报告 我有心理准备 不破不立 手肘不烂 射击练不好 王志尚听到这话大笑 这话说得好 不破不立 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必须要吃一些苦头 他说完后 又看向一众心声 你们看看 都和灵动学着点 知道你们天赋不如灵动 可是这觉悟 这意志力 总能向他学 向他看齐吧 众人听到这话 心都寻了起来 王老黑对我们说这些话 该不会是想要让我们 像灵动这样训练吧 灵动 你可害惨我们了 心声等了一会儿 没能等到王老黑的命令 这下松了口气 同时 心声一个个都盯着灵动看 他们想要看看 灵动光着手臂 枪管上多挂了一个砖头 究竟能坚持多久 五分钟过去 一些心声手肘疼得坚持不住 开始呲牙咧嘴地强行忍着 有的人忍不住 换了一下胳膊撑地 屁股上被王之上踹了一脚 又五分钟过去 心声们倒下了一大片 有一些枪都举不起来 趴在地上摆烂 被训斥后 只好再次举枪 反而是众人不看好的灵动 再加了砖头后 身形稳如泰山 保持着巨枪姿势 一动不动 灵动光着手肘撑在石子上 胳膊是钻心的疼 可他却面不改色 手肘撑在石子上五分钟后 疼痛加剧 他强行忍住了 直到感觉到 手肘和石子接触的地方 一片湿润 鲜血渗出 他仍在坚持着 手臂已经疼得没有了知觉 灵动依旧在坚持着 虽然这副身体的身体素质 核心肌肉群的力量和爆发力 都是常人的两倍 可这些都是从系统中凭空得来的 不是经过长期训练得来的 所以现在身体细皮嫩肉的 一点都不耐练 手肘没有老简的保护 很容易受伤 而且特别疼 灵动都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 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份意志力 都是灵动在前世军律生活中 磨练出来的 是他最珍贵的东西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危险 他都会勇往直前 无论遇到多么男人的事情 他都会继续忍下去 新生们看到灵动手肘出的鲜红 又看到灵动不为所动 似乎一点都不痛的模样 很是自愧不如 不怪中队长骂他们 他们和灵动比起来 确实是一滩烂泥 大家下意识地摆正姿势 努力向灵动看齐 灵动无形中 给他们树立了榜样 让他们一切向高标准看齐 对灵动很是不服气的吴雄 看到这一幕后 又专门仰起鼻子 眺望确认了一下 灵动的手肘果然流血了 就这样 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地坚持下来了 看来 这个灵动确实和常人有点不一样 吴雄这下 都有一丢丢佩服灵动了 最起码在意志力这方面 自己是不如他的 王之上在一旁看了灵动一会儿 然后走过去 近距离仔细查看了一下灵动的手肘处 鲜血渗出了不熟 看来灵动这小子 在暑假确实没有怎么练过 就这都能光着手肘坚持这么久 灵动的意志力可想而知 王之上想到这里 忍不住有些佩服灵动 一个新生 竟然能有这样的意志力 他天生就是当特种兵的料 能忍人所不能忍 也能达到常人达不到的高度 就这样训练了一会儿 很多新生都坚持不住了 王之上在他们身旁训话 感觉坚持不下去了 你们就再坚持一分钟 这样就慢慢地拖了自己的极限 他说完这句 转头看向一排排长 去把提前给他们准备的东西拿过来吧 一排排长 是 不一会儿 一排排长端着两个黑色塑料盒子过来了 新生们用余光偷偷打量着那两个黑盒子 很是疑惑 里边放着什么 有一些看过军旅片的新生 小生议论道 这该不会是子弹壳吧 让我们训练巨枪的稳定性 应该是子弹壳 咱们这么多人 这两个小箱子里 要装下所有人的东西 只有子弹壳这种小东西了 钟队长可真是对咱们期望太高了 这水壶还练不明白 就直接放子弹壳了 灵动听到新生小生的议论声 下意识地看向了那两个黑色小箱子 现在大家趴在地上 巨枪的持久性都没有训练出来 现在就用子弹壳训练稳定性了 不应该啊 箱子里装的应该是其他东西 当一排排长打开小箱子 把里边的东西均匀地撒在新生队伍里边后 众人才明白 是自己把王老黑想得太善良了 这箱子里全尼码的是虫子和昆虫 有的人看到虫子直接往后躲 被一排排长踹了一脚 不许躲 如果这是在战场 你一躲不仅自己暴露 小命没有了 战友也可能跟着你丧命 第38章 虫子来了 被一排排长训斥后 新生们强忍着心中的恶心 不再去躲虫子和昆虫 而后一排排长又来到灵动这里 往他跟前丢了几个昆虫 还有一条壁虎 灵动看都没看一眼 根本不为所动 小壁虎顺着灵动的手臂爬到他的手上 触感痒痒的 凉凉的 如果是普通人 灵动直接忽视他 这点小东西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前世在执行任务和演习训练的时候 趴在丛林里一趴就是一天 这种小虫子对于他来说是小场面 必要的时候还会吃虫子 这在战场上可是优质蛋白 王志尚看到灵动的表现 满意地点了点头 而后又转头去看其他新生的情况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刘逸看到爬过来的昆虫 恶心的皱眉 怕他倒是不怕 就是单纯的恶心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偷偷挪动身子躲开这些虫子 王打虎欲光 瞟到了刘逸的反应 忍不住小声的多嘴道 刘逸 你怕虫子 刘逸 这不是怕 王打虎 怕就怕 我顶多笑话笑话你 又不会怎么样 你看 我就不怕 他说着 伸手拍死了一个 爬到他面前的虫子 拍完这一个 直接拍下一个 刘逸 你快看 这有什么好怕的 靠 拍到了臭虫 其他新生多多少少 也在偷偷地躲虫子 或者扒拉爬到身上的虫子 这群新生一个个动作不断 和灵动一动不动的模样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让王志尚看了直皱眉 满脸的嫌弃 同样是新生 人和人的差别 怎么就这么大呢 他冲一排排长摆摆手 示意他过去搞纪律 纠正动作 而他自己转身 不再去看这群新生 眼不见心不烦 上午艰苦的训练结束 新生们坐在食堂 拿筷子的姿势 没有一个是能看的 包括一项动作规范的灵动 上午的巨枪训练 让所有新生的胳膊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负伤 其中属灵动受伤最严重 灵动抬起胳膊夹菜 牵动了手肘处的伤口 他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系统 使用身体修复液 定 正在使用身体修复液 灵动看着脑海中的系统版面 当进度条夹在完成后 他明显感觉到 手肘受伤处有些痒痒 这是伤口在恢复 不仅如此 他还感觉到了 身体肌肉放松了下来 酸痛肿胀 有了明显的缓解 看来这个身体修复液 效果还不错 灵动这下 开始拿起筷子 大口吃饭 旁边的同班舍友 胳膊才动了一下 便直接疼得喊了出来 刘逸 我去 真要疼死我了 我胳膊现在不敢打弯 其他人 要么疼得呲牙咧嘴 要么疼得到西凉气 这群人里边 除了灵动和两位班长 没有什么反应外 便是王打虎 没有什么大的反应 他奇怪地看着灵动问 灵动 你胳膊肘伤成这样 你不疼吗 灵动淡淡道 疼 王打虎 那你怎么没有什么反应 灵动 强人 王打虎听到这里 给灵动竖起来大拇指 怪不得中队长一直夸你 你这意志力确实挺厉害 灵动看了一眼 大口扒拉饭的王打虎 疑惑地问 看你这样子 刚才他在狮子上没受伤 王打虎咽了一大口饭 回道 伤着了 只不过 班一直在家里干农活 皮糙弱厚的 所以没多大事 灵动 今天多亏了你 中午还能加两道红烧鱼和红烧排骨 太香了 刘逸跟着搭话 灵动 你真是咱们班里的复兴 以后这样的比拼多来点就好了 有你在 咱们肯定都能加餐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是啊 今天虽然训练疼得要死 不过有加餐 也算是值了 他们三班的饭桌上气氛很融洽 四班饭桌上的氛围恰恰相反 今天吴雄主动提出来比拼 结果自己输掉 害得他们班的人 跟着一起吃水煮大白菜 而且 昨天吴雄话说的太满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导致同班同学对他意见很大 有一个人胳膊受伤很严重 一动就疼得咧嘴 好不容易吃了一口菜 结果味道还不怎么样 他扭头看向三班的桌子 那里的人正在吃排骨 他馋得口水直流 回头又看到黑着脸的吴雄 气不打一出来 啪 这人将筷子重重地摔在碗上 开始阴阳怪气地说 这大白菜可真是美味啊 今天的拆卸 枪指烤盒真是精彩 在某人的提议下 更是精彩 精彩的我都出现了幻觉 竟然感觉大白菜帮子 比排骨都像 其他人也跟着附和 开始对吴雄冷言冷语 你可说 多亏了提出比拼的这位同学 不然我还吃不到 这么美味的大白菜 他们昨天晚上 怎么被吴雄讽刺 看不起的 今天就怎么全部还了回去 他们的话 直接让吴雄怒火中烧 本来今天就够丢人了 现在还被人阴阳怪气 他冷声道 不想吃就滚 看不起老子 先自己超过我再说吧 这下有人带头骂了回去 吴雄自己不如人 就不要赶上去丢人 输又输不起 输了还不让人说 你瞪我什么意思 怎么打一架呀 吴雄 打就打 老子怕的话 就是你孙子 两个人直接杠了起来 他们的班长 和军低声训斥 好好吃饭 食堂这么多人 岂不是让人看了笑话 有什么 回宿舍再说 他们虽然没有打起来 但吵闹的动静 还是吸引了一些注意力 王打虎一边吃 一边看热闹 听到和军的训斥后 笑着说 你们快看 四班快打起来了 这个吴雄 仗着自己家有钱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迟早让人收拾 不过话说回来了 四班班长 还挺温和的 竟然没有罚他们 林栋淡淡一笑 现在越温和 等会他们被练的就越狠 现在不处罚 只不过是不想 丢他们四班的脸罢了 第39章 爬树训练 刚才他们刚有吵的苗头 四班班长 没有训他们 就是想要活点起来 好好的收拾这几个心声 以免以后 再发生这种事情 林栋在说话的时候 和秦昊一直盯着林栋看 而后 二人对视了一眼 神情满是疑惑 林栋一个新生 怎么知道这些的 李星开口问道 林栋 你一个新生 怎么这么了解 班长的处事风格 因为他前世是老兵 而且也带过新兵连 当然知道了 只不过 这个原因不能说 林栋随口扯了一句 班长 我这都是 看你做事习惯总结出来的 李星继续追问 我向来都是直接骂你们 有过这种行为吗 有啊 林栋笑着回答 然后转移话题 看着刘易开口道 四班的富二代 看不起人 你们再看咱们 三班的富二代刘易 是经常被咱们笑话的主 刘易 林栋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就只是 日常收拾喜涮 不如你们 哪里比你们差了 再说了 这也不能怪我呀 谁让我家保姆太轻快 都替我干了呢 整桌的话题 就这样被林栋轻松的带跑篇 林栋在部队待了十多年 论起如何带兵 如何带动班里氛围 比李星和秦昊 这两位班长熟悉得很 次日 王志尚又安排了新的科目训练 他双手背后 跨立在众人面前 大声训斥 昨天被罚的五个班 你们绕着训练场 屠夫前进的时候 我又晃了一眼 以后你们出去 别说是我手下带出来的新生 我丢不起这个人 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训练一下 爬树动作 以后你们被罚的时候 动作最起码能做得标准一些 众多新生欲哭无泪 王老黑 你就做个人吧 还专门让我们提前 学一下被罚的动作 王志尚继续喊道 你们先在空地上训练 动作学会后 再去爬铁丝网 一排排长 你示范一下动作 然后以班为单位进行训练 一排排长 是 他简单地给新生示范了 三种匍匐前进的动作 而后便分班训练 班长再给他们 进行一对一的纠正 新生们一个个开始训练 要么趴在地上 半天挪动不了几米 要么就是屁股蹂得太高 李星让三班的人 两个两个上场 他和副班长 秦浩一人只剩一个人 轮到灵动上场了 他抱着枪趴在地上 枪身紧贴右臂内侧 握住被带环 使用标准的低姿 匍匐姿势前进 驱右腿 伸左手 用右腿和左臂的力量 使身体前移 同时驱回左腿 伸出右手 再用左腿和右臂的力量 使身体继续前移 以此法交替前进 李星和秦浩呆呆地望着灵动 只有老兵才能有这水平 这个时候 王打虎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李星扭头看着他 训斥道 你笑什么 王打虎继续一边笑 一边回答 报告 俺看到灵动的动作 好像一只大蜥蜴啊 这动作真有意思 李星继续冷声训斥 很有意思吗 王打虎这才知道 自己撞枪口上了 连忙闭嘴 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 李星 今天吃过午饭 咱们的日常单档训练结束 你专门留下来家电 不是班长 俺错了 王打虎连忙承认错误 看到李星一脸严肃 只好无奈地大声回答 是 心中默默呐喊 俺好好地学留一嘴见到什么 灵动用低姿匍匍的姿势 前进了十米 而后还换侧姿 匍匍前进十米 最后又换高姿 匍匍前进十米 三十米的爬行结束后 灵动站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和他一起训练出发的 那个新生 现在落下他好远 整个人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抬头呆呆地看着灵动 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灵动腿上 是装滑轮了吗 怎么可能这么快 李星惊讶地看着灵动 带头开始鼓掌 没想到 灵动在爬树动作方面 也能做得这么好 这家伙 还有什么是不会的吗 如果不是了解灵动 我一定以为他是个老兵 不远处的王志上 看到灵动到了终点 按下手中的秒表 看了眼时间 竟然是十九秒 灵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色 所以 王志上总是忍不住偷偷观察他 刚才灵动一开始前进 他便默默地按下秒表 开始给灵动计数 没想到 他竟然只用了十九秒 就到了终点 三十米的匍匐前进 三十秒就是及格 二十秒就是优秀 而且这是对于老兵的标准 灵动这个新生 竟然能第一次接触爬树动作 就能拿到优秀 看他的动作标准程度 和一排排长的不差上下 这绝对是练过的 可是这些爬树动作要领 没有专门的班长指证 灵动一个人 怎么可能做得这么标准 王志上眉头轻皱 疑惑地走向灵动 吴雄看到中队长又去找灵动 脸色变得比吃了苍蝇还绿 刻码的又是这个灵动 被中队长当众表扬 在整个中队的人面前出风头 这是吴雄一直以来都想得到的 万万没想到 灵动轻易地得到一次又一次 他心中有恨 这下训练起来更有劲了 灵动 你只不过是暑假多练了练 没什么大不了的 老子一定要在新训考核的时候超过你 王志上来到灵动面前 问道 你这小子爬树动作 该不会也是在暑假自学的吧 灵动立正 冲王志上敬礼 而后大声回答 报告 学过一点 听到这话的众人 一脸的无奈 又是学过一点 灵动 你每次谦虚都太过头了吧 你特码的这么厉害 竟然是只学过一点 胡鬼呢 王志上看着灵动 反问道 你觉得我信吗 灵动 不管您信不信 事实如此 他说着停顿了一下 看到王志尚不问到结果不罢休的模样 又补充了一句 我暑假自己训过 可动作很不标准 刚才班长教其他人的时候 我有旁听 然后给自己规范了一下动作 第四十章 下雨天 适合训练的好天气 您是知道的 我过目不忘 而且书面和口头的知识 我自己可以很好的融会贯通 熟练地运用到训练中 灵动解释完 冲王志尚微微一笑 稚嫩的脸庞上 展现出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老练 王志尚叹了一口气 笑着说道 灵动 要不是我专门向分管一年级的刘维主任 打听过你 我真以为你是个老兵 你这家伙 真就是天生当兵的料 虽然我已经知道你很优秀 可每次还是忍不住 对你的种种优秀表现感到惊讶 你是我带过所有兵中 最独特的那个 够可以的 哈哈 行了 你们继续训练吧 王志尚走后 李星直接让灵动 开始和他一起带新兵 灵动 你爬树这么优秀 我想你可以不用训练了 直接帮我和副班长交其他人了 灵动摇头 班长 我现在还差得远吗 我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训练吧 你小才练什么练 比我都优秀 现在麻溜的和我一起训练新生 班长这样说了 灵动也就只好跟着一起教授新生了 王打虎趴在地上 将屁股高高的撅起 四肢一点都不协调的往前爬 他的动作可以说和低姿匍匐 没有多大关系了 就是单纯的爬行 而且爬得很难看的那种 灵动直接一脚 把王打虎的屁股踩下去 你屁股收起来 上了战场 你这个样子不仅会暴露 让自己屁股开花 还会让我们跟着你一起脑袋开花 留意 高姿匍匐前进 是持枪前进动作 左手握护目 右手握枪紧 将枪横拖于胸前 枪口离地 你不能把枪背在背上 还有你 王志上看着众人 都基本学会了动作要领 于是将所有人集合起来 你们也都学得差不多了 一直在空地上爬来爬去 也没什么意思 也练不出个什么 现在全部开始钻铁丝网 铁丝网一共30米的距离 你们用三种爬竹通过 30秒算及格 20秒算优秀 我要求你们 所有人经过一上午的训练 都把时间控制在40秒左右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众人 过不过分 您自己不清楚吗 如果有其中一个人 没有达到要求 今天中午 你们谁也别想去食堂吃饭 现在去训练吧 众人 是 接下来是全体 爬进铁丝网训练 不是分班训练 所以 每个班的新生 交叉进入铁丝网 林栋准备趴下 进入铁丝网训练的时候 李星喊住了他 林栋 这些你都会 你不用进去训练 帮我一起盯着这几个菜鸟 他说完便做转身的动作 准备离开 李星万万没想到 林栋竟然会拒绝 毕竟对于新生来说 能偷懒不训练 是极其幸福的事情 班长 我还是跟着一起训练吧 虽然我的成绩还可以 可我觉得自己 还有进步的空间 林栋说完便直接趴下 钻进铁丝网中 他现在确实挺优秀 虽然身份是新生 可是那里却是个老兵 而且很多项目在老兵中 都算是佼佼者 只不过林栋对此并不满意 并不想止步于此 众活一次 他要弥补上一世的遗憾 他要成为一名特种兵 所以现在 他会抓紧时间训练 不和其他新生比 只和自己比 王之上再不远处 看到林栋和李星对话的神态 虽然不知道说了什么 但内容却也猜得七七八八 忍不住感慨道 林栋这小子 能吃得了苦 不错 体能可以 记忆力变态的好 而且觉悟高 意志力也高 他就是特种兵预备队的人 吴雄正在奋力地往前爬 看到林栋突然从身后追赶了自己 他越发卯足了进往前爬 奈何他和林栋之间的差距 不是他拼命追赶 就能弥补得了的 很快 林栋到达了终点 他又返回原点 重新训练通过铁丝网 吴雄看着前方的空地 马上就要通过铁丝网了 他暂停了片刻 松了一口气 结果又看到林栋从自己身边经过 吴雄 林栋这家伙又是心的一圈 他整整比我快了一圈 吴雄来到终点 站起来重新返回原点的路上 他追上了林栋 林栋 我迟早要超过你 林栋淡淡地回答 那你加油 吴雄的挑衅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因为对方太垃圾了 他只和自己比 林栋随口地应付 这下让吴雄感受到了奇耻大辱 这家伙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加油 新生们在训练场热火朝天地训练着 天空不作美 突然阴雨密布 凉风骤起 不一会儿 逗大的雨滴便落下 新生们看着天空 开心的喊 下雨了 咱们可以不用训练了 可以按时食午饭了 结果王志上来了一句 比雨滴还冰冷的话 下雨多么好的天气 难得一遇的适合训练的好天气 所有人继续训练匍匐前进 通过铁丝网 有新生小心翼翼 试探性的问道 中队长 这下雨了 地上全是你 王志上点头 对啊 省得咱们专门找泥地了 众人欲哭无泪 王老黑 你实在是太好了 新生们有怨言 只敢小声口头上反抗 行动上不敢有一丝反抗 新生们又苦又累 训练搞得一塌糊涂 灵动在他们中间 显得格格不入 在认真的训练 他的想法和王志上一样 这是训练的好天气 真正的战场环境 比这个严峻多了 雨下了没多大一会儿便停了 可是新生们的训练残酷程度 却没有因此减少半分 因为衣服早就湿透了 而且全身都是泥 下训时间到 王志上开始考核 众人不负他所望 果然没有达到要求 继续训练 有心生寒苦 中队长 我们实在是饿啊 错过了午饭 会影响下午训练的 王志上点点头 也对 一排排长 你去食堂带饭过来 给他们吃吧 五分钟吃完了 继续训练 第41章 熟悉的地点 熟悉的味道 一排排长 是 众人心中苦兮兮 可是又不敢有任何怨言 一排排长带着人 给他们带来了炸酱面 以及一些其他混材 灵动拿到饭盒 抓起筷子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不顾手上的泥巴 和蹲在泥坑的环境 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 就像喝水呼吸一样简单 再不对 这种情况 都不能算是吃苦 饥饿训练 极限训练 野外生存训练 那才叫折磨人 其他新生 则和他截然相反 都是刚从高中出来的学生 父母的心头肉 平时在家里 大部分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 这一下怎么能受得了 就算是一直干农活的王打虎 都有些受不了 他拿着筷子 一边拌面 一边咧嘴说道 当兵这特娘的 哪里是辛苦 这分明是没苦应找苦吃啊 其他人叫苦声比他大多了 我面里弄上了泥点子 这还怎么吃 从小我就有吃饭之前洗手的习惯 这下心里真不舒服 蹲大泥坑 吃大碗面 这也没有几个人像 咱们这样了 王之上在一旁 听到众人的叫苦声 冷声咳嗽了两声 咳 咳 新生们一个接一个的安静了下来 不敢再抱怨 他们都埋头不语 他们的沉默并没有换来王之上的温和处理 王之上大声反问 这就受不了 上了战场 别说是在泥坑里吃饭了 就算是在粪堆里吃饭 你们也必须咽下去 什么老鼠 虫子 还有蛇之类的 都是优质蛋白 你们都是一群少爷兵 王之上一边训斥 一边扫尸众人 当他看到灵动时 晃到灵动手中的碗 里边的面已经下去一半 他严肃的脸上 展现出来一丝欣慰 灵动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他继续说道 全体都有 跟我来 众人从泥坑里走出来 被王之上安排 用水冲了冲身上的泥 而后被带去了厕所 全都进去给我吃 灵动 是 他话音落下 便坚决地走进厕所 而后开始大口地吃饭 虽然味道和场景不太对 但他依旧机械性地往嘴里送饭 新生们看着厕所的大门 一个个都望而止步 这实在是太强人所难吧 灵动这是怎么狠下心进去的 这尼马 要造成我一辈子的心理阴影了 王打虎在刘一身边小声说道 这地点 这味道 咱们两个挺熟悉的 王之上见众人不为所动 力声训斥 这就怕了 怕了的话 趁早回家 你们别喊苦 别喊累 当兵就出来吃苦来了 训练时吃苦 战场上少挨枪子 战场上的战况 谁也不能预测得到 条件只会比现在更加艰巨 什么连续两天滴水未尽 隐蔽在粪坑里 被蚊虫叮咬 就是家常便饭 这点事情都受不了 等着你们去战场上送人头吗 王之上的训斥非常有效果 王打虎和刘一 直接走进厕所 其他人也跟着陆陆续续走进厕所 在里边大口吃着饭 灵动先他们一步进来 也先他们一步吃完 其他新生看到灵动空晚了 忍不住问到灵动 一开始你就直接进来吃 是怎么突破心理防线的 刘一替他回答了一句 呃 他上次和王打虎在厕所偷吃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灵动笑着摇头 我没想那么多 而且这不算是什么 以后还会有更苦的时候 其实他真正的答案是习惯了 前世的他和这群新生一样 但在部队的训练生活 让他拥有了不同于常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 而且新训期间的这点训练 其实并不算什么 新生们觉得痛苦 一方面是身体上承受不住突如其来的大量训练 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步入部队 心理上适应不过来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灵动现在那里是个老兵 这点训练人意志力的把戏 对他来说就是小儿科 王之上和一排排长 在厕所外观察着里边的情况 王之上忍不住感慨道 这个灵动还真是个神人 你说他各个项目好就算了 有的人天生体质好 有天赋 怎么他心里也这么成熟老练 不得不说 有的人就是天赋一柄 各个方面都优秀 人比人气死人啊 还好 这个能气死人的家伙 在咱们中对 王之上欣慰地看着灵动 眼中满是笑意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 灵动在考核中大放异彩 拿高名次给他争光的场面 辛苦的训练生活一天天过去 一转眼又过去了一周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新生们不断地进行巨枪训练 单杠训练 爬术训练 持枪战术训练等等 他们无论是体能 意志力 还是各个项目的动作标准程度 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灵动在系统的加成下 进步更是明显 这一天 他们正在进行巨枪训练 新生们枪管上方放着一个子弹壳 下方挂着一个水壶 灵动的枪管上 同样放着一个子弹壳 只不过下方的水壶变成了三个 王志尚在队伍的中间来回走动 检查新生的具体训练情况 不一会儿 有人坚持不住 子弹壳掉下来 举着的枪也在上下摇晃 王志尚看了一眼瞄表 时间过去了三分钟 这人还可以 合格了 紧接着 有接连不断的新生 坚持不住了 王志尚发话 今天的训练结果还凑合 坚持不下去了 可以提前下去休息 这下新生们松了一口气 陆陆续续地走出队伍 最后只剩下灵动一个人 灵动这段时间 超负荷训练进步很大 他额头上渗出一层秘密的汗珠 步枪在他手中非常稳 整个人像个雕塑一样 一动不动 其实这个时候 他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 在心里大喊给自己加油鼓劲 再坚持一会儿 再坚持一会儿 今天肯定能突破极限 众人现在都在看着灵动 期待着灵动今天的训练结果 第四十二章 实弹射击来了 终于 灵动坚持不住了 枪支开始有了微微的摇晃 子弹壳从枪管口掉了下来 你今天坚持了十一分五十九秒 比昨天多了将近一分钟 又突破自己的极限了 灵动松了一口气 笑着回答 谢谢中队长的夸奖 我会继续努力的 其他新生纷纷鼓掌 佩服的给灵动竖起大拇指 灵动 你是数这个的 我坚持到四分钟 就感觉胳膊快废了 你是怎么坚持到将近十二分钟的 灵动 看你这架势 咱们射击考核 你要拿低呀 众人的夸赞 并没有让灵动迷失方向 反而很谦虚地说 我这才到哪里 有天赋的人太多了 尤其是射击这一方面 比我厉害的人多了去 灵动这话是发自内心的 前世多年的部队生活 见过很多天赋异禀的人 也见过很多努力训练 最后打破记录的人 更见过很多 一开始便表现优秀 后来泯然众人意的人 他现在的臂力 已经训练得非常厉害 可这只是和新生比 和优秀的特种兵比 还有很大的差距 他还要继续努力 并不会就此沾沾自喜 吴雄在一旁 看着大家围着灵动夸 非常羡慕极度恨 心里默默地放狠话 灵动 你只是巨枪厉害 并不是射击厉害 等射击考核的时候 有你好看的 王志尚吹了两声口哨 喊道 全体集合 新生们快速有序地战队列 整理队伍 王志尚缓缓开口道 今天你们的训练结果还行 马马虎虎 能让人看了 和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明天实弹射击测试 如果测试结果太差 结果你们自己想 新生听到这个消息 立马兴奋了起来 太好了 训练了这么久的巨枪 终于可以上实弹了 我这胳膊肘 在地上磨得实在是不能看了 好在终于练出来了 可以摸针枪真子弹了 妈妈呀 终于解放了 王达虎开心地喊道 我可算是练出来了 他说话间 余光瞟到了灵动 灵动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这让他很是疑惑 灵动 可以上实弹射击了 你不开心吗 灵动非常敷衍地回答了一句 开心 其实他心里毫无波澜 上实弹训练 在前世是家常便饭 对他来说 实在没有开心的必要 王达虎这下更加疑惑了 咱们就要解放了 你怎么不开心 灵动轻笑一声回答道 这是财入门 不是解放 接下来的巨枪训练少不了 如果射击不好的话 会是加倍的巨枪训练 还有围着靶场 低姿扑腹前进 甚至于 连平常的休息时间 都会用来进行射击训练 而且作为过来人 灵动还知道 明天第一次实弹射击 成绩不好的话 后果很严重 王达虎只把灵动的话 听进了耳朵里 没有听进心里 完全没当回事 咧嘴傻笑着说 管他什么入门还是解放 俺现在只知道 明天实弹射击 高兴得不得了 所谓 无知者是最快乐的 新生们现在一个个开心的步行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王志上最后一句话 也没有人会去想 如果测试结果太差 会怎么样 一眨眼 一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三个区九个中队的全体新生 迎来了第一次实弹射击 靶场在学校后边的山上 一共设立了两个靶场 除了军校的学生 社会人员是不允许入内的 靶场很大 足够容纳两千多号人 每个靶场分别有十五个靶位 也就是说 可以同时上三十位学员 现在三个区的新生都已经带到 分别由中队长带队去指定地点 上场顺序为 一区 二区 三区 这样按照编号排序 一区上场的时候 其他两个区的新生在原地训练 新生们昨天得知实弹训练 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现在更是兴奋 大家东往往西看看 你一句我一句 都在期待着自己上场 听着一声声枪响 新生们一个个都像是试了魂一样 忍不住像正在射击的新生所在方向眺望 那种子弹从步枪里射出来的枪声 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他们一个个都等不及了 只有灵动在认真的进行锯枪训练 扎着马步 举着步枪 呈射击状态 射击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排队上场的这会儿功夫 他不想浪费 所以在认真的训练 王志尚看到后 疑惑地走向他 询问道 灵动 你就不期待实弹射击吗 灵动 期待 他心里其实不期待 这样回答 只是为了避免王志尚再揪着问下去 王志尚是个老兵 怎么能看不出灵动口是心非 继续问道 灵动 从心训一开始 我就有留意你 你总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态度 难道就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提起你的兴趣吗 灵动大声回答 有 而且很多 我现在表现很平静 只是认为 无论期待不期待 上场的时间都不会变 不如利用这碎片时间训练 王志尚听到这个回答 满意大笑了出来 好 你有这种想法非常好 当兵的 就要有你这种定理 不能发生点小事 就杂杂呼呼 他说完之后 吹了一声口哨 都在出神眺望着的心声 立马恢复一开始的巨枪姿势 而后王志尚冲第九中 对所有人说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百米固定把射击一共十发子弹 之后进行十五米的手枪射击 合格和良好 是什么标准 你们心里清楚 还记得我昨天说的话吗 如果这次考核成绩很差劲 后果你们看着办 我的手段 你们是知道的 新生们并没有之前那样 在心里叫苦哀嚎 因为他们的思绪 还都在射击场上 一个小时后 轮到他们三区上场 新生们的心情又激动了几分 由于灵动他们是第九中队 所以是最后一个上场的 第43章 其他区有人拿满环 所有人先进行步枪射击 然后再进行手枪射击 这个星期来 他们在进行巨枪训练的同时 也有同步进行手枪训练 只不过 手枪射击简单 他们训练的时间非常少 轮到第九中队上场了 王打虎来到灵动耳边小声说道 灵动 加油 我看好你啊 灵动点头 回答 你也加油 我看好你 王打虎 你要拿个第一回来 给咱们第九中队争光 灵动轻笑一声 我也想这样 可是部队藏纹卧虎的人非常多 我这算哪根葱 而且实弹射击和想象中的差别很大 不是具枪具的好就行 希望我别拿得倒数回来 刘易开玩笑地骂着灵动 灵动 你真是够了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 我只会一点点 学过一点点 有过了解 结果呢 一出手比谁都掉 你再这样过分谦虚法尔赛 你小心我们这群菜鸟围殴你 三班的人 这个时候小声地吵闹 李星听到后 冷声训斥 保持安静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连累了我 有你好受的 李星才训斥完 学校过来视察的领导便走了过来 一年级教导主任 陈伟笑呵呵地走过来 王之上立马敬礼 陈主任好 陈伟和蔼地笑着 你好 我代表校方过来视察一下实弹射击情况 不得不说 这一批学生真是藏龙卧虎啊 刚才一区竟然有一个拿满环 二区有三个九十九环的 听到这句话的众人 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竟然有人拿满环 这人肯定不是新生 不对 是肯定不是第一次射击 紧接着 陈伟主任的话给了他们答案 拿九十九环的几个新生 都是提前在国外实弹训练过 拿满环的那个学生 不仅在国外训练过 还有哥哥是国家射击队的人 他那个哥哥在全运会上拿过冠军 他们家天生有射击的天赋 这小子现在已经预定了三等功 他们中队长现在在那里很夸他 军校的第一次实弹射击 如果拿到满环 可以额外拿到一个三等功 这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规定 只不过拿到满环的人很少 所以动员大会的时候 陈主任并没有提 听到这几句话的新生 一个个都极其震惊和羡慕 他们也想拿三等功 吴雄脸上一脸的失望 看来这次 他没有机会拿第一了 强中自有强中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下意识地看了灵动一眼 自己拿不到这次考核第一 灵动也别想拿到 那几个特别优秀的都提前练过 而且家庭情况特殊 吴雄认输 可是对于灵动来说 他一直都是看不上的态度 一个报道拿着尿素袋子装行李的穷光弹 凭什么样样都比他好 接下来的射击 他要拿第九中队的第一 他要在中队里出风头 他要盖过灵动的光芒 很快 轮到三班上场了 王打虎抓着枪的手 出了很多汗 他在灵动身边 低声询问 灵动 俺现在特别紧张 该怎么办 灵动回道 别紧张 你不是最差的那个 至于第一名 咱们也别想了 所以没事 能拿多少分算多少分 王打虎 如果俺拿到了零分呢 灵动 那说明你进步空间很大 下次考核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大进步 到时候 中队长不得给你夹鸡腿啊 经过他这么一劝说 王打虎瞬间高兴了起来 对哦 是这个道理 其他新生也都很紧张 小声的说着 期待了一整天 现在要上场了 我反而希望能推迟一些 我现在手心一直紧张的出汗 这下肯定倒不好了 到时候 王老黑不得练死我了 我是最棒的 我一定可以 我不紧张 我肯定不是最差劲的 不紧张 不紧张 灵动听到其他同学的话 提高一些音调说道 没事 就算咱们一起拿灵蛋 中队长也就多练练咱们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不是没被练过 就算拿灵蛋 中队长也没办法 把咱们踢出学校不是 他这种摆烂式的劝说 非常有效果 同班的新生 现在情绪状态好多了 王之上在一旁听了 忍不住嘴角勾起 笑了出来 这个灵动还真有他的 这家伙在高中的时候 一定是班长之类的班干部 这领导能力够可以的 紧接着 灵动又说道 大家现在紧张也是好事 紧张可以让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反而有助于射击 这话 让三班的其他新生 情绪又松缓了一些 让他们瞬间信心满满 第一次觉得 临上场紧张的状态 还挺不错的 在一旁视察的陈主任 也听到了灵动的话 微微侧头 和王志上说道 我没记错的话 这人应该就是 拿一等功的那个灵动吧 王志上 是 就是他 陈主任 刚才这个新生说的这几句话 还挺有道理 心态也不错 挺好 挺优秀 王志上 是啊 他非常的优秀 三班的新生 已经都在射击点趴下 李星和秦浩两位班长也在 班长也要参与射击 到时候 中队会根据一个班的平均成绩 来评比班级的整体射击水平 随着信号枪响起 三班和二班那几个一起上场的人 纷纷扣动班级 开始射击 一道道枪声 抓住了站在他们身后三米处的 其他新生的新闲 他们在期待已经上场人的成绩 也在为接下来上场的自己紧张 秦浩连射了两枪后 冲他身边的人大喊 别紧张 射击很简单的 大家都别紧张 好好弄 这声音 让正在射击的灵动听到 忍不住摇头 秦浩第一次当班长 没有什么经验 不知道现在他越说别紧张 大家越紧张 本事好心 却做了错事 灵动集中注意力 准备再次射击 有阴眼技能的辅助 他的左眼中出现了系统的蓝色版面 上边有风的方向 风力 湿度 枪支的偏差 射击目标的距离 和确切位置等等 第44章 上场 在阴眼技能的辅助下 百米处的把位 就像是在五米之内一样清晰 灵动心中暗自道 没想到初级阴眼技能就这么掉 打高级阴眼技能得有多厉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 傻子都能拿满环 碰 碰 灵动连射几枪 在打最后一枪的时候 灵动停顿了一下 他瞄准了把纸上的一个弹孔 然后扣动扳机 碰 最后一枚子弹从枪管中射出 滑破空气中的种种阻力 准确击中刚才瞄准的那个弹孔 并且位置偏了一点点 依旧是一个弹孔 但能看出两颗子弹穿过的痕迹 刚才一区有心声打出满环 灵动想要拿第一名 获得三等弓 必须得用这样的方式拿满环 其实在一百米的范围 有阴眼技能的辅助 灵动可以做到十颗子弹 都从同一个弹孔中穿过 他不这么做 只不过是不想在统计结果的时候出错罢了 毕竟这么简单的考核 肯定不会用激光测试仪 使人工去把纸上统计 弹孔太少 统计结果的时候会有争议 灵动射击完毕后 站起来打报告 报告 紧接着 李星和秦浩两位班长 也射击完毕站了起来 他们两个是老学员 这种一百米的近距离步枪射击 根本没有难度 拿满环也是常有的事 在统计结果的时候 他们的分数 只会加入班级的平均分 不会和新生单人比分 毕竟 这是新生第一次示范射击 那样也太欺负人了 王志尚在一旁观望 虽然他早就习惯灵动的惊人表现 可这次依旧有被震惊到灵动的瞄准姿势 以及他在连射间隙中 因步枪后作力的影响 而下意识进行细微调整的动作 都让他看到了老兵的影子 灵动的动作标准 但又不是那么的死板教条 有属于他的独特风格 他还没有经过实弹射击训练 怎么会这些 难不成这也是天赋 从娘胎里生下来就会 不管灵动最后射击成绩如何 王志尚已经在他心里平定 灵动的射击为优 无雄站在灵动身后三米处 刚才灵动一上场 他就紧盯着灵动看 在他看来 灵动一个新手 竟然几颗子弹连射 而且中间隔时间太短 根本来不及瞄准 所以灵动肯定子弹打得不准 看来灵动也就空有个假把式 对射击一窍不通 这次中队第一名肯定是自己的 灵动所在的这一组新生 陆陆续续站起来 射击完毕后 他们退下来 下一组上场 无雄在上场的时候 眼神中尽是得意 他以为这次中队第一 他是手拿把掐的事 终于要轮到他出风头了 从射击位下来的三班新生 松了一口气 王打虎拉着灵动开心地说 灵动 俺刚才打第一枪的时候 枪拖框一下就对到俺肩膀上了 还好俺力气大稳住了 还真就让你说对了 射击的时候 后座力竟然这么大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当然是灵动亲身经历 得出来的结论 只不过他不能这么回答 他倾笑一声 回答道 中队长说的 刘逸在一旁开心地搓手 刚才第一发子弹打出去的时候 听到那个枪声 我脑门瞬间冲血了 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真的太爽了 好男儿就是应该保家卫国 这一个礼拜的训练 没有白费 灵动 打枪的时候 你有那种主宰万物的感觉吗 就是那种 嗯 你明白吗 灵动调侃道 我不明白就是那种 嗯 的感觉 刘逸期待地看着灵动 我现在激动地 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就别笑我了 给我说说 你有什么感觉 说实在的 灵动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上辈子 早就习惯实弹射击了 他认真的回忆着 前世第一次实弹射击的感觉 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敷衍了一句 我感觉很开心 刘逸 你这家伙 也太敷衍人了吧 步枪射击完毕后 是15米的手枪射击 同样是10发子弹 灵动的每一颗子弹 都命中靶心 在打最后一枪的时候 和刚才一样 两颗子弹 从同一个弹孔中穿过 并且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 避免统计结果的时候出错 全体射击测试完毕 王志尚带队去大部队那里集合 等待接下来一年纪 教导主任宣布结果 靶场周围 有一群高年纪的学员 在围着看热闹 几个学校俱乐部的部长 也聚集在那里 他们这些人没课 也没有训练 聚在这里看热闹的同时 也在为自己的俱乐部物色人才 射击俱乐部部长段嘉许 和几个部长开心的说 我听说这次射击 有一个新生拿满还 看来我们俱乐部 又要天人才了 去年几个军校 一起搞的联合军事大赛 咱们学校的射击成绩 并不怎么好 希望这次能吸那几个人才吧 特战俱乐部的部长调侃道 你看上了拿满分的新生 人家新生 不一定能看上你们俱乐部 说不准 人家想要加入我们特战俱乐部呢 毕竟我们这里各项训练 都有独特的有效的训练方式 几位部长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笑 暗中在打压对方 只有跆拳道俱乐部副部长刘伟 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站着 眺望着新生队伍 不知道上次他遇到的那个 单杠很厉害的新生成绩怎么样 自从上次错过后 就一直没有再遇到过 所以他来这里碰碰运气 他心里有种感觉 那个新生肯定是个尖子生 他怕这么好的苗子 被其他俱乐部的人抢走 王之上把队伍带到指定地点 一排排长把成绩拿回来给了他 他拿到成绩的第一眼 就是去找灵动 他看到灵动的成绩为90环 心里稍微有些失落 灵动一直都是最强的那个 王之上下意识地认为 他应该拿到95环以上 虽然没有他预期的那样好 不过这个成绩也不错 毕竟第一次 灵动一个穷人家出身的娃娃 不能和暑假提前去国外练过的人比 新生们看到王之上手中拿着的成绩单 一个个望眼欲穿 成绩只有90环 吴雄是最急切的那个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确认自己中队第一的成绩 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众人崇拜的目光 所以主动站出来大声喊道 报告 王之上抬头看了他一眼 开口道 说 吴雄 中队长 你现在可以宣布一下成绩吗 王之上点点头 看向一排排长 你来给他们宣读成绩吧 一排排长站出来 是 他双手接过成绩单 开始宣读成绩 一班 赵武 77环 陆涛 60环 二班 郭飞 90环 成绩不错 三班 王打虎 87环 王打虎听到这个成绩 瞬间松了一口气 开心地说 还好还好 合格了 刘逸 92环 刘逸听到自己的成绩 得意地笑了出来 没想到第一次就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我这也算是有天赋吧 其他新生听到这个成绩 纷纷向他投去赞许的目光灵动 90环 灵动听到这个成绩 无奈地笑了一下 他为了避免统计成绩出错 专门让弹孔明显地可以看出 是穿过了两颗子弹 结果 还是给他统计错成绩了 三班的人都不约而同 诧异地看向灵动 眼神中充满各种难以置信 他们是和灵动 接触最频繁的人 灵动训练中展现出来的实力 有多厉害 他们是最了解的那个 上场前 灵动还在私下里 交给他们设计的诀窍 以及缓解他们紧张的情绪 在他们心目中 就算灵动不拿满环 最起码也应该拿到95环以上 刘逸都能拿到92环 他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比刘逸差劲 王达虎脸上表情很是纠结 他想问问灵动 为什么发挥失常了 试着张了张嘴 没能说出一句话 他怕这让灵动脸上更加难堪 其他新生对于灵动的成绩 也很吃惊 灵动才拿到90环 虽然说这个成绩真心挺不错的 可放在灵动身上 我怎么觉得很差劲 从一开始遇到灵动 他就是世事最好的那个 这次他没拿到第一 我还真有些不适应 看来战列队 整理内务 巨枪这种小事情搞得好 不一定就是尖子生 以前我都把灵动当成了我的标杆 他做什么我做什么 看来以后 我得调整一下学习榜样了 刘逸听到这些话 第一个不高兴 回怼道 你们快拉倒吧 先有一项比过灵动再说吧 对于众人质疑的目光 以及各种不解 灵动依旧是一脸的平静 仿佛被大家盯着看的那个不是他 一点不是的窘迫都没有 毕竟灵动知道自己真正的实力是怎样的 而且他那里是个思想成熟的老兵 不会像新生一样沉不住气 更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急红眼的去证明自己 王之上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况 怕灵动的训练积极性因此受到打击 冷声训斥都在叽叽喳喳的吵什么 你们是有谁是拿满环了 还是拿第一了 这下新生们都安静了下来 王之上带着一丝关切的看向灵动 看到灵动依旧是往常平静的模样 并没有因为几句话变得局促 或者气急败坏 很是沉稳 他心中对灵动的印象又好了许多 一排排长还在宣读成绩 很快便轮到了四班 四班 吴雄 97环 听到这个成绩 除了灵动之外的新生 都惊讶地看向了吴雄 班里表现最出色的 灵动只拿到了90环 而吴雄却拿到了97环 不出意外的话 吴雄就是九中队第一 甚至有可能是整个三区最好的成绩 吴雄竟然能打到97环 虽然他这人平时挺爱吹牛看不起人 但不得不说射击成绩是真的好 王打虎砸巴着嘴 一丝不满地说道 吴雄确实有两把刷子 吴雄满脸堆着笑容 鼻孔朝天高傲地说 也没有多好了 我这次发挥失常 没有拿到满环 真是遗憾 他说着看向了灵动 灵动巨枪那么厉害 我一直以为他会是第一 没想到我竟然成了第一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言外之意 你灵动拆卸枪支和巨枪再厉害 又能怎么样 还不都是假把事 真到上场射击的时候就不行了 吴雄故意把灵动搬出来贬低 以此来抬高自己 虽然话没有很难听 可那种小人般的行径 却让三般的人听了恶心 刘易则是翻了一个白眼 这下 这东西更要狗眼看人低了 王打虎低声撇嘴道 才拿97环就瞎得瑟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拿到满环了 灵动听到刘易和王打虎的话 知道他们两个 这是在替自己嫌吴雄恶心 吴雄本事没有多大 还爱处处出风头 总是和灵动暗中较量 放大话 他们两个作为灵动的好战友 很难不嫌吴雄恶心 灵动忍不住嘴角勾起 再笑他的两个好战友 他们还真是小孩子星星 同时也在笑吴雄 无论他成绩有多好 他这么一句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话 直接拉低了他自身的形象 灵动想要打击一个人 从来不会争一时口舌之快 只会用真正的实力碾压他 吴雄现在越得意 等会自己真正的成绩出来 吴雄脸上就越难看 一排排长宣读完成绩 新生们都在小声地议论 他们讨论自己的成绩 讨论吴雄 讨论灵动 还讨论一区那个拿满环的人 王志上重重咳嗽了两声 咳 咳 新生们瞬间安静了下来 他缓缓开口道 刚才我了解了其他中队的成绩 咱们的成绩虽然不怎么样 但还好 不是垫底的 所以说 下去以后 全体的操练就没有了 不过没有合格的那几个人 你们以后每天中午都别睡觉 给我训练 他话音落下 当即有一个声音从队伍里传来 报告 王志上顺着声音看过去 是灵动喊的 他正了一下 问道 怎么了 第四十六章 九十环 不 我是满环 灵动 中队长 我的成绩有问题 王志上思考了片刻 想不出有什么问题 疑惑地问道 那里出问题了 灵动 我的成绩应该是满环 刷 他此话一出 九中队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了他 脸上满是诧异 满环可不是说拿就能拿得到 而且这是把好工作人员抱上来的 基本不会有错误 把好工作人员都不认识灵动 和他无冤无仇 更不会故意给他上报错成绩 灵动搞这么一出 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无雄听到这话 不屑地冷笑一声 低声道输就是输了 非这样不认成绩 也不怕被人笑话 第一又不是汗死 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当回第三第四能死啊 我当回第一能气死你不成 自从心训开始的这二十天来 无雄这种眼睛长在头顶人 处处想要出风头 可是却处处被灵动压一头 现在好不容易抓住自己压灵动一头的机会 所以话里话外在冷嘲热讽 他是那种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以为灵动也是那种人 灵动对于无雄这种小人行径 没有搭理 刘易反而第一个坐不住了 灵动说成绩有问题 那就一定有问题 你又不是那个被打的把指 你怎么知道没问题 无雄背对 彻底被气到了 你 刘易 快闭嘴吧 灵动和中队长在谈话 你插什么嘴 什么素质 无雄皱着眉头 愤怒地瞪着眼睛 脸色难看得像是吃了苍蝇一样 他想回骂 可是刘易这话 根本没有给他反对的机会 王志尚听到这话 疑惑了片刻 看着灵动问道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意义 灵动大声回答 我打出的是满环 其中有一栋两枪 工作人员统计错成绩了 他此话一出 所有人当场哗然 这怎么可能 虽然一百米的步枪射击不难 可灵动是第一次接触实弹射击 怎么可能一栋两枪 就算是老学员 也是很难做到 灵动怎么敢说出这种大话 他一直都是中队最优秀的那个 对九十环的成绩不满 众人也是理解的 可说出这样的话 众人很难理解 因为一栋两枪的成绩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更何况 灵动还是第一次接触实弹射击 众人心中 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那就是不可能 灵动见王志尚没有说话 知道他不相信自己的话 他再次大声开口道 中队长 我对自己的成绩有信心 我请求 您向工作人员反应 重新检查一下靶指 王志尚看着灵动在犹豫着 灵动这人他了解 不是那种 说大话沉不住气的人 可一栋两枪对于他来说 也太匪夷所思了 灵动再怎么沉稳 也是个年轻人 有时候心里 对自己实力的认知 有夸大也是在所难免的 王志尚心中这样想着 缓缓开口道 灵动 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可你要相信工作人员 他们不会这么马虎的 你这次九十环的成绩很不错 再接再厉 多训练几次 我相信 你拿满环是没有问题的 王志尚难得有温和说话 鼓励人的时候 他这是怕灵动内心打击太大 可是他真的拿到满环了 虽然这很难让人相信 但事实如此 灵动继续坚持着自己的提议 钟队长 我的成绩一定是满环 我发誓 王志尚本想给灵动台阶下 没想到灵动顺着台阶往上杠 他这下改变了态度 灵动 不要胡说 一动两枪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你知道咱们的把纸 由特殊材质制成的吗 你知道把纸上的弹孔有多小吗 没有观测仪器的辅助 一百米的距离 肉眼是绝对看不到弹孔的 把纸由特殊材质制成 以便子弹穿过后 形成圆滑的孔洞 不让把纸破解 避免影响接下来的射击 所以灵动现在这样坚持 自己是一动两枪 在别人看来这是胡闹 九中队的其他人 也觉得灵动这是疯了 灵动不会是接受不了 自己不是第一 精神出问题了吧 就算灵动运气爆表 是一动两枪 可他又没有去看把纸 一百米的距离 也根本看不到把纸的情况 他怎么敢这样确定 吴雄这个时候 故意大声地冷哼 耻笑道 虎脚蛮缠 还真以为自己平时 被中队长多夸两句 就能在九中队 无法无天了 一向热衷于维护灵动的 刘毅和王达虎 这一下也开始犯难 灵动无论说什么 他们两个是愿意相信的 可是现在这情况 实在是没法性啊 王达虎小声冲灵动说道 灵动 别再说了 这次就算是统计错成绩 你也吃一个哑巴亏算了 下次再拿第一 也是一样的 这怎么能一样 如果算了 三等功就要 被疫区的人拿走了 失误就抹杀掉我的成绩 我只想要得到 自己真正的成绩 紧接着 他看向王志上 非常严肃认真的说 中队长 我的性子你是了解的 我一直都是很谦虚的人 从来没有说过大话 既然我说出来了 那就是 我一定做到了 况且 这是属于咱们九中队 属于咱们三区共同的荣誉 咱们不能懈怠 灵动直接把话给说死了 现在搞到王志上 如果不去重新看把纸 就显得他不注重集体荣誉一样 王志上妥协了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行 我就亲自去看看把纸 他说完便转身离开 九中队的心声 开始对灵动议论纷纷 议论的声音很多 无外乎就是一点 灵动疯了 刘一看到 其他人说灵动不好 皇帝不急太见急 直接大声对了回去 结果还没出来 瞎几把说什么 我相信灵动 相信他说的话 相信他的人品 王打虎 我也相信 即使他们两个心里 不相信灵动的话 可是为了力挺好兄弟 那也得硬着头皮说相信 乌雄不懈地耻笑 相信灵动的人品 他有个屁的人品 如果他能移动两枪 我就吃屎 不仅我吃屎 我们四班所有人都去吃屎 第47章 灵动果真是满环 乌雄之所以敢肯定地说那种吃屎的话 是因为他打心底地认为 灵动不可能移动两枪 不仅是他这么认为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很可惜 灵动开挂了 他这回真的得吃屎了 新生们在吵吵闹闹 一排排长冷声训斥 保持安静 谁在说话 小心我踹死他 新生们瞬间闭嘴 过了一会儿 灵动没有等到王志尚过来 等来了教导主任陈主任的讲话 他拿着话筒 在三个区的大队伍前发表讲话 是上次动员大会讲话的精简版 先是客套的官方话 而后表扬新生 用自己的精力来鼓励新生 最后才是宣布成绩的环节 陈主任在队伍的大前方大说特说 王志尚这个时候拿着把纸回来了 他一脸的不悦 直接朝灵动走过去 灵动一看王志尚的表情 便知道他也没有细看把纸 果然 王志尚将两张把纸丢向灵动 而后冷声说道 自己看 你就是九十环 有一枪拖把了 无雄脸上露出小人得知的笑容 灵动让你刚才硬要重新查看成绩 现在搞得中队长看你不顺眼 真是活该 他眼中尽是得意 仿佛已经看到日后王志尚不再搭理灵动 一直把他放在嘴边夸的场景 三班的人手心都替灵动捏了一把汗 他们非常不理解 灵动搞这么一出是想要做什么 灵动接过把纸 找到那个穿过两枚子弹的弹孔 这个弹孔比其他的都大 是两个圆环互相交叠的形状 王志尚不以为意 结果把纸一看 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为了震惊 真的有一个弹孔和灵动说的一样 灵动真的做到了一栋两枪 这怎么可能啊 王志尚看看把纸 再看看灵动 而后再去把纸上确认 他又揉了下眼睛重新看 刚才没有看错 灵动真的做到了一栋两枪 虽然王志尚见过大风大浪 可这着实让他震惊不已 最让他震惊的是 灵动刚才敢那么确定 他打了一栋两枪 王志尚惊奇地看着灵动 呆呆地开口道 没想到 你真的做到了一栋两枪 众人 什么 有没有搞错 灵动竟然真的做到了一栋两枪 他们刚才觉得灵动疯了 现在觉得自己要疯了 灵动从来没有接触过实弹射击 他怎么可能做到一栋两枪 三班的人皆是开心 四班的人除了震惊 便是冷脸 刚才无熊说大话 可是连带他们 如果灵动真的做到了一栋两枪 他们四班就得集体去吃食 无熊震惊地盯着把指 瞪得眼珠子快要掉出来了 整个人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刚才有多高傲的讽刺灵动 现在脸被打得就有多疼 问题是 刚才特马的自己竟然说出了 如果灵动一动两枪 自己就去吃食这下可好了 真的得去吃了 其他新生同样很震惊地盯着灵动 灵动这人真够变态的 竟然能一动两枪 王志尚疑惑地问 灵动 就算是狙击手 都不敢百分之百地 确定自己一动两枪 你一个第一次接触 实弹射击的人 怎么敢那么确定 自己做到了 这一下可问住灵动了 他总不能实话实说吧 他大脑快速飞转 这个回答是真的很难应付 我懵得 众人 你是把我们当成傻子了吗 谁懵结果的时候 敢那样硬气地说话 这个理由并不能说服王志尚 他对于这件事 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他也没有继续追问 因为他还要赶紧去找陈主任 说一下这个结果 不然三驱到手的荣誉 真的要飞了 陈主任正在大队伍前方 不停地夸着 义区拿满环的那位新生 我要在这里 特地表扬一位同学 义区二中队的元昊同学 在这场考核中 拿到了满环的成绩 新生第一次实弹射击考核 就拿满环 而且是步枪手枪双满环 这是很少见的事情 学校有规定 这种成绩 是可以授予个人三等功的 动员大会上没有说 是因为这是太少见了 我下意识地以为不可能发生 在这里 我向大家道歉 这个结果一宣布 三个去的新生都非常震惊 队伍中出现了一阵骚动 竟然有人拿双满环 动员大会上出现了一个一等功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三等功 拿三等功的这个 灵动我听说过 人家在国外训练过 而且亲哥哥拿过全运会冠军 有条件 还有天赋 是咱们不能比的 说实话 这个三等功 可比之前那个一等功 更有含金量 之前救人的一等功 是有运气在这里边的 现在这个三等功 可是完全靠实力拿到的 众多新生 不知道灵动当初救人的具体情况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围在靶场外围的高年级学生 听到后 同样很是震惊 而且非常羡慕 这里竟然还可以拿三等功 早知道的话 我肯定提前去练射击 在去年的新训上 拿个三等功 这新生 怕是已经被种子俱乐部 注意到了吧 这新生有实力 也有运气 射击俱乐部部长 段嘉许开心的说 一区二中队的灵动 我记住他的名字了 跆拳道俱乐部的副部长 刘伟这个时候 在他旁边轻声开口道 你看上的尖子声 说不定其他俱乐部也看上了 段嘉许看向刘伟 疑惑地问 你这什么意思 要抢人吗 我们跆拳道俱乐部 和你抢什么人 刘伟说着 开始压低声音 我是想要和你合作 你去找袁浩抛橄榄枝的时候 我在你旁边一唱一和 给你们说好话 你抢到人的可能性 岂不是更大 段嘉许这下更疑惑了 你是个无力不起早的人 这是想做什么 你女朋友不是宣传部的吗 到时候新生欢迎大会 他们回去慰问新生 让他带我一起去 我看上了一个好苗子 去找一下 刘伟微微一笑 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贵族公子一样 可是谁又能想到 其实他是个非常暴力的家伙 而且是学校里 为数不多的几个跆拳道黑带中 最能打的那一个 第48章 三等功道手 段嘉许点点头 好 成交 今天中午 你就和我去找这个袁浩 刘伟 成交 陈主任还在滔滔不绝地夸着袁浩 王志尚拿着两张把纸 一路小跑来到他身前 停下敬礼 而后大声喊道 报告 刚才新生成绩统计出错 第一名不是一区二中队的袁浩 是三区九中队的灵动同学 站在队伍前面的新生 听到王志尚的话 一个个都非常惊奇 袁浩都拿满还了 怎么可能有人的成绩比他还好 难不成把把子打飞了 在后边的新生 由于离得远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还在继续议论拿满还的袁浩 陈主任面对突然起来的事情 愣了一下 缓缓问道 你这是怎么个说法 王志尚大声回答 陈主任 你看这两张靶纸上 有一个弹孔中穿过了两颗子弹 痕迹不太明显 但还是可以看出来 陈主任听到这话 惊奇地接过靶纸来看 他心中对王志尚的话 有些不敢相信 当他看到靶纸上 真的有王志尚说的那个弹孔 而后又连忙去检查另外一张靶纸 竟然真的有新生 做到了一栋两枪 陈主任先是愣了片刻 紧接着仰天长笑 没想到新生里边 竟然还有这种人才 咱们这一届真是人才积极啊 有一个新生未入学 就拿一等弓 现在又出现了神枪手 他说着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等等 你刚才说 拿到一栋两枪的新生 叫灵动 和拿一等弓的灵动 是同一个人吗 王志尚兴奋地回答 是 陈主任这下更加震惊了 脸上笑意满满 直夸 人才啊 我手下竟然来了这么一个尖子声 以后肯定大有一番作为 当得知灵动的成绩后 陈主任很是开心 不停地夸着 还是王志尚提醒他 陈主任 这成绩 对了 只顾着高兴了 忘记宣布成绩了 他立马举起话筒 面向全体新生继续讲话 刚才出了一点小意外 工作人员统计结果的时候有失误 咱们的新学员中 有一个人做到了一栋两枪 工作人员没细看 以为是九十环 众人 一栋两枪 这是哪位神人的成绩 袁浩是最震惊的那个 他在同龄人中 是枪法最好的那个 结果现在有人枪法比他还要好 而且到手的三等弓 他已经过了 现在只有开心 他们九中队又拿军功了 虽然是个人军功 但他们脸上依然有光 一排排长带头兴奋的鼓掌 紧接着九中队所有人都开始鼓掌 并且看着灵动 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夸赞之词 灵动 你依旧是我大哥 依旧是我的榜样 以后训练的时候 你怎么做 我就跟着怎么做 灵动 你太厉害 我们刚才不相信你的话 结果蠢货是我们自己 灵动 你特娘的不是人 这成绩不是人可以拿到的 吴雄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不仅不鼓掌 脸色难看得要死 在九中队的队伍里 显得特别突兀 大家伙的目光都是看向灵动的 可是他心里觉得 很多人的目光是看向他的 再看他的笑话 吴雄在心中大喊 不许看我 你们特娘的都还不如我 有什么资格笑话我 其实 这完全是他想多了 因为大家都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理会他 九中队的人在鼓掌 其他中队的人看到 也跟着一起鼓掌 紧接着 陈主任又说道 这位拿到一动两枪成绩的新生就是 三驱九中队的灵动同学 就是动员大会上拿到一等功的灵动 众人听到这话 更加震惊 灵动这人真是神了 竟然一直能拿军功 灵动的运气真好 我要有人家一半的运气就好了 快拉倒吧 你有运气也不顶用 你有那个一动两枪的能力吗 你有一个人 救出几十个小孩子的能力吗 灵动不停拿军功 不是运气好 是人家有这个实力 靶场外围的高年级学员 听到这个消息 同样很是震惊 都在议论纷纷 段嘉许很是欣喜地说 没想到 还有一个枪法更厉害的 这个人我一定要抢到 刘伟笑着反问 那袁浩你就不要了吗 不 我全都要 段嘉许开心地笑着 一把搂住刘伟的肩膀 刘伟 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新生 招进我们俱乐部 如果这个事情 你帮我弄成了 我就让我女朋友 给你介绍对象 刘伟笑着回答 好 我尽力 段嘉许 什么叫尽力啊 你有个三寸不烂之蛇 刘伟笑笑没说话 他觉得这话很幼稚 段嘉许强行替他同意 这事咱们就这么定了 刘伟同样是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万万没想到 中午他就后悔了 真应该这个时候 拒绝段嘉许的 陈主任又讲了几句话 大体内容是夸灵动 然后又说了句 没想到新生中有人拿满环 所以没有准备军功章 等军功章和正书做好了 再专门给灵动送去 然后便是各个中队带队回去 从靶场上回来后 新生们继续训练 训练休息的间隙 三班的人都在围着灵动夸 四班的人则是都冷着脸 刚才吴雄可是替他们承诺下 要吃屎的 他们怎么能开心的起来 没有对吴雄冷嘲热讽 已经算是仁慈了 吴雄离自己的班级远远的 他实在是没脸见他们般的人 因为灵动拿了三等功 王志尚很高兴 所以安排食堂给他们加餐 这又是在变相打吴雄的脸 让他心里觉得自己更难看了 中午回到宿舍休息 灵动和刘逸一起相跟着去厕所 正好遇到上厕所的吴雄 灵动冲他笑了一下 用礼貌的语气打招呼 吴雄 这么讲信用 这就过来吃来了 第49章 头弹训练 来厕所还能吃什么 灵动这是故意让吴雄难堪 毕竟上午是他自己说的要吃屎 吴雄脸立马绿了起来 脸色像是真的吃了屎一样 灵动的笑容 看起来是客套礼貌的微笑 但吴雄知道这是在笑话的 紧接着 有两个四班的人也从厕所隔间出来 刘逸大笑着说 哟 你们哥几个一起相跟着来吃来了 你们四班的人就是讲信用 说到做到 哈哈 四班的两个人 脸色立马也变得难看起来 可他们又没办法反击 谁让吴雄说四班的时候 他们没有反驳呢 在灵动和刘逸这里受了气 没办法还手 他们只好回宿舍对吴雄冷嘲热讽 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了 灵动和刘逸前脚回到宿舍 有两个人后脚便跟着进来 这两个人就是段嘉许和刘伟 他们是专门来找灵动的 刘伟一眼便认出灵动 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那个 单杠很厉害的新生 他嘴角忍不住偷偷勾起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高兴了一下 他又担心了起来 心中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神枪手灵动 该不会就是那个 单杠很厉害的新生吧 李星和秦浩看到有外人进来 站起来迎了过去 段嘉许冲李星客套的说 学长好 李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 他和段嘉许是认识的 也知道段嘉许现在是部长 更知道段嘉许现在过来 是为了什么 李星打句道 今天把场的事情 你这么快就听说了 段嘉许 是啊 所以我今天中午 就迫不及待的过来了 我专门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刘伟便插话道 班长你好 我们两个今天是过来 慰问看望新生的 听说你们班有个 叫灵动的同学 刚开学就拿到一个一等功 所以我们两个专门过来 代表学校俱乐部慰问一下 李星点头 灵动确实在我们班 这就是 他说着 顺手指了一下灵动 刘伟心中的想法被验证了 灵动果然就是自己看上的那个人 可不能让段嘉许抢走了 他走向灵动 冲他敬礼 同学你好 灵动回了一个敬礼 学长好 刘伟 灵动同学 你的英勇表现我有听说 非常佩服你的 他夸了一通灵动 然后不给段嘉许说话的机会 直接说 好了 我们两个就先走了 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下午的训练 大家要努力 再见 段嘉许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刘伟推出了宿舍 这两人的行为 看得三班的人一头雾水 王打虎挠头 疑惑地说 他们这事在搞什么 灵动直接上床睡觉 这个刘伟他有印象 好像是跆拳道俱乐部的副部长 刘伟刚才的行为 灵动心中很清楚 一定是没想到自己就是灵动 他想要让自己进跆拳道俱乐部 所以把射击俱乐部的段嘉许给推走了 段嘉许在回宿舍的路上 纳闷地问 刘伟 你还记得你答应我什么了吗 刚才你是在做什么 刘伟笑笑 咱们回宿舍楼再说 他们两个回到宿舍楼 段嘉许站在楼下 问道 现在到了 你可以说了吧 刘伟微微一笑 轻声喊了两句 汪汪汪 他喊完直接快步离开 刘段嘉许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段嘉许皱着眉头 喃喃自语道 刘伟这是在狗叫什么 紧接着 他想到原因 上午他有说过 如果刘伟不帮自己 把灵动招到射击俱乐部 刘伟看上的人 段嘉许直接开始大骂 刘伟这个狗日的 本以为是个帮手 没想到找来了一个对手 辛苦的训练生活 一天又一天过去 新生们学的项目 也在一项又一项的增加 今天 他们学习的是 头弹训练 王之上站在九中队 队伍前方 双手背后 成胯立战姿 你们最近进步挺大 我还算是满意 今年带你们来到一个 新的训练场地 我想你们知道 接下来要进行 新的训练项目了吧 你们看这场地 感觉会是什么项目 新生们一起 扯着嗓子回答 各说各的 答案大同小意 丢手雷 扔手榴弹 丢炸弹 王之上 停 你们这回答 真是让我无话可说 什么都出来了 我问的是训练项目 能不能叫的正规一点 灵动大声回答道 是头弹训练 王之上听到灵动的回答 脸色缓和了许多 开始讲解道 灵动说对了 今天我们进行头弹训练 可能有些同学会奇怪 现在科技发达的 现代化战争中 为什么还要继续保留投弹训练 毕竟单兵武器 已经有了更先进的枪榴弹 火箭筒 单兵云炸弹 这三种武器 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 都远远超过手雷 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 手雷不仅没有被部队淘汰 而且还在继续研究 研究出了更先进的型号 为什么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手雷这种杀伤力小 而且投射麻烦的装备 还没有被淘汰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新生们开始踊跃地回答 因为它便宜 可以大规模地给所有士兵装备 王之上点头 这算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因为它杀伤力小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可以选择性地摧毁小目标 而不引起过多的敌人注意 王之上再次点头 这也算是一个原因 你们都已经来军校一段时间了 注意一下语言的组织 严谨一些 灵动看到没有心声回答了 他站了出来 大声回答道 因为手雷体积小 重量轻 经济实用 最重要的是 携带机动能力非常强 王之上听到灵动的回答 这才展现出了笑了 你们都听听灵动这回答 以后下去多做做功夫 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很容易查 好了 咱们继续刚才的说 手雷这种东西 随着科技发达进步 威力越来越强 从个人到装甲车和坦克 再到碉堡 手雷都可以精确地打击这些对象 第五十章 灵动一出手 惊呆众人 王之上做了最基础的讲解 而后喊道 一排排长 你给他们做个动作示范 带着大家集体训练一下 然后分班进行简单的投弹训练 一排排长 是 他来到队伍前边 开始做示范动作 一开始 新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很高 练习了几次动作 便开始白烂 一个丢手雷的动作 有什么好训练的 不是只要丢得够远就行吗 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投大 一直做这个动作好无聊啊 咱们今天不会一上午 都要做这个无聊的动作吧 新生们一个个的 动作做得不规范 抱怨的声音倒是挺大 动作很熟练的灵动 反而一言不发 默默跟着练习前世的部队生活 早就把他性子给训练了出来 有足够的耐心 不会像新生这样 毛毛躁躁的抱怨 王之上看到新生们 七到八歪的动作 也没有过多的指责 在投弹这一方面 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和发力姿势 所以并不要求动作整齐滑衣 简单的训练过后 开始分班进行投弹训练 灵动的班长李星 带着他们三班的学员 来到提前分配好的301区 进行训练 这一整块的大训练场地 由沙带堆砌而成的矮墙 围绕在整个投弹场地边缘 大概一米左右的高度 每个分块的小训练场地 有一小段竖着的小沙带墙 将分块的小训练场地 一分为二 这是为了防止 新生在进行投掷真手雷时 失手将手雷丢在墙里边 到时候可以躲在那毒小沙带墙后边 投弹的沙地上 分别在20米 30米 40米 50米 60米处 插着竹竿 用来大致测量距离 三班的人来到自己的训练场地 都是手雷 他随手拿起一个手雷 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开始讲解 这个手雷模型 是橡胶压缩而成的道具 尺寸和重量 和82式手雷是1比1的 重量大概在250克左右 副班长 你示范一次头弹 秦浩站出来 接过李星手中的模型 做了一个头弹示范 新生们的眼神 一个比一个兴奋 大家都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灵动脸上的表情 则是很平淡 和其他新生兴奋的表情 形成明显的对比 副班长做示范动作的时候 新生们都在 一个个兴奋地讨论着 我经常在电视剧上 看战争片丢手雷 那动作太帅了 一个手雷也就一斤左右 这训练 应该是咱们 新训最容易的了 灵动给新生们 当头泼冷水 缓缓开口道 头弹训练可一点都不容易 到咱们真正开始训练的时候 会感觉手都要废了 虽然头弹训练的模型 只有一斤重 和一瓶矿泉水差不多 可是真正丢起来的时候 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 在前世 灵动除了对剧枪训练深刻 就最属于头弹训练深刻 他记得有一天下午 下着蒙蒙细雨 很冷 他练了一下午的头弹 感觉手都快要废了 而且第一次 接触真手雷的时候 心里紧张又兴奋的那种感觉 比第一次上 实弹射击刺激多了 毕竟实弹射击 再怎么样也不会伤着自己 头弹可不一样 如果出现失误 变残废都是好结果 新生们对灵动的话 都不以为意 只认为 今天的头弹训练很轻松 李兴注意到 灵动不同寻常的平静 随口询问道 灵动 看你这表情 头弹也在暑假练过的 灵动点点头 练过一点点 这个时候 王打虎插话道 灵动又说他练过一点点了 按照他一贯的风格 应该是很会 刘逸 灵动 你就直接说 你能丢多少米吧 别说练过一点 你哪次不是甩我们好几条剑 李兴听到新生的打闹声 大笑了出来 灵动 大家都这么说你了 你不如两手 灵动微微一笑 跨步向前 好 那我就第一个试试 如果投的距离很近 你们可不要笑话我 他走出队伍 从箱子里拿出一个手雷模型 在手上来回颠了两下 漆黑的手雷模型 表面是橡胶材质 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投掷了 上边留有指甲抠下来的痕迹 灵动右腿后退一步 同时右手握着手雷 以投掷的姿势摆到脑后 而后右脚用力蹬地 同时向前送跨转体 用大臂带动小臂 将手雷送出去 手雷被高高地抛起 快速地向前运动 在三班所有人的注视下 手雷以抛物线的运动轨迹 落在50米处的竹竿处 灵动来回放松了一下手腕 心中默默想到 这次距离还不错 前世自己只能投45米左右 这次有系统的加成 一开始就投了50米 而且可以明显感觉到 还有进步的空间 看来 自己得勤加练习 争取打破投弹记录 刚才一排排长有说过 投弹30米远就算合格 35米远是良好 40米远是优秀 记录最远的距离 大概是60多米 现在灵动直接投了50米 这是优秀中的优秀 而且这还是灵动第一次投弹 第一次投弹 只有十几米远的人 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灵动这成绩 不是一般的好 他再一次碾压了众人 众人 好家伙 这就是灵动说的 练过一点点 这家伙的话 果然只能反着听 李星带头开始鼓掌 紧接着心声一起跟着鼓掌 刘毅搂着灵动的肩膀 调侃道 你这货让我们怎么说你好呢 都认识这么久了 还不肯和兄弟们说实话 这就是你说的会一点点 那我们岂不是都只能拿副分 就在众人佩服灵动的时候 王志尚走了过来 他和大家一起给灵动鼓掌 灵动 刚才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 一上手就投了50米 这可不是秦家练习能练出来的 你这小子是天生的体能好 上半身既有核心力量和爆发力量强 第51章 投掷针手雷 王志尚 这小子是天生的体能好 上半身肌肉核心力量和爆发力量强 我看你这成绩挺好的 要不要试试实弹投掷 你敢不敢 灵动回答道 我想试一下 王志尚 好 班长你去武器库 取三枚针手雷过来 李兴士 班长有事离开 副班长秦浩带着三班的人一起训练 并且让灵动帮他一起指导新生 刘毅拿着手雷 学着灵动刚才的动作 在手上来回颠了两下 然后后退一步 大力丢了出去 刘毅信心满满地看着自己丢出去的手雷 看着他落在二十米竹竿之内 他整个人愣住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我明明很用力了 怎么才丢出去不到二十米 他旁边的王打虎大声笑话他 刘毅 你这不行啊 看俺的 俺就算比不上灵动 那也一定能丢四十米 刘毅冲他翻了一个白眼 你丢一个试试 根本和你想的不一样 王打虎咬着后槽牙 卖力地将手雷丢出去 得意洋洋地笑着 他要等着结果出来后 笑话刘毅 结果 手雷才刚刚到了三十米处竹竿的位置 王打虎也傻眼了 挠着头 纳闷地说 真是奇了的大怪了 俺平时丢矿泉水瓶 丢得比这个远多了 怎么现在才这么点距离 同样的重量 手雷咋就这么难丢 还是灵动说得对 头弹训练一点都不好 以后灵动说傻俺姓傻 刘毅 我还是太天真了 竟然以为部队的训练 会有轻松的时候 新生们亲自上手过后 才明白 刚才灵动的话 说得有多对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投着手雷 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灵动和秦昊 在一旁指导他们的动作 打虎 你右腿这里要用力蹬地 往前送胯 而不是做支撑点 他要往前给力 刘毅 你刚才投得太近是因为 你只有小臂用力了 这里应该大臂用力 带着小臂做动作 你再试试看 刘毅按照灵动说的 重新丢了一次手雷 这次丢得比刚才远多了 差不多有三十米远了 他看到自己进步这么大 兴奋地说 灵动你说的还真挺对 以后你说啥 我听啥 快点再教教我其他地方 过了好大一会儿 李星才把手雷拿回来 虽然王志尚只让取三枚手雷 可他依旧很正式地 拿了一个小木箱子 报告 中队长 我拿回来了 王志尚冲他点头 归队吧 而后他吹了一声口哨 所有人集合 九中队的心声 立马快速集合 王志尚开始训话 刚才我看你们头弹训练 有那么一两个头的庭院 你们有没有人 想试试头针手雷 头那种一不小心就轰的一声爆炸 让人没有权势的针手雷 他故意把结果说得严重一点 勾起了心声们的兴趣 都是一群半大小伙子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一听这话 更加跃跃于世了 报告 我想试一下 报告 报告 王志尚点点头 嗯 不错 愿意试的人还挺多 那就一起来吧 第一个站出来的心声 伸出双手 小心翼翼地接过一排排长 给他手雷 一开始还很兴奋 一接过手雷 立马紧张了起来 双手开始微微颤抖 这可是可以把他身体 炸得四分五裂的东西 他怎么能不紧张 他拿着手雷 走到沙袋墙前 他的班长提醒他 你把保险拉出来 然后用我刚才教你的 把手雷丢出去 别紧张 一切有我在 心声颤颤巍巍地 把手伸向保险拉环 然后又立马缩了回去 班 班 班长 我感觉我应该在练几天 再投针手雷 心声们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刚才从队伍里站出来的心声 有一些也跟着打消了念头 报告 我也想再多练几天 报告 我也是 报告 最后只剩下灵动 吴雄 王打虎三个人 灵动站出来 单手淡定地接过一排排长 给他手雷走向沙袋墙 李星身为灵动的班长 要跟着一起过去 以免发生意外 可以进行保护 他怕灵动第一次接触 针手雷紧张 所以鼓励道 灵动 别害怕 我在你身边 绝对不会让你出事 灵动轻声笑了一下 好 我相信你 毕竟咱们两个这么近 我要出事了 你也跑不了 他用开玩笑的方式告诉李星 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灵动投过的真手雷 比李星投过的都多 怎么可能紧张 灵动右腿往后蹬了一下 送胯转体 手雷远远地丢了出去 哄 一声巨响传来 手雷触发了 在手雷触发后 过了几分钟 秦浩去测量距离 他回来后 兴奋地大喊 53米 灵动投了53米 非常优秀的成绩 吴雄听到这个结果 看着灵动的眼神 又变成了极度和狠 该死 灵动这货 怎么什么项目都擅长 所有人猛烈地拍手鼓掌 一个个都佩服地看着灵动 刚才上场紧张地退下的新生 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他和灵动一比 实在是没法见人 王之上带着一些佩服的语气说 灵动 不错 胆子够大 比我第一次丢针手雷的情况好不少 你们学校的记录 好像是66 53米 你要加油 争取打破记录 在最终考核的时候 争取再拿一个三等弓 接下来上场的是吴雄 他虽然有些害怕 但也成功丢了出去 而且成绩不错 有30米 众人也给了他掌声 只不过和灵动的掌声比起来 要差得远 毕竟有灵动这个过于优秀的人在前 吴雄这个成绩 实在是让别人惊讶不起来 接下来上场的是王打虎 王打虎胆子大 但也有些紧张 他拿着手雷来到沙带墙跟前 冲李星开口道 班长 俺不紧张 你别担心啊 俺一点都不紧张 第52章 失手让真手雷掉在脚边 王打虎嘴上说着不紧张 其实他很紧张 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安慰自己 他右脚往后蹬 嘴里大喊着 啊 因为王打虎紧张得手心出汗 本应该投向前的手雷 从他手中滑落 手雷跌在了王打虎脚边 他整个人都吓傻了 新生们也跟着傻了 现场所有人的心 也跟着悬了起来 这可是会要命的 而且还是要了班长 和王打虎两条命 林栋和王志上两个人 紧张的下意识 往那个方向走了两步 担心的看着王打虎和李星 只不过他们两个的担心 和其他新生的惊恐比起来 要镇定许多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担心 是因为他们两个 见过大场面 真枪实弹的上战场打过 所以沉得住气 新生头真手雷 因为紧张 很容易出错 像王打虎这种情况 在部队里也出现过一些 只见李星迅速的反应过来 一手拽着王打虎的腰带 一手拉着他的肩膀 拖着他一起往竖着的小沙 带墙那里扑 李星先把王打虎推过去 然后自己跳过去 护在王打虎身上 哄 一声巨响 手雷触发了 冒了青烟 所有人悬着的心 这才放下 刚才真要吓死我了 李星班长反应好快 这下搞得 我都不敢投针手雷了 王打虎来这么一出 我才发现 灵动是真的屌 刚才灵动竟然没有一点紧张 怎么做到的 李星听到手雷触发后 站了起来 然后伸手 把王打虎给拖了起来 王打虎现在整个人呆呆的 感激又害怕地看着李星 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仿佛有很多话想说 但嘴唇却只是微微颤抖着 说不出话来 王之上这个时候 朝二人走了过去 冷声训斥 你怎么回事 自己没练好 就不要硬撑了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每天中午都给我过来训练 是 王打虎回答这一声的时候 带着一些哭腔 他的眼眶中有眼泪在打转 他一个操汉子 竟然哭了出来 王打虎现在内心懊悔不已 后怕的不行 他就不应该逞能跟着灵动一起站出来的 不仅差点害死了自己 还差点害死了班长 这后果想都不敢想 他哭不仅仅是因为害怕 更多的是懊悔 众多新生现在也都安静下来 静悄悄地看着王打虎 对于王打虎的哭 没有一个人笑话他 新生们更多的是感同身受 因为刚才 他们有近距离地感受过手雷爆炸 放在他们谁身上都会害怕 接下来一上午的头弹训练 新生们异常地认真 因为不认真训练 这是真的会要命的灵动 也跟着一起努力训练 没有因为自己成绩好有丝毫的松懈 反而比别人练习的更加卖力 他想要突破自己的极限 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 想要打破学校的记录 王之上看到灵动努力的训练 欣慰地点了点头 灵动这小子 以后肯定大有一番作为 一整天的训练结束后 他们回到宿舍 无精打采地摊在床上 只有王打虎一个人坐在窗边 心事重重的样子 灵动看到后 坐在他身边 关切地询问 打虎 你这是怎么了 我缓过来了 现在不害怕了 我只是感觉对不起班长 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中队长和班长肯定会骂死我 加连练死我吧 心讯还有两个多月 估计他们两个会天天骂我吧 王打虎担心地说着 紧接开始安慰自己 骂我也是对的 谁让我搞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灵动搂着王打虎的肩膀 柔声说道 你别多想了 班长肯定不会骂你 中队长今天已经骂了你 也让你中午加练了 肯定以后再也不会找你了 反而他们还会在这方面多鼓励你 王打虎苦笑了一下 谢谢你安慰我 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灵动 你要搞清楚 中队长和班长平常骂人 是希望咱们改正错误 好好训练 而不是为了骂人而骂人 今天你在训练中的失误 他们已经骂过你 这事就翻篇了 没事的 王打虎听了这话 心情好了一些 抬头看向灵动 谢谢你啊 刘依立马站出来 开玩笑地打闹 打虎 我呢 你就不谢谢了吗 今天中午你加练 我可是和灵动一起陪着你去的 我也谢谢你 经过这么一出 宿舍里的气氛活跃了起来 新生们开始打闹 李星回来后 坐在床铺上洗脚 突然喊了一声王打虎 今天下午 你头弹的成绩进步很大 要再接再厉 经过今天上午这么一出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头针手雷也就那么回事 这次你搞砸了 下次可得给我做出点成绩来看啊 王打虎坐在床上 迟迟的傻笑 开心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灵动说的果然没错 班长没有骂 反而鼓励了 训练一天天过去 新生们的头弹成绩 整体有了很大的进步 灵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系统版面显示 他现在的体质数值 已经达到了25 这一天 辛苦训练结束后 王志尚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 现在 你们也训练了一个月了 明天就是国庆节 今年恰逢有阅兵 学校组织你们明天上午 一起观看阅兵仪式 听到这个消息 新生们立马欢呼了起来 只要不用训练 让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会开心 王志尚拍了拍手 大喊了两声 安静 安静 我还要给你们说一件事情 后天就是守约考核 明天看完阅兵仪式 放松了之后 后天都好好的给我表现 争取哪个好成绩 如果成绩好的话 我请大家吃西瓜 众人 是 这一天的训练结束后 新生们回到宿舍洗漱休息 刘逸从其他宿舍 拿来了一个好东西 偷偷搂在怀里 他来到王达虎床边 露出来给王达虎看了一眼 王达虎纳闷地问 发焦 第53章 观看阅兵仪式 王达虎看到是发焦 一脸嫌弃的撇嘴道 咱们都剃成寸头了 你弄发焦做什么 这不是给和尚送梳子吗 刘逸挑眉 得意地说 山人自有妙计 发焦的定型作用 可不仅仅是针对头发 我在别的宿舍 看到有人用 所以和他们要了一瓶过来 刘逸说着 靠近王达虎 傅儿小声说 咱们可以 王达虎听后 脸上的嫌弃变成了惊喜 直说 这个方法好 以后就不用麻烦 灵动帮案整理内务了 两个人说干就干 灵动从洗漱房 洗漱完之后 拿着脸盆回来 他来到自己的床铺前 余光瞟到了 王达虎那叠得 方方正正的军备 王达虎平时没这水平 这怎么回事 灵动走进查看 一股淡淡的香精未传来 而后他又仔细 查看了一下 王达虎的被子 王达虎双手还胸 得意洋洋地问 我这被子叠得怎么样 灵动 你就说和你的 比起来差不差吧 灵动敷衍的点头回应 比我弄得好 我可搞不成你这种 一边方方正正 一边软塌塌的被子 你往上边喷定型液了 刘一插话 我们弄得不是那种低端的东西 是发胶 灵动 我劝你们两个 最好别这样 如果考核的时候被查了出来 王老黑肯定不会放过 你们两个 刘一摇头 没事 又不是咱们一个宿舍这么干 有两个宿舍也这么做的 再说了 内务考核检查的是整齐不整齐 我只要给弄得方方正正就行 刘一说完 得意冲灵动挑眉 仿佛搞定了一件大事一样 灵动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心训期间严查内务 你们想想 上次王老黑发现你藏烟 怎么发班长的 如果在学校考核时出了错误 你想想 他会怎么做 被子叠不好 我可以私下里教你们 你们多练 比到时候被抓点型逮出来强 刘一想了一下 感觉还是灵动说的对 点头肯定的说 行 我这就把发胶送回去 次日 新生们早早的起床 跑完日常的早训三公里后 便集体拿着小马扎去学校广场 一起观看阅兵仪式 新生们都按照队列做好 等待观看阅兵仪式 在仪式正式开始前 俯视的镜头划过阅兵广场 镜头里观众席位已经坐满了人 观众们手中都握着小国旗 开心的来回挥舞 而后又划过了在空向的街上 等待检阅的部队方队 唇后的男生旁白和女生旁白交替响起 说着振奋人心的开场白 男生旁白 今天的华夏正前所未有的 靠近世界舞台中心 女生旁白 空向的街上 人民军队精神抖擞 这只曾经穿草鞋 拿锁标走向征途的队伍 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航母 和新一代的隐身战机 正阔步迈向世界一流军队 此时此刻 新生们看着大屏幕上的部队方阵 看着停靠在大街上的先进武器 脸上都流露出骄傲和自豪的表情 无形之中 他们的背部挺得更直了 他们为自己现在的身份感到骄傲 为现在强大的华夏感到自豪 他们也是部队的一份子 是未来部队的中间力量 是祖国和人民的骄傲 灵动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 整个人变得精神抖擞 眼神中满满的自豪和激动 众活一世 一向处世不惊的他 脸上的情绪此刻有了很大的波动 看到这幅场面 他的内心都会澎湃不已 因为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爱国之情 气势雄浑的 简阅进行曲 传来 让新生们听了 不由的雄心昂扬起来 接下来是名礼炮缓解 哄 哄 五十六门礼炮 七十响的声名传来 国旗护卫队随之进场 接下来是声国旗 唱国歌环节 一同观看阅兵仪式的 校领导站起来 紧接着新生们 也都跟着站起来 一起合唱国歌 新生队伍的歌声尤其洪亮 这是他们 这短短的十几年生涯以来 唱得最洪亮 最激情昂扬的一次 灵动看着大屏幕中的国旗 冉冉升起 被晒得有黑的脸上 因为唱得过于卖力 脸色变得有些泛红 他内心太激动了 国歌是战歌 也是对先列们 英勇奋战的赞颂和铭记 今天 他们这群新生 已经从先辈们手中 接过重担 他们要接受 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阅兵正式开始 最先接受检阅的是三军方队 新生们看到授阅部队 整齐的仪表仪容 看到整齐的队列 不由的下意识左右 看了一下 调整自己的位置 保持列队的整齐 下一项是阅兵分裂士 空中护齐梯队 过空而来 拉开了分裂士的序幕 一个又一个的方队 走来接受检阅 检阅进行曲 进行伴奏 唇厚的男女声旁白 进行激情满满的解说 让所有人听了 都激情昂扬 留一眼睛 紧紧盯着大屏幕上的方队 情不自禁地说道 这队列走得真好 咱们的队列 和这上边的一笔 简直就是屎 王打虎 怪不得王老黑平时总说 咱们是烂泥一谈 这么比 王老黑形容咱们的话 都是没话过的 灵动听到二人的对话 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们也羡慕人队列走得好 那你们现在是在做什么 在队伍里小声说话 二人这下立马闭嘴 不再支声 他们要向接受检阅的方队看齐 当轻刑装甲方队出来后 新生们看到一列又一列 先进的坦克和装甲车 一个个激动不已 队伍里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好帅的坦克 我去 这都是咱们的装备 咱们的 这军校果然没有白揽 想想以后我也能接触到这些装备 我就激动的要死 新生们一个个激动的大喊了出来 各个中队长开始进行维持秩序 校领导看到这副情况 连忙传话 陈主任 你给各个分区区队长都说一下 就让新生们喊出来吧 第54章 内务突击检查 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看到这么振奋人心的画面 没什么反应才不对 陈主任 是 授阅的武器方队 一个又一个上场 各式导弹方队 战舰方队 无人机方队接受检阅 让人们大饱眼福 后勤装备保障模块的方队 授阅的各式补给装备 让新生看了心中尤其的踏实 强大的军队 不仅仅是武器先进 后勤不也同样先进全面 紧接着上场的战略打击 模块方队 辽量厚重的女旁白响起 大国常见 浩荡东风 一辆又一辆原木运输车上场 新生们激动的鼓掌 他们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是激动的泪水 这是自豪的泪水 华夏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 在这一刻彻底被翻篇 之前那个雷若任人宰割的华夏 一去不复返了 华夏现在有先进的武器 有精良的部队 有优秀的军人 是国际上不可忽略的强大的力量 看到这里 别说军校生会激动的落泪 哪怕是普通人也会落泪 因为我们知道 自己的祖国走过多么辛酸的路程 才换来了幸福的今天 这是苦尽甘来的泪水 一想到无数前辈抱双路 斩荆棘 抛头颅 洒热血 众人就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满满 如今的我们 阅兵不用再让飞机飞两次凑数 我们有自己的先进战机了 如今的我们 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当家做主 如今的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比牺牲的先烈们想象中的还要幸福 如今的我们 还将继续前进 继续在民族复兴的道路前进 如今的我们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会继续砥砌前行 到了阅兵结尾 各式花车上场 抗战老兵们坐在花车上 缓缓驶过广场 他们的脸上都饱经沧桑 皱纹堆了一层又一层 大多数老兵牙齿全部掉光 年龄非常大了 他们在花车上抹着眼泪 想起了解昔日的战友 如果那个时候 也有这么好的装备 该多好 新生们看到老兵出来后 一个个都泣不成声 如今山河无恙 英雄要记得回家看看 灵动一向处事不惊 这个时候 眼泪却抹了一把又一把 身上穿着军装 他更能感受到军人的职责 军人的使命 如果真有需要他上战场的一天 他一定会像先烈们一样 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王打虎一边哭 一边拧了一把鼻涕 随手准备摸到鞋子边 刘依又哭又骂 王打虎 你个笨蛋 你把鼻涕抹我鞋子上了 给老子洗鞋 王打虎 来来来 我还你 你把你鼻涕 往我鞋子上抹一回 阅兵仪式结束 新生们也都哭完了 一个个在队伍里 志气满满 我今后要向队伍里 受检阅的人看齐 他们的队列 才是军人该有的队列 我今后要刻苦训练 看到咱们华夏部队 那么精锐的先进武器 我得配得上他们 我已经是华夏军人了 我要努力成为先烈那种勇士 刚才看阅兵 一想到先烈们打仗时候的装备 再看看现在咱们的装备 我就非常的内疚 我感觉对不起身上的这身装备 今后我一定要刻苦训练 我要努力练习射击 我要 新生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说 每个人都给自己定下了 宏伟的目标 有的人注重从小事做起 还给自己定下了 近期家练计划 林栋缓了一会儿 心情平复了一些 准备等着中队长带队离开 等了片刻 看到中队长 站在队伍的前方开会踱步 心中有一些疑惑 看中队长这个样子 似乎也在等人 他这是在等谁 明天就要第一个月考核了 难道是有关考核的事情 林栋想到这里 又想到部队惯用的突击检查方式 忽然感觉大势不好 学校有可能提前突击检查内务 想到这里 林栋联盟问坐在旁边的王达虎 达虎 今天你的被子没有喷发胶吧 没有 昨天晚上刘毅就把发胶还回去了 怎么了吗 王达虎疑惑地反问 林栋 今天有可能学校进行突击内务考核 刘毅 不会吧 校领导应该没有这么变态吧 他们又不是王老黑这种变态 他才说完这句话 一年级分管主任 陈主任便在台上讲话 大家都安静一下 刚才大家观看完了阅兵仪式 我相信大家内心肯定都感触破身 今后你们也要 陈主任说了几句简单的官方话 而后引出重点 就在刚才大家观看阅兵仪式的时候 校方派人去检查内务 此次内务成绩就是首月考核的成绩 陈主任说完这句话 新生队伍里很多人脸色都不好了 完了 完了 我内务肯定不合格 学校内务考核怎么不提前说 这尼玛谁都没有心理准备 内务整理的能看得有几个 等会我非得被中队长骂死 被班长踹死 刘逸和王打虎对视了一眼 脸上的表情全是后怕 然后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林栋 幸亏林栋昨天有提醒 不然今天肯定被查住 王打虎 林栋 你就是俺的福星 刘逸 林栋 以后你说什么我听什么 听你的准没错 陈主任继续在台上讲话 接下来 趁着这个机会 我们会在大屏幕上显现一下内务优秀的五个班 和最差劲的五个班 第一个在大屏幕上展现的不合格班级 盆里有脏水 被子里有藏东西 第二个展现的班级更为差劲 牙刷 床单 桌子上的脏东西都挨个在屏幕上放大 让众多新生观看 那些内务出问题的班级 中队长无意不是黑着脸 这也太尼玛丢人了 班长几乎都被气红了脸 同时脸上又有担心的神情 班级内务出问题 班长会被中队长练死的 剩下三个比较差劲的班级 内务情况都大同小异 有些很大毛病 接下来 该展示内务情况好的班级 最后展示的一个班级 是内务情况最好的班级 第55章 首月考核 大屏幕上展示了内务情况最好的一个宿舍 并且上边标注着 三区九中队三班 陈主任 恭喜九中队三班拿到了第一名的好名次 希望你们继续保持 其他班级要向这个班级看齐 主任带头夸 现场立马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生们一个个佩服不及 这内务整理的确实好 整个班的军备都叠得方方正正 怪不得能拿第一 这个班真是神了 突击检查内务都能搞得这么好 难道他们平时就这样 这个班真是够厉害的 看到这一幕 九中队所有人都开心了起来 李星和秦浩两位班长 喜出望外的看着大屏幕 在首次考核的第一个项目上 就取得了好成绩 而且还是在整个新生面前展示 这是莫大的殊荣 刘逸开心的鼓掌 冲林栋大声说道 林栋多亏了有你 不然这次咱们宿舍拿不到这好成绩 王打虎 林栋 俺现在发现 只要有你在 绝对能拿到好名次 以后你让俺干啥 俺就干啥 林栋客气的回复了一句 这是集体的荣誉 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他嘴上这样说 可是三班的人心里都知道 这次多亏了有林栋在 王志尚站在队伍的前面 开心的笑成了花 三班太给他争光了 首月考核第一个项目 就拿了一个第一 这可是个好彩头 他得意的向其他中队长炫耀 没想到学校突击检查 我的新生竟然拿了一个第一 平时的严格要求没有白费 老黄啊 你的脸色别太难看 你们中队出现了两个差劲的班级 你也别太浅 毕竟是新生 平时拉胯一点也正常 哈哈 黄中队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容 那星期的要死 王志尚在其他中队长面前自豪的凡尔赛 下一分钟他便在整个新生面前 丢了一个大脸 陈主任摆摆手 示意大家安静 他还要继续讲话 在内务考核的时候 考核人员发现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咱们有几位新生过于优秀 蝶的被子特别方正 把那几条被子拿上来吧 陈主任发话 工作人员把几条被子捧着拿了上来 陈主任一只手去提被子 被子随之散开 但是被子的棱角却保持如初 很明显 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看到这一幕 新生们忍不住笑了出来 陈主任继续在台上嘲讽 咱们的新生实在是太有才了 现在有请他们几位上台 把被子领下去吧 酒中队的那几个新生 一个个都面路慌张之色 非常害怕的低下头 现在都知道大事不好了 王打虎和刘逸再次对视一眼 心中很是庆幸 心亏听了灵动的话 不然这回 他们两个就得跟着一起去领被子 王志上正在骄傲的大笑 看到自己的几个新生站起来 笑容立马僵重 刚才三班给他争光 还没有高兴完 这下就有几个新生让他丢人 这泥马也太刺激了 现在变成了其他中队 展开王志上的笑话 老黄大笑着讽刺 老王 你的新生就是聪明 这办法还挺别致 你也别怯 新生吗 活泼一些 聪明的小点子多一些 也是正常的 这次换王志上脸上挂起尴尬的笑容 太泥马丢人了 在大会上专门被挑出来说 这笔手下的新生拿了道义还丢人 王志上现在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很快 简单的会议结束 各个中队自行带回 到了午饭时间 王志上并没有把他们往食堂带 而是带到了宿舍楼下的空地上 王志上把几个拿辈子的新生叫出来 气愤的在他们跟前来回踱步 你们真是太聪明了 竟然能想到用定型业来搞 你们不拿个诺贝尔奖 真是可惜了 刚才我还听你们说 要像先烈一样 刻苦训练 保家卫国 开战斗机 开装假车 做神枪手 做兵王 结果呢 连叠个军备都要耍滑头 海尼玛让我跟着你们一起丢人 被骂的几个新生 双手捧着被子 低着头 现在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他们现在心里不仅仅是害怕 还有愧疚和丢人 毕竟刚看完振奋人心的阅兵仪式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 要像先烈一样 各种雄心壮志的立誓言 定宏伟目标 结果连个小小的内务都搞不好 别说其他了 和先烈们比 和刚才受简约的军人比 他们是真的自愧不如 其他新生也下意识地低下头 虽然没有被骂 可听到王志上的那句话 一个个同样羞愧不已 刚才看阅兵 一个个雄心壮志 口出狂言 结果现实训练中 连个内务都搞不好 王志上看着他们 一个个低着头 越骂越火大 直接吼道 全部给我抬起头 你们说 你们自己像的什么样子 被骏的人抬起头 依旧一言不发 王志上随便盯着一个人 呵斥道 你现在有什么想说的 本来他以为这个新生 会说一些认错的话 说一些以后肯定改正的话 结果那个新生 被王志上训的大脑一片空白 支无了半天 最后来了一句 钟队长 那个不是定型业 是发胶 王志上 这下他火气更大了 他怒目圆瞪 指着那个新生 被气得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骂不出来 你 你 你这几天都给我 加练十公里 还你们几个 抱着被子在这里喊 被子我爱你 给我喊一个小时 几位新生异口同声地喊道 是 而后便开始执行命令 被子我爱你 被子我爱你 次日正式考核开始 新生们早早地起床洗漱准备 上午考核的项目是对裂 调令调力 俯卧称 单档引体向上 几个不耗费体力的项目 下午其余几个项目 是对裂 考核的方式很简单 每个中队为一队 踏着正步走半圈操场就行了 第56章 单档考核来了 路过主台的时候 向主台上的校领导 和区队长敬礼 只要步伐一致 敬礼的时候 动作干脆整齐 就算是合格 虽然考核方式看起来简单 但真正去做的时候 才知道有多难 平时都是一个班八个人 一起走正步 就这还是在班长练了又练 骂了又骂的情况下 才能走整齐 现在是整个中队 一百多号人 而且还有弯道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做到步伐一致 动作一致 敬礼动作一致 非常考验新生的反应能力 和配合能力 一中队先上场 然后是二中队 以此挨个上场 大部分的中队 在直道上踏步和敬礼这里 都没有问题 到了拐弯处 由于最内圈和最外圈 所走的路程不一样 而且在这里 还要求步伐一致 所以很多中队都出错了 要么是最外圈的跟不上队伍 要么是最内圈的步伐乱了 这一切 都被负责评分的工作人 给记录下来 这让未上场的新生看到后 步优的内心更加紧张 心中默默嘱咐自己 一定要跟上队伍 灵动所在的第九中队 最后一个上场 是压轴的一个方队 这让他们步优的紧张起来 毕竟开头和压轴的队伍 一不小心 就显得队伍比较乱 灵动这种走队列 比较优秀的人 被安排在了外圈 像王打虎这种插进的 被安排在里边 灵动走队列特别优秀 所以中队长 把他安排在了 右上角的第一个 最靠近主台的位置 而且 还是拐弯时外圈的第一个 希望有他带队 在拐弯的时候 他能带好节奏 带着后边的人走整齐 轮到九中队上场了 整齐且有力量的踏步声传来 灵动目光如炬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带领着整支队伍有序的前进 一百个人同时踏正步 灵动情绪有一点点的激动 这次比七八个人 一个踏正步有力量多了 无论是踏步的声音和气势 都是平常不能比的 灵动内里是身经百战的老兵 情绪都有些激动 其他新生更是激动 同时他们还有紧张 毕竟这可是考核 一不小心拿了不合格 这一个月的辛苦训练就要白费 落过主台的时候 一排排场喊话 敬礼 刷 所有人一起转头看向主台 动作整齐滑一 敬礼的动作非常干脆有力 他们所有人都目光如炬地看着主台 没有乱描 没有乱动 一脸的坚毅 一般优秀将军人该有的精气神展现了出来 站在主台下的两位记录员 认真地观察着迎面走来的九中队队伍 只要在走队列中出现问题 或者仪容仪表有问题 他们都会一一记录下来 这一个考核项目 所有中队都合格 其中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 包括灵动所在的第九中队 这并没有出乎灵动的意料 他前世走过一帐队 在几个军区联合检阅的时候 踢过正步 深知他们现在的队列 走得有很多问题不过 有这样的结果也不错 毕竟才练习过一个月的基础队列 不能和一帐队的比 出错也是在所难免的 走完队列 接下来的考核项目 班长和副班长不能参加 而且不能进入考核指定区域内的 新训考核的成绩 也都会记录在他们 每个学员的毕业档案上 对以后的军官生涯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第二个考核的项目 是条令条例 考核的地点就是操场 所有新生在操场中央拉开距离 坐在自己带来的小马闸上 监考的工作人员 站在队伍前方宣布注意事项 考核项目 调令调例 考核时间 下边的新生 前边的正经危坐 后边的拿着小纸条 在临时抱佛脚的背诵 他们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学习 学习的积极性 从来没有这么高涨过 灵动则是坐在小马闸上 双手自然放在膝盖上 静静地等待工作人员发放试题 随着一声口哨声传来 所有人低下头坐体 灵动的笔尖就没有停下过 答得非常顺畅 有超级记忆力技能在 他眼睛扫过题干 答案便自动浮现在脑海中 一旁的刘逸写两句 便咬着笔帽思考一下 王达虎皱着眉头粪笔记书 遇到写不到的难处后 他抬头看了一眼周围 看到灵动下笔如有神 在非常快速地答题 他无奈地摇摇头 副菲道 我和灵动的差别 比人和狗的差别都大 人比人气死人啊 条令条例考核结束后 第三个项目是单杠引体向上 在指定区域外在 围着观看的人 不止这些班长副班长 还有学校没有课的老学员 以及一些俱乐部的人 他们都是来提前物色好的学员来了 刘伟来到一处训练大楼顶楼 准备在这里观望灵动的单杠考核 这里正好是个良好的制高点 视野非常好 他还专门带来了望远镜 他来到顶楼没多大一会儿 身后便传来高跟鞋的声音 刘伟回头看去 来人是穿着长服 梳着齐而短发的赵莉莉 种子俱乐部的副部长 赵莉莉脸上的颧骨有些突出 长相非常的冷峻 脸上没有一点点的情绪波动 犹如一块铁板 整个人不怒自威 而且身材高挑 无论是长相还是身材 都像极了毫无感情走踢台的国际超模 刘伟笑着打招呼 你也来了 嗯 赵莉莉恩了一声 一个字都没有多说 和他不苟言笑的冷酷长相非常相符 刘伟继续搭话 你们种子俱乐部 还用专门来提前物色人吗 考核结束后 校方的有关考核信息 你们种子俱乐部 不是第一时间能拿到吗 赵莉莉淡淡回应 我没课没训练 过来看热闹打发时间 刘伟之所以那样说 是因为种子俱乐部 是所有军事俱乐部里 最厉害的一个 不同于其他俱乐部 相当于一个部队里的特种兵部队一样 里边吸纳的学员 是整个学校最强的一批人 也是学校战斗力最强的群体 第57章 第一名花落谁家 虽然都是学生自发组织的俱乐部 可是种子俱乐部 很受学校看重 给他们行了很多方便 学员主动报名参加种子俱乐部 被录取的可能性少之又少 里边的大多数学员 都是种子俱乐部 提前关注到他们 向对方发出邀请函 或者在新训考核的时候 种子俱乐部 可以从校方得到新生的考核成绩 从中挑选优秀学员 发出邀请函 第二种情况占据大多数 所以刘伟刚才说出了那句 你们种子俱乐部 还用专门来提前物色人吗 新生们有考核的监管人员带队 前往考核场地 单档引体向上考核 由于场地的问题 三个区在三个不同的场地 同时考核 在去考核场地的路上 新生们小声地讨论着 刚才考核的内容 第三题 你们怎么答的 最后默写的题 你们都写完了没有 我时间来不及了 只写了两行 和你们一对答案 我感觉我的错完了 王达虎在林栋旁边 急切地询问他答案 林栋 你15题 就是那个服役满几年 受与同治纪念章的那个 你的答案是多少 我写的是满16年 你的呢 林栋笑笑 回了一句 别问我的了 我写的也不一定对 其实正确答案是满8年 未满16年 王达虎的答案错了 所以林栋才这样回答 他担心 因为这个小错误 影响王达虎的心情 进而影响接下来的考核 王达虎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 你的肯定对 你背书有多厉害 俺又不是不知道 林栋 好了 咱们别说这个了 对了也好 错了也罢 现在都已经改变不了结果 用心准备接下来的考核 才是主要的 王达虎肯定的点头 对 你说的对 准备接下来的考核 刘逸这个时候插话 林栋 接下来是单杠引体向上 你最拿手的 这次你准备做一百几十个呀 王达虎 这个不是林栋最拿手的 林栋是对于所有项目 都特别拿手 刘逸 你这次有信心拿第一吗 王达虎 林栋 你好好发挥 俺相信你能拿第一 如果拿第一的话 俺给你洗一个月的臭袜子 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说着 林栋身为当事人 一句话都没有说 反而是他们两个越说越兴奋 仿佛即将拿第一的那个 是他们两个一样 王达虎开心的说 林栋是俺好兄弟 他拿第一四舍五入 相当于俺拿第一了 林栋微笑着回应 我尽量 尽量让你们四舍五入拿个第一 他嘴上谦虚的说 其实心里已经打定主意拿第一 并且要努力挑战一下学校的记录 学校的单杠最高记录 是一百七十二个引体向上 只要打破这个记录 就可以再拿一个三等功 来到考核场地 两位兼考的工作人员 拿着名单 在两个不同的单杠下喊名字 七中队和八中队的新生 分别由两位工作人员进行考核 九中的人 他们两个各负责一半 引体向上十二个合格 十六个优秀 已经上场的新生 大多数都达到了十二个的合格线 少数人只做了几个 还有更少数的人 达到了十六个的优秀线 八中队有一个很厉害的新生皇兵 单杠引体向上做了八十六个 他还挂在单杠没有下来 他们中队的人都会在旁边给他加油 八十七 黄冰加油 你还能再多做两个 你可以的 黄冰 再多送班长一个 黄冰再挂在单杠上 咬着后槽牙 努力地撑着发抖的双臂 继续做引体向上 啊 他大喊着给自己鼓劲加油 很可惜 最后一个还是没能上去 从单杠上掉下来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众人瞬间响起掌声 这个成绩一般老兵都拿不到 在新生队伍里 更是凤毛麟角 七中队和八中队的新生 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 都对黄冰赞叹不已 只有九中队的人比较淡定 因为他们知道 自己中队有个比黄冰更牛X的人存在 八中队有人说 黄冰做了87个引体向上 他应该是这个项目的第一名了吧 黄冰你真厉害 这个时候 王打虎大声喊话 还没有到最后 这可说不定 这句话让众人愣了一下 紧接着一笑而过 没人当真 因为在他们有限的认知中 87个已经是新生的极限 终于轮到灵动所在的三班上场了 第一个喊到名字的是王打虎 他才上了单杠 做完四个引体向上后 动作便开始吃力 他咬牙坚持着 听到众人数到十一个的时候 他挂在单杠上试了半天 都没能再上去 最终他大喊一声 又做了一个引体向上 一共做了十二个 达到了合格线 这对于王打虎的大体格来说 非常的不容易 工作人员 下一个 灵动 他喊出灵动的名字 九中队所有新生立马兴奋了起来 一起鼓掌 期待地看着灵动上场 灵动 这次你轻轻松松做个一摆 给其他人看看 灵动 你让他们看看 什么才叫强者 灵动 加油 争取打破记录 九中队人的反应 吸引了其余中队的注意 他们有人期待 有人在看好戏 有人冷嘲热讽一摆 说大话 也不怕闪了舌头 咱们学校建校五十多年 才有一个172的记录 一个新生就想拿100个 这可能吗 虽然说灵动很优秀 一开学就拿了一个 一等功和三等功 可这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优秀 九中队的人话说得这么慢 等会灵动做不到 有他们好看的 黄斌则是有些紧张地看着灵动 这个灵动总是出乎意料 该不会他真的能做100个吧 这样 我的第一可就要保不住了 上天保佑 千万别让灵动做到啊 灵动没想到 自己中队的人 竟然搞出这么大动静 他上场谦虚了两句 我尽量 我尽量 第58章 灵动打破学校记录 灵动伸手轻轻一跃 便上了单杠 在众人的注目下 做了一个又一个引体向上 10个 20个 50个 已经做了50个单杠 灵动的动作节奏 和最开始的一样 没有一点疲累的迹象 其他中队的人 也由最开始的不幸 变成了震惊 灵动特娘的 就和一个没感情的机器一样 他不会累的嘛 一共做了87个引体向上的黄冰 在做到第57个的时候 节奏已经明显慢了下来 而现在这个灵动 和没事人一样 当灵动做到80个的时候 其他中队新生的表情 已经由震惊变为了惊奇 他们惊奇灵动 到底是什么做的 已经80个了 他怎么还没有累的迹象 这可是80个引体向上 普通人做十几个 已经累的不行 优秀如黄冰 极限也就87个 黄冰最开始站在人群外边 现在已经站到了 人群最里边一层 他要看看这个灵动 究竟能做多少个 王打虎得意洋洋的 冲别的中队新生说 我们说的没错吧 灵动真的能做100个 灵动 我最好的哥们 拿过一等功和三等功的 优秀新生 和我特别铁 他向别人炫耀着 比他自己做了100个引体向上 还要骄傲 另外一个工作人员 停下了手头的考核进度 过来一起观看灵动 做引体向上 106 107 做到这里 灵动暂停动作 挂在单杠上休息了片刻 他仰头看了一眼单杠 现在手掌心的皮破了 很痛 虽然痛 他依旧坚持着 他感觉自己还可以 灵动继续做引体向上 动作渐渐慢了下来 双臂也开始微微发抖 当他做到170个的时候 现场除了给灵动技术的声音 再也没有其他声音 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 等待着灵动打破记录 172 灵动现在明显变得体力不支 身体开始摇晃 手掌心因为摩擦 也疼得不行 如果放在其他新生身上 早就下去了 灵动前世多年的部队生活 磨练出的强大意志力 让他继续坚持了下去 173 174 终于 灵动坚持不下去了 他松手跳下单杠 体力不支 瘫倒在地上 王达虎和刘毅 连忙过去扶他 工作人员惊喜地大喊 灵动 174个 打破全校记录了 现场所有人一起给灵动 响起了掌声 灵动真的做到了 他打破了学校记录 学校有规定 无论哪个的项目 只要打破学校记录 就可以拿一个三等功 灵动现在又有一个三等功了 不远处的训练大楼顶楼 刘伟和赵丽丽拿着望远镜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刘伟惊喜地大喊 好样的 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灵动的引体向上 绝对在130个网上 赵丽丽恩了一声 这个新生上半身肌肉的核心力量 确实挺不错 综合格斗能力应该不错 是个好苗子 刘伟正在高兴着 听到这句话 立马变得有些失落 赵丽丽这个冷血女人 可是出了名的不苟言笑 能说一个字 绝对不会说两个字 现在竟然夸了灵动两句 这说明在他心里非常认可灵动 而且灵动射击也是一决 怕是他这个人 种子俱乐部要定了 跆拳道俱乐部 和种子俱乐部相比较 谁都会选择种子俱乐部 刘伟想到这里 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灵动这个尖子生 自己怕是和他无缘了 接下来考核还在继续 赵丽丽似乎已经找到了满意的人 直接转身离开 刘伟也跟着一起离开 赵丽丽直接去了 学校正教处办公大楼 他从相关负责的老师那里 调取了灵动的相关资料 他坐在电脑跟前 看着灵动的电子学信档案 对灵动已经拿到一个 一等弓和三等弓的记录 很是吃惊 原来那个在开学路上 救了一车小朋友的人 就是他 可 三等弓又是怎么来的 赵丽丽继续翻看资料 当他看到灵动的 首次实弹射击测试是满环 而且还是一动两枪的时候 他愣住了 非常的震惊 难道说灵动之前练过 他又连忙翻回去 查看灵动的个人资料 当看到父母工作那一栏 是务农后 赵丽丽内心更加惊奇 灵动父母务农 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家庭 根本没有闲钱 送灵动去学射击 难道说灵动是天生的神枪手 可是 这怎么可能 赵丽丽看到这里 直接关闭文档 起身大步离开 他要去找部长 要将灵动这个新生 招入种子俱乐部 虽然他想不通 灵动为什么枪法这么好 可事实如此 由不得他去怀疑 一个没有学过射击的人 竟然能拿到一栋两枪的成绩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这太不符合逻辑了 可现实生活 往往就是如此没有逻辑 单杠考核结束 上午的考核便结束了 灵动引体向上打破了记录 随之得到的 不仅有三等弓 还有被磨破皮的手掌心 他的手掌心 整层皮都退掉了 和第一次给王志上 展示的情况差不多 李星正在宿舍 小心翼翼地给他的手消毒 啊 食指连心 手掌心的痛同样连心 灵动痛得直接大声叫了出来 李星的动作又温柔了一些 我动作再轻一些 你必须坚持一下 这样好得快 你手的情况 怕是会影响下午的头弹训练吧 灵动疼得一边咬牙 一边笑了笑 没事 只要不碍着骨头 破点皮不影响的 李星 好 下午我等你的好消息 午休时间 眨眼间过去 新生们由分管的工作人员带队 依次上场进行考核 下午第一个考核的项目是头弹 被叫到名字的新生 依次上场 每个学员有三次扔手榴弹的机会 按照最远那个来算 在短短的十多天训练中 很多新生臂力有很大的提升 一多半的人都能达到30米的合格线 已经上场的新生中 有些人竟然能丢出40米的优秀距离 第59章 负商上场拿第一 虽然40米的距离算是优秀的 可是很多学校会提高要求 40米只算是他们的及格距离 不过对于新生首月考核来说 要求会放宽松一些 毕竟大部分人 也才训练了一个多礼拜 不到十天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轮到灵动上场了 王打虎担心地念叨着 灵动上午因为考核单杠受伤 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投弹考核 刘逸同样很担心地看着灵动 搭话道 废话肯定会有影响啊 灵动投弹那么好的成绩 真是可惜了 他们两个现在紧张地要死 灵动反而像没事人一样 一脸的平静 因为灵动中午已经从系统中 兑换了身体修复液 虽然没有完全恢复 但也恢复了一多半 而且前世的部队生活 让他磨练出了非比寻常的意志力 现在这点疼痛还是能忍受得了的 在刚拿起手雷的时候 手心便传来了一些痛感 他面部改色继续手中的动作 右脚退后一步 熟悉地送胯转身 将手雷送了出去 手雷被高高地抛起 众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直接呆住了 因为这个手雷被抛得非常高 比刚才抛出四十米远的那个星星还要高 而且看手雷往前移动的速度还非常快 手雷在众人的注视下 以抛物线的轨迹落在地上 手雷落地的那一刻 便有人低声惊呼 我去 这也太远了吧 我感觉这有六十多米 不得不说 林栋这投的是真远 问题特马的 这还是在他手受伤的情况下 负责测量的工作人员同样很是惊讶 立马跑去测量 不一会儿 林栋的成绩便传了过来 八十五米 滑 全场哗然 我刚才是听错了吗 林栋竟然投了八十五米 林栋是举重运动员吗 他竟然能投这么远 他手受伤 裹着纱布都能投这么远 那 那我这手岂不是白掌了 新生一个个不敢相信林栋的成绩 这太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就连负责监管的工作人都不敢相信 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成绩 低头看看 林栋裹着纱布的手 又抬头看向远处投雷的方向 有没有搞错 这个家伙手受伤了 都能扔这么远 如果他不受伤的话 岂不是要直接逼近全校最高纪录92米 他手上的纱布 该不会是裹着丸的吧 就算是他没受伤 这距离也是非常远的 工作人员惊奇地问 同学 你的手真的受伤了吗 确实受伤了 只不过不碍事 林栋礼貌地微微一笑 怎么可能不碍事 他以为林栋这句话 说的是谦虚客套话 其实林栋说的是他的真实情况 因为手上的伤真的好了大半 工作人员继续问道 同学 你之前是投千球的运动员吗 林栋 不是 我暑假的时候练过一点点 所以投得远了一点点 他说完 便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走下考核场地 刘逸看到他下场回来 开心地轻轻给了他胸口一拳 林栋 我告诉你 你在这个样子凡尔赛 真的得挨打了 你这特马的事较远一点点 众多新生和工作人员的夸赞 并没有让林栋有一丝的高兴 因为林栋对85米这个成绩 并不怎么惊讶 他还想要做到更好 想要打破纪录 一个多礼拜的训练 林栋投弹的成绩 便有50多米 提高到了80多米 他相信 接下来的两个月新训期间 他肯定还能有很大的提高 接下来的考核项目 是射击和三公里 射击考核中 林栋依旧以移动两枪拿到了第一名 只不过 上次已经凭借这个成绩 拿了三等功 这次就没有三等功了 三公里考核 林栋将第二名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拿到了新生中的第一名 只不过 这个项目同样很可惜 没能打破学校记录 众人的祝贺生和佩服生 并没有让林栋迷失自己 他已经在心里 根据考核成绩 重新制定了一份加烈安排名单 他并不会止步于现在的成绩 他要做得更好 考核才刚刚结束 种子俱乐部便从校方 拿到了新生考核成绩 赵莉莉看到头弹 三公里 设计的第一名都是林栋后 带着一丝惊喜的说 又是他 他旁边一位长相坚毅的男人问道 你说的是谁 从来没见过有新生 竟然能让你产生情绪波动 这个男人名叫秦浩文 种子俱乐部部长 现在在学校攻读研究生学位赵莉莉 将成绩单拿给秦浩文看 你看 是这个第一名林栋 秦浩文看着成绩单 疑惑道 林栋 好熟悉的名字 是那个开学就拿一等功的新生 赵莉莉 没错 就是他 紧接着他冷峻的面容爬上了一丝疑惑 我有仔细查看过他的学情档案 父母乌农 家庭情况不是很好 应该没钱去学习射击 但是他射击成绩出奇的好 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拿到了满环 而且是一栋两枪 其他项目成绩突出我可以理解 就算是单档打破记录 我都可以理解 可他枪法为什么这么好 我实在是想不通 秦浩文沉思了片刻 缓缓开口道 你也说了父母乌农 农村家庭出身 会不会是从小玩弹弓 所以手感非常准 而且第一次实弹射击和首次考核 距离很近 还是固定吧 对于手感好 准都好的人来说 拿他这个成绩也不是不可能 赵莉莉点头 也就只有这样才能说得通 看来咱们俱乐部 今天要添一位优秀成员了 秦浩文将成绩单放在桌子上 缓缓开口道 咱们再看看情况 这仅仅只是首月考核的成绩 还不足以让林洞进咱们俱乐部 等新训最终考核成绩出来再说 一天的考核结束后 新生们集合在操场 教导出的陈主任 做简单的总结讲话和指示 第六十章 又一个三等功到手 陈主任赵莉 来了几句客套的官方话 而后开始宣读优秀成绩名单 在队列考核中 全部中队都合格 台下立马响起一片掌声声 陈主任继续宣读优秀成绩 调令调理考核中 咱们新生中一共有83名同学 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 名单如下 宣读完毕后 台下照例响起掌声 陈主任 单档考核第一名 林栋 成绩174个 恭喜林栋同学 打破学校记录 再次荣获三等功 这次主任宣读完毕后 台下众人全部愣了片刻 大家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等了一会儿 看到陈主任并没有改口的意思 这才响起极其热烈的掌声 又是这个林栋 他又拿军功了 174个 有没有搞错 我连14个都做不了 林栋竟然能做174个 林栋真是神了 他真的是新生吗 为什么能屡屡打破老学员的记录 林栋站在队伍里 对于别人的夸赞不以为意 反而是王打虎和刘一他们两个 眉飞色舞的和别人说 林栋如何如何厉害 高兴得不得了 陈主任在台上喊道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我继续宣读 接下来的项目考核中的优秀新生 射击考核 第一名 林栋 成绩 满环 括号 移动两枪 投弹项目 第一名 林栋 三公里项目 第一名 林栋 新生们听着台上一句又一句的林栋 掌声响得不停 纷纷感慨 林栋不是人 人做不到这种程度 将林栋视为死对头的吴雄 一直不给林栋鼓掌 他和林栋一个中队 林栋考核的时候 他都在场 所以早就知道 林栋考核时的成绩 可是现在听到陈主任 当着全体新生的面宣读出来 内心依旧很是震撼 他看着林栋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由一开始的愤恨极度 到现在 眼神中夹杂了一丝佩服 吴雄心中默默感慨道 林栋确实很优秀 我 我确实不能和他比 我和他的差距很大 吴雄现在 接受了这一事实 双手举起 开始跟着大家一起 给林栋鼓掌 可他心中不服气的那种反骨 并没有彻底被驯服 一边鼓掌 一边小声嘟囔 我知道我整体不如你 我就不相信了 我还能处处不如你 我一定有比你强的地方 陈主任宣读完成绩 让林栋上台领取军功章 现在有请 林栋同学上台领取这次的三等功 在众人的掌声中 林栋一路小跑着上台 冲臣主任敬礼 而后双手接过军功章 大声致谢 林栋在拿到军功章的那一刻 系统便在他脑海中提醒 定 检测到宿助荣获三等功 军功值3000 现在共有军功值19500 林栋看着属性版面 现在已经拿到了一个一等功 和两个三等功 看着他们兑换军功值的记录 不禁感慨道 还是拿军功章 获得军功值来的容易 平时受到众人的夸奖 军功值收集的实在是太少了 要是有除了拿军功章以外的 快速获取军功值途径就好了 现在军功值有一万九千五百 可以进去终极物品商城了 林栋趁着陈主任讲大话的这回功夫 去终极商城中转悠了一下 终极信息兵技能 终极黑客技能等等 让人看名字 就觉得高大上的商品琳琅满目 突然林栋疑惑了起来 因为他看到一个 感觉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技能 终极唱功 等同于普通天王天后级别唱功 所需军功值八千 这唱功不应该是 娱乐系统里面的东西吗 怎么在强军系统里面也有 林栋心中莫问 系统 你给我解释一下 唱功为什么也会出现在这里 优秀的军旅文艺作品 也是强军系统中的一部分 这个和部队有文攻团一个道理 好的文艺作品 不仅可以传承优秀思想 慰问士兵受挫的心境 更可以激发士兵昂扬的斗志 林栋秉承着存在极有用的想法 随口问了一句 我一个陆军指挥学校的学生 用这个技能有什么用吗 别和我说 可以收获一大堆迷妹 这个我不需要 我想要换取一些 在实战中有用的东西 宿主可以通过发表军歌 丰富军人精神生活 增强部队凝聚力 战斗力 向外宣传军人形象等等 宣传的范围越广泛 其到的作用越大 所获取的军功值越多 灵动 那个获取的标准是什么 分为全校 军区 对外宣传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 又有不同的获取标准 最低获取之为300军功值 最高不限 具体获取标准如下 灵动看着一页又一页的规定 总之一句话 那就是 听到歌曲的人越多 获取的军功值越多 灵动又想到了 新生迎新晚会还没有举行 到时候可以在晚会上表演 凭借这个 可以获得大量军功值 兑换更多更好的技能 他毫不犹豫地说出 系统 兑换终极唱功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军功值余额 一万一千五百 简短的表彰大会结束后 中队掌门并没有让新生 散去自由活动 而是在晚饭过后 各个分区自行组织集体活动 三区的三个中队 在草坪上围着 做成了一个圈 他们最开始是拉格 七中队的队伍 扯着嗓子大吼 团结就是你娘 力量 这你娘 力量 是铁 这你娘 力量 是钢 七中队唱完后 压力来到了九中队的这边 王之上站在队伍前 大声问自己的新生 七中队唱得好不好 九中队新生 不好 软绵绵像的林妹妹 王之上 那咱们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军歌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项首歌 一起唱 王之上带头 九中队的人 一个个都拼命 扯着嗓子吼 歌声嘹亮 气势辉弘 将新生们的激情 和军人气势 展现得淋漓尽致 拉唱了几个回合后 有中队长提出 这么唱太费新生 开始一个新游戏 击鼓传花 第61章 迎新晚会来了 击鼓传花 顾名思义 就是鼓声亭 红花在谁手中 谁起来表演节目 这里没有鼓 便为了三个中队长之中的一位 盘腿坐在中央鼓掌 掌声亭 气球落在谁手中起唱歌 王之上觉得这样无趣 于是提议 简单的击鼓传花 可是不行 这谁站起来都能唱两句军歌 就算唱得不好 他们也会脸皮厚的瞎吼几声 咱们改进一下 气球在谁手中 谁站起来唱歌 然后从左手边开始接唱 唱不出的惩罚 或者表演其他节目 然后开始下一轮 所有人都喊吼 游戏规则就暂且这样定下了 第一轮开始 气中队队长的掌声 响了十几秒钟便停下了 气球在八中队一个新生手中 新生站起来 大吼了两句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唱首歌 而后他看向左边的一位新生 吼道 歌 另外一位新生站起来接唱 歌唱祖国 国 灵动听到众人唱的歌 心中有一些疑惑 他们唱的老歌自己是知道的 可是怎么还有很多自己从未听过的歌 难道是这个世界独有的 由于玩游戏玩得很开心 灵动也没有多去想 就这样让这件事过去了 就这样玩了两轮后 气球落到了九中队新生的手中 千万别留我手脸 下一个 快 下一个 给你 新生为了不站起来表演 每个人都在快速的往下一个人手中传 灵动和王打虎 还有刘毅三人 坐在第二排 正在看第一排的好戏 万万没想到霍从天降 气球太轻了 在快速传递的过程中被拍飞了 好巧不巧的落在了灵动手中 灵动正在看戏 结果戏来到了自己身上 众人都鼓掌起哄 灵动 来一个 王打虎咧嘴 幸灾乐祸的大笑 灵动 你就是天选之人啊 来一首 刘毅 你小子什么都是第一 唱歌也必须拿个第一 七中队队长也跟着一起起哄 让毅拿着军功的灵动 给大家来一个 灵动干脆的站起来 随口哼了一句 穿越前在某阴谋手上 经常刷到的一段歌 而我枪出如龙 乾坤撼动 一笑破苍穹 长枪刺破云霞 放下一声牵挂 望着寒乐如牙 灵动现在拥有堪比 普通天王天后的唱功 随便哼两句 都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水平 这两句激情澎湃的歌词 瞬间让所有人脑海中 有了古诗将军 驰骋沙场 霸气豪迈的画面 灵动唱完立马扭头 冲坐在自己左手边的 王打虎喊 呀 快唱 王打虎愣愣的说了一句 灵动 你这唱的也太好听了 他打破这片寂静的场面 其他人也开始 陆陆续续的发声 灵动 你这首歌哪里学的 真好听 你这唱的赵子龙吗 我记得有句话 是长枪赵子龙 喂 那个谁 是长山赵子龙 不是长枪 灵动 你这家伙 还让不让人活了 每个项目都是第一 这唱歌也是一绝 你是想气死 我们这种屌丝吗 新生们你一句 我一句的说着 灵动听到他们赞叹 夹杂志的疑惑 联想到刚才自己 从未听过的流行歌曲 难道说 这个世界的现代歌曲 和影视作品 和自己穿越过来的蓝星不一样 这个时候 王至上疑惑的大声 灵动 你刚才的歌是那里学的 灵动随意扯了一句 在贴吧看到的 我就随口唱了一句 王至上 没想到你小子唱歌唱得这么好 到时候迎新晚会你 必须得上去露一首 这个时候 陈主任和几位校领导走了过来 一边鼓掌 一边夸赞 唱得真是好啊 咱们学校人才几解 对了 刚才那首歌谁唱的 王至上 是灵动 几位校领导听到灵动的名字 表情有一些疑惑 都在回忆着什么 因为这个名字太熟悉了 陈主任立马解释 就是刚开学 就拿一等功的那个新生 灵动也应景地敬礼打招呼 校领导晚上好 陈主任晚上好 校领导 你就是那个 救了一车小孩的灵动 不错 很是优秀 你刚才唱的那首歌很好 我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么恢弘有气势的一首现代军歌 叫什么名字 灵动 名字叫 踏山河 其实这首歌不是军歌 但灵动的唱功太好 声音非常的磅礴大气 而且非常有力量 让人听见激情澎湃 他前世又是军人 唱法唤气 都是军歌类的技巧 所以校领导下意识地以为 这是一首军歌 校领导不停地夸着灵动 在听到陈主任说了灵动的成绩后 更是赞不绝口 陈主任和其余中队长 在一旁硬合着 夸奖了一通后 校领导又询问了几句 新生其他事情 慰问过后便离开了 陈主任走出一段路后 又专门折了回来 找到王志尚 和他说了几句才离开 王志尚转身来到场地中央 宣布了一件事 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十天之后 学校要举办迎新晚会 这次是两所军校一起举办 到时候 不仅有军役的人来表演 还有你们的学长学姐表演 最重要的是 也给你们分配了表演名额 每个区可以上报三个节目 大家可以踊跃报名 他宣布完后 新生队伍里立马热闹了起来 有军役的人要来 那我岂不是要见到美女了 这次两个学校联合举办 到时候 节目肯定准备得特别好 十天之后才举办 我好期待啊 到时候 我想上去演小品 我高中可是每一次晚会都上台的 有经验 三位中队长 给了新生们一会讨论的时间 然后吹响了口哨 安静 咱们的游戏继续 王打虎还在因为新生晚会的是开心 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学校 都是啥专业的 要是晚会上可以吃碎嘴就好了 到时候 他开心的和身旁的人说着 完全没有注意到 自己就坐在林栋的左手边 下一个该他表演节目的第62章 排练 林栋提醒了他一句 打虎 该你表演了 王打虎 紧接着 他反应过来 拍着大腿大喊 呀 轮到俺唱歌了 俺这啥也不会啊 要不 我给大家表演一段吹口哨吧 时间在众多新生欢声笑语中 不知不觉过去 很快 休息的时间到了 各个中队带队回宿舍 回去的路上 王之上单独把林栋叫出来 林栋 刚才陈主任专门回来嘱托了一句 给你一个单独的名额 不用区队里报名筛选 直接登台表演 到时候你好好准备 必须给咱们三区争光 林栋 是 保证不负所望 回到宿舍 林栋专门把王打虎和刘毅 叫来自己的床边 问道 你们听过 雇佣者 这首歌吗 王打虎和刘毅同时摇头 小苹果呢 二人再次摇头 帝都欢迎你呢 二人还是摇头 春天花会开 和勇气呢 二人依旧是摇头 刘毅非常疑惑地问 林栋 你说的这些都是歌吗 我都没有听过 这什么小种歌曲 林栋再次问道 那 常回家看看 那 刘毅和王打虎两个人 终于点头了 这个听过 刘毅 你好好地问这个做什么 林栋微微一笑 回答道 咱们不是要准备新生晚会了吗 我想准备几首歌 王打虎和刘毅对视一眼 两个人都感觉林栋有些别扭 但是又想不明白 那里别扭 刚才林栋问他们 两个问题 是因为自己唱踏山河 大家都没有听过 和这个世界不一样 但是国歌 君歌 还有一些老歌 都和林栋穿越而来的蓝星相同 他想要摸清楚 在这个世界的文艺作品 究竟和蓝星 是从那一年开始不一样的 所以 林栋找他们两个询问了一些 家喻户晓 几乎所有人都听过的歌曲 刘毅和林栋 听过99年的 常回家看看 但是却没有听过2000年的歌 看来这个世界的歌曲 是从2000年开始 和蓝星开始不同的 直到年限后 林栋这就可以放心大胆的 从系统中兑换歌曲了 他要兑换这个世界没有的歌曲 他要搞原创 这样才能获取更多的军功值 戏登后 林栋去系统的物品商城中转了一圈 最后决定兑换 亮剑的主题曲 华夏军魂 系统 兑换 华夏军魂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此次消耗1000军功值 剩余军功值10500 次日 一天的训练结束后 林栋便直接去实验剧场排练节目 他来到实验剧场 找到一位穿长服的男同学询问 学长你好 我是过来排练的 请问我现在应该去那里 同学有些疑惑 你是第一天过来排练吗 肯定是去你们节目人员 约定好的地方去啊 林栋 我是第一次过来 而且也没告诉我去那里 男同学 那你去地下室吧 去一休息室找宣传部副部长 看他怎么安排 林栋 好的 谢谢 林栋按照那位同学说的 去找副部长 宣传部副部长是位大眼睛女孩 看起来很是天真可爱 但是说话却一点不软萌 很是干脆利落 你好 我是副部长马娇娇 你可以喊我副部长 或者娇娇学姐 陈主任专门和宣传部打过招呼了 要推荐你上节目 你比较擅长什么才艺 林栋 唱歌 马娇娇 合唱还是独唱 林栋 独唱 马娇娇 好 我知道了 你先等我一会儿 我给你安排一首歌曲 你先去练习一下 林栋 副部长 我想要唱原创 马娇娇 他疑惑地看着林栋 这个新生 这是在开什么玩笑 他要搞原创 他一个陆军指挥学校当兵的 又不是军役的人 还搞原创 他知道什么叫原创吗 马娇娇的声音 立马冷了下来 林栋同学 请你不要胡来 虽然迎新晚会 不是像电视台举办的 那种特别重要的晚会 可也是一场大晚会 请你不要胡来 而且 这次是两个学校联合举办 你不要拿咱们陆军指挥学校的脸面 开玩笑 他现在内心很是不快 心中以为林栋是在玩票 并且在内心给林栋贴上了一个标签 那就是关系户 林栋是陈主任专门介绍来的 而且一来了 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搞原创 马娇娇这样想 也是合情合理的 林栋郑重地看着马娇娇 坚定地开口道 我有认真对待 你不听一下我的原创歌曲 怎么就知道我在玩票 这首歌我唱了之后 如果大家觉得不行 我肯定会改 请给我一个展示的机会 可以吗 林栋的声音温和有力量 态度非常的坚定 刚才听林栋的话 给他一种领导在和他说话的感觉 虽然林栋说话的内容是在解释 可莫名给他一种命令的感觉 他很奇怪 面前的这个人 明明是比自己还小的新生 怎么就给他一种长者的感觉 林栋外表是个18岁的小年轻 内里却是一个30多岁 有过十多年军旅生涯的老兵 对于林栋来说 马娇娇就是一个丫头骗子 以他的心态说出的话 马娇娇听了 难免会产生一种 面对长辈的感觉 马娇娇反应过来后 立马瞪着林栋 立一声道 宣传部会有安排 请你不要擅作主张 你自己原创歌曲 伴奏的录音那些 你怎么搞定 原创难度很大 而且你还不一定能做好 听组织的安排做好了 林栋 伴奏我已经录制好了 但是这个我得向上级申请一下 申请去拿我的私人物品 你现在可以听我轻唱几句 就几句 昨天从系统中兑换歌曲后 系统便给了林栋一个U盘 里边放着歌曲原件 伴奏 歌曲 歌词等等 一系列相关内容都在里边 第六十三章 用实力说服副部长 马娇娇心中认定 林栋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关系户 他不想和林栋 再多咧咧一秒钟 可是林栋面对质疑 那不卑不亢 不缓不及的语气 太有感染力了 就像是一个温柔的大哥哥 在面对一个无理取闹的丫头骗子 马娇娇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 行 你就唱两句吧 他这句话说出来便后悔了 心中有些纳闷 自己怎么好好的就答应了呢 林栋清了清嗓子 林栋有力量的歌声传来 红旗飘飘 君号响 剑已出鞘 雷鸣电闪 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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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栋简单的唱了几句后 闭眼几秒钟 简单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而后看向马娇娇 询问道 你看可以吗 马娇娇痴呈地看着林栋 一言不发 仿佛灵魂出鞘一般 林栋提高了一个音调 再次询问 你看可以吗 马娇娇突然反应过来 啊了一声 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刚才听你唱歌 入戏太深 脑海中有仙猎们 保家卫国冲向敌人的画面 就是那种冲锋号一吹起来 大家一起跳出战壕 各种射击声 呐喊声的 还冒着黑烟 和有火药味的那种场面 你明白吗 就是 马娇娇逻辑混乱地说着 他从来没有听过 这么有力量 画面感这么强的歌声 他情绪很是激动 还没能彻底 从林栋的歌声中走出来 所以在这里答非所问 林栋有些无奈 自己已经问了两次了 还没能从副部长口中 问出想要的答案 只好再次询问 你看 我这个样子可以吗 马娇娇立马 点头如捣算般地回答 可以 可以 我感觉 你可以做压轴 或者开场曲 这首歌实在是太震撼了 你需要什么 就直接和我说 我一定尽量满足 满足不了的 我也向学校申请 林栋 我想要申请去 我的私人物品中拿的东西 有关这首歌的 马娇娇 好 没问题 林栋 这件事情 我希望越快越好 最好今天晚上就让我拿到 马娇娇 这个也没问题 林栋 暂时就是这些 你看现在该怎么去申请一下 马娇娇 你带我直接去找 你们中队长就好 马娇娇对于林栋的要求 不假思索的同意 他现在对林栋有求必应 与之前对林栋不耐烦的态度 截然不同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林栋极好的唱功 军校一切向实力看齐 包括唱功 在去找王志上的路上 马娇娇余光偷偷打量着林栋 扭扭捏捏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 林栋 对不起啊 刚才我对你的态度太差了 我以为你是那种自以为是 把晚会舞台 当成你玩票机会的那种关系户 林栋笑笑 我知道 这都是误会 二人并肩安静的又走了几步 马娇娇再次开口道 林栋 你这么好的唱功 怎么没有报考军艺 这一下可问住林栋了 他总不能说自己报到途中穿越过来 根本没得选吧 而且是昨天才获得的唱功 他随口道 唱不唱的无所谓 我就是想要做个能上战场的兵 上战场 像你这种背景优秀的人 很少有人会想上战场 马娇娇现在心中依然认定 林栋是个家庭背景好的关系户 所以这样说道 林栋有些无奈 背景优秀 难道自己长了一副很有钱的脸吗 他调侃道 我父母都是种地的 如果家里有几亩粮田算背景好的话 那我确实背景优秀 马娇娇 他惊奇地看着林栋 而后问道 你家庭条件不好 怎么会编曲 唱功可以说 天生的嗓子好 可是编曲和写歌词呢 这没有专业的学习 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马娇娇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 心中对林栋的看法 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 由一个不可一世的顽固二代 变成了一位家庭贫寒 但却天赋一柄的优秀学生 林栋随口扯了一句 看电视里唱歌 瞎学的 马娇娇 你刚才唱得那么好 也是瞎学的 你会作曲 也是跟着瞎学的 你在开什么玩笑 人家这儿巴金的异笑声 都不如你 一路上 马娇娇惊奇地不停追问 林栋实在是太令人惊讶了 几天后 马娇娇无意间得知 林栋就是 哪一等功的那个新生后 看林栋的眼神 都变成了佩服和敬重 当他知道林栋的心训 考核成绩后 直接变为了仰慕 林栋在王志上的批准下 去拿自己的私人物品 假装在书包里翻了翻 将提前握在手中的U盘拿出来 而后他和马娇娇 一起回到实验剧场 将U盘插在电脑上 点击播放音乐 马娇娇在听到伴奏后 呆呆地看向林栋 你没有骗我吗 这真的是自己做出来的 这真的是你原创吗 林栋反问 不好听吗 马娇娇 就是太好听了 所以我才觉得不可思议 林栋 好听不就行了 英雄不问出处 马娇娇 好吧 他本来还想继续追问 结果被林栋这句话回绝了 他还没有问出口的话 林栋在休息室 简单跟着伴奏唱了两遍 在一旁的马娇娇 痴痴地看着林栋 眼眶湿润 泪水在里边打转 这首曲子太振奋人心了 马娇娇内心太激动了 嘴里嘟囔着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演唱会门票那么贵 还有一大群人抢 现场听和音响里边听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次日 林栋来到实验剧场 并没有继续练习唱歌 而是开始准备舞台 他看着实验剧场大礼堂的舞台 心中想了几个方案 找一群人站在舞台中央 给自己和声 弄个大合唱 亦或者让酒中队的人穿着军装 一起配合演冲锋 想到后边一个点子的时候 林栋摇摇头 心想 还是算了吧 新生没有舞蹈功底 用十来天的时间排练 效果不会有多好 林栋将合唱这个想法 讲给了马娇娇听 次日 马娇娇便找来了二三十个 给林栋和声的老学员 紧张的排练进行了一天又一天 在晚会举行的前四天 宣传部决定开始排练 走下过场 第六十四章 林栋参加节目 排练的这一天 宣传部部长和学校负责晚会的负责人也在 林栋的节目被安排在第一个做开场曲 主持人穿着长服在舞台上主持流程 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 华夏军魂表演者 林栋 陆军指挥学校三年级学员合唱团 主持人说完后 从舞台上下去 他身后的红色幕布被缓缓拉开 华夏军魂的前奏声响起 他那进行曲节奏的号声响起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在后台紧张准备的其他人员听到后 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静静的聆听 坐在台下的校方负责人 部长震惊地看着舞台 眼神中满是激动 马娇娇已经听过这首曲子多次 再次听到依旧内心思绪澎湃 林栋的歌声传来 悲重的氛围拉满 再加上令人振奋的歌词 让众人内心激动不已 一曲结束后 主持人眼睛里含着泪水 愣在原地 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还是林栋从舞台中央下来 提醒了主持人一下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上场主持 合唱的学员也跟着走下来 他们大多数人眼中也含着泪水 刚才给林栋和声 他们更能感受到歌曲中的那种悲壮 他们切身体会到了那种 为了祖国义无反顾 抛头颅洒热血的奉献精神歌声 是仙烈们的真实写照 没有仙烈们的牺牲 就没有美好的今天 大家落泪 不仅仅是被悲壮的情绪感染 不仅仅是因为歌曲斗志昂扬的风格 让人激动的落泪 大家情绪中更多的还有感激 感激仙烈们的牺牲 接下来的表演很精彩 可是校方负责人 还有部长已经没有心情观看 有灵动注意在前 现在看什么节目都提不起兴趣 负责人很是疑惑的开口 那首《华夏军魂》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马娇娇回答 他是原创歌曲 部长和负责人同时低声惊呼 原创 一个新生的原创 竟然能达到如此振奋人心的地步 他们两个再三确认后 负责人大笑了起来 咱们学校真是人才积极啊 舞台上精彩的节目在表演 舞台下他们三个喋喋不休地讨论着 节目表演结束后 部长和负责人决定再加一个节目 让灵动再来一首曲子做压轴 马娇娇将这个消息说给灵动听后 补充道 你有什么需要就提 学校一定尽量满足 灵动低头思考了片刻 神识进入系统商城中 浏览着可以兑换的歌曲 已经准备了一首悲壮的军歌 再来一首抒情的歌比较好 他将目光停留在歌曲《错位时空》上边 灵动心中默喊 系统兑换错位时空 正在兑换兑换成功 剩余军功值9600 由于刚才唱歌 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军功值获取了不守 所以和上一次的余额有很大出入 兑换好歌曲后 灵动回过神来 抬头看向马娇娇 我已经想好要准备的歌曲 需要你帮我搞一些服装 还有演员过来 最好可以给我找两个小孩子 过来做演员 灵动想要弄一个古今同台的伴舞 紧张地排练一天又一天地进行 转眼间来到 新生期待的迎新晚会 另外一群军校的学生 乘坐着大巴车来到实验剧场 陆军指挥学校的新生 也在中队长的带领下 有序落座 后台本校参与表演的学生 有效表演的学生 以及军役的人 在紧张地化妆 换服装 临到迎新晚会开始的时候 有一群老学员悄悄地进来 找空位坐 没找到空位的 直接站在最后边 我听我社友说 今天的晚会特别精彩 有古今同台的表演 我也听说了 说是有人原创军歌 特别震撼 据说咱们这次两校 联合举办的晚会 还会搞直播 作为军校的宣传片 真应该早点来的 搞得现在都没有做的地方了 新生之间 也都在兴奋地一轮着 王打虎 俺听林栋说 今晚他有两个节目 等会他出来 说什么 也得给他站起来做啦啦队 站肠子 刘逸 要是现在有手机就好了 我就给林栋拍几张照片了 与此同时 两所联合举办晚会的 军校官方微博 开通了网络直播 一些观众进入直播间 时不时有几个弹幕跳出来 全是兵哥哥 满屏的制服诱惑 花痴 楼上的 你的口水丢我头上了 直播间的人数 再不停地增长 只不过速度非常慢 已经开播十分钟了 直播间才有七百多号人 忽然 李堂的灯光暗了下来 舞台上红色的幕布 缓缓合上 一位女主持和一位男主持 并肩走上舞台 各位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新生 在这个秋风凉爽的季节 接下来 请大家欣赏歌曲 《华夏军魂》 林栋 作词 林栋 表演者 林栋 陆军指挥学校三年级学员和声 大家掌声有请 观众席位瞬间响起掌声 王打虎高兴地大喊 这首歌是林栋自己写的 林栋唱歌特别好听 刘逸 听到了没 这个就是拿一等功的林栋 我的好兄弟 开场曲是他唱的 他们两个林栋的死党 在特别骄傲地炫耀 大多数观众都没有细心地留意到 作词作曲和演唱者是同一个人 以为和学校普通的晚会一样 都是学校学生翻唱的歌曲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有的新生还在讨论其他节目 我听说四中队有个金核的新生 相声和快板是一绝 不知道今晚能有几个小品 等会军役的人要上场 咱们要大饱眼福了 不知道军役的人都准备了什么节目 网络直播间的弹幕 时不时跳出一条新的 华夏军魂 这歌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我都干等了十分钟了 可算是能开始了 第65章 林栋演唱开场曲 紧张地进行曲节奏响起 小号和中号高亢的乐声传来 整个大礼堂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台上 这个前奏实在是太振奋人心了 大家一个个安静地望着台上 期待着接下来的演唱 和刚才众人不以为意的态度 截然不同 红色幕布随着前奏声 缓缓向两边退去 林栋站在舞台中央 举着话筒 专注地听着伴奏 数着节拍 准备接下来的演唱 他身后的合唱团成员 也都一个个神经紧绷起来 准备接下来的和声 节拍到了 林栋举起话筒 挥红大气的南低声传来 如果祖国遭受到了侵犯 和声 侵犯 热血男当自强 和声自强 喝干这碗家乡酒 和声 家乡酒 壮士一去不复返 和唱 滚滚 黄河 滔滔 长江 歌声响起 新生们脑海中立即出现了 大战在即 军人整军待发 在喝剑行酒的场面 整个大礼堂 包括后台的人都停下手中的动作 有些人甚至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生怕喘息一声 破坏着悲壮的氛围 直播间与大礼堂不同 人数飙增 评论不停地在屏幕上滚动 热闹非凡 军人唱歌 这气势就是不一样 这个唱歌的人是谁 这歌声听了 让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楼上 我的眼泪也有些忍不住 不是伤心 是激动的那种 我现在仿佛看到了 一个个即将奔赴战场 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将士 太震撼了 要是直播间的音质 再好一些就好了 歌曲来到了高潮处 本就奋恺激昂的伴奏 更加热血了起来 灵动的歌声变得嘹亮起来 红旗飘飘 君号响 和声 飘飘 君号响 剑意出鞘 雷鸣电闪 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和唱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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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来到这里 听到歌声的所有人 眼神中都是激动满满 有的人忍不住双手颤抖 歌词 伴奏 以及灵动的歌声 太有感染力了 让人听了内心汹涌澎湃 激动不已 恨不得现在 就冲向战场 英勇杀敌 现在穿上这身军装 新生们越发理解 先烈们 为什么不怕死的 披着枪林弹雨 依旧往前冲 明白他们 为什么明知双方装备 悬殊巨大 冲上去 就是送死 依旧一个 比个英勇了 因为就像歌词中唱的那样 祖国来到了危险时刻 我们要保卫 我们滚滚的黄河 滔滔的长江 保卫我们的家园 王志上眉头轻皱 激动地看着台上 眼泪夺眶而出 仿佛看到了 仙烈们战场厮杀的场面 他抿着的嘴唇 微微颤抖 仿佛在极力压制着 内心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个时候 网络直播间也安静了下来 只有不停增长的观看人数 可以证明网络没有卡顿 观众们都被这首歌震撼到 内心情绪比这刚才更加激动 没有多余的心思 去发表评论了 某高中教室 老师正在台上挽着袖子 拿着大三脚齿 激情四射的讲解数学题 一位坐在最后一排 偷玩手机 正在观看陆军指挥学校 迎新晚会的新生 正抹着眼泪 气不成声 他的动静 引来了所有人的关注 学生们不听课 全部回头望向他 老师也不讲课了 愣愣地看着那个 大声哭的学生 很是疑惑 这孩子怎么了 他疑惑地走过去 看到学生一边看直播 一边抹眼泪 心中的气不打一出来 直接一把 抢过学生的手机 老师突然抢手机 学生没有反应过来 耳机被拽了下来 愤慨激昂的歌声传出来 如果祖国遭受到了侵犯 何声 侵犯 热血男当自强 何声 自强 喝干这碗家乡酒 何声 家长酒 壮士一去不复返 教室的所有人 都被歌声吸引 痴痴地望着传来歌声的手机 这歌声充满了悲壮 激情 热血等等多种 令人内心激动的情绪 太震撼了 这么好的歌曲 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异曲结束 歌声消失后 教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沉浸在 悲壮的歌声意境中 无法自拔 将镜头拉回表演现场 灵动唱完异曲后 额头上出现了一层秘密的汗珠 他的情绪也很激动 唱歌是一个需要用心去唱 注入感情的一件事 所以 灵动现在的心绪 和众人一样的激动 只不过 他作为演唱者 时时刻刻关注着伴奏节拍 保持着理智 可以很快地从悲壮意境中走出来 其他人则不能 灵动演唱结束 微微鞠躬 转身准备下台 看到现在临时阶梯上的 合唱团成员没有动静 他提醒了一句 下台 合唱团成员这才缓过神来 一个个都快速朝舞台下走去 他们额头上 都有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 刚才虽然是和音 可是情绪到这里了 神经不由的高度紧绷 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一个个紧张地不行 激动不已 仿佛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有人甚至累得双腿发软 走路脚开始打架 主持人看到灵动下来 这才回过神来 立马往台上走去 主持接下来的晚会流程 虽然听过好几次 滑下军魂 可主持人依旧不能很好 控制自己的情绪 所以反应迟钝 主持人走上台前 谢谢灵动和三年级 合唱团精彩的演唱 台下观众听到主持人的声音 这才缓过神来 开始热烈鼓掌 新生们拍手的动作 一个比一个用力 即使把手拍断了 也无法表达出 他们内心的汹涌澎湃 王打虎一边鼓掌 一边抹眼泪 原来真的有个可以唱哭人啊 刘逸 灵动这家伙的话 果然不能信 之前他还在宿舍说 自己五音不全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种优秀又爱凡尔赛的人 如果不是看在他 是我兄弟的份上 我肯定打死他了 王打虎凝了一把鼻涕 搭话道 你打不过他 刘逸 第66章 错位时空 直播间现在的人数 已经增长到了三十多万人 短短三分钟的时间 人数直接翻了四五百倍 而且 人数还在猛增 直播间屏幕上的评论疯狂滚动 都来不及看清楚评论的内容 下一个节目 是军毅带来的舞蹈表演 之后便是语言类节目 和歌舞类节目交替上场 表演很精彩 只不过和灵动的开头曲比起来 就显得很枯燥 即使是最受欢迎的小品上场表演 也只能将台下新生的注意力 吸引片刻 灵动不在台上 但他的名字 却不断地被台下新生提起 直播间更是这样 刚才那个《华夏军魂》 唱得实在太好了 现在我脑子里都是滚滚黄河 滔滔长江的旋律 虽然那首歌歌词简单 但感染力特别强 他让我想到了魏国站的情景 我快要哭死了 我来晚了 没有听到 大哭 小弟刚进直播间 你们都在说什么 血树力求这个晚会的陆播重播 别的不重要 主要是想听《华夏军魂》 网络直播间的人数不停增加 这回已经突破了百万 陆军指挥学校官方微博的后台运营人员 将观众的评论反映给了上级 上级立马下令 明天就安排重播 而且还专门在微博上 发出了节目单 网友看到 最后压轴出场的人士林栋 一个个都激动了起来 这个林栋和第一个上场的林栋 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我刚才去查了一下 《华夏军魂》和还未播出的《错位时空》 没有任何相关内容 这两首歌是原创首发 军校不愧是军校 就是有实力 竟然能搞出这么好听的原创歌曲 这不比流量歌手强百倍千倍 林栋如果不是军校生 是艺人的话 他肯定早就火了 果然 最优秀的人都上交给了国家 这条节目单的微博下 十条评论有八条是有关林栋的 还有一条是在询问什么情况 迎新晚会在所有观众的期待中 迎来了压轴节目 林栋终于要登场了 主持人上来 介绍节目 接下来 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歌舞剧 《错位时空》 作曲 林栋 作词 林栋 表演者 林栋 军艺成员 特殊嘉宾 主持人一宣读完 大礼堂立马响起热烈的掌声 新生们一个个激动的鼓掌 期待地看着舞台上的红色幕布 太好了 林栋竟然还有一个节目 作词作曲都是林栋 这首歌也是林栋的原创 没想到来军校还有这种福利 竟然能到这么好听的歌 实在是太值了 刚才的《华夏军魂》 实在是太惊艳了 我相信林栋这一次 肯定还能给人惊喜 直播间的观众沸腾了起来 弹幕评论立马刷了起来 一开始还是个评论歌的 而后变成了统一的评论刷屏 他来了 他来了 在众人的期待中 歌曲抒情的前奏声传来 像是一位伤情的少女 还缓缓述说着自己的经历 曲子来到伤情之处 林栋的歌声传来 那一年 你和我一样的年纪 年轻的像手青色的歌曲 但为了创造梦中的那个新天地 你转身匆匆走进风雨 随着林栋的歌声传来 一位又一位歌舞演员走上舞台 首先上场的是两个孩子 一个身穿现代校服 脖子上系着红领巾 另外一个衣衫褛褛 脸上脖梗 手臂等等露出来的地方 都打上了厚重的阴影 远远看去 这个孩子仿佛瘦得只剩下骨头架子 两个孩子互相走向对方 而后同时试探性地伸出双手 互相去触碰 紧接着 出来的是两位女大学生 一位穿着漂亮的鹅黄色连衣裙 一位穿着青蓝色袄裙 旧时代的女学生校服 他们两个都在各自表演着 他们所处时代的日常 紧接着 一组又一组的演员出现 都在各自做着他们所处时代 应该有的动作 现代和战争年代的人物形象 形成强烈的对比 台下的新生 一个个都看待了 他们深情注视着舞台 仿佛整个人置身历史长河之中 亲眼看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般 外加灵动深情的歌声 让众人不由的鼻子发酸 直播间的观众 和现场的新生一样 都被震撼到了 我现在明白 为什么这首歌叫 错位时空了 刚才那两个孩子一出来的时候 我的泪线就崩了 生在这个时代 万幸之至 淡淡的歌声 最是勾人心底的思绪 虽然才听了几十秒 但是我脑海里已经划过了 咱们划下近现代的屈辱历史 灵动的歌声继续传来 观众们内心的悲伤情绪 一涨再涨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 脚下大地已经换了时空 你留在空中摇曳的那抹红 在心中 在心中 你说你从来不后悔把一生 奉献给这片辽阔的土地 歌词唱到这里 整首歌来到了高潮部分 穿着大褂的男同学 以及穿着青色凹裙的女同学 同时将衣服扯掉 露出里边穿着的青灰色军装 戴上配套的军帽 冲上最前线 而后重伤倒地 继续冲向危险的战场 最后壮烈牺牲 军艺优秀的男女演员 在十几秒钟的时间内 完成了由懵懂学生 变成思想觉醒的 有志青年的转变 然后冲向战场 将这一生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用自己的鲜血 灌溉了信仰的花朵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泣不成声 他们哭的不是这歌声 哭的是自己脚下这片大地的血泪史 哭的是那些牺牲的先链 哭的是心中对祖国强烈的热爱 热泪盈眶 只因对脚下这片大地爱的深沉 我多想伸手拥抱你 告诉你一切都尘埃落地 百年前 你梦想的那个星华下 有多美丽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 通过百年时空再相逢 此刻我们总会心灵相通 第67章 震惊全网 脚下大地早已换了时空 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 在心中 在心中 歌词唱到这里 五位穿着不同军装的演员登场 代表着华夏现在的五大军种 他们来到舞台中央 像歌词唱的那样 拥抱已经牺牲的先烈 饰演先烈的演员 这个时候眼睛缓缓睁开 他们双方都从怀里拿出红旗 代表着信仰心火相传 观众看到这里 一边大哭一边大笑 虽然过程挺惨烈 但结局总归是好的 异曲结束后 现场的新生全部泣不成声 眼泪并没有因为歌曲结束 而止住 观众内心的情绪反而更加浓烈 现在的美好今天 是百年之前 这样一群和他们一样 年纪的人所创造 众人因先烈感动 众人感激先烈 众人心中的信仰 依旧闪闪发光 史书在后 也装不下他们波澜壮阔的一生 歌声再美 也描绘不出 他们为国捐躯的壮恋 泪水再多 也难以让观众释怀 直播间的观众 这个时候已经突破了一千万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永远怀念人民英雄 那一年 和我一样的年纪 大哭 这歌声太感人了 我现在身边的人都在哭 好希望时空能错位 让英雄看看 现在的华夏 什么破网 我一直掉线 搞得我一边哭 一边刷新手机 楼上的 我也是 大哭 其实 现在不是他们网络不好 不停掉线 而是现在的直播间 不允许容纳过多的观众 毕竟明星直播 顶多也就几百万 谁能想到这个直播间 竟然涌进入了一千万人 而且 是短短的几分钟 由一百万变成了一千万 无论是哪个平台的直播间 也承受不住 与此同时 网络上掀起了一片一轮热潮 热搜前十 有三个是有关迎星晚会的 入军指挥学校迎星晚会 华夏军魂 错位时空 两首歌曲的陆平 在网络上疯狂被转发 灵动这个名字 也被不断地提起 灵动演唱完毕 听到脑海中 不断出现的系统提示 收集军功值 加100000 收集军功值 加100000 灵动心中威喜 看来这首歌的影响力很大 今后自己不愁没有军功值了 也不用掩馋物品 商城中贵的物品 何技能了 这两首歌 给灵动带来的不仅仅 只有军功值的收获 还有名望 以及丰厚的版权费 一曲结束后 两位主持人上台 说接受语 他们两个同样气不成声 刚才的音乐歌舞剧 实在是太感人了 晚会结束后 各个中队各自带回 灵动和演员 回到后台卸装 也准备回去休息 这个时候 马娇娇带着一位 扛着小型摄像机的人 过来采访 灵动 刚才的演唱特别成功 你把所有人都唱哭了 而且 网络直播效果也特别好 学校专门安排 要对你进行采访 灵动笑笑 面向镜头 说了几句官方客套话 错位时空 这部歌舞剧的成功 是所有表演者的功劳 在这里我想说 正如歌词中讲的那样 留在风中摇曳着的那抹红 在心中 身为一名军人 我们一定会不辱使命 不负人民的期望 灵动简单地说完后 转身将镜头 让给其他表演者 他对采访 对出名 一点都不感兴趣 所以客套地应付了几句 而且 灵动真心地认为 错位时空 这部歌舞剧能够成功 是所有表演者的功劳 正如华夏能有今天一样 不是某个时代 某个人努力的结果 是华夏近一百年来 所有群体 所有人 共同努力的结果 虽然灵动离开了采访镜头 可他又没有完全离开 被采访的演员表示 这两年代的军装 衣领这里是破的 全身上下都灰灰 这些都是按照灵动的要求 经过特殊处理 力求逼真 灵动回到宿舍中 才抬脚进去 整个人宿舍的人 便都围了过去 王达虎和刘毅 左一个又一个 搀扶着灵动 去他的床铺上 灵动 你今晚可是要了 不少人的眼泪 灵动 这两首歌都是你写的 灵动 你知道吗 刚才你的歌声一出来 我就哭了 灵动 你真有才 竟然能编出 灵动能回答哪个 就回答哪个 写歌也没什么难的 这不是有手就行 众人 有手就行 刘毅直接大骂 灵动 你这也太反尔赛了 有手就行的话 我们怎么就写不出来 难道说 我们长得不是手 长得是爪子和蹄子 灵动假装认真的思考 然后郑重地回答 也有可能是长霸 众人 灵动 你就口下积德吧 实力碾压我们 嘴上能不能给我们留点面子 李星笑着看众人打闹 觉得给这回功夫 让他们放松也够了 大声喊话 上床休息 熄灯 灵动他们辛苦训练了一天 脑袋沾枕头就睡 片刻的功夫 便传来了呼噜声 网友却睡不着 一个个看了 华夏军魂 和错位时空的陆平视频 哭得死去活来 情绪久久不能平复 先是华夏军魂 这首激情昂扬的歌 展现了军人的斗志 而后错位时空 又告诉我 军人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我一想到和我一样年纪的人 百年之前 在这片土地上 为我们而战斗 就忍不住哭 真想不到 这两首曲子 竟然都出自一个军秀声 这个不比偶像小生的歌强千百倍 果然 优秀的人都交给了国家 很多网友纷纷去 陆军指挥学校官方微博下评论 求放出迎新网会的录播 次日 一大早 陆军指挥学校的官方微博 便放出了录播 才发出一分钟 评论便直接破万 被不停地转发 网络上讨论的声音 比昨天晚上更大 与此同时 有人也盯上了这两首歌 第68章 千万版权出售 两首歌是灵动昨天晚上唱的 当时便在网络上活了起来 各种有关歌曲以及晚会的剪辑 次日上午传遍了全网 下午便有人联系到了陆军指挥学校 商量歌曲版权的事情 校领导找到灵动的时候 由于他新训期间不能接触手机 根本不知道网络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疑惑 校方怎么好好地找自己 难道是昨天晚上 唱的两首歌影响力很大 这是打算安排自己表演 其他晚会吗 酒中对其他人看到后 都在小声地议论 我猜学校肯定是因为灵动唱歌太好 所以找过来了 灵动唱的比歌星唱的都好 这是不是学校想要让他转专业啊 像灵动这种人 去到那里都是香波波 真是让人羡慕极度狠啊 新生们议论着 看到灵动被带走 一个个更为吃惊 王达虎 俺低个乖乖 灵动怎么被带走了 刘逸 这是学校 又要准备什么活动 让灵动过去演出吗 新生们众说纷纭 一个个都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在猜测灵动被带走做什么了 很可惜 他们的想象力有限 没有一个猜得准 不一会儿 灵动回来了 盘腿坐在地上休息的新生 立马站起来围了过去 灵动 刚才校领导 把你叫走做什么去了 是不是军役的人 看上你了 和学校要人了 灵动随口回答 有一家音乐公司 和影视公司找我 想要买我歌曲的版权 刚才我去签合同了 他的回答很随意 新生们刚听到的时候 并不以为意 待他们反应过来后 惊呼的声音 一个比一个大 灵动 你歌曲卖了版权 不不不是 音乐公司找你买版权就算了 影视公司找你买什么版权 有人太过于吃惊 说话都开始口吃 灵动继续用很随意的语气 回答他们想买 错位时空 这个微型歌剧的版权 拿去拍摄纪录片 新生们惊讶的你问一句 我问一句 但大体意思都差不多 那就是询问灵动卖出的版权费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天价版权费 大家都有所耳闻 所以对灵动的版权费 特别感兴趣 王达虎 按看网上的新闻 一个版权 可是能卖出几千万的 刘毅 灵动 你小子以后就要成父一代了 某某 灵动 你给我们说说 你版权究竟卖了多少钱 某某 到时候 你能不能凭借你原著作者的份上 给我们要签名 某某 灵动 你究竟卖了多少钱 灵动依旧淡淡回答道 我一个素人 没名气 没粉丝 卖不了多钱 两首歌一共也就卖了 一千万外加分红 众人 灵动 你特马的 还是个人吗 也就一千万 你用也就这两个字来形容一千万 这叫没有多少钱 王达虎拉着灵动激动的说 灵动 你现在可是千万富翁了 你这当兵当的 一下子就财富自由了 众人很是惊讶 身为富二代的刘毅 反应则是很镇定 就一千万而已 还不能财富自由吧 存银行吃利息 一年也就五六十万 他这话才说出来 便遭到众人的一致抵制 刘毅 你去死吧 什么吃利息 也就五六十万 年薪五六十万的人才有多少 你这种富二代 以后不许参与我们穷比的话题 刘毅你去死吧 简单的打闹过后 新生们继续刚才的射击训练 不一会儿 又有校领导过来找灵动 新生们一边训练射击 一边悄悄议论 快看 又有领导过来找灵动了 这次估计还是割取版权的是吧 灵动这家伙 当兵还没有两个月 不仅一等功三等功拿到手软 在军校竟然还能挣到一千万 身世人比人 气死人啊 你说这次灵动又能卖多少钱版权 不只是新生们好奇 王志上同样很好奇 在灵动返回归队的时候 王志上专门把他喊到了跟前 灵动 刚才校领导找你什么事 说是有军区找我 想要把我的哥做成军区的宣传曲 让我随时等通知 去录制哥 王志上先是愣了一下 这太不可思议了 灵动简单地露了一手 竟然连部队都找上门了 而后他欣慰地笑了出来 开心地大声说 灵动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竟然有军区主动找你录制宣传片 这是多少军医人都盼望不到的事情 你小子 不仅是被陆军羡慕 这一下又要被军医的人羡慕了 好了 归队吧 好好训练 你现在可是大名人 实力必须得配得上你的名记才行 灵动 是 谢谢中队长的赞赏 灵动一边训练 脑海中的系统提示 时不时响起在记录收集的军功值 看着不断增加的军功值 灵动不禁感慨道 怪不得大部分的人都想出名 这不仅来钱快 军功值也来得快 在接下几天的训练中 灵动时不时被校领导叫走 大家也都习以为常 除了羡慕 便是极度狠 这一天的训练 王志尚让新生把他们的洗脸盆拿过来 里边都盛着满满一盆水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要进行海训了 先练习憋气 还有最基本的游泳动作 动作练得差不多了 咱们就下海 吴熊听到海训这两个字 下意识地偷偷看向灵动 嘴角微微勾起 海训最主要的就是游泳 这个吴熊非常擅长 如果不是吴熊家里觉得运动员 职业生涯短 不让吴熊去做运动员 他现在就是游泳运动员 吴熊心中100%的肯定 灵动游泳肯定比不过他这个准运动员 这次终于能做第一了 终于可以摆脱万年老二的帽子 吴熊内心如何能不窃喜 他现在似乎已经看到下海训练 自己将灵动远远地甩在身后 被所有新生佩服的场景 第69章 超大肺活量下到班长 王志尚继续讲解着 有关海训的一些事项 新生们一个个都非常开心 在他们心目中 海训就是游泳而已 刘亦感慨道 终于要学一个 我本来就会的项目了 王打虎开心地念叨着 新训这么多天 总算是能来一个 轻松点的项目了 不过话说回来 来到军校我 还真是学到了不少游泳技能 灵动听到新生们 对海训的美好想象 忍不住微笑着摇头 还真是一群天真的孩子 既吃不既打 都来军校这么久了 竟然还会天真的认为 训练有轻松的时候 海训是灵动上辈子 最抵触的一项训练 泡在寒烟量极高的海水里 一游就是挤海里 而且还要在沙滩上进行 各种抢滩登陆训练 天天在失闲的海水里抛 还要被太阳直晒 没有一个不受伤的 那种晒伤又疼又痒 想挠又不能挠 难受的要死 比其他训练受伤难受的多 那种抓心挠肺的痒 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王志尚说完了最基本的事项 接下来便是分班训练 灵动所在的三班 李星班长带着他们 进行憋气训练 下水的时候 你们只有拥有 足够长的憋气能力 才能在水下 处理一些突发状况 所以 憋气训练在海训中 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咱们训练循渐进的来 先来一分钟 现在 预备 开始 李星哨声过后 三班所有心声都把脸埋进脸盆中 灵动也是同样的动作 单论憋气的话 前世他能做到两分半 成绩虽然还算可以 但灵动对此并不满意 他趁着这回功夫 去系统伤成中转悠了一圈 现在军功只有很多 用起来根本不心疼 看了一圈 灵动看中了一个高级伤成中的技能 他在心中默念 系统 兑换高级潜水技能 再给我介绍一下主要内容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高级潜水技能 可以在宿主原有的 壁气时间上延伸至10倍到15倍 游泳速度也可以得到 同样倍数的提高 同时可以处理掉 来自深水的温度 压力对宿主身体的影响 灵动听到系统的介绍 心中一喜 这功能还挺不错的 高级商城里的东西 就是不错 将壁气时间延伸到10 15倍 那意味着灵动壁气 可以达到25多分钟 甚至能达到40分钟以上 游泳速度也会同样有所提高 最重要的是 可以处理掉来自海水的影响 要知道 在深海游泳 最大的危险不是各种凶猛的鱼类 而是来自于海水 冰冷且含有各种眼泪 金属都耐不住海水的腐蚀 何况人呢 而且在潜入深水后 随着深度越深 水的压力会越大 这样非常影响行动 并且会有危险 现在有了高级潜水技能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壁气时间过去40秒后 有心声不行了 把脸从盆里抬出来 哗啦 心声动作幅度过大 脸盆里的水飞溅出不少 不行了 我不行了 刚才差点把我憋怨 李星立马大声训斥 你 俯卧撑一百个 继续训练 闭起 心声们陆陆续续把脸 从盆里抬起来 在李星一次又一次的训斥下 重新把头埋进水里训练 王打虎抬起好几次头 而且每次抬头和埋头的 动作幅度特别大 飞溅出来的水也特别多 这是他故意的 想要把水都给搞出来 只剩个盆底 这样训练的时候 可以偷偷用嘴呼吸 李星完全没有注意到 王打虎的动作 因为他的注意力 全在灵动身上 灵动从一开始训练 一次头都没有抬起过 一直埋在水里 李星看了也描表 时间已经过去了21分钟 灵动怎么一次都没有唤起 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李星连忙过去拍灵动的肩膀 紧张地询问 灵动 你怎么了 如果新训期间 新生被训出了毛病 他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怎么可能不紧张 灵动听到声音 抬起头 满脸挂着水珠 笑着回答 班长 我没事 李星这才松了一口气 直说 你刚才吓死我了 你这小子 是用塞呼吸的吗 怎么能闭气20分钟 众人听到这个结果 一个个都把头 从脸盆里抬起来 惊讶地看着灵动灵动 令人闭气20分钟 还没有事 这家伙 是外星人 还是妖怪 这特娘的 也太匪夷所思了 灵动一如既往地 谦虚回答 坚持了这么久吗 我只是 感觉自己可以继续憋气 就没有抬头 没想到 竟然坚持了这么久 班长 不好意思啊 吓到你了 李星现在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特马的惊喜 真是又惊又喜 灵动长时间憋气 让他担惊受怕 而后知道 灵动竟然天生肺活量大 比起时间久 又让他因为自己 有这样一个优秀的心声 开心得不行 你小子 以后有这种情况早点说 别一天天地 竟搞出这种事情来吓我 王达胡五官拧在一起 难以置信地盯着灵动看 灵动其他项目都优秀 他还可以勉强接受 可是这憋气20分钟 他实在是难以相信 王达胡忍不住拍拍了一下 他突然插话 李星下意识地看了他一眼 又晃了他的小黄盆一眼 里边的水还剩下一个底子 李星咳嗽了两声 冷声道 王达胡 看不出来 你还挺聪明的 盆里的水呢 王达胡这才反应过来 结巴地解释 俺俺俺也不知道 估计是俺太笨了 把水全部给弄出来了 李星继续训斥斥 说实话 王达胡默不作声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不管怎样回答 结果都是俺训 李星 挺厉害的呀 都能想到把水都弄出来 怎么不说话了 你这是怎么把水都扑腾出的 说给大家听 长长见识 王达胡知道 李星这是在说反话 可他也没有办法 只好实话实说 不说的话 会被骂得更惨 我就是大幅度弄了两下水 然后又喝了一肚子 李星 众人听到这里 全部都在投笑 李星 很好笑吗 全部都给我继续训憋憋气 这次谁要是达不到一分十秒 谁就给我跑五公里 第七十章 有心声喊不公 李星训斥完其他人 又转头看向王达胡 你跟我来 这次他给王达胡 换成了红筒盛水 王达胡在埋头训练 臂气的时候 他在一旁训斥 既然你这么能喝 那你就一次性喝个够 憋气训练结束后 李星又让新生趴在地上 训练游泳动作 新生有一半人做的 根本没法看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这动作那里学的 怎么不练我教你们的蛙蛹 一个个跟狗爬似的 明天下水 能游得起来才怪 剩下一半动作可以看的 都是本来就会的 只不过 动作不标准 李星踹了一脚 刘翼的屁股 不要用狗袍 用蛙蛹 刘翼抬头笑嘻嘻地请求 班长 我就指挥狗袍 你就让我狗袍吧 我狗袍游得可快了 李星质问 你狗袍能刨多少米 蛙蛹是最省力气的一种游法 只有这个动作 才能让你在大海中游得更远 活得更久 他一个挨着一个纠正动作 来到灵动跟前 冷着的脸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还是灵动让我省心 每个项目都会 甚至比我做得都好 简单的基础动作训练结束后 王志尚次日便将新生们 拉到沙滩训练 新生们一个个开心的不行 训练生活太枯燥了 来到海边 心情不由自主地好了起来 吴雄是最高兴的那一个 他终于可以大显身手了 正式训练前 几位排长给每个人 都分发了橙红色的游泳圈 王志尚在队伍前面训话 这一片海域 是学校专门划定的训练区域 提前在海下拉上了网 避免凶猛的海洋动物进来 伤着你们 所以说 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练 而且我专门给你们准备了馒头 等会训练中途饿了 可以填一下肚子 好了 你们都下海训练吧 新生 是 吴雄手中提着游泳圈 向灵动走了几步 他想要和灵动来个比赛 他自以为 找到了一个可以压灵动一头的项目 不显摆一下 他心里难啊 四班和吴雄关系不好的新生 注意到了吴雄的动作 故意去他面前挡住路 吴雄 我知道 你一直想要和灵动比 这次你要比 拿你自己做赌注 别拿四班所有人 上次你说的灵动打满环 四班全部去吃屎 弄得咱们四班 可是没少被笑话 吴雄 你 他被气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事实如此 明明自己每一项都很厉害 可是遇到灵动 搞得他像是又菜又爱赌的菜鸟一样 吴雄心中气啊 可是转头又想到 前两次自己信誓旦旦和灵动比的结果 他开始打退堂鼓了 算了 不找他了 这货常开挂 还是不赌来的保险 新生们开始分班训练 吴雄一下海 立马向他的班长何军打报告申请 班长 我本来游泳就非常好 你就让我放开了游吧 让我活动活动手脚 何军点头 行 你去吧 注意安全 还得可不比室内游泳池 吴雄 是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 便一头扎进水里 奋力朝前游去 游了一段距离 他将游泳圈扯下 在海里挖泳 洋泳等姿势来回换 吴雄太急于表现自己了 他太想做一回第一了 其他在海边训练的人 看到吴雄游泳的速度 以及各种姿势 纷纷夸赞吴雄水性竟然这么好 吴雄这家伙 怎么把救生圈给扯掉了 他游得真快 看来在海训这一项 他终于能摆脱千年老二的城好了 吴雄停下 回头远远地看了一眼岸边的众人 感觉大家都在看他 于是决定来一点更刺激的 他转身 一头扎在海里 一直没有冒头 开始潜用 王志尚这个时候 抬头看了一眼海面 正好看到吴雄一头扎进海里 一直没出来 他又看到远处潜伏着的救生圈 以为吴雄出事了 立马紧张了起来 大声命令 一排排长 开游艇 去救人 一排排长 是 在训练过程中 部队会给一定的伤亡指标 但这仅限于特种部队训练 像这种新训 一旦出了什么事 后果非常严重 根本不是王志尚能承受得起的 灵动看到王志尚 火急火燎的乘着游艇 赶了过去 忍不住叹气摇头 这个吴雄 太急于表现自己了 等会肯定会被王老黑骂死 如果不是他有阴眼技能 可以检测到吴雄的生命信息 他也会以为吴雄出事了 片刻之后 吴雄路头唤气 听到了传来嗡嗡的发动机声音 连忙回头查看 看到王志尚 和一排排长驾驶着游艇过来 心中很是开心 中队长这事 看到我游得太好 过来表扬 我来了吗 他开心地大喊 中队长 结果 却等来了王志尚的一顿怒骂 只见王志尚 给吴雄丢过去一个救生圈 立声呵斥 套上游泳圈 滚回去 吴雄 我游得这么好 怎么好好地挨骂了 王老黑这个变态 总是阴晴不定 吴雄来到岸上后 王志尚集合众人 开始训话 你们有些人 以为自己很聪明吗 给你们安排的训练防护措施 为什么不按照要求带上 以后你们所有人 收起你们的小聪明 部队很多 看似不合理的规定 都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别不把自己的烂命当回事 他骂完所有人 又把吴雄单独喊出来骂 吴雄 初恋 吴雄向前跨步一步 大声回答 是 王志尚 刚才为什么要摘掉救生圈 为什么要潜涌 吴雄想要表现不成反被骂 心里非常的不服气 而且他不明白 为什么灵动表现自己就被夸 自己表现就挨骂 心中更是愤愤不平 大声回怼道 报告 我游泳非常好 救生圈对我来说就是个累赘 我潜涌是因为习惯了 喜欢潜涌 他说完看着王志尚 黑着的脸 不服气地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我展示自己 你就骂我 为什么灵动展示自己你就夸 第七十一章 灵动配得上对他的夸奖 吴雄是那种张扬 好胜心极强的人 他想处处表现自己 可总被灵动压一头 非常的不服气 刚才他想找灵动的时候 同班战友说了那种嘲讽的话 让他更加急切地想要表现自己 结果装笔不成反被骂 现在情绪彻底失控了 所以才出现了后一句质问的话 新生们都被吓到了 吴雄这是不想活了吗 竟然这样对王老黑说话 王老黑可是出了名的变态 吴雄这是在发什么疯 吴雄眼睛死死地瞪着王志尚 神情既气愤又委屈 王志尚冷哼一声 大步来到吴雄面前 几乎脸贴脸的怒声 训斥吴雄 你觉得自己很牛吗 你在海里游过几个小时 游过多少海里 海水的环境和温度 你确定自己百分之百 不会出现状况吗 淹死的全部都是你这种汇水的 你想表现自己 为什么不提前打报告 你是觉得假装自己出事很帅吗 你特马的想要耍帅滚出耍 还不服气 质问我为什么夸灵动 觉得老子偏心 王志尚一口气骂到这里的时候 暂停了片刻 吴雄眼神已经没有刚才那么愤怒 变得有些闪烁 开始飘忽不定 因为王志尚骂他骂的确实很对 他刚才下海 海水里游起来的阻力 以及温度确实没有室内游泳吃舒服 他刚才突然搞消失的那一下子 确实不对 让大家担心了 他有错 可是他依旧心里不服气 凭什么灵动搞特殊就夸 他就只有挨骂的份 明明他游泳很厉害 中队长为什么选择性的失明 为什么不夸他 王志尚这个时候 看向众人大声训斥 因为灵动平时训练重归重矩 无论想要做什么 都会事先打报告 在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去行动 他懂得遵守纪律 而且无论是训练还是生活作息 全部挑不出毛病 我为什么要骂 灵动他自身优秀 训练只会要求加练 从来没有搞过特殊 我为什么不夸 他从来没有因为自身成绩优秀 沾沾自喜 高傲自满 反而更加刻苦的训练 这又让我怎么能够不去夸 你们想要赞美 想要奖励 就去看看灵动是怎么做的 你们能像他一样做的好吗 灵动担得起他身上的荣誉 担得起所有人对他的夸赞 王志上骂完之后 吴雄羞愧地低下了头 因为这是事实 再不对 最重视的就是纪律 灵动在这一方面无可挑剔 而且灵动每次优秀的表现 并不是主动提出来要炫耀装笔 而是正常训练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吴雄在想想自己刚才急于表现 毛毛躁躁 让王志上担心的状况 他确实和灵动不能比 灵动确实值得被夸 他这一次也确实该骂 其他新生听到这些训斥 有很多人都下意识地看向灵动王志上 说得太对了 灵动优秀 但是从来都不搞特殊 而且一点都不高 不仅没有看不起比他差的同学 还一直帮同学训练 指导动作 最主要的是 灵动从来没有主动炫耀过什么 每次都是重规重矩的训练 别人问 他才谦虚地说几句 灵动的形象 在新生心目中又高大了几分 对于王志上这一番的高度肯定 灵动脸上的表情依旧很平淡 并没有以此为傲 前世的部队生活 让他早就习惯了 行令禁止的做事风格 比起新生来说 他要守纪律的多 知道事情该怎么做 而且多年的部队生活 让他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即使现在成绩很突出 也不自大自满 反而更加刻苦训练 努力做到最好 无雄被骂之后 又被王志上罚游购 十厉害在上岸 他也不敢再有什么怨言 新生们一个个也都被吓得够呛 训练的时候 再也不敢有什么小聪明 全部都是班长说什么 他们做什么 王打虎不禁感慨 王老黑 这也太狠了吧 直接游十公里 这样无雄人都废了 灵动随口提醒 不是十公里 是十海里 一海里大概等于一 八公里左右 王打虎被吓到了 直呼 这么远 那无雄岂不是要废了 这 这也太过头了吧 岂不是让他身体 有不可逆的损伤 灵动摇头 不会 中队长是个面冷心热的人 十海里的惩罚来说 不算多 而且还让无雄带着救生圈 可以让他在中途 停在海面上休息 再者 无雄水幸好 由十海里 对他来说 不算什么 你还是多担心 一下自己吧 刘易这个时候插话 打虎 我觉得灵动说的非常对 你还是多担心担心 你自己这个汗鸭子吧 不能和我们本来 就会游泳的人比 他刚调侃完王打虎 便被灵动 刚头泼了一盆冷水 你也担心下自己吧 一个在室内游泳池的小菜鸭子 刘易疑惑 我担心自己做什么 海水刚才也试过了 虽然泡着挺难受 可又不是游锅 有什么好怕的 灵动 直接让你污海里 你发愁不 刘易 我肯定不 班长绝对不会这么狠心的 你少吓唬我 他一开始 还想信誓旦旦的说他可以 但反应过来后 则是不相信灵动的话 灵动根本没有吓唬刘易 前世 他就是这么训练的 五海里 十海里 对于新生来说残酷程度 不比拉链二十公里少多少 可是对于老兵来说 这就是机操 并且新训一开始 就会训练这么远的距离 虽然苦了点 但是在海里 也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因为海域提前做好了防护 没有危险海洋生物过来 班长还会全程看护 而且他们都带着游泳圈 就算是有意外发生 他们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实在是累得游不动了 他们还可以借助游泳圈 在海面上休息一会儿 不过 新生都不敢这样偷懒 毕竟班长全程跟着 中队长也在海面观察训练 李星带着三班的人 在正式下水前 安排到 前面的红色漂浮雾处 距离这里三百米 咱们今天是第一天下水训练 要求很低 听到这个距离 新生们的哀嚎声立马响起 班长 十个来回就是六公里 这岂不是要了我们的命 班长 我还是个汗鸭子 我能不能少来点 班长 你这还不如直接杀了我们算了 刘易和王打虎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林栋 这次又让他给说对了 虽然没有五海里那么远 但是有六公里 班长这也太狠了吧 新生们带着救生圈 一起走向海水深处 李星大喊 大家游的时候 尽量靠近 不要太分散 林栋游到李星身边打报告 报告 班长 我水性特别好 我申请先行往前游 李星 行 你去吧 注意安全 林栋 是 话音还没有落下 他便朝前往游去 他想要试一试兑换的 高级潜水技能 究竟怎么样 林栋在水中快速地前行 犹如于在海水中 一般的得心应手 不一会儿 林栋便游了很远 速度非常快 在游艇上监察训练的王志上 看到了 一边举起望远镜 一边疑惑地嘟囔 前面的那个人是谁 当他看清是谁后 欣慰地笑了出来 又是这个小子 林栋竟然能游得这么快 难道他是游泳运动员出身吗 李星看着林栋渐行渐远 身形不一会儿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点 心中很是惊讶 小声自言自语 林栋这速度 绝对又能打破学校记录 王打虎不会游泳 第一次下水 很紧张 全神贯注地游着 也没有多注意身边的人 只是感觉 刚才班长李星在的位置 猛地冲出去一人影 他在抬头 便看到了灵动模糊的背影 以为他是李星 不游的大汉 班长怎么跑出去了 他刚才不是说 要全程跟着俺 怕俺出事吗 现在怎么一个人跑了 一天天的镜片俺 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 不过话说回来 班长游得真是快 就跟脚底安了螺旋桨一样 王打虎埋怨的话 被他身后的李星 全部听到了 李星更靠近王打虎一些 在他身边一起帮着骂 你说得对 你们班长确实不负责任 他叫什么名字 王打虎一心扑在 并不熟练的游泳上 大脑没来得及思考 直接脱口而出 是李星 他说完 才反应过来不对劲 看向身边的人 整个人当场实话 班长怎么在这里 刚才自己说他坏话 他肯定全部听到了 要死啊 王打虎立马结结巴巴的补救 俺是说 俺 俺班长李星特别负责 特别关爱新生 李星不是坏班长 没有追究下去 继续带着王打虎训练 他们两个还没有游多远 身边便快速划过一个人影 那个人影正是灵动 他已经到达红色漂浮雾处 又反回来了 王打虎惊呼 刚才是从我身边游过一条大鱼吗 刘逸 是灵动 没想到这家伙游得竟然这么快 现在怕是还没有过去十分钟 他竟然反回来了 他绝对没有到达终点 就算是运动员 也不可能游得这么快 刘逸对于灵动这么快到达终点 并且反回来 和他们碰头这件事 非常难以接受 所以说出这种话 李星看着灵动刚刚离开的背影 满头问号 刚才他有清楚地看到 灵动是以前勇的姿势游泳 用这种姿势游泳速度非常快 但相对来说 消耗体力过快 游不了多久 便会体力消耗过快 筋疲力尽 可是 看灵动刚才游泳的速度 并不像是很累的样子 反而像百米冲刺一样快 灵动体能这么好的吗 李星非常的纳闷 嘴里嘟囔着 灵动这家伙 刚才的速度 该不会是他冲刺完之后 慢下来的速度吧 他随口这么一说 神情变得更加震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灵动的速度究竟有多变态 这家伙 不去参加各种运动会 真是可惜了 灵动一鼓作气游到岸边 露出水面 站在潜水处稍作休息 来回摆动着手臂 心中感慨 这高级潜水技能就是不错 这一圈下来 明显比前世的速度快了不止一倍 不过 也没有系统说的 提升了10 15倍那么离谱 他在心中默默和系统交流 系统 我这游泳速度加倍 怎么感觉没有你说的那么快 难道你们系统也虚标 确实可以让人的游泳速度增加为原来的10到15倍 不过这是在理想条件下 会受到水质 以及宿主本身肌肉力量的影响 听到这个回复 灵动大概明白了 也就是说 系统可以帮忙提升速度 但他的肉体 暂时还承载不了这么快的速度 看来接下来 必须得勤加训练才行 灵动走向深海区 准备继续续续练 这个时候 王志尚乘坐着游艇过来 从游艇上下来 静止走向了他 开心的大笑 灵动 你小子是游泳运动员出身吧 游的比喻都快 灵动笑笑 中队长过于了 我只不过是从小就下水 水性很好而已 王志尚 你这小子 一直都是这么谦虚 刚才我观看了你游泳的全过程 你从终点返回来 300米用了4分钟多一点 而且 这还是返回来的速度 你去的速度更快 你绝对是国家游泳队出身 王志尚非常肯定地说 再不对 游泳300米 7分钟以内就是合格 灵动直接4分钟结束 这已经达到了国家运动员的标准 灵动笑笑 中队长 你觉得我的家庭条件 能学得起游泳吗 再者说 我射击 跑步 头弹成绩同样特别好 难不成我还是射击运动员 田径运动 牵球运动员 王志尚这么一想 还真是这个礼 看来灵动这人是天生的体质好 聪明 学东西快 大笑着说 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 你游得快这是事实 我这次过来 可不是只为了夸你几句 是想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 第七十三章 唯已重任 灵动听到这话 立马敬礼大声回答 是 保证完成任务 虽然王志尚还没有说是什么 但他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了 肯定是和海训有关 因为刚才王志尚的话题 就没有离开过游泳 灵动猜测大概率是想要让他帮忙训练 王志尚笑着问 你知道是什么任务吗 就直接答应 灵动 应该是和海训有关 王志尚佩服给灵动鼓掌 灵动 你不仅各个项目都优秀 这人情事故你也是一绝 没错 就是和海训有关 我想安排你训练你们三班的人 两天后 如果有明显的效果 你就帮忙训练整个中队的人 让你们班长全力配合你 做你的助教 你这家伙 游的速度 老兵都比你差一大减 肯定有自己的诀窍 灵动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他得到命令 下水游至李星身边 在过去的途中 他心中默默和系统交流 兑换了高级阴眼技能 马上要帮忙训练新生了 所以兑换了高级阴眼技能 可以解锁查看 其他人身体状况的功能 灵动由至李星身边 大声喊道 报告 班长 中队长让我过来 帮忙一起训练咱们班的人 李星肯定地说 嗯 就算中队长不这么安排 我也会这么做的 顺带也让你教教我 你小子游泳的速度 还有憋气的时间 也是我见过最强的一个人 有你帮我训练 我相信咱们班的新生 成绩肯定突飞猛进 灵动不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 班长 那个 中队长的具体安排 其实不是让我帮你训练 而是让你全力配合我 李星听到这话 难以置信地愣了片刻 然后大笑 豁达地说好 那我一定做你的好助手 以后海训的时候 你就是班长 你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灵动微微笑了一下 班长 你这也太捧杀我了 接下来的训练 灵动先是把三班的人 都喊到潜水区讲解技巧 刚才重要的注意事项 班长已经都讲清楚了 这里我分享几点我的经验 第一点就是 每个人擅长的方面不同 班长要求用挖泳 是因为这种方法最节省体力 但在具体的任务和训练中 大家不要死板教条的照搬要求 可以适当调整成自由泳 或者其他方法 第二点就是 如果在游泳的过程中唤起 灵动耐心地讲解着 将从高级潜水技能中学到的诀窍 毫无保留地交给三班的人 大家也都跟着一起努力训练 次日 午饭过后 三班的人并没有休息 而是被灵动拉着来海滩加练 他有一个大胆的训练方式 想要尝试一下 李星配合灵动向王志上 要来了一艘游艇和一些长绳子 他们驾驶着游艇来到了深海处 灵动安排道 大家把绳子系在身上 跳下去 跟着游艇的速度一起游 如果谁游得慢 那就得被游艇拖着 多喝两口海水了 众人 灵动 你这小子是想让我们死吧 古有无马分尸 竟由你小子游艇拖拽我们 灵动 别的我们都听你的 这次实在是不能听 太危险了 灵动解释道 只有在危险的情况下 人才能激发出自己的潜力 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 游泳也是 只有把你们丢进海里 多喝几口海水 你们才会快速提高 而且你们放心 咱们班长不是吃素的 他会控制游艇的速度 有人出现问题 他也会第一时间救治 王打虎作为灵动的小迷弟 坚决地同他站在一起 大声说道 灵动 俺相信你 在你这种高压训练下 俺相信肯定会有很大提高 刘易也相信你 他说着 一把将刘易从队伍里拽出来 坚决地同灵动站在一边 刘易本想反驳几句 他觉得 这种训练方法挺变态的 并不想这样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谁让灵动是他好兄弟 王打虎这个家伙 还替自己说了支持的话 自己怎么也不能拆兄弟的台啊 只好跟着口是心非地说了一句 我也相信灵动 有两个人带头 班长和副班长 都肯定这种训练方法 其他人也只好妥协 新生们带着救生圈 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水 开始变态地海训 一开始 游艇开得并不快 新生的速度都能跟得上 灵动冲理心喊道班长 咱们再快一点 新生们感觉到了绳子上的牵引力 立马拼命地游着 尽量跟上游艇的速度 毕竟谁都知道 被拖拽着喝海水的滋味不好受 灵动用阴眼技能扫尸了几个新生 他们的身体状况 全部呈现在系统的蓝色版面上 系统显示 他们现在的体力 心肺功能还没有达到极限 当下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灵动再次冲理心喊道 班长 再快一点 这次速度慢慢不断地提高 我喊停 你再别加速 有意外的话 我会大喊停下两个字 李星担心地询问 这个样子会不会出事 灵动 我有分寸 你就按照我的说的来吧 我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没把握的话 李星点头 好 我就听你的 游艇的速度在慢慢加快 新生察觉到了 立马跟着加快速度 刘一一开始 还有精力大骂 灵动 你这小子 怎么还敢让 敢让游艇一直加速 等会 等会我上去 刘一再拼命地游着 骂灵动的话 骂得断断续续 最后再也没有多余的力气 去骂 因为游艇太快了 他得拼了老命 才能跟得上 很快 新生们的这次变态训练结束 他们上岸后 一个又一个摊在沙滩上 有的人嗓子很难受 在不停地咳嗽 王达虎有气无力地说着 灵动 俺 俺没信错你 果然像你说的一样 俺游泳的速度 一下子就提高了 就是有点 有点费命 第七十四章 用实力讲话 三班的人躺在沙滩上 以为魔鬼训练 要画上句号的时候 灵动又说了一句 令他们更加抓狂的话 班长 刚才咱们只是 去到岸边一百米处 这次咱们去二百米试一下吧 李欣大声回答 可以 众多心声 他们一改 刚才快要死了的颓废模样 一个个执起身子 哀嚎着 挣扎着 灵动 你就做个人吧 你不愧是王老黑众议的人 深得他的真传 比他变太多了 王打虎满脸愁容不情愿地说 灵动 你是俺兄弟 俺什么时候都支持你 虽然你确实挺变态 但俺还是支持你 刘逸也支持你 刘逸连忙否认 我这次不支持了呀 灵动这家伙 一上来直接干到两百米 我不支持 我打死也不支持了 新生们虽然嘴上不情愿 可行动上却很配合 并且 这次从游艇上跳的时候 没有丝毫的犹豫 有了上次的经历 他们心中也认可 灵动的训练方式 只不过嘴上 骂骂咧咧抱怨几句而已 灵动依旧和上一次一样 用鹰眼技能扫视每一个新生 时时刻刻关注着他们的状况 以便及时通知李星 调整游艇的速度 他看到系统显示 三班的几个新生 除了刘逸 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 其他新生 几乎都到了极限的边缘 不能再让游艇加速了 可灵动又想逼刘逸一把 让他突破自己的极限 于是他在游艇上大喊 刘逸 你游得也太慢了 这样下去 会影响其他人训练的 你快点 我倒数三下 无论你能不能跟上整体的速度 我都会让班长把游艇开快点 要是你跟不上 别怪我太狠 只能怪你太慢 刘逸一听这话 划水动作的频率立马快了起来 灵动 老子真是谢谢你 刘逸有千言万语 想要骂他这个好兄弟 可惜时间不等人 他根本顾不得其他 一头扎进水里 什么花式涌 蛙涌 潜涌等等 混合着来 再拼命地提高自己的速度 他本来是跟着三班整体的队伍 后来他慢慢超过了人群 甚至超过了游艇 都没有察觉到 直到上岸后 刘逸才发现自己的是 速度最快的那个 他猛地咳嗽了一阵子 然后大骂 靠 原来骗我的 灵动 你小子今后别想有一双好袜子 你买一双 我给你捡一双 以后你的方便面 绝对给你捏成渣 at 美元 美元at 刘逸之所以敢这样骂 完全因为两个人关系后 他知道 灵动不会和自己有间隙 灵动也根本不示弱 转头就对李星说 班长 我感觉刘逸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要不咱们 再专门带他来一个 三百米训练吧 刘逸 他瞬间哑火了 对于灵动 他向来拿捏不住 打闹了几句后 新生们都坐在沙滩上休息 刘逸也不开玩笑了 一本正经地说 虽然灵动这方法 挺变态的 不过不得不说 这提升速度确实快 我从小就会游泳 学了这么久 速度一直没有突破 刚才我在水里感觉 我快不行的时候 但又不得不拼命 跟上游艇的速度 就硬着头皮 坚持了那一下子 我感觉自己的速度 猛的就快了起来 灵动这方法 确实是有效果的 王打虎一脸的身无可望 能没有效果吗 游艇在前面拖着 不快也得快起来 一眨眼 下午训练的时间到了 九中队的新生们 来到沙滩上进行海训 王志尚在一旁盯着新生训练 他看着三班的人 整体情况 比昨天好了许多 不会游泳的人 甚至已经达到了合格标准 比起其他中队的情况 很是突出 王志尚疑惑地自言自语 三班进步这么大 难道是灵动出什么鬼点子了 他把灵动和李星喊过来 仔细询问了一番后 大笑着说 灵动 你小子比我还狠 性格沉稳 而且够狠 是一个当兵的料子 相信上了战场 你也一点都不虚 话说 你怎么想到这一招的 灵动如实回答 我学游泳不是谁教的 是小时候顽皮 自己下水玩 差点出事 情急之下 自己会游了 所以 我就想着用危险来逼他们一把 没想到这方法还挺不错的 王志尚接下来 又开来了一艘游艇 把所有人集合起来 将灵动的训练方法 简单说了一下 并且说明 在海训中 灵动以后 就是整个中队的副教官 除了三班的人 没有一个不惊讶的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看向灵动 惊呼 灵动 你疯了吧 你这个样子搞 我们不死 也得留下半条命 我们是训练 不是敢死啊 新生们非常难以接受 虽然不敢反抗 但心里非常抵触 这个时候 灵动主动站出来 大声喊道 报告 中队长 我想先一个人 按照那个训练方法试一次 给大家做一次示范 在军校 都是一群年轻气盛 天王老子 也不服的年轻人 对于灵动突然担任助教 而且一上来 就搞这种变态的训练 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 即使灵动非常优秀 可依旧不服气 所以 灵动站了出来 他提出的训练方法 他都不亲自示一下 怎么能让其他人心服口服 王打虎和刘依两个人 在下一秒同时站出来 一口同声的大喊 报告 我和灵动一起 紧接着 三班所有人 包括班长李星 和副班长秦浩都站了出来 报告 报告 今天中午训练的成果 他们是清楚的 所以毅然决然地站出来 力挺灵动 三班的人乘坐着游艇 来到深海二百米处 灵动带头 拿着游泳圈跳下游艇 其他人一个接一个跳下去 王之上站在游艇上 看到三班的人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一排长 可以出发了 第75章 新讯结束 一开始游艇行驶得比较缓慢 王之上看着三班的人 都可以跟得上队伍 让一排长加油门 岸上的众人 紧紧盯着海面上 只见灵动意气绝尘 远远将众人甩在身后 眨眼间的功夫 他便超过了游艇 这个时候 系在他身上的绳子 不再是拉着他前进的夺命绳索 反而是影响他速度的阻碍 三班其他人游得慢 王之上必须得照顾他们 只好拖累灵动了 灵动游泳速度很快 大家昨天是见识到的 所以对于灵动的速度 众人并没有惊讶 可是三班其他人游泳的速度 着实惊讶到了众人 整体提升太明显了 其他几个班长 纷纷感慨道 没想到 三班整体游的速度这么快 三班有三个人不会游泳 我是知道的 才一天的时间 进步竟然这么大 看来这个训练方法 确实有效 怪不得中队长要采用 灵动带着三班的人 亲自下水做示范 让众多不满的新生 再也不敢说反对的话 部队是看实力的地方 军校同样也是 灵动实力摆在这里 而且亲自做示范 众人这下变得心服口服 即使心不服 口也不敢不服气 接下来的海训中 新生们喊苦 喊累 喊变态 但是没有一个人 敢不听从灵动的命令 王志上这下 也发现了灵动另外一个优点 这家伙不仅仅是个当兵的料 更是个当教官的料 在剩下的一个多月新训中 灵动直接变成了 王志上的左膀右臂 帮忙训练 当然 他自己的训练也没有落下 比起其他人要刻苦的多 一眨眼 时间来到了最终考核 考核的前一天 新生们在宿舍兴高采烈地 讨论着考核结束的事情 魔鬼新训终于要结束了 我忽然发现 念书也不算太受罪 明天就要新训了 也不知道我这次 能不能保住上次的名次 这两天 中队长加练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快顶不住了 快点考核吧 王达虎和别人开心地搭了几句话 转头看向灵动 问道 灵动 你这次又打算破几个纪录啊 灵动微微一笑 我没那么优秀 我只希望我不太差劲就行 刘逸一边洗脚 一边看着灵动撇嘴道 你这话可信度为零 我盲才你肯定又是第一 说话中间 他已经洗完脚 开始掰着脚丫子擦脚 一边擦 一边感慨道 新训终于结束了 我到时候就能拥有两个洗脸盆了 一个洗脸 一个洗脚 这段时间 一个盆混着用 真让我这个有轻微洁癖的人难受 王达虎开始惯例拆台 快算了吧 你这个有洁癖的人 在厕所吃东西 吃得比谁都香 刘逸 灵动接话 给刘逸提前打预防针 别说洗脸洗脚用一个盆了 到时候就算装饰装药 你也得照样用小黄盆和面 盛饺子 刘逸 去去去 一天天的静说些没边的事 虽然灵动说的是实话 可没人相信 因为太离谱了 不过不久之后 灵动的话就被验证了 灵动前世的部队生活中 前一天用小黄盆洗完脚 第二天早上洗脸 上午用来挖土 中午洗干净和面包包子 晚上用来泡泡面 这是常有的事情 他前世隔壁宿舍的吹饰班 还用小黄盆给朱阶生 置于装饰装药 灵动只是听说过 并没有这么凶残的 对待过自己的小黄盆 新生们都在盼望着考核结束 迎接接下来美好军校生活 殊不知 这才只是军旅艰辛 训练生活的开始 殊不知 在三天后 他们将迎来军旅生活中的 第一次分别 哭得死去活来 新训的最终考核 为期一天半 灵动如同前两次考核一般 每一个项目都是第一 陈主任在主席台上 宣布结果的时候 大家虽然早就习惯灵动拿第一 但依旧惊讶 新训考核 灵动拿到了第一 又获得了一个三等功 新训考核结束 在三天后会举行开学大典 在这期间 他们只进行日常的体能训练 而后便是自由支配时间 灵动的大名 在学校里已经传来了 他新训考核所有项目拿第一 迎新晚会上 两首歌火爆全网 现在已经成了学校里的大名人 也成了学校的一段神话 自此每一届新生中 都流传着有关灵动的事迹 考核完的那个下午 王达虎和刘逸拉着灵动 一起去学校广场 看各个俱乐部的宣传 看一下加入什么俱乐部比较好 刘逸看着广场上 各个俱乐部的宣传 拉着王达虎指 给他看一个俱乐部 达虎 你快看那个辩论俱乐部 我觉得你可以参加那个 王达虎摇头 这个不行吗 俺嘴笨 刘逸 不 你是脑子笨 不是嘴笨 经常一句话能对死我 你这嘴一点都不笨 王达虎 我 你礼貌吗 刘逸开心的大笑 自己也终于有一次 能对的王达虎无话可说了 紧接着他转头看向灵动 问道 灵动 你对哪个俱乐部感兴趣 你唱歌唱得好 要不考虑一下去文艺类的 你看 刘逸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周围的人都在看灵动 小声的议论着 这个灵动是迎新晚会的那个灵动吗 就是他 上周拿到手机 我有看过他的相关视频 据说他在新讯考核中 所有项目都是第一 要是他能加入咱们俱乐部就好了 我就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对于大家突然的凝视 灵动表示 这让他很尴尬 冲周围人礼貌的假笑 而后想要钻出人群 突然 有一个人大声说道 灵动同学 你有兴趣加入我们话剧社吗 这句话像是深水炸弹一番 立马引起了人群的轰动 灵动同学 欢迎加入我们特战俱乐部 灵动同学 要了解一下武术俱乐部吗 灵动同学 各个俱乐部的人蜂拥而至 都想邀请灵动 加入他们俱乐部 毕竟灵动现在 可是学校里的大名人 第76章 国旗班的邀请 灵动课套又疏远地回答着他们 好的 我了解一下 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我了解之后再做决定 好的 我多看看你们俱乐部 刘逸和王打虎 两个人相识无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两个和灵动的差距 这也太大了吧 虽然被区别对待 可他们两个却没有一丝失落 反而很高兴 灵动是他们的好兄弟 好兄弟如此受欢迎 他们脸上也太有光 刘逸双手还凶 得意地说 看这状况 我以后在学校里说出 灵动是我兄弟 流乱狗都得高看我一眼 王打虎 那可不 你终于可以狗仗人士 跟着灵动沾光了 刘逸 你礼貌吗 王打虎装作很无辜的回道 是你自己先说的 你要和狗比的 灵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从广场的人群中出来了 在回宿舍的路上 他郑重地对王打虎和刘逸说 以后你们两个选俱乐部 拉谁也不许拉我 这群人太难缠了 回到宿舍 有一位穿着长服 身高在185左右的大高个 在里边等着 王打虎和刘逸第一反应 就是看向灵动 在新讯期间 经常有人来找灵动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这位是来邀请灵动加入俱乐部的 还是来商量歌曲的版权的 那一个高年级学员 听到门被打开 回头看过去 看到来人是灵动后 站起来 笑着走向灵动 礼貌性的敬礼 灵动同学 你好 我是学校国旗班班长蔡浩 灵动礼貌地回了一个敬礼 你好 请问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蔡浩 是这样的 咱们学校每年的传统是 由新讯考核的前36名新生 组成新的一仗队 将国旗护送 交到我们国旗班的手中 由我们升旗后 开学大典正式开始 灵动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我保证完成任务 对了 我可以多嘴问一句吗 蔡浩 你问 灵动 既然是给我们举办的开学大典 为什么不让我们新生升旗 由你们国旗队的升旗 蔡浩轻轻一笑 回答道 升旗是严肃庄严的 你们都是新人 怕半路出什么岔子 现在 你就和我一起去训练吧 只有一天半的训练时间了 咱们必须抓紧一起时间训练 灵动 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他们两个离开宿舍后 新生们对于蔡浩刚才的话 非常疑惑 国旗班班长 为什么说 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不是大后天才举行开学大典吗 不算今天下午 也还有两天的训练时间啊 他是不会算数吗 这高考数学怎么考的 会不会是 他们有其他什么安排 占了半天时间 新生没有一个猜到 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半天将是 他们军旅生涯中 最难忘的一天 他们更加清晰地明白 肩上的责任是什么 也学到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课 分别 灵动跟随蔡浩来到训练场地 和剩下的35位新生 一起练习仪仗队的标准姿势 大家都已经经过了新训 列队训练进行了不少 动作都基本规范 只不过 和专门的仪仗队差得远 灵动前世 虽然没有走过仪仗队 可走过几个军区联合阅兵的方阵 动作及其规范标准 和其他优秀新生之间的差距 非常明显 蔡浩忍不住说道 灵动 怪不得别人都在神话你 你确实很优秀 你步伐的频率 距离 抬腿的高度 都保持高度一致 不得不说 你甚至比国旗班的成员 走得都好 灵动微微一笑 谦虚地回答 班长过奖了 我再走得好 也不能和国旗班的学长比 前世他走过方阵 整整练了三个月的走队列 怎么可能走得不好 他所遭遇的残酷队列训练模式 是军校学生所不能比的 当然会比他们走得好 蔡浩继续问道 灵动 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国旗班 你考虑考虑 我期待你的加入 他说完这句话后 又看向其他人 我也欢迎你们的加入 蔡浩之所以这样说 是担心自己对灵动 太过于区别对待 其他人心生不满 接下来 众人将仪仗队的标准走路姿势 走了一次又一次 即使没有错误 仍然在走 为的就是尽快训练出肌肉技艺 保证开学大典 不会出一点差错 由于灵动优秀的表现 国旗班班长直接认定 剩下的人做仪仗队员 今天辛苦的训练结束后 蔡浩专门喊住了灵动 灵动 刚才我和你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 灵动犹豫了片刻 他在想一个 委婉拒绝蔡浩的方法 没想到 他比其他俱乐部的人难缠多了 他重活这一世 不想做一位仪仗队员 并不是看不起这个兵种 只是想要完成 前世没能做成特种兵的遗憾而已 不想因为其他事情 耽误自己的训练罢了 蔡浩看到他这个样子 开始进行游说 加入国旗班 平时上完课之后 不用跟着学校分配 给你的班长进行训练 是跟着我们训练 不仅有队联 还有野外拉链之类的项目 说实话 这个不比其他兵种轻松 不比其他兵种流血流汗手 可同时也非常锻炼人 并且毕业后 你的资历上边 也会有国旗班成员的备注 虽然这个并不能影响你分配 也不会给你的升迁提供加分项 可这也是有好处的 蔡浩说到这里 犹豫的一下 在绞尽脑汁地想着 加入国旗班的好处 忽然他灵光一闪 脑海中划过一个想法 咱们学校的国旗班 相当于仪仗队的存在 仪仗队 那是一个军队的门面 门面你懂吗 林栋点头 紧接着又摇头 问道 我懂门面的意思 你想要说什么 第77章 紧急集合 蔡浩 门面都是帅的人才能担任的 加入国旗班 你可以在咱们这个狼多肉少 呸 是男多女少之又少的军校 获得择偶优先权 林栋 班长 你还是说一些 加入国旗班的其他好处吧 这个我不感兴趣 蔡浩一正 他没想到林栋 对这么具有诱惑力的事情 不感兴趣 只好绞尽脑汁地 去想其他理由 加入国旗班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 他 蔡浩置无了一会 突然灵光乍现 说道 学校很多活动 都需要用到仪仗队 所以我们可以 提前得到一些活动的内部通知 比如说后天下午的寿闲仪一事 会带你们去纪念馆 授贤结束后 带你们的中队长和班长会离开 林栋一点都不惊讶 敷衍地说道 这确实是个重大消息 他前世是老兵 虽然没有上过军校 不过对军校还是有点了解的 知道新训结束后会分班 带他们的中队长和班长 大概率会离开 也有可能继续带他们 不过这个概率微乎其微 蔡浩对于林栋的态度很是惊奇 你对这些就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国旗班可是门面啊 门面 你们要换中队长的事情 你就 仪仗队的训练时间非常紧迫 第二天 他们就换上了相应的服装进行训练 林栋作为青棋手 站在第一排的最中央 他身扛着国旗 身穿橄榄绿军装 身边两位护棋手 分别穿着蓝色和白色的军装 分别代表着海陆空三军 其余仗队成员都身穿橄榄绿军装 又是一天辛苦的训练 训练零结束时 有高年级学长过来专门找林栋 二人互相礼貌性的敬礼后 学长直接说过来的目的 林栋 你是新训考核的第一名 明天下午的授贤仪式 你要作为优秀新生代表上台讲话 发言稿你自己准备一下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前几期的发言给你找出来 作为一个参考 林栋 保证完成校方的任务 发言稿 我自己准备就好 授贤仪式 林栋是知道的 也猜到了自己身为考核第一名 会作为新生代表发言 他早有准备 他更知道 授贤仪式结束后 王志尚和班长们就要离开了 他们新生会迎来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分别 林栋内里是一个老兵 虽然这样的经历已经有过几次 可这次心里依旧有些难受 仿佛已经提前感受到 分别时心里那种空落落的落寞 次日 午饭过后 新生们都在宿舍聊天休息 王达虎和刘易两个人在一起打闹 一不小心噼里啪啦 把刷牙杯全部给弄到了地上 两个人立马紧张地收拾东西 生怕被班长骂 李星这次不仅没骂他们两个 反而过去帮忙一起捡东西 都来军校多长时间了 你们两个还这么毛手毛脚 都怪我 怪我平时罚你们两个轻了 李星帮忙把刷牙杯捡起来 又让他们两个拿着去水房冲洗干净 刘易和王达虎两个人来到水房 正好看到林栋在洗衣服 连忙和林栋吐槽刚才的事情 王达虎 林栋 俺和你说 今天班长吃错药了 刘易 刚才我们两个把宿舍所有人的刷牙杯弄到地上 班长竟然没有骂我们两个 也没有罚我们两个 王达虎 更可怕的是 他竟然对着俺笑 刚才吓死俺了 林栋听到这话 明白这是李星分别之前最后的温柔 随口回应道 班长没有吃错药 他 他本来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 林栋一开始打算把真相说出来的 转头一想 还是别提前说了 让他们两个继续高兴一会儿 班长这最后的温柔 应该会是他们整个军校期间 都忘不了场景 刘易和王达虎听到这话 二人脸上都露出惊恐的表情 王达虎 完了完了 林栋说 班长本来就是这样的人 按照班长的性格 那等会肯定会加倍罚 他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军校 根本不知道 新训结束后分班 现在带他们的中队长 以及班长副班长会离开 分班之后 他们会根据不同的专业划分 不同的学员大队和学员中队 相当于普通大学中的系和班级 会有新的队长 以及高年级班长接管他们 午休时间 所有新生都躺在床上睡觉 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起 新生们打了一个机灵 立马开始快速地穿衣服 整理被褥 经过快三个月的训练 他们早就对紧急集合熟悉了 与第一次紧急集合慌张的模样相比 判若两人 这次依旧是灵动第一个 从宿舍楼跑下来 王之上早就站在了宿舍楼下等他们 其他中队也都在集合 这次大家表现挺不错 你们的速度我很满意 现在回去 把你们的被子放在宿舍 然后再下来集合 今天下午咱们出去参观纪念馆 新生们听到这个消息 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 开学三个月了 我终于能出趟校门 出去转转了 新训结束就是好 新生们很开心 林栋依旧是一副处世不惊的平淡模样 站在新生队伍中显得格格不入 刘逸疑惑地问 林栋 能出去玩了 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呢 林栋淡淡开口道 没有 我很开心 刘逸 你把我当成傻子吗 你这是开心的表情 林栋 嗯 在我心里 你确实不太聪明 刘逸 林栋 我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好兄弟的份上 你这个样子早就死好几回了 王打虎立马过来拆台 你打不过他 新生们坐在大巴上 穿过热闹的市区 看着车水马龙的世界 很是开心 完全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纪念馆到了 这次他们参观的是 魏国战争纪念馆 第78章 参观纪念馆 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充当导游 拿着喇叭 走在最前边给大家介绍 纪念馆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遇难同胞纪念馆 第二部分是魏国英雄纪念馆 咱们现在参观的是遇难同胞纪念馆 里面有受难同胞的雕塑 当时的报纸 以及一些旧照片 还有遇难者同胞的遗物 前面这个雕塑 新生们都安静地观看着 纪念馆里的东西 有血淋淋的破旧衣衫 有遇难同胞被砍头的黑白照片 陈列的旧报纸上 刊映着模糊的黑白照片 旁边有专门的介绍 那是侵略者在浇汽油 将遇难者活活烧死的罪证 几个遇难者同胞 被杀害的雕塑 刻画的人物不同 刻画的场景 心情全体都是抑郁的 看得人太难受了 刘易眉头微皱 心情低落地开口道 灵动 还得是你 刚才知道要参观纪念馆 你是不是就已经猜到这种情况了 看得我心里特别难受 灵动 难受的事情 还在后边呢 王打虎一边难过地叹气 一边肯定灵动的话 我知道 等会还有一个魏国英雄纪念馆 参观那里的时候 心里会更难受 我有预感 我肯定会哭 灵动 行吧 你这样理解 也勉强说得通 其实他刚才暗示的是 等会会和王志上还有班长分别 心情会更难过 结果王打虎理解错了 工作人员带着他们 来到魏国英雄纪念馆 里边摆放着制造粗糙的枪支 满是弹孔的军旗 破掉的头盔 还有草鞋等等 新生们看着陈列的物品 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 面前仿佛有了 几十年前 先烈们在艰苦条件下 依旧奋勇杀敌的画面 他们吃不饱 穿不暖 穿着草鞋 拿着比敌人差许多的武器 一个又一个的冲上前线 难道他们不知道 和对方装备悬殊巨大 上了战场就等同于送死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 草鞋穿着不舒服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饿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 放下手中的枪 去做汉奸就可以吃得饱 穿得暖吗 这些先烈们都知道 可他们依然这样做 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因为他们想要让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兄弟姐妹们 过上国泰民安的好日子 所以不得不这样去做 最后 新生们来到一面 悬挂着这钢盔的墙前 整面墙上挂满钢盔 有的上面有弹孔 有的已经碎裂 有的边边角角有磕碰 完好无损的钢盔 很少很少 工作人员在一旁做着讲解 这些钢盔 都是先烈们留下的 这些钢盔的主人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和你们一样的年纪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相貌 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甚至没有一个人 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 他们为了脚下的这片土地 献出了花样的生命 我们的美好生活 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你们和 工作人员讲解到这里 因为哽咽暂停了讲解 这个时候 灵动大声地喊出来 我记得他们 虽然我不曾听说他们的名字 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 但我永远记得他们 记得他们是为谁而牺牲 不仅是我 我的子子孙孙 也会永远记得他们 有灵动带头 新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喊出 我也记得 我也记得 我们记得他们 工作人员听到这里 欣慰地笑了出来 开心地大声说 我也记得他们 我也会永远记得你们 你们和先烈一样 都是最可爱的一群人 你们和先烈们一样 都是军人 都做着同样伟大的事业 我不知道你们来自那里 也不知道你的名字 但我由衷地感谢你们 听到这里 新生中有一部分人 眼睛中泛起了泪花 钢窥的主人 用最宝贵的生命 换来了民众的美好生活 结果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任谁看到这幅钢窥墙 都会难过 都会感动 新生们现在穿着军装 更能理解这种牺牲的悲壮 他们落泪 不仅是因为感动 不仅是因为感激 更是因为 现在他们承担起 和先烈们一样的职责 而激动的落泪 如果没有这些无名英雄 遇难者同胞纪念馆内的场景 还会继续上演 如果没有这些无名英雄 他们也许就是 遇难者同胞纪念馆中 受伤的孩童 被虐杀的那个人 被用来做实验的活物 现如今的美好生活 都是用鲜血换来的 灵动他们已经穿上军装 接过了先烈们的重担 即将承担起了 保家卫国的职责 这也是学校安排 在受贤一事之前 参观卫国战争纪念馆的原因 学校想让新生们明白 身上穿着军装 就意味着要承担起 保家卫国的职责 想让新生们明白 他们辛苦训练是为了 不让遇难同胞 纪念馆中的事情再次上演 想让新生们明白 身为军人 会像那些钢窥的主人一样 默默地牺牲和付出 想让他们在先烈 和遇难同胞的见证下 佩戴上军衔 同时 这也是在向先烈们保证 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差 这一代的军人 不会让先烈失望 会继续保护好脚下的这片土地 参观完纪念馆后 新生们被带队在 纪念馆前的广场集合 天空此刻也阴了下来 稀稀利利下起了绵绵细雨 已经是十一月底了 虽然雨不太大 但却冷得要死 新生们都集合在一起 各位班长副班长 集合现在队伍的最后边 九位中队长 站在新生队伍的正前方 授前一事是属于新生的 所以中队长和各位班长 分开和他们站在一起 陈主任站在整个队伍前方讲话 而后安排中队长 给新生佩戴军衔 每位中队长给新生授贤时 身边都有一位高年级学员 用托盘托举着一杠军衔 王志尚给新生佩戴完军衔后 都会照例说一两话 以后就是真正的军人了 必须刻苦训练 新训结束后 就要上文化课了 训练可不能落下 你手枪射击准头很差 得多练练 你以后会是成为指挥官的人 手枪打不得不准 岂不是被人笑死 第79章 授贤一事 中队长离开 王志尚来到了林栋跟前 一边给他佩戴军衔 一边说道 林栋 你小子是我唯一一个琢磨不透的人 不像是新生 更像是我的老战友 林栋强行挤出一个笑容 中队长 咱们本来就是战友啊 王志尚愣了一下 这话怎么说 林栋 咱们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 咱们还一起训练 本来就是特殊的战友啊 听到这个解释 王志尚大声笑了出来 你说的没错 咱们就是好战友 哈哈 各位中队长挨着给他们的每一位新生授贤 用时非常久 可陈主任依然让这样做 新训的中队长 是带着新生步入军旅生涯的第一位老师 理应送他们新训的最后一程 即使新生们察觉不到陈主任的用心良苦 陈主任依旧会这样做 林栋被王志尚授贤之后 他感激地看向了陈主任 上一世在部队的授贤仪式 是老兵帮忙佩戴军衔的 不是带他的连长这一世 被安排中队长亲自授贤 林栋感受到了这其中的意义 心里非常感激陈主任 授贤过程结束后 所有中队长都列队 站在新生队伍的后方 学校国旗班的人 穿着仪仗队礼服 扛着军旗走至新生队伍的前方 由专门的工作人员 带着新生一起宣誓 工作人员面朝军旗 右手握拳放着耳边 大声喊道 我是华夏军人 我宣誓 新生同样的宣誓动作 大声宣誓 我是华夏军人 宣誓结束后 林栋按照流程上台 作为优秀新生代表 发表感言 亲爱的首长 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 非常荣幸 我能够作为陆军指挥学校 2022级新生代表 在授贤仪式上发表感言 林栋发言完毕 抬头看向 站在新生队伍后方的中队长 以及班长的队伍 经过三个月的相处 林栋是真心的不舍他们离开 只不过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有些人总归是要离开 留不下的 就像现在 嘻嘻嘻嘻嘻的小雨一般 不是想让他停 就可以停的 中队长亲自给新生授贤 做好了他们最后应该做的一步 林栋心中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他们新生也应该有所表示 他没有走下台 而是转身看向陈主任 敬礼 然后大声喊道 报告 陈主任 我听说授贤仪式结束后 中队长和班长就要离开了 这是真的吗 陈主任点头 真的 林栋 我想申请 带领全体师生向中队长道谢 陈主任听到这话 微微一正 然后笑着开口道 你有心了 批准 林栋 是 众多新生 中队长和班长要离开了 新生们听到这个消息 没有一个不吃惊的 各位中队长和班长 开学突然空降 现在又要突然离开 让众多新生心里没有一点点的准备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众人不知所措 新生们这个时候 队伍整个都乱了 中队长这就走了 虽然平时挺讨厌看到他的 可现在突然这么走了 心里还空落落的 挺不得进 中队长走了 我眼睛就像进了砖头一样 只想哭 王达虎和刘毅对视一眼 两个人的心情都特别低落 刘毅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今天中午 班长为什么不乏 咱们两个了 王达虎 平时总在班长身后 说他坏话 现在他走了 俺突然心里特别后悔 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刘毅 我心里现在堵得慌 我终于明白 林栋为什么来之前不高兴了 他是新生代表 肯定提前知道 今天下午授贤仪式的流程 也肯定知道中队长要离开 相处还不到三个月 这次分别 比高考完和相处三年的同学分开 心里还难受 中队长平时对新生训斥多 惩罚多 班长更是 大家都在一起吃饭 睡觉 训练 甚至中队长和班长 对新生们的情况 比他们自己都要了解 在训练中 有难度和危险性的训练 大家都是一起面对 这种可以把后背 交给对方的战友情 是别的感情所不能比的 刚刚班长还喊他们集合 刚刚中队长才给佩戴上军衔 这一眨眼他们就要走了 这一分开 可能今后一辈子 都再也不会相见了 就算是再铁血无情的人 都会有所动容 灵动大声喊道 全体新生向后转 刷 新生们得到命令 全体转身 动作整齐滑衣 灵动带头大喊 谢谢中队长三个月来的 细心教导 谢谢班长的耐心指导 你们辛苦了 新生都跟着一起大喊 谢谢中队长三个月来的 细心教导 谢谢班长的耐心指导 你们辛苦了 各位中队长和班长 对于突如其来的感谢 有些不知所措 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 都洋溢着开心 这一刻 他们仿佛感觉 带着新生进行新训 不是一件任务 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见证了高中生 向军人蜕变的成长 中队长和班长被感谢 忽然心中有些不好意思 感觉自己当初 应该再对新生们好一些 再对新生们严厉一些 在他们犯错之后的训斥和教导 应该再多些耐心才对 人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物种 相处时两生相厌 分开时还怪舍不得 王志尚看向林栋的眼神 笑意满满 最优秀的那个新生 是他带出来的 只可惜现在就要分开了 如果有机会 他真想亲眼看着林栋 成为兵王 授贤仪式结束后 新生和中队长以及班长 分别乘坐不同的大巴车离开 王打虎透过车玻璃 看着王志尚乘坐的大巴车 酬绪万分的感慨道 虽然平时都叫中队长王老黑 其实仔细想下来 他人也挺好的 一点也不黑心 林栋随口搭话 期望接下来接管咱们的中队长 和王老黑一样好吧 如果有可能 我希望他继续接管咱们 第八十章 分班换宿舍 授贤仪式结束后 第二天便是开学大典 中队长和班长已经离开 新生们由分管的高年级学长 带队去指定地点 他们腰杆笔直地坐在带来的小马扎上 这次没有中队长和班长带队 新生们自觉的正经危坐 身姿挺拔 没有交头接耳 和动员大会的上的表现 判若两人 他们现在进行了新训 完成了授枪仪式和授贤仪式 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员开学大典 比动员大会要隆重得多 校长亲自出席大典 高年级学员也有参加 林栋那边 他们仪仗队的新生早就就位 受到了不少人员的侧目关注 远处数架无人机 同时腾空而起 对开学大典进行拍摄 这些画面都会被记录在校史上 也是陆军指挥学校招生宣传片的重要题材 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 陈主任作为分管一年级新生的校长 站起来讲话 开头是他一贯官腔十足的演讲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大典 每年这一刻 都是整个学校最重要的一刻 因为学校又正式迎来了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 这预示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这个时代是属于你们的时代 我们期待你们的表现 现在我宣布 陆军指挥学校2019届开学大典正式开始 陈主任的话音落下 奏乐响起 坐在小马闸上的全体师生 以及台上的各位领导 全部站起来一起高唱军歌 远处的新生一战队 在灵冻的带领下 踏着庄严又坚定的步伐走来 早上八点钟的太阳已经高高挂起 灵冻他们一战队所在的角度 正好被太阳直射 刺眼的阳光 晒得一战队的人 根本睁不开眼睛 新生们都在努力地睁大眼睛 坚定地注视着前方 奈何他们的一战队走资训练太少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只有灵冻一个人除外 前世的部队历练 艰巨的训练作战环境 让他可以很好地处理好这种突发状况 直面阳光 依旧眼神坚定 目光炯炯有神地看向前方 宣传部负责拍摄的人员 在不断地调试着无人机的角度 想要给一战队拍摄一张角度最好的照片 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新生迎着阳光 根本就睁不开眼睛 唯一拍的能看的 还是去年天气正好是阴天 马娇娇作为宣传部的副部长 负责拍摄工作 他听到这句抱怨的话 脑海中第一个想的便是灵动 他各个项目都优秀 而且舞台表现非常好 这次应该也表现得非常好才对 你调整拍摄角度 专门去拍琴棋手 拍特写 对脸拍 拍摄人员听到这话 疑惑地说了一句 这样能行吗 他不断按着手中的遥控器 调整着无人机的角度 当他看到监视器画面上 灵动昂首挺胸 面部表情严肃地看向前方 被刺眼的阳光直射 眼睛没有眨动分毫 负责拍摄的人员 喜出望外的大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新生 竟然走得这么好 走路的气势 神情 比国旗班的老学员都要好太多 尤其是那种杀伐果断的气势 一点不比国庆阅兵的一仗对差 他激动地不停按动遥控器的按钮 对着灵动360度无死角的拍摄 灵动是上过战场 进行过救援的老兵 身上的那股精气神 是新生训练再多 也练不出来的 新生一仗对上场了 学生看到他们坚定的步伐 唱君歌的声音更加嘹亮 女学员看到 纷纷泛起花痴 正如国旗班班长蔡浩所说 一仗对是学校的门面 没有那个女生能抵抗住这样的诱惑 只不过 众活一世 灵动从未考虑过个人感情 学校的女生都要失望了 男学员看到后 同样抵抗不住一仗对的诱惑 这简直摔爆了 开学大典一个小时便结束了 结束后 各中队被分管的老学员带回 而后分班分宿舍 宣传部的人 手忙脚乱的整理大典上 拍摄的视频和照片 马娇娇亲自剪辑视频 抓取优秀的画面 做成海报 他看着有关灵动 一张又一张的照片 花痴的开口道 这照片帅呆了 这种气势 是影视明星永远也不会有的 比他们强了十万八千里 宣传部将海报整理好 校方领导看到后 直接拍板决定 将灵动那张直面阳光 抬头挺胸 昂首阔步向前的侧面照片 作为学校的宣传海报 甚至有其他的军校 将这张照片偷走 做他们的宣传海报 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分班过程很简单 新生们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便前去新宿舍报到 在新讯分中队的时候 报到处尽量 安排一个专业的人 都待在同一个中队 人数有参差 在进行调整 所以分班后 新的中队里 大部分人都互相认识 灵动 王打虎 刘毅三个人 都是同指挥信息 系统工程专业的 所以分到了一个班 而且非常幸运 分到了同一个宿舍 凑巧的是 班长李星离开后 秦浩继续担任 他们三个的班长 并且由副班长 变成了班长 秦浩带着他们 三个去宿舍报到 在路上讲解着 新宿舍的情况 其他军校 有很多都是新学员 和新学员 在同一个宿舍 训练的时候 才会安排班长 带你们训练 咱们学校不一样 分配的新宿舍 里边算我在内 有四位老学员 平时训练 生活咱们八个 都是在一起的 学习文化理论 课程会分开 王打虎高兴地说着 副班 真没想到 还能继续和你在一起 训练生活 俺们三个真是幸运 要是新的中队长 继续让王老黑担任就好了 刘依这个时候开口道 林栋 你的嘴就和开过光一样 说什么是什么 你快说 希望咱们新的中队长 继续由王老黑担任 到时候说不准就成了 林栋翻了翻白眼 敷衍地说了一句 好 我说 希望王老黑 继续担任咱们的中队长 第81章 拒绝种子俱乐部的邀请 一行人来到新宿舍 林栋遇到了一个老熟人 刘伟 还不等秦浩介绍 刘伟便和林栋打招呼 真巧 没想到咱们两个 能分到一个宿舍 林栋 好巧 秦浩左右看了二人一眼 说道 你们认识啊 紧接着 他看着其他新生介绍道 这位就是咱们班的副班长刘伟 学校跆拳道俱乐部的副部长 散打 格斗这些项目 都是学校数一数二的存在 以后 你们在这些科目上 可以向副班长多多请教 四位新生 是 几位新生收拾好床铺后 不多一会儿 便有人通知他们 十一点半去教室开班会 林栋他们几个来到教室门口 第一眼看到的 便是面朝窗外 背对着门口站立的女学员 刘伟用手肘碰了碰林栋的胳膊 又碰了碰王打虎 小声地说 快看 没想到咱们班竟然也有美女学员 三个月了 我都没有这么近距离靠近过女的 我等会必须多和她说两句话 回味一下之前留恋花丛中的感觉 她说着 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衣服 不知道这位是萌妹还是游物 我 刘一正说着 突然停了下来 最后半句话 活生生咽了下去 整个人被吓得够呛 因为美女学员 转身冷眼看向了她 女学员是赵莉莉 她天生一副艳势脸的长相 整个人不怒自威 像急了一位杀手 和刘一幻想中的模样 一点都不沾边 着实把她吓得够呛 王达虎和林栋 看到她这个样子 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十一点二十分 新生们便全部到齐 赵莉莉走向讲台 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 刘一 到 吴兄 林栋 到 点到林栋名字的时候 赵莉莉下意识地抬头 看了一眼林栋 然后继续点名 林栋这个人 她留意很久了 是种子俱乐部看中的人 多看的这一眼 令众多新生 侧目看向林栋 打心底的羡慕林栋 新训考核第一名 去到哪里 都是人群里的焦点 点名结束后 赵莉莉合上点名册 2019级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二班点名结束 应到51人 10到51人 接下来 咱们的班会可以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2017级学员赵莉莉 以后会担任你们的助教 咱们班由于各种原因 中队长还没有正式任职 所以先由我来开班会 林栋听到这话 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已经分班了 中队长怎么还没有安排好人 前世在部队 他有了解到 如果一个新联队连长缺位 大概率是因为这个连太差劲了 难道说军校也是这个样子 赵莉莉继续在讲台上说着 咱们班的课程表 以及学校的作息时间表 我已经打印好了 等会每个宿舍上来领一掌 学校的要求是 文化科一学年八门课不及格 也就是所谓的挂科会被留级 整个大学期间 如果有四门课补考不通过 也就是所谓的高挂 不予颁发学位证 所以大家平时都好好学 前两年学习一些专业基础课程 后边两年 大家会分不同的研究方向学习 咱们学校的安排是 文化课学习分班 训练的话会有五十名老学员 和你们一起进行 有不同于学习文化课的中队编制 要将校规 简单的班会结束后 开始分发课本 新生们也拿到了课程表 和作息安排表 刘逸看着作息表 愁容满面 六点起床出操 十点半熄灯就请 这和咱们新训的作息一样 王打虎愁眉苦脸 撇嘴哀嚎 高中老师果然没有骗案 他们都说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果然 高中五点半起床 大学六点起床 能多睡半个小时了 分发完课本后 班会便结束了 赵丽丽单独把林栋一个人叫出来 林栋 你出来一下 其他人解散 众人 是 林栋跟着赵丽丽来到走廊尽头 赵丽丽冷声道 林栋同学你好 我再次介绍一下我自己 赵丽丽 种子俱乐部副部长 由于你在新训期间出色的表现 种子俱乐部向你发出直邀邀请函 欢迎你的加入 林栋敬礼回复道 谢谢副部长的抬爱 加入俱乐部的事情 我还想再缓一缓 赵丽丽听到这话微微一正 问道 你知道种子俱乐部 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吗 还是说 你这种子俱乐部不满意 林栋柔声回答 只听种子俱乐部的名字 就知道它不简单 它在咱们学校 大概率类似于部队中 特种部队的存在 我想再缓缓 是想看一下 接下来学校里的学习和训练是什么样子 到时候再做具体安排 我担心俱乐部的活动 会和学校的课程有冲突 林栋现在有系统在手 各种训练项目 可以轻易取得优秀成绩 种子俱乐部的特殊训练 对于它来说 并没有什么诱惑力 现在拒绝 原因正如它说的那样 想看一下学校课程和训练的安排 到时候再根据自己的需要 看是否加入种子俱乐部 它不想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前世没读过军校 有很多现代化作战无法参加 所以这一世 它想好好珍惜读军校的机会 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文化课上 俱乐部会根据每位学员自身特点 安排不同的训练 我们还会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毕业后的学生档案会非常好看 对今后下部队后的发展 有很大的助力 而且这次俱乐部 也算是给你开了后门了 普通人可没有你这个待遇 你错过这个机会 只能在期末考试结束后 和受到邀请的学员 一起参加俱乐部的考核了 赵丽丽本以为这样说 林栋会毫不犹豫的答应 结果林栋依旧婉言拒绝 林栋不是那种 会轻易改变自己想法的人 谢谢副部长的抬爱 我想通过考核的方式 进入种子俱乐部 赵丽丽疑惑的看着林栋几秒钟后 开口道 你是我遇到第二个拒绝种子 俱乐部邀请的人 第82章 钟队长回来了 林栋随口道 是吗 你这么说 让我感觉自己好特殊啊 那个人拒绝是什么原因 赵丽丽点头 你是最特殊的那个人 上一个拒绝的人 拿到的是普通邀请函 需要接受考核的 你拒绝的是直邀邀请函 那个人现在是是 跆拳道俱乐部副部长 拒绝的理由是不想加入 林栋听到这个回答 着实有些吃惊 不想加入这个理由 还真是够充分的 让人无法反驳 这人竟然能抵抗住 种子俱乐部的邀请 自己拒绝是因为有系统 他拒绝能是什么原因 等等 拒绝的那个人 是跆拳道俱乐部副部长 难不成是刘伟 林栋疑惑的问 那个人是刘伟吗 赵丽丽 就是他 你们认识吗 林栋 是我副班长 赵丽丽点头 你去忙吧 他看着林栋离开的背影 百思不得其解 竟然会有人知道 种子俱乐部 是怎么样一个存在后 拒绝直邀 刘伟是个奇怪的家伙 这个林栋更是 林栋回到宿舍后 刘一和王打虎 立马围了过来 刘一 林栋 刚才助教 把你叫走做什么去了 王打虎八卦的问 是不是他看上你了 林栋点点头 准确的说 应该是他所在的 种子俱乐部看上我了 向我发出直邀邀请函 刘一竖起大拇指 佩服的说 不亏是新训考核第一 是个俱乐部 就想拉你进去 王打虎嘴里 念到了两生 种子俱乐部的名字 疑惑的问 这个俱乐部是干什么的 研究种子的吗 咱们军校也研究农产品 新生们听到林栋的话 不以为意 因为他们不了解 种子俱乐部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 存在宿舍的四位老学员 则是惊讶看向林栋 秦浩率先问道 林栋 你刚才说 种子俱乐部 向你发出直邀 是那种 不用参加考核的邀请吗 林栋点头 嗯 就是那种 刘伟 你小子够可以啊 竟然能拿到 种子俱乐部的直邀 王打虎看看刘毅 再看看林栋 疑惑的问 种子俱乐部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秦浩开始给大家科普 咱们学校建校时间才50年 这个种子俱乐部 创立时间就有40年 是学校俱乐部年代 最久的一个 简单的说 它类似于部队中 特种部队的存在 里边的人 都是学校最优秀的那批人 而且 想要加入的考核非常严格 一般只有受到邀请的人 才会去参加考核 因为普招考核特别难 进去的人非常少 他们会执行一些 学校的特殊任务 同时也是 最容易拿军工的一批人 没想到 林栋竟然拿到了直邀 直接绿色通道 不用考核 直接加入了 我手底下 竟然有这样一个学员 够我以后 在其他班长面前吹嘘了 王打虎听到这个解释 高兴的直拍手 大声冲林栋说 林栋 以后你去种子俱乐部了 有什么好事 要记得想到俺啊 林栋 我给拒绝了 众人 拒绝种子俱乐部的邀请 林栋疯了吧 王打虎都被气得开始结巴了 林栋 你你你你 有病吧 这么好的机会 竟然拒绝了 刘依拉着林栋就要出去 我现在就带你找助教 告诉他 你又后悔了 林栋把刘依拉自己的手打掉 我既然拒绝 那就是 由我自己的顾虑 这个你们不要担心 他们又在宿舍说笑了几句 秦浩便嘱咐让上床午休 他们才躺下 集合的哨声便传来 所有人立马坐起来 开始穿衣服收拾被褥 王打虎一边忙活 一边哀嚎道 咱们不是还没有中队长吗 怎么好好的集合了 林栋 快点收拾吧 说不准是学校有什么安排 刘依 天天紧急集合 我的小心脏都快要受不了了 我感觉 我都要有紧急集合应急症了 他们一边哀嚎 一边快速绑被子 跑下宿舍楼 有人已经早早地站在楼底下等他们了 林栋第一个跑下来 看着那人的背影有些熟悉 定眼一看后 心中一喜 那个人正是带了他们三个月的王老黑 王老黑又回来了 其他人陆陆续续地跑了下来 老学员一脸猛逼 之前跟着王志上的新学员 都疑惑地看着他的背影 王打虎纳闷地说 虽然说俺挺想中队长的 可是也不至于想得出现幻觉吧 刘毅 这人怎么和王老黑的背影那么像 其他老学员听到新学员的议论声 疑惑地问 王老黑是谁 我们新训期间的中队长 就在大家议论的时候 王志上黑着一张脸 转过身来 新生们立马高兴了起来 中队长真的是你 中队长你之前怎么不和我们说 你会继续带我们呢 害我白白难过了半天 中队长 我们好想你 新生说着各种欢迎的话 迎来的却是一顿骂 你们是刚报到吗 紧急集合 就是单纯地跑下来 站成一坨骂 歪八扭七 像什么样子 被骂之后 所有人立马调整队伍 乖乖地站好 他们刚才实在是太高兴了 一时忘记了 自己正站在队伍里 所以军资并不合格 王志上从胸前的口袋中 拿出一张纸 展开将他面向众多学员 这是我的调令 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中队长 这里一排排长是谁 出来确认一下 一排排长 是 他出列过来看了一下调令 立马冲王志上敬礼 中队长好 王志上点点头 回去吧 紧接着他继续训制 全体都有 十公里 众人 中队长 你一回来就搞这么狠 你果然还是那个王老黑 一点都没有变 众多老学员现在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面前这个人 被叫王老黑了 这你妈也太黑了吧 虽然说新官上认三把火 可这火烧的 也有点太旺了吧 上来就开骂 还莫等老学员反应过来 就直接安排跑十公里 第一节化学课 王志上看着队伍被带走 黑着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这群小子还算有点良心 最起码还知道欢迎 学员们在操场上 跑了一圈又一圈 终于把十公里跑完了 刘依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关着腰气喘吁吁的说 灵动 你小子的嘴针就和开过光一样 让你说王老黑回来做中队长 他果然回来了 王打虎并不比刘依好多少 同样一副内疾的模样 俺现在一点都不想中队长 他实在是太黑了 他走的时候俺是真想让他留下 现在他来了 俺又是真心想让他走 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得到的又弃之如碧鱼 其他老学员也纷纷感慨道 这个中队长真是对得起他的称号 一上来都不做介绍 直接让跑十公里 绝对是个难搞的人 妈的 这样一笔 忽然感觉我之前的中队长 还真就挺好 十公里跑完之后 王志尚把人集合起来 开始做自我介绍 我以后就是你们十三区一中队的中队长 我叫王志尚 你们中间有一半是我带过的人 我具体的形式作风 你们老学员可以打听打听 以后千万别犯错 因为你们会承受不住我的惩罚 好了 就这样 下去 众人 是 王志尚离开后 众人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宿舍楼 新学员都在喊 王老黑怎么就又回来了呢 与刚才欢迎的兴奋模样 判若两人 老学员则是在打听王志尚的形式作风 纷纷感叹 王志尚不是省油的灯 一共三句自我介绍 一句说了一下自己的名字 剩下两句都是恐吓 这个中队长肯定很顶 我有预感 咱们之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 这还用预感吗 才见面就不好过 以后能好过得起来吗 今天下午上的是文化课 新生其中有一门是大学基础化学 学员们回到宿舍 拿上课本就奔向教学楼 差一点迟到 灵动他们踩着铃声走进教室 老师已经在里边等候多时 化学老师是一位年过半百 已经谢顶的老教师 单看他的模样 就知道 这人肯定是专家 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接下来两年内的化学课程 都有我来教你们 你们的化学实验课 由专门的实验员担任 今天第一节课 请大家合上课本 咱们讲一节课本上没有的课题 那就是回顾一下 简单实验仪器的使用 清洗 为你们明天的化学实验课 打好基础 你们高中学到的天平 酒精灯这种简单仪器的使用吗 我们就不多说了 咱们着重讲解一下 电子天平 一叶腔 电子酸碱检测仪 化学老师在讲台上上 生情并茂地讲解着 并且用仪器做示范 学员们在讲台下 奋笔记书 认真记着笔记 灵动安静地坐着听讲 笔帽都没有打开 没有丝毫做笔记的意思 有超级记忆技能在 化学老师说的东西 会瞬间刻在他的脑海中 比其他学员的烂笔头 效果好了几十倍 在化学老师做示范的间隙 灵动神游了片刻 进入系统商城中 看一下有那些技能 可以用在化学课程的学习上 他看中了高级商城中 有两个物品 分别是高级化学实验操作技能 以及高级化学药品 配比研发技能 这两个看起来 似乎还挺有用 灵动在心中默默和系统对话 系统 介绍一下这两个 有关化学的技能 高级化学实验操作技能 可以使宿主操作 现有的高精端化学实验仪器 以及化学分析仪器 高级化学药品 配比研发技能 此技能的使用 需要高级阴眼技能使用 它可以分析宿主 用高级阴眼技能扫描过的药品 自动分析出 该药品的最佳合成方法 或者用量助 化学药品为一切化学试剂 不等同于生活中的药品 包括火药 催化剂 酸碱试剂等等 灵动 系统 兑换这两个技能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军功直胜于 355 4500 灵动兑换好技能后 脑海中瞬间出现了 许许多多化学仪器的相关内容 化学老师在讲台上 激情四射地讲解着 虽然年过半百 但精神竟像个年轻人一般 他早就注意到了灵动 因为灵动呆呆地坐着 和其他忙着记笔记的学员相比 显得格格不入 一开始 但是老师并没有说什么 大学老师并不会像小学老师那样 要求严格 要求必须听讲 学生听不听 老师根本不会理睬 除非个别负责任的老师 才会去管学生学习 化学老师 就是这样一位特别负责老教师 他看到灵动一直不好好记笔记 咳嗽了两声 提醒道 同学们 大家都记好笔记 虽然说 这节课期末考试的考点并不多 可它是你们化学实验的基础 不然你们做实验会出岔子 甚至会出现危险的 化学老师提醒完 继续讲了一会课 看到灵动依旧静静地坐着 一动不动 他决定要继续提醒一下 走下讲台 来到灵动身边晃悠 想要用自己老师的身份 亲自去提醒灵动该记笔记了 结果 灵动依旧不为所动 化学老师实在是看不下去 这我没看向灵动 语重心长地问 这位同学 我讲的你都会了吗 怎么不记笔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快点拿笔记笔记 灵动点头 回答道 我都会了 谢谢老师关心 化学老师 他整个人被气到了 他以为灵动真是在故意挑衅他 现在讲的 都是大学才会学到的内容 高中听都没有听说过 结果灵动不好好听讲 不记笔记就算了 现在还说这样白烂的话 是个老师就会被气到 刘一看到化学老师的脸色不高兴 连忙出来打圆场 老师 这家伙真的记忆力特别好 过目不忘 他没有在撒谎 更没有和您对着干 第84章 小楼一手 惊讶化学老师 灵动肯定刘一的说法 再次强调道 老师 我记性特别好 你讲的我都会了 灵动在实话实说 奈何化学老师一点都听不进去 老师打心底地认为 灵动这是在故意摆烂 故意找茬 不领自己的好心就罢了 还明着作对 化学老师感觉到了不尊重 黑着脸不悦地说 既然你都会了 那就上台给我示范一下 如何使用一叶枪 灵动 是 他走向讲台 拿起一叶枪 熟悉的手感油然而生 仿佛天天在实验室做实验一般 操作起来特别得心应手 他熟练的校准 调试吸取液体的体积 而后将一叶枪进入烧杯中 以取出一定量的水 化学老师看得愣住了 他实在是没想到 灵动竟然真的会用一叶枪 一叶枪已经算是精密仪器 高中根本接触不到 这个人怎么学的 难道说 真的是过目不忘 记忆力好 那就让他再用一下一叶管 这个没有经验 肯定用不好 你再用一叶管 以取十毫升液体 灵动 是 一叶管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中空的玻璃管 上下两端都是相通的 下端为尖嘴状 上端为普通管状 中间有一个椭圆形的膨大处 它的使用是由希尔球配合使用的 原理类似于喝奶茶 利用大气压的不同 吸取液体 灵动找出十毫升的一叶管 先是将一叶管下端 一头扎进烧杯的水中 而后用手指抵住一叶管的一端 成功取出一点液体 进行润洗 接下来将一叶管中的液体 排至空的烧杯中 然后开始用希尔球 移取液体 众多新生都看呆了 因为灵动移取液体的过程很熟练 而且有些动作 和老师讲解的不太一样 王达虎和刘毅在讲台下很担心 刚才灵动的操作 和老师说的有出入 他们怕灵动被骂 化学老师直接看傻了 他万万没想到 灵动竟然能将一叶管 使用的这么熟练 如果不是经常在实验室泡着 绝对不会这么熟练 而且刚才灵动认洗液管的动作 只有熟练的实验员才会这样做 新手根本想不到 也不会操作 化学老师内心惊叹 这个新生绝对经常做实验 怪不得刚才不记笔记 这位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灵动 我叫灵动 王达虎听到这个对话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灵动完了 化学老师现在问他名字 要给他扣评十分了 军校在文化课方面和普通大学一样 综合评分 由平时表现所得分 和考试卷面分组成 化学老师继续问道 你之前带过实验室 灵动摇头 没有 紧接着他又补充道 高中我有准备过化学竞赛 所以会这些仪器的操作 面对追问 他胡乱扯理由应付着 化学老师满意的点头 怪不得 刚才你润洗的方式 只有实验员才会采用 新手根本不会 原来你是真的会 我刚才还以为 你在故意和我唱反调 他说完 又面向全体学生 大声说道 刚才灵动的操作非常标准 明天去实验 如果不会操作 可以问实验员 或者直接问灵动 突然出现的小插曲过后 化学老师改变了教学方式 他讲解的同时 让灵动在讲台上演示 他拿着仪器在教室中间演示 以便全部的学生 都能清楚地看到 仪器使用全过程 这样讲解 课程进度非常快 事半功倍 新生在台下感慨 灵动各个训练项目好的不行 结果文化课也是一匹黑马 什么都会 神世人比人气人啊 我怀疑 这个世上就没有灵动不会的事情 一下午的学习结束后 新生吃过晚饭回到宿舍 聊天的聊天 洗漱的洗漱 灵动正在水房洗脸 刘伟正好也这个时候过来洗漱 刘伟看到灵动 于是走过去 在他旁边的水龙头 接水洗漱 一边洗一边问道 灵动 你为什么要拒绝种子俱乐部的邀请 是不知道它是什么组织吗 灵动 我知道 你先别问我 我想问问你 你为什么要拒绝种子俱乐部的邀请 刘伟一直都是温文尔雅的形象 从来没有冷过脸 表现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 他听到灵动提问 脸色第一次有些不对劲 而后苦笑 开口道 因为不想去 灵动继续追问 如果你真不想去 你刚才回答的时候 就不会犹豫了 他问完这一句 刘伟沉默了 灵动连忙缓解尴尬的说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个不能问 刘伟苦笑 摇摇头 没事 这个没什么大不了 是我家里不让去 种子俱乐部会有一些特殊的任务 和训练方式 我家人觉得太危险了 他们想要让我在军校好好念书 走科研或者走试图的路 不想让我打打杀杀 灵动明白 刘伟话里面的意思 刘伟家庭背景非常好 家里已经安排好了他之后的路 不想让他做有危险的事情 只要他安安稳稳地把大学念下来 进入部队 他的职业前景 肯定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虽然说 部队是看实力的地方 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就会有人情世故 所以部队也会有一些关系户 只不过比社会上的会少很多 而且那些关系户 并不能像社会上那样为所欲为 会受到很大的钳制 灵动回应道 原来是这个样子 真羡慕你们这种好家庭 刘伟 那你呢 为什么不想加入种子俱乐部 灵动 因为不想 刘伟 他当初就是用这句话搪塞别人 没想到有一天 有人会用同样的话搪塞自己 他还万万想不到 在一个多月后 他会不顾家里的反对 和灵动一起参加种子俱乐部的考核 灵动回到宿舍之后 王打虎正在缠着秦浩问什么 好班长 你就给我们说说吧 究竟是为什么 秦浩不厌其烦地把他推开 离我原点我就说 你撒娇实在是太恶心了 第85章 化学实验第一课制打扫女测 王打虎听令离秦浩远一些后 秦浩开始娓娓道来 咱们这次的分中队分宿舍 是学校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分配的 上一届就是这个样子分配的 训练效果很不错 所以今年也是这样分 谁能想到 大数据分中队分宿舍后 虽然单独看一个宿舍老学员 搭配新学员非常合理 可是凑在一起却出了问题 咱们所在的13区 整体学生考核成绩 是最差劲的那一个 咱们在的一中队 又是13区最差劲的那个中队 学校里没有中队长愿意接受 学校不得不去其他地方找中队长 咱们中队长练兵非常有一套 所以就又给找回来了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大吃一惊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差劲 分到了最差劲的一个中队 刘毅傻眼了 直说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别人都是军中强决 我就分到了差中差 对了 咱们班不会又是中队里最差的那个吧 秦浩摇头 这个倒不是 咱们班的综合评定 是中队里最好的一个 林栋在新训中 各个项目考核都是第一 副班刘毅格斗 全校都有名 有他们两个在 咱们班的成绩想差也差不起来 刘毅这下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还好 咱们班不是最差的那个 他说完这句 忽然想起了什么 整个人变得不好了 咱们是最差劲的那个中队 专门把王老黑 这种会练兵的中队常喊过来 那岂不是说 咱们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我的命怎么这么酷啊 次日 六点钟起床的号声响起 所有新学员和老学员 同一时间起床 出操 吃饭 第一天正常的军校生活开始了 林栋他们早上是实验课 都穿上了白色的实验服 抱着实验课本 去通知的实验楼等待上课 实验员再在八点钟准时过来 打开实验室的门 带着学员进去 偌大的实验室内 摆放着五张黑色的大实验桌 实验桌很大 每一张大概长在六米 宽在两米多 中间由一个架子将实验桌竖着一分两半 每个架子腿处有插孔 以便坐实验室用电方便 实验桌两头都有水龙头和水池 供实验室用水 以及清洗仪器 实验室一面是窗户 剩余的三面墙上都有黑板 靠墙的三个角落里都竖着大柜子 里边存放着化学试剂以及仪器 学员们进入实验室 一个个都用好奇的目光环顾着教室 那些在课本中才能见到的仪器和试剂 犹如闪闪发光的宝物一般 吸引着学员们的注意力 学员们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 对什么都兴起 王打虎 好家伙 这个桌子真常比阿门村杀猪的桌子都大 刘逸好奇的嘟囔 咱们又不是做电工的 桌子上搞那么多插孔做什么 做实验的时候 一不小心触电怎么办 而且一个桌子上就有六个 搞这么多真是浪费 灵动倾笑 回答道 这是专门的实验桌 弄这么多就是因为实验需要 很多实验都是需要加热的 就算不加热 离心机 电子填屏这些仪器 也需要用电 用电的地方太多了 必须这样搞 刘逸若有所思的点头 确实是这个道理 灵动 你懂得就是多 王打虎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实验桌前 他摸了两下实验桌 感慨到 这么大的桌子 而且材质摸起来是特别好的那种塑料 肯定很贵吧 灵动回答 这可不是什么塑料 这是特殊材 防火防电耐腐蚀 而且密度很大 特别重 成天接触化学试剂和各种仪器 它都没有一点磨损 没有被腐蚀的迹象 塑料可做不到这种程度 价格确实像你说的那样 很贵 王打虎更加疑惑了 被刀划 被火烧 灵动 你这越说越离谱了 咱们这是再做实验 又不是搞破坏 灵动 实验中切割东西 用不用刀 如果酒精不小心在桌子上被点燃 桌子会不会被火烧 这些内容 灵动在昨天之前 并不知道 在兑换了高级化学实验技能后 就像是刻在他脑子里一般 脱口而出 灵动心目中认为这些都是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事情 实验员听到后 却是大为吃惊 因为灵动说的这些 再普通不过的实验常识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接触不到的 更别说像他这么懂了 实验员看着灵动问道 这位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灵动 报告 我叫灵动 实验员突如其来的询问 吓到了其他学员 这还没有开始实验 实验员突然问灵动 名字做什么 难不成他犯什么事了 实验员继续问道 你之前接触过化学实验吗 灵动 高中有准备过化学竞赛 所以懂一些 他猜到了实验员这么问 大概是听到自己说 有关实验的事情 奇怪自己怎么这么懂 所以胡乱扯了一个理由搪塞 实验员点头 欣慰地说 这就说得通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常识 都是在实验室里待过的人才知道 紧接着实验员开始点名 说实验室的注意事项 然后安排分组 这个班一共51个人 两个人一组 正好多出一个人 所以 刘毅和王打虎主动提出 要和灵动一起组成三人组合 王打虎咧嘴傻笑 和灵动在一个组 俺的实验肯定不用发愁了 分完组后 实验员开始讲解这一节实验课的内容 化学战是现代化战争的一大重要组成 重要程度甚至要超过信息战和生物战 毕竟重型武器也属于化学的一部分 比如说原木运输车装的那个大家伙 咱们这一节课的内容是 制备三销机甲本 简称TNT 一种烈性炸药 不过在做实验之前 咱们先来一节其他课程 来两个人去打扫一下女厕所 众人 新生们一个个都大眼瞪小眼 搞不明白 打扫女厕和制备炸药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要炸厕所 第八十六章 催泪弹训练 报告 我申请去打扫厕所 报告 我也去 报告 实验员点头 行 你们两个去吧 并且调侃道 看你们一个个积极的样子 一个比一个兴奋 女厕所又没有女学员在里边高兴个啥 在这节实验课之前 我专门看过了 今天上实验课的学员 没有一个是女的 今天这栋楼里 根本没有女生在 实验员知道 学员是想积极表现自己 并不是想要去女厕 这仅仅只是调侃而已 这一句话引得众人大笑 学员们都在跟着这句话调侃 只有林栋一个人保持冷静 他在疑惑 实验员好好的 为什么要调查 今天有没有女学员做实验 没有女学员在 那就是女厕不会有人 那还打扫她做什么 女厕没有人 林栋想到这里 心中忽然有一个不好的想法 前世在部队 也有过找一间 没有人去的空房子训练 那就是催泪弹训练 催泪弹也是化学武器的一种 正好和化学沾边 实验员估计要把人关起来 放催泪弹 前世进行催泪弹训练的那种感觉 林栋就算再重火几辈子 也忘不了 太特娘的痛苦了 当时被催泪弹的气体包围 特娘的死都没有那么难受 林栋想到这里 神游了片刻去系统中 寻找一些可以用到的物品 他看中了一个物品 生化防护丸 兑换所需均公值1000 林栋在心中默默和系统对话 系统介绍一下生化防护丸 生化防护丸 宿主使用后 可以形成保护屏障 自动隔绝一切生化攻击 例如 催泪剂 强酸 强碱等化学药物攻击 以及毒虫等生物攻击 主 每颗药丸有效时长30分钟 可以叠加使用 使用时需要宿主壁气 断绝与外界的气体交换 否则失效 现在林栋拥有高级潜水技能 臂气时间很长 正好可以和生化防护丸配合使用 林栋立马说 兑换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军功值胜于 355 3500 有了生化防护丸 林栋便开始等待催泪弹的到来 其余学员 都是还在开心地打闹开玩笑 根本意识不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痛苦的事情 很快 去打扫女侧的人回来了 这个时候实验员 又喊来另外一位实验员过来帮忙 女侧太小 根本容纳不了51个人 所以 新生们分成了两组 分别进入不同的女侧 新生们跟着实验员来到女侧 实验员命令道 全部进去 众人 是 大家陆陆续续地走进女侧 还在开玩笑地打闹 没想到第一次进女侧 是这种情况 实验员让咱们参观女侧做什么 林栋在仔细地观察着女侧的情况 他里外有两道门 而且 两道门之间是个拐角 气体不容易跑出去 里边很干净 什么杂物都没有 最主要的是 没有向外的窗户 换气口也给堵上了 处于一个封闭状态 门上的小窗户 是唯一一个 可以与外界对流的口子 问题是 现在也关着 是催泪弹训练的最佳场所 可以避免催泪剂扩散 影响其他人 刘逸看到林栋 在查看厕所里的情况 疑惑地问 林栋 你在找什么 林栋 你看这个女侧像什么 刘逸向周围看了两眼 回答道 像厕所 王达虎搭话 你不废话吗 女侧不向厕所 向餐厅啊 刘逸白的这个大佬粗意 继续问林栋 怎么了 林栋 你看这个厕所 没有窗户 换气口被堵住了 和外界没有气体交换 像不像毒气势 王达虎和刘逸两个人 听到这话 正在疑惑 砰的一声便传来 厕所门被关上了 王达虎和刘逸两个人 整个被吓到了 难不成真的要放毒气 他们这来的究竟是军校 还是虐待俘虏的集中营啊 刘逸紧张地问 灵动 实验员这是要做什么 灵动 应该是催泪弹训练 王达虎松了口气 感慨道 原来是催泪弹啊 刚才真要吓死俺旧 俺还以为真要放毒气 等会流两滴泪就好了 灵动摇头 比这个稍微严重一些 王达虎 有多严重 灵动 要比死难受一点 王达虎和刘逸 不等他们二人反应 实验员的声音便从外边传来 里边的人听着 咱们实验的第一课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 化学武器的威力 等会我往里边丢一枚催泪弹 你们在里边呆够一分半 我才会打开门 让你们出来 这是训练你们意志力的好方法 谁在里边呆得越久 我这节课给你们的分数就越高 众人听到这话 立马响起嗡嗡的议论声 没有几个人害怕 因为他们不知道催泪弹的威力 以为就是让睁不开眼睛罢了 甚至有人开始大放好眼 只要呆够一分钟多一点就行 实验员真的不至于所门 多此一举 我比起时间挺长的 看来我只会能在这里呆听酒 另外一个人就给他洗三天臭袜子 众人都在议论的时候 灵动在快速提醒刘逸和王打虎 面对催泪弹的处理方法 等会催泪弹丢进来 你们两个就疯狂地吐口水 往眼睛上和鼻子上抹 或者去水池那里 不停地接水洗脸 刘逸反问 有那么可怕吗 你这也有点大惊小怪了吧 灵动点头 郑重地回答道 不是很可怕 也就比死难受一点 他没有夸张 再认真地回答 这是他前世亲身遭遇过后 总结出来的经验 片刻之后 实验员想办法打开了厕所门上的窗户 而后丢进入一枚催泪弹 王打虎和刘逸 立马按照灵动说的做 跑到了水池旁 开始不停地洗脸 王打虎式的大老粗 弄得水飞溅 把灵动的袖子打湿了一大片 第87章 实验员开始怀疑人生 催泪弹一丢进来 就开始冒白色的浓烟 还没有整个扩散开来 催泪弹刺鼻的气味便传来 新生开始不停地咳嗽 眼睛无法睁开 替泪横流 灵动平住呼吸 使用了生化防护丸 所以和没事人一样 刘逸和王打虎不停地洗脸 有点效果 但是并不多 也在疯狂地咳嗽 新生的猛烈的咳嗽声 仿佛要将肺给咳出来一般 灵动非常理解他们 听着他们的咳嗽声 感同身受 因为他也有过这样的遭遇 刚才还说 要多待一会儿的新生 已经开始疯狂地砸门 开门 我要出 可嗨嗨 放我出去 我快要死了 一分三十秒的时间很短暂 可新生却度秒如年 他们实在是顶不住了 时间到 实验员带着防毒面具 将厕所外边的门关上 又将里边的打开一个小口 可以出来了 新生挣扎着 从门缝里挤出来 一个个整张脸 被憋得通红 剃泪横流 不停地咳嗽着 实验员不停地嘱咐出来的学员 快点出去休息 记得别把外边的门全部打开 快点出去洗把脸 外边的门别开得太大 不然你们出去 也是被呛得咳嗽 片刻的功夫 女侧便没有人往外出 实验员以为人都出去了 于是带着防毒面具 拿着一个长扫把走了进去 他要去把通风口给打开 让催泪蛋的气体 快点散发出去 他将两个通气口打开后 一转身 猛地发现 还有一个人站在烟雾中 着实将他吓了一跳 这个人正是灵动 由于催泪蛋对灵动不起作用 所以灵动并没有咳嗽 或者有其他不适的反应 这更吓到了实验员 他以为这个人出事了 连忙过去询问 你怎么了 走 快点出去 实验员推着灵动就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紧张地询问 你怎么不吭声 你怎么了 实验员不停地追问 灵动都没有回答一个字 他怕开口说话无法闭气 深化防护完的效用消失 实验员带着一群新生 走了一道有一道门 每过一道门 他都会转身锁上 最大程度的 不让催泪蛋的气体散发出来 防止造成其他影响 一行人都出来后 实验员摘下防毒面具 惊奇地在新生里边找人 他来到灵动跟前 上下打量了灵动好几次 确定灵动人没事后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 你感觉怎么样 灵动假装轻微咳嗽了两声 回答道 我感觉状态还可以 实验员看看灵动 一副没事人的样子 再看看其他人要死要活的模样 整个人都被吓到了 灵动你怎么不流泪 不咳嗽 你这是什么体质 怎么不怕催泪蛋 你刚才在女侧 怎么没有声音 你怎么没事 实验员不停地追问 他实在是太惊奇了 灵动一本正经地扯瞎话 我刚才在里面有咳嗽啊 只不过声音小而已 实验员 是你搞错了吧 实验员 难道真的是我搞错了 他现在开始怀疑自己了 刚才真的没有听到 灵动咳嗽的声音吗 没有人会遇到催泪蛋不咳嗽 难不成自己记错了 实验员开始恍惚 点点头 难以置信地说 一定是我刚才搞错了 你肯定有咳嗽 只要是人 就一定会咳嗽 实验员自言自语 再给自己洗脑 逼迫自己相信 刚才灵动有咳嗽 紧接着 他又惊奇地说 不对 就算你有咳嗽 可是你怎么脸上 看不出流泪的样子 灵动 刚才我把水池的下水口 给堵住了 放了盆水 一直把脸抛在水里 所以泪流不是很多 实验员 刚才你是在水池里抛着吗 我怎么记得 你是站着 灵动 你记错了 实验员 那你脸上怎么没有水 灵动 刚才出来的路上 我就拿衣服给擦干了 不信你看 灵动说着 将手臂举起来 让他看自己湿掉的袖子 这多亏了 刚才王打虎 把水溅到自己袖子上 不然就不好糊弄了 实验员点头 对于灵动的说法不敢相信 但又不得不相信 也就只有这样 才能说得通了 实验员如果不强迫自己相信 这件事情 就要成了灵异事件 会变得更可怕 大家休息了片刻后 实验员带着众人回到实验室 总结刚才的小训练 刚才小小的一个催泪弹 就可以把你们这种身体健壮 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搞成那副模样 现在你们有了解到 化学武器的威力吧 刚才的小训练 并不是我想出折磨你们的方法 那是防化训练的一部分 用来磨练你们的意志力 以后你们还会接触到 众人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还来啊 刚才我感觉都快要死了 再来一次 我都想提前一头撞死算了 催泪弹的威力太大了 刚才在厕所逼得我 差点钻进坑位里 我也是 就是坑太小了 我进不去 心声都在哀嚎着 实验员拍了两下手 示意大家停下来 在这里 我要着重表扬一下林栋同学 刚才他在女厕里待得最久 面对催泪弹 也是意志力最强的那一个 林栋这门课的平时分 我会直接给他打满分 实验员说完 便开始鼓掌 学员们也跟着一起互相 祝贺林栋 王打虎高兴地大声说 林栋这货 干啥都是第一 早在新训练的时候 中队长就说他意志力特别好 比很多老兵都强 这个插曲过后 学员们正式开始上今天的实验课 实验员在黑板上勾勾画画 写上了制备炸药的化学反应式 并且标注每种试剂 需要多少用量 以及加热的时间 咱们制备TNT的原料 是甲本 混酸 然后在加热的条件下反应 它的合成是分不来的 咱们加热的温度不同 它合成的产物也不同 如果只按照课本上的内容 是制作不出来的 中间咱们要 最后再这样 就可以合成了 注意 我中间说的内容 都是需要保密的 你们入学也都签过保密协议 所以你们以后注意 众人 是 第88章 制备炸药 实验员 好了 每一组过来一个人 来我这里签字领取混酸 混酸是由硫酸和硝酸制成的 它们两个都是违禁物品 使用必须登记 而且使用的时候必须小心 哪怕有一滴接触到你们的皮肤 你们都会毁容 领取好实验药品后 学员们开始组装反应装置 灵动手里拿着原底烧杯 两桶 实验架 实验架等等 这些需要用到的仪器开始操作 整个过程中 动作仪器喝成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非常熟练 它组装好反应装置后 其他组的进度才开展了一点点 对比之下 差距非常明显 实验员在一旁看完了 灵动组装的全过程 整个人变成了熊猫 惊讶到愣住的表情包模样 它反应过来后 忍不住鼓掌夸赞啪 啪 啪 灵动 你这是在实验室待了多久 组装动作竟然这么熟练 灵动随口应付道 没带过多久 我这个人就是记忆力比较好 动手操作能力比较好而已 操作过一两次 就非常手熟了 实验员难以置信地问 搅拌器这种难安装的仪器 你都操作得这么熟练 加酸的时候 没有一点由于害怕 你和我说 这是操作过一两次 咱们加的 可是浓硫酸和浓消酸制成的混酸 第一次接触的人 没有不紧张害怕的 灵动笑笑 我天生胆子大 他在心里默默感慨 有系统固然好 实验员是优点也是缺点 被人一直惊讶地问东问西 他还得胡扯着应付 这样挺烦人的 刘一看到 实验员明摆着不相信的神情 插话道 实验员 灵动他记忆力和动手能力是真的好 这个他没有胡扯骗你 王达虎 实验员 这个我可以作证 灵动这货一直都这么变态 某某 我也可以作证 某某 一个又一个的学员站出来 肯定灵动的说法 这是在逼着实验员相信灵动的话 可问题是 灵动的操作分明是在实验室 才抛过许久的人 才会有那么熟练 灵动做的和他说的 实在是超过了实验员的认知了 他被迫嘟囔了几句 好吧 那就是我见识短浅了吧 今天我这是怎么了 感觉一直不对劲 又说不出来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先是被灵动忽悠着说 他听力有问题 现在又被全部学员再三肯定 他认知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如果还能感觉对劲 那就怪了 虽然实验员对灵动的说法难以接受 可又不得不相信 而且灵动表现优秀 他转头又向众人大声说道 灵动同学反应装置的组装非常好 大家可以向他学习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过来问他 众人 是 其他不会操作的学员 纷纷过来向灵动求助 灵动是他们的同学 比起向询问老师问题 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找灵动问问题 灵动也非常有耐心地教他们 你先这样 然后那样 最后固定一下 不对 是这样 这样 明白了吗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灵动不仅教别人 还手把手地交往打虎和刘逸 刘逸类的满头大汉 非常心酸地说 灵动 这个太难了 反正咱们是一个组的 你就都干了吧 我请你喝快乐水 灵动摇头拒绝了 不行 你和打虎两个人 也必须动手操作 如果我一个人全部都做了 也不是不行 反而实验进程会快很多 肯定要会害的你们 实验必须得亲自动手操作 刘逸 好了好了 我听你的 你就和我爸一样 总是教育我亲手做事情 王打虎见兮兮地笑了起来 刘逸 你这个样子 俺不得不批评你了 你不能总是认爸爸 之前说俺是你爸爸 现在又拐弯抹角的 说灵动是你爸爸 刘逸不耐烦地对回去 去去去 哪都有你 灵动听到二人的打闹 忍不住笑了出来 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真好 如果自己还是十八九岁的年龄 肯定也会像刘逸一样偷懒 前世已经有过三十几载的阅历 又重活一世 灵动的心态早就发生了变化 知道要珍惜当下 不要因为偷懒 让未来的自己后悔莫及 时间过去大概一个小时后 灵动他们组的成品 已经做出来了 是黄色的结晶粉末 灵动用阴眼系统 扫试了一眼合成物 结果显示非常不理想 里边全部都是杂志 目标产物三消机甲本 也就是TNT根本没有 产物里边更多的是消机本 一消机甲本 二消机甲本 还有一些本分 这个结果在灵动的预料之中 因为他们实验操作的环境不合格 反应时加热的温度也不够 而且用到的合成试剂里 本来就有杂物 王达虎和刘毅看着产物 长出一口气 如释重负 刘毅开心地说 没想到我有一天也能制作炸药 真要牛逼坏我了 王达虎 俺这军校真是没有白来 什么都能学到 刘毅看着他们合成的产物 成就感满满的感慨 就这么点黄粉末 谁能想到 他的威力能炸死个人呢 我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他说着 看向了其他组的实验进程 很多才进行到第一步反应 心中的成就感更浓烈了 别人离实验结束都还远着呢 咱们做实验是真的快 我也太厉害了吧 王达虎又开始给他拆台 快拉倒吧 是灵动厉害 你跟着他沾光了 什么你厉害 他说着 还给了刘毅一个白眼 这下两个人又掐了起来 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 那就是合成了炸药 成就感十足 特别开心 别人接触不到的违禁品 竟然在他们手中合成了 很难不开心 灵动给他们两个 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想什么呢 咱们合成的可不是三肖鸡甲本TNT 是他的弟弟小一和小二 第89章 在手中引燃炸药 刘毅和王达虎听到灵动的话猛逼了 刘毅 咱们都是按照老师说的来做的 怎么可能不对呢 王达虎 这个实验还是你亲自操作的 怎么可能出问题 你这人做事从来不会出问题的 实验员听到了灵动的话 忍不住走过来惊奇地询问 灵动 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实验员的举动 吸引来了所有学员的注意 灵动在众人的注视着 缓缓开口解释 实验员 你给我们的反应物质不纯 有杂质 而且给的混酸浓度不够 这种实验条件根本不能合成TNT 而且咱们是水域加热 第三步反应需要温度达到110 咱们只有一百 甚至不到 反应只能停留在第一步和第二步 生成一肖鸡甲本和二肖鸡甲本 不过 它们也属于炸药的一种 相对比三肖鸡甲本TNT来说 有很多缺点 实验员听到这里 愣愣地看着灵动 其他学员们大眼邓小眼 很是疑惑 灵动刚才说的都是什么玩意 他说的话通俗易懂 用到的名称 他们也都知道 可是连在一起 他们怎么一点也听不懂 实验员再次给灵动鼓掌 竖起大拇指 灵动 你是真的厉害 并且开玩笑地 做出一个请的动作 让灵动去黑板前 我觉得你这水平完全可以做老师 这堂课 由你来教吧 如果不是全班的人给做担保 我肯定会以为 你是泡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说句不怕 你们笑话的话 我的实验操作都没有你熟练 你产物合成的速度 可比我快多了 众人也跟着实验员 开始给灵动鼓掌 灵动谦虚地说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刘易和王达虎操作 也非常厉害 我们三个一起配合 才有这样的速度 王达虎 灵动 你这家伙太谦虚 应该是没有我们两个 你做实验的速度会更快 刘易 实验员 你别听灵动瞎说 我们两个哪能帮忙 添乱还差不多 灵动有意带上自己的好兄弟 想让他们两个一起获得肯定 刘易和王达虎两个人实话实说 不是那种占据好兄弟功劳的恶心鬼 实验员大笑 你们都是好样的 灵动尤其好 整个实验室的氛围特别融洽 自此 以后的每一节实验课 实验员都会询问灵动的看法 让大家看着灵动的操作来 有时候会让灵动讲自己的实验方法 因为灵动用到的方法 比课本上的方法还要好 王达虎和刘易两个人 跟着灵动一起最快做完实验 高兴了还没有多一会儿 便迎来了一个噩耗 他们第一组做完实验 结果被实验员拿来做小白鼠 实验员将灵动他们合成的产物 分别放入两个小烧杯中 带着他们去这间实验室的通风处 并且给他们三个实验专用手套 刘易疑惑地问 实验员 咱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王达虎 你还给发手套 胆就好正式啊 实验员淡淡开口道 你们手拿着你们合成的产物 然后引燃 众人 整个实验室 除了实验员和灵动 全部傻眼了 刘易被吓得开始结巴 不不不 引燃产物 在这里 实验员 我 我们合成的是炸药 你确确 确定 王达虎也被吓到了 实验员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虽然俺不怕 可是你这行为也太危险了 一不小心爆炸 可是会连累其他人的 这可是在实验室 后果很严重 俺是不怕的 可这 这 王达虎口口声声强调他不怕 只是有其他顾虑 全是为了掩盖他害怕的事实 其他学员 也没有比他们两个好多少 各种声音都出来了 实验员 你不能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 这也太危险了 你这不是人干的事 你这样 我们要去军事法庭告你 众人一窝轰的有意见 整个实验室乱糟糟的 实验员非常不高兴 怒声训斥道 安静 这个流程 是学校的规定 你们所有人必须服从命令 不想做的就滚蛋 当兵的趴这趴那 上个战场更危险 难道你们要哭着 求敌人离开吗 你们新训中队长是谁 一点军人的该有的纪律都没有 新训他是怎么搞的 这下全部都安静了 新生们被骂得都低下头 实验员看着刚才反应 最激烈的王打虎质问 你说 你们新训中队长是谁 新生就带成这副模样 王打虎 报告 他牺牲了 实验员 好小子 标准答案啊 很多新训的中队长 都有和他的新生说过 以后分班下部队后 不要说我是你们的中队长 就说我牺牲了 因为丢不起这个人 何老师对学生说 以后出去不要说 你们是我教的如出一辙 实验员骂了一圈新生后 转身看到了灵动 灵动不仅没有丝毫害怕的模样 反而还冲他微微一笑 柔声说道 实验员 咱们要开始了吗 他的表现让实验员很吃惊 这家伙这么胆子大 不怕死的吗 还是说 他明白这其中的原理 灵动 你怎么不怕 灵动回答道 三消机甲本和他的中间产物 以及副产物是不怕燃烧的 换句话说 它们虽然是炸药 可点燃并不能引爆 是非常安全的炸药 它们性质很稳定 摩擦 撞击 点燃都不会引爆 引爆需要雷 管这种引爆装置 点燃只会产生黑烟 不过里边会有害物质 咱们点燃的时候必须小心 实验员 这也是 你带我们来通风厨这里的原因吧 在通风厨中操作 可以将有害气体及时排出 避免我们受到伤害 灵动说完之后 全体学员傻了 他们第一次听到 还有安全的炸药 都是炸药了 还能特马的安全 最主要的是 炸药被点燃 怎么可能不爆炸 虽然难以接受 可现实就是这么离谱 第九十章 拉链来了 实验员也傻了 灵动说的这些东西 除了专业人员之外 很少有人了解 灵动再一次又一次地 刷新着他的认知 最后 还是灵动问了一句 他才回过神来 实验员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灵动 这些都是你从化学竞赛中得知的 实验员反应过来 疑惑地问 灵动回答 是 实验员挠头 更纳闷了 化学竞赛中 还让你们搞TNT 现在社会上的化学竞赛 都这么狠的吗 这东西 不是管控物品吗 实验员嘴里嘟囔着 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遇到灵动 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怀疑人生 按理来说 这被炸药这种管控物品 社会上的实验室 都是不让搞的 灵动这是从哪里学的 难道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吗 一定是我和社会脱节了 社会上的化学竞赛 也有搞TNT 不然 灵动懂这么多就说不通了 灵动给了大家解释 虽然学员们都明白了 其中的道理 可依旧怕得不行 连忙跑出实验室 躲在门外 实验员分别用实验夹将 两个装有合成产物的烧杯夹住 手握夹子将烧杯送至通风处中 等会他们要在不松手的情况下 点燃灵动他们的合成产物 这样不用手指接握烧杯 可以避免人员受伤 实验员和王打虎 一同握着一个实验夹 灵动和刘毅 一同握另外一个实验夹 啊 王打虎率先惊恐地喊了出来 吓得刘毅连忙往后退 被灵动按住后 这才消停了下来 实验员问王打虎 你怎么了 王打虎这才停止呼喊 开心地问 炸药这就点完了吗 灵动说得果然没错 炸药点燃不会爆炸 实验员微微一笑 我还没有点 他的话音刚落下 便传来了一声滑火柴的声音 王打虎再次惊恐地大吼 当他看到合成的产物 只是冒出滚滚黑烟 并没有爆炸的时候 整个人这才放松下来 灵动说得果然没错 其余学员看到这一幕后 也都从门外进来 开心地探讨着 这一神奇的现象 大家看到 合成产物冒出的浓密黑烟 全部被通风厨 强劲地稀里稀走 对他们没有一点影响 再次对灵动竖起大拇指 灵动竟然把实验员 在通风厨中点燃 合成产物的原因 也给说对了 如果不是认识灵动 大家肯定会以为 灵动是实验员 而不是新生 灵动他们这一组 早早地便做完实验 本可以提前走的他们 决定留下来 帮其他组一起做实验 灵动耐心地 解释着新生的问题 实验员在一旁看着 非常的佩服灵动 一个新生懂这么多 实在是不多见 他决定为难一下灵动 看他是不是什么都懂 灵动你懂得真多了 我问你几个问题 看你能不能答上来 灵动朗声回答 实验员 你问吧 现在他有两个高级化学技能 水平比实验员不知道高多少 根本不太怕的 实验员坏笑了一下 问道 你刚才也说了 你们合成的产物 没有咱们的目标产物 TNT 那为什么学校还要求 开设今天这门课 学校不给合格的实验环境 以及标准的实验试剂 这样让你们瞎搞 岂不是浪费资源吗 这个问题 瞬间勾起了学员们的好奇心 对啊 既然学校开设这门课程 为什么不让他们 合成目标产物 反而合成一堆杂志 灵动听到这个问题 内心有些无语 他本以为实验员 会问一些有关化学的问题 没想到 是这种不正经的片门内容 他倾笑一声回答道 学校这不是在浪费资源 反而是在节省资源 节省教育经费 学校开设这一节课 本来就只是为了 让我们学习操作 为以后的分专业学习 打下基础 让我们熟悉 化学实验操作流程 和明白 TNT的合成过程就够了 至于合成什么 根本不重要 这样做 反而会节省经费 听到这里 学员们都恍然大悟 纷纷赞叹 这家伙不仅仅是懂得多 最重要的是 脑子好 是个搞科研的料 这一节课结束后 灵动的大名 也在学校化学实验部传开了 很多导师纷纷表示 如果灵动愿意 攻读化学研究方向的专业 他们绝对会去抢灵动这个新生 上午的实验课结束 下午是训练 王之上站在队伍前 训化道 今天我们进行体能训练 看到旁边的砖头了没 本会你们每个人 往背包里装够20公斤的砖头 然后负重训练10公里 接下来 每天负重10公里的加练 就是你们的日常体能训练 老学员们一脸的平静 仿佛这件事情 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新学员傻眼了 一个个瞠目结舌 一边往背包里装砖头 一边哀嚎 不是说当兵只苦两个月吗 为啥新训结束了 还变得更苦了 王老黑果然不一般 一上来就搞这么狠 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刘逸生无可恋的说 今天的加练就是以后的日常训练 跟着王老黑就是苦啊 灵动一边装砖头 一边随口回复放心 不会是每天 只是近期 刘逸听到这话 移下来了精神 惊奇地问 这个怎么说 王达胡也立马凑了过来 灵动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 灵动 内幕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虽然体能训练很重要 但不会每天过多的训练 一来是身体受不了 二来是耽误其他训练项目的时间 还有就是 今天有碰到很多中队训练体能 都是负重越野 所以 我猜测咱们要拉练了 这是中队长在提前训练咱们 刘逸和王达胡点头 一口同声肯定地说 应该是这样 王达胡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就肯定是 你的嘴盒开过光一样 说啥是啥 灵动的嘴没有开过光 每次说的都对 是因为他懂得多 前世十多年的军律生涯 让他对各种项目的训练流程很熟悉 这一世有系统加成 又让他对文化课有十足的掌握 到了他这种地步 想说不准也很难 第九十一章 拉练前的准备 灵动不停地往背包里加砖头 比其他人的背包骨很多 王达胡看到了 也学着多往背包里加砖头 灵动 以后你怎么训练 俺就怎么训练 虽然俺做不到像你那么优秀 但是俺会努力向你看齐的 他不仅自己要跟着灵动一起加练 他还拉着刘逸一起加练 主动给刘逸背包里加砖头 刘逸 你是俺的好兄弟 俺必须得对你好点 咱们一起加练 刘逸连忙把自己的背包藏在身后 骂道 滚滚滚 你那是对我好吗 你那是想要我死 我才不要加练 就这样 两个人又掐了起来 灵动连忙阻止 快消停点 小心中队长把你们两个踹出去 打虎 你也别学着我加练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 过度训练只会损伤身体 造成肌溶解 王达胡关切地问道 我看你从心训开始 就不停地加练 你就不怕肌溶解吗 难不成你还能开挂 不怕加练 灵动点头 这个确实是 他在实话实说 王达胡却不相信 你真能逗我 你是人 又不是游戏 怎么可能开挂 难不成你 还真像小说里写的 有系统帮你 这样吧 俺也学着你加练 加的砖头少一点就是了 十公里腹中越野结束后 王之上在他们休息的空档 进行总结训话 果真如同灵动说的那样 他们即将要拉练了 接下来的半个月 你们每天都要着重进行体能训练 为半个月后的全校拉练做准备 这是学校每年都会有的一次训练 到时候 全校学生会分批进行 为期三天三夜 整个拉练过程会着重重走 打 吃 防 管 这几个方面进行训练 到时候会要求你们负重25公斤 所以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我会 一下午辛苦的训练结束后 灵动带着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一起去小卖铺 刘毅 咱们这是去买什么呀 灵动 卫生精 刘毅和王打虎两个人都傻眼了 对视眼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王打虎支支吾吾 难为情地说道 灵动 你还是一个人去吧 刘毅 灵动 你放心 咱们是好兄弟 你这点特殊癖好 我们两个会给你保密的 王打虎 是啊是啊 俺不喜欢那玩意儿 俺就不去了 灵动 你们两个的思想能正经一点吗 卫生精是用来垫鞋垫的 稀罕透气 而且舒服不磨脚 拉练的必备物品 这次拉练全校学生都会参加 到时候卫生精肯定会卖脱销 咱们必须提前准备 快点和我一起去 你们不去 我可不管给你们带 王打虎和刘毅呆住了 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不敢相信灵动的话 但又不得不信 就这样 他们两个扭扭捏捏的 跟在灵动身后 一起去小卖铺 来到小卖铺门口 刘毅提议道 咱们三个 肯定都不想去买卫生 要不猜拳决定吧 谁说谁去 灵动叹了一口气 一起去 以后买习惯就好了 刘毅 别啊 我脸皮薄 王打虎 灵动别推俺 俺看到小卖铺里 有女学员 俺可丢不起这个人 刘毅 我去 现在小卖铺里 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他们两个挣扎着 奈何灵动力气太大 他们的挣扎无效 还是被灵动推进了小卖铺 灵动来到柜台前 面不红心不跳的 对老板娘说 老板 来三包卫生巾 要大牌子的 老板娘很热情的 给灵动介绍着 这个是夜用 这个是日用 夜用的长一点 日用的短一点 你要那一个 灵动 夜用的 王打虎和刘毅看到这一幕 惊奇的看看灵动 又看看老板娘 再扭头看向小卖铺的 其他女学员 他们没有一个羞涩难为情的 都细以为常了 反而刘毅和王打虎 表现得像个怪胎 这里是军校 男生因为训练 经常买卫生巾 用来垫鞋垫 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也就只有新生 才会扭扭捏捏 辛苦的训练一天 又一天的进行 灵动为了尽快提升体质 每一次都逼自己突破极限 尽可能的往背包里 多加砖头背包里装不下了 他又开始在腿上绑纱带 身体受不了了 他就从系统中 兑换身体修复液使用 他们班的学员看到后 也有样学样 开始自己加练 只不过加的砖头非常少 他们班一个叫郭奇的新学员 体能很差 是他们班唯一一个不加练的人 拉练的前一天 王之上嘱咐注意事项 明天咱们就要进行拉练了 学校要求 除了你们一贯带着的装备 还有弓兵锹 防毒面具 小黄盆 虽然给你佩戴的 都是训练用的橡胶枪 但依旧会给你们佩戴弹夹 只不过里边没有子弹 等会一排长 带着人去操场领取食物 每个人有五块巧克力 两瓶八宝粥 还有一定数量的压缩饼干 学校要求你们 负重25公斤 这些装备是远远不够的重的 到时候 你们就往自己的背包里加砖头 哑铃 重量只能重 不能轻 出发前会挨个检查 听明白了没有 众人 明白了 训练结束后 班长便将各个班的物资 给搬了回去 学员们都在宿舍 提前收拾自己的背包 然后上称看背包的重量 刘逸坐在灵动身旁 拿着自己的小黄盆 忧愿地问道 灵动 新训的时候 你和我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会让我们装饰装尿 然后再用来吃饭吗 灵动拍了拍刘逸的肩膀 安慰道 装饰装尿都是特殊情况 一般不会让我们这么干的 你放宽心 以后习惯就好了 刘逸皱着眉头 整个人都快要哭出来了 王打虎在自己的床边 一件又一件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 第92章 出发 王打虎一边收拾一边嘟囔 明天就要拉链了 俺得换双新袜子 舒舒服服地去拉链 灵动连忙说道 从这次拉链的时间来看 全程路途肯定很远 不同于新训中50公里的简单拉链 灵动 明天不能换新袜子 必须得用旧的 不然会磨脚 就连秋裤也最好是旧的 你那条破洞的内裤也别丢 正好穿上 省得穿新的摩当 新内裤都偏紧 在行军途中 大腿与内裤之间相互摩擦 会造成大腿内侧皮肤损伤 新袜子和秋裤同里 王打虎挠头 不解地啊了一声 说道 俺咋就听不明白你的话呢 虽然听不懂 可俺相信你 你这样说 肯定是有道理的 俺就按照你说的来做 由于明天就要拉链了 今晚大家提前上床休息 为明天的拉链做准备 众人才睡下没多久 集合的哨声便响起 所有人立马起床 一边收拾 一边哀嚎 不是说明天拉链吗 怎么大半夜的就让人起来了 学校真是说什么是什么 说今天拉链 凌晨就给我们喊起来 一个小时都晚不得 学员们在十分钟之内 完成了集合 王志尚在出发前 让学员身上的装备和背包上称 一个一个挨着检查 有人负重不合格 当即给背包里塞砖头 你们别想着偷懒 咱们拉链前后都会过程 检查你们的负重 别想着中途偷懒 把东西都给我丢了 如果拉链结束后 负重不合格 学校直接给你们 这次拉链成绩零分 你们拿零分是小事 让我丢人是大事 谁让我丢人了 到时候我就会让你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灵动的背包和装备 放在体重秤上 王志尚再三确认 体重秤上的数据 竟然是35公斤 别人都是想办法减轻重量 就灵动是增重 而且还重了10公斤 王志尚严肃地问 灵动 你这样能行吗 灵动大声回答 我可以 35公斤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是小意思 实在不行 还可以使用身体修复液恢复 情况紧急 马上就要出发了 王志尚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将灵动背包中的东西拿出来 撑好20公斤的东西 告诉他路上扛不住了 就把这些丢掉 避免他路上胡乱丢 到终点负重不够 全部都准备好后 校车将参加拉链的学员带走 来到山脚下 学员们下车 拉链正式开始 新生们一边跑步前进 中队长一边在队伍旁边大喊 现在是夜间武装奔袭阶段 咱们的任务是 在两个小时内 到达20公里外的山头 拯救人质 全体跟上 不要掉队 每个班的新学员和老学员交叉分部 照顾好新学员 王志尚在队伍外大声喊 学员们在队伍里哀嚎 学校真不把咱们当的人啊 腹重25公斤 两个小时跑20公里 累死我得了 这次拉链结束 我又要吞一层皮了 也有一些人在打去调侃 在进行最后的开心攀谈 拉链就拉链 还有什么假设任务 中队长喊得也不嫌累 这么多人去拯救人质 我看是把人质吓傻才对 咱们这么多人 一人一口唾沫 就能把绑匪淹死 这要是去哪里潜伏 咱们能趴满整个山头 山头都能给他趴脱了 现在有力气说说笑笑 就尽量笑笑吧 等会就笑不出来了 新生们在新训经历过一次 简单的50公里拉链 以为这次也一样 完全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以前参加过学校拉链的老学员 则是沉默不语 一来尽量节省体力 二来没有心情去开玩笑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会有多痛苦 一开始大家还跑得很轻松 毕竟都是经过训练的人 两个小时跑20公里 对于他们来说 轻装并不是什么难事 负重跑也有 极少数人能勉强达到 这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新生并不以为意 想着就算达不到标准 也不会有多痛苦 新学员太年轻 完全没有意识到 爬武装奔袭20公里 和在平地上武装奔袭20公里 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 俗话说得好 世上本没有路 人走得多了便有了路 这荒山野岭的 根本没有人路过 也就没路 新生们不仅得爬山 还得开路 野草重生 碎石磕磕绊绊 给他们的前进 增添了不少阻力 很快便有人速度慢了下来 负重25公斤 而且还是上山 不是他晚一下 就是他跑偏方向 新学员和老学员之间的差距 一开始还不明显 随着不断的前行 渐渐显现了出来 新学员的速度 明显跟不上队伍了 秦昊作为班长 当即下令 所有老学员 都在新学员身后 上山的时候 帮他们拖一下背包 灵动也主动 站在新生身后 帮体能最差的锅旗 拖举背包 现在是集体行动 只有整体快 才是真的快 就在这时 久违的系统提示音 响起 定 触发系统任务 带领同班战友 成功通过拉链 要求不掉队 不丢下任何一个人 并且帮助班里 最弱的两位战友 突破极限 帮战友拉着背包 快速前进 一边在心中默默感慨 这个系统 真就符合他的名字 强军系统 不仅是帮自己强化体制 还会要求帮助战友 说不准以后 还能帮自己 在部队 做出什么重大贡献 灵动心中一喜 现在正好白捡一个奖励 就算系统不发布任务 他也会主动帮助同班战友 这并不是圣母多管闲事 而是因为 他内里是名老兵 知道一个团队的重要性 秦昊看到灵动 也在帮忙提别人的背包 连忙询问 灵动 你可以吗 感觉不行的话 就直说 让老学员帮别人提着 灵动很轻松地回答 五行 男人不能说不行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可要比老学员好多了 一个人帮两个也不在话下 第九十三章 要命的武装奔袭 灵动他们班 算班长在内四位老兵 外加灵动身体素质也可以 他们五个负责帮三个新学员 奔袭速度 比起其他班要快很多 准确地应该说 是五个人帮两位新学员 刘逸不用帮 他自己可以跟得上队伍 刘逸听到灵动的话 高兴地大喊 灵动 我就知道你行 我快不行了 你快点帮我提一下背包 灵动知道 刘逸这家伙体能不错 现在肯定还可以 这是想要偷懒 调侃到 你叫爸爸 我就考虑帮你一下 刘逸 灵动 你是不是我好兄弟 你怎么能趁人之威呢 灵动 好 那你自己跑吧 而后转头冲秦昊说 班长 刘逸说他可以 咱们不用管他 他不仅不帮刘逸 还要把刘逸的后路给切断 刘逸 不帮就不帮 老子自己跑 老子也行 他跑了一段路 累得气喘吁吁 看到王打虎和另外一位新学员 被人帮着拉背包 羡慕得不行 牙一咬 心意横 大声喊了一下灵动 灵动 灵动回道 怎么了 你说 刘逸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爸爸 然后提高音调说 刚才你说我喊你那个啥的话 你就帮我提背包的 灵动 你记错了 我说的是考虑一下 现在爸爸不想帮你 好兄弟 加油 爸爸相信你可以的 刘逸 美元 加 at at 美元加 at 灵动做的损失 气得刘逸大声嚷嚷的叫骂 灵动早就用阴眼系统 扫描过刘逸的身体状况 刘逸的身体条件 完全可以自己跑 他这是在想办法 激发刘逸的潜力 所以做出这种损失 还剩下最后三公里的时候 郭琪明显跟不上队伍了 灵动用阴眼扫描过 他的身体状况后 系统给出一个判断 再这样跑下去 郭琪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 但会影响接下来的拉链路程 很有可能会受伤 提前结束拉链 这样下去不行 灵动当即向秦昊打报告 报告 班长 我申请你们帮忙拿着这位新生的装备 我背着他继续前进 秦昊直接拒绝 不行 你的背包本来就重 现在你还要背一个一百几十斤斤的大活人 你是不想活的吗 你绝对会废掉 灵动 班长 你就同意吧 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我什么时候做过没有保障的事情 再这样下去 咱们班肯定会跟不上队伍的 秦昊听到这里 内心动摇了 开口道 他的装备 我们几个老兵分摊一下 你帮忙拉着他往前跑 不是背 是拉着 灵动 是 郭琪的装备和背包被卸下来 几个老学员帮忙拿着 灵动并没有听令 直接将郭琪扛起来就跑 秦昊在灵动身后追着怒骂 灵动 你小子是不想活了吗 你特马地背着两百多斤的东西 还跑这么快 是想提前退伍吗 刘毅也跟在后边大骂 灵动 你特马地枪都不帮我拿一下 你扛着别人跑 你这还好意思说是我好兄弟 骗我喊你爸爸 你特马地也不帮我 跑去帮别人 王打虎类的上气部阶下开 还得刘伟帮忙拿装备 也不忘给刘毅拆台 灵动就是把你当好兄弟 才这样 这样对你 他只这样对你一个人 你难道不感到荣幸吗 刘毅 我荣幸个屁啊 灵动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割袍断义 他在灵动肩头 为难的大声说 灵动 你就放我下来吧 这样会害了你的 灵动 闭嘴 就算扛着一个大活人 灵动的身体 也没有达到极限 如果他愿意的话 可以跑得更快 只不过现在拉链 需要大家都得跟上队伍 不能太慢 也不能太快 不然就跑乱套了 终于 大家到达了目的地 各位中队长 也都跟着队伍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家在山脚下就地休息 有人互相背靠背 在休息 有人靠在树上休息 灵动 则是在活动自己的手脚 或者帮王打虎 放松肌肉 刘一座在灵动身边休息 刚才骂得脸红脖子粗的事情 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虽然刚才骂得特别狠 但是两个人之间不会有间隙 因为关系太好了 郭琪坐在地上 双脚并拢 双手抱着膝盖 羞愧地低下头 刚才他给班里拖后腿 这让他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灵动看到了 劝解道 郭琪 你刚才很棒 比平时训练的时候快多了 你下次肯定 又会有进步 郭琪听到这话 抬头感激地看了灵动一眼 而后又低下了头 低声说道 我知道 你这是在安慰我 我知道 我给班里拖后腿了 等会我要是跟不上队伍 你们就把我丢下 别管我了 灵动继续安慰 虽然你现在是班里最差的那个 可你也是进步空间最大的那个 刘逸也加入了安慰的队伍 像咱们这种人 进步空间很大 潜力很大的 就比如说 同样一份100分的试卷 咱们40分的 还有60分的进步空间 像灵动这种100分的 进步空间就是零 像灵动这种人 什么都是最好 进步空间不能和咱们比的 他再进步 这一方面比咱们差远了 这句话逗得郭琪笑了出来 班里的气氛也不再尴尬 休息时间到 他们继续前进 只不过这次不是奔袭 就是平常的赶路 东方的天空露出了雨堵白 天亮了 学员们整整走了一夜 现在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可队伍依旧不停 在不断地前进 现在他们是又累又饿 鸡肠碌碌 刘逸拿出一块巧克力丢嘴里 嚼了两下 又继续去打开下一块 灵动连忙阻止 你没听王老黑有说吗 咱们拉链围棋三天三夜 你都吃完了 剩下的路怎么办 刘逸听到这话说 很是惊讶地问 听你这意思 是说咱们三天三夜 只能吃袋的干粮 第94章 痛打偷枪贼 灵动考虑了一下 回答道 也不一定 也许会让我们掏鸟蛋 刘逸 不会吧 学校这么变态的吗 王老黑都没这么变态 灵动拍拍刘逸的肩膀 不是学校变态 是战场就这么残酷 拉链只是帮我们提前适应 战场的生存环境罢了 听了灵动的话 刘逸连忙将巧克力 当成宝贝一样收起来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中午 各位中队长命令 大家原地休息三小时 众人累了一夜 又累了一上午 不仅鸡肠碌碌 而且筋疲力尽 按照班长的命令 吃了一些食物 喝了几口水后 眼皮再也支撑不住 睡死了过去 有的是几个人 互相背靠着被支撑着 有的是几个人 直接躺在草地上睡 就在所有人都睡着后 有几十个 穿着军装的人 偷偷摸摸出现 他们均匀地分布在 整个拉链队伍的不同位置 他们走路小心翼翼 几乎没有声音 在队伍中来回穿梭 看到谁的枪 是放在身边的 或者握得不紧 便直接拿掉 有两个人一过来 灵动便清醒了 现在有系统加成 他的听力比常人敏锐 他眯着眼 看清来人的动作后 瞬间明白 这是学校安排偷枪的人 到时候 谁的枪丢了 会被狠狠地罚 甚至拉链 成绩不及格 他们也都是听力于学校 灵动并不打算 为难他们 继续合眼睡去 灵动听到脚步声 越来越近 心道 不好 他盯上了自己般的人 灵动眯着眼睛 看过去 偷枪的人 正在尝试着 偷刘翼抓 在手中的枪 刘翼枪丢了 被狠狠地不说 很有可能这次 拉链不及格 虽然灵动和刘翼能互损 但那只是开玩笑 到了紧要关头 肯定是能帮就帮 眼看着刘翼的枪 就要被拿走了 灵动故意翻身 踢了刘翼一脚 谁知这家伙 睡得比猪还死 根本没反应 偷枪的人 被灵动的动作吓到 暂停手中的动作 看到是虚惊一场后 继续偷拽刘翼手中的枪 灵动心中叹气 现在只好来狠的了 他猛地睁开眼睛 看着偷枪的人大喊 我 我是 你 灵动二话不说 抓着身边的稻草 直接砸向偷枪的人 稻草在空中飞舞 盖在了那人身上 其他人被惊醒 听到有人喊抓贼 立马也跟着大喊抓贼 稻草盖在了偷枪人的身上 别人看不出他穿着军装 以为他真的是贼 王打虎的暴脾气 上去就是一脚 在这里的 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也和王打虎一样的反应 也立马上去踹两脚 渐渐地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偷枪人在大喊着 别打 我是陆军指挥学校的 是你们战友 草泥马 别打 靠 等会老子干死你们 王志尚听到了动静 立马过来查看 其余偷枪人也连忙围了过来 帮忙拦住打人的人 虽然他们动作很快 可那个倒霉的偷枪人 依旧挨了不少打 王志尚把灵动 还有刚才动手的几个人都喊了出来 让他们排成一排 站在偷枪人的对面 开始骂他们 你们长本事了呀 会打人了呀 看你们把你们学长打的 被打的偷枪人 鼻青脸肿 身上全是脚印 狼狈不堪 愤恨地盯着他们几个动手的学员 刘逸听到王志尚骂他们的话 在结合偷枪人狼狈的模样 忍不住想笑 但又不能笑 只好皱着眉头 抿着嘴巴 努力地忍住 模样很是猙獰 王志尚看到后 把他叫出来 刘逸 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表情啊 刘逸郑重地瞎扯 报告 我这是因为自己失手打了学长 心中懊悔至极 一时表现出来了 他说的冠冕堂皇 听起来态度非常诚恳 但大家都知道他这是在笑 王志尚黑着脸 怒斥 趴下做俯卧撑 我什么时候让你起来 你再起来 刘逸 是 灵动打报告 站了出来 报告 中队长 这一切都是误会 我们也不知道 学长是学校专门派来偷枪的 一时情急 有过错 但是也情有可原 王志尚皱眉 假装眉眼看 大声训斥 你们几个 全部趴下 做俯卧撑 我让你们起来 你们再起来 众人 是 他骂完之后 转头看向被打的偷枪人 笑着说 小同志 真是不好意思啊 他们一群新兵弹子 什么也不懂 这都是一场误会 你的身体重要 你现在 快去医疗车检查一下吧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一切由我们中队负责 你放心 这几个小子 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好过 被打的偷枪人 还有他的几个同伴 愤恨地盯着灵动几个人 他们知道 灵动他们肯定是故意的 尤其是灵动 灵动故意丢到草 让别人看不清楚 他的军装 好让众人 有推脱说完借口 可问题是 灵动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太好了 他们又不能把他怎么样 王志上这个老家伙 也是个护独子的人 对灵动几个人的处罚不痛不痒 骂都没有舍得怎么骂 甚至都没有 让灵动他们几个 给被打的人道歉 被打的偷枪人 只能白白吃这个亏 冲王志上假笑 不满地说 谢谢队长的关心 而后转身 黑着脸离开 其他十多位偷枪人 冲王志上敬礼后 黑着脸离开 一个个被气得不行 待他们走远后 王志上看向灵动他们几个人 开口道 好了 起来归队吧 像偷枪人这种 害得中队被扣分 害得中队被通报批评的人 王志上也不待见 所以 他根本没有想罚灵动他们几个 刚才只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下午他们路途中 要经过一片小树林 中队长命令众人停下 佩戴防毒面具 留意疑惑的嘟囊 原来让咱们戴防毒面具 是真有用 我还以为就是单纯的 让咱们戴上 和橡胶枪模型一样 做个样子 第95章 跑毒 灵动达到 王老黑有说过 这次拉链要着重训练走 打 吃 防 管这几个方面 防中的防化训练就是着重点 以后你要注意听 在部队和军校都是一样的 行令禁止 上级训话的时候 没有一句是废话 留意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从背包中翻找防护面具 开始佩戴 新学员在新训时 有过简单的防化训练 所以佩戴面具的时间 并没有比老学员慢多少 全体佩戴完成之后 负责拉链带队的中队长 大声驯化 接下来 敌人的生化武器 马上就要袭来 毒气扩散的速度非常快 前面的小树林 就是一个天然的阻碍毒气 扩散的屏障 全体成员 必须在十分钟之内 通过前方大概一公里左右的小树林 进入安全地带 注意 保持好各班各中队的队型 会根据通过小树林的时间 各个中队人员的跟队情况进行评分 听明白了没有 众人 明白了 哨声响起 全体学员都在有序地保持队型 跟着自己的中队一起跑毒圈 在十分钟之内 负重一公里 对于他们来说 不能说像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但也绝对是闭眼座的事情 毕竟 刚才两个小时都能奔袭二十公里 在跑的路上 学员们还有心情调侃 这个带队的中队长 嗓门真是大 不用喇叭 喊的话 都能让十个中队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我还以为王老黑嗓门已经够大了 结果这个更大 我猜他们中队的人 耳朵肯定不好 挨骂的时候 都被这个中队长震聋了 学员们 再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 心态很轻松 灵动则是在奔袭的路途中保持警惕 用阴眼系统观察着周围环境 他有预感 这次防化训练 绝对不会这么简单地让他们通过 毕竟学校刚才都有安排偷枪 来考验他们 防化这种能让他们吃苦头的训练 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结束 参加拉练的十个中队 全部在规定时间内 达到了指定地点学校的工作人员 在终点等着 进行记录打分 几位中队长随后也跟着过来了 他们手中都拿上了防毒面具 不过还没有佩戴 看他们悠闲的模样 似乎并没有佩戴的意思 学员队伍前 搭建了一个大帐篷 有穿着防化服的人员在门口守着 带队的中队长进行小总结 再次训话 恭喜大家 成功在毒气扩散到来前 通过了小树林来到了安全地带 但是 现在大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大家误打误撞 来到了敌军生化实验室 里边有敌军的最新研制的生化武器 所以 等会需要几位学员 进入用真毒管进行采样样检测 每个中队出来一个人 穿上防化服 进入实验室进行侦查检测 注意 这次用到的 都类似于戒子气这种真毒气 务必小心 带队的中队长在队伍前大声说 学员们在队伍里小声说 王达虎 这拉链虽然苦 还挺有意思的 中队长还给咱们模拟战斗情景 刘逸 我估计 这次他说的戒子气 应该是大蒜枝和芥末伪装的 王达虎 就是 真是把我们当成傻子红了 怎么可能用真毒气 戒子气沾上一点 都能让皮肤溃烂 怎么可能用真的 刘逸 单看几个中队长悠闲的样子 也知道他们不可能用真的 王达虎 要是真出一点事 学校把裤衩子卖了 都赔偿不起咱们 带队中队长在队伍前 生情并茂地讲着 一直在强调毒气的危险性 不停地强调 这次试用的真毒气 队伍里的新生 像王达虎和刘逸一样 没有一个人性 都认为他这是在吓唬人 每个中队报名 去侦查检测毒气的人非常多 毕竟 这可是表现的好机会 最后 只好采用抓揪的方式进行 灵动他们中队 使灵动出来 去做防化任务 穿戴防化服 是专门人员帮忙穿戴 一穿上 灵动便感觉到呼吸困难 防化服 由于其特殊的使用环境 所以在制造方面 非常的严格 一点都不透气 是通过空气过滤装置 来和外界交流气体 所以 灵动他们穿戴上后 呼吸的气流量 只有平时的一半 呼吸会很困难 穿戴好防护服后 灵动他们 十个做任务的学员 进入所谓的实验室 一进去 灵动便使用阴眼系统 检测所谓的有毒物质 全部都是由酱油 番茄酱这种调味料伪装的 桌脚下的塑料盒子里 放着红黑色的染料 这让灵动有些疑惑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他们十个人都用侦察管 完成侦察检测后 工作人员拦住了他们 你们真正的任务开始了 不一会儿 七八个穿着防护服的学员 从帐篷里跑出来 大声喊着 快跑 毒气泄漏了 快跑 和他们一同从帐篷里跑出来的 还有淡黄色的浓烟 学员们只是疑惑地看过去 并没有当回事 认为这一切都是战场 情景模拟 反而是中队长们紧张了起来 全部佩戴防毒面具 站在帐篷外 穿着防护服的人 也立马跑进帐篷查看情况 浓郁的黄烟 从帐篷的边边角角冒出 灵动和另外一位学员 从帐篷里出来 灵动的防护服变得破破烂烂 左脸星红一片 而且红得发黑 看起来像是鹰腐蚀 溃烂了一般 跌跌撞撞跑出来 踉跌了几步 摔倒在地 不省人事 另外一位学员身上的防护服 只有半个 另外半个不知道去哪了 他手和脖子都烂掉了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不由地紧张起来 带队中队长 拿着喇叭大吼一声 毒气泄露 撤退 他喊完之后 丢掉喇叭撒腿就跑 其余中队长 也纷纷往树林里拼命地跑 速度非常快 这一幕吓到了所有新生 难不成 这回是真毒气 新生队伍里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中队长都逃命去了 快跑啊 这下 队伍整个乱了起来 大家都拼命地往小树林里跑 第九十六章 万能的小黄盆 只有王达虎和刘一两个人 是逆行 往外跑 因为他们两个刚才有清楚地看到 半张脸 难掉的那个人 是灵栋 刘一跑得非常快 比王达虎早到一步 他跑过去 二话不说 把灵栋扛起来 就往树林里冲 灵栋 我来救你 王达虎也立马跟着转头 一起向树林里跑去 大吼道 灵栋 你放心 俺肯定不会留下你一个人 灵栋头朝下 被刘一扛在肩膀上 一路被晃的 拉链前吃的饭 都差点给吐出来 他的内心 现在是悲喜交加 刘一和王达虎两个人 冒着危险过来救他 他确实很高兴 可是这救的方式 是真的难受 小树林中 有一部分学员 是几个人前后排在一起 有序撤退 有一部分人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一通乱撞 班长一边大吼跟上 一边破口大骂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 谁是老学员 谁是新学员 刘一扛着灵栋在树林里 闷头跑着 胡乱跟着心生 跑乱了方向 王达虎一把将刘一拉过来 这边 你跑错了 刘一猛地转身 动作幅度特别大 灵栋的脚也因此飞起 不知道踢到了谁的头 被踢的倒霉蛋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边快速往起爬 一边大骂 卧槽 谁踢我 海尼玛飞起来 专门踢我的头 学员们跑出小树林后 自觉地找自己中队的队伍 刘一和王达虎两个人 来到他们队伍前 并没有归队 而是轻轻地 把灵栋放在地上 两个人都忧心忡忡地 看着灵栋 刘一小心翼翼地询问 灵栋 你感觉怎么样 灵栋轻声开口道 我感觉很难受 他没有撒谎 是真的难受 刚才被刘一头朝下 颠了一路 不难受就怪了 王达虎大声说 灵栋 你脸都烂了 能不难受吗 而后不等灵栋说什么 他便开始哭丧 灵栋 你肯定会好的 你放心 无论你怎么样 俺都不会放弃你 俺都会照顾你一辈子 啊 他正哭着喊着 中队长的哨声便传来 全体集合 所有中队开始整理队伍 灵栋立马从地上站起来 回到队伍中 刘一和王达虎两个人 瞬间猛逼 原来都是假的呀 他们两个反应过来后 也立马回到队伍中 其他学员看到这一幕 心中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虚惊一场 不是真的毒气泄露 带队的中队长开始驯化 刚才你们全体从小树林跑出来 用石十七分钟 这个结果 我很不满意 第一次可以在十分钟内完成跑毒 这一次用石 为什么会救 不用说 我想你们也应该知道原因 因为你们撤退不是有序的 经过这一次逼真的防化演练后 学员们这下才真正的意识到 一个队伍在行军时的纪律有多重要 这真的可以救命 带队的中队长简单驯化后 学员们继续上路 表现差的中队 中队长也没有怎么骂 一切等拉链结束后 心账就账一起算 一天艰辛的拉链结束 学员们现在是东西不敢多吃 谁也不敢多喝 生怕接下来的拉链中 突然出现什么意外 刘毅跟着大队伍 在行军的路途中 时不时将巧克力拿出来看一眼 他是真的想吃 但又不敢吃 他们来到一处小河旁 虽然十一月的天气已经转凉 可还不算太冷 河中的水依旧流淌着 没有结冰 中队长命令停下 就地休息 并且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允许他们生火做饭 吃口热乎的 这是拉链途中的野炊项目 学员们听到这个命令 积极性一个比一个高 各班班长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便携净水器 从河里接水进化 班里的学员分工明确 挖土造的挖土造 去林子里剪柴的剪柴 甚至有人挖到了野红薯 他们在干活的时候 无一例外都是用小黄盆做容器 摇水 装土 装柴都是 小黄盆是部队的制式装备 统一规格 质量非常好 大家用起来很是得心应手 灵动来到林子里剪柴火 顺带用阴眼系统观察着四周 看看哪些鸟窝有鸟蛋 在阴眼技能的辅助下 灵动收获颇风 端着盆回到班里后 刘逸第一个跑过帮忙接灵动手里的东西 迫不及待地说 我看看你找的鸟蛋 他拿开灵动盖在鸟蛋上的枯树枝 看到盆里的鸟蛋 双眼放光 兴奋地大喊 这么多 灵动 真有你的 你说能弄来鸟蛋 果真弄来了 你歇着 我来端 刘逸兴奋地从灵动手中接过鸟蛋 小碎步快速跑向了土灶 来到了挖的土灶前 刘逸这下犯起了难 没有锅 这下可怎么搞 有老学员提议 直接丢火里烤算了 正好省事 刘逸连忙否定 不行 烤焦了怎么办 不能浪费 灵动过来 直接把工兵敲架在土灶上 这不就是现成的锅吗 他在众人的注视下 磕破一个又一个鸟蛋 小小的鸟蛋滑落在工兵敲上 在高温的炙烤下 发出嘶的声音 淡淡的辛香味传来 馋得刘逸不停地吞咽口水 直说 说实话 我大餐吃了无数 对米其林这种饭店 比我家厨房都熟悉 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比鸟蛋更香的饭菜 灵动 你的厨艺是属这个的 他说着 冲灵动竖起来大拇指 灵动笑道 你这是 呃急眼了 看见什么都像 他们说话间 班长端着一盆浸水回来了 而且还带回来了 两包五连包的泡面学校 今天中午 有分发泡面 你们都有口福了 灵动把鸟蛋煎好后 又将水壶架在火上热水 用来泡泡面 泡面泡在小黄盆里 众人都在大块躲移 王打虎吸溜了一口面 抬头看着猛吃的刘逸 调侃道 刘逸 你不是有洁癖吗 端着俺洗过脚的小黄盆 吃起来味道怎么样 第97章 拉链途中的秋雨 刘逸白了一眼王打虎 没有理他 继续吃 拉链特别耗费体能 又没有足够的食物 补充体力 刘逸早就饿得 前胸贴后背了 呃 子当头 什么洁癖通通的往后靠 王打虎却来了兴致 继续追问 刘逸 俺偷偷和你说 俺有狡气 吃了俺盆里的泡面 你胃疼了可怎么办 刘逸被气到 回怼了一句 到时候 我就去吃狡气要呗 在饿面前 狡气算得了什么 王打虎继续损刘逸 如果俺 刘逸不耐烦地把他推开 去去去 一边去 灵动果真在脱鞋 他看着灵动 把鞋子里垫着的卫生巾拿出来 并没有换上新的卫生巾 而是直接穿上了鞋子 刘逸本来只是 想要随口把王打虎支开 结果还真就是让他说中了 灵动真的提前预测 到了什么事情 还没等王打虎站起来 去问灵动怎么回事 灵动便走了过来 叮嘱道 你们都把鞋子里的卫生巾拿出来 我看天上要下雨了 很有可能雨还不小 别到时候 卫生巾成了负担 王打虎抬头看向阴云密布的天空 点头肯定地说 俺也感觉要下大雨了 这天气也挺奇怪的 都快到冬天了 怎么还会下大雨 灵动 下雨和电卫生巾有什么关系吗 刘逸吃完泡面 用手擦了一把嘴 开始对王打虎 你这个脑子 卫生巾既然能吸汗 就能吸水 下雨之后 咱们过个水坑 水进军靴里 岂不是都被卫生巾留下了 到时候 你的脚就相当于泡在了水里了 把你的脚气泡得更严重 刘逸说着 把一只鞋子脱下来 将里边的卫生巾拿出来 随手丢在地上 感慨道 灵动 怪不得实验员夸你聪明 你确实是够聪明 竟然能想到这一点 灵动轻声道 我这不是聪明 只是经验多 知道观察天气罢了 他这次没有谦虚 是实话实说 十多年的军旅生活经验 让他每心到一个地方 就会下意识地 观察周围环境和天气 环境和天气 是影响作战的一大重要因素 刘逸这种心学员 是理解不了灵动这话的 撇嘴直说 这货又开始凡尔赛了 每次都是谦虚地说 我只会一点点 结果每次不是打破记录 就是第一 我要不是打不过你 我看到你这凡尔赛的损样 非得揍你一顿不可 他说着 把自己另外一只鞋子脱下来 拿出的卫生巾 同样随手丢在地上 灵动提醒道 把垃圾收拾了 刘逸摇头 我不 太臭了 我挖个坑 把卫生巾给埋起来 这样班长发现不了 无论是拉链 还是在野外作战训练 都会有打扫占地的要求 不能留下垃圾 刘逸穿好鞋子 就开始挖坑 灵动还没来及阻止他 便有一双军靴站在他面前 他顺着军靴抬头望去 是一张陌生的脸 那人冷声质问 你不知道垃圾要带走吗 你哪个班的 刘逸站起来大声回答 报告 我一班的 那人皱眉 再次问道 你那个班的 刘逸 报告 一班 那人冷声不屑地轻笑一声 指着自己问 那你认识我吗 刘逸摇头 不认识 我特码的就是一班班长 你说 你该不该认识我 刘逸 他现在彻底傻眼了 秦浩有过嘱咐 在外犯错 不要说班长是他 不要说是他们班的人 丢不起这个人 刘逸胡扯了一个班 还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他是真的倒霉 一班班长 倒是也没有怎么着刘逸 只是问出 刘逸所在的班级是三班后 便转身去找秦浩 秦浩 你们班出现了一个好学员啊 刚才当着我的面 说他是我们一班的 我们一班可没有 这种厚脸皮的学员 一班班长的画得让 让秦浩脸上非常挂不住 秦浩和对方说笑了两句 转身便黑着脸过来 刘逸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又要被加恋了 休息时间还没有结束 天空便稀稀利利下起了雨 中队长命令 穿上雨衣提前出发 反正赶路是淋雨 休息也是淋雨 还不如继续赶路 深秋的雨下不大 直到了中雨的程度 即使是这样 泥泥小路上也有不少积水 坑坑洼洼的路面 积水很多 很多时候 一个不起眼的小坑 踩下去才知道有多深 学员们一脚踩下去 不仅泥水飞溅 还会深陷进去 这样一来一回 不少泥水都进入军穴中 王打虎幸灾乐祸地说道 幸亏咱们班都听灵动的 提前把卫生巾给拿出来了 不然现在咱们班的人 和别人一样 脚要泡在泥水里 灵动 以后你就是俺大哥 你说啥是啥 俺跟着你混 雨整整下了一下午 傍晚才停下 带队中队长 在路过的村庄里 找了一块被硬化过的地面 安排在那里休息 其他地方都是泥 根本没有办法做 无论是老学员 还是新学员 做下来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脱鞋 包括那些班长 也是同样的动作 一般班长把鞋子脱下来 拿出一片新的卫生巾 重新垫进去 而后又把袜子脱下来 拧了泥水 他看着自己被泡发泛白的脚 脚底板 还有一个大水泡破掉了 水泡本来就疼 现在泡了泥水 更疼了 他感慨道 怪不得中午三班的那个小子 要把卫生巾拿出来 原来是要有预料 我等会有空 还得继续去看看秦浩 看看那个新生 一般班长这行为 看起来像个讨厌鬼 其实在部队里 这都是常见式的 一个班长 连自己的兵都管不好 尤其是在内务和纪律方面 你不废务 谁废务 你不被笑话 谁被笑话 军校同理 刘逸看到一般班长 又在笑话秦浩 心中那个气啊 一般长这个老比登 肯定又在笑话班长 等会我又要挨骂了 第九十八章 最后的冲刺 真想过去给他两拳头 刘逸拉着林栋 郑重地说 林栋 你得帮我 好兄弟有正经事求 林栋只好点头 好 你说 我应该怎么帮你 刘逸 回去以后 班长练我的时候 你得帮我求情 林栋反问 就这 刘逸点头 拜托了 林栋不屑开口道 你能不能有点稚气 你看一般班长笑话你 笑话咱们班长 你就不想做点什么吗 刘逸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猛地点头 想 林栋 拉链回去 咱们再说 为期三天三夜的拉链 来到了最后一天 王志尚在一中队 队伍旁边跟着 鼓励道 咱们还有最后五十公里 马上就要结束了 大家都跟上 不要吊断 听到最后的五十公里 学员们并没有打起精神冲刺 反而颓废了起来 还有五十公里 学员们 现在已经走了两天三夜 脚都快要废掉了 郭琪听到王志尚的话 倒吸一口凉 脸上的表情非常沉重 他感觉自己要不行了 这一路下来 有新学员没能坚持下来 提前上了医疗车 如果不是他们班的人 一直照顾他 一直鼓励他 怕是他也要提前退出了 灵动听到王志尚的话后 下意识地去看班里体能最差的郭琪 他担心郭琪走不下去 用阴眼技能 查看了一下郭琪的身体情况 系统显示 郭琪现在体能快要不行了 虽然没有到达极限 但也距离不远了 跟上队伍 如果感觉不行了 你就拉着我的背包走 郭琪筋疲力尽地回应道 不行的 这样会连累你的 我体能天生差 如果走不到终点 你就不要管我 真羡慕你们这种体能好的人 灵动沉声回答道 你说的是个屁 咱们为期三天三夜的拉链 要走一百七十公里 中途还有各种训练 体能再好也扛不住 到最后 大家都是靠着意志力走下来的 如果你感觉不行了 你就和我们说 班里一起想办法 郭琪 谢谢你 到了最后十公里 负责带队的中队长 用对讲机下达命令 最后十公里 武装奔袭 各个中队管好自己的队伍 中队里班级队伍可以打乱 但一个中队的队伍不要散开 从对讲机中 听到命令的中队长 纷纷回复 十三区三中队收到 十三区一中队收到 王志尚将命令传达给自己的学员 最后十公里 武装奔袭 各个班可以散开跑 但中队的队形得保持 学员们听到命令 都是加快脚步 开始奔袭 只有郭琪一个人没有加快 他冲秦浩大声喊 报告 班长 我要退出 不等秦浩回答他 灵动抓着他的背包带 就带着他继续往前跑 你可以的 跟上队伍 一来 灵动不是那种放弃战友的人 二来 灵动一路上 在不停地鼓励郭琪 临到终点了 郭琪不干了 系统的任务完成不了 他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所以 灵动必须让这个郭琪跑到终点 郭琪体能差 他的装备已经都给了老学员 灵动在拉着他往前跑 如果不是系统任务是 帮助班里 体能最差的两个人突破自身极限 灵动都恨不得 扛着郭琪跑到终点 灵动不仅地照顾郭琪 还得顾着王打虎 王打虎这人 块头大 看起来很壮 实际上长途奔袭 却是他的弱点 灵动用阴眼技能 扫描过他的身体状况 系统显示 王打虎已经到了自身的极限 虽然可以坚持下全程 但却无法突破自身的极限 这样下去不行 系统任务完成不了 灵动看向了路边的环境 发现了枯树 于是他向班长打报告 要离开队伍一会儿 争得同意后 又去向排长打报告 最后向王之上打报告 不一会儿 他带着两条木棍回来了 给了秦昊一个 秦昊接过木棍 疑惑地问 这是做什么 灵动 打人 你在郭琪后边打他 逼着他跑 我负责打王打虎 灵动之所以提出 他打王打虎 完全是因为和王打虎熟 自己就算打废他 两个人互相骂骂也就过去 郭琪不同 灵动和他不熟 又不是班长 如果这样对他 哪怕是出于好心 两个人之间也会有隔阂 秦昊听后 肯定地说 可以试一下 接下来 便是灵动在王打虎身后 追着赶着 秦昊在后边 用木棍逼着郭琪跑 王打虎的屁股 结结实实挨了两棍子后 速度明显提升了上来 一边跑一边骂 灵动 你干嘛 你就这样对好兄弟 卧槽 at 美元 这回换成刘易信 灾乐祸了 大声说道 打虎 你应该感觉到荣幸 毕竟 灵动只这么对你一个人 在灵动棍棒的威胁下 王打虎渐渐突破自己的极限 跑到了一中 对队伍的最前方 如果不是要求 各个中队的队伍不能散掉 灵动还可以逼着 王打虎跑得更快 他们两个达到中边后 王打虎整突破自己的极限 整个人也快要废了 郭琪虽然是在队伍的最后边 但好在 没有掉队 同样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灵动脑海中 立马响起系统提示音 定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带领同班战友 成功通过拉链 要求不掉队 不丢下任何一个人 并且帮助班里最弱的两位战友 突破自身极限 获得奖励 黑客技能 灵动心中默默和系统交流 讲解一下黑客技能 黑客技能 世界顶级黑客技术 可以攻克侵入其他网站 和民用防火墙 也可以自行设计高级程序 灵动 军用防火墙呢 军用防火墙属于国家高级保密内容 入侵难度极大 不敢保证可以成功入侵 就算世界上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家 也无法保证 第99章 拉链结束 留意的报复 在乘坐校车回去的路上 新生们都倒在车座上 闭眼休息 三天三夜的拉链 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不仅是身体上的折磨 更是心理上的折磨 学员们在如今装备精良的情况下 拉链一百七十公里都受不了 先烈们当初穿着草鞋 吃着各种难以下咽的食物 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 坚持下来得有多么的艰难 根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能走下来 完全都是凭借着顽强意志力 回到学校后 学员们身上全是泥 又脏又臭 简单的洗漱过后 各位中队长和班长们 开始兑现他们的承诺 该骂的骂 该罚的罚 灵动他们班 被加练的只有刘逸一个人 秦浩这次 拉着刘逸在操场上 差点把他给练废了 晚上十点钟 快要熄灯了 秦浩这才带着刘逸回到宿舍 刘逸摊在床上 心中咒骂 该死的一班长 以后别落在我手里 忽然他想起拉练时 灵动对他说的那句话 拉练回去 咱们再说 刘逸突然来了精神 从床上坐起来 来到灵动身边 傅儿小声问 灵动 你之前在拉练时 答应了我什么 你还记得吗 灵动点头 回到 明天看情况再说 次日 天气晴朗 阳光大好 宿舍楼下 学员们洗好的衣服 晾晒在下面 一堆湿漉漉的衣服中间 一张晾晒的被子 尤其扎眼 路过的学员 没有一个不侧目看过去的 谁的被子晒在这里 脑子出毛病了吗 这人是嫌弃自己军备 叠得太好了吗 我的被子包僵了 都舍不得洗 就是为了更好叠军备 这个人倒好 直接拿出来晒 来军校两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 建晒被子的勇士 叠军备是内务的一大难题 学员们的被子 都被长期叠 压 扣 掐线 这样的被子 虽然盖着硬挺 可相对来说 比较好叠 所以 军校或者是部队 从来不会有人 轻易晒洗自己的被子 一班长 带着自己班的两个学员 路过宿舍楼下 看了一眼晾晒的被子 指着被子说 你们看 哪个傻缺新兵 把被子拿出来晒了 到时候 内务整理不合格 非得被他们班长 吊死不可 你们可不能傻了吧唧 跟人学着晒被子 学员 是 不一会儿 一班班长 从宿舍里跑出来 一边去拿自己的被子 一边大骂 谁把我被子拿出去晒了 灵动他们三个 在楼道里 蹲着偷偷观察一班班长 止不住的狂笑 刘毅咬牙切齿的说 该 谁让你一直笑话 我们班长 害得我差点被练死 以后每个礼拜 我都给你晒被子 拉练之前 把你军靴全洗了 让你光脚跑 一班班长单手 抱着自己的被子 黑着脸 怒气冲冲地回到宿舍 他的学员背吓得 主动力证站好 其中有一个人 是老熟人 吴雄 一班班长 指着他们怒骂 全部都给我蹲下 学员们立马 乖乖蹲下 背部挺拔 做好蹲姿 没有一个人敢松懈 班长在气投谁 谁都不敢去招惹 一班班长质问 你们谁把我被子 拿出晒了 谁教你们的 学员们一言不发 大气也不敢喘一声 班长更气了 指着他们怒骂 好 都还学会做缩头乌龟了 全部都给我举着被子蹲 今天星期六 你们谁也不别想拿到手机 军校在礼拜天 和普通大学生一样 都会休息 可以拿到手机 可以请家外出 只不过 除非特殊情况 每个班只有两个名额 一班学员心里苦啊 他们是真的没有晒班长被子 这让他们怎么回答 一个小时后 一班学员蹲在地上 身体摇摇晃晃 坚持不住了 都不敢一换下腿 吴雄于光看了一下 自己的战友 看他们的神态 没有一个人 像是害怕心虚的样子 这事 应该不是他们班的人干的 他大声喊道 报告 一班班长 说 吴雄 你的被子 会不会不是其他班的人 拿出去晒的 你是不是有训过 其他班的学员 咱们班的学员 把你被子拿出去晒 岂不是找死吗 谁也不敢这么做啊 一班长点头 肯定的说 你说的没错 有这个可能 刚才我也有想到 一班众多学员 眼睛一亮 开心的问 班长 我们这惩罚 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班长 真不是我们干的 班长 我坚持不住了 一班班长这一下 更加大声的训斥 被子不是你们晒的 你们就没有责任了吗 我的被子 在宿舍都能丢 上了战场 你们岂不是要 你们班长 我给丢了 还有脸说 继续给我蹲着 一班班长 是老学员 吴雄能想到的事情 他也能想到 在结合拉链的事情 他早就把目标 锁定在了刘毅身上 只不过刘毅 不是他的学员 不好过去 直接罚 自己找上去 反而会让秦浩笑话一通 自此 一班学员 和灵动所在的三班 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训练中 互相拿对方当成对手 当然 这种在训练中的竞争 都是良性的 一班学员在挨法 其他班的人 在拿手机玩 王打虎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家里打电话 现在秋收 肯定结束了 俺得问问家里包米 收成怎么样 郭琪拿到手机 给家里打电话 说了没两句 便哽咽了起来 最近训练太苦了 他太想家了 刘毅拿着手机 给他爸打电话 一言不合 就吵了起来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别管我 我的车 不许借给别人开啊 你也不许乱开 学员们 拿到手机的第一件事 大部分都会给家里打电话 或者给女朋友打电话 开视频 然后再开始玩手机 林栋拿到手机 向来都是直接玩 没有给家里打过电话 刘毅挂掉电话后 看到林栋 在玩手机 疑惑地问 林栋 我从来没有 借你给家里打过电话 你就不想家吗 第100章 信息课 你拿了一等功 应该会给家里 敲锣打鼓送牌匾吧 这个问题 让林栋听了 心脏跳动暂停了一下 他怎么可能不想家 前世30多岁的他 虽然还没有结婚 可家里也有老妈老爸 还有一个为人和善的弟弟 穿越过来三个多月了 他是真的想家 不知道那边的世界 现在怎么样了 父母他们还好吗 林栋现在忽然很庆幸 自己不是独生子 就算自己不在了 父母也有人照顾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没有回答刘毅的问题 刘毅以为自己问错话了 连忙打了自己嘴两巴掌 然后尴尬又懊悔地转身离开 刘毅的话 也引起了林栋的思考 他穿越过来 面对远主那陌生的父母 难以开口喊爸妈 这是他不给家里打电话的原因 那远主的父母 也不给他打电话 是怎么回事 远主的记忆中 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对远主非常疼爱 来学校报到三个多月了 他们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打 难不成是自己拿了一等工 地方人员有给家里送牌匾 远主父母以为自己牺牲了 毕竟社会上有种说法是 三等工站着拿 二等工躺着拿 一等工家属拿 其实这都是营销号乱说的 部队评定军功 并不是按照受伤程度来评定 只要在军事上做出贡献 对民众做出影响重大的事件 或者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都是可以评定一等工的 星期一 灵动所在的班级 上午第二节是信息课 正好可以试一试 他新获得的黑客技能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信息课教室门外 下课领响了 老实在还继续讲课 老实讲课时有用扩音器 所以灵动他们在楼道里 都听得一清二楚 课本上的这个设计模型 都是同用的 但是你们现在设计的这个程序 它的接口 数据 是 王打虎听着老实讲课的内容 忍不住说道 信息专业的学生真是痛苦啊 俺只听这些专业名词 都听得头疼的 他们到时候 还得一个字母 一个字母的敲代码 他们不秃头 谁秃头 老实用的都是一些高端术语 这谁能听得懂 俺现在想到信息课的期末考试 俺就头疼 灵动拍了他一下肩膀 安慰道 打虎 我觉得你是想多了 王打虎听到这话 高兴起来 笑着问 难不成期末考试很简单 还是说 咱们学的内容没有这么难 灵动摇头 淡淡开口道 老实讲的内容 都是计算机出击用语 根本不是什么高端术语 计算机比你想象中要难得多 王打虎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变成了刚才生无可恋的模样 俺就不应该对你抱有什么希望 你这安慰俺的话 听得心里拔凉拔凉的 以后你离安远一点 像你这种什么课都拿满分的人 不配合俺这种学渣在一起玩耍 学员们在楼道里说说笑笑 二十分钟的大课间时间很快过去 上课林想起 信息老师依旧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说 下节课的同学已经等在了外边 这样 你们把电脑上还没有编好的程序下载下来 下节课咱们接着讲 下课吧 动作麻利点 电脑就别关了 这节课已经上课了 等会让巡查的工作人员看到一群学员站在外边等 我会挨处粉 军校不仅对学生的纪律要求严格 对教师和中队长 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要求同样严格 上课铃声已经响了 还让学员等在教室外 这是一种违级行为会被处分的 老师在不停地催着教室里的学员离开 好让灵动他们进来 教室内有位老学员在口袋里找U盘找了半天 最后急急忙忙地插在主机上点击下载 而后他忙着收拾书本和笔记 没有看电脑上的下载情况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便直接拔掉U盘 没有注意到电脑屏幕右下角提示的几个字 下载失败 王打虎正好坐到了这位老学员的位置上 他一个大老粗 也没有细看电脑页面 直接一通点击鼠标 把所有打开的页面全部关闭 阿T 王打虎重重打了一个喷嚏 而后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刘逸随口搭话 你这点小感冒怎么还没有好 不已经看过校医了吗 王打虎听到这个气不打一处来 气愤的说他们乃是校医 整个一兽医 你见过哪个医生 给病人开的药方是莲花轻温胶囊 外加负重五公里的吗 刘逸点头 肯定的 这倒也是 不过以后你打喷嚏注意点 别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王打虎 我又没有对着人打喷嚏 是对着电脑打喷嚏 难不成还能给电脑染上病毒 刘逸 说不准哦 老师在讲台上已经开始讲课了 咱们这次点名和上次一样 点击我的电脑 里边有个上课点名小程序 点进去 输入自己的学号就可以了 王打虎按照老师的提醒操作 点开我的电脑 还不等他操作 软件便闪退了 他也没有当回事 再次点击我的电脑 这一次又闪退了 王打虎试了几次 电脑便闪退了几次 他疑惑的挠头 冲他身边的灵动开口道 灵动 俺的电脑中病毒了 他一直闪退 刘逸坏笑着调侃 怎么 我说的没错吧 你把你的感冒病毒 传染给了电脑 王打虎没理他 担心地问灵动 灵动 真的是中病毒了吗 要我换一台电脑吗 灵动挟着身子 在王打虎电脑上 点击了几下键盘和鼠标 不用换电脑 一个小病毒而已 下次感冒了 就戴口罩 看你乱打喷嚏 都把病毒传染给电脑了 王打虎 刘逸坚跟着继续调侃 打虎 你看 我刚才说对了吧 灵动都说 你把病毒传染给电脑 王打虎一把将刘逸推开 去去去 哪都有你 灵动帮俺修电脑 俺不敢说他 还不敢说你 第101章 被人发现端倪 十几秒钟的功夫 灵动便将这个病毒 卸载删除 好了 可以用了 王打虎重新试了一次 在点名系统中 签到成功 灵动 真有你的 两三下就解了电脑病毒 难不成 你这技术 也是暑假自己学的 灵动没有回答 而是提醒王打虎 快点听讲吧 不然等会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老师在讲台上 用信号笔 指着放音幕部的内容讲解 C语言的最后 必须得加这块大内容 不然他的程序 就运行不起来 你们必须注意 咱们编程的时候 用的是二进制 数据绝对不能错 这里 突然 刚才最后离开的那位老学员 站在门口打报告 报告 老师震了一下 看到来人 问了一句 怎么了 老师 上节课编写的病毒小程序 我没有下载成功 想再过来下载一下 老师点头 快点进来下载 并且叮嘱道 细心一点 如果不是这次没有让关电脑 你的东西就全没了 学校信息课教师的电脑 都装了还原卡 或者还原软件 只要一关机 电脑上下载的东西 或者编写的一些程序 都会消失 恢复成学校原来设置的模样 那名老学员 来到王打虎的身边 开口道 同学 这台电脑 是我上节课用的电脑 王打虎明白他的意思 立马给他让开 让这位学员下载 他倒过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自己编写的程序 扭头看向王打虎 还没有开口问 你的程序 俺可没有给你动过 老学员先是一愣 然后站起来 一边拔U盘 一边随口道 没事 我现在都下载好了 灵动看到这里 以为刚才卸载的病毒 是老学员要下载的程序 还没有等他开口说话 便听到了这位学员 说他下载好了 灵动对他的回答有点疑惑 但也没有多嘴说什么 和他不相干的人 他从来不会插手管 学员又看着王打虎说了一句 对了 同学 你的计算机挺不错的呀 王打虎摇头 回答道 俺计算机差的一批 只会打游戏 老学员像是没事人一样 笑着小声说 我忙完了 你快上课吧 他说完 拿着U盘并没有离开教室 而是在老师身边 小声说了一句 老师便跟着他 一起走出教室 老学员 老师 刚才那个口音很重的学员 他卸载了我的病毒程序 你不是说 只有专门学过的人 才知道怎么卸载吗 而他们都是指挥 信息系统工程 转学的一年级学员 按理说 计算机应该很差劲 所以说 他是不是有问题 老师不以为意的轻笑一声 难免有几个计算机 爱好指挥这个 你别多想 咱们是军校 入学之前审核是很严格的 不会有事 行了 快去吧 下次别这么毛手毛脚 丢三落四 不然这个程序 你得从头写 老学员敬礼 回应道 是 他转身离开后 信息老师的笑容瞬间消失 老学员说的事情 他听进去了 刚才那样说 完全是为了保密 不让这件事情声张出去 军校和部队一样 有太多需要保密的事情 保密的安全工作做得非常好 可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所有老师 学员 或者工作人员 依旧会高度关注这一类的事情 信息老师回到教室中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继续正常讲课 只不过这次 他有意无意地往教室后边走 并且在王达虎身边逗留了很久 他看着王达虎惨不忍睹的编程 关切地询问了几句 又打听了一下王达虎的名字和学号 王达虎一问三不知 慌慌张张地搞出了很多错处 下课后 老师抱着书本 直接走向正教处办公大楼的 四层的一个办公室 安全保密管理处 信息老师喊报告后 开门进去 将今天信息课上发生的事情 事无巨细地 全部讲给了工作人员听 工作人员听得很认真 不停地用笔记录着 信息老师 上课的时候 我有专门去这个王达虎身边查看 他的表现不仅对计算机一窍不通 而且还表现得大意马虎 我提醒过后 他还能搞错 我猜测 他应该是装的 很有可能是奸细 奸细以学员的身份潜入军校 这是非同小可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便反映给了上级 有关部门立马高度关注 把王达虎的个人信息 以及接触过那些人 通通都给调查一遍 没有发现一点线索 下午 安保处的工作人员 便找到了信息老师 老师你好 我是安保处的人 工作人员 说着拿出自己的证件 给信息老师看了一眼 学校要求你 次日 灵动所在班级 上午第二节本来没有课 临时通知 安排了一节信息课 信息老师在课堂上解说着 我过几天要出差 临时调了几节课 所以这节课要用到的软件 没有及时下载下来 等会你们连网下载一下 我给你们开放一下 学校的内部网络 学员们都在按照老师说的 一步一步下载 下载的中途 老师接了一个电话 而后说道 我去去就来 信息老师的表演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地方 可灵动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索性打开阴眼技能 透过墙体 他系统显示 信息老师并没有离开 再结合昨天那位老学员的事 灵动心中疑惑 难道自己昨天随手卸载的病毒软件 让他们以为班里有人是奸细 这次故意给学员连学校的网 怕是射的套吧 灵动想到这里 嘴角勾起 坏笑了一下 决定将计就计 逗一逗学校安保处的人 他扭头冲王打虎开口道 打虎 咱们两个换一下位置吧 我这个电脑的键盘不太好用 王打虎想都没想 就答应了 第102章 灵动获引东墙 灵动坐在王打虎的位置 打开学校的教务系统 登入自己的学员账号 简单扫了一眼自己的信息 紧接着 灵动从学员入口端破解程序 成功进入学校资料库 军校网络用的是军用防火墙 就算可以破解入侵成功 所耗费的时间也非常长 不过灵动现在登入的是学校内部网络 所以轻轻松松就进入了人员资料库 当然 这也仅限于人员资料库 这种军校不太重要的东西 防火墙保护 灵动进入资料库很是无聊 随意调取了王志上的资料查看了一下 由于王志上编制不在学校 是借调过来的人员 所以个人资料并不全面细致 只能看到年龄 军旅生涯的经历 以及所获取的军功 他在比武和军区演习中 拿到过两个三等功 在执行抗洪救灾的任务中 拿过一个二等功 并且抗洪救灾后休息了两年 看来他这个二等功拿得很是不容易 大概率受了很重的伤 灵动看到这里 就落下病根 简单的浏览过后 灵动安全的退出学校资料库 并且将自己入侵的时间点给改了 如果不是顶级黑客高手 专门去查看时间点 一般是没有人会发现的 一切都处理好后 灵动又和王打虎把座位换了回去 打虎 你的键盘更难用 咱们还是换回来吧 不一会儿 信息老师回来了 他继续讲解着课程内容 学校安全保密处的工作人员 在一处秘密机房 观察着教室里的一切 并且实时监控着所有电脑的动向 当他们看到灵动和王打虎换电脑后 立马开始检测 灵动和王打虎二人的电脑动态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动向 当灵动和王打虎又将电脑换回来后 不一会儿的功夫 王打虎的电脑出现了特殊情况 他们监察到 王打虎从学员入口 成功破解程序 进入了学校资料库 工作人员立马像站在他们身后的 秦浩文汇报 这个王打虎有问题 他有入侵学校资料库 并且还和灵动交换座位 给自己打掩护 秦浩文公开的身份是学校研究生 种子俱乐部部长 隐藏的身份是学校安全保密处的理事 所以他有出现在这个秘密机房 监察王打虎的动向 再观察一天 看王打虎和谁有秘密接触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后天找一个理由 在不惊动别人的前提下 把他叫过来审讯 是 信息课结束后 灵动一个人专门去图书馆 借了一趟有关信息技术专业的课本 这次他入侵了学校网站 虽然没有干什么 但最后查到他头上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以往糊弄别人的那一套 用不了了 所以他在提前做准备 两日后 灵动所在的中队正在训练巨枪 突然有一位学员过来通知他们 每个班出一个人出公差 出公差听起来高大上 像是被上级为以重任出差一样 其实 在部队和军校的出公差 就是被抽掉出来 为集体干活 干一些打扫卫生 刨腿采购 或者为集体搬东西之类的事情 每次出公差干的活都不一样 如果是在平时休息 谁也不愿意出公差 如果是在训练 那么大家就是抢着出公差 只要不用训练 大家什么都愿意做 灵动他们班 除了灵动和班长之外 全部主动打报告 想要出公差 秦昊最后命令 一个老兵去出公差 王打虎不停地喊 报告 班长 这次我想出公差 新生里边就我没有出过公差 他说完这一句 刚才过来通知的学员又返回来了 在王志上面前小声说了一句什么 王志上大声喊道 还需要一个人出公差 谁去 王打虎兴奋地喊道 报告 我去 我去 王志上冲王打虎使了一个眼色 行 你去吧 王志上的眼神和动作没有任何问题 通知的人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异常 可灵动还是猜到了王打虎这次 不是简单的出公差 自从信息课上和王打虎换电脑后 灵动便一直等着这一刻 王打虎 我的好兄弟 我送给你一个惊喜 等会你慢慢享受 别被吓着 王打虎兴高采烈地跟在 刚才通知的人员身后 心里美滋滋地想着 只要不用俺训练 让俺干什么都行 待几分钟后 王打虎会改变这一想法 恨不得马上滚回去训练 通知人员 将他带来一栋不知名的学校办公楼 并且把他带到了顶层 王打虎一路从楼下走上来 没有碰到一个人 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直到带他过来的人 让他进入一个小房间 王打虎这下感觉到 真要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他不敢进入小房间 担心地问 叫俺来做什么 出公差 快点进去吧 王打虎察觉到不对劲 捂着肚子 连忙说 俺肚子不舒服 俺要走了 叫其他人过来出公差 可惜 为时一晚房间里 出来两名工作人员 动作熟练地捂着王打虎的嘴 将他带着房间内 房间很小 没有窗户 只摆放了一张审讯桌 和犯人才会用的 带着手铐的审讯椅 王打虎被考在审讯椅上 吓得说话结结巴巴 你们 你 把俺做什么 秦浩文坐在他对面 冷声道 既然把你带过来 那就是已经查明了你有问题 接下来 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姓名 王打虎激动地说 俺叫王打虎 你们到底抓俺怪做什么 俺是好人 秦浩文 年龄 王打虎 十八 俺的身份信息 你们不是知道吗 不然怎么抓的俺 俺不是坏人 秦浩文问一句 王打虎紧张地说一大堆 气得秦浩文拍桌子 怒声道 问你什么 你说什么 不问的你不要说 我问你 你来军校的目的是什么 王打虎 念书 因为俺爸说了 来部队有前途 秦浩文 我问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第103章 灵动式奸细 王打虎 好吧 俺实话实说 他说着流露出一丝为难的模样 其实俺来军校 是因为俺们村的妮妮 想要嫁给当兵的 所以我就来了 秦浩文 他刚才看王打虎的模样 还以为他要说出什么重要的事情 结果就这破事 让他非常的无语 感觉王打虎这是在玩自己 秦浩文冷笑一声 上下打量了王打虎一眼 开口道 看不出来啊 你心理素质这么强大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装 你那一根筋 憨憨傻傻 低情商的模样 演得还真是逼真 王打虎摇头 没有眼 俺是真的傻 刚才俺说的都是实话 秦浩文 不要再丢装傻 不然没你好果子吃 王打虎 俺没有装 俺是真傻 秦浩文 不许再丢装傻 王打虎 俺是真傻 他内心很是委屈 虽然他挺讨厌自己 憨憨傻傻一根筋的性格 可是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真的傻 为什么面前的这个人就不信呢 秦浩文有点被气到了 咬牙切齿地说 你是真的狡猾 既然你不说实话 那咱们就来点狠吧 他说完 便将桌子上的强光灯 对准王打虎 再次说道 接下来 我问你什么 你回答什么 不然我打开强光灯 有你好果子吃 王打虎愣愣地点头 好 然后他带着一丝委屈地说 你倒是问啊 一直说俺装傻做什么 秦浩文彻底被他给整无语 他见过难搞的人 可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让他无语的人 你的个人资料 做了哪些改动 你的黑客技术 是和谁学的 你受命于哪个组织 你入侵学校资料库做什么 王打虎听到这话 愣住了 你说的俺怎么听不懂 你是觉得 俺是奸细分子 俺不是啊 秦浩文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 他说着 将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转过来 上边是 他在信息教室的监控录像 你三天前 在信息课上 随手卸载了一个病毒程序 王打虎听明白后 脸上的表情由震惊 变为疑惑 最后变成了惊奇和伤心 他将前因后果都解释清楚后 重重地叹息一声 失落地说道 没想到 灵动这么好的一个人 竟然是奸细 怪不得他所有项目和课程都特别好 特别精通 怪不得他总是给人一种前辈的感觉 这么好的一个人 竟然是奸细 王打虎说 这几句话的时候 心情非常低落 就像是失恋了一般 他真的把灵动当成了兄弟看 灵动平时对他照顾有加 自己同样也对灵动掏心掏肺 哪怕毒气泄露的时候 第一反应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就灵动 可现在这结果 他不得不远离灵动了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是信仰的问题 虽然才步入军校三个多月 可王打虎已经深深地 将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刻在了心里 如果灵动真的是奸细 他不参与抓捕灵动 已经是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秦浩文拿着审讯记录 脸色沉重地离开 如果刚才王打虎说的都是真的 那就说明 他遇到了一个极其难对付的对手 既然能在学校的监视下 霍影东墙 把疑点都转移到王打虎的身上 那他究竟 还瞒着学校做了多见不得人的事 往外传递了多少情报 事情越想越严重 已经不是秦浩文这个级别可以处理的了 必须得上报 王打虎低着头 颓废地坐在椅子上 心中回想着和灵动相处的点点滴滴 打虎 这个训练不难的 坚持就是胜利 打虎 你别学着我家练 小心机融解 打虎 他想到第一次见灵动的场景 想到了自己和刘逸在厕所偷吃 被灵动踹门吓唬的场景 想到了看阅兵 以及参观纪念馆时 灵动对他说的那些话 灵动是一个非常爱国 觉悟极高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是奸细 王打虎又忽然想起 灵动和自己换电脑时的坏笑 难不成 这一切都是这家伙搞出的乌龙 故意戏耍安保处的人 一定是这样 王打虎想到这里 心里开心了起来 嘴里直说 这家伙 真有他的 竟然把事情架活到我身上 等我回去之后 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刚才真要吓死我了 过了很大一会儿 秦浩文回来了 看着王打虎郑重地说 你的确是被冤枉的 工作人员又检查了一次 发现进入资料库的时间 有所改动 看来 灵动是真的有问题 王打虎笑着说 灵动没有问题 他这是逗你们呢 俺相信他 一定没有问题 秦浩文 灵动什么都会 各个项目都是第一 难道不奇怪吗 他一个高中毕业生 精通计算机 这不奇怪吗 王打虎点头 不奇怪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灵动天生就是这么优秀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秦浩文 他瞬间变得无语 灵动这是给王打虎 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这么相信他 王打虎这么坚定的语气 搞得他 都有点怀疑自己了 秦浩文继续说道 他开学至今 没有给家里通过一个电话 这不奇怪吗 王打虎 你管那么多做什么 你这人真奇怪 秦浩文 他素来是一个稳重的人 遇到王打虎这种 憨憨傻傻的一根筋 真就给他气破坊了 算了 不和你说了 你记住 回去之后 什么事情都不能泄露 得绝对的保密 如果因为你出现了问题 可不仅仅是开除这么简单 王打虎不以为意的说 俺知道 回座了 送走王打虎后 秦浩文拿着灵动的资料 以及开学之后的活动轨迹 还有和外界的接触记录 除了侵入学校人员 资料库之外 没有一点问题 他在想着 难不成 灵动真的没有问题 还是说 他隐藏得太深 第104章 让人无懈可击的大实话 王打虎回来后 一切表现如常 灵动看着他 心内笑道 别说 王打虎平时 大大咧咧的一个人 没想到在保密这方面 做得还挺好 没有一点不对劲 晚上 便有人来灵动宿舍找他 灵动在吗 王中队找你 灵动走出宿舍 我就是灵动 咱们走吧 带路的人 将灵动带到今天审讯王打虎的办公楼 一进门 他便察觉到 有人跟在自己的身后 不过他没有任何动作 他进入学校资料库 一来是想要试一试 获得的黑客技能怎么样 二来是 学校关注到了自己身上 索性斗安保处的人玩一玩 他可不想 真的在学校搞事 带路的人 将灵动带到王打虎来过的小黑屋 灵动进去 看到里边除了秦浩文和记录员之外 还有两位持枪的警卫 心中暗自感叹 这阵仗 弄得还挺大 灵动不惊不慌地坐在审讯椅上 主动配合工作人员 将自己的手铐在椅子上 并且佩戴上了侧谎仪 秦浩文看到灵动淡定的模样 心中大喜 一般人被带过来 都会像王打虎一样 是一副慌张的模样 就算不紧张 最起码也得有点好奇吧 可灵动这人 竟然没有一丝反应 反而像早就预料到 有这一天一样 所以说 这个灵动绝对有问题 秦浩文心中开心地想着 这次挖出了灵动这个奸细 到时候 自己肯定能立功 最重要的是 为学校除去了一大隐患 可以避免机密泄露 一切准备就绪后 秦浩文的脸色冷了下来 目光如炬 紧紧盯着灵动 现在他已经完全将灵动当做了敌人 而且是那种 恨不得千刀万剐的敌人 秦浩文 姓名 灵动 灵动 秦浩文 年龄 灵动 十八 秦浩文 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什么 寿命于那个组织 你在学校做过那些事情 灵动不卑不亢 不急不缓地一一答来 我来这里是为了读书 寿命于陆军指挥学校 在学校经历过心训 受枪 受闲 文化课学习 以及训练 他实话实说 秦浩文问什么 他就答什么 可现在 秦浩文已经完全把灵动当做敌人来看待 灵动这个回答 让他感觉自己被戏耍了 他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怒斥 我警告你 不要耍滑道 既然我们找到你 那就说明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坦白从宽 抗拒从年 灵动不怒反笑 柔声反问道 既然已经完全掌握了我的行动轨迹 那你还来问我做什么 你问什么 我就回答什么 也有非常的配合 你动怒做什么 你不分是非 直接把我定义为奸行 调查方向本就是错的 因为我真不是奸行 秦浩文看到测谎 也没有任何的提示 在看向灵动那副处世不惊的脸 仿佛听到了灵动在嘲讽他 我就是奸行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他黑着脸 怒声道 灵动 你真是够狡猾的 到了现在 还来糊弄我 行 既然你不说 那你做过的事情 我就帮你一个一个回忆 第一 你这么好的枪法那里学的 灵动 我天生枪法好 不可以吗 秦浩文顿时无言以对 继续询问 你计算机技术那里学的 灵动 高中看过相关书籍 大学也有一直自学 我想你们应该也有调查到 我有去图书馆 借了一些信息课本吧 他的这个回答 让秦浩文来了兴致 继续追问 你信息课上干了什么 灵动实话实说 无意间进入了学校资料库 而且我和王打虎换座位的举动 让你们误会他是奸细 我也没想到 学校内部网络一点防备也没有 轻轻松松就让我进去了 话说回来 这是你们的失职 幸亏我不是奸细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灵动一番话 让人感觉他不是被审讯 而是过来视察的领导一样 秦浩文这个时候 专门看了一下测谎仪 仪器没有任何反应 他难以接受灵动的答案 可测谎仪却没有一点反应 难不成灵动说的是实话 他不是奸细 不 这绝不可能 计算机这类的黑客技术 无师自通 那是天方夜谭 而且没有人可以 这么轻松的说出嫁祸别人 让学校以为别人是奸细的话 没有一个人敢这样戏耍学校 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灵动是个心理素质极强的奸细 而且测谎仪是根据被测人的脉搏 呼吸 心跳 血压 以及皮肤电阻 来判断结果的并不是百分之百正确 如果遇到心理素质极强的人 那他是不起作用的 秦浩文心里再次从侧面证实 灵动是个心理素质极强的奸细 审讯到了这一步 他心情又沉重了一些 这个灵动是个难啃的奸细 太慢搞了 他想了一下 继续问了其他几个问题 灵动的回答都是天生自己就会 听起来让人难以相信 可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他多次问灵动 怎么可以短时间内精通这么多东西 灵动的回答都是 我过目不忘 灵动所说的都是无懈可忌的大实话 让秦浩文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难道说真的有人天赋这么好 事事都可以精通 他考虑了一下 最后问了一句 调查显示 你父母带你很好 为什么你没有给他们打过一个电话 灵动 这是个人私事 有什么问题吗 至于我爸妈没打 我估计是家里送一等公牌匾 他们以为我牺牲了吧 秦浩文听到这里 点了点头 你这一点确实猜对了 我们有让你家住地的部队打听过 你们村里现在确实 都在说你牺牲了 我劝你坦白从宽 既然找到你了 那我们就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虽然国际法规定不许虐待俘虏 可现实不一定 安全处将灵动有关的所有事物和人都调查过了 包括他的家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这也是秦浩文最难接受的事情 灵动怎么可能没问题 灵动轻轻一笑 如果你真有我是奸细的证据 就不是你这种级别的人找我了 国家相关部门直接就把我带走了 你们调查了这么久 一点事情都没有调查出来 那是因为我真的没问题 第105章 灵动成功脱身 你们这个级别没有充分证据 是不能对我进行其他武力性质审讯的 只能上报 不然军事法庭上就会有你的身影了 你们之所以不上报 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证明 我是奸细 说到底 这只是学校网络安全的一件不严重的事情 秦浩文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他遇到过难缠的人 像灵动这种让他无可无奈何的人 还是第一次遇到 软得不行 硬得不吃 秦浩文审讯一开始是照常的询问 一般被审讯的人都不会实话实说 而后 他采用了逐个击破的方法 从一件件小事说起 灵动的回答滴水不漏 除了灵动优秀的有些变态之外 没有一点不合理的地方 到最后 他只好采用威胁 或者武力胁迫的方式审讯 结果一开口 还没有开始大展拳脚 就被灵动两句话给堵死了 秦浩文现在只好无可奈何地去隔壁房间 向安全保密处的处长汇报 处长 这个灵动太狡猾了 无能为力了 处长看着审讯灵动房间的监控 点点头 拿起桌子上的白色茶缸 用盖子撇茶叶浮沫 喝了一口茶水 深沉地开口道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灵动不是奸行 他确实是计算机天才 虽然说他的事情 让人难以接受 可很多时候 事实就是这么离谱 毫无逻辑 这样 你再把灵动的资料拿过来 咱们两个重新仔细查看一下 对了 再派个女同志去询问 男人不行 就女人上 让女同志多打一打感情牌 安全保密处的人折腾了半宿 最后没有查出一点问题 处长看着监控画面中 灵动坐在审讯以上睡着的画面 眉头紧锁 疑惑地开口道 难不成 我刚才的猜测是对的 这样 你去拿一些有关概念理论的书 让他背一下 看灵动是不是真的过目不忘 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就有问题 咱们上报国家相关部门 两个小时后 灵动过目不忘的超级记忆力 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睛 秦浩文坐在灵动对面 愣愣地看着灵动 开始怀疑人生 这样变态的记忆力 是人可以拥有的吗 灵动既然能拥有一目十行 且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拿其他的事情 他也就相信了 灵动 你这记忆力 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处长在观察室 监听着审讯室里的一切 看到这一幕 无奈地笑着说 合着 咱们忙活了好几天 就证明了灵动尤其优秀 好啊 好啊 没想到咱们学校 竟然出现了这种天才 他那时对讲机 安排到 浩文 给这个小子的处分 让他滚吧 秦浩文听到耳麦里的话 低声回复了一句 是 而后抬头 严肃地看着灵动 灵动同学 经过证实 你确实不是艰险 不过 你的行为 严重违反了校规校计 给学校的网络安全 造成了不良影响 所以我们决定 向校方申报 对你进行进行记过处理 还会 灵动一听到记过 连忙打断秦浩文的话 档案记过 会影响今后的发展 这个结果 他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 灵动早就想到 学校安全处会这样做 也早有了对策 他连忙说 等一下 我有话想说 首先来说 对于我无意的行为 如果给学校造成了 什么不好的影响 我愿意接受处分 其次 我万万没想到 学校的网络安全 这么差劲 作为陆军指挥学校的一员 我表示 对你们安全保密处的 网络安全工作 很失望 我会向学校反映这一问题 以督促你们的进步 咱们要一起联手 共同做好学校的安全工作 为华夏军校的 安全保密工作 尽一份力 灵动一本正经地说着官腔 这话既威胁了安全处 如果你们要处分我 我就向学校 举报你们工作不利 一起挨罚 同时 这话也说得滴水不漏 让人找不出一丝问题 处长看着审讯师的监控 听到了灵动的话 脸色有了丝动容 狠狠地拍了一下膝盖 一边起身往外走 一边冷声道 这小子 竟然敢威胁安全处 他来到了审讯室 开门进来 变成了一副和蔼的模样 冲灵动开口道 小同志 你好 我是咱们学校安全处处长 灵动立马敬礼打招呼 处长好 处长和蔼地继续说 整个事情的经过呢 我有了解 全是一场乌龙闹剧 通过这件事情 可以充分地看出 咱们学校安全处工作 做得非常好 一点蛛丝马迹都能发现 同时也发现了你这种天才 这说明 咱们学校人才积极啊 我很是欣慰 既然是一场误会 那这件事情 就到此打住吧 不要影响你接下来的学习训练 提前祝你期末取得一个好成绩 哈哈 处长进门前和进门后 完全是两副态度 话里话外再和林栋说 我们不找你麻烦 你也不要找我们麻烦 林栋再次敬礼 谢谢处长的肯定和关心 一夜就这样过去 林栋从安全处出来后 校园里已经响起起床的号声 处长和秦浩文在办公楼的窗户处 看着楼下林栋离开的背影 秦浩文忍不住说道 处长 我怎么感觉咱们被林栋耍了 处长给了他一记冷眼 反问道 你说呢 咱们不仅被他耍了 还不能拿他怎么样 这个林栋 处事风格和说话的调调 一点不像个新生 像个老兵游子一样 随着起床号声的传来 学员们也都起床 集合在训练或者操场 准备晚上的五公里训练 林栋并没有在队伍里 他们中队的人 一边跑步一边一轮 除了林栋的同班战友外 其余人都在一轮 他们有种预感 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今天林栋怎么没来 真是奇怪了 他向来不会缺席的训练的 第106章 射击训练 不仅林栋消失的奇怪 今天王老黑也奇怪 黑这脸闷闷不乐 竟然没有替林栋不在的事情 我刚才集合的时候 听到他们班的人说 林栋昨天晚上被王老黑叫走 一晚上没有回来 这突然好好地被带走 不是让去执行秘密任务 就是 这位老学员 最后几个字没有说出来 大家却都已经心领神会 林栋一个新生 能被委任什么特殊任务 突然消失 也就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林栋是奸细 传来了林栋的声音 你们这是在说谁 还能是谁 三班的那个林栋 学员们忽然反应过来 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到林栋 他们一个个脸上满是尴尬 背后说别人坏话 被人家听到了 尴尬的脚趾能露出三十一听 队伍里议论的声音瞬间停下了 三班的人现在活跃了起来 王打虎开心地说 林栋 俺就知道你没事 你这家伙不够地道啊 竟然把我坑进去了 刘一好奇地问 你们在说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出早操期间 王打虎将林栋的做的事情 简单地概括了一下 一边骂林栋 一边夸 这伙真就不是个人 害得俺还被审讯了一通 不过 林栋计算机玩得这么溜 俺的信息课期末考试 也就不担心了 哈哈 随后 林栋在三班学员的追问下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 一上午便传遍了整个中队 一传时 十传百 很快便有很多人知道 学校的安全处 被林栋给戏耍了 而且林栋还全身而退 没有受到一点处分 下午 学员们迎来了 他们心心念念的 实弹射击训练 王之上带队 带着学员去武器库 领取自己的枪和子弹 而后来到了靶场 你们现在每人手里 有50枚步枪子弹 和50枚手枪子弹 等会分班上场 进行实弹射击 今天的训练项目 是移动靶位的射击 成绩最差的兵 没得说 你们得加练 差劲到了没眼看的地步 班长也给我一起加练 要是别敢给我拖靶 那就排长跟着一起练 听明白了没有 众人 明白了 王之上继续说道 没有竞争 就没有动力 今天 两个班一起组队比赛训练 赢了的一方 就加餐 可以在食堂报一个大荤菜 输了的那个班 打扫卫生间一个礼拜 包括班长在内 也得打扫 他话音刚落下 一班班长便站出来打报告 报告 这个分班组队 可以自行找对手吗 王之上看着他 笑了一下 悠喝 你这是心里早就对手了 可以这样 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 自行组队 一班班长这样提议 完全是因为 刘依晒了他被子 因此想要给刘依 他们班点颜色看看 继续找点笑话 刘依的由头 他来到了秦浩面前 秦浩 咱们两个班比一场如何 秦浩点头 好啊 这次比不过我们班 你可就等着打扫厕所 被我们笑话吧 一班长 指不定谁笑话谁 第一组上场的 就是一班 一班包括班长在内的十个人 每个人面前五百米处 有两个不断左右移动的靶子 第一次射击 要求五发子弹 射中五个气球 这对于老学员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很容易就做到了 新学员中 有一名学员拖把了一枪 成绩还算是可以 毕竟新学员第一次接触 移动把位射击 只不过一班班长 要跟着一起被加练了 王志尚站在一旁 用望远镜观察着 哗讲道 这次吴雄表现不错 有四发子弹 正中把星 这成绩 在老学员中都是不错的 其他学员听到了 也纷纷佩服地夸赞 吴雄一个新生 这射击成绩挺不错 都说 他在国外训练过几年 我开始还以为 他是吹牛的 没想到是真的 有一些老学员 没有听说过吴雄的名字 纷纷打听吴雄是谁 吴雄满脸的得意 射击是他的强项 刚才只是小露一手而已 在王志尚喊结束后 他们站起来下场 吴雄主动来到 王志尚面前敬礼 大声道谢 谢谢中队长的夸奖 我会继续努力地 争取早日超过 一直以神枪手自居的灵动 吴雄对自己的 移动靶位射击很有信心 虽然灵动在 新训考核的时候 拿到了满环 而且是移动两枪 可是新训考核过于简单 只是150米的固定靶位 和现在的难度不一样 射击 不仅仅考验标准靶子 更考验对靶子 来回移动方位的预判 这里涉及到了 大量的攻势运算预判 以及在大量的训练中 练出来的手感 所以 吴雄内心相信 灵动这个穷小子 提到了灵动 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到了灵动身上 并且给他戴高帽子 说他一直以神枪手自居 王志上明白吴雄这意思 点点头 归对吧 心中感慨 虽然说吴雄这小子有两下子 可是太过于心高气傲 以后的训练中 得好好磨练磨练他的心性 众多学员下意识侧目 看向灵动 灵动平时 有以神枪手的身份自居吗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虽然说 他在新训考核中 拿到了一枪两动的成绩 可这也有点太自满了吧 新训的小小设计考核 也算是个考核 灵动平时挺沉稳的一个人 没想到 那里是这么狂妄的一个人 等会老学员上场 有他好看的 三班的人听到吴雄的话 没有一个不气愤的 灵动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是神枪手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吴雄这小子 是明着夸 暗中扁 这样让中队不了解灵动的人 心中对灵动的印象大减分 刘逸忍不住催了一口 小声道 妈的 得找机会收拾一下这个吴雄 第107章 神枪手灵动 灵动本人反而像没事人一样 对于众人的非议 腼腆地笑了一下 我本不想装逼 奈何吴雄你非要来惹我 逼我秀一把 既然这样 那我就将你说的话验证了 让你看看 我究竟是不是神枪手 吴雄下场后 双眼紧紧盯着灵动 看着他上场 灵动 等会你成绩一旦不如我的 我就笑话死你 只要一见面 就笑话你 没事就去你宿舍笑话你 看我笑话不死你 新训的大仇 终于能报了 众多老学员 对于灵动 是一副等着看笑话的模样 大家一致认为 就算灵动在新训考核的时候再秀 在众多优秀的老学员中 也是排不上名号的 王志上下达命令的哨声响起 三班学员的枪声紧跟着响起 灵动右眼进行瞄准 左眼中自动出现了 有关射击把位的信息 风向 湿度 以及把位的运动轨迹公式 计算一类的信息 他手指轻轻扣动扳机 子弹一发 接着一发地射出 待射击结束后 王志上拿着望远镜观察结果 他看着把纸上的情况 很是惊讶 连忙说 去把灵动的两张把纸给我拿过来 片刻的功夫 两张把纸被拿过来了 王志上看着一张没有弹孔的把纸 再看看另外一张 在靶心处有四个单孔的把纸 其中一个单孔 很明显可以看出 是移动两枪 灵动这家伙 枪法竟然能到达这种地步 第一次移动把位射击 竟然超越了老学员 这小子长了一双鹰眼吧 不然步枪的射击准头 怎么这么高 众多学员看着王志上的表情 很是疑惑 这是怎么了 难不成 灵动真的是神枪手 一班长和无雄两个人 脸色变得不太好看了 他们两个都在担心 如果灵动真的是成绩非常好 那他们两个岂不是丢大人王打虎 严肃地看着灵动 缓缓开口道 灵动 你脱把了 他说着 把那张完好无损的把纸撑开 展现在灵动面前 队伍中立马传来一阵躁动 就这还以神枪手自居 一共两张把纸 有一张竟然一个弹孔都没有 就这水平 兴训的时候 他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还凭借着射击考核 拿了一个三等弓 一班班长松了一口气 还好灵动成绩不是很好 刚才无雄说他是神枪手 着实让他担心 无雄得意地笑了出来 我就知道会这样 灵动 你小子等着吧 接下来的射击 我照样虐你 虐哭你 灵动对众人不耻的议论 并不在意 微微一笑 冲王志尚敬礼 报告 我想看看另外一张把纸 王志尚听到这句 突然大笑了出来 你小子 本来想吓吓你 没想到没吓到 你又拿了一个满环 而且是移动两枪 众人 什么 移动把位拿满环就算了 而且是移动两枪 老学员都很难做到 拿满环容易 拿移动把位的满环也不难 问题是移动两枪 这极其难以做到 就算枪叫得再准 这也仅仅只是步枪 根本避免不了湿度 和两枪之间不同锋利的影响 移动两枪 这真的得技术足够硬才行 一般长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没想到灵动表现 竟然这么优秀 就和开挂了一样 看来自己轻敌了 希望三班其他学员成绩不怎么样吧 吴雄脸色像吃了屎一样绿 听到身边全是佩服灵动的话 心中那个火大 同时也在庆幸 心亏刚才是对灵动捧杀 给他戴高帽子 喊他神枪手 没有贬低他 或者下战书 不然 现在非得丢死个人不可 他身边的老学员 冲他说道 吴雄 没想到你心训呆的中队 竟然有这样的神枪手 刚才你说他是神枪手 我还以为是故意调侃贬低 没想到 竟然是真的 吴雄抿着嘴 脸色非常难看地点了点头 被逼无奈 只好牙咬切齿地承认 对 没错 他就是神枪手 两个班的成绩 很快统计出来 灵动他们班 灵动和秦浩两个人是满环 刘伟是47环 王打虎一枪拖把 整体平均成绩37环 由于是五发子弹 满环是50环 而且新学员 还是第一次移动把位射击 这样的整体成绩算是不错的 一般的情况是 班长和吴雄是满环 有一位新生拖把一枪 剩下的人成绩都还可以 所以 整体成绩33环 只不过 依旧输给了灵动所在的班级 一般这回得打扫一个礼拜的厕所了 学校在大数据分宿舍的时候 每个班都尽量做到了均衡人员配置 所以他们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接下来是其他班陆续上场 然后是手枪移动把位的射击 最终的射击成绩 灵动是第一 第二至第七拳是老学员 第八是吴雄 他作为一名新学员 这个成绩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下训后 王打虎大声笑着调侃 吴雄 恭喜你啊 终于摆脱新训期间 你万年五老二的称号了 现在成第八名了 虽然退不了不少 可是不再是五老二了 吴雄没好气的说了一句 我真是谢谢你啊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拖把了一枪也不嫌丢人 王打虎继续大笑着说 不嫌弃 不嫌弃 我丢的人 俺家灵动都替俺挣回来了 你这真好 以后不是五老二 成五老八了 老八这名字好 八就是发麻 吴雄彻底被气到了 大喊了一句 你 众人听到这句话 没有一个不孝的 毕竟老八在厕所干过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这一天晚饭过后 一班班长便带着他的学员 开始打扫厕所 刘易看到后 兴奋地回宿舍喊人 一班现在在打扫厕所了 咱们全部都去笑话他们 一起去 看看咱们这个手下败将 一班长害得刘易 没少挨骂 所以他是最恶意看笑话的那个 其他学员被他这么一喊 立马来的兴致 纷纷站起来 要跟着刘易一起去 林栋坐在小马闸 继续看着手中的书 一本国外小说 第108章 一班输掉比赛 被嘲笑 刘易立马过来拉他 林栋 咱们走 一起去 去看看给你戴高帽子的吴熊 咱们好好笑话他 林栋笑着摇头 你们去就好 我小说看到高潮部分了 就不去了 刘易他们 都是一伙十八九岁的小年轻 林栋早就没了他们的 这种玩闹的年轻心境 白手不去凑他们的热闹 刘易哪肯放过他 和王达虎两个人 连拖带拽的 把林栋拉走 林栋 别人的笑话可以不看 但吴熊的笑话必须得看 他们一行人去厕所的路上 正好碰到了秦浩 刘易拉着他一起去 班长 一般的人在打扫厕所 咱们一起去上厕所去 三班的人全体排着队上厕所 开始对一般的人进行嘲讽 刘易进去 本来想要嘲讽一般班长的 林栋拦住了刘易 军校和部队一样 上下等级分明 如果刘易敢这样做 非得让一般班长骂死他不可 刘易这下又看向了其他行政 这厕所打扫的就是干净 你们挺擅长打扫厕所的呀 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开始嘲讽 一般这厕所打扫的就是好 秦浩来到一般班长面前 开口道 一般长 你们班虽然不擅长射击 可是在内务这里 打扫厕所挺擅长的 不错 总有一样是优秀的 一般长无奈的苦笑 谁说不是呢 总得有一样擅长的 不然不就成了废物了吗 那里像你们班的学员那么优秀 竟然知道犯错了 当着我的面 冒充我们班的人 林栋上了一趟厕所 从厕所隔间出来 正好和站起来的 吴雄对视了一眼 林栋并没有说什么 直接离开 他并没有把吴雄放在眼里 也根本没想着去嘲讽他 就像一辆飞驰的大马车 根本不会介意 路上的小碎石一般 吴雄本来很窘迫 以为林栋会嘲讽他 谁知林栋只是瞥了他一眼 根本没有在意他的存在 吴雄心里 这下更憋屈了 自己的对手 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那岂不是说自己差得没眼看 吴雄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心中感慨 我明明也很优秀 为什么要一直倒霉的 和林栋在一个中队 这样显得我很垃圾一样 次日依旧是移动射击训练 这一次 一般的人拼了命的练 为的就是把之前的屈辱一扫而光 他们期望着 有朝一日 可以迎三班一回 让他们也去洗厕所 只可惜 这个愿望 他们永远也实现不了 三班有林栋这个开挂的人在 他们训练的平均成绩 总是高别人不少 王志尚正在看着林栋他们训练 突然有人过来喊他 王志尚嘱咐了一句 一排排长 你组织全体学员进行巨枪训练 我去去就回 一排排长 是 王志尚走后 他们所有人开始进行巨枪训练 现在不是新训 所有排长班长都得跟着一起训练 没有班长在队屋外边看着 学员们开始偷懒 尤其是新学员 有的人换换胳膊 有的人把头靠在枪上 闭着眼睛睡了过去 王达虎很是无聊 将目光锁定在领取的子弹上 他专门向秦昊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看到秦昊在认真巨枪 没有看他 于是开始伸手去动子弹 不一会儿 子弹壳在他手中 变成了半个小猪佩奇的模样 刘逸看到了 也开始和王达虎 一起用子弹摆成了小猪佩奇 谁知 他摆的佩奇太大了 最后子弹不够用 于是他伸手去偷王达虎的 王达虎没留神 真就让刘逸给偷走了 刘逸 你还回来 我佩奇的屁股都被你挖走了 刘逸 你自己再弄好不就行了吗 你让你的小猪变小一点 变成乔治 我的猪大一点 就当作是佩奇 王达虎不依不饶地 继续拉扯刘逸 刘逸低声说道 别乱动 等会惊扰了班长 咱们两个没有好果子吃 灵动这个时候劝解道 我劝你们两个还是消停一会儿 等会王老黑回来 非得让你们两个吞一层皮不可 王达虎笑着摇头 这不能 这会儿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就下训了 估计不等他回来 咱们就结束 可以吃晚饭了 灵动笑着摇头 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种小事 他们两个爱听不听 反正不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灵动也懒得继续说他们 王达虎没有再和刘逸掐下去 开始重新弄自己的小猪 这回比刚才摆放的小了一圈 这下他的小猪真成乔治了 摆放完之后 二人继续去枪 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没过一会儿 王之上回来了 并且 带回来两个穿着吉利服的人 王之上路过刘逸身边 看到了小猪佩奇 抬头又看到了王达虎身边的小猪 开口问道 刘逸 你这是在做什么 刘逸知道这下完蛋了 王老黑看到子弹围成的小猪佩奇 肯定会搞死他的 报告 钟队长 我在巨枪 他用软绵绵的声音回答 话语中满是紧张 又带着一丝委屈 王之上继续问道 你有认真巨枪吗 刘逸 我有认真巨枪啊 王之上又看向王达虎 问道 王达虎 你有在认真巨枪吗 王达虎 报告 我有在认真巨枪 王之上听到二人的回答 看着他们两个的小猪佩奇 陷入了沉思 这两个新兵弹子 新讯都还是我带出来的 我怎么就带出个这玩意儿 王之上这下声音冷了下来 训斥道 你们两个有在认真巨枪 那这两个小猪佩奇 是怎么回事 刘逸和王达虎两个人被骂 这下都不说话了 王之上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旺 继续怒斥 王达虎 你说你的小猪佩奇是怎么回事 说话 别特娘的连个屁都给老子蹦不出来 王达虎这下 只好支支吾吾的开口 硬是憋出一句话 报告中队长 我这是小猪乔治 刘逸的是小猪佩奇 乔治长得小 佩奇长得大 王至上 第109章 中队长得怒火 王至上皱着眉头 嫌弃的看着刘逸和王达虎 自己怎么就带出这么两个东西 看到地上的两个小猪佩奇 王至上都能给气笑了 他指着王达虎和刘逸两个人 怒声殉执 我看你们两个 这是枪法练的够好了 爬起来 跟我过来 他骂完之后 看向中队所有人 你们也都跟我过来 众人立马从地上爬起来 背上枪 跟在王至上的身后 他们看到王至上身后 跟着两位穿吉利服的人 脸上满是疑惑 他们是谁 王老黑叫他们两个过来做什么 虽然疑惑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发声 王老黑正在气头上 他们可不想送死 众人跟着王老黑来到一处 专门训练作战的废弃大楼前 停下这下大家才明白 原来是来这里训练 移动把位射击啊 老学员都是在这里训练过的 楼上的窗户上 接二连三的出现靶子 他们站在楼下射击 新学员虽然没训练过 可也都听说过 灵动看了一眼废弃的大楼 又看了一眼 穿着吉利服的二人 他眼中浮现出一丝笑意 他知道 这次的训练肯定不简单 终于要来点有难度的了 每天简单的训练 对于他来说 就像是过家家一样 王志尚从地上捡起一块硬土块 转身看了一眼 对队伍里的刘毅 你 出来 而后又看向王打虎 你 也出来 刚才你们两个 不是挺有艺术细胞的吗 都有闲情意志 摆弄小猪配棋 我看你们的枪法 一定是出神入化了吧 这样 看到远处150米处的大楼了没有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非常紧张害怕 异口同声的大声喊道 看到了 王志尚 等会 我顶着头上的土块 你们两个端枪射击 什么时候射中土块 咱们什么时候算完 或者打中我了 也可以 他们两个听到这话 更加害怕了 握着枪的手 开始微微发抖 他们知道 王志尚这次是真的发火了 而且是发大火 刘毅率先喊道 报告中队长 我知道错了 你罚我吧 王打虎 报告 俺也知道错了 王志尚嘲讽的冷笑一声 怒声讯赤道 不 你们没有错 我刚才说的话 你们两个做不到的话 中队里的所有人 全部都得跟着 你们一起站着 你们一天射不中土块 那就大家跟着你们站一天 两天射不中 就跟着站两天 他怒声训斥的话 吓到了中队里 除了灵动之外的所有人 就算是老学员 说到底都是 没有经历过 社会独打的学生娃 王志尚这样 拿自己的命来法 他们都是第一次 见到这阵仗 虽然说 这种射击 对于狙击手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 可是刘毅和王打虎 两个是新学员 一旦出点差错 后果不堪设想 学员们下意识地 都屏住呼吸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灵动脸上的身情 毫无波澜 现在的情况 他早有预想 王志尚这回 还带了两个人回来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做出了这么丢人的事 他步伐狠点 他的脸往那里放 以后 在中队还怎么立威 刘毅和王打虎 两个人不知所措 刘毅带头趴下 做俯卧撑 王打虎也连忙 跟着趴下做 中队长 我错了 我不应该在 巨枪的时候偷懒 中队长 起来 中队长下令 他们两个只好站起来 浑身害怕的微微发抖 他们两个万万没想到 王志尚竟然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而且看样子 大有他们两个不设土快 就不罢休的样子 王志尚脸贴着脸的训斥流逸 上了战场上 除了要面对敌人 还要放心的将后背交给战友 这一点 你们不知道吗 现在让你们巨枪 知道偷懒耍滑 上了战场上 被刺战友吗 紧接着 他来到了王打虎面前 依旧脸贴着脸 大声训斥 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 训练时偷懒 战场上就会流血的道理 等会我准备好后 给你们打手势 然后就开始射击 王打虎满脸的紧张害怕 情绪很是激动 快要被王志尚给逼哭了 他一个大块头的汉子 无论训练多苦多累 他都不留一滴泪 现在是真的被吓到了 中队里其他人的心 也都跟着悬了起来 王志尚大步走向大楼 而后靠墙站好 将土快放在自己头顶 举起手给了一个动作 事宜可以开始了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愣在原地 久久没有动作 不知道该怎么办 灵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大声喊道 报告 一排排长 我有话想对中队长说 中队长不在 一般都是一排排长负责 所以灵动向他打报告 一排排长 去吧 灵动 是 他从队伍里出来 一路小跑至王志尚面前 敬礼后大声喊道 报告 中队长 我申请帮助他们二人射击 王志尚冷着一张脸 反问道 你能帮得了一时 能帮得了一事吗 灵动 不能 我知道 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所以 这次我想要帮助 指导他们二人射击 而不是替他们二人射击 王志尚松口了 去吧 他只是想要给王打虎 和刘毅两个人一点教训 并不是真的想要为难他们两个 其实王志尚心里是个很温柔 很好的人 之所以时常黑着脸 在训练中扮演老黑的角色 完全是为了 他手底下的学员好 训练场上流汗流泪 才能再战场不流血 吴雄看到灵动回来 并没有归队 而是去到刘毅身边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那里都有你 真能瞎几把逞能 其他学员看到灵动的动作 没有一个不疑惑的 灵动这是打算做什么 该不会是替他们两个射击吧 虽然灵动枪法好 可毕竟没有经过多少训练 不能和狙击手比啊 这万一出点什么事 第110章 灵动手把手交射击 灵动替他哥们射击 虽然说心挺好 可是他这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问题是 中队长竟然也同意 有人小声地提醒灵动 灵动快回来 不爱你什么事 你别瞎凑热闹 初老师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灵动全然没有理会这些话 他手把手交着 刘毅瞄准 等会你把枪举起来 一点也不别动 全当是你这个胳膊废了 让我来指挥 刘毅现在整个人傻了 灵动说什么 他做什么 他和刘毅一右一左地站在一起 同刘毅一起握枪 学员们看到这里 越发地紧张了起来 秦浩在队伍里 不停地小声喊着灵动 让他别胡来 着急地恨不得冲出队伍 将灵动拉回去 其他人也都在喊灵动回去 他一个心声 就算枪法再好 没有经过大量的训练 直接上真人靶子 任谁听了都会担心 最要命的是 灵动现在和刘毅两个人 同拿一把枪 这准头都能携到姥姥家 王志上看到这一幕 锤着的双手 紧张地下意识握拳 出了一身冷汗 这可是一不小心 就会没命的事 谁能不紧张 可他没有任何的躲闪 因为他相信灵动 虽然灵动是一个心生 可在他心目中 一直是一个非常沉稳的人 绝对不会做 没有把握的事情 刘毅脑子断片了一会儿 这一下才明白 灵动想要做什么 发颤地说道 灵动 你别胡来 枪里放的是真子弹 灵动将枪脱 抵在刘毅肩膀处 在认真瞄准着 冷声道 不想出事 就按照我说的来 他这一次是左眼瞄准 又眼中自动浮现出了 射击目标的有关信息 碰 在众人的劝退声中 子弹射出 划破层层空气阻力 直击王志上头上的土块 土块硬生破碎 飞射至他身后的砖墙上 王志上惊喜地大笑 直说 我就知道灵动可以 这小子 现在可以直接去做狙击手了 众多学员都看呆了 刚才众多的劝退声 戛然而止 这是人能做到的事 灵动手握手的交流翼 一枪射中中队长头上的土块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这是谁能相信 离谱 太离谱了 吴雄本来还没头紧锁 身子下意识地往前倾斜 生怕灵动一下子失手 看到灵动真的做到了 这下心里松了一口气 佩服地说 还好 还好 没有出事 紧接着 他又想到 这回灵动又要出尽风头 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不服气得嘟囔 就你能作秀 灵动成功射中土块 中队长没有事 他是真的高兴 可是一想到 灵动出尽风头 心里的气就不打一起出来 人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综合体 就像好朋友一样 真心希望你过得好 可又是真心极度 你过得比自己好 穿着吉利服的两个人 惊喜地看着灵动 率先开始鼓掌 紧接着 众人也跟着鼓掌 刘依拉着灵动 激动地说 咱们真的射中了 灵动 你刚才真要吓死我了 你小子够可以的呀 你是不是狙击手转世 刚才咱们两个 就和电视机的一样 就这样 王志上一边鼓掌 一边走过来 欣慰地开口道 灵动 你刚才竟然敢那样干 我这一把老骨头 都被你吓出一身冷汗 好样的 哈哈 其他学员在队伍里 佩服地给灵动鼓掌 满脸的惊喜 今天真是让他们大开眼界了 灵动这枪法 真是够厉害 我觉得灵动的胆子 比枪法还厉害 刚才竟然敢和刘毅 一起举着枪射击 虽然说我挺嫉妒灵动的 可不得不承认 这伙不是一般人 两位穿着吉利服的人 也来到灵动身前 惊喜地说 这位同志 你枪法是真的好 胆大心细 心理素质强 非常适合做狙击手 假以时日 你一定能成为 特别出名的狙击手 王志尚看到二人过来 让灵动他们三个归队 你们三个回去吧 刘毅和王达虎两个人 吃完晚饭去训练场等我 你们两个家练 刘毅 是 王达虎 是 他们两个被罚 但却都异常地开心 最起码不用再让中队长折磨了 心理上的折磨 可比生理上的折磨痛苦多了 而后他站在队伍前 沉声开口道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现役狙击手 和他的观察手 他们两个也是我带出的兵 这次是跟着队伍 一起来学校交流学习的 我专门把他们叫过来 给你们看看眼见 他说着 看向了穿着吉利服的人两个人 你们两个介绍一下 你们的装备吧 狙击手跨步向前 大声道 我是一名现役狙击手 佩戴的有 微型冲锋枪 88狙击步枪 92手枪 四目头盔夜视仪 他介绍完之后 后退一步 回到原来的位置 另外一个人上前 我是一名现役的狙击观察手 佩戴的有 95自动步枪 92手枪 85激光测距仪 四目头盔夜视仪 手雷 学员们看着他们两个手中的武器 纷纷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他们的武器装备 实在是太好了 是个男人看了 就会眼馋 这可比黑丝什么的诱惑大多了 王达虎站在队伍里 小声地问灵动 灵动 他们穿的破破烂烂的衣服 是做什么用的 灵动 那个叫吉利服 作用是可以更好的隐蔽 狙击手很多时候 会在野外作战 这样可以更好的 和环境融为一体 刘逸 那为什么叫吉利服 叫隐蔽服不更合适吗 灵动 估计是想要大吉大利的意思吧 毕竟他们的任务都太危险了 其他人也在队伍里 小声地议论着 他们头盔上戴的 有四个小镜头 像是镶嵌了两个望远镜的 就是四目夜视仪吧 看起来还挺高科技的 这玩意是什么 难道可以让黑夜如同白昼 这装备 我感觉不比狙击枪便宜 第111章 狙击手做示范 震惊全场 无雄听到别人的疑惑 开心的挑眉 这下你们都不懂了吧 哈哈 我懂 四目夜视仪 是一款利用微光和红外线技术 强化微光 让人在夜晚的视线 如同白天一样 而且带有定位功能 高清晰度 可以自动录像 照相 还可以追踪 据说军用的可以观察上千里的距离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感觉是瞎传的 应该没这么厉害 民用的也有 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垃圾的 非常便宜 不过也垃圾 这个军用的 那可就不一样了 大概在那十几万吧 而且是米金 众人听到这话 没有一个不赞叹的 都在说 现在的武器先进 自己多么想拥有 灵动一就是众人之中 独立特型的那个 面部表情很平淡 没有一丝波澜 王打虎满眼放心的赞叹道 这也太厉害吧 黑夜如同白昼 要是按小时去偷西瓜 有这东西 也不至于看不清路 掉枯井里 灵动 这个真厉害 灵动 你怎么不说话啊 你感觉这个不厉害吗 灵动敷眼道 确实很厉害 王打虎这下更疑惑了 灵动 你对平常的东西 不感兴趣就罢了 这玩意儿 怎么也这副态度 难道你知道更厉害的 无熊听到这话 担心的看向灵动 内心期待着灵动 千万不要知道 不然他连这点小笔 也装不下去了 灵动淡淡微微一笑 不知道 他就算知道 也不能说啊 四目夜视宜这东西 虽然是高科技 可和他的鹰眼技能一比 就是一个简陋的望远镜 这话让他怎么说 简单的介绍过后 王至上带着狙击手和观察手 还有一众学员进入大楼 王至上 这里是你们训练CQB的地方 CQB全称叫室内近距离战斗 今天就当做你们 临时训练移动射击的场地 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叫真正的神枪手 这里边放了很多人偶形的移动靶子 并且安装了探测仪和声控装置 一旦听到有脚步声 或者探测到物体靠近 他们便自动从隐藏的地方出来 如果你们没有在两秒钟之内 用子弹射中他们 他们就会投放石块 土 水等等的东西 他说到这里 侧身看向狙击手和观察手 你们两个给他们展示一下 是 连长 王打虎听到后 小声的嘟囔了一句 他们怎么喊中队长连长 灵动回答 他们两个是中队长在部队带过的兵 部队的编制和军校有一点区别 中队长待他们的时候 职位应该是连长 这种简单的训练 观察手就没有必要 协同狙击手共同作战 两个人都是端着步枪进行射击 学员和王志尚 一同站在楼道尽头观战 赵四和王武两个人 进入楼道后 突然有人形靶子从房梁上掉下 二人同时开枪 精准地射中人形靶子头部的位置 来到一处对开门的房门口时 二人背靠背瞄准房间里边 碰 碰 他们两个在楼道里前进的脚步 并没有因为射击而中途停下 一路走到底 安全通过楼道 众人的掌声瞬间响起 学员们都很惊讶 尤其是新学员 鼓掌的力气特别大 恨不得将手拍断了一样 没办法 他们实在是太惊讶了 这人形靶子我还没有看清楚 他们就射中了 太厉害了 这尼玛 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太酷了 他们挑枪的动作 快的都要出现残影了 这比电视剧拍的枪战场面可帅多了 王打虎看着狙击手和观察手 拉着灵动的胳膊 激动的说着 灵动快看啊 他们真厉害 灵动 俺相信你不用多久 肯定也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灵动 灵动将王打虎扯 自己的手给打掉 敷衍的说 好好好 我知道 我谢谢你的祝福 射击完毕后 狙击手和观察手 再次回到众人面前 他们二人不约而同的 多看了灵动一眼 心中有些疑惑 这个枪法很好的学员 怎么和别人不一样 一点都不惊讶呢 还有丝毫惊喜的神态 难不成 他也可以做到 王至上喊了一声 安静 众人这才抑制住激动的心情 安静下来 他看着众人 问道 这种射击水平 你们觉得怎么样 众多学员的回答 你一句 我一句地回答着 神枪手 太厉害了 顶级的射击水平 王至上点头 看来你们还不瞎 最起码能看出谁厉害 你们再想想自己平时的样子 你们的差距 和他们两个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就在这时 狙击手和观察手 报告 王至上侧身看向他们两个 你们两个有什么事 狙击手上前一步 报告 我想让刚才那位枪法 很好的学员上场试一下 观察手 报告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 王至上问道 你们两个一起这么想着怎么说 狙击手 我刚才看到灵动 看到我们两个的模样很淡定 所以我想让他试一下 观察手 我也是 我对他很好奇 这下 众人都期待地看向了灵动 灵动在班级有个神枪手的称号 刚才狙击手和观察手也都说了 灵动看到他们的表现很淡定 难不成 灵动的枪法也达到了跟他们媲美的地步 灵动突然被cue 心中有些无奈 刚才他们两个的展示 其实根本没有体现出他们真正的水平 表现虽然很好 但是也不是什么难于登天的事情 前世 他在军区大赛的时也见过同样的场景 他实在是惊讶不起来 既然狙击手和观察手主动提出了 他们要给自己这个机会 那自己就小露一手 灵动站出来 腼腆地笑了一下 解释道 我这个天生面瘫 脸上不轻易有表情 其实 刚才我内心很是震撼 他谦虚了两句 开始说正经的 既然提出了 那我就上场试一下吧 第112章 灵动上场 如果表现很差 还请你们多多包涵 灵动客套地说着谦虚话 王达虎和刘一两个人 却一点不谦虚地 替他说豪言壮语 灵动 你小子什么时候 都谦虚说会一点点 什么时候都是第一 加油 我看好你 灵动 我猜测 灵动你肯定能成功通过楼道 我相信 你不会比狙击手差的 拿出你该有的水平 让大家开开眼界 众人很是期待灵动的表现 虽然他们认为 灵动的表现再好 也比不过狙击手 可是总归会比他们强太多 无雄满脸的无奈和嫌弃 心道 又来了 又来了 每次谦虚的话 听得我恶心 你上场了 我灵动也上场露一手 在国外 我可没少进行CQB训练 灵动上场了 惊讶死你们 灵动拿着步枪 左手端着枪管前半部分底下的位置 右手握着握把和扳机 枪托抵住肩膀 以标准的运动状态 射资走向楼道深处 房梁上的人形靶子出现的时候 还没等他完全落下 完整地展示在众人面前时 灵动已经击中了他 学员人群中 有很多人不约而同的低声惊呼了出来 卧槽 灵动的射击速度和准头实在太高了 比狙击手的表现还要惊人 紧接着 灵动继续前进 来到对开门的房间门口时 他冲左边的房间射击后 立马转身冲右边的房间射击 速度之快 都出现了残疑 接下来灵动的射击路程 众人没有再发出一点声音 因为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灵动已经结束了 与其说 灵动端着枪一路射击人形靶子 还不如说灵动端着枪一路小跑至楼道尽头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众人还没有看到开始 他已经结束了 王打虎看着灵动 吞咽了一口口水 愣愣地说 灵动这小子是直接胡乱打了几枪跑过去的吧 这也太快了 中队长不是说 如果射不中靶子会触发机关吗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不成他是骗我们的 会不会是 只要灵动跑得够快 机关就来不及触发 王志尚直接回队 机关是货真价实的 我可没有吓唬你们 至于机关没有触发 只能是两个可能 灵动全部射中了靶子 或者是机关出现了问题 难不成 灵动全部靶子都射中了 这小子是货真价实的新生 这怎么可能 狙击手和观察手两个人对视一眼 脸上有着各种表情 他们两个很难以相信 灵动通过楼道的速度 竟然比他们两个人一起通过的速度还要快 这个人肯定脱靶了 灵动通过楼道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快到了众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王志尚用遥控器关掉机关 和人形靶子触发系统 派人进入查看 他们回来后 极其惊讶地说 楼道里的人形靶子都有三个弹孔 房间的人形靶子都有两个弹孔 由于刚才狙击手和观察手 是一起共同射击楼道内的人形靶子 所以楼道内的靶子 算上灵动射击的有三个弹孔 房间里的他们两个是分开射击 所以算上灵动射击的有两个弹孔 听到这个结果 所有人都傻了 这太特娘的不可思议了 灵动一个新生竟然压狙击手一头 这说出去谁能信 可事实摆在这里 他们不得不信 直到灵动走过来 冲狙击手和观察手笑着说 现丑了 我知道自己表现不是最好的那个 可毕竟还是个心血缘 还请你们多多包涵 这下 众人才反应过来 一窝蜂地开始说话 灵动这家伙会不会说话 他这表现叫惊为天人 不是现丑 他一路跑过去 每个靶子都有射中 这叫表现不是最好的那个 那还有表现得好的吗 好家伙 他这么厉害 还让咱们多多包涵 这压的也太凡尔赛了吧 如果不是灵动太厉害 没人打得过他 这家伙这么凡尔赛 高兴地拍着灵动肩膀大声说 灵动 以后你做助教吧 你这水平是真的顶 狙击手和观察手 佩服地冲灵动 单手竖起大拇指 而后觉得不合适 划好枪后 冲灵动双手竖起大拇指 灵动的表现 着实惊讶到了他们 狙击手 这位小同志 你是真的有天赋 虽然我不想承认 可是不得不承认 你是真的厉害 比我厉害多了 观察手 你刚才设计两边屋里的靶子时 感觉你根本就没有观察瞄准 完全凭借着手感 你这是天生有座狙击手的天赋 王之上欣慰的大笑 接着他们二人的话继续说 灵动不仅有座狙击手的天赋 他各个项目都精通 体能好 记忆力强 文化课也是出了名的好 美元 加 at 王之上逮着灵动一通乱夸 夸的内容一直未重复过 狙击手听到后 更加佩服灵动了 这位小同志是真的有天赋 今天我才知道 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希望你下部队后 咱们能一起作战 如果在演习中 遇到你这样的对手 那简直太可怕了 灵动礼貌性的回答道 好 希望四年后 咱们能成为战友 举击手 观察手 他们二人疑惑的对视一眼 更加惊奇了 四年以后 难不成灵动还是个一年级的新生 他们支支吾吾的问 小同志 你是大几大 灵动 大一的 听到这个回答 他们两个满头都是惊叹号 这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一个大一新生 竟然能有这种水平 他们两个无地自容 第113章 最重要的射击训练项目 吴雄非常震惊 脑子没有反应过来 跟着站在他身边的人 一起赞叹灵动 我去 灵动这准头 这射击手感 绝对不是能练出来的 这会是真的有天赋 太厉害了 灵动 灵动 他说着说着才发现不对劲 脑子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怎么好好的 怎么夸起灵动来了 灵动这东西 他 他虽然厉害吧 可是他 太不会做人了 不知道藏着掖着 锋芒毕露 肯定会有后悔的一天 总之 灵动就是不好 吴雄内心非常不愿意承认 灵动比自己优秀 可他又不得不承认 只能在心里 为了出气 绞尽脑汁的 把灵动往坏了下 完全违背了事实 灵动并没有想要 刻意地展示自己 都是不经意间 流露出自己的实力 灵动每次都已经够谦虚了 反而是吴雄本人 过于高调 想要在人群中 找存在感 结果处处被灵动压一头 众人纷纷惊讶地赞叹灵动 丝毫没有感觉到 时间的流逝 还是灵动不想 耽误时间提醒的他们 中队长 你看咱们的训练 要不要继续 王志上笑着说 好好好 咱们继续训练 灵动 你先归队吧 他转身冲众多学员 喊了好几声安静 众人这才安静下来 问道 你们想不想像狙击手 观察手一样 众多学员 想 王打虎 俺更想像灵动一样厉害 众人纷纷附和 我也想像灵动一样厉害 我也想 我也想 王志上笑呵呵地说 你们这个回答 打乱了我熏化的程序 不过这也情有可原 难道你们不想像狙击手 和观察手 他们两个一样厉害吗 众人立马跟着大喊响 这两个人 都是王志上喊过来的人 学员们当着他们的面说 想要像灵动一样优秀 忽视了他们两个 难免会让他们两个觉得难看 所以王志上出来打圆场 狙击手憨厚地笑了一下 开口道 连长 其实我也想像灵动一样 他太有天赋了 观察手 连长 你都是我们的老连长了 都自己人 别这么见外 我们两个不嫌丢人 王志上和他们两个 简单地刻套了几句 转身看向众多学员 既然想变得优秀 那我就让他们两个 给你们分享一下训练经验 这也是今天 我喊他们两个过来的原因 王志上说完 转身看向了狙击手和观察手 众多学员的目光 也随之转向了他们两个 狙击手跨步向前 郑重地说道 我们平时会进行协同战术训练 射击技能训练 单兵作战技能训练 伪装渗透技能训练 学地补服训练 精准使用地图定位训练 导攻抗函训练 学员们听后 全部都沉默不语 他们听懂了 但只是也只知道 射击技能训练和单兵屯战技能训练 其他训练一概不知 王志上继续说道 你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些训练内容 狙击手 协同战术训练 就是 狙击手不厌其烦地讲解着 学员们一个个听得非常认真 王志上问道 你们平时哪个训练训练的最多 占据训练的时间最久 狙击手 协同战术训练 射击技能训练 王志上对这个答案 似乎并不满意 再次问道 我想问的是 你们哪个训练项目 单个训练姿势训练的最多 占据的时间最长 众多学员期待地注视着狙击手 想要从他的回答中 补会一些训练技巧和侧重点 狙击手大声回答道 锯枪训练 虽然说好枪手都是子弹位出来的 可是锯枪不稳 就算你的观测仪器再先进 狙击枪再好 对目标物的定位再准确 都会因为后座力产生的影响 发生偏差 众人听到这个回答 脸上有疑惑的神情 也有失落的神情 他们还以为会是什么惊天回答 原来只是锯枪 那他们经常锯枪 是不是可以说 他们正走在成为狙击手的路上 王之上冲狙击手和观察手笑了一下 开始送客 谢谢你们两个 专门过来帮我训练这群小子 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 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是 连长 他们两个离开后 王之上的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历生训斥 怎么 狙击手给你们分享的经验 让你们很失望吗 你们发现他们的训练 也没有那么神秘 所以很失望吗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训练 可以一步登天 就达到精通的地步 他说完这句话后 众人不约而同的侧目 看向灵动 灵动正好是个活生生的反例 他就没怎么训练 样样都精通 这一下都搞得王之上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历生训斥 你们都别看灵动 你们能和他比吗 能和他一样吗 众人这才不去看灵动 继续挨训 王之上 锯枪是最基础的训练 但也是最重要 贯穿你们 整个服役生涯的训练 当然了 你们后期成为了首长将军后 不会再进行训练 但是 你只要还一天不是长官 那就得训练 别说狙击手了 你们就看看身边的例子 灵动枪法那么好 都还在认真俱枪 你看看你们的样子 偷摸耍滑 什么小猪佩奇 小猪乔治的 两头猪分的挺清楚 够严谨的呀 刘逸和王打虎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们两个做得确实不对 不怪中队 掌伐他们 骂完之后 学员们进入楼道里训练 不是被盖了一身土 就是当头泼下一盆水 大家喊国催的声音 就没有停下来过 靠 原来移动射击这么难 单看狙击手和灵动的表现 我还以为他很简单 越发觉得灵动太厉害了 下去后 众人吃完晚饭 便回宿舍了 刘逸和王打虎二人 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 消消时 然后去找王志 上了家练了 第114章 上专业课 深夜 王打虎和刘逸两个人 互相搀扶着 一瘸一拐地走向宿舍楼 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 王老黑是真的够顶 我都要跑废了 咱们两个在操场 整整跑了四个小时 最特马的要命的是 最后两公里 他用绳子绑住咱们两个 在前面拖着咱们两个跑 早知道惩罚是 现在这个样子 我特娘的 就应该开枪 打他头上的土块的 幸亏明天上午 是文化课 不用训练 不然我非得一头 撞死不可 他们两个摸黑回到宿舍 大家都已经睡着了 他们没有开灯 摸到了床上 衣服鞋子都没有脱 倒头就睡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次日 灵动他们班这一节课 是指挥课 也就是他们的专业课 指挥课老师很年轻 讲课很认真 可是讲台下的学员 并不认真 要么是神游 要么是扣手 或者睡觉 最过分的是 刘逸和王打虎 别人只是撑着脑袋偷偷睡 他们两个直接趴在桌子上 大张旗鼓地睡 完全不把老师放在眼里 虽然说大学老师 不怎么管学生的学习 可看到这一幕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指挥课老师 皱眉看向讲台下 同学们 大家认真听 虽然说 咱们只是学习简单的理论 可万一以后上了战场 战术指挥 还是会发挥很大作用的 学员们只是应付的喊 是 继续刚才的状态 军校在文化课方面的管理 会比普通大学严格 但是远不如训练中严格 所以学员们敢这样不当回事 王打虎和刘逸两个人 昨晚被加练 实在是又困又乏 呼呼大睡 呼噜声也渐渐大了起来 灵动有推他们 奈何无济于事 其他学员也纷纷看过去 忍不住偷笑 老师比学员们大不了几岁 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看到这幅景象 脸色一下子怒了 他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 大声训斥 最后一排那两个睡觉的 我给站起来 灵动这下 开始猛推刘逸和王打虎 把他们两个叫醒 王打虎睁开眼睛 眼神扑朔迷离 一副没清醒的样子 一边擦口水 一边站起来 指挥课老师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心中的怒火更旺了 如果不是学校规定 文化课老师不可以处罚学员 刘逸和王打虎 现在肯定又被拖出去加练了 当然 如果不是这样 他们两个也不敢这么过分 老师继续怒斥 我问你们两个 现在我讲到那里了 灵动小声提醒到 世界三大战术 王打虎和刘逸两个人迷迷糊糊 一个人听了一个答案 王打虎 排列三大组合 刘逸 化学三个要素 指挥课老师 灵动单手扶额 内心既丢人 又无奈 他已经尽力了 猪队友实在是带不动了 指挥课老师 重重地将课本啪的一声 摔在讲台上 而后怒斥 现在你们两个给我滚出去 你们都是十三军区一中队的学员 等会下课 我就去找你们中队长 好好探讨一下 你们身上存在的问题 这句话 让刘逸和王打虎一下子清醒 开始认错 王老黑实在是太狠了 再来他们真的会废掉的 刘逸 报告 老师我错了 我只是昨天训练太辛苦了 真的 昨天半夜四点才睡 王打虎 报告老师 俺们两个一起训练的 你就给我们两个一次机会吧 老师 老师不耐烦地摆手 同时也松口了 闭嘴 这节课给我站着上完 他们两个立马开心的一口同声喊 是 军校的训练和文化课学习 是完全分开的 虽然老师也是军人 但都偏向于学术研究 不关注学员的纪律 因为没有必要 授课只是顺带的事情 课题研究才是他们最关心的 学员学习的好坏 他们并不上心 除了极其优秀的学员外 对待其他学员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完了 都是能过且过 指挥课老师继续讲解着内容 下课林响起后 开始布置任务 今天晚上会进行期末考试 大家好好准备一下 外加写一篇小论文 后天收 那个成绩会当做大家的平时表现成绩 他说着 看向了刘逸和王打虎 本来是打算划重点 让你们背一背的 看你们上课的状态 感觉应该是会了 那咱们就算了划重点吧 众多学员听了这话 立马开始哀嚎 老师 别啊 老师 你就划重点吧 以后我们肯定会好好听课 老师 你别走啊 指挥课老师并没有理会他们 收拾好东西 禁止离开 王打虎担心的小声说 这下 班里的人会不会怪俺害的老师 不给划重点 刘逸 我感觉 就算嘴上不说 心里也会介意 林栋 我们两个该怎么办 林栋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站起来 冲众人喊道 大家别叫苦了 老师 是不可能给划重点的 他只是那样说一说 给咱们的教训 想让咱们以后好好听课 刚才他两节课安排的都很满 根本没有空余的时间 所以说他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给咱们划重点 众人听到这话 哀嚎声才小了下来 开始自认命苦 刘逸和王打虎两个人 冲林栋竖竖起大拇指 他们两个担心的问题 就这样被林栋轻轻松松解决了 刘逸 林栋 你轻伤真是高 要不是你太年轻 我都觉得你是个什么 都懂得老兵游子 林栋轻笑 如实回答 我就是啊 他实话实说 奈何别人总是不信 瞎扯的 别人反而深信不疑 王打虎大笑 你这人真会开玩笑 下课后 所有学生都开始抱着书背背 训练休息的间隙也在背书 众人仿佛回到了高考 备战的那段时光 努力的不行 林栋也在准备着考试 只不过他不是看书 而是在系统中 查找可以用到的东西 系统 兑换超级战术指挥技能 第115章 期末考试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军功值余额 350-3500 灵动 系统 简单介绍这个技能 超级战术指挥技能 收集了当今世界 古今中外 在战场上出现过的所有战术 包括 世界三大战术 华夏军十大战术 孙子兵法 冷兵器十七战术 生物战 除了这些战术 宿主还可以获得 开国大将战术指挥技能 以及战术研发技能 主 此技能有一定缺陷 没有收集当今世界各国军队 演习中使用到单位公开的战术 灵动听着系统的讲解 心中一喜 这技能真是不错了 有了这个技能 自己指挥作战 打胜仗 不停晋升至大手掌 岂不是手拿把掐的事 唯一可惜的是 现如今的华夏 已经不是之前任人宰割的华夏 并不会发生战争 这个技能 也就只能在演习的时候用用 用武之地实在是少 不过 这也是灵动所期望的事情 他希望 华夏这片大地上 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 只要他还能喘口气 他就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晚饭过后 灵动他们三个 来到提前通知的指定教室 一进来便被吓了一跳 因为学员们都桌子上奋笔集书 他们目前的指挥课 仅仅只是理论课 绝大多数都是需要背的知识点 所以考试前 大家再努力地往桌子上抄写答案 王达虎和刘毅也立马进去 找好一个桌子 加入抄写答案的大军 灵动则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桌位上 等待老师过来分发试卷 别说他有超级战术指挥技能 这种考试在他眼里 像是连连看一样简单 就凭他的超级记忆技能 都能轻轻松松拿满分 老师抱着试题进来 众人立马将课本收起来 开始准备考试 试题分为三部分 选择填空战术应用的大题 就在大家愁眉不展 咬着笔帽思考答案的时候 或者偷偷在桌子上的小抄上 寻找答案的时候 灵动下笔不停 很快地答题 分发下试卷15分钟 灵动便举手向老师示意 老师看到后走下讲台 吓得学员们纷纷用试卷盖住小抄 指挥课老师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也知道学生们在搞什么猫腻 只不过不去计较而已 期中考试是老师自己组织的 并不严格 如果是期末考试 那就非常严格了 被查到抄袭 后果很严重 这一点 军校和普通高校都一样 他静止来到灵动身边 低声问道 怎么了 灵动同样小声回答 老师 我做完了 可以提前下考场了吗 指挥课老师 接过灵动的卷子了 前前后后翻看了一遍 确认全部题目都有作答 难以置信地看了灵动一眼 紧接着 他开始认真查看灵动的答案 他以为灵动是为了早点离开 胡乱作答的这一看 直接吓到了他 因为答案都是对的 而且后边战术应用题的分析 写得特别好 比标准答案都写得好 尤其是战术运用一类 他都不一定能写出这么完美的答案 老师惊讶地看着灵动问 你是留级生吗 战术指挥这门课 怎么会这么熟悉 灵动腼腆地笑了一下 我就是一年级新生 咱们这份试卷很简单 所以我这么快就做完了 老师 我可以提前下考场的了吗 老师愣愣地点头 你可以走了 他看着灵动的试卷陷入了沉思 这份试卷应该没问题 难不成是我水平不行 出的试题太简单了 不应该啊 其他学员看着灵动离开的背影 一个个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虽然都知道灵动过目不忘 无论训练还是文化课都异常优秀 可还是忍不住去惊讶 忍不住去羡慕极度恨 灵动这家伙 真是变态 竟然这么快就做完了 我要是有灵动脑子十分之一聪明就好了 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念 要和灵动分在同一个班级 同一个中队 被他天天这么念 刘逸和王打虎则是欲哭无泪 看着灵动离开的背影望眼欲穿 恨不得抱住灵动的大腿 让他留下 因为灵动这货 答完题就举手说要离开 这下可好了 失算了 灵动走后 老师并没有再次回到讲台上 而是在课桌走廊里来回走动 查看其他学员的作答情况 他想看看究竟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这一举动 可是让众多学员吓出了一身冷汗 毕竟桌子上全部是小钞 一个个在心中大喊着 老师别过来 老师快点走啊 老师求求你了 你什么时候回讲台上啊 指挥课老师看了一圈后 这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现在他可以确定了 他编写的试卷没有问题 是刚才教卷的学员太优秀了 他拿起卷子 专门看了一下上面的名字 灵动 考试结束后 第二天 灵动他们班的人 统统都在图书馆待着 为的就是查找资料 写老师布置的小论文 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 在图书馆瞎晃悠 不知道该寻找什么资料 嘴里或者心里骂老师 作业布置得太难的时候 灵动已经写完了一篇 六千字的论文 他写完之后 看着A4纸上的内容 一边活动发酸发困的手 一边小声感慨道 这已经用了这么多了 我的想法 还有很多没写上 就这样吧 懒得写了 他开始动手收拾东西 准备回宿舍 突然两只大手 一左一右的 按在了灵动的胳膊上 是刘逸和王打虎 他们两个一口同声的说 灵动 你不能走 刘逸 我们两个的论文还没有动别 你可不许先溜啊 得帮好兄弟想想论文 王打虎 幸亏这次俺反应快 不然你就和考试一样先溜了 既然好兄弟有求于他 灵动便留下来帮忙了 你们两个 把你们的论文拿给我看看 他们两个立马开始公围 谈好灵动 平常互损的模样 消失不见 第116章 写论文 下道老师 王打虎 给你 都给你 俺就想了一个题目 刘逸 灵动 你想吃点什么 或者喝点什么吗 我偷偷买回去 给你藏起来 你辛苦了 灵动看着王打虎纸上 歪歪扭扭地写的三个字 论战术 而后又看了眼 刘逸的递过来的纸 还不如王打虎 上边只有一个站字 灵动又看向他们两个身边 放着的几落书 一边摇头 一边无奈地感慨 你们两个 正如那句话说的一样 差声文句多 图书馆都保持安静 说话不方便 咱们去操场上 我说 你们两个写 他们两个立马 将借来的书还回去 化身灵动的小迷地 跟在灵动的屁股后边 兴高采烈地去操场 来到操场 灵动一边说 他们两个一边记 以灵动现在的水平 随随便便说几句 都能达到毕业论文的要求 毕竟现在他拥有 整个战术技能体系 还有开国大将的能力 他们老师的水平 连给灵动踢鞋都不配 很快 论文也给老师交上去了 指挥课老师 专门喊来一名二年级的学员 过来帮忙判试卷给分 看论文 高年级学员皱着眉头 前前后后看了 好几遍灵动的论文 看得云里雾里 看着很深奥的样子 可是他总感觉 一年级的新生 不可能写出这么好的论文 毕竟刚接触指挥课 能写出什么好东西 大概率是左班一点 右超一点 看起来很好 其实并不怎么样 学员索性给了 灵动一个60分 他看到刘毅和王达虎的论文 也都给了60分 改判完以后 学员将试卷和论文整理好 便离开了 下午 老师直接抱着试卷和论文 去给学生上课 他进去 便让靠门的学员 分发试卷 开始讲课 同学们 这一节课 咱们先讲一下七中试卷 然后再开始讲课 虽然都考得不怎么样 可大家 还是非常关注 其他人的分数 看看他的 再看看你的 灵动周围的人 看到灵动七中 试卷上的100分后 纷纷小声赞叹 灵动 你论文拿了多少分 是99还是满分 灵动摊手 无奈地说60分 众人 你怎么可能拿60分 灵动 老师 是不是得错分数了 你是不是得罪老师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灵动处处表现优秀 现在别人看到 灵动不拿满分 都会感觉到诧异 异同认为是老师的问题 而不是灵动的问题 灵动笑着谦虚地说 谁知道呢 也许是我真的水平不行吧 他嘴上在谦虚 其实心里很明白 这是老师 让不懂的学生 给改判的论文 自己写的内容 过于复杂和宏观 学生看不懂 也是正常的 他打算等会下课去找老师 不想影响老师 正常上课结果 他身边的刘毅和王打虎 忍不住了 两个人来来回回 看了灵动论文好几次 又看了自己论文上的分数 同样是60分 他们都气愤得不行 王打虎不服气地说 这老师是不是 因为上次 俺和刘毅上课睡觉的事情 针对咱们三个 刘毅想了一下 猛地点头 我觉得是 而后他拍着灵动的肩膀 灵动 你放心 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两个床下的祸 绝不让你跟着 一起挨发被针对 灵动对于二人的说法 觉得很好笑 回道 老师没有针对 如果针对的话 我卷子上的分数 就不会是满分 你们两个的分数 也不会和别人的差不多了 王打虎正在气头上 根本不听劝 直接站起来打报告 报告 老师愣了一下 疑惑地看向王打虎 你说 王打虎 老师 你的论文给分数有误 灵动的论文 不可能是60分 灵动 老师嘴里小声念叨了一声 他瞬间知道是谁 期中考试灵动 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论文和试卷 确实不是他批改的 很有可能出现问题的 老师想到这里 立马从讲台上走下来 来到灵动身边 拿起他的论文查看 才看到了最开头的摘要部分 整个人的表情 便严肃起来 灵动写的内容 着实出乎他的意料 他继续往后看 脸上的表情 由惊喜变成震惊 最后再变成吃傻 他看看灵动 再看看论文 惊讶地问 灵动 这论文你是从那里摘抄的 灵动起立 敬礼后回答 报告 我自己写的 老师 你确定 灵动 确定 老师 骗我 灵动 没有 老师 你确定你没骗我 他实在是太难以置信了 这样的论文 会出自于一个新生的手笔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 灵动有些无奈 为什么这些人 总是耳朵不太好 他耐心地回答 老师 这个论文 确实是我的写的 千真万确 案例 都是我在图书馆自己找的资料 论文的格式母版 我是根据查找的论文母版 来安排的 全程 只有我一个人参与 我以自己的人格担保 我没有骗你 老师这一下才不继续追问 反应过来 惊讶地说 说实话 这次你们的论文 和卷子是个二年的老学员批改的 所以他不懂 给错你分数了 你这论文 如果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应该拿一千分 众人听到这句话 纷纷惊讶老师对灵动的夸赞 我真是三生有幸 竟然能和灵动 分配到一个班级 好家伙 灵动这一下 直接突破极限了 又是极度灵动的一天 我要是能有灵动的二十分之一 拿上五十分 我也心满一足 老师佩服的说 说实话 你这论文在阔写阔写 围绕着利益点 多做做军器实验 都可以做博士 毕业论文了 这样 你的成绩 我给你改成一百分 下课后你 和我去我办公室一趟 咱们两个探讨一下 都说数学有那种 大一学生 解决世界数学推导 公式难题的天才 咱们军校也有了 你小子 要是放到了战争年代 绝对是将军 刘一听 到老师要给灵动改成绩后 第117章 老师的求助 老师看了他们两个的论文一眼 惊奇地抬头 看着他们二人 刘一和王达虎满脸笑容 准备迎接老师的夸奖 没想到得到的只有质问 这论文是你们两个写的吗 王达虎 不 不是啊 刘一小声地嗡嗡道 是灵动 虽然这有可能拿零分 但他们两个 还是不愿意占据灵动的功劳 老师这下笑了出来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一次信出三个天才 你们两个 不是自己写的 给60分 已经够可以了 突然发生的小插曲 让老师对灵动更加另眼相看 写出一个逆天的论文 已经够惊讶的了 灵动竟然能短时间写出三篇 就算是专家 学科领头人也做不到吧 其他学生看到这里 除了惊叹灵动的优秀表现外 也有让老师重新看他们的论文 也许瞎猫碰上死耗子 真的给他们加分了呢 老师看了两个后 这我没到 你们学长多给你们分数了 这样 我给你们捡回去 老师 别啊 这分数都确定了 再改就不好了 灵动的论文 老师看后直呼好 其他人的论文看了 老师直皱眉 灵动和普通人之间 有到不可跨越的鸿沟 下课后 灵动他没有训练 便和老师一起去他办公室 老师打开电脑 一通点击鼠标 现在 咱们把你论文上提到的战术 用军齐推演一次 我相信结果肯定很好 最起码在我的认知里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对了 军齐你了解吗 灵动回道 听说过 类似于沙盘这种的 用他推演战术 会更快更准确 接下来 二人便将灵动论文中 所写的战术输入系统中 系统运行了一会儿 结果显示的比喻器中的还要好 老师惊喜地盯着电脑屏幕 激动的都有些说不出话来 仿佛看到了 死而复活的初恋一般 灵动 你看这结果 还真就和你说的一模一样 这个战术是可行的 你可以直接发表论文了 灵动面对老师的夸奖 没有任何的欣喜 因为他的现在的战术水平 是老师渴望而不可及的 就像你掰手腕 赢过幼儿园的小朋友 被一群小孩子 追着夸大力士一样 没有任何的成就感 他这样的表现 让老师看到有些吃惊 灵动 你的表现真是稳重老成 这么好的新战术可以运行 你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灵动淡淡地回道 咱们只推演了一次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 这里的变数还很大 老师点头 肯定地说 你说的对 接下来的实验测试 就让我来完成吗 灵动 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 灵动 老师 你说 能帮尽量帮 老师来回搓着手 目光四处飘 模样很是难为情 他心虚地说 是这样的 我是咱们学校的研究生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马上就要毕业了 论文 我非常的头疼 博士学位我 已经攻读五年了 所以说这个毕业论文 他 灵动明白老师的意思 现在高校有很多 学生做实验 老师拿着成果 发表论文 抢夺学生的创作成功 这件事情他 非常的恶心 内心百之百地拒绝 不过 灵动还是耐心地 听老师把话说完了 我能不能用你的战术 做毕业论文 你放心 署名的话 你是一作 你是作者 给我个二作的名头 就好了 让我做你的助理 到时候 咱们发表个一区的文章 我大概率 就可以毕业了 老师看着灵动 喜怒不形鱼色的脸 生怕灵动拒绝 连忙解释 论文内容我来写 实验我来做 数据我整理 你给我看一下就行 全当我没功劳 也有苦劳 给我个二作的名头 可以吗 灵动点头 崇老师淡淡一笑 可以 反正观点已经提出来了 就让指挥科老师 替自己忙活 自己白拿一个 一区的论文 灵动何乐而不为呢 老师将灵动送走后 做了多次实验 而后又将灵动的战术想法 说给了他的博士导师听 博导办公室 博导满头白发 身穿军装 坐在偌大的办公桌后 看着灵动的论文 又看着指挥科老师 拿来的实验数据 惊奇地看了又看 指挥科老师点头 我确定 而且他的想法也有 给我深入讲解过 博导挠着他那满是银发的后脑勺 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虽然脸上的神情 只是一般般震惊 但他的内心早就翻江倒海 不停地思考着 他对于灵动论文的震惊程度 比指挥科老师大多了 因为资历老 见得广 懂得多 才越明白 灵动提出的战术有多厉害 博导思考了许久之后 指着灵动的论文问道 这个小小的迂回战术 灵动有没有深入给你说过 指挥科老师摇头 没有 这样 你找下这个灵动 让他过来见我一面 我有话问他 指挥科老师找到灵动的时候 他正在训练场上 训练低姿匍匐 灵动被中队长喊出来 来到指挥科老师面前 问道 老师 怎么了 你和我走一趟吧 我的博导想要见你一面 灵动一口答应 可以 只不过能不能等我下训 我们训练 班与班之间会有竞赛 如果我走掉 会害得我们班输了受惩罚的 指挥科老师无奈地笑着说 你还是和我走吧 我老师可不一般 见他比你这小竞赛重要多了 灵动并没有听确 直接后退了两步 老师 谢谢你的好意 你老师的办公室在哪里 我下训就立马过去 指挥科老师不停劝说 最后只能无奈地回答 一号办公楼 最顶层806 博导听到指挥科老师的复命后 和蔼地笑着说 年轻人吗 不知轻重也正常 我等等也没关系 反正 我现在也闲着 第118章 来自教授的肯定 指挥科老师听到这话 惊得下巴都掉在地上 他的博导脾气很不好 如果他让博导等的话 肯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结果博导 现在竟然 肯等一个一年级新学员 果然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指挥科老师离开后 博导看着 灵动写的小论文 和灵动指导刘逸 和王达胡写的小论文 思考了片刻后 打开电脑 进入军旗系统 开始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遇到一个关键的卡壳点 怎么也进行不下去了 博导拿出手机 给指挥科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喂 灵动现在在哪里训练 我去找他 指挥科老师 啊 他愣了片刻 立马回道 老板 我这就找你 带你过去 他称呼自己的导师为老板 这是研究生和博士生之间 一种不成文的称呼方式 挂了电话 指挥科老师一路小跑着 去博导的办公室 嘴里念叨着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 第一次见老师等一个一年级新生 现在竟然还要主动去找 院长都不一定能有这种待遇 真是奇了怪了 指挥科老师 带着博导来到灵动他们的训练场地 找到王志上 王中队 你好 这位是我的博导 咱们学校的冷教授 他有事 想要找一下灵动 王志上得知冷教授的身份 立马冲他进里手掌好 虽然冷教授穿着便装 可他们这种军事科学家 军衔肯定不会低 所以 王志上会在不知道 对方军衔的情况 喊他手掌 冷教授点头 你好 麻烦你喊一下 你们中队的灵动 王志上 是 他转身去到正在训练的灵动身边 开口道 灵动 咱们学校的冷教授找你 就在那边 他说完后再次压低生意 你小子机灵点 他们这种老科学家身份 可是不一般 别和其他新兵蛋子一样莽撞 灵动同样低声回道 好的 我明白 他前世也是在部队待过的 自然知道 冷教授这种科学家 会是什么身份 冷教授来找他的原因 灵动自己也能猜得七七八八 心中暗自道 看来以后 指挥课上我能收 就得收着点 不然经常有人来找 应付他们也太麻烦了 灵动小跑至冷教授身前 敬礼问好 手掌好 冷教授和蔼地笑着说 你好 他盯着灵动的脸 看了几秒钟的功夫 疑惑地问 你是不是开学大典上 有座新生仪仗队的琴棋手 灵动 是 冷教授满意地看着灵动 我就说看着你 怎么这么眼熟 真是年少有为啊 你指挥课的小论文 我看了 写得非常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 想要麻烦你 你看 能不能先放下训练 和我走一趟 灵动 是 灵动一开始 是跟在冷教授 和指挥课老师身后 冷教授专门 把灵动喊过去 让他和自己并排走 路上拉架长 询问了一些 有关灵动自身的事情 指挥课老师 跟在他们两个身后 看着自己博导 和灵动热情攀谈的模样 心中感慨道 果然 无论是在部队 还是在军校 都是看实力的 按理说 灵动现在是学员贤 军贤比他高 应该走在他的身后才对 结果 现在自己变成了跟班 不过 他也心服口服 毕竟灵动真的很牛 灵动和冷教授 讲了一些 有关自己的想法 解答了几个疑惑 两个人用军棋系统 推演了几次 都呈现出非常好的效果 冷教授欣喜地 看着电脑屏幕 激动地说 真的可以了 如果这个小迂回战术 运用到其他大的战术里边 估计也会对其他战术 做出很大程度的改良 灵动 你这小子 天生就是做将军 指挥打胜仗的料 你以后的学习研究方向 有往战术指挥 这方面发展的想法吗 灵动笑着 客套地回答了一句 我还没想那么多 冷教授直接给灵动说 如果你想要 往这方面发展 你就找我 我不仅可以给你直播的名额 还可以让你 直接参与 指挥各大军事行动演习 这样 我给你一个 我的电话号 以后你有这方面的想法 直接联系我 他说着 拿了一张 只写上自己的手机号 塞给灵动 如果指挥客老师 看到这一幕 他肯定能惊讶到 傻了的地步 且不说直播的诱惑力 有多大 就单说 像像冷教授这种级别的人物 不仅地位高 而且可以调动得 人力物力大到难以想象 有他的青睐和帮助 那就会拥有 众多的表现机会 甚至可以说平步青云 不像其他军校生 下部队 只能从普通的军官做起 职业晋升压力非常大 灵动立马开心地道谢 谢谢首长的赏识 冷教授摆手 他说着疑惑地盯着灵动 看了几秒 问道 灵动 别人听到我这话 恨不得当场任我做导师 怎么我看你有点不愿意的样子 灵动郑重地回答道 没有 能够得到您的赏识 我非常开心 只不过 我还是想毕业后 从基层做起 而且说实话 指挥战术研究这方面 我确实不太感兴趣 冷教授听到这个回答 没有因为被拒绝而不开心 反而欣慰地大笑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从基层做起 只有了解最基层士兵的作战状态 才能更好的指挥战斗 你什么时候 对战术研究感兴趣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 灵动 谢谢冷教授 冷教授给的机会很难得 可灵动依旧拒绝了 他对战术研究 是真的没有兴趣 他现在无论是战术的相关理论 还是指挥作战能力 都是世界顶级的水平 灵动实在是 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他更喜欢亲自参与实战 那种扣动扳机 和敌人斗智斗勇 将敌人擒惑的刺激和快感 是什么事情都比不了他 简单地说了两句话 冷教授沉思了几秒钟 看着坐在他身旁的灵动 认真地询问 灵动 你要继续和我一起 把这个战术研究下去吗 还有你小论文里写的那个战术 灵动毫不犹豫地点头 我非常荣幸 可以参与这个战术的研究 冷教授 那你就得 第119章 珍惜粮食 次日 灵动所在的中队下训后 大家一起去吃午饭 有位新学员 拿着馒头啃了一口 看到同桌人碗里的焖面有排骨 立马嘴馋了 将啃了一口的馒头 丢制到剩饭的盆里 立马去盛闷面 灵动他们那一桌子 刘一碗里放了好几个馒头 低头焖了好几口饭菜 抬头说道 今天真要饿死我了 这饭菜真香 虽然饿饿 可他高估了自己的饭量 吃到一半 他便吃不下去了 叹了一口气 说道 诶 我还是太高估自己的饭量了 实在是吃不下去了 王打虎搭话道 吃不了就偷偷丢掉 或者塞口袋里晚上吃 刘一 可我晚上想吃热乎的 至于丢掉 他说到这里 想起那天晚上 被王志上加练的惨样 摇头直说 还是算了吧 一旦倒霉的被王老黑抓到 我可就死定了 我宁愿被撑死 我也不愿意被加练练死 再不对是不允许浪费粮食的 只要拿了 那就必须吃掉 不然就得挨处分 灵动轻笑 调侃道 不错 这次长记性了 你吃不了的馒头给我 我想办法给你处理掉 刘一惊喜地问 真的 他还没有得到灵动的回答 周围说话的声音瞬间消失 因为王志上进来了 王志上去他们中队的乘饭处查看 无意间瞥了一眼干水盆 然后定眼看去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干水盆里 躺着一个只咬了一口的馒头 他看向众多学员 大喊 一中队全体都有 原地集合 灵动所在的一中队学员 立马放下碗筷集合 饮得食堂其他中队学员 纷纷侧目都在低声询问 这是怎么了 王志上黑着脸 扫射了一圈众人 立声道 干水盆里的馒头是谁丢的 中队的人被吓得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更没有人敢站出来承认 王志上再三怒骂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 不要让我发火 乖乖的给我站出来 他骂人的声音 一句比一句高 都吓到了食堂其他吃饭的学员 整个食堂变得鸦雀无声 灵动他们中队 没人站出来承认 王志上继续骂道 好啊 没人承认 就在学员以为又要被加恋 心中默默叫苦的时候 王志上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走至干水盆旁边 捡起被丢掉的馒头 上边还沾着菜叶子和米粒 有一部分被汤水泡得发了起来 王志上将馒头送至嘴边 啃了一口 一下又一下地嚼着 而后顺着喉咙咽下去 众人 看到的人没有一个不惊讶的 大家都被吓傻了 王志上一个中队长 竟然带头吃干水盆里的馒头 他对学员变态就算了 对自己都这么变态 这人太可怕了 怪不得被叫王老黑 紧接着 王志上喊道 一排排长出来 这个馒头中队里的人分着吃了 吃的时候小口一点 每个人都务必吃的 一排排长 是 学员们在队伍里传递着馒头 没有一个人的表情不痛苦 可都有忍着恶心 有去吃馒头 毕竟中队长都带头吃了 馒头传至灵动跟前时 灵动很平静地接过馒头 砍了一口 吃干水馒头 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前世也当过十几年兵了 王志上看着众人在吃馒头 继续驯化到我爹妈就是种地的 所以我也更知道 粮食来之不易 必须得珍惜粮食 当兵是让你们保家卫国 不是让你们来享受的 白面馒头不能吃 上了战场上 难道你们也要随便丢难吃的干粮吗 馒头不想吃就丢 难道在战场上 你们不想干了 就丢灰蟹甲地跑了吗 以后 再让我发现有人浪费好端端的粮食 尤其是主食 你们就把干水盆里的东西都给我吃了 盆也得给我舔干净 学员们一个个都低着头 被骂得心服口服 以前癌讯的时候 私下里还敢有怨言 现在没有艺人敢哀嚎叫惨 反而心里一个比一个佩服王志上 他虽然骂人狠 可他也做了示范 有以身作则 王志上离开之后 食堂里的其他学员也被吓得够呛 和林栋他们中队一样 一句话也不敢说 低头吃饭 一点饭也不敢剩下 碗比脸都干净 几天之后 后勤不负责养猪的人都开始抱怨 食堂最近送来的干水太少 猪不够吃都要饿瘦了 刘逸被吓得大口吃着饭 大有被撑起 也不剩一点饭的架势 林栋这个时候 从他碗里拿走了两个馒头 揣在口袋里 刘逸看着他的动作 眼睛都直了 激动的小声问 你做什么 林栋小声道 嘘 别声张 我给你处理掉 刘逸 刚才你又不是没看到 我还不想死啊 林栋点头 给他一个坚定的态度 一切交给我 我的为人 你还信不过吗 我什么时候被罚过 刘逸一听 确实是这样 心里有点不放心 可还是同意了林栋的做法 林栋在回宿舍的路上 看到了两个 带着白色头盔的纠察 纠察是负责维护军容风纪 维护军车运行秩序和交通安全 还有一些其他军队记录的军人 只要让他们看到你军容军贸不整 或者违反纪律 他们就会来到你面前 询问姓名 所在连队和班 进行登记和扣分 他们这个兵种 在退役的时候会提前离开 因为得罪人太多 怕被打 这是有真实案例存在的 不过在军校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因为纠察都是警卫队的战士担任 他们不是学员 是在意士兵 不会和学员一起离开 再者说 大多数情况下 军校生毕业会去地方部队 谁敢违反纪律去打人 林栋看到他们后 故意心虚的和纠察对视了一眼 第120章 林栋故意犯错 林栋和两位纠察插尖后 转身和刘逸用不大不小的声音 说了句 你们先回 我去趟厕所 刘逸 回宿舍楼里上呗 林栋 憋不住了 他说完便转身离开 朝着校园里的厕所走去 刚才和刘逸对话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可以被纠察听到 又听不太清楚 两位纠察感觉到了不对劲 停下脚步 刚才那个学员是不是有问题 应该是 那咱们跟去厕所看看 纠察后脚跟着林栋向厕所走去 刘逸看到了 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也跟着过去 只不过 他是躲开纠察 绕远路跑了过去 王打虎看到刘逸的反应 很是奇怪 也跟了过去 他没有像刘逸那样 只是不紧不慢地跟在纠察后边 刘逸跑至厕所内 正好看到林栋站在坑位上 隔间门大开着 在一点一点地掰馒头 往厕所里丢 原来他说的 处理剩馒头的方法就是这样 刘逸看到后慌了 紧张地说 林栋 有纠察过来 咱们快跑 林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笑道 没事 我没那么倒霉 他就是故意引纠察过来的 怎么可能会跑 刘逸担心地拖着林栋 就往门外走 真不骗你 快点走 纠察真的 他拖着林栋 距离门口还很远 便看到两位纠察进来了 来了 刘逸脸上的表情 欲哭无泪 心中感叹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一位纠察来到二人身前 询问两个人的姓名 请问你们两位姓名 刘逸紧闭着嘴巴 皱着眉头 模样很是为难 他不能说出自己所在中队 心中在盘算着怎么脱身 林栋也没有回答 他在思考着 如何让刘逸脱身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计划 连累了刘逸 另外一位纠察 去厕所那里看什么情况 看到厕所里的馒头 纠察用随身携带的执法一拍照 转身看着林栋他们二人问 馒头是你们谁丢的 林栋直接回答 我一个人丢的 不关这位校友的事 刘逸内心很是无辜 他真的没有违反纪律 可好兄弟是因为帮他 才被纠察抓住 他怎么能置身事外 所以沮丧着脸站出来 大声说道 报告 馒头是我的 纠察继续询问 请说出你们两位姓名 以及所在的中队合班 林栋没有回答 刘逸也跟着 没有吭声 突然 林栋猛地推开纠察 拉着刘逸朝门外跑去 王打虎正疑惑地站在厕所外边观望 看到林栋和刘逸跑出来 立马紧张地询问 怎么了 刘逸顾不得那么多 拉着王打虎就跑 别问 快跑 林栋跑得很快 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两个好兄弟 速度逐渐慢了下来 直至和他们两个齐平 咱们分开 往其他大队的宿舍楼跑 有他指挥 刘逸和王打虎分头 朝着不同的方向拼命跑 他们两个比平常训练跑得卖力多了 毕竟王志上是真的把他们练怕了 王打虎跑着跑着 发现那里不对劲了 俺又没有犯事 也没有被纠察抓到 俺蹲着一起跑干啥 算了 跑就跑吧 氛围都到这里了 全当是给他们两个吸引火力了 林栋看到二人离开后 故意放水 让纠察抓到自己 他从一开始拿刘逸馒头 就策划了现在这么一出 纠察追上了林栋 同时两个人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捂着肚子直不起腰 他们两个看着林栋 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在他们面前 仿佛在等着他们抓一样 很是惊奇地对视了一眼 而后看着林栋问道 你怎么不跑了 林栋淡淡回答道 我感觉自己犯了错 不应该逃避 应该主动接受惩罚 纠察 你这话说的 把我们当成傻子了 谁会主动停下 被纠察抓呀 有什么 刚才怎么没有这个觉悟 林栋 跑的路途中 我幡然悔悟了 纠察 接下来 纠察登记了林栋的名字 以及他所在的中队 再三询问刘逸和王打虎的名字 林栋一口咬定 不认识他们 不知道他们哪个中队的 林栋回到宿舍后 刘逸和王打虎没一会儿 也回来了 刘逸感慨 看来以后体能训练 我必须得认真训练 因为是真特娘的有用 最起码能甩掉纠察 在准备睡午觉的时候 班长秦浩被突然叫走 不一会儿怒气冲冲的回来 哐当 他气愤的一脚将门踹开 怒声喊道 林栋 刘逸 王打虎 你们三个丢出来 林栋一脸淡定的下床 刘逸和王打虎则是一脸猛逼 他们刚才有把纠察甩掉啊 怎么还被班长骂了 难不成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秦浩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三人 指着他们两个 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刚才才吃了干水盆里的馒头 现在就不想记性 特马的还被纠察抓到 你们三个 真是好样的 你们 林栋 你是主犯 学校要对你进行关禁闭处分 你先走 等你回来 咱们再算账 你们两个 跟我走 刘逸和王打虎两个欲哭无泪 他们明明有甩掉纠察 怎么还被抓住了 林栋跑那么快 不可能被抓的呀 这是太诡异 秦浩带着他们两个 在宿舍楼下进行单杠加练 两个人掉在单杠上 累得不行 双臂颤抖着 刘逸 班长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秦浩反问 错那里了 刘逸 我不应该浪费粮食 秦浩 还有呢 刘逸 我更不应该被纠察抓住 我有紧急你的话 被纠察或者其他中队的人抓到 我就说自己是一般无雄 可是这次 我没有说我是咱们班的 也没有故意报错班 被当场抓包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抓住了 听到这话 秦浩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特马的没看到 纠察带着执法录像仪吗 你和王打虎的大脸盘子 被拍下来 毛孔都看得清清楚楚 第121章 执行秘密任务 王打虎掉在单杠上 一边挨班长的骂 一边心里惦记着林栋 林栋被关禁闭了 也不知道他要受多少苦 刘逸非常懊悔地说 早知道这样 那两个馒头 我死也要吃掉 林栋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优 这下要被我害得挨处分了 秦浩训斥他们两个 你们还是考虑一下自己 怎么把这两百多个单杠做完吧 说不定 林栋比你们两个好过着呢 王打虎坚持不住了 松手从单杠上掉下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沮丧着开口道 关禁闭怎么可能好过 一个人关在小黑屋里 没有一点阳光 被关几天 想想都要崩溃 王打虎说的没错 真正的关禁闭 不是电视剧里 两三个人被关在一起打扑克 而是一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 与外界没有任何交流 吃喝拉撒都在一个屋子里 精神上的折磨 要比生理上的折磨难受得多 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他又说错了 因为林栋根本没有被关禁闭 他前脚进入禁闭室 后脚指挥克老师便拿着文件 以校方问话的名头 把林栋带走了 被纠察抓 以及关禁闭 都是林栋一手设计的 他向来遵守纪律 而且性格沉稳 不会和人发生争执 如果因为其他事情违反纪律 被纠察抓住 那就太反常了 所以他采用了偷偷丢馒头 浪费粮食的方法 够严重 但又不太严重 最主要的是 发生在他身上河里 昨天晚上 他和冷教授深入交谈后 林栋答应帮忙研究 测验一种新型大部队作战战术 保密级别非常高 不能被人知道 所以他策划了被关禁闭这一出 为的就是合理的 从中队消失两天 帮助冷教授研究 林栋来到冷教授的实验室 冷教授早就等在那里了 他看到来人 立马笑着说 没想到你行动这么快 林栋冲他礼貌性的敬礼 开口第一句便是 冷教授 我的两位校友 被我的计划牵连了 所以你能不能帮帮忙 冷教授 这一点你放心 我和学校打过招呼了 不会给他们扣分 只是通知了中队长 不过 你必须得进行扣分处分 不然就说不过去了 这个委屈 你得担着了 他说着打开一份文件 放在林栋身前的桌面 这里有一份保密协议 你签一下 林栋 是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马拿起笔 准备签字 冷教授阻拦道 林栋 这个协议的签订 你要慎重一些 咱们接下来研究的战术 是一点都不能对无关人员透露 这个战术只有运用在真正的战场上 被世人锁之后 你的名字才能出现在大众面前 你挨的这个处分 才会给你消除 在这之前 没人会知道你做了什么 别人只会认为你犯了大错 你会受很大的委屈 而且 你很有可能白辛苦一场 这个战术 也许永远不会运用在战场上 林栋 冲冷教授微微一笑 而后低头签下自己的名字 我很荣幸 有资格参与这个任务 这个世界的事物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用钱 用荣誉来衡量 我希望我们的部队更强 希望祖国和人民更好 我甘愿和无数前辈一样付出 而且这点付出 真的不算什么的 俗话说 鸟为食王 人为才死 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总会有那么一小撮人 不图名 也不图利 为自己脚下的大地默默付出 他们有的在大戈壁上艰辛的钻研 有的在极寒地带默默守护 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无人知晓 他们的名字 不曾被世人所知 可他们依旧义无反顾 只为守护他们身后的土地和同胞 灵动正在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 他倍感荣幸 冷教授听到灵动的回答 欣慰地拍了拍灵的肩膀 好样的 那咱们开始吧 接下来的两天 灵动和冷教授在不停研讨 对战术进行一步又一步的调整 一个战术的原理听起来简单 但实战时 战场状况百出 一件小事也很有可能影响整个战况 所以 即使现在灵动拥有非凡的指挥作战能力 想要研讨出一个完美的战术 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一次又一次的用军旗系统推演 他们每修改的一处小bug 在战场上 可能就会挽救众多战士的性命 两天后 终于大功告成了 冷教授很是开心 神情面貌和年轻人一样有激情 太好了 我等会就将这个战术提交 让他尽快在军区大型演习场上 被验证效果 灵动常常舒了一口气 总算是大功告成了 我也终于关禁闭结束 能出去透透气了 他伸了一个懒腰 而后站起来 冲冷教授敬礼 冷教授 我就不打扰您了 现在请找人把我送回禁闭室吧 冷教授大手一挥 直接让灵动归队 你辛苦了两天 我怎么还能让你关禁闭 这样 你回去吧 我给校方说 让他们通知你们中队长 就说 你反思很深刻 不要让他惩罚你了 灵动 谢谢 冷教授 灵动回到中队后 王之上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叮嘱秦浩 灵动这是第一次犯错 他性格很沉稳 而且校方有说 灵动反思很认真 不要加恋了 秦浩 是 晚饭过后 灵动回到宿舍 所有人都围着灵动 眼神一个比一个疑惑 王打虎皱着眉头 像到老父亲一样的关心灵动 灵动你在里边受苦了 你看你都瘦了 灵动嫌弃的将王打虎推远一点 睁眼说瞎话 我瘦没瘦 自己还不知道吗 刘逸 灵动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怕我撑着 早知道会是这结果 我就算撑死 也要把馒头吃下去 不爱你是 两个好兄弟 特别心疼灵动 其他同班战友也心疼 可是他们更好奇 灵动为什么不用受罚了 秦浩上下打量着灵动 纳闷的问 灵动 你只关了两天禁闭 为什么学校还专门叮嘱 不要让你加恋 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12章 军校的第一场选 灵动低头 开始保持沉默 看模样很是失落 他似乎很抵触提起 被关禁闭的事情 众人看到这一幕 即使再好奇 也不敢继续问下去了 毕竟谁也有不愿提起的事情 大家都以为 灵动在关禁闭时 受到了什么刺激 毕竟 灵动的表现 一直是异常优秀 是天之骄子 突然被关禁闭 心里受不了打击 也是正常的 秦浩开始劝解 拍着灵动的肩膀 没事的 谁能不犯错 大男人 没有啥过不去的看 刘易脸上的神情 变得更加内疚 灵动该不会是 真的受到了什么刺激吧 而且这一次 他还是为了帮自己 这一下 让刘易心里更内疚了 他嘴笨 不知道该如何劝解 心里有无数句话想要说 可是到了嘴边 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好用行动来表示 灵动 你今天刚从禁闭室回来 我得去打热水泡泡脚 最近几天的热水 我都给你打了 你好好休息 灵动拒绝道 你不用这样 我可以自己来 刘易 你 刘易根本不理会灵动 拿起灵动的水盆 和热水壶变头 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想尽量补偿灵动 谁知 其实他才是被灵动连累的那个人 结果现在却成了他多做事情补偿 不仅他跟着受罚 多做事情了 而且心里还跟着不好受 想着以后要尽量对灵动好 灵动表示 他也很无奈 不想占好兄弟便宜 可是好兄弟非要这样做 他也就只好占便宜了 次日 起床的号声响起 新生们立马穿衣服起床 准备出操 大家从宿舍出来后 才发现下了好大的雪 积雪非常深 而且额毛大的雪花 还在漫天飞舞地往下落 很多南方的新生 看到雪花很是兴奋 再大喊着 下雪了 下雪了 王打虎从宿舍里出来 第一反应就是 双手捅到袖口里 看着满天的飞雪 同样开心地大喊 下雪了 枣操是不是不用出了 刘逸 估计上午的训练 也要泡汤了 咱们得馋血了 这雪下的真是时候 灵动接话道 对啊 雪下的真是时候 到时候 咱们就可以进行抗寒冷训练了 刘逸和王打虎 同时伸出手 去捂灵动的嘴 王打虎 灵动 你这开过光的嘴 可不敢乱说 刘逸 万一真让你说中 要进行抗寒冷训练 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王打虎 等会俺得找个针 把你的嘴给缝起来 灵动将二人的手打掉 敷衍地说 行行行 我不说了 由于下大雪 十二区和灵动所在的十三区 早操取消了 安排他们铲雪 上午也同样安排他们铲雪 一般的人来到他们班长身边 小声说道 班长 我听说前几天三班的刘逸被抓到 被秦号罚的时候 有时候以后被抓了 就报他是咱们一般无雄 一般班长听到这话 环顾四周 在周围找到了 正在铲雪的刘逸 嘴里骂了一声 妈的 这小子是欠 得吊他一顿 等会铲雪的时候 咱们打雪仗 尽量把三班的人 按在地上砸雪 都给我有点血性 不要和小脚老太太一样 一般众人低声回答 是 一般班长说道 等会 我去秦号那里 我故意把秦号和刘逸喊出来 你们给我搞偷袭 他们两个 如果不被雪埋的话 别怪我看不起你们 一般众人 再次低声回答 是 吴雄在这个时候 开口道 班长 我建议咱们不要恋战 毕竟三班的灵动 和副班长太能打了 咱们要速战速决 同班老学员调侃道 吴雄 你今儿的是怎么了 之前不是世事 都想和灵动比吗 怎么今天开始躲着灵动了 吴雄不懈地笑了一声 我这是分析战况 咱们班 有谁能打得过灵动 而且灵动 在新训期间就很能打 比老学员都能打 其实 他这是被灵动虐怕了 毕竟从头到尾 没有一次 不是被残残虐的 现在只是嘴硬 他拿普通老学员 和灵动比 已经算是在侮辱灵动了 新学员 只是学过简单的琴拿 真正的格斗训练 还没有开始 灵动真正的实力 大家都还不清楚 只能从平时的表现的中 感觉出灵动很能打 就在大家在热火朝天 铲雪的时候 十三区的大队长 过来视察 他是很重视 自己形象的那种人 所以手中 提着一把血铲 也有亲自参加劳动 他过来的时候 秦浩远远地看到了 感觉是大队长 又不太确定 立马停下手中的活 提着血铲走过去 嘴里念叨着 中队长这厕所 去得真不是时候 来到近处 果真是大队长 他立马敬礼 还没来得及的大声问好 大队长便白手 示意他不要喊 我就是过来看看 你不要惊动大家了 让大家抓紧铲雪 秦浩小声喊了一声 是 而后毕恭毕敬地 站在大队长身边 陪同视察 一班班长正在铲雪 想着中队长去厕所了 正好可以实行 刚才的计划 开始环顾四周 寻找秦浩的身形 大队长背对着他 手中提着血铲 一班班长以为是其他血缘 毕竟像十三区大队长 这样亲自干杂活的 大队长不多 谁也想不到他会来 一班班长 冲他们班的人嘱咐了一句 秦浩在那边 等会我过去 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们就从我背后 过去打他的出其不意 把他给我埋血脸 吴兄 是 班长 你就放心去吧 一班班长走过去 才发现是大队长 很是吃惊 准备敬礼问好 手还没有抬起来 便被大队长摆手示意 招呼就别打了 别引得其他人注意 到时候都得停下手里的 活给我打招呼了 一班长 是 这个时候 一班的副班长 开始小声地安排其他人 刚才班长有说 他吸引秦浩和刘毅 那个背对着的 应该就是刘毅了 等会我们三个老学员 对付三班班长 你们四个新学员负责刘毅 咱们速战速决 记住班长的话 有点血性 第123章 打血仗 一般的人开始行动 偷偷往秦浩他们那里靠近 而且行动特别隐蔽 分开网顾包抄 靠过去的时候 他们都偷偷用血缠铲了一堆血 脸上兴奋地期待着 嘴角勾起一丝坏笑 握着血缠的双手 更有力了 吴雄神情紧张又激动 看着大队长的背影 以为是刘毅的背影 他内心开心地想着 我这一沉血 要率先扣在刘毅头上 到时候班长肯定会夸 我是最有血性的人 整不了灵动 整合他穿一条裤子的刘毅也行 大队长看着前方 被整理得四四方方的血堆 满意地说 不错 血堆就得这样方正才行 咱们军校 要的就是规整 不能出一丝 他话还没有说完 头上突然袭来一堆血 冰冷的触感 以及突如其来的重击 让他整个人都梦了 还没等反应过来 又是一堆血压下吴雄 和另外一位学员 分别扣着大队长的肩膀 搅去别大队长的小腿 轻轻松松 把正在猛逼的大队长放倒 然后一堆人 开始往大队长身上砸血 大队长试着起来 被人一脚踹地 继续趴在地上 虽然把大队长放到了 也有动手动脚 可大家根本没有赶下死守 他们是想整刘毅不错 可是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下手太狠 不然事态升级为打架斗殴 就要被处分了 大队长在大喊着 怎么回事 你们特娘的是不想活了吗 一般的人都兴奋了起来 嘴里跟着骂 刘毅 就是你小子 晒我们班长的被子 让你再晒 老子跟上你 腿都快要蹲废了 其他看到的人 不知道那人是大队长 都在启哄呐喊 恨不得自己也加入 一起打血仗 瞬间 这里声音四起 一般的人都没有听到 大队长的怒骂 往大队长身上砸的血 就没有停过 秦豪看到大队长被砸血 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还没有反应过来 眼前变白茫茫一片 被放倒了 他的境遇和大队 长大差不离 一般班长 在拉扯着一般的人 大声怒骂 独特娘的丢滚 这是大队长 一般的人被兴奋冲昏了头脑 想着速战速决 没有听到他们班长的话 不知道哪个心声 铲血的时候 血铲饼戳到了一般班长脸上 啊 一般班长吃痛的大喊一声 被突如其来的这一下 给打断了怒骂 三班的人看到了这情况 大喊道 一般的人在活埋班长 刘依第一个不干了 气愤的举着 血铲就跑过去 一般的 老子今天非让你们 尝尝厉害不可 王达虎也冲了上去 班长 俺来救你了 灵动已经早他们一步 冲了出去 来到了秦浩身边 抡起血铲 就是一大堆血 而后一脚一个 把一般的老学员放倒 他一边和一般的三个老兵打着 一边巴拉 血救秦浩 很快 三班的救援到了 刘依和王达虎看到 最讨厌的吴雄 立马上去二对一 把他放倒 王达虎一边按住吴雄 往他脖子里灌血 一边骂骂咧咧 老八呀老八 你小子不厚道啊 俺在往你裤衩子装点血 让你尝尝透新凉的滋味 一般般掌正 在扯自己般的人怒骂着 都特马的给我停下 这底下是大 突然 一堆血扑面来 把他嘴巴塞得满满的 紧接着 他被三班的老学员放倒了 灵动很快将秦浩救了出来 现在在小打小闹的打血仗 灵动根本没有真正动手 不然放倒三个学员 就是一个喘息之间的事 秦浩喘着粗气 上气不接下气的冲灵动说 快让他们停下 那个是大队长 灵动大队长被他们用血埋了 虽然他内心是个十多年的老兵 可听到这个消息 依旧大为吃惊 这是他穿越过来 最特娘惊讶的事情了 学员血埋了大队长 那他们这个中队的人 肯定会被练得半条命都没了 刘逸 王达虎二人和吴雄扭打着 吴雄看着刘逸的脸 仿佛看见了鬼一样 他连忙去看大队长所在的位置 留意在这里 那里的人是谁 他想到 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喊大队长 难不成 想到这里 他连忙喊道 都住手 那是大队长 停下 在灵动的帮助下 大队长很快被解救了出来 突如其来的闹剧 在几分钟的时间便结束了 三班的人和一班的人都站成一排 低着头等着挨训 一中队的其他学员站在不远处 大队长衣衫不整 肩上的军衔还少了一边 他愤怒地瞪着众人 这个时候 王志上上厕所回来了 远远地便看到自己的学员 站成一排在挨训 他皱眉 疑惑地盯着那里 我的人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时候 一排排长看到了王志上 王志上也看到了他 王志上招手 示意他过来 一排排长看了大队长一眼 心中纠结着 中队长喊了 自己肯定得去 不然就要挨骂 大队长这边 并没有让我们其余人集合 我们是看他发火了 主动站起队列的 我不打报告偷偷离开 应该没事吧 两拳向害娶其轻 一排排长偷偷离开 朝着王志上跑去 王志上眉头拧在一起 疑惑地问 怎么回事 一排排长极其为难地说 一班和三班的人打血仗 他说着停顿了一下 王志上以为他说完了 当即怒骂 妈的 我离开一会的功夫 都要给我出乱子 一排长继续说道 不小心把大队长血埋了 王志上 他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被吓到了 有些不知所措 面部表情复杂 把谁选埋了 一排排长 大队长 王志上 咱们的吗 一排排长无奈地点头 对 咱们的大队长 王志上被气傻了 他抬手掐着自己的人中 生怕被气得昏死过去 你继续说 我保证不被气死 往常都是王志上训人 这回变成了和学员一起挨训 他站在一中队的最前方 大队长黑着脸 缓缓开口道 老啊 你果然名不虚传 就是会带兵 第124章 被罚抗寒冷训练 王志上目视前方 目光炯炯有神 其实内心慌得一笔 不知道多久没被训过了 这挨训的感觉 真特马的爽啊 快要把我爽死了 大队长上前一步 和王志上脸贴着脸 大骂道 你特马的都带着什么学员 这个中队长干的了就干 干不了给我滚蛋 今天活买我 明天是不是就要活买军长 at 美元 at美元 上午完成了铲血任务 下午全都特娘的 给我滚去后山 进行为期三天的抗寒冷训练 不是喜欢打雪战玩雪吗 我让你们一次性玩个够 除了睡觉 其余时间都给我在后山训练 王志上大声回答道 是 听到这个命令的老学员 内心不由的一惊 抗寒冷训练 他们是有经历过的 可一般也就半天的时间 这一下直接进行三天 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新学员同样瑟瑟发抖 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经历什么 只知道大队长发火了 他们的日子绝对不好过 大队长骂完之后 准备转身离开 脚才迈出去一步 突然想到了什么 又转身看向王志上 包括你在内 也得进行训练 我会不定时视察 发现你对待训练松懈 或者没有参与训练 老子就亲自练你 你们中队所有人 都要进行扣分处理 以后每天训练结束后 都给我给进行思想学习 为期一百天 部队和军校都是这样 基层的士兵或者学员犯错 大领导不会直接罚他们 而是去找管他们的人 师长骂风管团长 团长骂营长 营长骂连长 连长骂牌长 牌长骂班长 怒气这样一层一层 往下积累 最后就变成了 班长加连练死你 王志上大声回答 是 大队长走后 王志上开始加倍地 骂他手底下的人 好久没有被这样骂过了 多亏了你们 我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怀救 老子真是谢谢你们啊 以后我不是你们中队长 我是你们孙子 你们是我大爷 大爷们 现在全体都有 以最快的速度 给我铲血 众人 是 一中队的人 干活从来都没有这么积极过 血堆也被人用泥抹子 整理的硅硅整整 像是模具倒磨出来的长方块一样 整体一样的高度 一样的宽度 表面平整的 像是用水平仪专门测量整理过一样 部队和军训 都是要求有纪律的 哪怕是吹噬般的蔬菜 亦或是血堆 也都是要求整齐有序 可血堆整理的 像一中队这么规整 属实少见 其他学员看到后 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在铲血的途中 灵动神游了片刻 去系统中兑换可以用到的技能 系统 介绍一下棕熊抗寒冷技能 棕熊抗寒冷技能 当宿主所处环境至0 以下后 会自动触发该技能 使宿主体感温度 一直维持在一个舒适的状态 触 触发条件为 环境处于0 以下 其他条件下 即使宿主体内和心温度过低 也不会触发 听着解释 灵动神中还比较满意 默默和系统交流的 兑换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剩余军功值 350-0000 灵动继续逛着物品商城 他前世经历过抗寒冷训练 知道可能会进行雪地格斗或者擒拿 所以提前做准备 兑换相应的技能 系统 介绍一下综合格斗技能 高级综合格斗技能 包含各种拳法 格斗擒拿技能 散打 楼道 华夏武术等实用战斗技能 以及迁渔场的格斗实战经验 灵动听到最后的迁渔场实战经验 心中比较满意 有这些经验 兑换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剩余军功值 349-5000 一中队将自己划分片区的雪堆整理好后 在王之上的命令下 带上泡面 鸡蛋 还有废弃的汽车轮胎向后扇出发了 来到山脚下 王之上命令所有人停下 抗寒冷训练现在开始 所有人放下手中的东西 上半身全部给我脱光 他下达这个命令后 他和老学员 还有灵动在快速的脱衣服 其他型学员大眼瞪小眼 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这冰天雪地的直接脱衣服 岂不是被冻死 就算是九月份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训练都没有让脱衣服 现在脱是要搞什么鬼 王之上看到新学员没动作 大喊了一声 给我脱 怎么 还真要给我当大爷 这一嗓子 吓得新学员连忙脱衣服 大家光着膀子 站在冰天雪地的世界 所有人都忍不住打战 双手护在胸前 只有灵动和王之上挺着胸膛 在抬头挺胸的站着 王打虎一边搓手 一边问灵动 灵动 你不冷吗 灵动回道 我不冷 我建议你别缩成一团 反正缩成一团也是冷 站直了也是冷 都是冷 还不如堂堂正正站着 克服寒冷最好的方法 就是直面寒冷 王打虎听了灵动的话 觉得很有道理 于是学着他站直 才几秒钟的功夫 他便破功 继续弓着腰搓手 不行 我还是冷 王之上扫视了一圈 发现灵动 以及留一几个老学员 没有表现出怕冷的样子 他心里的怒火小了一些 还好 并不是全部都插进 紧接着他又大喊了一声 全体都有 进行血浴 他说完便带头往身上搓血 触碰到了血的肌肤 被动得通红 可手中的动作依旧没有停下 其他学员跟着有样学样 进行血浴 发颤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嘶 动死我了 我靠 这下我肯定感冒了 不是都说北方的冬天 没有南方冷吗 原来一切都是骗人的 哦 刘易一边往身上搓血 一边呲牙咧嘴的寒冷 他扭头看向了灵动 灵动没有一点反应 像是真的在搓澡一样 他忍不住问道 灵动 你就不冷吗 第125章 雪地勤拿 灵动点头 嗯 确实不冷 现在他有棕熊抗寒冷技能 想冷也冷不起来啊 王志尚一边往身上搓血 一边环顾着整个队伍 他看到灵动淡定的模样 内心感慨道 灵动这小子体质是真的好 意志力是真的强 紧接着 他又看向其他人 几乎一多半的人都在大呼小叫 看得他满脸嫌气 实在是没眼看 好了 进行了血浴 咱们的抗寒冷训练真正开始了 扛着你们的轮胎 跟我一起负重前行 众人 是 所有人都光着膀子 将废弃的汽车轮胎斜跨在身上 跟在王志尚身后往山里跑 大家平常跑步拉链 能偷懒就偷懒 这回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没有一个人偷懒 因为停下偷懒 是真的冷啊 就这样跑了一个多小时 大家身上的寒意渐渐消散 甚至感觉到了脑袋微微发热 发麻 虽然周围所处的环境冷 可是只要一直处在运动中 身体不停地大量产热 血液快速地在血管中循环流动 那就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 王志尚带着众人一起跑 感觉差不多了 来到半山腰一处平整开阔的地面停下 现在 咱们进行下一个训练项目 雪中匍匐前进 全体都有 拿着你们的轮胎 在现有场地 进行匍匐前进 众人 是 这下 大家一改刚才怕冷的模样 笔直地站立着 带王志尚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用标准的战术 扑倒动作 扑倒在雪地上 而后拖着自己的轮胎 在雪地上匍匐前进 王打虎趴在地上 不断地前进 喘着粗气感慨道 灵动 你说的还真对啊 克服寒冷最好的办法 就是面对寒冷 现在俺不怕冷 跟在雪地里爬着 反而不冷了 他说着 转头看向了灵动 被吓了一大跳 因为 他看到灵动额头上有汗珠 灵动本来就是少汗体质 竟然能在大雪地里出汗 他这得多热啊 灵动看向王打虎 轻笑一声 嘱咐道 跟上队伍 傻喇叭唧的 看我做什么 王打虎 不是 你这 这怎么会出汗呢 灵动 我和别人不一样 你是第一天知道吗 王打虎点头 也对 雪地扑腹前进结束后 他们又开始进行 下一个训练项目 雪中擒拿 所有学员全体站好队列 在王志尚的命令下 快速分散开来 而后 王志尚在队伍前方 带头做着各种擒拿训练 练习了几次动作后 开始分组训练 两个班分为一组 互相配合着 进行擒拿训练 因为灵动所在的三班 刘伟是全校出了名的能打 灵动是公认的 新学员中最能打的 所以 没有班愿意和他们组队 王志尚看到了 大手一挥 直接命令道 一般班长 刚才你们不是想着 和三班的人打雪仗吗 现在可以光明正大的打了 过去吧 一般班长 是 一般的人 被迫和三班的人组队 吴雄的位置 正好是和灵动作配合 吴雄当即慌了 他和灵动不对付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下灵动 岂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整 灵动看着吴雄胆怯的眼神 有些无奈 自己有那么吓人 有那么记仇吗 自己哪次不是有仇 当场就报了 根本不会和人有隔夜仇 吴雄真是以小人之心 夺军之父 一般班长就在吴雄的身边 察觉到了吴雄的异样 于是主动站出来打报告 报告 王志尚 讲 一般班长 灵动是新训考核第一 所以我想和他打配合 看看新训第一的水平 王志尚点头 可以 就这样 吴雄和一般班长换了位置 大家都知道 一般班长 这是在维护吴雄 怕灵动借机报仇 虽然一般班长和灵动 他们颁不对付 可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好班长 灵动心中更是无奈的 我本来就没有那种小心思 一般长这么做 搞得自己真的成欺负人一样 既然这样 骂咪已经担任了 那灵动就得下手狠一点了 不然都对不起恶人的称号 王志尚吹了一声口哨 大喊道 开始 虽然没有人和他一起对打 可他也在自发地训练擒拿拳 因为不动真的会被冻死 队伍里呐喊声此起彼伏 打得热火朝天 一班长右腿后退一步 准备蓄力 双手握拳 一脸严肃地看着灵动 只见灵动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脸上有着腼腆的笑意 并不把一班长当回事 他这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一般班长内心压力很大 虽然没见过灵动动手 可都说灵动能打 这下 搞得他这个四年级的老学员 都有些慌了 他双脚开始来回跳跃 做出阳弓的动作 以此来迷惑灵动 突然间 他猛地冲出去 直接抬脚往灵动腹部踹 想要来一出踢腹别臂的动作 灵动有阴眼技能在 一班长的动作 在他眼中放慢了许多倍 他快速地伸手 抓住一班长的腿 顺势来了一个爆摔 而后 丹西跪在一班长背上 伸手轻轻击打下一班长的头部 动作力度刚好 可以让一班长吃痛 又不让他受伤 这一手爆摔鸡头的动作 做得干脆利落 一个眨眼的功夫便完成了 一班长被摔在地上 还有些猛逼 自己怎么突然感觉天旋地转了一下 就趴在地上了 刚才是自己掀出的手 本应该是优势在我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灵动柔声说了一句 一班长 多有得罪 接下来 他一手拉着一班长的胳膊 一手按着一班长的肩膀 把一班长拽起来 开始大写伸手 琴拿术中的几个经典招数 被不断地展现 顶头拧摔 打摔踹背 踢膝别肘 踹腿锁喉 反摔踹肋 琴拿经典的十六个招数 一一上演 一班长只觉得天旋地转 每当自己想要反抗的时候 就被灵动以绝对的力量碾压 摔在地上 而且灵动出手的速度非常快 还不等一班长第一个动作做完 他的招数已经出完了 第126章 秒杀全校最能打的男人 最后 一班长开始不顾套路地乱来 什么抱腿不放 踏鸟锁喉的阴险动作都用上了 可他的动作太慢 每一次都被灵动成功制止 并且反击 为此 灵动下手也开始中了 最后一个动作 把一班长摔在地上 一班长忍不住惨叫了出来 啊 灵动现在系统的加成下 外加他的努力训练 力量已经达到了普通人的三倍 而且 他拥有高级综合格斗技能 一班长在他手中 就像只小鸡仔一样 任他拿捏 在力量和速度的绝对碾压下 一班班长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这不是训练 灵动不能下重手 他可以一招 让一班长受伤 没有反抗的能力 众人被吸引 都停了下来观战 在场的所有人 惊讶的下巴掉在地上 王志尚和刘毅满脸的惊喜 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能打 但没想到这么能打 一班长可是四年级的老学员 而且被任命班长 本身水平在老学员里 就算不错的 灵动竟然能这么轻易地制服 看来 自己平时和灵动的小打小闹 灵动是真的没有下狠手 刘毅看着灵动满脸的欣赏 看来自己遇到了一个对手 这让他这个 打遍全校无敌手的人 还真是兴奋 终于来了一个能打的人了 无熊看呆了 他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内心害怕的同时 非常感激他的班长 如果不是他的班长提出换位置 保护了他 那他在灵动手下 岂不是被打得很惨 其实 这一切都是他多想了 灵动根本没有把无熊放在眼里 每次训练中的小摩擦 灵动收拾了无熊 便不会小人的继续针对 当然了 如果无熊继续不依不饶地掩烦他 他也是会下狠手的 王之上满脸的欣慰 灵动这小子不错 适合做特战员 再加上他文化课成绩也不错 是一个非常适合做 现代化战争的特战员 自己手下 能有这样一位优秀学员 他是真的感到荣幸 王之上带头鼓掌 紧接着热烈的响声响起 一般班长从雪地上爬起来 也跟着鼓掌 虽然说得很惨 可他内心很佩服灵动 这小子确实很能打 王之上大声笑着夸赞 灵动 你小子有两下子 这勤拿数学的有一套 我没看错你 其他人的赞叹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还有灵动不精通的项目吗 他一个新生 竟然这么能打 灵动是武术世家出身 专门拜过什么高师吗 真能打 应该没有吧 他的招数都是咱们学过的 赞叹声中突然出来了一声报告 打报告的人是刘伟 报告 中队长 我想和灵动比一下 王之上大笑着说 刘伟 我知道你是咱们学校的 跆拳道冠军 散打冠军 格斗冠军 你小子挑战灵动一个新生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别说单了 就算十个老兵 也不是你的对手 快算了吧 王之上这是在变着法子 维护灵动 他以为灵动之前关禁闭 学校专门通知 不让处罚灵动 是灵动受到了什么打击 所以他不让刘伟挑战 生怕刘伟 这个高手出场 直接碾压灵动 打击了灵动的训练积极性 像灵动这种好苗子 他很珍惜 灵动知道中队长的好意 可他也想和刘伟切磋切磋 看看这个全校最能打的男人 是什么样的水准 报告 我接受副班长的挑战 王之上听到灵动主动接受 没有说什么 点头道 你小子啊 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 既然你想打 那你们两个就切磋切磋 其余的人全体都有 扛上轮胎 围着这片空地开始跑步 众人 灵动和刘伟 这个学校的最能打的人 要开始打了 不让他们看戏 让他们围着跑圈做什么 是怕他们打扰到灵动和刘伟格斗吗 虽然内心有疑惑和不服气 可没有人一个人敢说什么 这次把大队长血埋了 王老黑正在气头上 谁敢问 王之上看出了他们的疑惑 骂道 一个个看我做什么 你们现在都光着膀子 站在原地看热闹 一会就能冻死你们 跑起来 众人这才明白 王老黑的用心良苦 开始一边转着跑圈 一边看着灵动和刘伟两个的擂台 刘伟站在灵动的对立面 微微一笑 说道 灵动 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你在进行单杠训练 看到你上臂惊人的核心力量 我就知道 你格斗琴拿肯定好 等会拿出你全部的实力 不要因为我是你副班就不敢出手 别让我看不起你 灵动以微笑回应 我尽量 接下来还请你手下留情 刘伟 好 他声音还没有落下 便脚下发力 向灵动冲了过去 一手扣住灵动的手臂 利落地转身 准备来一个过肩摔 灵动顺势用手臂锁住刘伟的喉咙 他现在会各种格斗术 散打 柔道 滑下武术 以及丰富的作战经验 所有招数都出其不意 刘伟被拖拽放倒在地后 立马双腿抬起 锁住灵动的脖子 他经过多次实战 大大小小的擂台 打过几百场 出招又很又快 灵动立马做出反击 四五个回合后 刘伟被灵动按在雪地上 双腿被灵动用鞋带记住 双臂被灵动反着锁在背后 短短的几分钟 打遍全校无敌手的刘伟 败在了一个新学员手下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傻掉了 正在跑步的学员 看到后愣住了 不知不觉的停下脚步 他身后的学员 凭借着惯性跑着 全部的注意力 都在灵动和刘伟身上 根本没有看到 前边有人停下了 就这样一个撞一个 都跌到了一堆 哎呦 我泥马 快起来 后边的 别看了 快停下 再往我身上压 我就要没命了 靠 谁在我身上了 王志尚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这就结束了 不是都说 刘伟是学校最能打的吗 结果 就这 这是灵动太能打了吗 第127章 灵动一人挑战半个中队 王志尚是学校戒调过来的人员 刘伟之前的比赛 他都没有观战 不知道刘伟真正的实力如何 只看到了 他被灵动一个新学员碾压 所以 开始怀疑 众人口口相传的 这个学校最能打的刘伟的真正实力 刚才他还怕刘伟秒杀灵动 打击了灵动的训练积极性 结果却是这样 他应该担心 刘伟这个打遍全校无敌手的人 败在灵动一个新学员手下 面子上挂不住才对 一班长被绊倒在地后 爬起来 愣愣地看着远处的灵动 灵动就这么轻轻松松 解决掉了刘伟 怪不得刚才我在他手下 就像是被猫戏耍的老鼠一样 这样看来 我被灵动按在地上打 也属于正常情况 吴雄看到后 整个人都被吓到了 内心庆幸 幸亏自己没有傻不拉机在擎 拿着项目上挑战灵动 不然真的会被打成肉泥的 老学员们都是一脸错愕 刘伟就这样被打得趴下了 这个刘伟 是那个学校里 难逢对手的刘伟吗 如果不是看到刘伟上 半身发达的肌肉 他们真的会觉得刘伟被掉包了 这和灵动打得几乎没有来回 直接被秒杀了 刘伟咬着后槽牙 努力挣扎了几下 没能挣脱灵动的束缚 摊在地上 佩服地说 我说了 得到这个回复 灵动从他身上站起来 将他脚腕上缠绕的鞋带解开 然后伸手把刘伟拉起来 你是真的很厉害 刚才我差点就被你干趴下 不过我很幸运 刚才雪地上滑 我才能趁机把你放倒 刘伟叹了一口气 佩服地说 灵动 往常大家都说你过分谦虚 我现在才知道 你这家伙 那里是过分 简直是太过分了 我知道你是怕我脸上挂不住 故意给我面子 没事 我不丢人 输就是输了 就算场地有利于我 我也赢不了你 打过这么多人 你是唯一一个可以秒杀我的 这个时候 远处传来掌声 顺着掌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大队长一边鼓掌 一边缓缓走了过来 他嘴里喊道 真是精彩啊 没想到 刘伟也有被人打趴下的时候 这位同学 你应该就是灵动吧 灵动冲大队长尽力打招呼 回道 是 我就是灵动 大队长欣慰地点头 嗯 我有听说过你 身上的军功有好几个 心训考核第一 果然名不虚传 咱们大队 看来现在要出两个格斗名人了 刚才的打斗 是真的精彩 才开始 就结束了 而且招招致敌 如果是在实战上 你们两个绝对以一当时 战斗力爆表 灵动听到这话 沉思了片刻 他想到了什么 于是打报告 报告 刚才的格斗并不是最精彩的 大队长笑容淡了下来 疑惑地问 这是怎么个说法 灵动来到大队长身边 富尔说道 我想挑战我们中队一半的人 如果赢了 我想和您讨要一个彩头 大队长听后 点点头了 示意灵动继续说 灵动再次富尔道 我想向您恳求 不要对我们中队全体人员 进行扣分处分 外加一百天的思想学习 能不能免除 大队长再次点头 既然你这样提了 那我就同意吧 你这小子 在我耳边小声说是这一点 我喜欢 我答应你了 灵动只把话说给大队长一个人听 是为了避免中队其他人听到 在真正挑战的时候 故意输给自己 他是想要看一下新兑换的格斗技能 究竟如何 可不是希望别人给他放水 弄一个空名头 这一点 让大队长非常欣赏 在比赛或者训练中 脚踏实地 是什么就是什么 在实战中 对待敌人 在讲究兵者鬼道也 灵动这次 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中队长 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们回山脚下穿衣服 现在大家都光着身子暂停久了 这样下去 怕是身体扛不住 大队长笑着回答 准了 紧接着 王志上命令所有人整理队伍 而后跑步前进 回去穿衣服 一切准备好后 大队长发话了 刚才灵动和刘伟两个人的格斗 很是精彩 灵动还提出了一个想法 想要同时挑战你们中队五十个人 滑 众人听到这话 所有人哗然 内心都有同一个想法 那就是 灵动疯了他 就算打败了刘伟 就算是学校最能打的一个人 也赢不了五十个人 这五十个人 有一百只手脚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得打好大一回功夫 灵动这家伙 绝对是疯了 刘伟听到这话 下意识的侧目看向灵动 心中很是期待灵动的表现 他非常擅长勤拿格斗 刚才和灵动有过短暂的交手 深知灵动现在的水平如何 他都可以一个人打十个 灵动水平在他之上 虽然打五十个人 灵动应该做不到 可也并不是没有一拼 最起码不会轻轻松松败下来 无穷听到这话 眼睛瞪得差点掉下来 灵动这货也太能口出狂言了吧 虽然他常开挂 可这事他绝对做不到 人多力量大 双拳难敌四手 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王志尚听到这话 面部表情满是疑惑 心中感慨道 灵动一直是个沉稳的人 他怎么提出这种离谱的事 难道是他一次又一次优秀的表现 让他飘了 又想到灵动扶着刘翼的枪 一枪命中他头顶的土块 王志尚心中又对灵动抱有一丝期待 大队长继续说道 大家放开手脚去给我干 赢了 我有奖励 众人听到这话 兴奋了起来 五十个人打一个人 这话说出去 纯纯的欺负人 就算是拳王来了 这也顶不住 大队长又说出 有奖励的话 让所有人兴奋了起来 因为这奖励 简直唾手可得 虽然是一个中队的战友 但是有奖励在 大家都还是积极应对 上场的五十位全是老学员 他们比较能打 准赢的一件事情 又多了几分赢得保障 第128章 赢得挑战 减免处分 灵动站在场地中央 其余五十人分布在他的周围 里里外外围了三圈 看架势 就算项羽来了 都能给他干趴下 随着王之上的口哨声响起 最内圈的人 一窝蜂地冲上去 刘伟带头往上冲 看架势 是想要冲灵动脸上招呼拳头 结果到了跟前 突然蹲下 用腿去横走 原来刚才他的动作 是在虚张声势 声东击西 灵动眼急手快 跳起来一脚踹在刘伟的肩头 而后抱着不知是谁踹过来的腿 人看到后 全部都一窝蜂地冲了上去 灵动一拳一个解决掉 而后转身锁住偷袭者的脖子 膝盖狠狠地顶在那人的腿部 迫使对方跪下 一群人打得火热 众人占据人数的绝对优势 竟然和灵动打了一个平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众人竟然渐渐落入了下风 甚至开始有些体力不支 可灵动却依旧镜头十足 像一个涌动机一般 不知疲倦和痛楚 众人看到这一幕呆住了 表情像是看科幻大片一样震惊 竟然会有人这么能打 原来以一抵摆 不是夸张的描述手法 是特马的写实啊 看这样子 拳王来了 也得被灵动按在地上吧 众人的眼睛紧紧盯在灵动身上 不停地随着他的位置转动 大约一个小时后 众人都累得气喘吁吁 刘伟再次被灵动按在地上后 大声喊道 我们认输 灵动 你赢了 灵动这才松手 将刘伟拉起来 王之上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反应一会儿 依旧是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灵动这么能打的吗 一定是大家都觉得是在切磋 没有下狠手 所以才让灵动赢了 一定是这样 王之上在找个理由 劝说自己接受这个结果 其实 如果不是在切磋 灵动早就赢了 毕竟他精通各种拳法 以及华夏武术 最重要的是 拥有上千场的格斗经验 这让他的出手快很准 而且都是直击命门的招数 在战场上的战斗力 根本不是只在军校训练过的学员能比的 大队长惊讶的鼓掌 紧接着其他人的掌声跟着响起 灵动是他军旅生涯中 遇到最能打的一个 他现在所展现出来的水平 就是冰王天花板 灵动 你果真做到了 今后有军区的比武大赛 或者什么竞赛之类的 我直接给你内定一个名额 你不拿几个奖杯 都对不起你的水平 他一边说 一边走向灵动 嘴里滔滔不绝地夸着灵动 王之上跟在他身后 想要夸灵动几句都插不上嘴 灵动笑了笑 谦虚地说道 我这也是今天运气好 外加战友们 也都是点到为止的切磋 所以侥幸您了 众多学员听到这话 一致反对灵动的观点 大队长 你别听灵动凡尔赛 我们刚才用权力了 灵动 你这谦虚的有点过分了呀 王打虎佩服地说 俺这兄弟是真的能打呀 从今天过后 俺三班不得在整个区队横着走 俺再也不允许 以后有人在俺三班面前大声说话 刘逸肯定地点头 对 没错 咱们副班能打 灵动更能打 以后谁再敢吼咱们 咱们一定上去干他 他话音才落下 王志上便冲众人大吼了一声 一中队 全体都有 集合 众人立马整齐有序的组织队列 刚才放大话的刘逸和王打虎 完全忘记自己说过什么 现在王志上喊好他们 他们屁也不敢放一个 大队长站在队伍面前 脸上带着笑容 刚才因为被血埋所呈现出的阴霾 一扫而光 能有灵动这样的好学员 哪怕再让他被买几次 他也愿意 大队长用柔和的语气讲话 学员们 刚才我有承诺给你们 谁赢了 谁有奖励 你们输了 灵动赢了 所以我就兑现承诺 给灵动的奖励 众人听到这话 脸上依旧是佩服的神情 灵动赢得他们心服口服 大队长继续说道 之前说给你们每个人扣分处分 以及一百天的思想学习就取消了 不过抗寒冷训练得给我坚持下来 众人 不是给灵动兑现奖励吗 难道他要求的奖励是这个 大家现在都感激的看向灵动 内心对灵动更加佩服 他实力强悍 还处处照顾战友 太得人心了 这让大家都顺带着 高看三班其他人一眼 灵动竟然替咱们要奖励 早知道灵动赢了是这奖励 我刚才就该手下留情的 你快拉倒吧 应该是灵动手下留情吧 你什么时候都是被虐的那个 王打虎开心的笑着 冲别人眉飞色舞的说 灵动好吧 俺看人是不会看错的 要不是看他人好 俺也不会天天跟他混在一起 刘一开始拆台 快拉倒吧 是你天天跟着灵动沾光才对 一般班长听到这话 侧目看向灵动 心中不由的开始高看灵动 灵动很会做人 他又想到 是因为自己班的人主动挑衅三班 才让全中队的人跟着一起受罚 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这样和灵动一比 他们一般整体都是那么的令人不喜 大队长视察结束后 又拉着灵动嘱咐了一些其他事项 例如之后军区比赛 或者军校和部队的联合演习之类的问题 他离开后 中队的人开始吃午饭 现在太阳已经挂在半空 开始准备落山了 众人午饭没吃 又进行了抗寒冷训练 体能早就跟不上了 王之上命令就地野炊 用不锈钢盆成雪 加热溶解 再用他来煮沸泡面和煮鸡蛋 大家盘腿坐在雪地上 吃着热水腾腾的泡面 异常的香的 平常不愿吃 嫌弃没营养的泡面 现在看来却是美味真羞 抗寒冷训练又进行了两天 这才结束 第129章 做人不能输 多年后 他们回忆起这个冬天 依旧记得那场雪很大 他们很刺激地埋了大队长 虽然大雪很冷 但内心却很暖 还有一个特别能打的灵动 惊呆了众人 抗寒冷训练结束的第二日 早餐结束后 灵动他们班的几个人 拿着餐盘去洗 一班班长带着一班的人过来 直接夺走灵动手中的餐盘 今后一个礼拜 你们三班的餐盘 我们洗了 这次雪埋大队长 是我们挑事在先 确实是我们不对 灵动 这次你为大家赢得了 减免惩罚的机会 我们一班的人也做不了什么 所以我们想替咱们 中队的人感谢你 今后一个礼拜 你们班的餐盘 我们都洗了 灵动听到这话 挣了片刻 然后开口道 谢了 一班长 王打虎听到这话 很是开心 直接把餐盘塞到了吴熊手中 吴老八 俺谢谢你啊 好好洗 俺特别看好你 你肯定是洗得最干净的那个 吴熊咬牙切齿的低声说 不要叫我吴老八 王打虎喂了一声 开口道 你看你这人 俺就是联名 带姓叫习惯了 以后俺不喊你姓 直接喊你老八 这回总想了吧 吴熊 你 王打虎 你什么你啊 你这人身在 福中不知福 一个中队一百来号人 想排在第八名的人多了去了 你这人还不知足 三班的人陆续离开 一班的人拿着他们的餐盘 去水池那里洗 一班班长一边洗 一边教育他们班的人 你们是不是很不服气 不明白 为什么非要让你们洗三班的餐盘 咱们确实挑事在先 而且三班的灵动 确实做得够意思 咱们竞技场上可以输 可这做人不能输 做人不能输 在今后的训练中 一班长有多次提起 这句话也深深影响了吴熊 在一班的耳提面命下 他身上那骨子 看不起人的傲镜 收敛了很多 令吴熊万万没想到的时候 这个教他做人不能输的班长 在几年后却食言了 今天上午的训练 是格斗训练 王志尚专门把灵动 还有刘伟喊出来 给大家做经验分享 刘伟说了几个动作要点后 轮到灵动上场了 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灵动 灵动的实力 众人有目共睹 都想从这位大师级人物口中 学到什么特殊秘诀 灵动站在众人面前 思考着系统给的技能知识 都是适合有一定实力的人 不适合菜鸟 他想了片刻 想到了极点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这虽然是句听起来很玄学的话 可却非常实用 在真正的打斗中 只要你反应够快 力量够足 所有的技巧都不值一提 所以 训练格斗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体能和核心肌肉 爆发力的训练 王打虎站出来问道 力量可以训练 可按天生反应 迟钝怎么办 灵动 那就加倍地提高注意力 只要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 对方的动作你就会感觉到变慢 这个慢不是对方真的变慢了 而是和相对论一个原理 他 众人认真地听着 其中最属刘伟听的认真 他是比较懂得那个 所以更能明白 灵动给他分享的经验有多宝贵 分享完经验后 王之上命令众人两两组队 进行实战训练 刘伟主动和灵动一起训练 灵动毫不保留地 给刘伟分享自己知道的东西 帮他指正动作 休息的间隙 刘伟调侃地说 灵动都说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你怎么就不对我防备这点 还是说 教我的东西都留了一手 灵动听到这话 轻声笑了一声 反问 就算我毫无保留地 都教会你了 你觉得你能打得过我 刘伟一想 认可地说 还真是这个脸 灵动的话听起来很狂妄 可这是事实 他对刘伟来说 是碾压的存在 王达虎和刘毅他们 在大声谈论着 期末考试的事情 以及考试完的计划 刘毅 咱们学校真是心烦 考试结束后 还得继续训练一个礼拜 等成绩出来后 才能离校 这破地方 我是一天也不想多待了 还是家里的大床叔父啊 王达虎也兴奋地说着 韩家俺回家 又要忙活了 有大喜事 俺家那几头母猪 生下了好多猪崽子 俺得回家 帮忙照顾小猪崽 刘伟听到了 随口问了灵动一句 你考试完了 有什么打算 灵动直接回答 参加种子俱乐部考核 加入不加入俱乐部的无所谓 主要我想去考核场上 试试伸手 傅班 你去不去 刘伟眼神黯淡了一下 然后低声说 我就不去了 不想去 他真正的理由 灵动有听他暗示过 于是多嘴了几句 傅班 天下父母心 为人父母的 都是为了孩子好 可那种好 是孩子想要的吗 强加在孩子身上的这种好 不是好 是枷锁 这也是咱们华夏父母的通病 总是想要安排孩子的一切 人生在世 你先是你自己 你才是父母的儿子 妻子的老公 孩子的父亲 自己都得过得压抑 他们怎么能快乐得起来呢 灵动前世三十余载的光阴 外加重活一世 所以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透彻 在他心目中 对于别人的安排 别人对他人生的指手画脚 他只会去说一句 去你马的 我要我觉得 不要你觉得 刘伟笑笑 并没有回答 他看似没有把这话听进去 其实内心动摇了 灵动说的对 他先是他自己 才是他父母的儿子 接下来的两周 大家除了训练之外 便是紧张的备考 期末考试如期举行 从考场出来后 众人恨不得把课本给撕毁 再也不想看书了 在大家计划着 如何过寒假的时候 灵动已经穿好做训服 打申请报告 从武器库中 领取了自己的枪支 准备去参加 种子俱乐部的考核 第130章 种子俱乐部考核 种子俱乐部考核这一天 灵动穿着作战服 背着自己的枪 来到了俱乐部 提前通知的考核场地 他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提前到了 突然 大家都向灵动看了过去 而灵动则是直接转身 看向身后 他知道众人看的不是他 是他身后过来的那个人 现在他比常人的听力灵敏许多 有听到身后细微的脚步声 那人正是刘伟 灵动猜到他会来 笑着打招呼 怎么这么晚才来 刘伟过去 笑着给了灵动胸口一拳 只要没迟到 就不算晚 他们两个一起向人群走去 大家立马围了过来 众人现在的关注点 都在刘伟身上 他可是学校最能打的人 这里的人都认识他 至于灵动 他们只是听说过名字 但并不认识 或者听说过事迹 名字没有记下来 刘伟 真是稀奇了 你不是拒绝了 种子俱乐部的邀请吗 怎么好好的过来参加考核了 你这邀请函 应该一年级的时候 给你发的吧 现在还能来 刘伟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 甚至有人开起了玩笑 老实说 你是不是相中 种子俱乐部的 哪位女学员了 所以这才过来 刘伟调侃道 去去去 越说越没边了 灵动 咱们去那边 别搭理这几个老东西 众人听到灵动的名字 疑惑的大眼瞪小眼 拦住准备 抬脚离开的刘伟 问道 刘伟 这个灵动 是那个灵动吗 刘伟知道他们的意思 不过依旧打趣地反问 你说的是哪个 就是打败你 挑战整个中队的那个灵动啊 刘伟郑重地点头 刷 刚才还会在刘伟身边的众人 瞬间往灵动那里靠 灵动这一下 变成了人群中的焦点 他腼腆一笑 谦虚地开口道 大家都过誉了 这话传着传着就变位了 我可没那么厉害 能一个人挑战整个中队 都是假的 那个 可以给我嚷嚷路吗 我想过去 灵动依旧保持一贯的谦虚模样 一般人都是巴不得 在别人面前吹牛 灵动则是尽量保持低调 别人的夸赞 他并不在乎 反而有些厌烦 事情明明都摆在眼前了 还要不停地被追问 这是真的吗 你怎么做到的 如果众人和灵动一样的遭遇 大概率都会有这种感觉 很快 参加考核的四十名学员到齐了 秦浩文和赵丽丽 穿着训练服走过来 看到灵动和刘伟后 二人的眼神 在他们两个身上停留了一回 两个人都拒绝了 种子俱乐部的邀请 怎么现在来参加考核了 尤其是灵动 他拒绝直邀 结果跑来这里参加考核 一般人做不出这么离谱的事 秦浩文清了清嗓子 缓缓开口讲话 虽然还是个学生 但是校领导的架子 却学了个十足 欢迎各位来参加 种子俱乐部的考核 我们今天考核的项目 一共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射击 人质营救 一千障碍 格斗 其中 人质营救环节考察项目众多 包括了射击 格斗 秦浩文介绍完了考核规则 看向了灵动和刘伟 走向他们二人没想到 今天咱们还迎来了特殊的学员 我想问问你们两个 不是拒绝种子俱乐部的邀请了吗 怎么还来参加考核 把这里当宾馆了吗 想来就来吗 想走就走 刘伟打报告 上前一步 开口道 报告 我收到的邀请函上 并没有规定日期 直邀邀请函 上边并没有特意写明 不可以参加考核 而且 种子俱乐部是召集学校人才的地方 如果将优秀学员拒之门外的话 种子俱乐部岂不是像个笑话 最优秀的学员不在里边 他就失去了 召集学校最优秀学员的本质 这话对的秦浩文哑口无言 灵动说的确实在里 如果他这种全校数一数二的人 不在种子俱乐部 而在其他俱乐部 那种子俱乐部的位置就有些尴尬 秦浩文一开始 也没有想拒绝他们 只是想给他们两个难堪 毕竟谁被拒绝都会不开心 谁知碰了一鼻子灰 秦浩文没有继续说话 直接转身离开 赵莉莉站出来 开始安排考核 第一个考核项目是射击 分为静态射击和动态射击 静态射击又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步枪射击 训练用的废弃高楼上 会时不时在不同位置出现靶子 每人三发子弹 根据环术来评分 第二部分是用手枪打钉子 距离在一百米 四十人分组上场 大家的表现都非常好 虽然没有满环 但也绝对到了精彩的地步 毕竟能来这里参加考核的 都是佼佼者 怎么可能有人表现差 刘伟结束后 轮到灵动上场了 灵动干脆帅气的挑枪 做好瞄准的准备 随着哨声响起 大楼内负责人员 开始往外移动靶子 碰 碰 碰 两秒钟的时间 灵动连射三枪 并且成功命中目标 现场立马响起掌声 灵动是表现最好的那个 刚才大家的准头虽然可以 可是每一枪的间隔时间却不短 众人听到灵动连射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灵动射中了目标 一定以为灵动是在胡乱射击 灵动的枪法果然好 怪不得能在心讯中脱颖而出 这枪感就是好 它都没有怎么瞄准 这环数估计不理想 会对它成绩有影响 灵动这回真是糊涂了 很快 负责人员便将灵动的环数抱上来了 灵动 共三十环 众人 灵动没有怎么瞄准 就拿到了满环 开什么国际大玩笑 刘伟冲他身边震惊的学员 笑道 别太惊讶 等会你们习惯就好了 这对于灵动来说是机操 小意思啊 刘伟 灵动这表现 你也好意思说小意思 第131章 射击考核加试 今天我也算是见识到了 咱们学校风云人物的真正实力了 灵动这枪法确实吼 他说的没错 如果他不在种子俱乐部 种子俱乐部的位置就有点尴尬了 接下来 众人在原来的场地上进行手枪射击 这次变成了十人一组 他们面前一百米处 横放着一根长木棍 上边钉着十根钉子 那些钉子都是浅浅地钉在木头上 学员的任务就是击中这些钉子 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这个考核难度非常大 一百米外的钉子 在没有仪器辅助的情况下 能看清楚的人都少之右手 更何况用手枪击中了 学员们这只能在 刚才负责人员定钉子的位置 估摸个大概了 第一组上场的人 有两个没有击中钉子 有四个将钉子从木头上打了下来 还有四个击中钉子 同时也因子弹的强劲力量 将木头打穿了 第二组上场的情况 和这个差不多 灵动是在第三组上场 很快他们的射击完毕 负责人员开始统计结果 当他们看到灵动的钉子后 震惊地扭头去看 击中这颗钉子的主人 因为钉子镶嵌到了木头里 这可比击中钉子难度大得多 他需要子弹不多不少的 刚好击中钉子的下边缘 将钉子镶嵌进木头中 如果差一分一吼 就有可能打不中 或者和其他人一样 打穿木头 钉子也随之飞出去 难不成 这是巧合 负责人员把灵动的情况 大声喊出来 五号把位选手 钉子镶嵌在木棍中 这一结果出来 众人纷纷扭头看向灵动 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 他们都是懂行的人 所以知道 想要达到灵动的成绩 有多难 这下又是一阵赞叹和震惊 第四组上场的人 有一个新训中听说过的人 袁浩 哥哥是射击运动员 他在国外训练过射 新训的时候拿过满环 他听到灵动的成绩 很是震惊 待他上场后 又是满脸的自信 仿佛他能赢过灵动一般 碰 碰 碰 几声枪响后 负责人员宣布结果 其中袁浩的结果 同样令人震惊 一号把位选手 钉子嵌入木棍中 众人再次震惊 只不过有灵动这个记录在前 大家没有上次反应剧烈 袁浩不会是学过的人 这枪法就是好 灵动和袁浩两个人 枪法是真的过瘾 就在众人赞叹的时候 赵莉莉站了出来 种子俱乐部的考核要求 所有项目必须分出一个高低 不允许并列名次的存在 所以 咱们得加试一场 众人听到这话 立马来了镜头 灵动和袁浩两个 神枪手争霸 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灵动和袁浩对视一眼 袁浩主动提出 让灵动提吧 我都行 他这行为看似很大度 其实是在侧面炫耀自己的实力 他都行 不就是不惧怕灵动 自己准赢的意思吗 灵动也没有推脱 不想浪费时间 看着远处山林的树木 咱们要不比射击树枝吧 就那个最高最突出的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挨挨白雪 赵莉莉直接拒绝 不行 这距离大概1500米 甚至还要多 你们的步枪有效射成800米 根本射不中 这是浪费时间 众多学员心中的想法 和赵莉莉一样 觉得灵动说的太扯了 灵动微微一笑 开口道 不试试 怎么知道不行 袁浩 你接受这个加势吗 袁浩回道 接受 咱们就按照这个来 这次回答的声音 比他刚才的声音低了一些 他心里没底了 因为他也觉得自己做不到 而且他也觉得 灵动也做不到 步枪有效射成800米 射击1500米外的东西 就算它们能瞄准 那也会因为子弹 受到空气阻力而有偏颇 科学家一次又一次的研究 校准出来的有效射程 可不是说着玩的 灵动第一个上场 他安装好子弹后 利罗的挑枪 右眼瞄准目标 左眼自动出现了目标物的所有信息 帮助灵动锁定目标 碰 随着一声枪响传来 众人看到远处的树枝 真的硬生折断 而后掉落 众人 赵莉莉看看远处的树梢 又扭头惊奇的看看灵动 灵动还真的做到了 这也能行 一向面瘫的他 脸上都出现了震惊的表情 更何况别人呢 大家现在都傻眼了 已经习惯灵动惊奇表现的刘伟 也傻眼了 他知道灵动枪法厉害 但万万没想到这么厉害 这货竟然直接突破了步枪有效射程 真就和开挂了一样 我去 这是人能做到的 灵动这下真让我知道了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这也太帅了吧 我现在都开始崇拜灵动了 我要是女的 非得嫁给灵动不可 灵动听到这话 心道 幸好你不是女的 元昊明显慌了 轮到他上场了 他挑枪进行瞄准 还没有瞄准 便将枪放下了 看着赵莉莉开口道 我需要有人帮我拖枪 赵莉莉点头 给了工作人员一个眼神示意 立马有人上前 带好耳塞 背对着元昊单膝跪地 给他拖枪 元昊再次进行瞄准 这回他瞄了半天 始终没有扣动扳机 以示鼓励接下来 是使用手枪的动态射击 这回的动态射击 并不是简单的把位移动 他们人也会跟着移动 场地在学校的人工湖 学员乘坐着小船 在湖面无规则的移动 把位固定在一个木板上 木板下是固定的救生圈 他在湖水中 因为风力和湖面涟漪的影响 在无规则的缓慢移动 这射击难度 可不是普通的移动把位能比的 学员一个接着一个上场 其他人为了保证安全 全部在百米外的高楼上观战 场地也提前进行了人员疏散 避免误伤 第132章 人质营救 学员们的成绩非常不错 大家实力都很强劲 轮到灵动上场了 他才走下大楼 众人便紧张地期待起来 不知道这次 灵动又会有怎样的惊人表现 灵动站在小船上 突然刮来一阵大风 把位在水面上荡漾的厉害 按照众人一贯的思路 灵动应该等风停下 再进行射击 这样对结果更有保证 碰 灵动这就结束了 他不应该寻找有利时机吗 当听到灵动的结果是满环后 众人这才察觉自己是小丑 既然灵动敢这样做 那就肯定是有把握 他们这种菜鸟 担心灵动真是多此一举 射击考核 灵动拿到了最高分 参加考核的学员 因为有灵动这个逆天的人在 之前轻松的模样消失不见 一个个都更加严肃地对待考核 就这好比 你们小组出现了一个满分 自己下意识地 会对自己高要求一样 第二个项目是人质营救 众人来到废弃的大楼前 赵丽丽解说着这一项目的具体规则 这一次 你们每人会分发足量的空弹壳 以便应对楼内的众多歹徒 你们的任务是 通过各种方法营救人质 楼内安装有多个监控 我们会时时刻刻观察你们的营救 根据不同的表现 进行相应评分 现在你们可以开始了 赵丽丽安排完 便退向一边 互相认识的学员 在组队商量着如何应对 不认识的人则是一个人 一边安装空弹壳 一边观察着大楼的周围环境 灵动在用阴眼系统 扫描着大楼内的情况 他的阴眼技能 早就由初级兑换成了高级 可以识别到大楼内的生命体 并且给出详细信息 当他观察到大楼内 安排了有65个人后 无奈地笑了出来 种子俱乐部的人也太黑了吧 这那里是营救人质 简直就是找理由虐 他们这些参加考核的人 他们占据有利地形 提前安排好了陷阱 就等着参加考核的人进去呢 刘伟是学校内出了名的能打 几个认识他的人 都想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 他都一一拒绝了 我就不和你们组队了 灵动是我们班的 我这个副班长 怎么能丢下他呢 你们组队吧 我和灵动一起 众人被拒绝没有退去 反而更加积极地拉着刘伟 想让他说情 把灵动拉至他们的队伍 刘伟 多一个人多一分力 你把灵动拉过来 咱们五个一起组队 刘伟 你这是有更好的人组队 不想要我们这些脱油瓶了呀 你把灵动拉过来 我们给你打掩护 刘伟笑着摇头 还是自己安排自己的吧 他了解灵动 知道灵动不会和这些人组队 所以直接拒绝 他来到灵动身边 和灵动一起看着大楼 问道 你现在有什么计划了吗 灵动缓缓开口道 等会他们从正门往里攻的时候 咱们从大楼的侧面偷偷上去 这次没有安全辅助 危险系数很高 你要一起吗 刘伟 你说的这不是屁话吗 我不和你一起 难道和他们菜鸟在一起 参加考核的学员 有一部分从正门出去 才进去便被逼着退出来 里边的枪声不断 砖头杂物也不断地被抛出来 有人想从楼层外部 顺着窗户往上爬 结果被人一枪干掉 身上被击中的地方 开始冒出蓝烟 这一声枪响 吓得众多学员 立马贴近墙壁站好 或者躲在窗檐下边 避免被瞄准 众人一时陷入了困境 灵动和刘伟二人 趁乱偷偷来到了大楼侧面 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两个 大楼的侧面 每一层都有窗户 只不过这些窗户比较小 而且两个窗户之间距离大 很难徒手攀爬上去 攀爬过程非常危险 越危险的地方 就是越安全的地方 所以绑匪没有在这里防守 这是刚才灵动观察楼内防备情况 找到的最好的突破口 灵动扎起马步 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示意刘伟踩上去 刘伟看到后 立马踩着灵动的腿 借力踩在了他的肩膀上 而后灵动慢慢起身 将刘伟送至第一个窗户前 刘伟成功爬进了窗户 将一条腿放下 让灵动借力爬上去 灵动轻轻一跃 抓着刘伟的脚 脚踩踢在墙上 借力翻至窗户上 而后 他们凭借相同的方法 一层又一层的攀爬 直接来到顶楼 在帐篷里观察的秦浩文 突然看到顶楼的监控里 出现了灵动和刘伟 很是疑惑 这两个人 怎么突然出现的 难不成是飞上来的 给我调出刚才 出顶楼外 所有窗户的监控画面 这下 他才知道了 灵动和刘伟 是怎么上去的 好啊 他们两个这一招挺 让人出其不意的 虽然说这个灵动 不止一次不给我面子 可不得不说 他有资本这样做 在军校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 遇到这么待劲的学员 监控画面中显示 灵动和刘伟上了顶层后 紧贴着墙壁前进 他们二人来到一间房间时 房门大开着 里边有蒙面的人 拿着枪在守卫 灵动率先冲进去 直接提枪干掉那人 刘伟也连忙跟了上去 被干掉的蒙面人 猛逼地看着来人 他疑惑地问 你们两个怎么上来的 灵动回道 死人是不能说话的 他说着 便去蒙面人身上搜寻武器 弹夹 手雷通通拿掉 这里有枪声 将其他蒙面人吸引了过来 纷纷从楼下赶来 这一次 灵动和刘伟 占据了有利地形 他们凭借着手雷 以及出其不意地冲出去扫射 干掉了一波又一波冲上来的人 这个时候 楼下的学员也冲进了大楼 一时枪声四起 灵动和刘伟这边的攻势 也不再猛烈 灵动解决掉了这里的人后 开始和刘伟一层有一层地搜索人质 从顶楼来到四楼的时候 他们在一个房间发现了人质 灵动在门口用阴眼系统观察了两秒钟 便直接踹门 一通乱扫 在房内蒙面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结束战斗 如果别人这样做 人质也会跟着遭殃 可灵动不同 他在门外早就通过阴眼技能 确定了人质的位置 所以判断不可能出错 这个时候 人质配合着演戏 立马大声喊着 救我 救我 第133章 人质叛变 灵动举着枪 警惕地看着人质 并没有什么举动 因为刚才进来的一瞬间 他有察觉到 人质被反绑在背后的手并不安分 他在腰间摸了一下 在掩饰着什么 刘伟看到灵动没反应 他主动上前去给人质松绑 他还没有过去 便听到了一声枪响 人质身上的重弹点 开始冒蓝色的烟雾 刘伟震惊地回头看向灵动 你这是做什么 你杀了人质 咱们解救不就失败了 灵动没有回答 而是坚定地看着人质 你自己说吧 人质震惊地盯着灵动看 满脸的不可置信 反问道 同学 你是来拯救我的 你好好杀我做什么 我是你们的拯救对象啊 灵动无奈地笑了一声 这个时候了还在演戏 他走过去 直接撩起人质的衣服 腰间别着一把手枪 这就是你说的没问题 兄弟 入戏够深的呀 人都死了 还不承认自己是歹徒那伙的 人质演员这一下才不演戏 无奈地说 我刚才就不该去动衣服的 灵动 你演技不精湛 当才心虚了 下次记住别这样了 刘伟看到这一幕 愣了片刻 这才反应过来 惊奇地大喊 原来你是假的 好家伙 种子俱乐部的人够阴的呀 竟然这样搞 灵动 多亏了你 不然咱们两个 就被这个人干掉了 灵动没有继续在这件事上耽误时间 开始在歼灭的歹徒身上 搜寻可以用到的手雷 以及催泪弹 并且提醒 还没有缓过进来的刘伟 别废话 咱们还没有完成任务 刘伟 对 咱们还没有完成任务 他立马跑去关上房门 在门口警戒 以防歹徒冲进来 他们二人收拾好东西后 又继续往下楼走 去三层搜寻 这个时候 其他参加考核的学员 也来到了三楼 两伙人一开始遇到 第一反应就是躲 互相以为对方是歹徒 灵动先是丢出一枚烟雾弹 而后猛地冲出来 准备扫射 开了两枪后 他立马反应过来 对面是友军 这才停止射击 对面的这一下 也看清楚了灵动 惊奇地大声喊了出来 灵动 你怎么从上面下来了 你什么时候上去的 由于时间紧迫 灵动没有回答他们 直接开口问 你们在下边有没有找到人质 没有 灵动得到这个回答 思考了两秒钟 立马大声喊道 大家和我来 去一楼找地下室 楼上没有人质 楼下也没有人质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人质在地下室 灵动来到一层 带领着所有人 在楼道内搜索 他走在楼道内 用阴眼技能 扫描一周围房间里的情况 搜寻着生命体 其他人则是几人一组 挨着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查找 秦浩文看着监控画面 疑惑地说 这个灵动 怎么直接猜到 人质在地下室 难道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他说着 看向了赵丽丽 赵丽丽肯定地回答 不可能走漏风声 刚才考核前 我临时换了人质位置 找到人质的位置 只是第一地步 等会还有大的在等着他们 灵动用阴眼技能搜寻着 在一处小房间内 勘察到了微弱的生命信号 这里地下室的布置是真不错 如果不是离得太近 阴眼技能根本发现不了 可以堪比隐蔽的防空洞了 他大喊一声 人质在这个房间 所有人过来 参加考核的学员 听到这话 像是听到了上级命令一般 立马跑过去 没有一句疑问 全程配合着灵动行动 灵动一脚踹开房门 来到了靠窗户的一处地砖处 用脚踢开地砖上的尘土 一个比较大的地砖缝隙 呈现在眼前 灵动费力地将地砖撬起来 其他人看到后 连忙过去帮忙 众人一起合力将地砖撬开 看到地砖背面的黑色特殊隔离层 忍不住惊叹 我靠 这什么材料 这么高科技 种子俱乐部玩这么大 好家伙 真正的战场上都没有这么刺激 大家惊叹的同时 有两三个人跃跃欲试 迫不及待地想要下去灵动拦住了他们 这底下什么情况都还不知道 稀里糊涂的下去就是送死 你们退后 做好警戒 剩下的交给我 刚才将地砖撬起来 灵动便第一时间用鹰眼技能 查看过下面的情况 里边有不下二十个人 而且都还提前有准备 灵动他们直接下去 就是找虐 种子俱乐部这一招太损了 不过他们遇到了灵动 现在只能自认倒霉 灵动拿出刚才从歹徒身上搅和的催泪弹 拔掉保险 将其丢进地下室 地下室立马传来了国催声 紧接着冒烟的催泪弹被丢了上来 灵动直接一脚踢了下去 在外围警戒的学员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止不住的咳嗽 连忙吐口水抹眼鼻 以此来减轻症状 十多秒过后 地下室的歹徒争先恐后地爬上来 灵动一枪一个解决掉 人质也连滚带爬地从地下室爬上来 人质营救任务正式结束 在监控帐篷内 看到这一画面的所有人 忍不住惊叹 还能这样搞 这个人是怎么想出丢催泪弹的 合着 咱们准备的大礼 一个没用上 我第一次见参加考核的人 竟然能把咱们搞得这么狼狈 这个学员是谁 秦浩文看到这一幕是又奇又孝 灵动搞这么一出 他都不知道是该骂还是该夸 灵动确实优秀 骂不得 可是灵动这样搞种子俱乐部的人 他怎么能去夸呢 只好笑着摇头 无奈地感慨 这小子 赵莉莉看着大屏幕 双眼猛逼 这就结束了 灵动这一招 直接把他给干猛了 由于催泪弹威力过大 参加考核的学员 从大楼里出来的时候 还在咳嗽 饰演歹徒的人 一个个替泪横流 更加狼狈不堪 饰演人质的演员猛烈地咳嗽 感觉肺都要咳出来了 他拉着灵动 咳嗽的间隙 断断续续地说 同学 第134章 一千里障碍 咳 咳 咳 你们任务是整 拯救人质 不是干 干掉人质 你这一招时 暂时太 太 灵动微微一笑 反问道 你就说 我有没有把你救出来 有没有完成任务吧 人质演员 秦浩文和赵莉莉这个时候 从大楼旁边的帐篷里走出来 赵莉莉吹了一声口哨 大喊 集合 参加考核的学员 立马站列队集合 队伍里时不时传来一声咳嗽声 演员们也连盲站队列 只不过 他们的一态要插上许多 咳嗽声不停 脸长得通红 赵莉莉看着他们 安排道 你们下去休息 而后看向参加考核的学员队伍 开始讲话 刚才大家的表现非常优秀 没有进入大楼 变阵亡的学员 直接淘汰 现在你们可以先行离开了 他说完这句话 队伍里有几个人离开 剩下的人 开始第三项考核 一千米障碍 着重考核体能 以及爆发力 考核场地会有校医时刻守备 还准备了葡萄糖 现在全体都有 跟我来 学员们跟在赵莉莉身后 前去场地 有一部分人面露紧张之色 平时大家都训练的是四百米障碍 这次考核直接是一千米 只想一想 心里都觉得难受 有句话是 宁愿五公里 不愿四百米障碍 四百米障碍 全程共有八组障碍 十六个障碍物 通过顺序是 一百米跑 转弯 跨越三步庄 通过独木桥 攀越高墙 匍匐通过低庄网 转弯返回 跨越低庄网 攀越高墙 绕行桥柱 旋锤通过水平梯 通过跳台高板 钻越洞孔 跳下攀上壕沟 跨越五步庄 一百米跑 着重考核学员的奔跑 跳跃 攀越 支撑平衡和钻爬等等 对学员的爆发力 耐力 灵敏度 要求极高 短短的四百米障碍跑下来 通常会让学员虚脱 更何况 现在是一千米障碍 可想而知 这有多难 而且还有校医守备 更加从侧面说明 这个考核项目难度高 危险系数大 来到考核场地 赵莉莉开始讲解具体安排 你们面前的场地 是四百米障碍跑 咱们要求的是一千米 所以在最后的一百米跑这里 变成了两百米跑 要求你们跑两趟 众多学员听到这话 下意识地倒吸一口粮 他们仿佛已经感受到了 跑下来虚脱的要死的感觉 赵莉莉继续说道 一千米障碍跑 这可不是小科目 如果有谁觉得自己成绩不太好 进入俱乐部的概率比较小 可以提前退出 不用在这个项目白费力气 这不是临阵脱逃 这只是选择不同 不是只有上站 冲在最前线的才是战士 才是英雄 其他兵种同样很伟大 他说完这话 有两位学员打报告离开 接下来考核正式开始 这里的障碍跑道有三组 所以每次上三个人 包括赵莉莉在内的 三位种子俱乐部人员 负责计时 第一组的三人上场后 其他学员在旁边紧张地观望着 最快的那个是4分25秒中通过 全军400米障碍的记录是1分26秒 跑进1分50秒 就算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他一千米跑4分25秒 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成绩 不过 这位学员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跑到终点 直接面色苍白地跪在地上 刚才他冲得太猛了 体力透支得太厉害 大脑攻血不足 所以导致这种状况 校医立马过去查看 给他送服葡萄糖 好家伙4分25秒 这兄弟真猛 这样跑肺都要炸了 忽然感觉压力好大啊 刘伟和众人一起 为这位学员鼓掌叫好 他余光瞟到林栋只是在鼓掌 没有赞叹 下意识地笑了出来 心道 这货无论在那里 都是这副处世不惊的模样 他随口问道 林栋 这位学员表现这么好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你必须给大家露一手 让他们看看 打败我的男人 真正实力是什么样的 林栋回应道 我尽力 刘伟 你说这话 我可就不爱听了 你体能好 爆发力强 我可是在挨打的时候 亲身体会到的 必须好好发挥 拿个第一个回来 刘伟这话 引起了他周围学员的关注 纷纷围了过来 刘伟听你这话 你们班的林栋 在这个项目又要拿第一 第135章 林栋逆天的速度 面对众人好奇的眼神 林栋谦虚地回答道 是我们副班在给我鼓劲加油 怕我紧张 我只不过是一个 一年级的心血员而已 水平也就那个样 众人听了林栋 这谦虚的话 更加期待林栋的表现 直说 林栋 你这人真是谦虚 前两个项目 我们可是有见识到你的水平 你这样说 让我们这下更觉得 你会拿第一了 你水平如果是也就那个样 那我们 岂不是没眼看了 说校间 便轮到林栋上场了 刘伟和他是一组 众人立马给刘伟鼓掌呐喊 刘伟 这回打破个记录 给他们看看 刘伟 这次跑不上第一 你小子可得请大家喝饮料啊 刘伟是学校公认的能打 格斗水平极高 从侧面说明 他的爆发力强 而且反应敏捷 在跑障碍这一项目上 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众人非常期待 刘伟的表现 林栋则被相对的忽视掉了 虽然他前两项表现优异 可并不代表各个项目都好 众人对他的期待 并没有多少 在项目开始前 林栋来到赵丽丽面前 敬礼打报告 报告 赵丽丽 说 林栋 在跨越沟豪的时候 必须得跳下去 双脚落地吗 跨越沟豪这个项目 简单来说 就是跳入一个两米深 四周墙壁 用水泥涂抹好的正方形沟豪 然后再徒手爬上去 在训练过程中 会要求战士跳进去 双脚落地 不能跳进去的时候 双手直接扒住 沟豪对面的墙壁 借着力道爬上岸这样做 容易使战士受伤 不过却可以节省时间 有的考核中 不允许采用这种方法 所以林栋专门过来问一下 毕竟以他现在的水平 用这种方法 根本不会受伤 赵莉莉回答 这个没有要求 林栋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 赵莉莉吹响口哨 包括他在内的裁判员 瞬间按下手中的苗表 林栋他们三个 参加考核的学员 像脱缰的野马一般 瞬间冲了出去 在最开始一百米跑的时候 他们三个咬紧牙关 拼命地冲刺 速度非常快 一百米跑 是很难拉开距离的 毕竟距离短 大家跑得都挺快 可林栋却能和刘伟 还有另外一位选手拉开距离 众人看到这一幕 没有不惊讶的 林栋速度也太快了吧 这家伙 都快要跑出残影来了 林栋是飞过去的吗 一眨眼的功夫 就到了终点 林栋一开始这么拼命地跑 一千米能坚持下来吗 众人还没有来得及议论两句 惊呼声便再次响起 因为他们看到 林栋以冲刺般的速度 过了三步桩 这伸手也太敏捷了吧 紧接着 林栋冲到了沟豪前 轻轻一跃 跳进沟豪 双手扒在沟豪的墙壁上 而后瞬间借力 跳出沟豪 众人 林栋这货 是会轻功吗 他们这么快就从沟豪出来了 紧接着 林栋来到矮墙处 直接跳了过去 林栋又快速地通过高板跳台 爬越水平梯 两步走过独木桥 众人这下 开始肯定自己刚才的想法了 林栋是真的会轻功 林栋来到了高墙处 直接一跃而起 双手攀在墙上 快速地翻过去 脚下都没有借力 众人看到这里 惊呼声渐渐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都被惊到了 步入军校这些时日 他们还从未见过 像林栋这么逆天的人 很快 林栋完成了单程的16个项目 开始返程 和林栋一起上场的人 现在便落后了林栋三分之二 他们两个闷头拼命地往前赶 听到众人的呐喊声 忽然停了下来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却明白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他们两个人 更加拼命地往前赶路 有一个人因为太紧张 过独木桥的时候太快 尸脚摔了下来 咔嚓 一声传来 像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校医看到 连忙往过赶 只见那名学员立马爬起来 重新上了独木桥 像个没事人一样 继续完成考核 很快 林栋便在众人的注视下 冲到了终点 赵丽丽同时按下秒表 她看着秒表上显示的时间 三分十秒 她有些不敢相信 拿着秒表再次认真看去 真的是三分十秒 一千米的障碍 怎么可能有人 跑进三分十秒 这是可以打破记录的 逆天成绩 众人看到林栋来到终点 立马有人过去搀扶 担心林栋体力不支 只见林栋喘着粗气 在终点来回走动着 想要缓解一下身体的不是 这哪里是跑完障碍 应该有的模样 感觉林栋的状态 和别人跑个五公里的状态差不多 林栋现在有常人三倍的体质 外加在各种技能加成下 使得他的综合表现 早就超出了常人的认知 众人围着林栋 疑惑地看着他 有点怀疑人生 林栋刚才真的有跑一千米障碍吗 还是林栋率先开口 打破这片寂静 我没事 大家别为在我这里了 刘伟和另外一个人 快要到终点了 你们去看看他们两个吧 这个时候 赵丽丽走进人群 来到林栋身边 严肃地看着林栋 问道 你知道你的成绩有多快吗 林栋随口回道 在三分半以内吧 众人 三分半 虽然林栋跑得很快 可这也太离谱了吧 林栋未免对自己太自信了吧 紧接着 赵丽丽的话令众人大跌眼镜 你成绩是三分十秒 众人 三 三分十秒 比林栋预估的三分半还要快 这怎么可能 众人面对这状况 都被吓傻了 有人连忙说道 赵部长 我能看一下苗表吗 这人接过苗表 看到了上边的数字后 震惊地看着林栋 像是看到个怪物一样 紧接着 苗表开始在众人手中传递 大家这才被迫 接受了一个难以相信的事实 林栋这家伙 跑一千米障碍 竟然只用了三分十秒 这绝对是 可以让打破全军纪录的成绩 赵丽丽率先鼓掌 其他人也跟着佩服的鼓掌 对林栋的成绩是赞不绝口 第136章 最后的考核 林栋 怪不得刘伟敢说 你要拿第一 他实在是太了解你了 我本以为一千米障碍 跑进四分多 小五分钟就算是逆天了 看来是我见识太短浅了 这场考核没有白来 真是开眼界了 在众人围着林栋夸赞的时候 刘伟和另外一位选手 也到了终点 他们两个都虚拖的摊在地上 裁判员和校医搀扶着他们 给他们喝葡萄糖 虽然裁判员和校医 在照顾着两个人 可他们的心思 却在林栋那边 时不时的往那边眺望一下 这可不是他们太势利眼 不是想要往表现最好的林栋跟前凑 实在是林栋太优秀了 他们忍不住的 想要去关注 林栋感觉 另外两个应该到终点了 开口说道 另外两位学员应该到终点了 咱们去看一下他们吧 他说着 便往人群外走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跟着林栋一起去关心 另外两位学员 刘伟倒在地上 上身依靠着校医 看到林栋过来了 上气不接下的问道 林 望 你 跑了 多久 林栋缓缓回道道 三分十秒 刘伟 本来已经虚拖的他 听到这个结果 立马恢复了一些体力 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扯着沙哑的嗓子问 多久 林栋再次回答 三分十秒 刘伟痴痴的看着林栋 半天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他现在有些猛逼 林栋跑得有多快 他刚才有感觉到 可万万没想到 林栋竟然跑得这么快 不远处 另外一位和林栋一组的学员 和刘伟一样 虚拖的坐在地上 背部靠在校医身上 他听到林栋的回答 大声惊呼道 林栋 你跑多久 因为过于惊讶 下意识的想要往林栋那边靠近 他腿部才动了一下 便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 死 我的腿怎么了 疼得我牙都打颤 校医连忙去查看他的腿 片刻之后 回答 你的腿骨折了 这位学员 刚才从独木上摔下来那一下子 把腿给摔骨折了 可是正在考核 情形紧迫 他没有顾得那么多 继续爬起来跑 结束了 身体这才感觉到疼 这位学员开玩笑的自嘲 人和人的差距 比人和狗的差距还要大 我把腿都给跑断了 依旧跑不过林栋 众多学员沉浸在对林栋的惊讶中 久久不能自拔 还是赵丽丽组织接下来的考核 众人这才停下对林栋的赞叹 该上场人的上场 没有上场的人 注意力依旧在林栋身上 一个个除了对林栋刚才的表现 赞不绝口之外 便是对林栋全程跑下来 不怎么累的体质 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林栋有变态般的体能 怪不得能打得过刘伟 就是有两下子 一千米障碍考核结束 接下来该进行格斗项目了 秦浩文和赵丽丽带着众人 一起上了校车 这次考核的地点在校外 赵丽丽在搭巴车上 讲解着这次考核的规则 这次咱们格斗考核的地点 在一个武馆 等会你们三十位选手抽签 决定对手是谁 进行一轮格斗后 剩下的十五位选手 再次抽签进行第二轮格斗 第二轮格斗 你们的对手是俱乐部安排的人 众人 是 校车缓缓驶至武馆门口 老板连忙从武馆出来迎接 秦浩文下车 和老板客套了几句 便和他进去了 赵丽丽带着参加考核的人员 进入武馆 安排考核 在抽签的时候 学员都在嘴里念叨着 千万不要抽到灵动或刘伟 千万不要抽到他们两个 刘伟有多能打 大家都知道 现在又来了一个更能打的灵动 谁抽到他们两个 那就是注定被惨虐 刘伟抽签的时候 心里也有点担心 不希望抽到灵动 当他看到抽到的纸条上 写着的名字是张三 开心的嘴角 勾起 只要不是灵动 那他就是准赢 宣布结果后 学员们挨着一组一组上台 刘伟上台的时候 众人立马响起掌声 他和对手打了五六个来回 便将对方按在地上 不能动他 轮到灵动上台了 赵丽丽才喊出他的名字 众人便欢呼了起来 很是期待灵动的表现 灵动来到擂台上 他的对手伤心又无奈地笑着 灵动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遇到你 我这不是百分之两百的输吗 等会还请你手下留情 别把我打得太惨 灵动笑道 你这话说得太绝对了 我也不一定能赢 咱们都是切磋而已 点到为止 二人简单地打招呼 在哨声响起的时候 那人猛地向灵动冲过去 轻轻抱起的拳头 砸向了灵动 刚才他还在让灵动手下留情 这次便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下手又快又狠 灵动双臂挡在身前 硬生生地接下了他这一拳头 身影稳如泰山 脚下丝毫未动 那人被吓到了 刚才他使出的力道有多大 他是知道的 也知道灵动能承受得住 但万万没想到 他拼尽全力的一拳 竟然没对灵动造成丝毫的影响 就在他发呆的时候 灵动快速地出手 拉着他的手臂 来了一个过肩摔 紧接着他的大拳头 朝着那人面部砸下 在快要碰到那人鼻梁的时候 猛地停下 灵动这一拳力道非常大 速度非常快 拳风扑在对手的脸上 吓得对手瞪直了眼睛 脑子都断片了 一场战斗 三秒钟便结束了 其中有两秒钟 还是对方出拳的时间 灵动只用了一秒钟 便解决了对方 是真正的秒杀 刘伟那么能打的人 在灵动手中 都过不了几个回合 何况他这种小弱鸡 众人 还没真正开始 这就结束了 灵动这出手 也太快了吧 他们对灵动的赞叹声 此起彼伏 真正的高手过招 果然是一招致敌 怪不得都说 灵动能一个人打一个中队 按照他这实力 两个中队也不在话下 幸亏没有抽到灵动 不然我就是炮灰 灵动刚才出拳也太快了吧 猛的出拳 还能再收住力道 看来他实力深不可测啊 第137章 外国有人上场 刘伟的声音 在众人叫好声中 是最响亮的那个 好 灵望 好样的 你们都看到了吧 我刚才没瞎说 我们灵望特别能打 一招致敌 他是我们班的 我是灵望副班长 刘伟高兴地炫耀着 自己班里出现了 像灵望这样的能人 脸上实在是有光 武馆穿着 跆拳倒幅的工作人员 看到灵望出手这一幕 都惊得呆住了 还能有这样的擂台格斗 这不会是打假拳吗 擂台赛有时候 会涉及到各方利益 还有一些人情世故 所以打假拳的情况 不在少数 灵望这一招致敌的情况 属实罕见和令人惊讶 所以武馆的工作人员 有了这种想法 一个块头很大 大概30岁左右的人 否定了这种说法 不是假拳 如果是假拳的话 他们可以打得更漂亮一些 而且刚才两个人 出拳的速度都很快 这不可能是假拳 武馆的工作人 听到这个分析 一个个都惊呼了出来 秦浩文和武馆老板 在某个房间内 通过监控 观察着格斗场上的事情 与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一位块头特别大 目测体重在250斤开外 小300斤的男人 他穿着黑色跆拳道服 梳着樱花国武士发型 看身形和妆容打扮 应该是相扑选手 正是有这位重量级选手在 所以秦浩文联系武馆 将格斗场所选在了这里 这种和军校的联谊活动 武馆老板非常愿意 秦浩文看到凌王的表现后 忍不住鼓掌赞叹 怪不得凌王这小子敢对我 原来真有两下子 相扑选手用别角的滑下语说道 这人的爆发力很强 而且出拳速度很快 是个格斗高手 武馆老板惊讶地问 秦主席 你们军校生 现在都这么厉害的吗 怪不得军校生抢手 这果然有两把刷子 看来我得招聘几个 能打的退伍军人 来给我做教练了 秦浩文笑着回答 这也不一定 得看专业 不过一般都挺厉害的 上场的这位选手 尤其厉害 武馆老板兴奋地看着秦浩文 秦主席你能帮我签个线 让我和这位学员认识一下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让他来给我撑撑场子 秦浩文笑着转移话题 咱们还是继续看接下来的比赛吧 这个事情再说 军校生比较特殊 一不小心就会泄密 秦浩文是不可能答应 武馆老板请求的 很快 第一轮格斗结束 接下该上第二轮了 这一次和学员对打的是 种子俱乐部比较能打的人 所以格斗很精彩 刘伟的对手是赵莉莉 临上台前 她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是真不想打女人 凌望开玩笑地说 你别把她当成女人不就行了 刘伟摇头 这怎么可能呢 我又不瞎 凌望继续调侃实在不行 你可以把自己当女人 女人打女人 这总没有问题了吧 刘伟点头 无奈地说 好吧 我就把自己当成女人吧 上台后 刘伟看着赵莉莉 有点紧张得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说什么 索性来了一个敬礼 赵莉莉礼貌性地 回了她一个敬礼 刘伟 久仰大名 我很早就想和你打一场了 刘伟无奈地柔声说 我从来不打女人 赵莉莉 试一试不就知道 谁是女人了吗 刘伟 那等会我就多有得罪了 我的拳头比较硬 打人比较疼 赵莉莉冷哼 拳头不硬 打人不疼 那还叫拳头 她说着 看向一旁站着的种子 俱乐部工作人员 开始吧 哨声立马响起 赵莉莉也进入了作战状态 绕着刘伟走了两步后 直接冲过去 跳起来踹刘伟的腹部 刘伟被踹得连连后退 最后扶着擂台围栏才站稳 我去 你是不是个女人啊 竟然踹得这么狠 我看你是女人 我才让你一招 接下来 我可就要来狠的了 刘伟站稳后 表情严肃了起来 开始认真对待 心道 这个女人 下手又狠又辣 接下来 依旧是赵莉莉率先出拳头 刘伟和她打了几个来回 而后来了一个过肩摔 赵莉莉被摔在地上 立马翘起双腿 憋住了刘伟的脖子 硬生生地把局势掰回来 在一旁看着的众多学员 开始给刘伟加油呐喊 种子俱乐部的人听到了 也开始给赵莉莉加油鼓劲 他们两个人足足 打了四十多分钟 开始体力不支了 赵莉莉一个失误 被刘伟按在地上 双手被死死地别在身后 她趴在地上 试图踢腿反击 奈何体力不支 反抗不了 最后赵莉莉无力地承认 我输了 参加考核的学员 立马开心地大喊 刘伟赢了 也就是他们这一阵队的人赢了 刘伟从台上下来后 大家都在祝贺 凌望调侃地问道 你刚才和赵莉莉打的时候 是不是用我的方法打来着 把自己当成女人了 刘伟 去去去 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损 赵莉莉这女人 她就不是个女人 别的女人温柔似水 她倒好 下手比男的还重 真不明白 她那小体格 力气怎么那么大 又有两组选手上台后 轮到了凌望上台了 赵莉莉大声喊道 接下来上场的是 凌望和乔本侍郎 众人听到这个名字 疑惑地议论起来 乔本侍郎 怎么是个小樱花的名字 难道和凌望对打的是 小樱花来的人 不应该是种子俱乐部的人吗 如果是小樱花来的人 必须得下狠手干它 刘伟一手搭在凌望肩膀上 低声说道 凌望 如果真是樱花国来的人 你下手悠着点 只要不打死就行 让他们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大国风范 刘伟在暗示着凌望 让他下手狠一点 必须得针对对方 凌望微微一笑 回应道 我会照常来的 他内心对周围的学员有些无语 就算你们想借机收拾人 你们也别说出来啊 下手可以狠 可话地说得漂亮点吧 第138章 痛扁外国有人 凌望上了擂台 乔本侍郎这才来到大厅 脱下穿着的跆拳道服 他光着身子 只穿着多裤裆走上擂台 这是他们相扑选手特有的服装 有一种说法是 他们只穿多裤裆 全身上下不穿衣服 意味着他们光明磊落 公平公正 不搞其他阴谋 可乔本侍郎体重摆在这里 和凌望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哪里公平公正了 相扑运动员比赛时 会对体重有要求 不是同一重量级别的人 不能做对手 体重会占据很大的优势 而且力量方面也会增强许多 众人看着擂台的凌望和乔本侍郎 他们二人 一个身材属于正常人的那种剑术 一个块头极大 任谁眼看去都能评估出结果 种子俱乐部这是在搞什么 好好地找来一个相扑选手 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今年的种子俱乐部考核 怎么还有校外人员参加 真是奇怪 凌望这回很难赢了 这么大的块头 最少有215斤 别说打了 就他压着你倒下 你都撑不住 一步再分人担心 另外一部分则是在给凌望加油 凌望 加油 干他 凌望别在外国人面前丢人 刘伟也跟着一起大声喊着 凌望 给小鹰 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鹰花选手 一点颜色看看 刚才那句小鹰花差点脱口出 他费了老大的力气 这才杀住 没有说出来 私下里喊小鹰花这种侮辱性的词 是没问题 可他们现在穿着军装 当着小鹰花的面 不能这样说 得注意华夏军人的形象 凌望看着乔本侍郎 微微一笑 礼貌性的打招呼 你好 请多多指教 乔本侍郎同样非常礼貌 低下头微微鞠躬 刚才我有看你的打斗 非常精彩 接下来 还请多多指教 哨声响起 二人立马进入了战斗状态 凌望目光如炬的盯着乔本侍郎 在想着 从哪里做切入口比较容易 乔本侍郎插开腿 做出了相扑标准的准备战斗动作 啊 他大喊着 向凌望冲过去 笨重的身体 一步一步踩在擂台上 整个擂台都为之微微颤抖 众人在台下紧张地平住呼吸 期待着凌望的反击 乔本侍郎一把抱住凌望的身体 手伸到后边去抓凌望的腰带 准备抓着他的腰带 将其腾空举起 凌望被对方抱住 快速地出拳 直接一拳头打在对方的头部 乔本侍郎被打得头云眼花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紧接着凌望另外一只手 从下至上 给了对方下巴一掌 啊 这下 乔本侍郎吃痛大声喊了出来 他的头部顺着凌望手掌的力道后仰 整个身子也随之往后退 凌望借着对方往后退的力道 飞起一脚踹上去 对方庞大的身躯 直接双脚微微离地 飞了起来 而后重重跌落在护栏边 差点把护栏处的绳子给扯断 刚才的一拳外加一掌 凌望只使出了四分的力道 不敢使出全力 他真的把对方脑袋给打出问题 而后他踹的那一脚 使出了七分的力道 不过对方身上脂肪够厚 尤其是腹部的脂肪 减轻了凌望那一脚的威力 不然 对方现在五脏六腑 都要被凌望踢出问题了 众人看到这一幕 立马欢呼了起来 为凌望加油喝彩 这不仅仅是为凌望 打了对方而高兴 还有一些民族情节在里头 赵莉莉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被吓到 连忙往桥本侍郎旁边挪动了几步 尽量远离他 生怕对方庞大的身躯 从擂台上掉下来 连累到自己 秦浩文在包厢内 通过监控看到这一切 忍不住拍手叫好 好 凌望这两手干得漂亮 有军人该有的血性 无管老板 也跟着秦浩文一起鼓掌 佩服地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体格处于极大劣势 还能这么碾压对手的人 不愧是军校出来的人 凌望没有继续乘胜追击 而是给了桥本侍郎 一会缓和的时间 他怕冲过去继续打 把擂台护篮给弄坏了 只是一场简单的鄙视 他还不想太拼命 而且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 想要针对的对手 轻轻松松把对方打趴下 多没意思 桥本侍郎扶着擂台栏杆柱子 勉强站起来 转身严肃地盯着凌望 他万万没想到 凌望这么厉害 现在他比刚才紧张得多 一直坐着相扑运动员 准备战斗的姿势 只不过这次 他没有莽撞地冲过去 而是在等着凌望出手 凌望看对方没有反应 便直接冲过去 以非常快的速度 踩在对方的膝盖上借力 顺势骑在了对方脖子上 桥本侍郎万万没想到 凌望会来这一招 连忙伸手举过头顶 去攻击凌望 他的身形庞大 是优点 也是缺点 冲凌望挥拳头的动作迟缓 凌望不仅把他的拳头全部接下 还抽空给了他脑袋几拳 让他头顶起了好几出包 而后又拉着桥本侍郎 攻击自己的手 使劲地往后憋着 桥本侍郎吃痛大喊着 身形再次往后倒去 扑通 桥本侍郎重重地跌在擂台上 凌望同样也跌倒了 有些吃痛 不过 这点痛对于他来说 就和脑痒痒差不多 紧接着 凌望从桥本侍郎身上 快速下来 用拳头 痛击桥本侍郎的一只手臂 桥本侍郎吃痛 抱着手臂在原地打滚 才把将身子侧起来 凌望便一脚踹过去 迫使对方翻身趴在地上 凌望抓着对方双手 死死地别在他身后 凌望还没有打过瘾 桥本侍郎便大喊 凌望早就可以打将桥本侍郎打趴着 只是刚才很多阴招 损招不能用 会伤人很严重 比如说 骑在桥本侍郎脖子上的时候 戳眼睛 打太阳穴之类 造成致命伤害的招数 只能在实战中用 众人立马高兴地欢呼起来 异常地兴奋 和凌望第一轮格斗PK的学员 看到桥本侍郎挨打惨叫 他这才明白 刚才自己和凌望打的时候 凌望有多温柔 根本没有下狠手 第139章 放寒假 回家 种子俱乐部考核结束 凌望既是第一名 也是考核中 唯一一个拿满分的学员 赵莉莉宣布结果后 众人立马热烈地给凌望鼓掌 紧接着 种子俱乐部的人 给通过考核的学员 分发一个瓜子状的小兄章 秦浩文亲自给凌望佩戴上 佩服地开口道 凌望 我说句实话 你别怪我呀 其实之前我还挺不喜欢你的 因为第一次和你接触的经历 不怎么愉快 和你不太对付 现在我特别佩服你 你有这样的能力 竟然会这么沉稳谦虚 如果我要是你 恨不得尾巴翘到天上去 凌望用一贯谦虚的语气回答道 金主席 你过奖了 我今天只不过是运气好 发挥超长而已 秦浩文 运气好 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怪不得我听说 那么多老师喜欢你 你们中队长也喜欢你 你这人 有实力 而且不悲不躁 很难不让人喜欢 秦浩文说的不愉快的经历 是指 凌望上次偷偷潜入学校资料库 把他们安全保密处 给耍了的事情 这放在谁身上 都会难免有怨言 踏后那句 怪不得所有老师都喜欢你 是他上次调查凌望的时候得知的 紧接着 秦浩文又说了一大段话 为通过考核的二十名学员 简单地举行了进入俱乐部的欢迎仪式 便解散了 一天辛苦的考核结束 刘伟和凌望一起相跟着去食堂吃饭 一路上 刘伟在不停地说着 刚才凌望和乔本侍郎打斗的事情 讲着自己的歹受 真希望那个小樱花 能多在台上坚持一会儿 这样就能让你多打几下了 他讲着讲着 开始有一些疑惑 今天种子俱乐部 怎么好好地把咱们拉去校外进行考核了 我听说前几届 都是在学校进行的 难不成是因为乔本侍郎这位重量级人物在 所以秦浩文想要借他 来考核一下咱们 凌望点头 随口回道 应该是吧 好了 别说这个了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 你有什么打算 凌望将话题转移走 不再继续深究秦浩文这特殊的安排 他听到乔本侍郎这个外国人的名字 便察觉到了不对劲 军校和普通高校不一样 这里的俱乐部经费充足 不需要也不允许在校外拉赞助 完全没有必要和无关走近 他们顶多会和其他普通学校做一下联谊 做一些科普等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秦浩文这一安排很反常 而且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那就是安全保密处的理事 这很容易让凌望联想到 秦浩文这样做 很有可能是要抓奸细 借此机会 让奸细上钩 或者接近奸细 凌望虽然猜到了 但一点也不关心 现在安全保密处的人盯上了奸细 料想对方也蹦得不起来 二人去到食堂 他们中队的人正在吃饭 看到凌望和刘伟回来了 王打虎立马高兴地大喊 副班长 凌望 这里 凌望和刘伟端着餐盘 和自己班里的人坐在一起 大家问东问西 很好奇 种子俱乐部考核上 发生了什么奇人意识 回到宿舍后 王打虎和刘一两个人 神神秘秘地 把凌望拉至铁皮柜子前 打开柜子 里边有很多零食 王打虎 凌望 你今天去参加 种子俱乐部的考核辛苦了 这是俺和刘一 给你准备的庆功宴 凌望看着一柜子的惊喜 开心地笑了出来 你们有心了 次日 学员们的全部期末考试 成绩出来了 大家也都拿上了手机 开始查分数 王打虎看着自己的成绩 开心地大喊 俺所有科目都及格了 没有一门挂科 六十分万岁 刘一和他一样高兴 他也全部及格 他们两个高兴完了 便问凌望的成绩 凌望回答 我的成绩应该不会挂科 所以我就没有查 王打虎立马急了 你和我们一样吗 你查成绩不是看挂科了没有 而是看有几门课 没有拿到满分 你快查 你不想知道 我们还想知道呢 你快点查嘛 快点 凌望待不住王打虎恶心的撒娇 连忙说 好 我查 你不要恶心我了 我怕我半夜做噩梦 凌望拿起手机 登入教务系统 简单看了一眼自己的成绩 没有一门课 不是满分 紧接着 他们宿舍便传来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新学员在惊讶凌望的好成绩 老学员更是惊讶 班长秦浩拿着凌望的手机 再三确认凌望的成绩 他极其佩服地看着凌望 凌望 我在学校待了三年半 还是第一次见到拿满分的人 大学期末成绩 和高中的可不一样 不是简单的卷面成绩 是期中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平时表现成绩 还有一些活动课成绩 按比例加起来的成绩 所以说 几乎不可能有人能拿到满分的成绩 而且还是全部满分 凌望 你现在彻底是咱们学校的大红人了 凌望笑着点头 我这也是运气好 下个学期 大家一起努力学习 争取都拿满分 王打虎咧嘴傻笑 凌望 快去你的吧 我们能和你一样 这是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秦浩说的没错 全校的师生 这一下全部都听说了凌望的事迹 记住了凌望这个逆天一般的人物 很多老教授直说 盼望着凌望大三细分专业课学习 好苗子 马上就放寒假了 凌望他们所在班级被通知开班会 赵丽丽作为辅导员助理 站在讲台上安排着放假的事情 咱们这次寒假一共休息二十天 在这期间大家要紧记 最重要的一条 不要随便穿着军装 和你们家人朋友拍照 照片一旦流传出去 被不正当的使用 你们就等着挨处分 班会结束后 学员们立马冲到宿舍 换上便装 拉着行李箱奔向高铁站 火车站 飞机场 凌望拉着行李箱 来到高铁站 看着手中的车票 内心有些抵触回家 第140章 爸 妈 我回来了 远主的父母 对他来说就是完全的陌生人 他一想到要开口喊别人爸妈 心里就不得尽 这也是他这个学期 拿到手机 也没有给远主父母打电话的原因 现在放寒假了 他说什么也得回去看看 既然用了远主的身体和他的身份 那该担的责任 凌望也必须担起 他下了高铁后 按照远主记忆中的路线 打了一辆出租车回村 出租车来到村口 司机询问了一句 小伙子 我能不能就送你到这里 你们这路太窄 我怕进去不好掉头 凌望答应了 付了车钱 他提着自己的行李箱 往远主家走 村口几个主拐杖的老大爷 在墙角下大地 排成一排晒太阳 他们看到有人来村子里 立马看过去 看到来人是凌望 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 全是不可思议 统一地揉眼睛 然后再次定眼朝凌望看去 凌望不是牺牲了吗 大白天见到鬼了 凌望按照远主的记忆 和几个大爷打招呼 二大爷 太老爷 你们晒太阳呢 被凌望称呼的两位老大爷 立马扯着老嗓子回话 阿望回来了 凌望大声回答道 嗯 我放寒假了 几位老大爷 看着凌望远去的背影 开始疑惑地嘀咕 老林家阿望 不是在军校牺牲了吗 还立了一个一等功 怎么现在又好模好样地回来了 难不成 咱们这脖子以下入土的老不死 看见鬼了 你说的都是个屁 现在都讲究科学 哪里来的鬼 都说这一等功 只有死人才能拿 阿望这不是好好的吗 要我说啊 只不定是老林家一等功的牌匾送错了 对 应该是这个礼 老林家坟的位置就那个样 哪里能保佑子孙出来的英雄 都说村子里大妈是情报组织 经常传闲话 没事干的老大爷 同样也是 凌望在回家的路上 还遇到了一位大婶 他主动打了一声招呼 六婶 你这是去哪 六婶被凌望突如其来地问候 吓了一大跳 神情有些不自在地回答道 我舅 就去前头看看 简单地打了一声招呼 凌望和其擦肩而过 六婶回头 偷偷摸摸看了一眼凌望的背影 慌张地嘀咕 不都说阿望死了吗 刚才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凌望来到自己家门口 大门敞开着 他走了进去 站在院子里 他想像前世回家那样 大喊一声 爸 妈 我回来了 可爸妈这两个字到了嘴边 他愣是没有喊出来 太别扭了 所幸他不喊了 直接去推正屋的门 凌望推开门 凌母改秀 正在端着塑料水杯喝水 看到来人是凌望 改秀手中的水杯 哐当一声 跌落在地上 水花似箭 改秀整个身子微微颤抖着 眼中立马出现了泪水 他激动地大喊 老林 阿望回来了 老林 你快点出来 老林 改秀的声音越来越高 最后变成了拼命的嘶吼 现在他的心情 已经不能用激动来形容 几个月前 一伙人告诉他 儿子没了 老年丧子悲痛 以泪洗面 现在他逐渐接受了这一事实 突然儿子又生龙活虎地 站在他面前 这前后的心情落差 是个人就难以承受 改秀的泪珠止不住地落下 站在原地 身子不停地颤抖 看着凌望的眼神望眼欲穿 但是却不敢走向凌望 生怕他挪动一下 这个梦就醒了 凌父闻声大步从片房赶了过来 嘴里扯着大嗓门问 你说谁来了 当他看到凌望那一刻 大步走着的双腿有些发软 险些跌倒 凌望连忙过去搀扶 小心一点 凌父看着扶着自己的凌望 眼里浮现出激动的泪水 满是沧桑的脸上 处处透露着欣喜 阿望 你 老林哽咽着 伸出长满老茧的手 轻轻地去抚摸凌望的脸 阿望 真的是你 儿啊 原来你没有出事啊 改秀这个时候 也从屋子里出来 开始抱着凌望痛哭 他们夫妻两个 这是喜极而涕 一口一个阿望的喊着 凌望的眼角也湿润了起来 他穿越过来 虽然和这对名义上的父母 没有什么感情 但现在依旧极其懊恼 自己应该打电话报平安的 不应该自私的 不想喊陌生人爸妈 就让他们老两口这么担心 丧子之痛 是个人就承受不起 不过好在 一切都是假的 凌望还在 而且变得比之前优秀了许多 凌望一直喊不出来的爸妈 这个时候脱口而出 爸 妈 我回来了 老林和改秀老两口 拉着凌望在院子里哭了一会儿 被凌望掺扶着回到中屋 改秀围着凌望问东问西 阿旺 你在学校过怎么样 累吗 阿旺 妈给你弄的被褥 在火车上没有丢吧 凌望回答道 妈 没丢 不过你也白准备了 军校统一发被褥 咱们自己带的不让用 改秀 没丢就好 你这孩子 不是我说你 你在学校 怎么就不知道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呢 害得我和你爸 都快要哭死了 一向能言善变的凌望 这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总不能把真实原因说出来吧 而且他现在已经把原主的父母 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他不想骗老爸老妈 只好保持沉默 老林看到凌望不愿提这件事 立马过来打圆场 你一个富到人家 儿子回来 不知道给儿子做饭 围着问东问西 还像个妈妈 对于老林来说 只要凌望安全回来就好 其余的都不重要 儿子不想说 肯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他不想要自己的儿子为难 改秀被点醒了 拍着脑袋说道 这不是见到阿旺 我太高兴了吗 我这就去买点肉 准备做饭 他说着就往门外走 老林嘱咐道 多买点肉 给阿旺补补身体 第141章 相亲 改秀从家里出来 去买肉的路上 碰到有人和他打招呼 改秀 你这是去那里 改秀 沈子 你怎么知道阿旺回来了 刚才在路上碰到了 沈子满头问号 对于改秀的达菲所问 很是疑惑 问道 你家阿旺没事 他回来了 改秀 刚才回来的 我去给他买两斤肉 准备做点好饭 一路上 改秀无论路上遇到谁 无论对方和他打招呼说什么 他的回答都是 你怎么知道阿旺回来了 很快 整个村子便传遍了 林旺回来了 他没有牺牲 隔壁几个村子也传开了 拿一等宫的大英雄 林旺没有死 他活着回来了 对于林旺回来的说法 众说纷纭 有人说林旺活着 拿了一个一等宫 还有人说 林旺家的一等宫送错了 是别人家的 次日 一大早林旺变起来了 上辈子在部队待了十多年 这辈子从一开始就是在军校 已经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到点就行 早上吃饭的时候 林旺给他爸妈提了一嘴 爸妈 你们两个今天收拾一下 咱们去市里转一趟 改秀一边吃馒头 一边问 去市里做什么 林旺 咱们买一些东西 现在林旺手中有一千多万 他打算给家里改善一下生活 改秀还准备说句什么 院子外边便传来了 隔壁大妈的呼喊声 改秀在家部 在 改秀拿着手中的馒头 连忙去开门 你快进屋暖和暖和 大妈站在院子里 朝改秀使眼色 外加招手 我就不进去了 你出来 我跟你说个事 改秀从屋里出来 去到大妈跟前 小声地问 怎么了 大妈看了一眼屋子 一边笑 一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家林旺介绍几个对象 改秀惊讶地低呼了出来 几个 俺家没车 城里也没房 人家姑娘能看上阿旺 大妈恨铁不承荡地说 改秀 你真是糊涂啊 林旺现在是军校生 毕业就是军官 还拿了一个一等功 愿意嫁林旺的姑娘 都排着队呢 昨天林旺回来的消息 在咱们周围几个村子传开了 晚上就有人来我家问 有好几个条件不错的姑娘 想要嫁林旺 等会你让林旺准备一下 你和老林也好好挑挑对方姑娘 别是个人就行 你家阿旺条件好着呢 改秀想了一下 还真是这个礼 当即开心了起来 被也下意识地挺直了 你说的也是 我家阿旺现在 可是抢手的俊小伙 等会可得好好挑挑对方姑娘 改秀送大妈离开 回到屋子里 她高兴得眉飞色舞 林旺和老林看到后 疑惑地对视了一眼 她这是怎么了 老林疑惑地问 你傻高兴啥呢 改秀开心地说 双喜临门 林旺听了更加疑惑 妈 什么双喜临门 第一喜是你回来了 这第二喜吗 她说着 故意将尾音脱长 看着林旺 将声音提高了一个音调 你要结婚了 林旺正在喝汤 听到这个回答 被吓得呛到了 可嗨嗨 妈 这话你可不能瞎说 我连对象都没有 和谁结婚 改秀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大声回答 这个是好说 你拿了一个一等功 有的是姑娘愿意嫁你 咱们家的门槛 马上就要 未来相亲的姑娘踩烂了 刚才你隔壁大妈过来 就是和我说这个事 今天上午要过来五个姑娘 她这句话 把老林给吓到了 险些从椅子上跌下去 还是林旺扶了她一把才作文 改秀 当真是五个姑娘 不止 下午应该还要来几个 听到这个回答 老林高兴地拍着林旺的肩膀 张开大嘴 开心地大声说话 唾沫心子横飞 咱们家林旺就是优秀 别人家都是姑娘 被相亲的人踏破门槛了 咱们家是儿子 被相亲的踏破门槛了 哈哈 他们老两口很是开心 仿佛已经看到了好几个姑娘 正着抢着要嫁林旺的场面 你一句我一句地商量着 等会对姑娘的要求 胖了不要 受了不要 最好还要有文化 就在他们两个开心地商量的时候 林旺突然来了一句 我不相亲 我不结婚 改秀和老林愣了一下 而后开始大笑 老林 你看你儿子 不高兴傻了 开始说胡话了 阿旺这不是说胡话 这是在害羞 林旺 你们两个还真是能脑补 最后在林旺的再三强调下 并且搬出念书的时候结婚 会影响学业 被同学笑话这种理由 老林和改秀这才改口 老林语重心长地说 阿旺说得也对 念大学的人和咱们想的不一样 而且阿旺今后还会继续往高处走 到时候肯定会有条件更好的对象 改秀 你给隔壁的说 阿旺不相亲 林旺本意并没有看不起人 更不是想要攀高枝 他并不打算借着老婆的家世 飞黄腾达 这一切都是他爸的想法 不过这样 可以让他们打消给林旺相亲的念头 林旺便没有做解释 早饭过后 林旺催着他爸妈去市里转一趟 他们两个专门 换上了他们最好的那套衣服 改秀穿着紫红色的花棉袄 干净整洁 看款式最起码是七八年前流行的款式 老林穿着一件皮夹克 林口和袖口都有些磨破了 林旺想到 原主带去学校的变装 虽然不是什么牌子 但却质量好 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他想到这里 心里有些发酸 老两口省吃俭用 将最好的都给了儿子 林旺下定决心 要替原主好好报答他们 他们一家三口 坐着村里的班车 一起去市里 路上改秀好奇地问 阿旺 咱们去市里做什么呀 林旺耐心地回答 给你和我爸买点东西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和你爸吃穿都不缺 别乱花钱 省着点 改秀嘴上抱怨着 脸上的表情 却暴露了他心里 开心的不行 林旺回道 你儿子挣大钱了 你和我爸 以后只等着享福就行了 第142章 进城 买买买 他们三人来到市里 林旺先是带着他们老两口 去商场买衣服 刚进商场的时候 导购看到老林和改秀的穿着 直接忽视了他们 不想在他们这种 明显买不起的人身上 浪费时间 改秀看着一件衣服 标签上的价格 直说这里的衣服不好看 咱们不买了 林旺没有理会 知道他看上了那件衣服 直接说 导购 这件衣服 找件适合我妈的尺码 给我包起来 导购没有行动 一边看手指甲 一边轻秒地问 这件衣服3600 你确定包起来吗 言外之意 这件衣服 你买得起吗 林旺没有理会 这种看不起人的导购 看向另外一位导购 开口道 你给我包一下吧 商店都是谁打包好商品 带顾客去结账 这个件的提成就是谁的 刚才那个导购看不起人 林旺索性换一个导购 新的导购没有多说 立马热情地给林旺 将衣服打包好 改秀还在不停地说 不喜欢那件衣服 不让林旺买 其实他是在心疼林旺的钱 不想乱花 林旺没有理会他 在众多导购的注视下 刷了付款码 而后转过头来 看着他爸妈说道 妈 你别心疼 我这几个月挣了1000万 这家店里 你看上哪件衣服 直接拿就行 你们两个苦了大半辈子 是时候该想服了 店里导购听到这话 都被吓到了 看着林旺双眼放光 仿佛看到了摇钱树一般 他们立马蜂拥而上 与刚才冷漠的态度 判若两人 不仅主动给林旺他们 三个端茶道水 并且拿出杂志 耐心地讲解最新款 老林和改秀 被导购围着 全然没有买衣服的心思 而是在回味 刚才林旺的话 这次林旺回来 给了他们一个又一个惊喜 一时间 他们有点消化不了 老林震惊地问 阿旺 你这哪里来的钱 林旺 爸 我卖了两个版权 你就放心吧 这钱来的正 他说着 看像刚才看不起 他的那个导购 你带我妈去 试几件衣服吧 希望这次 你别再质问我 能不能买得起 那个导购 立马惊喜地点头如捣算 对不起 刚才是我有眼无珠 您放心 我肯定给您的母亲 挑选一身最时尚的衣服 他说完 便开始给改秀推荐衣服 态度热情地 仿佛改秀是他亲妈一样 准确地说 应该是比他亲妈还亲 改秀试了一大堆 林旺看到 好看的就点头说 可以 包起来吧 这件也还凑合 包起来吧 这件也马马虎虎 最后改秀觉得 包起来的衣服 实在是太多了 再也不肯试了 又被那个最开始 看不起人的导购说好话 忽悠着试了几件衣服 他们整整试了有两个小时 期间有其他顾客进来 那个导购 都没有估得上多看一眼 最后 改秀把店里能试的衣服都试了 林旺才说 可以结束了 林旺看着改秀 温柔地问道 妈 你觉得这些衣服可以吗 改秀皱着眉头 小声说 阿旺 买这么多 妈也穿不了 你还是别买了 他其实是在心疼林旺的钱 不想多花 最开始看不起人的导购 期待地看着林旺 等着他说出付款两个字 一想到这回提成 有他两个月的工资多了 心情就抑制不住地兴奋 结果林旺 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妈 咱们就别买了 去另外一家店转转吧 导购 不 不买了 何着再玩我呢 为了这一单生意 刚才他错过了好几个顾客 现在他的脸色比吃了苍蝇还绿 这种看不起人的人 林旺怎么可能会惯着 怎么可能会让他挣钱 他们三人从店里走出来 改秀和老林拉着林旺偷偷询问 阿旺 你是真的这么一千万吗 还是刚才为了报复那个人 故意说的 林旺叹了一口气 直接打开手机上的银行APP 让他们老两口看上边的余额 老林和改秀开心的惊呼了出来 接下来 林旺带他们逛商场 他们再也没有之前拘谨的样子 不过还是不停的说 让林旺不要买了 改秀心疼的说 阿旺 妈知道你有孝心 可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辛苦挣来的 别乱花 别人都看到你光彩的一面 或夸赞 或讨好的 给你说着好听话 只有父母心疼你背后的心酸 林旺心中一股暖流划过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带着自己爱的人 爱自己的人享福了 很幸运 他现在有这个能力 父母刚好健在 他要让这份幸福持续下去 接下来 林旺带着他爸妈买了两身衣服 去售楼部全款拿了一套房子 而后又专门给老林办了一张卡 往里边赚了五十万 让他们零花 并且叮嘱老林早点去学驾照 这样好买车 出行方便一点 老林和改秀 再次抹起眼泪 这是幸福的泪水 他们一切都买好后 天色已经不早了 林旺又开了两间酒店 带着他们老两口逛夜市 做了许多了他们这辈子 没有做过的事情 吃了他们平时只在电视上 才看到过的美食 次日 林旺和他爸妈打车回家 路上隔壁大妈给改秀 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两个说了几句 林旺没有去听 两个大妈的对话 他不感兴趣 出租车到了村口 便进不去了 因为那里撑起了红气球拱门 一群人围在村口 看样子是在等什么人 出租车进不去了 林旺他们三个提前下车 来到村口的时候 隔壁大妈看着他们三人 大包小包提着东西 惊讶地说 阿旺给你们老两口 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改秀开心地回到 可不是嘛 而且都特别贵 林旺看着周围的村民 这里还准备鞭炮 有些疑惑 问道 这是谁家准备娶媳妇吗 搞这么大阵仗 都堵路了 隔壁大妈大声地开玩笑说 不是谁家娶媳妇 是有一家姑娘 来找你提亲 林旺 第143章 敲锣打鼓挂牌匾 林旺一向淡定 但听到那句提亲 还是有点被吓到 不过他瞬间便反应过来了 隔壁大妈在开玩笑 别说现在的姑娘 不会一面没见 就敲锣打鼓地来提亲 但说村长站在这里就不合理 估计是和自己拿一等弓有关吧 还不等他开口 村长便笑呵呵地 走到林旺跟前 扯着嗓子 用和蔼的音调说道 阿旺 你在军校拿了一等弓 这是莫大的殊荣啊 这不仅是要 被宰入族谱的大事 还要记录在县制里边 之前你爸以为 你这是牺牲换来的一等弓 他不仅牌匾不肯挂 还把采访他的记者给骂走了 今天是里边和县里边的人 专门来慰问你爸 听到你没有牺牲 所以想要采访你一下 我想着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咱们重新敲锣打鼓地 给你家把牌匾挂起来 老林满脸都是笑容 开心到了极点 他拉着村长解释 村长 我把记者轰走 也不是我不通情打理 我是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家阿旺没了 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老林家绝后了 虽然一等功好 可哪里有儿子重要 村长点头道 你当时的心情 我也是可以理解了 现在记者朋友 还有慰问 你们家的人 都在这里等着 咱们也别弹个时间了 咱们开始吧 他说着 便开始吆喝 锣鼓队 你们开始吧 放边炮里炮的人 现在都搞起来吧 村长下令了 大家都开始忙活起来 村里的几个年轻小伙子 将林望围在中间 给他挂红花 推嗓着 让他去骑马 林望身上挂着红花 让他想起了前师入伍时 自己也是胸前挂着红花 非常的光荣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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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噼里啪啦 李炮声和鞭炮声响起 锣鼓队的奏乐也随之而来 林望骑在高高的马上 村长给他牵着马往前走 村民们都在恭喜喝彩 羡慕老林家出了一个英雄 村里的小路上站满了人 有的人挤不下 都上房顶上去看了 老人一辈子的人 羡慕地看着林望 年轻一辈的人 都在举着手机拍照 录视频 老林和改秀 跟在林望的身后 笑得合不拢嘴 能有林望这种儿子 是他们生生世世修来的福气 老林 儿子出去了 以后你就等着享福吧 改秀 你家阿旺有对象了没 我给他介绍一个吧 老林啊 你家祖坟真是冒清烟了 都出来了林望这种大英雄 老林开心地伸手和大家打招呼 好好好 无论大家和他说什么 他都是回复几个好字 林望回来的这两天 惊喜一个又一个的接踵而至 老林现在被开心冲昏了头脑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众人的话 林望骑在高高的马上 看着众多村民崇拜羡慕的目光 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心里觉得自己就小朋友 并没有什么 这一切都是他该做的 从村口到林望家 原本十分钟的路程 硬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现电视台的人也跟着拍了一路 在众人的祝贺下 老林和林望一起将一等宫的门柄挂起来 接下来 电视台开始对林望和他的父母 分别进行采访 林望拒绝了 并且说道 我有个小请求 还请你们一定做到 记者小姐姐满脸笑容地回答 好 没问题 把刚才录制的有关我的视频 全部剪辑掉 我不接受采访 不过你们可以采访我的父母 电视台的人听到这话 全部猛逼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林望竟然会提出这种要求 记者 这是为什么 林望 军校比较特殊 所以 你们明白吧 众人听了 立马恍然大悟 军校和部队 都有一定的保密条令 林望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 电视台的人 很配合地答应了 其实 以林望现在的身份 上电视台做宣传是没有问题的 他拒绝 完全是因为不想被采访 没有理由 就是单纯的不想被采访 电视台的人 开始去采访老林和改秀 老林和改秀 专门洗漱了一番 穿上林望给买的新衣服 老林还专门戴着老花镜 提前写了一段稿子 老两口开心的不行 林望看到父母开心 自己心里也暖洋洋的 接下来 林望在家的日子 便恢复了往常的状态 能帮家里干点活就干点 偶尔遇到同村人 依旧会被夸赞一番 日子一天天过去 二十天的寒假 转眼间就过去了一多半 在快要开学的时候 刘逸主动给林望发了微信 刘逸 林望 你最近在家里干什么呢 林望 走亲切 吃吃喝喝 刘逸 我家就我一个人 我爸妈都忙着应酬 我好无聊啊 刘逸 咱们去王达虎家玩吧 他们家有很多小猪 咱们去看看 刘逸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两个去吧 林望 可以 我现在就收拾东西 两个人说干就干 聊天结束后 便开始买票 他们两个先在 林望所在的城市会喝 而后再买去 王达虎家的高铁票 在去的高铁上 刘逸给林望塞了许多零食 这些你都尝尝 味道挺不错的 都是我爸妈生意场上 合作伙伴送的礼品 林望尝了一口 止不住地点头 你别说 这贵的饼干就是好吃 刘逸 好吃就多点 我给你和王达虎带了很多 这次咱们提前去王达虎家 给他一个大惊喜 他们两个下了高铁 便直接打车 去王达虎给他们两个 发的定位上所在的村子 他们两个来到 王达虎家的村子 这才开视频通知王达虎 刘逸 王达虎 你看我们这是在哪里 王达虎 你们两个怎么提前来 俺们村了 俺现在不在家 俺找辆专车去接你们两个 刘逸听到这话 撇嘴道 你这小子挺会说话啊 随便找辆车 还说成专车 你快来吧 我和林望快要被冻死了 第144章 去王达虎加油玩 刘逸挂了电话 还和林望吐槽 你说这王达虎 什么时候变得会花言巧语 这么会说了 还找辆专车来 不知道他这专车 是麦巴赫还是林肯 林望笑着搭话 专门来接咱们两个的车 可不就是专车吗 他们两个在村口等着 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左右 王达虎来接他们了 他们两个远远的 便听到了拖拉机 哐当哐当的响声 拖拉机上边拉满了砖 王达虎坐在砖上 远远的和他们招手 这里 俺来接你们两个了 他身边还抱着一条大黄狗 黄狗还配合着叫了几声 他仿佛也感觉到了 这次来的两个客人 是主人的好朋友 跟着王达虎一起开心 刘逸看着眼前的车傻眼了 专车怎么变成专车了 林望忍不住笑了出来 看来咱们两个刚才想多了 他扭头看到刘逸猛逼的模样 又补了一刀 没事 拉转的拖拉机也是车 总比咱们走路强 刘逸举丧的脸说道 这还不如走路呢 专车来到他们两个跟前 王达虎从上边跳下来 咧嘴傻笑着说 上车吧 安怕你们两个的行李箱 上路的时候从车上掉下来 专门给拿了两根绳子 就这样 三人一抖上了专车 行李箱放在砖上 被绑了起来 路上再颠簸 他也不会掉下去了 拖拉机再过一个减速带的时候 司机并没有将速度放缓 而是直接冲了过去 本来就颠簸的专车 这下颠得更厉害了 林望他们三个 都被颠的屁股离了专面 大黄直接被颠了下去 哦 王达虎连忙大声喊 停 狗掉下去了 他把狗抱上车 重新做了一个决定 狗的爪子扒不住专面 得让狗坐中间 咱们抱住他 刘逸的位置 就是三个人的中间 他主动让出自己的位置 哭丧着说 你们两个和狗一起坐吧 我不掺和了 我现在真是混到了 兄弟不如狗的地步 王达虎假模假样的劝解 刘逸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在暗心里 怎么可能没有狗重要呢 你和狗一样重要的 你和狗一样 这图狗有灵性的狠 不比人差 刘逸不想去看王达虎 直接骂道 去去去 别和我说话 不一会儿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是正在修建新的竹舍 王达虎带着他们两个参观工地 并且介绍着 这是俺爸 这是俺妈 没想到你们提前来了 要不然 我肯定会在家等你们两个 他说着 又给他父母介绍凌望和刘逸 爸 妈 这是我的大学同学 他们两个来咱们家玩 王达虎的父母 正戴着手套干活 王达虎突然被喊 惊讶地抬头看去 得知他们儿子的大学同学来了 王妈立马热情地打招呼 而后开始责怪王达虎 你同学来了 你怎么不提前说 好让我提前准备一下 做点好饭 你看我现在干活 穿得破破烂烂的 多给你丢脸了 凌忘礼貌地回复道 阿姨 您忙您的 是我们两个给你们添麻烦了 达虎 你陪着你同学 妈现在就回去做饭去 小伙子们 今天晚上 你们两个尝尝我的手艺 王马走后 王达虎一改刚才客气的模样 直接说 你们两个在这里陪着俺 看俺搬砖玩吧 今天俺家忙 俺得帮忙 明天带着你们两个玩 都是好兄弟了 王达虎也不和他们两个客气 刘逸看着王爸穿得破破烂烂 在寒风中干活的模样 心头忽然一酸 有点心疼王达虎 他连忙把书包里的好吃的拿出来 塞给了王达虎 你先吃点再干活吧 达虎 对不住啊 我不知道你家这么困难 我不该借着你穷这个事 嘲笑你吐包子的 王达虎笑着 豁达的说 没事 俺不计仇 多大点事啊 带王达虎干完活 带着凌望和刘逸回到家中 刘逸看着王达虎的农家小院 修的和别墅一样豪华 有些惊讶 达虎 这是你家吗 王达虎点头 嗯 这就是我家 刘逸小心翼翼的继续问 你家不是挺困难 以养猪为生的农户吗 怎么房子这么好 王达虎 没错呀 俺家和你家比起来 确实挺困难的呀 俺家真的是以养猪为生啊 大概也就两千来头猪吧 平时俺爸俺妈都挺忙的 俺也会帮着喂猪 打扫猪圈 刘逸听到这话 气不打一出来 合着刚才自己白心疼了 抓着王达虎不放 直说 亏我刚才还心疼你 那么自责 合着你家条件这么好 猪场的太子爷 你把刚才卖铲片我的吃的 都给我吐出来 快点吐出来 刘逸这就是典型的 既怕兄弟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 而且这兄弟还是开着路虎 卖铲片自己零食的火 吃饭时 王达虎随口说道 猪圈现在修缮得差不多了 就差外墙了 可是家里母猪生的小猪太多了 只好连忙准备一下 把猪移一部分去新猪圈 凌王听了这个事 好心提醒道 达虎 你家猪圈外墙没有修好 把猪先转移过去 不怕猪跑出来丢了 王达虎摇头 不怕 丢不了 猪知道大冬天的跑出去没吃的 不会跑的 再说了 俺爸晚上会带着狗去那里看着 跑不了 凌王 不怕狼来了 把猪吃了吗 王达虎不以为意 回到 俺听说俺们这里出现过狼 不过没关系 狼怕人 他们一般不敢去有人的地方 俺爸也有防身的电棍 报警器之类的 不怕狼来了 王达虎信心满满的说着 他家的猪很安全 很可惜 当天半夜狼便来了 他们三个睡在一个屋子里 王妈急急忙忙的 把王达虎喊起来打虎 猪圈来狼了 你快起来 和你爸一起去找猪 王达虎听到这话 瞬间清醒了 连忙穿衣服准备出去 凌王和刘毅两个人 同样在快速地收拾着 准备去帮忙 第145章 猪圈夜间被狼偷袭 凌王他们三个穿好衣服 从屋子里出来 王达虎开始满院子 找衬手的家伙 王妈塞给他一个手电筒 紧张地嘱咐道 你爸现在 已经带着咱们家的员工 开始满山地找猪了 村里人也都在帮忙找 我刚才报警 找了消防过来 你等会跟着大家一起去找猪 别落单了 小心狼 猪虽然要紧 可你更要紧 王达虎不耐烦地回道 俺知道 你别一直叨叨了 王达虎找到铁锹和棍子 二话没说 丢给了凌王和刘毅 他们两个接过 直接跟着王达虎往大门外走 王妈追了上来 苦口婆心地劝说 你们两个孩子在家睡觉吧 让达虎一个人去就行 你们两个从现代城市里长大 受不了这个罪的 山里边有狼 太危险了 凌王安慰王妈 阿姨 我们都是军校生 干的就是这种事 不怕的 刘毅直接兴奋地说 阿姨 我们在军校可不是白训练的 你就安心地在家睡觉吧 明天一大早 保准都把猪给你们找回来 刘毅正是血气方刚 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一听到有狼 便兴奋地不行 和狼半夜三更在山里斗 想想就刺激 况且 这是王达虎家的事 他这个好兄弟 没有不帮的道理 王达虎骑着三轮车 载着凌王和刘毅 不一会儿便赶到了新猪圈 他们三个 一起加入了寻找猪的大军 有很多村民在帮着一起找 凌王感觉这里有这么多人了 如果猪在这一片 肯定能被找到 他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 不如自己去村民没去过的地方找 于是冲刘毅和王达虎说 我去前面看看 你们跟着大部队找 刘毅 我跟着你一起去 王达虎 俺和你们两个一起去 看着两个人积极的模样 凌王索性决定带上他们 凌王现在的实力 对付几只狼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他们两个跟着一起去 也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他们三人行 渐渐远离了大部队 准备从小路去后山找找看 王达虎举着手电筒 不停地四处搜寻 凌王将阴眼技能打开 同样在四处搜寻 突然间 阴眼技能检测到了生命体的现象 凌王立马带着刘毅和王达虎赶过去 刘毅赶凯道 要是现在有枪就好了 这样打起狼就省事多了 王达虎紧跟在凌王身后 疑惑地问 凌王你发现了什么 凌王没有回答 不一会儿 王达虎便亲眼看见了答案 他们找到了狼 而且还是十多只王达虎 用手电筒照过去 狼的眼睛反射出阵阵寒光 令人看了 便胆战心惊 他和刘毅开始变得紧张 虽然说在军校一直训练 战斗力比常人强上许多 而且现在还手握武器 可还是不由自主地紧张 毕竟对面的可是十多只狼 刘毅紧张地询问 凌王 你不是说带我们找猪吗 怎么猪没有找到 找到了一群狼 凌王 狼大半夜地聚集在这里做什么 肯定是因为这里有猪啊 王达虎紧张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低声说道 凌王 这里狼太多 咱们该怎么办 要不上树吧 然后我给我爸打电话 发定位 让他们赶快过来 凌王 好 上树吧 刘毅和王达虎分别小心地 往比较粗的树那里靠 准备上树躲避 凌王则是站在原地 目光如炬地盯着狼群 震慑着狼群 刘毅担心地大喊 凌王 你在干什么 怎么不后退上树 凌王嘴角微微勾起 大声回答道 打狼 现在有十来只狼 他终于可以拼尽全力 痛痛快快地出手了 不用像之前别人切磋那样 故意收着力道 这种感觉 想想就够刺激 够爽 凌王朝着狼群冲了过去 这个时候 围首的领头狼 仰起脖子开始长笑 嗷 狼群立马朝凌王围攻过去 刘毅拍在一只狼的脑袋上 这只狼立马摔在地上 眼睛和嘴巴开始流血 凌王直接把他打死了 铁锹也因此变形了 紧接着 凌王挥舞着铁锹 不断地击退前来攻击的狼 咔嚓 咔嚓 凌王打的时候用力过猛 没几下子 铁锹的木头长柄 便被拍断了 凌王索性不用武器 把手中断掉的长柄一丢 开始赤手空拳的和狼打 刘毅担心地看着凌王 也不上述躲避 连忙跑过去加入战斗 王打虎在联系完他爸爸后 立马挥舞着铁棒 朝狼群招呼过去 被狼群围攻 凌王没有一丝害怕的模样 抓着扑过来的狼的尾巴 直接摔在地上 而后借助这只丧失战斗力的狼做武器 继续和其他狼打 十几分钟的功夫 十只狼便全部倒在地上 有的当场死亡 有的变成了半死不活的模样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虽然没有帮上什么忙 可是二人却一点也不轻松 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两个看着躺了一地的狼 内心的自豪感满满 他们现在也跟着凌王沾光 勉强算是打狼的大英雄了 刘毅看着凌王 眼神中满是崇拜和佩服 情不自禁地说 凌王 你是真的厉害 我之前知道你能打 但没想到你这么能打 就算是老虎和狮子 也承受不住狼群的围攻 你却能打得过 凌王一边活动着手腕 一边笑着回到 我不是一个人打的 你们两个帮了我很多 是咱们三个 一起打败的狼群 王打虎气喘吁吁地说 凌王 快拉倒吧 你这货又开始谦虚了 刚才就算我们两个不上 你一个人也可以解决掉 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们 可我们两个 怎么能做贪图兄弟功劳的恶心鬼呢 凌王往刚才狼群所在的地方走去 因为阴眼技能显示 前边有生命体 而且 看着生命体的具体位置 前边那里应该是悬崖 第146章 寒假结束 返校 凌王来到悬崖边 用阴眼技能勘察悬崖下边 有一群小猪聚在一起 打虎 你问问你爸 你家丢了多少猪 好 王打虎二话没说 直接给他爸打电话 现在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凌王让做什么 他就直接做什么 顶多事后询问一句 因为凌王让干的事情准没错 王打虎简单的问了几句话 就挂掉电话 回凌王的话 大概跑丢了50多头猪 20头大猪 无论是死是活 现在都找齐了 就剩下30来头小猪了 凌王再次使用阴眼技能 正好有30头 猪现在全部都找到了 他们在这里守着小猪 等人来就好了 村民和消防警员赶来 看到躺了一地的狼 伤的伤 死的死 都被吓了一跳 别说这么多狼了 就算是十多条大狗 三个人能打过 也算是厉害的了 王爸看着地上躺着的狼 心有余悸 担心地看着王打虎 问道 打虎 这些狼是怎么回事 王打虎 爸 是俺们三个打死的 不对 准确地说 应该是凌王打死的 俺和刘一帮了点小忙 消防队长听到这话 上前一步 惊讶地大声问 这些狼 是你们打死的 王打虎 指着凌王再次强调 他打死的 我们两个只是搭了把手 消防队长拿着强光手电筒 仔细查看了一下 躺在地上的狼 场面非常血腥 而后他抬头看向了凌王 这些狼 是你一个人打死的 凌王摇头 谦虚地说 我们三个人一起打死的 只不过我出力比较多也 王爸听到消防队长的再三询问 本来就紧张的他 现在更紧张了 连忙拉着消防队长说 队长 他们三个都还是孩子 什么也不懂 我们年龄大的知道狼 是保护动物 可是孩子们不一定知道 而且他们也是无心 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别追究了 如果追究的话 算到我头上 毕竟他们是来给我帮忙的 狼是国家保护动物 屠杀和买卖 都会受到相关的处罚 严重地会被判刑 王爸以为消防队长再三询问 是想要定罪 所以才这样说 消防队长听了这话 无奈地A了一声 笑了出来 老哥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只是惊讶 谁能打得过这么多狼 这种凶猛的保护动物 如果攻击人的话 人是可以正当防卫的 他们三个不会被定罪 王爸听了这话 这才松了一口气 其他村民们 看到地上狼的惨状 纷纷赞叹 这个叫凌王的小年轻 是真的能打呀 估计他和武松一样 都能打得死老虎 这后生可以啊 放在以前 绝对是生产队的好劳力 肯定有不少闺女上赶着嫁 就是君笑声就是厉害 众人一边赞叹 一边开始忙活着 去悬崖下面找小猪 在下山的路上 凌王他们三个 一人抱着两头小猪 小猪仿佛明白 这群人是在救他们 不乱动也不乱叫 非常听话 刘逸看着小猪 白白胖胖 粉粉嫩嫩的 喜欢得不得了 别人都是一手一个 夹在鸽蜡窝 他是双臂 将小猪紧紧抱住胸前 路上还堵挡着 你们两个是我救的 这可是救命之恩 救命的恩人 如同再生父母 以后我就是你们爹妈了 以后你就叫刘老大 你叫刘老二 凌王听到这话 忍不住调侃道 刘逸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 主动当猪霸 不把自己当人看的 刘逸心花灿烂的说 我这叫有爱心 我也给你怀里的小猪 起个名字吧 一个叫林大壮 一个叫林二壮 凌王 看你这样子 肯定喜欢孩子 以后你孩子有福了 刘逸 那肯定的 最好我有个闺女 我太喜欢小姑娘了 他们回到村子的时候 天已经灰蒙蒙的亮起来了 凌王他们三个 睡了一个回笼觉 中午王妈 把他们叫起来吃午饭 今天的午饭很丰盛 各种肉菜 还有一只烤乳猪 放在饭桌最中央 刘逸端起碗筷 来大口吃着饭 一边吃 一边说 打虎 等过几天 咱们去学校了 你带我去看看 我家刘老大和刘老二 我亲手救出来的小猪仔 必须和他们告别 合影留念 发一个朋友圈 王打虎 俺妈为了感谢你和凌王 帮俺家一起救小猪 所以就把你家刘老大和刘老二 一起宰了暴打你们 这个烤乳猪 就是你家刘老大 那道凉菜 就是你家刘老二的肉 刘逸听到这话 五官拧在了一起 凌王补刀 为了暴打你救了小猪 就把小猪宰了给你吃 这没毛病啊 刘逸点头 沮丧的脸 确实没毛病 我自己救出来的猪 就是香 他现在有点心痛 于是含泪救着他 加刘老大和刘老二 干了好几碗米饭 时间飞快的过去 军校的第一个寒假 已经到了末尾 凌王他们三个 也踏上了返校的旅程 凌王他们三个 来到军校所在的城市 准备在返校前 在外边逛一逛 好好吃一顿 毕竟回到学校 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世界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就在凌王他们三个 提着行李箱找饭店的时候 恰好路过种子俱乐部 格斗考核去的那个武馆 名叫乔本侍郎的相扑手 看到凌王后 连忙从武馆出来 追上了凌王他们三个 等一下 请等一下 凌王听到声音 转头看去 是那个相扑手 心中有些疑惑 这个家伙找我做什么 乔本侍郎来到他们面前 礼貌性地打招呼 你好 我叫乔本侍郎 他介绍自己的同时 还冲凌王微微鞠躬 王打虎和刘逸看到这一幕 都非常疑惑 二人靠近凌王 在他耳边小声询问 凌王 这个小樱花找你做什么 凌王 这个小樱花突然过来 该不会是 有什么坏心思吧 第147章 奸细找上门 凌王嘴上没有回答他们两个 内心默默给出了答复 这个乔本侍郎突然找过来 大概率是没有什么好事 在放寒假之前 他便隐隐约约猜到 这个小樱花可能有问题 现在他突然过来找自己 大概率因为 自己是陆军指挥学校的 想要通过自己了解一些事情 当然 这也只是凌王的猜测 具体的他还得找秦浩文确定 乔本侍郎主动介绍自己 凌王礼貌性地回复 你好 我叫凌王 请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乔本侍郎向凌王身前靠近一步 柔和地说道 上次在武馆鄙视 您的身手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非常经费强者 一直想要 请您吃顿饭 没想到 咱们真的有幸再见到了 我可以请您吃顿饭吗 凌王点头 冲对方微笑 非常荣幸 他倒要看看 这个乔本侍郎准备搞什么花样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大眼瞪小眼 对凌王的行为有些疑惑 凌王他们两个是了解的 不是那种白白受人恩惠 不会无缘无故让别人请吃饭 难不成 凌王这是和这个大块头交过手 所以惺惺相惜 乔本侍郎仔细询问了凌王三人 想要吃点什么 凌王他们三个都说随便 于是乔本侍郎决定 带他们吃点樱花料理 我知道 这里有一家比较正宗的料理 老板虽然是华夏人 但料理的味道 绝对比樱花本土的料理味道还要好 凌王 是吗 那今天 我们三个可就要跟着你大饱口服了 他们进入料理店 乔本侍郎去和服务员沟通 凌王小声的冲刘义和王打虎说 等会如果让你们点菜 你们就点贵的 小樱花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盗 反正对方不怀好意 那凌王就借机让他出出血 而且 对方想要从凌王这里得到点什么 凌王正好给他暴露点缺点 给对方制造好突破的入口 刘义和王打虎非常配合 在点菜的时候 只点贵的 服务员都有点吓到了 提醒王打虎 先生 你已经点了四道刺身了 您确定还要点吗 王打虎点头 我喜欢吃刺身 不可以吗 服务员 当然可以 我也只是提醒您一下 这样点的人太少了 刺身王打虎从来没吃过 他一直点 只不过是因为刺身最贵 乔本侍郎看着凌王他们三个点的菜 全都是贵的 脸上笑嘻嘻 内心同样也是笑嘻嘻 他现在用的钱 都是他们组织的经费 花起来根本不心疼 而且看凌王他们三个 一个个像是没吃过饭一样 贪得无厌到了极点 正好让他好拿捏 在饭桌上 和凌王不断交流着 那天鄙视的场景 并且询问了几个 有关格斗的问题 凌王耐心地讲解着 并且一改往常谦虚沉稳的模样 开始吹牛 真不是我说 我们学校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 种子俱乐部的部长 现在在俱乐部 也就和我平起平坐 就是因为哥们牛啊 他说着 还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将一个自大狂妄的人 饰演得淋漓尽致 凌王主动表现出 这幅不堪的模样 全是为了给乔本侍郎制造机会 想看他接近自己是什么目的 乔本侍郎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 初次接触 一句有关军校的话都没有问 让人感觉没有问题 凌王他们三个酒足饭饱后 这才提出告别 下次再见 临走 凌王又提议 要给同班战友打包一点吃的 再次狮子大开口 点了好多贵的料理 乔本侍郎将他们三个送上出租车 先是热情地打招呼送别 看到出租车远去后 他瞬间冷脸 嘴角勾起一丝得意的坏笑 用樱花语说道 一群废物就和没吃过饭的猪一样 吃不了 竟然还有打包带走 回到学校 才步入校门 留意立马认真的询问 凌王 那个小樱花有问题吗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 凌王回到 无视献殷勤 飞奸即到 既然主动送上门了 咱们干嘛不宰他一顿 王打虎大包小包的提着东西 很是开心 凌王你说的对 必须宰他 真希望他还有下次 到时候咱们就去五星级饭店 回到宿舍后 凌王他们三个便把打包来的料理 分给了同班人 不一会儿 便有人来找凌王 凌王 种子俱乐部通知你去开会 凌王 是 他得到通知后 立马往种子俱乐部办公室 所在的大楼走 他知道 这次不是种子俱乐部的人找他 应该是秦浩文 借着这个由头找他 看来乔本侍郎这个人 百分之百是奸行 自己才和对方吃完饭 秦浩文所在的安全保密处 便找过来了 来到种子俱乐部的办公室门口 凌王大喊报告 秦浩文 静 他看到凌王进来 伸手客气地说 请坐 凌王 是 秦浩文面对凌王 不再是之前板着脸 不喜欢的模样 变得热情起来 他崇拜像凌王这样的强者 凌王 乔本侍郎找你有什么事 想和我做朋友 凌王如实回答 秦浩文 你的态度呢 凌王 一切都听学校的 秦浩文听到这话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开心地笑了出来 问道 你是怎么猜到 乔本侍郎有问题的 话说回来 你小子也太黑心了吧 你知道 刚才你们三个 坑乔本侍郎那顿饭 有多贵吗 整整花了四万六 凌王微微一笑 耐心地解释了自己 如何猜到 乔本侍郎有问题 并且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学校有需要 我一定全力以赴地配合 秦浩文将凌王的分析 听得一愣一愣地 先是惊讶 而后佩服地看着凌王 凌王 你是真的厉害 没想到 这么细微的事情 你都能察觉到 幸亏你这家伙不是奸细 不然绝对发现不了你 乔本侍郎既然找上你了 那你就必须得接受 学校派给你的任务了 第148章 升级防火墙 秦浩文将学校安全保密出的计划 简单地和凌王说了一下 学校本来计划着 派人假装去武馆兼职 或者去武馆找人实战训练格斗 借此给乔本侍郎 接触到学校的机会 没想到他主动找上了你 所以接下来 就由你来完成任务 学校现在已经确定 这个乔本侍郎有上级 想要通过他摸着线索 短掉他的上级 现在我们已经构建起了 一个假的学校内网 你的任务就是和他做朋友 找机会让他接触到你的手机 在你的手机上做手脚 让他成功入侵假的学校内网 上报给他的上级 我们现在已经盯上了他 那怕是他丢出来的垃圾 我们都会仔细检查 就等着他和他的上级联系 凌王听了这个计划 询问道 学校搞的假网站 我可以试着功课一下吗 我想看看入侵假网站的难度 最好做到一点披露都没有 秦浩文呆呆地看着凌王 有点疑惑 他这是想要做什么 凌王直接说 你忘记了吗 我也是电脑高手 我手痒痒了 想要试一下 同时检验一下 咱们假网站的防火墙怎么样 不可以吗 秦浩文点头 可以 我这就去申请 片刻之后 凌王来到了机房 通过秦浩文发的网站链接 开始入侵假网站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他成功入侵了假网站 这结果和他预想中的一样 假网站的防火墙 安全保密处的人 没有搞得特别安全 军校的防火墙 极其难以攻克 这可不是轻轻松松 就可以做出来的 安全保密处的人 调动不了高级别的计算机专家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搞所以 凌王决定亲自给家网站的 防火墙加固一下 毕竟他拥有的高级黑客技术 可是世界级顶尖的计算机技术 他说干就干 开始编写程序 两个小时后 他看向了在一旁的秦浩文 喊道 主席 醒一醒 秦浩文已经坐着睡着了 听到有人叫他 立马醒了过来 怎么样 你攻克了假网站的防火墙了吗 凌王 早就攻克了 你们坐的防火墙过于普通 为了让奸细不起疑心 我又给升级了一下 你现在可以让安全保密处的人试试看 秦浩文点头 好 那没事的话 你就先去忙吧 对了 这部手机给你 他说着 拿出一部手机 递给凌王 这是学校准备的 你建桥本侍郎的时候 就用这部 你等我的通知 到时候有行动 会通知你 凌王 是 你记得让安全保密处的人试一下我升级的防火墙 秦浩文 好 没问题 他随口回答道 没有把凌王这句话当回事 他知道凌王的计算机技术好 可想不到凌王的计算机特别好 好到了两个小时 就可以升级好几个人 忙活几天所做出来的防火墙 安全保密处的人 听了秦浩文的话 没有当回事 但也去试了一下 一个信息员 试着攻克了一下防火墙 忙活了两个小时 愣是没有进入假网站 紧接着 其他三个信息员也都好奇的尝试 他们四个 一试就是一个通宵 愣是没有攻克凌王升级过的防火墙 这防火墙 是个高手升级过的 咱们安保处 这是请外援了 这个外援看来是个大牛 我感觉这个防火墙 不比咱们学校真的防火墙差 我去向上边反映一下情况 次日 安全保密处处长才上班 便听到了这个报告 他眉头轻皱 自己没有联系外援 这是怎么回事 他将秦浩文喊来 仔细询问了一下 这才明白事情的原委 疑惑的再三询问 这真的是那个叫凌王的新生蛋的 秦浩文 是 我保证 处长沉思了片刻 佩服地说道 没想到 咱们学校还出现了这种人才 这样 你把凌王喊过来 让他给信息员说一下 他是怎么升级防火墙的 一来 让他们学习一下 二来 我想试试这个凌王 究竟是什么水平 凌王晚上下训后 又被种子俱乐部 以开会的名义喊走了 他耐心地解答了几个信息员的问题 大概说了一下 自己编写程序的思路 凌王坐在电脑前 四位信息员围在他的身边 像是认真听课的学生一样 他们都极其佩服地看着凌王 惊讶地问 你这黑客技术 是哪里学来的 看你样子也就二十来岁 怎么能对计算机这么精通 凌王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你这情况 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凌王 我感觉你这水平 比我博导的水平都高 信息员送走凌王后 去处长办公室 向他回复 处长 凌王升级防火墙的方式非常简便 而且有效 我建议 咱们学校内网 外网的防火墙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加固升级 处长惊讶地再三询问 你们确定吗 信息员 确定 我感觉以凌王现在的水平 都可以做博导了 处长很难相信 凌王的黑客技术竟然这么厉害 可又不得不信 他立马向校方打报告 次日校方便派专员 检测凌王升级防火墙的方式 五日后 星期五 秦浩文再次找凌王过来 他一见到凌王 便佩服地大声说 凌王 真有你的 上次信息员找过你后 将你升级防火墙的方法 上报给了学校 学校现在已经采用了 并且对你做出了奖励 只不过这次的奖励 只有五十万奖金 没有军功章 而且 你还得签一份保密协议 如果将来你升级防火墙的方法公开 校方会对你追加 颁发军功章 凌王立马敬礼 回复道 是 为此我倍感荣幸 秦浩文继续说道 这次喊你过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明天就是星期六 咱们军校生 可以写申请 申请出校了 正好借着这个原因 你明天拿着我给你的手机 去找乔本侍郎 第149章 接近奸险 秦浩文将事情全部安排好之后 凌王提议道 上次和乔本侍郎一起吃饭 有两位我的同班战友 这次 我还想喊他们两个一起去 多个人多个帮手 秦浩文点头 可以 你等会把事情给他们说一下 带他们两个过去吧 记住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 如果因为你们泄露机密 任务失败了 你们面临的 可就不是退学这么简单了 会以通敌的罪名判刑 凌王 是 去接近乔本侍郎的任务 凌王其实一个人 就可以完成得很好 他这样做 完全是想要带着自己的兄弟 一起立功 当初在拉链途中 进行防化训练的时候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冒着危险 也要扛着凌王一起跑毒 他们两个凌王 与有难同当了 凌王自然也会和他们有福同享 凌王回到宿舍 专门把他们两个 喊到宿舍楼下的一处空地 他专门环顾了一下四周 确定没有人 这才将事情的原委说出来 还记得开学之前 和咱们吃饭的那个乔本侍郎吗 他是个小樱花的奸细 刘毅和王打虎 听到凌王的话 一开始震惊 而后变成了兴奋 他们两个也能参与抓奸细的任务 而且还是类似于卧底的任务 这也太特娘的刺激了吧 刘毅兴奋地问 凌王 等会出去 见到乔本侍郎 我们两个怎么配合你 王打虎 咱们是不是要像电视剧里面那样 带窃听器 各种先进武器 或者暗器 凌王摇头 他们三人向王至上申请外出后 便换上便装 准备外出 同班战友 一听他们要出去 立马围了过来 凌王 给我带个炸鸡 凌王 给我偷偷带两包好烟 刘毅 你帮我买个二塞 军校生外出一趟不容易 所以一有人外出 立马一堆人过来 让帮忙带东西 王打虎一口答应 并且拍着胸脯保证 你们要带的东西 包在我们身上了 放心 肯定只多不少 给你们挑好的买 王打虎已经准备好 再宰乔本侍郎那个冤大头一顿 帮战友带的东西 他肯定会让乔本侍郎出钱 凌王他们三人 从学校出来后 来到了乔本侍郎所在的武馆 一进去 王打虎便大声嚷嚷着 乔本侍郎在吗 不一会儿 乔本侍郎便来到了武馆前厅 看到来人是凌王他们三个厚厚 脸上立马堆满笑容 心道 这三个傻子又来了 正好省得我想办法联系了 凌王他们三个 被乔本侍郎带着进入武馆 喝了点茶水 攀谈了几句 乔本侍郎 凌王 我和散打高手 拳王 格斗高手等等这些人 都交过手 这世界上 各种格斗的出手招式我 都有了解 可是和你交手的那几下 我完全感受不出 你的格斗套路和技巧 属于哪一种 凌王拍着乔本侍郎的肩膀 继续饰演狂妄的人 我的招式都是自己打架 总结出来的套路 况且 我们军校再怎么说也是军 平时学的都是以质地为标准 不是以竞赛为准 所以各种招数都有 有些在你们格斗场上 属于违规操作 侍郎君 听你这意思 是想要再和我切磋切磋 乔本侍郎只摇头 切磋就算了吧 我肯定打不过你 凌王 别啊 我看你对我们军校学的东西 挺兴趣的 咱们再来练两招 你不愿意和我切磋 可以和我两个兄弟切磋啊 王打虎和刘毅 立马配合着凌王 不停地催乔本侍郎 和他们切磋乔本侍郎 在三人的拱火下 同意和他们切磋 他这也是为了 尽快和凌王三人拉近距离 促成朋友 临上场的时候 凌王拉着乔本侍郎小声说 侍郎君 我这两个朋友身手狠菜 他们两个格斗实战训练 从来没有赢过 所以 你要手下留情啊 最好可以假装输给他们两个 这样 他们两个会 特别喜欢和你做朋友的 他们两个特别讲义气 一旦把你当成兄弟 就会掏心掏肺的对你 你想要什么 只要他们有 那他们就肯定会给 乔本侍郎听了这话 郑重地点头 我和你们三个聊得特别投缘 早就把你们三个 当成了朋友 为了让朋友高兴 为了让他们两个 对以后的格斗训练有信心 我会打假赛 不真的出手的 凌王感激地看着乔本侍郎 用手重重地拍在他的肩头 仿佛真的把他当成铁哥们一般 乔本侍郎 我没有看错你 能和你交朋友 我真是三生有幸 乔本侍郎上场后 看着站在自己对面的王打虎 想到凌王描述的 他那菜鸡的实力 自己想要打假全输掉 是真的难 于是他看着擂台下的刘逸 开口道 我块头大 比较占优势 你和王打虎一起来和我打靶 这样比较公平 刘逸听到这话 开心得有些不知所措 乔本侍郎提出这种要求 不就是等着挨揍的意思吗 正好自己可以 借着这个机会 痛扁小樱花了 他们三个的切磋开始了 乔本侍郎每次出手 都留有余地 王打虎和刘逸则是 能下狠手就下狠手 乔本侍郎这个大块头 一直处于挨打地位 他被按在地上 刘逸直接开始 踹乔本侍郎的脑袋 乔本侍郎吃痛 内心开始冒火 眼神中透露出凶狠 不过他下一秒 便又变成了柔和的眼神 为了和凌望他们三个处朋友 他只能吃这个亏了 第150章 套路奸血 他们三个切磋了多久 乔本侍郎就挨了多久的打 结束后乔本侍郎 变得鼻青脸肿 王打虎和刘逸两人 一左一右 搂着乔本侍郎的肩膀 你一句我一句开心地说着 王打虎 乔本侍郎 俺从来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打过一架 这次多亏了有你 刘逸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知道你打我们两个肯定能打得过 可你还是故意输给了我们 是不是凌望刚才和你说 我们两个比较菜 都对格斗训练丧失信心了 所以 你为了让我们两个重燃信心 才输给我们的 王打虎 你这份恩情 俺会在心里记一辈子 以后你的事 就是俺的事 乔本侍郎因为脸肿 咬字有些不清楚 支支吾吾地说 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 现在他脸上笑嘻嘻 内心同样笑嘻嘻 对于一般人来说 挨打肯定会不高兴 可是乔本侍郎不一样 他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他以为自己 又和凌望他们 三个关系进了一步 以为马上就可以窃取军校机密了 他是一个敬业的奸细 所谓的窃取机密 即使挨打 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 从武馆出来后 在凌望的提议下 一起去乔本侍郎家吃饭 再喝点小酒 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外卖 酒过三巡后 凌望假装喝醉了 他一手拿着酒杯 一手拉着乔本侍郎 酒里酒气地说 乔本侍郎 说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 哥 他正说着 冲乔本侍郎打了一个大宝格 酒气军的乔本侍郎 微微皱眉 你是小樱花来的 我起初非常讨厌你 后来发现你和别的小樱花不一样 你为人大方 仗义 刘逸也假装喝醉了 靠在乔本侍郎身上 口水流出来 顺手抓着乔本侍郎的一脚去擦 乔本侍郎恶心地皱眉 强行压制住内心的怒火 轻轻地把刘逸推开 如果不是为了窃取机密 现在他绝对要动手打人了 凌望看到了乔本侍郎 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随手拿起来看了一圈 而后又拿出秦浩文给他的手机 将两部手机放在一起对比 凌望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侍郎君 你这手机一看就很贵 我这一千出头的手机 和你的放在一起 就是个破烂玩意儿 玩个游戏都能掉线 乔本侍郎温柔地笑了笑 你看你这话说的 你是我朋友 我的手机你拿去玩吗 凌望双眼一亮 而后眼神又黯淡了下来 我不能要你的手机 这太贵重了 我用了你的手机 你用什么呀 他将一个想要贪图小便宜 但又放不下架子的人物形象 演得淋漓尽致 乔本侍郎非常大气地挥手 没事 我可以重新买一个 凌望拿走他的手机 他求之不得 到时候就可以通过他的手机 窃取一些军校机密了 可凌望不会这么做 他不想多此一举 打乱安全保密处的计划 他连忙摆手 这多不好了 这样吧 咱们两个换手机玩一会儿 乔本侍郎笑眯眯地看着凌望 随意地回答 随便 在他低头拿酒杯的那一刻 眼神立马变得狡黠 内心默默感慨 这几个废物 没想到这么快 自己上钩了 竟然主动提出了换手机玩 正好给我提供做手脚的机会 凌望问了一下 乔本侍郎手机的开锁密码 而后将自己的手机 给了乔本侍郎 我的密码是159347 乔本侍郎准备伸手 接过凌望递过来的手机 脸上有着淡淡的笑意 内心却乐翻了天 自己潜伏到这里没多久 竟然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就在他马上要碰到 凌望手机的时候 凌望突然将手机 收了回去乔本侍郎 这是要做什么 凌望怎么收回了 难道是我哪里暴露了吗 乔本侍郎奇怪地看着凌望 短短的一秒钟内 他脑海中思绪万千 甚至都想到了 自己身份暴露 应该如何应对 凌望装作醉酒脑袋发晕 但努力逼迫自己清醒的模样 我刚才差点忘记了 你是外国人 我是军校生 我的手机不能随便给你 学校是有这种规定的 咱们还是算了 换手机玩吧 凌望做戏做拳 给乔本侍郎设置点难点 不让他太顺利地 拿到自己手机 以免对方起了疑心 乔本侍郎立马急了 甚至都开始发誓 凌望 你是信不过我吗 刚才咱们还说 要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你这个样子 让我特别伤心 凌望眉头微皱 为难地解释 不是 是学校有规定 而且现在华夏 确实有不少奸细在 你们小樱花 对我们的民族 做过什么事 我们都还一直记得呢 所以这个 乔本侍郎听到这话 立马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开始职责樱花国 对华夏做过的那些事 骂得比凌望 他们三个骂得都要狠 我祖先做的错事 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他们屠杀平民百姓 at美元 at 美元 at家 现如今 竟然还派奸细来窃取别国机密 简直丧心病狂 这群奸细 竟然还在破坏两国关系 还想要让历史重演 他们罪该万死 诸狗不如 他父母就不应该生下他们 at美元 at 乔本侍郎越骂越来气 恨不得现在就动手去杀了奸细 他做奸细 是非常尽职尽责的 为了取得凌望的信任 骂起自己来 毫不客气 凌望他们三个 配合着乔本侍郎演习 表面上非常认同 乔本侍郎的说法 仿佛遇到了知音一般 内心却忍不住偷笑 奸细做到乔本侍郎这份伤 也是没谁了 被下套不说 现在是既掏钱又挨打 还得自己骂自己 乔本侍郎骂了一通后 凌望冲他拱手作急 非常佩服地说 侍郎君 你是我遇到最特别的一个小樱花 你的为人 我信得过 我的手机你 拿去随便看 哥们对你没有隐瞒 第151章 收网 乔本侍郎假模假样地推散了几下 凌望 你误会我了 我这不是想要看你手机 我是听到你不信任我 我有点生闷气 不过好在 咱们的误会都解开了 凌望搂着他的肩膀 我明白 这不是学校有规定吗 你这个兄弟我认了 今天咱们两个必须换手机玩 不然就是 你不信任我 他说着 强行将秦浩文给的手机 塞到乔本侍郎手中 乔本侍郎被迫和凌望换手机玩 他们四个在玩游戏的中间 乔本侍郎看到烟河空了 故意拿起来往外导烟烟怎么没了 我去卧室拿几盒 就这样 他非常自然地带着凌望的手机 回到自己的卧室 进去后 立马反锁门打开电脑 开始给凌望的手机植入病毒 王打虎和刘逸 看到乔本侍郎进入卧室 忍不住笑了出来 鱼儿上钩了 凌望这个时候继续玩游戏 臭嘴大骂 你们两个 我草泥马 玩游戏呢 能不能上点心 老子都快要被对面打死了 他这是在提醒王打虎和刘逸 现在在执行任务 就算对方不在 也不能松懈 必须万分谨慎 否则容易功亏一篑 刘逸和王打虎得到提醒 立马继续做戏 不敢有松懈 转眼间 天色黑了下来 凌望三人从乔本侍郎住处出来 手中大包小包提着东西 乔本侍郎跟在他们三人身后送他们 看着他们三人乘坐的出租车 远去 乔本侍郎的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眼神凶狠起来 透露着阵阵寒意 他抬手用手 被碰了一下自己肿子的脸颊 脸上传来丝丝的痛觉 以及因为肿痛的麻木感 内心忍不住咒骂 一群废物 一群酒囊饭带 贪得无厌的小人 还做朋友 你们也配 等你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我必须得收拾你们一顿 他转身往住处走 想到自己植入凌望手机里的病毒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想到任务进展得这么顺利 而且速度这么快 如果不是凌望故意为难乔本侍郎 专门表现出一副不成器的模样 乔本侍郎也不会这么轻易上钩 乔本侍郎以为自己是掌控全局的人 殊不知他才是那个上钩的鱼 凌望回到学校 找机会将手机交给了秦浩文 并且将手机存放到指定房间后 他们两个才出来讲话 他们这是担心乔本侍郎植入的病毒 会控制手机 窃听他们二人的对话 凌望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事无巨细地说了出来 秦浩文听后很是惊喜 微微激动地看着凌望 佩服地说 没想到任务进展得这么顺利 凌望真有你的 你不去做卧底潜伏 真是可惜了 如果有抓捕行动 我会通知你 毕竟你可是咱们学校最能打的那个 乔本侍郎回到自己住处后 关好门窗 立马开始操作电脑 对凌望给的手机开始入侵 他先是查看了手机相册 又查看了手机浏览器的最近浏览记录 最后 他将目光锁定在一个网址上 那是登入学校教务系统 查询成绩时留下的浏览记录 乔本侍郎借着这个浏览记录 尝试着攻入凌望他们准备的假网站 直至深夜 都没能攻克凌望升级过的防火墙 他不禁感慨道 军校的防火墙果然级别高 就算我破解一辈子 也破解不了 就这还是从内网入侵 如果从外网入侵 就更难了 不枉我又出钱 又挨打 最后骂了自己才换来的东西 乔本侍郎攻不进防火墙 便决定交一给上级 三天后 一间城北的小网吧内 乔本侍郎偷偷登入一个论坛社交账号 开始联系上级 他们这种奸细和上级的联系 是非常谨慎的 不过 这一切都在陆军指挥学校安保处的监管之下 他们顺着乔本侍郎这条线索 成功找到了他们的上级 是一个小公司的文员 非常不起眼的一个身份 收网这天 秦浩文专门通知了凌望 将任务简单地说了一下 凌望他身手是学校最好的那个 所以派他去抓乔本侍郎 毕竟这种大块头 一般人制服不了 还容易误伤群众 至于奸细的上级 则是学校专门派人去捉拿 凌望主动提出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一直和我训练 在行动上非常有默契 能不能让他们两个配合我行动 秦浩文欣赏地看向凌望 点头回道 可以 不得不说 你这人挺讲义气 有什么好事都能想到你朋友 他知道 凌望这是想要带着两个兄弟立功 所以直接说了出来 凌望他们三人换上便装 并且领取了手枪以及子弹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见到乔本侍郎了 他们三人来到武馆 凌望给乔本侍郎打了一个电话 侍郎君 我们三个请假出来了 在你们武馆外等你 咱们三个今天继续打游戏 好好玩的痛快 乔本侍郎立马回复 好 我马上出去 不一会儿 乔本侍郎见到了凌望 他们一行四人打车前往乔本侍郎的住处 路途中说说笑笑 仿佛真的如同好兄弟般 安保处乔装人员立马紧随其后 到了乔本侍郎的住处 凌望二话不说 直接给了乔本侍郎一拳 戴琪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在王打虎和刘逸的配合下 用手铐将乔本侍郎的双手反靠在背后 乔本侍郎知道自己暴露了 脸上立马不满寒意 用自己庞大的身躯去撞刘逸 刘逸被他抵在墙上 吃痛的大声喊了出来 凌望这次下狠手 随手抓起桌布 勒着乔本侍郎的脖子 将他往后拖拽 大有他不放刘逸 就当场把他弄死的态度 乔本侍郎就这样 硬生生地被凌望拖着 往后走了几步 乔本侍郎因为呼吸困难 脸胀的通红 四肢变得有些乏力 外边接应的人 在这个时候也破门而入 一起朝着乔本侍郎一顿踩 直至对方没有还手能力 这才作罢 第152章 演习来了 乔本侍郎被控制住 蹲在角落里 嘴里塞着桌布碎片 眼神凶狠地盯着凌望 想到之前 自己被他们三人筐骗 挨打 自己竟然乐呵呵地相信 就恨得牙痒痒 又想到自己被抓 上级也很有可能被抓到 他们组织精心策划这么久的事业 现在毁于一旦他内心极其懊恼 甚至都想要以死明智 坚决不吐露半分有关信息 凌望带着武警 仔细地搜查了乔本侍郎的住处 在这里翻出了很多 有关学校 以及一些重要单位附近的电箱 地下管道之类的照片 进行抓捕的人 将这些东西统统打包带走 乔本侍郎被押上了防暴押送车 凌望他们三人和乔本侍郎在同一辆车内 乔本侍郎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凌望 仿佛二人之间有杀父之仇一般 凌望淡淡地回看着乔本侍郎露出嘶嘶笑意 挑衅地看着乔本侍郎 你就算再恨 又能奈我何 王打虎看到 毫不客气地伸手戳了乔本侍郎眼睛一下 嘴里骂骂咧咧咧道 你这个小樱花来的奸血 这么等人做什么 我警告你 你要是企图用眼神杀死我战友 我继续抽你 王打虎说着 杨庄抬手做出打人的动作 他这是单纯地看见戏不顺眼 故意找理由动手 乔本侍郎吃痛 低声喊了一声 眼睛疼得一时睁不开 内心感慨道 我怎么这么可怜 竟然遇到这么一群虎脚蛮缠人 抓捕行动结束三天后 凌望所在的十三区召开表彰大会 十三区四个中队在训练场上集合 众人疑惑纷纷 好好的集合做什么 难不成要下达什么训练任务了 王打虎和刘毅站在队伍里 脸上洋溢着笑容 他们两个知道 这是要开表彰大会了 刘毅提前和中队里的人炫耀 瞧好吧 等会我 凌望 王打虎三个人就要上去领奖了 众人听了只是笑笑 或者调侃几句 没有一个人当真 刘毅 你看你这牛吹的 无缘无故 干嘛要给你们三个颁奖 给凌望一个人颁奖 还有可能 毕竟他经常做出这种事 给你和王打虎颁奖 绝对不可能 刘毅听到这话 有点急眼了 立马回怼 要不要打赌 凌望这个时候 低声阻拦了一句 刘毅 别挣扎了 小心王老黑听到了 过来罚你 再等最后几分钟 大家不就知道结果了吗 刘毅这才罢休 不和别人争执 十三区大队长 从不远处缓缓走来 站在队伍的前方 王之上简单地整理队伍后 小跑两步来到大队长身前 报告 十三区应到408人 十到408人 大队长点头 嗯 回去吧 紧接着 他清了清嗓子 开始讲话 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将大家集合起来 是要宣布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 为咱们区的几位学员 颁发军功章 众人 大部分人听到这话 都是大眼瞪小眼 一脸猛逼 什么考核都没有进行 好好的颁发军功章做什么 这几个人是谁 怎么这么幸运 刘毅周围的人 全部震惊地看向凌望 刘毅 王打虎三人 难不成 刚才刘毅说的 都是真的 他们三个这是救了谁 竟然拿到了军功 刘毅冲众人得意地挑眉 怎么样 我刚才没有吹牛吧 王打虎咧嘴傻笑 小声地得意说 别这样看俺们 俺们就是 比你们优秀一点点罢了 他的凡尔赛 让众人更加疑惑 紧接着 大队长给出了答案 凌望 刘毅 王打虎三位学员 协助校方 当地武警 共同抓捕了一伙 樱花国的奸细 即使有效制止了 他们的步伐行动 为咱们国家 挽回了重大的损失 校方特此 授予三位个人三等功 请你们三人上前领奖 众人听到这个解释 立马热烈的鼓掌 一个个都佩服地 看着他们三个 不过更多的是羡慕 他们羡慕刘毅和王打虎 他们两个平时训练中的表现 顶多只能算是中上 如果不是凌望 他们两个肯定是 参与不了这种行动的 有凌望这么一个好朋友 能跟着一起蹭军功 谁不羡慕 谁不眼红 大家都恨不能 凌望三人上台领奖 大队长分别给他们 佩戴军功章 颁发证书 你们三个好样的 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血性 未来可期 凌望拿过军功章 表情是一贯的平淡状态 三等功对于他来说 已经算不上什么惊喜了 刘毅和王打虎 两个人很是激动 高兴得合不拢嘴 嘴巴都快要扯到后脑勺了 他们三位 在众人的掌声 和祝贺声中归队 大队长继续宣布 下一个好消息 这第二个好消息 就是你们马上要迎来 和地方部队 一起进行的实战演习 所以咱们要开始 为期一个月的体能 加强训练 此话一出 队伍里传来阵阵哀嚎声 一个月的体能 加强训练 这算是好消息吗 实战演习 还是个地方部队 咱们这不是找虐吗 地方部队训练时间 以及一些实战经验 都比咱们多 这岂不是找虐 有人欢喜有人忧 别人在哀嚎 凌望的嘴角 却勾起淡淡的笑意 终于能活动活动手脚了 天天闷在训练场 做一些按部就班的训练 多没意思 就是要实战 这才刺激 别人眼中实战演习是磨难 凌望眼中 这却是送军功的机会 大队长又做了简单的动员 这才让各中队带回 回去后 一中队的所有人 包括王志尚在内 都对凌望他们三个 参与抓奸细的行动好奇 刘毅主动站出来 给大家解说 那个时候 乔本侍郎为了和我们出朋友 不仅花钱请客 挨了我们打的 还得赔笑脸 最损的是凌望 他愣是逼得乔本侍郎 大骂了一通自己 你们不知道 他 第153章 凌望被邀请参与作战规划 每天的加强体能训练 让除了凌望之外的所有人 都苦不堪言 一个正常训练的上午 突然有人来找凌望 凌望跟着那人离开 众人纷纷看着凌望的背影 目送他离开 你们说 这次凌望 是不是又接到了什么任务 现在我不羡慕凌望了 人家有本事是天生的 我开始羡慕王打虎和刘逸了 我也想像他们两个那样 有个特别厉害的好兄弟 凌望被带来了一间会议室 他打报告进去后 看到了一众老教授 军衔最低的都是少校级别 冷教授笑呵呵地看着凌望 凌望 你找个位置坐下 凌望 是 他坐在了会议室墙边摆放的椅子上 没有坐在会议桌跟前 他现在只是一个学员贤的学员 暗级别是不能和他们这种领导坐在一起的 如果贸然坐过去 虽然不会怎么样 但显得凌望有点年少张狂 目中无人 冷教授看到凌望坐的位置 直接给他指了会议桌的一个空位置 凌望 你坐在那里 今天把你喊过来 就是想要看看你的想法 你可是坐上宾 哪里有坐冷板凳的道理 他说着 欣慰地笑了出来 开始向众人介绍凌望 这位学员就是我和你们说的凌望 他有关战术的论文我看过 不仅基础扎实 而且见解独到 想法大胆兴起 其他教授听到这话 纷纷赞赏地看向凌望 这位凌望 是不是开学拿一等功的那个学员 真是年少有为啊 有这样的动量 是咱们学校的姓氏 会议室的教授领导 你一句我一句地夸赞着凌望 一来 是因为凌望本人真的很优秀 二来 则是因为冷教授 这种级别的大佬夸赞了 他们不看僧面看佛面 也得跟着夸 冷教授的面子必须给 如果是普通人 面对这么多高军贤的首长夸奖 肯定已经飘了 可凌望依旧淡定如常 众活一世 他早就不被这些虚无的赞赏左右情绪了 他只想要真正干一些实事 他谦虚淡定的表现 让冷教授更加欣赏他 这样沉稳的年轻人 他还从没有见过 凌望这样成熟稳重 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插曲过后 冷教授直接说这次演习的内容 这次演习 咱们学校除了科研专业的学员留校 剩下大概六千左右的学员 以及负责的队长 还有一些指挥专业的老师 全部上战场 一共有一万两千人 是一场小型战术演习 为期五天 咱们学校的兵列 这次演习的规模很小 只能算的上是战术演习 演习规模超过十五万兵力的演习 才能算的上是战略演习 战略演习是全局性 全面性 规划中偏向于立体化战术规模的演习 是片面 区域性 局域性的规划 简单来说 前者能打一场局部战争 后者只能算是摩擦 但这次军校有参与演习 所以演习更注重于现代化战争 不仅仅考核单兵作战 更锻炼合成化部队作战能力 林旺还从冷教授的直言片语中见解道 每两年 军校就会和地方部队进行一次实战演习 地方部队每一次运用的战术 都是军校前一次的战术 军校每年都相对应地做出应对战术调整 虽然军校研究出的战术非常好 可每次部队都派作战经验丰富的老鸟上场 而且都还用的是军校前一年使用的战术 所以军校每年打得很吃力 输多赢少 现场战况瞬息万变 不是说学得好就能打得好 战场经验非常重要 这就好比职场精英面对高学历实习生一样 不过军校生下部队锻炼一些时日后 照样不比他们差 甚至会更优秀 就在凌望认真聆听的时候 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 发布系统任务 在此次演习中亲自斩首对方手掌 任务奖励 特级化妆术 助 特级化妆术包括 伪装术化妆术变身技能 凌望听到这个奖励 感慨道 看来这次 不能带着大部队冲锋陷阵 要让高级战术指挥技能无用武之地了 只能自己带着小部队 潜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斩首行动 不能在背后运筹帷幄了 冷教授讲解完战术情况 其他教授补充了几句 最后冷教授期待地看向凌望 凌望 你有什么看法 凌望 我的看法是在中期采用一定的跳岛战 咱们可以用敌方两倍的兵力来攻克一个阵地 跳过下一个阵地 然后再派敌方两倍的兵力来攻克下下个阵地 当然 这么简单的战术 对方肯定会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不过这样 他们就上钩了 咱们可以再将目标转向他们的后勤攻应 以及破坏敌方的 凌望简单说了几分钟 在场的各位手掌都在认真的聆听 他们听得越多 看凌望的眼神越发的惊讶 因为凌望采用的战术 不能说有多损 但一定非常狠 可以把对方打猛逼 瞬间响起掌声 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他们不敢相信 这样成熟的战术指挥会是一个心声响出来的 怪不得冷教授对凌望另眼相看 有些人天生是带兵打仗的料 会议结束后 冷教授专门把凌望喊过来 和他一同相跟着离开 路上对凌望夸赞的话就没有停过 他实在是太欣赏凌望了 时间飞快的过去 转眼间来到了演习时间 军校和地方部队的导演部已经提前布置好 开始对演习阵地进行实时监控 军校是红军阵营 地方部队的蓝军阵营参加实战演习的学员 佩戴好装备 分发演习用的空弹壳 而后登上运输车 分批前往演习基地 来到演习基地后 学员们开始驻扎帐篷 食堂跟来的吹噬人员开始做饭 种子俱乐部的人 这个时候找到了凌望和刘伟 你们两个现在收拾一下 和我走吧 咱们种子俱乐部被委任了斩首的任务 不和大部队一起行动 第154章 先锋队 凌望和刘伟立马敬礼 回复道 是 赵丽丽还准备安排些什么 王之上的嗓音突然传来 13区义中队全体集合 赵丽丽听到后 冲他们二人说 你们先去集合吧 义中队的队列战好后 王之上开始讲话 这次咱们中队被上级安排 做先锋队 在演习的前一晚 去骚扰敌方队伍 新学员听到这话 一个个都激动了起来 感觉做先锋队 是特别光荣的事情 老学员则是一脸的落寞 他们参加过一次演习 知道先锋队意味着什么 说好听了是先锋队 说难听了是麻烦制造队 所有战争 都是从小摩擦开始 而后才全面展开 在演习前夜 派人去敌方驻地骚扰 先发制人 让敌人手忙脚乱 摸不清方向 是常用的战争手段 而他们这个去搞摩擦的中队 则是牺牲品 每次都是伤亡惨重 众多老学员 以为自己倒霉 有些无奈 王之上安排完事情后 凌旺和刘伟友去找赵莉莉 凌旺主动提出 自己今晚要跟着中队一起行动 带回来后 再去找种子俱乐部会合 赵莉莉疑惑地看着凌旺 问道 你就不怕牺牲吗 凌旺笑着回答 怕 是个人就想活到最后 可这是中队的第一次集体行动 我不想缺失 赵莉莉直接了当地说 你知道为什么派你们中队 去搞摩擦吗 因为你们中队 是参加演习的中队中 综合排名最差劲的那个 上面就没有指望着你们活着回来 只要扰乱了敌人视线就可以了 凌旺继续笑着回答 我知道 赵莉莉 那你还去 难道跟着种子俱乐部 一起执行斩首任务不好吗 凌旺反问 难道跟着种子俱乐部行动 就没有危险了吗 赵部长 我知道你是好心提醒 可我还是想要和中队一起行动 这是上集派给我们中队的任务 我不能抗命 赵莉莉看着凌旺 眼神中透露出无奈 开口道 我这是该夸你 还是该说你傻呢 这两个不同的选择 你选了最傻的那个 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 你又非常的可靠 明知执行这个任务 可能回不来 依旧要参与这个任务 你不想走 又拿命令压我 我也不能把你绑走 一切按照你的意思来吧 刘伟这个时候也站出来 报告 我也想留下 赵莉莉点头 无奈地转身离开 深夜 除了哨兵之外的所有学员 都熟睡休息 为接下来几天的演习 养精蓄锐 王之上已经悄悄集合起自己的队伍 带队出发 在前进的途中 他将凌望叫到自己的身边 一边赶路 一边询问 凌望 你前几天 不是被冷教授喊去指挥部了吗 你对咱们这次的行动 有什么看法 凌望想都没想过直接脱口出 咱们一共一百来个人 我建议兵分三路 两路派出十个人 分别去不同的方向 找蓝军的人交涉 剩下八十个人 尽最大可能的深入敌方 引起小规模的战斗 这样咱们可以最大程度的迷惑对方 三路人之间不要联系 自己随机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样就达到了 咱们这次先锋队的任务目标了 迷惑蓝军 让对方不知道 咱们的真正意图 王志尚听后 点头道 不亏是冷教授欣赏的人 这战术指挥就是有一手 我开始还想着 东打一枪 西打一枪 让敌人摸不清头脑 话说 你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到的 凌望笑了一下 回复道 不是我想到的 孙子兵法谋公篇中有提到 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咱们现在处于罚兵的阶段 但并不是不能用罚谋和罚交的手段 咱们可以用战术迷惑的手段 外加派人去交涉 乱了对方的外交阵点 让他们摸不清咱们的主眼目的 剩下一伙主力 全力进攻开火 会更加让对方乱了阵脚 提前全体警戒 这样 他们就提前暴露了自己的防御 王志尚对凌望的提议赞不绝口 直接将战术指挥权交给了凌望 让他全权负责 凌望耐心地 向派去交涉的两队人解说着 你们这一队 等会尽量往西边走 被人发现 你们就要求见对方长官 见到长官后 你们就提出 蓝军伤害了两个误入演习的阵地的老百姓 现在要求蓝军上级追查这件事情 你们这一队人 等会往东边走 按照刚才我说的来 被派的两队人马 听了一大堆 愣是没有听明白 凌望你说的话 我们都能听得懂 可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 凌望 时间紧迫 来不及解释 你们按照我说的来做就行 战术指挥本就牵扯广泛 别人听不懂 也都在情理之中 毕竟没有几个人 可以达到凌望那种水平 一中队的人 立马开始分头行动 一排排长 带着十个人往西边去了 王之上带着十个人 往东边赶去 凌望带着八十号人继续前进 凌望带队在夜间前行 他的阴眼技能处于实时在线状态 勘察着周围的情况突然 阴眼技能提示 前方不远处 有许多生命体在靠近 这是蓝军派来搞偷袭的人 恰巧被凌望给撞上了 既然撞上了 那就收拾他们 凌望立马打手势 示意身后的人停下 然后小声地安排到 全体往西南方向的小河那里撤退 刘烨 王打虎 你们两个留下 给我打配合 班长 你带队去小河边 让大家分成两队 分别潜伏在河两岸 以三三制的队形分布 我们过去后 和对岸的就立马开打 和这边的听我信号在行动 凌望现在有临时指挥权 大家全部都听令于他 开始紧张地执行任务 刘烨和王打虎两个人 跟在凌望后边 开始布置简易陷阱和地雷 布置好之后 凌望让他们两个 藏在一处矮坡下 他自己前去诱敌 第155章 打响演习第一枪 凌望根据阴眼系统的提示 不断地靠近蓝军前来偷袭的小队 快要接近的时候 凌望端抢 快速扣动扳机 碰 碰 蓝军队伍带头的二人 身上被击中的地方 瞬间冒出蓝烟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阵亡了 众多蓝军立马警惕起来 有的趴在地上 有的蹲在草丛后 有的靠在树后 看他们反应 肯定是参加过多次演习的老鸟 阵亡的两个蓝军 既猛逼又恼火 演习还没有真正开始 他们两个就提前下线了 这放到谁身上 都会不开心 妈的 竟然被红军这种学生病给搞了 就在他们叫骂的时候 凌望整个人趴在草丛中 快速地匍匐前进 这两次他端枪就干 根本没有瞄准 有阴眼技能辅助 可以观察到 对方藏在草丛中的人 外加他多年的实战经验 枪就像是他四肢的延伸一般 使用起来非常灵活精准 蓝军趴在草丛中的两个人被击毙 一脸猛逼地站起来 红军怎么发现我的 难不成对方有狙击手 紧接着 凌望用同样的方式转移位置 又来了两枪 蓝军的人现在彻底警惕起来 他们不仅认为 红军埋伏了狙击手 而且不知道来了多少人 一时间 战况僵持起来 蓝军躲起来不敢动了 凌望看情况差不多了 于是从地上爬起来 飞快地往刚才来的方向飞奔 并且抓起石块 时不时地朝其他方向丢 弄出不小的动静 他给蓝军造成了 这里埋伏了一只小队的假象 蓝军看到这里 立马准备乘胜追击 他们中间 有人拉了领头人一把 连掌 逃兵莫追 而且 咱们还不知道 对方有什么意图 领头人直接回复 没事 咱们的任务就是搞偷袭 制造摩擦 能干掉对方大部队是好 如果干不掉 也不碍事 看刚才那几个人的枪法 估计是狙击手 都是红军精锐 他们应该是执行斩首任务的 咱们端掉他们 是要立功的 就这样 蓝军的人兴致勃勃地追了上去 他们前进的速度 和凌望的速度 没有可比性 根本追不上 途中凌望还专门放缓速度 怕蓝军的人跟不上 凌望将他们带入了 提前布置好的陷阱 一时间爆炸声四死 蓝军随意走几步 都会踩到地雷 这些都是训练用的雅雷 只有声响和白烟 没有任何的杀伤力 蓝军阵亡不少 他们一个个开始骂娘 都知道逃兵莫追 可谁能想到 他们夜间偷袭 才第一次相遇 对方就能提前布置好陷阱 太特娘的邪门了 蓝军活着的人 一边骂一边追上凌望他们三人 追着追着 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前边追的人才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 是要继续把他们往陷阱里带 蓝军领头人 突然命令全体停下 而后拿出地图 打着小手电看地图 看前面的方向是小河 看来对方是要把咱们往河边引 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刚才明明有好几个狙击手 怎么追着追着 只剩下三个人了 红军这是在搞什么 跟在他身边的蓝军 问道 连长 咱们还追吗 蓝军连长回道 追 追上去看看他们 想要搞什么 这伙人绝对是精锐 一个军校能有多少精锐士兵 咱们现在有两个连的人 优势在我 他考虑了一下 而后大声命令道 等会组成三十人的赶死队 你们追着那三个人 看追到河边 对方的战斗力如何 剩下的人分成两组 迂回前进 靠近小河边 他们设套 咱们来个问中桌边 通信员 时刻保持建议 没我的命令 不要贸然出手 蓝军士兵 是 凌王带着刘毅和王达虎两个人 在前边跑 一伙蓝军在后边追 刘毅时不时地看向身后 兴奋地说 这也太刺激了 刚才手雷引爆那两下 我的心就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没想到 对方这么容易就上钩了 凌王大声打断 他的自言自语 你们两个跟上 千万不能掉队 蓝军上场的都是老鸟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重击 凌王真正的大招 还在后边 他们三人 带着蓝军的人跑来河边 大声喊着 我们把人带过来了 开枪 开枪 一边喊一边跳进河中 虽然已经三月份了 可河水依旧冰冷刺骨 这对于凌王来说 不算是什么 王打虎和刘毅 在拼命地游泳 现在兴奋和紧张 已经冲昏了他们的大脑 顾不得河水刺骨的冷 提前埋伏在河对岸的人 立马从树林中出来 大家都按照凌王的嘱咐 呈三三制队形分布 朝着三十多位蓝军开枪 一时间给对方造成人数很多 活力很足的假象 三十多人的攻击 硬生生干出一个连队的气势 片刻的功夫 蓝军的人便所剩无几 凌王上岸后 踢着步枪 一枪一个 干掉了好几个人 蓝军追过来的人 全部被干掉后 凌王又带着刘毅和王打虎 从河对面游过来 开始扒蓝军的衣服 蓝军都是几个老鸟 自然不服 大有干一架的架势 凌王笑着说 你们现在已经阵亡了 请遵守演习规则 话音落下 凌王直接出手 踢在对面老鸟的膝盖上 迫使对方连连后退 然后凌王又一脚 将其踹在地上 别着他的手 扯开对方上衣的拉链 嘴里继续说着 请准守演习规则 他嘴上说得好听 动起手来一点都不手软 老鸟不想遵守演习规则 也没办法 毕竟打不过凌王 其他老鸟想要帮忙 被凌王一句话堵了回去 难道你们想要违反演习规则吗 就这样 凌王扒下老鸟的衣服 将身上湿透的衣服换上 王打虎和刘毅 也照样学样的 扒蓝军老鸟衣服 你瞪俺干啥 你现在是死人一个人 别说俺扒你衣服了 就算是对你做点什么 你也得忍着 不然就是违反演习规则 第156章 以少胜多 蓝军连长潜伏在小河不远处 拿着夜视仪 静静地观察着刚才的战斗 将刚才出现的红军兵力 看了的大概 低声安排身边的人 我刚才看清了 大概30号人的一个小队 从远处偷偷渡河 把这30人干干掉 咱们现在还有140号人 他们只有30号人 优势在我 蓝军连长安排过后 蓝军立马开始行动 凌望时时刻刻用鹰眼技能 监察着蓝军的行动 他们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在凌望的计划之中 蓝军在偷偷摸摸地渡河 凌望则是带着人 再尽可能多地布置陷阱 手雷用完了 就用树枝和枯草 一切能用的东西都用上 蓝军悄悄地靠近 有一个人踩到了地雷 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出来 这惊到了蓝军所有人 他们没想到 红军竟然提前有准备 已经暴露了 蓝军连长大喊 全体进攻 一时间枪林弹雨 火光四射 交火情况很激烈 凌望这边并没有几个人伤亡 因为提前做了隐蔽准备 这里的交火动静 惊动了双方导演部的人 都派出了无人机拍摄查看 凌望带着人 一边和对方交手 一边将对方往河边带 虽然凌望很能打 可他们这边毕竟是学生兵 而且人数实在是太少 一时间被打得落荒而逃 活着的没剩几个 最后仅剩的几个人 来到河边 凌望立马发出信号弹和对岸 瞬间传来枪声 现在的蓝军在河岸边 犹如靶子一般 一下子被干掉了许多 蓝军连长这下猛逼了 对面怎么还有人 而且看这火力 有一个连左右 最特马重要的是 现在敌在岸 他在明 没过多久 他们蓝军便伤亡惨重 凌望眼疾手快地 躲在河岸边的大石头后边 提着步枪 瞄准蓝军火力主力 一枪解决一个 他和和对岸的红军配合 成功歼灭了蓝军连队 这一场以少胜多的仗 打得非常漂亮 与此同时 王志尚和一排排长 带领的两支小队 也被蓝军发现 他们两个按照凌望安排的那样 将蓝军伤到了 误入演习阵队老百姓 这一假消息 传递给了他们 蓝军内部开始全体戒严 进行排查 蓝军导演部 通过无人机 观察着凌望这场战斗 看到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不惊讶的 凌望之前的战术套路 他们没能看到 只看到了 凌望带着人和蓝军 在河边火拼 他们难以想象 军校生单纯的硬碰硬碰 竟然能够以少胜多 全歼蓝军两个连 军校生的单兵素质 什么时候这么过硬了 蓝军导演部的最高指挥官 在大屏幕上 看到凌望的身手 很是惊艳 把在河岸边 一个人单打独斗的 那个红军 给我对脸拍 然后再把刚才 他战斗的画面 给我调出来 信息兵 是 将凌望刚才的战斗过程 调出来后 整个导演部的人 都对凌望的表现赞不绝口 这个军校生的实战能力 真不错 可以看得出 他设计的手感很好 军校生里竟然 也能有单兵素质 这么好的人 这伙人 该不会是红军的精锐 被派来进行 斩首行动的吧 如果他们 是执行斩首行动的人 那咱们这支派 去骚扰敌方的连队 这次可就发挥了大作用 最高指挥官当即下令 派人全力搜索 刚才那伙人 红军导演部 也在观看这场战斗 同兰军导演不一样 只看到了一半 没有看完全程 并不知道 凌望具体作用了 那些战术手段 冷教授指着屏幕上的 凌望大夸特夸 没想到凌望这小子 单兵作战能力这么强 怪不得这小子 不愿意搞研究 原来是有做兵王的潜力 其他担任指挥员的教授 或者教师 也都在跟着夸奖 他们这次不是附和冷教授 是发自内心的看好凌望 凌望刚才在战场上的表现 实在是太好了 冷教授一边夸 一边进行着战术布局 既然凌望这第一场战斗 打得非常漂亮 那咱们必须得跟上 传令下去 安排好的三队人马 提前对蓝军发起进攻 通信兵 是 凌望这里搞出了大动静 蓝军内部进行排查过后 发现伤到老百姓的消息是假的 又受到了蓝军在其他方位的攻击 蓝军导演部直接命令 全体戒严 进行战斗 并且三道防线提前防备 今年晚上的情况太乱了 他们不知道 红军要搞什么 只好提前启动防备线 现在的一切 都按照凌望计划的 那个方向发展 接下来即将要上演 蓝军防线提前暴露 被红军击垮 而后 红军采用跳岛战术 攻克蓝军阵地 迷惑蓝军视线 红军断掉 当然 这只是凌望那天 参与制定的作战计划 蓝军肯定会相应地 做出战术调整应对 那就是 冷教授他们 导演不该面对的事情 凌望接下来 要带着一中队 没有阵亡的二十几号人回去 和种子俱乐部的人会合 去执行斩首任务 凌望他们在河边 和蓝军爆发的小战争很激烈 他们伤亡惨重 有些人打着打着 都打到了河里 吴雄就是那个 为了活捉蓝军 不留神摔进河里的人 小河不深 河水大概在夜下的位置 虽然烟不死人 可吴雄现在也上不来 因为他腿抽筋了 现在抱着一个浮沫 在河里飘着 他费力地划着河水 努力了半天 始终上不来 凌望 王打虎 刘毅他们三个 是离他最近的几个人 他们正在河边 从蓝军身上 搜刮能用到的东西 凌望一边从蓝军的枪里 卸空弹壳 一边大声嘱咐众人 大家都快点收拾 蓝军现在已经发现了我们 等会他们肯定会过来 吴雄看着凌望他们三个 想要求救 欲言又止 他实在是在三个死对头面前 拉不下脸 第157章 捉弄吴雄 吴雄想要找他们班的人求救 在夜色下 看了一大圈 愣是没有找到 最后被迫无奈 只好冲凌望喊了一声 凌望 凌望突然被喊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 他猜到吴雄是腿抽筋 上不来了 不过吴雄没有态度诚恳 明确地求自己帮忙 他是不会主动去帮的 凌望就这样 静静地看着吴雄 吴雄直无了一声 你能不能把我拉上岸 谢谢你了 他这幅想求人 但又扭扭捏捏 放不下架子的模样 凌望怎么可能会帮 凌望假装没有听清楚 大声问道 你说什么 我没听到 王打虎和刘依这下来了劲 吴雄这小子 平时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神气得不行 现在终于落到他们两个手里了 不好好为难一番 都对不起这个好机会 他们两个蹲在岸边 说着王打虎 吴雄水下多冷了 你看上来 刘亦 呀你该不会是上不来吧 吴雄这下不吭声了 整个人被气得不行 你们两个这不废话吗 竟然在看我笑话 别等有一天 在我手里有王打虎 要不暗下去把你救上来吧 只是这救命之恩 刘亦 救命之恩就如同再生父母 你喊我们两个一生爸爸 这不过分吧 吴雄冷声道 你们两个给我滚 王打虎贪手 无奈地说 那好吧 既然你不需要 那俺就走了 凌王 你也听到了 吴雄让咱们滚 正好你现在手里有指挥权 命令大家都走吧 别管吴雄这小子 凌王没有吱声 但在王打虎推他 让他一起离开的时候 动作很配合 吴雄这下子慌了 他大声为了几声 凌王他们三人继续走路 没有搭理他 吴雄开始大喊救命 救命 把我捞上去 王打虎听到吴雄喊救命了 大声补充了一句 吴雄在和俺们打赌呢 没事 没事 大家继续忙 众人听到这话 而且知道吴雄水性很好 所以就没有去管 吴雄这下 彻底傻眼了 他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嘴里低声骂道 草泥马 王打虎 以后别落在老子手里 不帮拉倒 老子自己泡水里 等会腿好了 自己上岸 凌王在一旁 大声安排着 大家快收拾 要换蓝军衣服的快点换 蓝军马上就要过来了 千万别被俘虏 吴雄听到俘虏两个字 低声咒骂停了下来 他不想被窝囊的俘虏了 在丢人的喊王打虎爸爸 和被俘虏之间 他纠结了半天 最后做出了决定 眼睛一闭 心一横 大声喊了出来 王打虎 你过来吧 我答应你 王打虎和一听这话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很是开心 他来到岸边 得意地开口道 吴雄 你倒是喊出啊 吴雄低声喊了一句 爸爸 王打虎开心地拍手 好大 你要是早喊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说话间 凌旺和刘毅也来到了岸边 王打虎连忙说 咱们三个一起救你 你只喊俺 一个人不合适吧 吴雄怒目瞪着王打虎 咬牙切齿地说 你不要太得寸进尺 卑鄙小人 给我滚 王打虎本来想对骂回去 凌旺伸手拦住了他 惋惜地开口道 好吧 你既然让滚了 那我们就滚吧 就是可惜你刚才白喊了一声爸爸 这下 既要被俘虏 还认了一个爸爸 其实你当着我们的面 喊一声爸爸 和喊三声爸爸 都是一样的丢人 真是可惜 吴雄 他看着三人 再次准备离开的背影 想到凌旺刚才的话 再次咬牙切齿地喊 等等 而后他小声地嘟囔了两声 爸爸 爸爸 刘毅和王打虎两个人 高兴地拍手 吴雄 你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呢 王打虎身上是湿的 所以他跳下和去救吴雄 将吴雄拖到岸上 吴雄冷着脸 冲凌旺三人恶狠地说 你们给我等着 以后落我手里了 我让你喊爷爷 他才说完 屁股上便挨了一脚 整个人拖着抽筋的脚 往前踉枪着扑了过去 草泥马 谁踢我 吴雄强行稳住身子 骂骂咧咧地回头 刚才替他的事 他们班班长 一班班长黑着脸 淡淡开口道 给他们三个人道歉 然后再道歉 刚才的一切 他都看在眼里 吴雄第一次喊人的时候 他听到了便往过赶 还没过来 便听到了吴雄喊爸爸 而后他就被救上来 吴雄低头 一副不服气的模样 我不 一班班长 道歉 我平时们教你的 做人不能输 刚才既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那时候就别两副面孔 就算再讨厌他们 也不能做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的小人 不道歉 不道歉 你就给我滚出一半 一班班长这句话说得很重 吴雄这下不听也得听了 只好乖乖低头认错 谢谢你们三个 救我上来 对 吴雄不想道歉 话到了嘴边说不出来 硬逼着自己说 对不起 他说出这句 立马扭头 一瘸一拐的赌气离开 王打虎装作大方的说 没事 不客气 下次有这样的事 你再来找俺 条件和这次一样 吴雄现在身上又湿又冷 一班班长扒了一套蓝军的衣服 强行给他换上 一边换 一边用柔和的语气 和吴雄说软话 我知道你小子比较傲气 以后这会害了你 说实话 三班的那三个人 这样对你 我也不高兴 可刚才既然有事求他们 他们帮了 你就不能时候骂他们 这样你和小人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在骂我 骂我狗班长 可我这是为了你好 难道你没发现 我骂了你几顿 你不再像之前那样高高在上 出言伤人之后 班里人对你的态度好些了吗 第158章 执行斩首任务 一般班长在苦口婆心的 给吴雄说好话 吴雄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 心里既憋屈又委屈 他用沉默 来表示自己反抗班长的态度 一般班长给吴雄穿好衣服后 直接拉着他的胳膊 将他背了起来 吴雄很是惊讶 班长 你这是做什么 一般班长 你小子腿抽筋 脚也歪了 撤退的时候肯定跟不上退伍 我背你回去 听到这话 吴雄心里有些感动 但和憋屈比起来 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凌旺他们完成了任务 剩下的二十多个人撤离 回去找大部队 王打虎看到一般班长背着吴雄 一路小跑着 很吃力地跟上队伍的脚步 忍不住拉了凌旺一下 说道 凌旺 你看 说实话 我挺讨厌一般班长的 但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好班长 凌旺回道 他对于吴雄来说 确实是一个好班长 一路上 一般班长类的满头大汉 脸上的汗珠一滴一滴落下 没有一个人不说 他是好班长的 可他背上的吴雄 似乎并不领情 黑着脸 心情很是不好 几年之后 吴雄万万没想到 这样的场景会再现 只不过那个时候 早已误视人非 变成了他背着班长 班长脸上滴在地上的是汗珠 他脸上滴在地上的却是泪水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一定要好好感谢班长 谢他教会了自己 做人不能输这个道理 而他也万万没想到 教会自己做人不能输的班长 他自己却没有做到 凌旺他们回到大部队后 他和刘伟两个人 立马想办法联系了种子俱乐部 赵丽丽看着二人 佩服地说道 你们的世界 刚才我可在队里听说了 好样的 现在你们和我 去领取两把狙击枪 然后跟着提前走 凌旺 是 刘伟 是 赵丽丽带领着他们两个 同另外十位种子俱乐部的成员 提前绕路进去 潜入敌人阵地 在路上 赵丽丽简单说了一下 种子俱乐部的计划 他们一共派出了四组小队 每队有十个人 都是按照每个人的擅长方向 综合分配的 他们四个小队 分别从最东边 最西边 以及敌方中部的两个方向 潜伏敌人阵地 执行斩首任务 赵丽丽这一队 临时添了凌旺和刘伟两个人 从最西边 潜入敌人后方 最开始是由赵丽丽打头带队 刘伟建议让凌旺带队 赵部长 刚才那场胜仗 是凌旺带队打的 还是让凌旺带队吧 这家伙观察地形有一手 他预判前方有人 前方就真的有敌人 赵丽丽听后 犹豫了一下 又想到凌旺在考核时的表现 点头同意 好 现在由凌旺带领咱们 潜入敌方阵营 凌旺临时被任命 他让大家都停下来 自己举着小手垫 观察地形图 他仔细观看地形后 命令道 咱们等会顺着山路走 但是注意 不要真的上山路 尽量靠着山路走 别让敌人发现了咱们 赵丽丽有些疑惑 问道 这样岂不是很容易被发现 而且顺着山路走 很有可能会走远路 凌旺快速地解释 你的担心是合理的 可有路就会有车 尤其是后勤装备之类的车辆 咱们这样 更容易摸准敌方的重要阵点 有助于找到敌方导演部 总比咱们这样 闷头满地找效率快 赵丽丽听后 他明白凌旺说的 可依旧想不明白 凌旺为什么这样做 沿着山路走 被发现的几率大增 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 凌旺命令道 全体都跟我来 跟上 别吊断 他话音落下 率先跑了出去 其他人纷纷跟上 其实他选择沿着山路走 不怕被发现 完全是因为有阴眼技能在 可以提前察觉到敌人 如果敌方人不多 他们就上去干 敌方人多的话 那就绕路走 凌旺率领着众人在奔袭着 突然他发现 前方三四百米处 有生命体出现 而且看热源显示情况 应该是人 生命源数量不多 看移动的速度 以及之间的距离 应该是装甲车队的人 凌旺提前提醒众人小心 有装甲车队靠近 让众人 趴在山路边的小山头上埋伏 凌旺用阴眼技能勘察着 其他人纷纷戴上夜视仪 带装装甲车队靠近 他们看清楚是坦克后 一个个都极其佩服凌旺 凌旺 还真让你说对了 有一伙人过来了 你是怎么知道 前面有人过来 凌旺你真是神了 人如其名 不愧是咱们军校第一枪 凌旺 你难不成有千里眼 竟然知道有敌人过来 凌旺低声呵斥 全体警戒 众人立马闭嘴不发出声音 趴在地上 全神贯注地用狙击枪瞄准 随时准备战斗 赵丽丽紧挨着凌旺 小声说道 咱们现在怎么办 等这队坦克他们走了 咱们继续前进 还是跟着他们走 顺着找到蓝军的驻扎地 凌旺低声回答 但声音极其有力量 干他们 听到凌旺这话的人 额头上满是问号 凌旺这是疯了吗 他们这十二个人 怎么踢着狙击枪干坦克 坦克可是有着陆地之王的称谓 别说他们了 一个连的人来了 也不一定能拿下 赵丽丽难以置信地说 咱们怎么干 拿头去干嘛 咱们还是继续完成斩首任务吧 能少一事就少一事 他的劝说 并没有得到凌旺的同意 这支坦克队 一共有七辆坦克 对于他们这种小演习 算得上是重要火力 如果干掉它 可以在正面战场 减少我方的伤亡 凌旺怎么会这么轻易 放过这几辆坦克 凌旺 看见前面打头的那辆坦克了没有 他的舱门盖上 有个特殊的装置 那是通信设备 用来和总部取得联系的东西 等会我开枪干掉通信装备 剩下的人 打掉这几辆坦克的前望镜 这样他们这对人 就成了瞎子和哑巴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 打开舱门出来 咱们派一个人下去丢炸弹 炸毁坦克的履带 剩下人的给打掩护 只要下面有人敢开舱门 咱们就干它 第159章 干掉装甲队 凌旺继续安排着 等会干掉坦克的通信设备 和前望镜后 我下去炸坦克 你们在上面给我打掩护 赵莉莉立马说 等会我下去 你枪法最好 适合在这里打配合 凌旺点头 可以 记住 先把坦克履带炸掉 让他们不能移动 这样可以降低你的危险 然后再把坦克驾驶舱炸掉 其他坦克兵过来后 就算修好履带 坦克也不能用了 赵莉莉 好 他安排好后 待坦克车队使劲后 凌旺瞄准打投那辆坦克的通信设备 快速扣动扳机 碰 他率先开枪 其他人紧跟着开枪 碰 碰 一阵枪响后 这对坦克成功变成了瞎子和哑巴 缓缓停靠下来 他们不知道自己遇到了什么情况 不能和总部联系 也无法查看外边的情况 只能在驾驶舱内 用对讲机和其他驾驶舱里的人联系 打投的坦克驾驶舱 一位蓝军连长拿着对讲机和后边的联系 后边呢 你们情况怎么样 收到请回复 报告 二号夜市仪被敌人破坏 报告 三号夜市仪被敌人破坏 报告 蓝军连长听着一声声回复的情况 面部表情变得紧张起来 坦克突然遇到袭击 这可不是小事 会严重影响接下来的战况 蓝军连长连忙命令 二号 你们出去一个人看看 二号收到 排在第二辆的坦克 驾驶舱门被偷偷打开一个缝隙 试探性地观察外边情况 凌望将他的动作尽收眼底 直到那个蓝军战士探出上半身 凌望才扣动扳机 击毙那个人 其实刚才坦克舱门才打开 只开了一条缝隙的时候 凌望完全可以开枪 一枪射入舱门缝隙 击毙蓝军战士 可这只是演习 并不是真正的战场 如果那样做 即使打出的是空弹壳 蓝军士兵也会受伤 所以凌望没有那样做 蓝军士兵看到自己身上冒着的蓝烟 有些无奈 自己就是一个送人头的 坦克内的其他蓝军 这下不敢轻举妄动了 赵莉莉拿了足够的手雷 快速地从山坡上下去 行动非常隐蔽 他来到坦克周围 朝坦克履带下丢手雷 然后快速地躲避 轰 手雷爆炸 坦克内的蓝军被吓到 有蓝军打算偷偷打开舱门查看 结果和前一个一样被击毙 干掉几个坦克的履带后 赵莉莉又朝着舱门打开的坦克驾驶舱 丢手雷 在凌望的配合下 其余几辆坦克里的人 没人敢开舱门查看情况 七辆坦克 最后有四辆坦克的驾驶舱 没有丢手雷 赵莉莉一时间束手无策 爬上舱门 用枪托击打着舱门 凌望再次扣动扳机 射中了坦克上的换气口 赵莉莉听到枪声 有些疑惑 紧接着凌望又打了一枪 他下去查看 这才明白什么意思 赵莉莉看向站在驾驶舱门口 已经阵亡的三个蓝军士兵 你们三个 把衣服脱下来 蓝军士兵不为所动 在女兵面前被击毙 还得被扒衣服 这连往哪里搁 赵莉莉看对方没有反应 爬上坦克 开始自己动手扒衣服 蓝军士兵有反抗 赵莉莉直接下手 一掌劈在对方的身上 啊 我去 你一个女的 下手怎么这么狠 蓝军战士吃痛 只好被扒衣服 赵莉莉拿着被扒的几件衣服 去堵住坦克驾驶舱的换气口 过了一会儿 剩下四辆坦克的驾驶舱门 被陆续打开 里边的蓝军战士出来后 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随即枪声响起 新出现的几位士兵统统被击毙 蓝军连长一边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一边环顾四周 只看到了赵莉莉一个人 问道 你们来了多少人 怎么就你一个人下来了 赵莉莉没有搭理对方 挨个爬上坦克 往剩下的四辆坦克驾驶舱内丢炸弹 蓝军连长被无视 更加来了兴趣 你们红军 怎么派你一个女兵出来 做危险任务 你们的男兵都哪里去了 你这女兵 怎么不搭理人呢 赵莉莉不顾对方的再三询问 直接无视对方 他最讨厌别人说你们女兵怎么怎么样 一切结束后 赵莉莉爬上山头 和凌望他们会合 这一场小交火 全程只有赵莉莉一个人露面 这让蓝军连长 对干掉他们的这伙人更加好奇 赵莉莉和凌望会合后 凌望重新调整了作战计划 现在咱们只能去树林了 等会蓝军的人 肯定会在这里进行搜查 而且现在天亮了 去树林可以更好的隐藏 蓝军导演部 导演部的指挥官听着前线的来报 得知派去前线做火力压制的装甲队失去联系 全部都不淡定了 在几方阵地 装甲队被不声不响地淡掉 而且还是坦克这种装甲队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红军究竟派了多少人来 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蓝军指挥官不得不慎重对待 最高指挥官立马给信息兵下令 把坦克失去联系的地点监控找出来 信息兵 是 紧接着 众人便在大屏幕上 看到七辆坦克的舱门全部打开 里边的装甲兵早就不见踪影 演习中有规定 凡是牺牲的战士 都去双方制定的战俘区休息 等待演习结束 最高指挥官再次下令 把刚才坦克受席那段监控给调出来 信息兵 是 演习阵队暗放了很多摄像头 但却不能全部覆盖 只能在重要位置监控 导演部虽然看到了坦克受席过程 也知道凌望他们潜伏所在的方位 但不能确定凌望他们究竟有多少人 也观察不到凌望他们事后的去向 他们只是看到赵丽丽一个人露脸 全程有人给他打配合 轻轻松松干掉了坦克队 最高指挥官当即下令 在坦克受席的这片区域 派出特种兵进行搜索 军权也派出去 导演部现在全程警戒 包括从坦克受席地点 到导演部的路上也全部戒备 第160章 遇到特种部队 凌望这边撤退至丛林后 仔细勘察地图 分析导演部可能驻扎的位置 开始从新规划路线 全力搜查咱们 咱们等会顺着这里的小河走 一路泡在水里 避免军犬顺着咱们的气味 找到咱们 赵丽丽仔细观察着地图 直接否定凌望的提议 不行 你看这条小河周边的地形 很有可能会有蓝军驻扎 咱们被发现了怎么办 躲避军犬搜查 我有一个好办法 他说出这句话后 所有人都期待地看向他 赵丽丽郑重地开口继续说 刚才咱们撤退的时候 我有看到动物的粪便 虽然只看到一坨 但我敢保证 树林里肯定有很多粪便 刘伟听到这话 有些疑惑 你这什么意思 难道觉得狗改不了吃屎 用屎来大做文章 引诱军犬 赵丽丽摇头 我们把粪便涂抹在身上 这样可以掩盖住身上的气味 众人一听到这话 双眼瞪直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坏消息 瞬间备受打击 种子俱乐部成员 都在劝赵丽丽 赵部长 咱们要不换一种方法吧 这个动物的粪便 它 它不好收集 往身上涂糞 这还没有战斗 自己直接臭晕过去了 赵丽丽直接冷声道 这是在战场上 一个个缩头缩尾 像什么样子 我先来 你们跟着一起 刘伟脸上的表情 瞬间复杂起来 她低声的喃喃自语 你一个女生 怎么比男的还要 她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赵丽丽便瞪了她一眼 吓得她瞬间住嘴 别人的劝说 没有任何效果 这个时候 凌望开口了 赵部长 咱们这次来这里 是为了执行斩首任务 全身臭哄哄的 等会怎么潜入蓝军内部 靠近他们 还没过去 他们大老远的 就闻到臭味了 你就按照我说的来吧 众人立马附和凌望 他们都不想 往身上涂抹粪便 凌望内心是认可 赵丽丽这种想法的 只不过 现在还不到 万不得已的地步 而且以凌望的身手 她自己躲避追踪 是没问题的 只是想要带着大家 一起躲避有些困难 用大份涂抹全身 这是下下策 是个人就会抵触 包括凌望 军犬搜索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是干掉军犬 不过这个危险系数太高 是迫不得已的行为 接下来众人便跟着凌望 朝着小河的方向感 他们的应对对策 还没来得及施展 蓝军猎豹特种部队 便找了过来 他们带了两只军犬进行搜捕 顺着气味 找到了凌望他们离开的方向 而且猎豹特种部队人如其名 在丛林里奔袭的速度很快 凌望在奔袭的途中 一直有用鹰眼技能 观察着周围环境 当他察觉到了 有生命员在靠近他们 立马停下 安排道 现在蓝军的人追过来了 咱们就在这附近分头隐藏 众人 他们怎么没有察觉到 蓝军的人来了 凌望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 凌望并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直接大声命令 立即隐藏 他说完 便跑至不远处的小矮坡前 跳了下去 其他种子俱乐部的人员 见状立马行动 他们有的躲在草丛里 有的直接趴在地上 把枯叶盖在身上 有的上述隐藏 种子俱乐部的人都是军校中的能人 这次挑选出执行斩首任务的 更是抢手中的抢手 所以 隐蔽这一项目 他们完成得非常好 令人一眼看过去 根本发现不了 片刻之后 蓝军猎豹特种部队的一小队人马 在两只军犬的带领下 追到了这里 由于众人分散隐藏 军犬在他们分开的地方 开始犹豫了 各个方向都有气味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选择哪个方向 种子俱乐部的人 看到这一幕 全部都提心吊胆地紧张起来 一个个内心无比佩服凌望 竟然让这家伙给说对了 他是怎么提前知道 蓝军追上来了 难不成有千里眼和顺风二 而且 看这伙蓝军的装备 一定是特种部队的人 最要命的是对方人多 硬碰硬肯定不行 难道他们这只小队 就要在这里阵亡了吗 就在大家绝望 束手无策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声枪响 一只军犬身上 立马冒出了蓝烟 他被击毙了 这一枪是凌望打的 与此同时 他的位置也暴露了 猎豹特种部队立马冲凌望所在的方位开枪 并且追了上去 凌望放了一枪 立马在矮坡下 以低姿匍匐的战术转移位置 他转移至其他地方 又开了一枪 将另外一头军犬击毙 紧接着 他立马向远处奔袭 时不时跳坡 时不时转变方向 躲着身后飞来的子弹 成功将军犬解决掉 而且把蓝军的人吸引走 种子俱乐部的人 这才明白凌望的意图 他们立马全部都追了上去 凌望以身犯险 解决掉了大问题 他们也不能放下凌望不管 凌望早就将地图熟记于心 奔袭的速度非常快 不是几个特种兵可以比的 他借助丛林复杂的地形 很轻易地和猎豹特种部队的人 拉开距离 让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背影 从一处矮牙伤跳下后 他找到了一个隐蔽点 借助山石和枯树的身形 将自己完美地隐藏起来 猎豹特种部队的人很讲信用 虽然军犬并没有真正死亡 完全可以轻易找到凌望所在的方位 可他们的饲养员 却没有让军犬参与寻找 猎豹特种部队的20号人 停在原地 不知道该去那个方向 小队长正在安排着 现在立马和指挥部取得联系 碰 突然间 一声枪响传来 猎豹的人瞬间警惕地躲起来 小队长看着自己身上被击中 冒出的蓝烟 无奈地催了一口 感慨道 今年军校的人 怎么这么难搞 第161章 惨虐特种部队 小队长现在已经阵亡了 于是牵着自己脚边的两条军犬 准备前往指定的战俘区 猎豹的人 按照小队长阵亡前的安排 和导演部取得了联系 蓝军导演部收到了前线传来的消息 指挥官连忙下令 快点通知其他小队去支援 最高指挥官 面色沉稳 缓缓开口道 派出无人机 去猎豹小队发来的位置查看 我倒要看看 红军里边出了哪位能人 通信兵 是 无人机勘察机被派出去 信息兵配合招调出 刚才猎豹小队发来位置附近的时间控 凌望这边 他开了一枪后 位置便暴露了 隐蔽起来的猎豹西安队人员 立马架好狙击枪 瞄准凌望藏身的大石头 他们分工明确 互相打手事后 三个人偷偷前往凌望所在的位置 剩下的人 继续对凌望所在位置进行瞄准 以防凌望有所行动 凌望的阴眼技能 察觉到了有人在靠近他 并且知道对方的具体位置 他摘下钢盔 用一根树枝顶着 双脚夹住树枝 将钢盔缓缓探出巨石外 他将身子侧向另外一边 悄悄将狙击枪的的枪管伸出去 猎豹的人 看到钢盔隐隐约约的出现 以为凌望这是在进行瞄准 他们瞬间开枪 碰 碰 碰 枪声接连不断的响起 猎豹特种部队的人 很多人都打中了凌望的钢盔 钢盔上冒出蓝烟 一通射击后 猎豹的人这才看清楚 原来是树枝顶着钢盔 用来分散他们注意力的 猎豹的人反应过来后 这才发现 刚刚被派去靠近凌望的人 身上冒出蓝烟 他们竟然牺牲了 刚才那个红军的人 竟然成功转移他们注意力 把猎豹下去的三个人击毙了 这下 猎豹全体紧张了起来 他们可是特种兵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搞的人 军犬被干掉 小队长被干掉 现在又被干掉了三个人 他们对巨石后的凌望瞬间来了兴趣 特种兵大赛都没有现在刺激 凌望在巨石后 重新拿起树枝 顶着头盔 将钢盔缓缓伸了出去 将树枝插在地上固定 使得钢盔一直保持同一个位置 而后他便悄悄转移阵地 猎豹的人再次看到钢盔 他们没有上一次那么傻了 开始两头观察 无论凌望在哪边露头 他们都会疾病 只可惜 他们的注意力还是被凌望转移了 凌望早就不在原地等 猎豹的人观察了一会 没有看到凌望的动作 于是他们再次打手势 派下去六个人 这六个人没有上次那三个人小心 拼着被凌望击毙的危险 也要快速摸过去 当他们来到巨石后 看到空无一人 只有树枝顶着的头盔 脸上全是不可思议 有人嘴里叫骂 该死 这下又让这个红军跑了 真不敢相信 红军这群学生兵 竟然出现了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现在军权也没了 咱们往哪里追 猎豹的人以为 凌望成功逃掉了 实则大错特错 逃避从来不是凌望的性格 既然遇到了这伙特种兵 凌望不灭掉 他心里总是不舒服 就在这六个特种兵感慨的时候 忽然一个手雷丢在他们脚下 哄 手雷瞬间爆炸 他们根本来不及扑倒躲避 凌望丢出的是八十五十手雷 隐性时间大约四S 他为了避免手雷丢过去 蓝军的人躲开 所以拔掉保险后 专门在手中停留了两秒钟 这才丢出去 六个猎豹的人被干掉 剩下的人不淡定了 他们究竟遇到了个什么人 接二连三的干掉了这么多特种兵 而且他们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凌望并没有因为干掉了很多人而惬意 正在紧张准备下一轮交锋 碰 碰 碰 突然间 枪声不断传来 猎豹特种部队的人身后中了一枪又一枪 凌望听到枪声 瞬间明白这是 种子俱乐部的人找了过来 于是立马开始打配合 露面冲着远处的特种兵进行射击 本来还剩下二十多个人 这下又阵亡了十多个 只有五六个特种兵没有受伤 连忙躲了起来 接下来便是种子俱乐部和特种部队硬碰硬 种子俱乐部和凌望打配合 猎豹特种部队前后都有受敌 这下又阵亡了三四个 只剩下了两个特种兵 猎豹的人万万没想到 他们竟然也有被这么残虐的一天 片刻的功夫 一个小队只剩下两个人了 而种子俱乐部这边的人 只阵亡了三个人了 这已经是猎豹的人极其努力的结果 猎豹仅存的两个人蹲在矮坡下 不敢探头射击 凌望和种子俱乐部的人围了上去 猎豹特种部队的人在矮坡下 紧紧贴着墙 尽量隐蔽自己的身形 他们大喊道 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个人很厉害 我很好奇 你实际究竟有多强 竟然可以干掉我们这么多的特种兵 我把我的枪支弹药全部丢出去 咱们赤手空拳的单挑一次怎么样 种子俱乐部的人听到二人的话 脸上流露出感兴趣的神态 毕竟对面可是特种部队的人 哪个当兵的不想成为他们 哪个当兵的不想和他们切磋一下 凌望像是没有听见一般 将手雷的保险拔掉 在手中握了两秒钟后 丢至矮坡下 哄 爆炸声传来 坡下的两位特种兵 还在期待凌望的答复 他们两个万万没想到 凌望竟然会做得这样决 回复都不给一个 直接干掉他们 两个特种兵阵亡了 他们站起来 从矮坡下上来 疑惑地盯着凌望问 刚才我们都提出卸下武器 切磋一场了 反正结果都是我们阵亡 你为什么不同意 凌望淡淡道 现在是在战场上 战场上不讲究这些 你们两个 把身上的子弹 能用的武器都卸下来 他说要这句 转头看向种子 俱乐部其他人 大家换上他们的衣服 把他们能带走的武器带走 咱们快点撤裂 蓝军现在肯定派支援过来了 第162章 寻找敌方导演部 蓝军导演部 他们的无人机 将凌望和特种兵的这一场战斗 看得一清二楚 最高指挥官看着大屏幕 微皱眉头 内心在揣摩着一个问题 那就是 屏幕上这个红军 究竟是什么人 一个学生兵 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单兵作战素质 难不成这家伙 是军校特招的人 刚才他和猎豹对峙的那段战斗 他看得非常过瘾 太精彩了 最高指挥官 看到战斗结束后 命令到 把那个干掉咱们军犬的红军相貌 给我记下来 演习结束后 想办法打听打听 他心里已经看上凌望了 想要等凌望毕业下连队的时候要过来 这么好的苗子 提着灯笼也找不着 最高指挥官在大屏幕上 看到凌望接下来的行动 他变得有些疑惑 凌望他们搬起一块石头 然后找了一棵小树 费力地把棋树赶弯弯 并且把石头放在掰弯的树梢末 像是在制作弹弓一样 最高指挥官意识到事态不对 连忙下命令 快点把无人机撤回来 这伙人要毁掉无人机 通信兵才喊完 是 还没有来得及操作 屏幕便便黑掉线了 凌望他们把无人机给毁掉了 蓝军导演部的一位指挥官 常常叹了一口 感慨道 这个无人勘察机很贵的 这群小子 简直无法无天 凌望将无人机毁掉了 种子俱乐部的人立马拍手叫好 凌望 你准头太好了 刚才无人机无规则地乱飞 你竟然能一发命中 凌望你这准头 可以和武侠片里的高手媲美了 是个东西在你手里就能击中目标 已经阵亡的猎豹特种部队的人 也纷纷鼓掌 赞叹凌望的好准头 刚才以石头作弹 以树苗作弓 这么简陋的武器 竟然能够击中无规则乱飞的无人机 无论是凑巧击中了 还是凌望真的这么厉害 都是令人赞不绝口的事 凌望他们换好猎豹特种部队的衣服 重新出发 这一次 他们换了别人的衣服 身上的气味和其他人的体味混合 对军犬具有一定的迷惑性 不过这个方法并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避险 他们来到之前规划路线的小河处 河水刚好没过他们的脚腕 他们就这样 顺着河水一路走 凌望的阴眼技能 时时刻刻观察着周围 以免蓝军的人过来搜查 突然间阴眼技能提醒有生命员靠近 凌望立马带着众人 蹲在突出来的巨石下 蓝军的人站在巨石上 左右望着 不知道该去哪里搜索 咱们去下游看看 就这样 凌望带着剩下的几个种子俱乐部的人 躲避了搜查 成功来到敌人内部 凌望他们一路躲躲藏藏 他不停地分析研究着地图 饿了就啃野果 或者吃压缩饼干 渴了就硬忍着 他们这样一个又一个 排除掉蓝军导演部可能驻扎的地点 每排除一个驻扎点 凌望便在地图上画一个叉 就这样 他们找了一天一夜 在第二天下午 他们又寻找到了一个驻扎点 这个驻扎点的帐篷上都挂着红十字 里边还有医疗装甲车 很明显 这是蓝军的野战医院 刘伟趴在远处 用望远镜观察到这一幕 恨得用手锤地面 马的 一共就剩下两个的点了 选了半天 结果还给选错了 咱们也是真够倒霉 挨着一个又一个 找蓝军导演部可能驻扎的地点 结果人家在最后一个地点 不合眼的 整整找了两天一夜 我感觉自己都要废了 凌望无奈的笑了一下 刚才躲避蓝军搜查 已经用完了咱们所有的运气 不过也不碍事 这个驻地 咱们不白来 他说完之后 便小声命令 全体都有 原地休息两小时 咱们养精蓄锐 等会想办法 潜入敌人野战医院 众人没有任何疑惑 乖乖听令 从步入战场的那一刻起 凌望的判断和作战 就没有出过错 所以 众人对他的命令 不会有疑惑 认为凌望安排的一定对 赵丽丽看着凌望 精神充沛的样子 关切的低声问 凌望 你就不困 不累吗 凌望摇头 不困 你们睡吧 我给你们警戒 他现在的身体素质 本来就是常人的三倍 为了时时刻刻 保持状态再现 凌望刚才又兑换了一瓶 身体修复液使用 所以现在的他 一点疲倦感都没有 赵丽丽忍不住感慨道 遇到你之前 我是不相信天赋的 觉得熟能生巧 努力就有会所改变 遇到你 我这才发现 人和人从娘胎里出来 就已经注定了不一样 怪不得你样样精通 就你这体能 别人就比不上 凌望礼貌性的笑了笑 没有回复 刘伟调侃道 赵部长 你向来都是面谈 高冷的要死 怎么遇到凌望 就学会关心人了 你该不是对凌望有好感吧 赵丽丽冷眼看向刘伟 冷声道 你怎么对我这么感兴趣 我多说两句话 你都要问 该不会是对我有好感吧 刘伟这下吃扁 不再说话 躺在地上 闭眼睡去 凌望听到二人的对话 嘴角忍不住勾起他知道 赵丽丽对他的关心询问 更多是惊讶于 自己异于常人的表现 至于刘伟刚才的调侃 八成是他这个副班长 对人家赵丽丽有意思 男的长相温文尔雅 性格也温柔 女的长了一张厌世脸 性格冷得能冻死人 两个极端组在一起 别说还真就挺配 种子俱乐部的人在休息 凌望在时时刻刻观察着下边 他发现 现在蓝军整体戒严 想要出入驻地 都必须在门口对暗号 就在他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该如何去套对方暗号的时候 鹰眼既能察觉到 远处有生命员靠近 而且看一动的速度 是装甲车来了 看生命员分布的密度 大概是一群人 都在一辆装甲车上 给凌望送暗号的人来了 而且还给凌望 送来一个潜入蓝军野战医院的机会 第163章 潜入敌军野战医院 凌望挨个将 种子俱乐部的人推行 醒醒 咱们开始执行任务了 在战场上 众人时时刻刻都保持紧绷状态 一听到凌望的声音 立马醒过来 进入战斗状态 凌望带领着种子俱乐部的人 立马前往前方装甲车处 他们身穿猎豹特种部队的衣服 站在山路中间 凌望站在一群人的最中央 双手别住腰间的腰带 时不时剔一下路面的碎石子 但看样子很是张狂 感觉他就是蓝军精锐中的精锐 猎豹特种部队的队长 装甲车缓缓驶来 凌望并没有躲开 继续站在路中间 迫使对方停下 装甲车停下 副驾驶位的蓝军从车上下来 凌望语气很冲地说 停车 检查 蓝军 运输车后箱 是六位商员 我送他们过来 凌望点头 冷声道 我知道 导演部的命令 全体戒严 所有人都得接受检查 暗号是什么 蓝军 国泰民安 凌望肯定地点头 嗯 对上了 他说着 便带着三四个人朝后车厢走去 蓝军感觉有些不对劲 对暗号不应该是他说一句 对面的人回一句吗 眼前的这个小队长 怎么没回复暗号 忽然 他反应过来 这伙人有问题 这名蓝军一边挑枪 一边大喊 他们有问题 在他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的时候 赵莉莉便直接一脚 将他手中的步枪踹飞 而后三下两下 便将这个人按在地上 把他避张撕下来 说道 现在 你已经阵亡了 演习有规定 如果不是用枪之类的武器杀死敌人 才用其他方法干掉 那就得撕下对方的避张 其他人 和赵莉莉同一时间行动 一眨眼的功夫 便解决掉了运输车上的人 凌王干掉运输车上的两个守卫 看着车厢内的六位伤员 说道 你们现在已经阵亡了 说话中间 他还用阴眼技能 扫描了一下六位伤员的身体状况 如果有人情况特别紧急 他是不会耽搁对方治疗的还好 大家都是伤筋动骨的问题 没有特别紧急的情况 他继续说道 看你们的伤情 也不是不能自理 现在从车上下来 撕掉避张 自己去战俘区治疗吧 蓝军战士疑惑的看着凌王 这才反应过来 凌王是红军假扮的蓝军 没想到 他们竟然能潜伏进这里 装甲车上的蓝军 相跟着一起去战俘区 路上你一句我一句的议论着 感慨着 刚才我有看到那伙人 穿着猎豹特种部队的衣服 难不成他们干到了猎豹的人 今年的红军真是邪门了 他们上场的是军校生吗 前线咱们节节败退 伤亡惨重 后方还有红军潜伏进来 刚才为首那个人身手真好 一下子就把我给干猛了 今年的演习 估计是咱们和军校 所有演习中输的最惨的一次 其实他们这几个人 远远高估了他们蓝军的战况 这次的演习结果 他们输的 其实可以用一个惨字来形容 可以说输的不能再输了 不仅前线战场输掉 大后方的最高指挥官 还会被活捉至红军指挥部 丢人至极 凌望他们截获了运输车 接下来的计划 是假装俘虏了红军女兵 女兵因为生理问题 肚子疼得打滚 情况紧急 所以将女兵就近送来野战医院 进入野战医院后 他们干掉几个军医 换上他们的白大褂 偷出一辆医疗装甲车 而后想办法开着医疗装甲车 混入导演部的铸地 导演部铸地的守备森严 很难通过关卡 所以凌望要搞一辆医疗装甲车 这样会比普通的运输车 通过关卡容易一些 还有就是凌望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需要用到医疗装甲车 种子俱乐部的所有人都上了车 凌望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神游了片刻 在脑海中和系统交流 系统 你发布的斩首任务中 如果我把敌方最高指挥官 俘虏至我方铸地 算是完成任务吗 该行为符合任务要求 有了这句话 凌望便放心大胆地开始干 他们驾车缓缓驶至野战医院铸地门口 守卫过来一个人查看情况 凌望将车窗放下 直接开口道 国泰民安 守卫看到凌望后 敬礼回复道 山河永固 暗号对上了 守卫还要去后车厢查看情况 刘伟坐在后车厢最外边的位置 看到有人过来 他解释道 我们抓到红军潜入我方大后方的一队人 里边有个女兵肚子疼得不行 所以就近送来咱们的野战医院 给他看一下 守卫朝车厢内看了一下 还真是个女兵 没有察觉到异样 于是放行 进入野战医院后 凌望开始安排任务 你们几个 悄悄干掉两个军医 把他们白大褂给扒下来 你们几个尽量去偷一些装备 守雷 炸药之类的 越多越好 他说着 指着前方的几辆医疗装甲车 我去偷车 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无论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必须在车那里集合 众人 是 种子俱乐部的其他人离开后 凌望悠哉悠哉的走向医疗装甲车 那里有一个哨兵在站岗 凌望走过去后 冲对方笑了一下 从口袋里拿出烟 我在这里抽支烟 放松放松 站岗的哨兵 看到凌望的举动后 没有任何回答 礼貌性的敬礼 示意许可凌望在这里抽烟 凌望靠在装甲车上 单脚站在地上 另外一只脚踩在轮胎上 他点燃一支烟 一边光顾着四周的兵力部署情况 一边大口吸烟 看模样 仿佛真的来这里放松吸烟一般 一支烟吸完后 驻地兵力部署 他也摸了一个大概 把烟头扔在地上 用脚踩灭 开始行动 他悄悄走至少兵身后 快准狠地捂住对方嘴巴 把人往后拖 并且在他耳边小声道 现在 你已经阵亡了 少兵惊奇地瞪大眼睛 一时间竟然没有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猎豹特种部队的人 为什么要干掉他 第164章 潜入敌军导演部 凌望将少兵拖拽着一处隐蔽的角落 开口问 你身上有车钥匙没 少兵惊讶地低声询问 你是红军的人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穿着猎豹的衣服 你 少兵实在是太惊讶了 所以追问都不停 凌望回了他一句 你现在已经死了 死人不能问话 你身上有医疗车钥匙没 不要让我自己动手搜 少兵这才停下追问 忍不住感慨道 现在军校的学生兵 都这么厉害了吗 导演部已经让全员警戒了 你竟然还能摸进来 确实够可以 凌望有些无奈 这个少兵怎么就和听不懂人话一样 他这次不问了 直接上手搜身找车钥匙 结果没有找到 凌望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下难办了 他来到装甲车旁 准备去找司机偷钥匙 他随手拉了一下装甲车的车门 车门竟然开了 车没有锁 这也是部队司机的一个毛病 觉得在驻地不可能丢东西 所以有些人会有忘记锁车门的习惯 不仅是在部队 在警局和消防队的人 也有这个毛病 凌望上了装甲车 在车上翻找出了两个金属掏耳勺 他用着简易的工具 把钥匙孔那里的隔板撬起来 尝试着将地线 火线 启动机线接在一起 装甲车果然发动起来了 凌望连忙将线扯开 等待队友回来 一个小时后 种子俱乐部的人回来了 刘伟和赵丽丽在最外边套上了白大褂 其他几个人偷了一些蓝军士兵的手雷和炸药包 这种武器越多越好 凌望要用他们制造混乱 凌望驾驶着医疗装甲车来到驻地门口 守卫看到是凌望后 过来镜里有些疑惑地问 队长 你们这是 凌望胡扯道 导演部现在临时让我们过去一趟 把一个重要的人转移至野战医院 守卫 是 就这样 凌望轻轻松松偷来了一辆医疗装甲车 他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地图 现在就剩下一个适合驻扎的地点没有找了 导演部肯定在那里 凌望驾驶着医疗装甲车前往导演部 一路上安排着等会进入导演部的行动 咱们进去之后 你们几个寻找炸药 最好是遥控定时炸药 刘伟 赵部长 你们两个穿着白大褂 和我一起挨着一个帐篷 一个帐篷的去找蓝军最高指挥官 确定他在哪个帐篷后 你们两个就来车里 等着接应我 等会制造混乱的时候 你们最好狠一点 比如说 把车里的汽油柴油弄出来点火之类的 动静越大越好 只要不出人命就行 最重要的一点 除了赵部长和刘伟以外 剩下的人需要在蓝军导演部内部 暗放炸药 制造混乱 大概率是回不去了 你们有谁想要去做个任务 我 我 种子俱乐部的人一个又一个站出来 这次被派出来执行斩首行动 他们本就抱着阵亡的心态 凌望安排完之后 赵莉莉询问道 凌望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我们要在装甲车上接应 看你刚才的意思是 接应你一个人吗 而且你还没有说 如何攻进导演部的总指挥帐篷 进行斩首行动 凌望如实回答 你们两个接应我和敌军最高指挥官 这次咱们不仅要斩首 还要把他活捉 众人 凌望这是疯了吧 斩首行动本就极难完成 这次还要把敌军最高指挥官给带回去 这特娘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众人听到凌望这句话 没有一个不惊讶的 都觉得凌望在说胡话 刘伟率先开口道 凌望 你有这个想法是好的 可这 咱们还是为了稳妥起见 直接进行斩首行动 别活捉了 小心咱们带敌军首长回去的路上 被击毙 凌望不以为 回到 不试试 怎么知道不行 等会就按照我说的做的 以守雷的爆炸声为例 该放炸药的放炸药 该接应的接应 趁乱把敌军最高指挥官拐上车 冲出他们的驻扎地 都听明白了吗 众人这次 没有以往那样干脆的回复时 你一句我一句的弱弱的回答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吧 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 咱们这次都不错 来到地方导演部了 不像之前 派过来的人还没深入 就全部被干掉了 刚才我在野战医院听别人说了 这次咱们红军在正面战场上 打得非常漂亮 就算咱们斩首不成功 咱们红军也能赢 凌望 你胆子真大 敢想也敢做 众人虽然按照凌望安排的来 但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成功 凌望也不和别人白费口舌 与其和别人解释一百遍 不如做给他们看 来到蓝军导演部的驻扎地后 凌望开着医疗装甲车 缓缓驶向大门 看守的守卫立马上前查看 向凌望敬礼 进行立场询问 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凌望摇下车窗 急切地说 没有调令 导演部有人过敏了 让我们赶快过来 暗号是国泰明安 山河永固 守卫看到凌望急切的模样 而且暗号也对 以为情况真的很紧急 简单看了一眼装甲车内的情况 便放行了 来到蓝军导演部驻地 凌望找到装甲车的停车地点 将医疗装甲车停好后 他们开始分头行动 凌望带着穿白大褂的刘伟和赵丽丽 开始挨个帐篷 寻找指挥官 剩下的人都去寻找炸药 进行破坏 凌望他们三个 专找那种大帐篷 挨个过去找 理由都是有人过敏 他们也站医院过来接人 找了好几个帐篷 都得到了同样的回复 那就是这里没人过敏 找错了 与此同时 种子俱乐部的其他人 也在紧张地执行任务 偷偷把炸药包色 进装甲车下 或者把车里的汽油搞出来 甚至有的人 找理由偷偷靠近狙击手 把他们狙击枪的瞄准镜给掉了 第165章 大闹敌军导演部 凌望他们三个 来到一处帐篷前 才走到门口 立马有警卫从旁边过来 拦下他们 你们找谁 凌望 导演部通知我们 这里有人过敏 让过来把人带走 警卫直接回答 这个帐篷里没有人过敏 你们找错了 凌望笑着回答 那不好意思 打扰了 他们三人 这下只好离开 凌望在离开的路上 余光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虽然那个帐篷门口 没有人守卫 但周围其他地方 零零散散有狙击手在 一旦发生状况 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过来保护 凌望又注意到 帐篷不远处 有一个移动的信号塔 看来这个帐篷 绝对是指挥官在的帐篷 确定指挥官所在的地点 他们接下来便是等 等其他人的炸药都不治好 凌望在医疗装甲车上 闭着眼睛小眯一会儿 刘伟和赵丽丽 则是神经时时刻刻紧绷着 紧张地观察着车外的情况 不敢有一丝松懈 毕竟这可是在敌军导演部 敌军的心脏 戒备最森严的地方 一不小心 他们之前的努力便会白费 刘伟看着凌望闭眼小气的悠闲模样 内心忍不住感慨 凌望这家伙 到了这种地步 竟然都能沉住气 真是够厉害的 凌望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睁开眼睛 将车子的地线 火线 启动线三根线接在一起 而后安排道 我先下车 等会你们两个 把车往总指挥帐篷那里开 我看实际引爆炸弹 跑至敌军导演部帐篷那里 你们接应 凌望从车上下来 找了一个距离总指挥帐篷最近的角落 拿出手雷 拔掉保险 将其丢在地上 而后他躲得远远的 哄 爆炸声传来 立马吓到了驻地的众人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是蓝军最安全的地方 怎么会有爆炸声 紧接着 驻地各个方位都陆续响起了爆炸声 凌望趁乱大喊着 红军的人进来了 全体警戒 全体警戒 一时间 驻地的蓝军士兵乱了起来 枪声爆炸声 呐喊声四起 有的地方还失火了 各位连长在第一时间集合 整理队伍 准备进行反击 凌望和种子俱乐部的人在大喊着 说着各种恐慌言论 甚至假传命令 你们连长让你们去那边支援 你们连长让你们去守着弹药库 在总指挥帐篷外进行警戒的人 第一时间围在了帐篷门口进行保护 帐篷内 蓝军的指挥官正在看着屏幕上的监控 讨论着当下演习局势 总指挥官面色沉重 看来这次 咱们要输给红军了 让东边的火力去支援西北方向 咱们就算是输 也不能输得太难看 红军潜入咱们后方的几个小队 歼灭了几队 那个比较厉害的红军士兵怎么 他正说着 爆炸声突然传来 指挥部的所有人都被吓到了 不是单纯的被爆炸声吓到 而是因为爆炸声来得太诡异了 被吓到了 因为这里是导演部 蓝军最安全的地方 不应该出现爆炸声这种声音 所有信息兵和指挥官 第一反应就是保护最高指挥官 最高指挥官反而比较淡定 你们都别围着我 尤其是信息兵 查看一下驻地怎么了 我这把硬骨头死不了 红军的人真来了 你们这样围着我也不济于事 散开吧 最高指挥官下达命令 众人不在里 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 他转身向帐篷外走去 想要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才掀起帐篷的帘子 他的警卫员立马紧紧护在骑身前 就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 一辆医疗装甲车开了过来 林旺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的大声说 报告 有很多红军打进来了 咱们得尽快转移 首长 快上车 这个时候 刘伟和赵立立将车门打开 同样紧张地大声说 首长 快上车 他们两个穿着白大褂 让人无形中放松警惕 外加警卫员之前见过林旺他们三个 现在对他们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推着蓝军最高指挥官往车上走 市长 咱们赶快上车 上车之后再说 最高指挥官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便被众人推散着上了医疗装甲车 他上车之后 林旺将准备跟着一起上车的警卫员 一脚踹在地上 而后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 快速跳上医疗装甲车 关门 扬长而去 动作之快 在警卫员反应过来之前 他们便离开很远了 警卫员坐在地上 一脸猛逼 好好的 把我踹下来做什么 不好 他们是红军 其他负责守卫的士兵 早他一步反应过来 立马开枪射击 只不过 他们做的都是无用功 子弹对医疗装甲车 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 朱蒂现在乱成了一锅粥 救火的救火 抓红军的抓红军 大家都乱跑着 这让负责指挥官警戒的士兵 追医疗装甲车的路上 出现重重阻碍 只能隔着人群 眼巴巴的看着最高指挥官被带走 无能为力的干着急 凌望一行人 刘伟负责开车 凌望负责观察 大声的吼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左边 右拐 撞上去 他们来到驻地门口 守卫的人挡在路中间 想要拦下他们 凌望直接大吼 撞上去 刘伟听到命令 立马伸踩油门 向前方的人撞过去 那名守卫连滚带爬地躲开 模样很是狼狈 他万万没想到 刚才那个车竟然敢真撞 这一下他气得开始骂娘 草泥马 想杀人啊 老子告你去 美元at at at 赵丽丽坐在后车厢 用枪指着蓝军最高指挥官 最高指挥官只是惊讶了一下 而后边反应过来 整个人变得从容淡定 他在凌望侧后方 看着凌望的侧脸 嘴角勾起一丝笑意 刚才他在心里 惦记这个特别厉害的红军 没想到现在就见到真人了 小同志 你们这是准备带我去那里 凌望淡淡回道 带你去红军导演部 第166章 俘虏蓝军最高指挥官 蓝军最高指挥官 听到凌望的回答 大声笑了出来 小同志 你们年轻人 就是敢想敢做 虽然你身手很好 能力也很强 可以把我从筑地拐出来 可这件事 你怕是做不到了 我建议你 还是现在就击毙我 让演习就结束了 你这样带着我跑 怕是等会被我们的人追上来 你们到时候 可就前功尽弃了 蓝军最高指挥官 用慈祥的语气说着 仿佛他不是敌人 而是一个非常欣赏 凌望的长者一般 凌望回头 答道 首长 谢谢您的提醒 不过您刚才也说了 我们是年轻人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你的话 而退缩 再者说 就算我们被蓝军的人找到 我也可以在被抓之前 把您击毙 现在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斩首成功了 为什么不是一事 把您带回我们导演部 您说这么多 该不会是怕我们 真把你带回红军导演部 您到时候 脸上挂不住吧 蓝军最高指挥官 听到这话 再次大声笑了出来 他的小心思 被凌望戳穿了 你这小子是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 片刻的功夫 蓝军的人便追了上来 凌望看着地图命令刘伟 一直往前开 刘伟听着 车外传来的枪声 脚下的油门踩得更狠 一路上各种颠簸 就在他以为 自己要甩掉蓝军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方没路了 吓得他猛踩刹车 突然来的刹车 让后车厢的赵丽丽 和蓝军最高指挥官 在惯性的作用下 向前扑了过去 赵丽丽虽然是女兵 可一直在训练 各种危险情况 都能自如应对 很快便扶着车门 稳住了身形 蓝军最高指挥官的 职位是师长 年龄已经50多了 而且不会和士兵一样训练 身子素质和他们不能比 这突然来的刹车 让他摔得很是狼狈 我说小同志 你们还是痛痛快 快给我一枪吧 咱们早点结束演习 我这把老骨头 经不住折腾 他的话 根本没有人听 刘伟和赵丽丽 看着前方没有路 是陡峭的半山坡 一口同声紧张地问 凌望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凌望下车 在这种山路上 他们不好追咱们 我背着手掌跑 你们把白大瓜脱了 和我分开跑 给我两个段路吸引火力 最好把他们 引到像其他像 是 是 凌望话音落下 他便从车上跳下来 打开后座车门 拉着蓝军最高指挥官的胳膊 不由分说地 将他背起来就跑 蓝军最高指挥官 只觉得天旋地转 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上了凌望的背 凌望在山地奔袭的速度非常快 蓝军最高指挥官在他背上 隔夜饭都差点被颠得吐出来 有气无力 断断续续地说道 小同志 你放下我 痛痛快快给我一枪吧 这样跑下去 我演习结束地 直接负伤退役 凌望无视对方的话 拼命地跑着 速度犹如猎豹一般 快的都能跑出残影 刘伟和赵丽丽下车后 同蓝军追过来的人对峙 不停地和对方交火 碰 碰 碰 一时间枪声四起 即使他们两个身手再好 也抵挡不住蓝军追赶来的大部队 刘伟被击中了 他坐在地上 背靠在藏身的大树上 累得气喘吁吁 赵部长 你快跑 我现在已经阵亡了 赵丽丽看向刘伟 看到他身上被击中冒出了蓝烟 没有多想 背着他就跑 他的举动让刘伟很是惊讶 反应过来后 脸上显露出会心的笑容 带着一丝丝感动说道 赵部长 你放下我自己逃吧 我现在已经牺牲了 就算你背着我 成功躲避追捕 我也已经阵亡了 没用的 赵丽丽冷声回了一句 给我闭嘴 我背着你 才能迷惑蓝军 让他们以为我背着的是他们总指挥官 这样才能转移他们的视线 刘伟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凝固住 好吧 是我多想了 赵丽丽成功给凌望吸引了火力 不过蓝军追过来的人很多 还是有一部分人 快要追上了凌望 凌望背着蓝军最高指挥官 在山林中暂停了片刻 左右查看了一下方位 临时重新规划回去的路线 转身向左前方跑去 蓝军追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看不到凌望的身影 带队的人拿出地图查看了一下 看着凌望离开的方向 开口道 这个方向是沼泽地 他们肯定不会走这里 剩下的人分成两组 一组去那边 一组跟我来这边 蓝军导演部的其他指挥官 在总控制室束手无策 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得团团转 但又没有任何办法 有人疑惑地问 现在师长怎么还没有回来 按理来说 红军的人找到师长 直接击毙 斩首任务完成 演习就结束了 师长也该回来了 难不成 现在师长还没有阵亡 另外一位指挥官答道 红军这次 估计是想要 把师长活着俘虏回去 这伙红军真是敢想 今年的红军究竟是怎么了 正面战场这么能打 竟然还潜入了咱们导演部 这群小子太张狂了 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命令下去 对我军驻地周围的地方 展开地毯上的搜捕 我要让他们鸡飞蛋打 通信兵 是 几个小时后 蓝军的人 还是没能找到 他们的最高指挥官 其余的指挥官 只好再次扩大搜索范围 能用上的搜索手段 全部都用上 把红外陷热成像搜索系统 给用上 全力搜索 信息兵 是 这一命令下达后 驻地的几十架无人勘察机 同一时间起飞 在他们阵地上空开始搜查 红外陷热成像 顾名思义就是捕捉热成像 根据人体热量的大小进行设置 使系统上只显示人的热成像 信息兵看着大屏幕上 反馈回来的数据 在结合蓝军派出的搜查人员 回馈回来的位置信息 排除掉他们自己人的热成像 第167章 斩首成功 蓝军导演部 在紧张地搜查着凌望和他们最高指挥官 凌望这边 背着蓝军最高指挥官来到沼泽地旁 将其缓缓当下 蓝军最高指挥官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看模样很是虚弱 他有气无力地说着 小同志 我这把老骨头都要快被你颠散架了 前面就是沼泽地了 咱们已经到了死路 给我个痛快 咱们回去吧 凌望看着他 缓缓开口道 首长 咱们前面还有路 沼泽地就是路 咱们走这里 你的部下肯定想不到 他听到这话整个人被吓到了 连忙劝说 小同志 我劝你多考虑考虑 沼泽地可不比其他地方 咱们很有可能活着走不出去 凌望郑重地点头 信心十足地回答 我刚才在地图上查看过了 这片沼泽地不算大 咱们应该可以过得去 他说完便去不远处的泥潭 往身上涂泥 而后在怀里捧着一大把泥巴过来 解释道 首长 你们蓝军现在找不到你 很有可能会用上红外鲜热成像之类的技术搜查 咱们通过沼泽地的同时还得躲避它们 所以多有得罪 蓝军最高指挥官看着凌望 欲言又止 脸色非常难堪 他没想到自己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半辈子 也坐上了师长的位置 竟然有一天自己会这么狼狈 现在还要被全身涂泥通过沼泽地 红外鲜热成像之类的搜索技术 是通过检测人体散发出来的热量 进行定位的 所以只要人体不往外散发热量 或者身体表面覆盖阻止散热的东西 就可以躲避搜查 全身涂满泥巴 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躲避方法 就这样 两个人浑身涂满泥巴 进入了沼泽地 凌望背着蓝军最高指挥官 手枪拿着树枝探路 一路上走得小心翼翼套路 避免深陷泥潭 蓝军最高指挥官无奈地开口道 小同志 你把我放下来 我自己走吧 这样的话 咱们两个好歹有个帮手 凌望直接拒绝了他 没事 我背零就好 以凌望现在的体制来说 背着他赶路 并不累 要比总指挥官自己走速度更快 蓝军最高指挥官 惆怅地看向远方 心里盼望着凌望能安全地通过沼泽地 刚才凌望回答他没事的时候 他真想说一句 他有事 他担心出事 蓝军最高指挥官 现在是师长级别的人物 个人精力非常丰富 面对事情很镇定 如果现在换成别人 早就从凌望背上挣扎着下来 死活不同意通过沼泽地 他们二人费力地通过沼泽地 来到树林 凌望背着蓝军最高指挥官继续奔袭 直到夜里才回到红军驻扎地 红军的人立马警惕地将他们两个围了起来 凌望大声说 我自己人 我是陆军指挥学校十三区一中队的人 王志尚是我中队长 我背上的这位是蓝军最高指挥官 众人听到凌望的话 没有一个不猛逼的 凌望说的话太难以置信了 很快 这个消息便上报给了红军导演部的人 红军导演部立马派人来把他们两个接走 冷教授作为这次红军最高指挥官 带着人亲自去接蓝军最高指挥官 蓝军最高指挥官从吉普车上下来 浑身全是泥 模样狼狈至极 他看着冷教授感慨道 你们录制的人是真优秀啊 冷教授看到对方的狼狈的模样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开心地笑了出来 老李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这就让人准备 给你洗漱一下 他说着 欣慰地看向凌望 假意责备了两句 凌望 不是我说你 你虽然成功把李市长俘虏回来了 可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人家 快下去洗血 随后我再罚你 凌望 是 李市长被人带着去洗漱后 冷教授和红军一众指挥官 忍不住笑出了声 对凌望赞不绝口 这次演习 不仅正面战场上打得漂亮 还把敌军最高指挥官活捉了过来 很难让人不开心 实在是太给学校睁脸了 凌望这人真是神了 战术指挥有一手 这次排兵按照他说的来 果真就给打赢了 这小子单兵作战能力强的可怕 竟然能把李市长给抓过来 李市长这下 估计得丢人丢到退役了 演习结束 学校的学员回到部队 学校安排他们休息两天 凌望他们宿舍的人 一起在水房洗衣服 刘伟一边刷鞋 一边痴痴的傻笑 凌望看到了 调侃道 副班长 你这是发穿了 刘伟被调侃 直骂 滚滚滚 你太发穿了 王达虎的衣服洗好了 他一边拧衣服 一边叹气 咱们什么时候发新的军装 演习的时候 我换蓝军的衣服 把自己的衣服给弄丢了 虽然说他们的作战服 我也能穿 可尺码太小了 凌望看到他凝干衣服 准备去晾晒 将王达虎喊住 达虎 正好我也洗完了 你去晾衣场捎戴着 把我的衣服也给带过去吧 王达虎 好 你干吧 凌望将衣服给了他 又拿出一个小锁 给了王达虎 祝福道 刚演习结束 估计咱们学校很多人 衣服都丢了 你晾晒的时候 把我的上衣和裤子锁在一起 别到时候 让人给协调走了 王达虎不以为意 调侃道 你看你这辆衣服还上锁 不至于吧 他前一天才说完不至于 次日早上去收衣服的时候 便找不到自己衣服了 他拿着凌望上锁的衣服 垂头丧气地回宿舍 一脸的苦笑 凌望 你真有先见之明 不仅俺的训练服丢了 俺的裤衩子 也被人拿走了 现在俺只有一套 这才多大点事 你没了军装 再去晾衣场协调一下不就好了 第168章 表彰大会 王达虎为难地说 这不太好吧 班长秦浩这个时候插话道 这有什么不好的 咱们学校人数是一定的 军装数量也是一定的 军装无论在晾衣场上怎么协调 都是在咱们学校内部 所以说没什么不好 在军校和部队 晒衣服的时候丢衣服 是很常见的事 大家丢了 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晾衣场协调 所以 经常会遇到衣服不合身的情况 王达虎听了这话 恍然大悟 当即去晾衣场 找自己的军装 他在晾衣场上 正在找适合自己的尺码 忽然传来了集合的哨声 吓得他随手抓了一套衣服 就往回赶 他跑回宿舍 换好衣服 又急急忙忙地跑下宿舍楼 只顾着自己穿好衣服了没 完全没有看到 肩膀上佩戴着的是一杠三星的军衔 林王他们终队集合后 王之上简单地整理队伍 而后带着大家去训练场 学校这次开大会 是要对上次的演习 进行总结和表彰 王之上带队过去的时候 才到位了几个中队 其他中队长看到他过来 走向他 开始闲聊 老王 听说你们班的林王 一个人把蓝军最高指挥官给背回来了 真的假的 王之上点头 开心地回道 真的 说实话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 林王竟然把蓝军最高指挥官 活着给扛回来 他们两个说话间 下意识地看向了 站在队伍里林王 同时都看到了 站在林王身边的王打虎 王打虎肩膀上扛着的那一毛三的军衔 格外引人注目 过来闲聊的中队长 看到这一幕后 忍不住笑了出来 王之上则是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我带了这么久 这是带出了个什么玩意儿 过来闲聊的中队长 走向王打虎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肯定地说道 好兵啊 你们王中队 就是会带兵 王打虎以为 这是在夸他自己 喜上眉梢 很是开心 下意识地看向王志上 心想着俺给中队睁脸了 这不得好好夸我 当他看到王志上黑着的一张脸后 笑容立马消失 目视前方 开始一本正经的战军姿 王打虎内心非常疑惑 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啊 王老黑怎么又黑脸了 想起刚才过来闲聊的中队长 过来的时候 有专门看自己的肩膀 王打虎斜着眼睛 偷偷看向了自己的肩膀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肩膀上扛着一毛三 他这是拿了哪个中队长的军装 完了 完了 这下非得让王老黑干死俺不行 学校全体学员 在规定的时间内集合完毕 校领导准时出现在主席台 副校长开始讲话 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前两天 咱们学校和地方部队 进行了实战演习 咱们的学员表现非常优秀 不仅在正面战场上重创敌军 而且还将敌军最高指挥官俘获 成功将其在活着的条件下 带至我方导演部 这还是我军演习战场上 从未出现过的事件 众多学员听到这话 全部带住了 活着的条件下 意思是把敌军最高指挥官 活捉回来的呗 这也太逆天了吧 众人在演习结束的时候 便一传实实传百 直到凌望完成了斩首任务 但万万没想到 凌望既然能活捉敌军最高指挥官 这是谣言都不敢乱传的事情 如果不是从副校长口中说出来 他们一定不相信副校长继续讲话 出色完成斩首任务的学员 就是凌望同学 学校特辞 为其颁发个人二等功 现在有请他上台领奖 并且发表获奖感言 台下的掌声瞬间响起 掌声响彻云霄 蓝学员看着凌望小步 跑上主戏台的身影 纷纷流露出羡慕钦佩的目光 女学员则更多的是仰慕 凌望的大名 也彻底在学校成了一个传奇 今后无论哪一届的学员 都有把他当成偶像 学员们毕业下部队后 凌望也是他们吹牛的谈资 凌望发表完官方的感谢词 准备转身下去 副校长冲他开口道 别下去了 你们中队还有一个军功章 你和你们中队长一起领了吧 凌望 是 紧接着 副校长又开始讲话 在演习中 十三区一中队的学员 受命做先锋队 深入敌军 给对方制造混乱 他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不仅成功制造了混乱摩擦 还以少胜多 全歼敌军两个连 使得敌军提前暴露三道防线 为这场演习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此 学校授予十三区一中队 集体三等功 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王志尚在众人的祝贺声中上台领奖 凌望和王志尚 共同领取颁发的证书和锦旗 表章结束后 副校长宣布了一件事情 一周后 咱们学校和其他五国军校 会进行为期一周的交流 所以在这一周 咱们会对参加国际交流的学员进行选拔 这次咱们学校是主办方 所以大家好好准备 作为东道主 不能丢人 这时 凌望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 定 恭喜宿主完成斩首任务 在此次演习中 亲自斩首对方首长 获得奖励 特级化妆术 凌望听到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 忍不住吐槽道 这系统加在还挺快 我都完成任务两天了 这奖励才来 恭喜宿主获得二等功 检测并收集六千军功值 恭喜宿主带领战友 获得集体三等功 检测并收集三万军功值 军功值余额 359 1500 凌望看着三等功的奖励 比二等功还要多 忍不住在心里默默问道 系统 解释一下这两个军功获取的军功值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此次获得集体三等功 集体是在你的带领下获得军功章 带领集体作战会比个人作战难度更大 所以获取的军功值也更高 注意 集体军功章检测收集的军功值 会根据宿主在执行任务中发挥的作用 发生改变 发挥主导作用越大 获得的军功值就越多 第169章 国际交流周 表彰大会结束后 各个中队长带回自己的队伍 王志尚专门把王打虎喊到自己跟前 手重重地拍在王打虎肩膀上 拍了一下又一下 意味很明显 王打虎立马心虚地说 报告 中队长 俺 俺错了 王志尚看着王打虎 无奈地感慨道 以后你是我中队长 王打虎 您现在这么大的职位 怎么才穿个一毛三 下次直接穿个两毛三的军装 以后您就直接成上校了 你不是爱穿别人的衣服吗 正好了 几天之后的化妆训练 就你来给大家做示范吧 王打虎哭丧着一张脸 中队长的反讽 让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好再次认错 中队长 俺错了 俺不该下拿军装的 王志尚 你最大的错不是穿错军装 是特马的 让我丢人了 我和你强调了多少次 就算死外边 也不许让我丢人 等会你和我去训练场 我亲自教导你 林旺才回到宿舍 指挥课老师便找了过来 是冷教授找林旺过去 他来到冷教授办公室 里边还有另外三个人 冷教授看到林旺来了 亲切和蔼的说 林旺 你来了 快坐 林旺 是 冷教授 国际交流周的事情 你听说了没 林旺 听说了 冷教授 是这样的 国际交流周 除了有军事技能 训练方法之类的交流 还会有文化课题交流 咱们准备的文化课题交流 是有关战术指挥的辩论赛 辩论小组一共有四个人 我打算派你们四个上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冷教授看向另外三人 这位是我给你们说的林旺 到时候他做一遍 你们给他打配合 而后他又看向林旺 这三位是我的研究生 简单介绍后 冷教授拿起桌子上的一张纸 递给林旺四人 上边的五组辩论课题 你们四个先再看一下 简单确定一下 自己想要参与的课题 然后把观点告诉我 我再和负责人沟通 负责人会和有国的队伍沟通 最后再确定每个国家辩论的课题 以及对手 最下边的那个 潜谈现代化作战指挥研究中的指挥要素 是第二轮辩论的课题 你们必须准备一下 辩论一共分为两轮 第一轮是根据你们的课题 观点分组 胜出的三组 共同进行第二轮辩论 就是我给你们说的那个课题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准备的时候 如果需要查阅论文文献之类的 我这里有专门的质网账号 林旺和三位研究生 异口同声地回答 是 冷教授 你们四个就在这里看一下 然后把观点告诉我 林旺和三位研究生当即商量了起来 把他们对课题的有关观点 告诉冷教授后 便准备离开 冷教授在他们出门的时候 专门喊住他们 嘱咐了一句 你们四个人中 林旺是组长 无论什么事都听他的 三位研究生 是 从冷教授办公室出来后 三个研究生围着林旺问东问西 林旺 你现在可是咱们学校的大名人啊 这次演习的战术布局 我有听说哪些提议是你提出来的 你真是厉害 刚才老板还专门嘱咱们一句 都听林旺的 就算他不说 咱们也肯定会听 林旺 你的那些战术指挥都是从哪里学的 你大三分专业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要跟着我们老板 直接参与研究生或者博士的课题 林旺客套地回答着 他们一行人来到图书馆 根据冷教授提供的课题查询资料 并且在图书馆的茶水间 商讨辩论赛的有关内容 林旺安排着辩论赛的相关内容 这个大纵深理论 我需要现代化兵种的协同作战实力 帮我查一下 指挥要素帮我查看一下 有关指挥环境的例子 做个总结 辩论的时候 我作为一遍讲这个内容 二遍讲这个 自由遍的时候 对方发言完毕 我会给你们两秒钟的时间 如果没人发言的话 那我就发言 最好咱们都有重要发言 到时候 林旺事无巨细地安排着 三位研究生更多的只是帮忙查阅资料 并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 因为他们听了林旺的想法后 觉得自己发表看法就是自取其辱 林旺实在是太懂作战指挥了 他们一行人商讨结束后 林旺便先行离开 三位研究生同他分别 一起前往实验室 他们三个在路上感慨着 说实话 之前我还觉得 林旺的实力 在传言中有夸大的成分 今天我才知道 那分明是削弱了 话说 林旺这人真心挺不错 还专门给咱们安排内容 没想着自己一个人独占风头 现在看来 老板对林旺的偏心是有道理的 林旺实在是厉害的一批 这家伙 不仅精通各种现代作战战术 还会孙子兵法这种古代战术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林旺回到宿舍后 天色已经晚了下来 学员们在抓紧最后一刻玩手机 因为过一会儿就要交手机 明天开始正常的训练了 刘伟后他一步走进宿舍 看到林旺开口道 林旺 刚才种子俱乐部开会 你不在 赵部长让我给你传达一件事 俱乐部专门向学校 给你申请了名额 去参加国际交流周的15个人中 你直接占据了一个名额 不用参加相关选拔 而且你还是交流周中 唯一一个参加所有比赛项目的人 他话音刚落下 王打虎便沮丧地回到宿舍 他摊在床上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我给你们说个不好的消息 咱们马上就要进行化妆训练了 王老黑还网购了很多化妆品和黑丝 他说等那些东西到了 咱们进行化妆训练 第170章 辩论赛 转眼间 国际交流周的时间已经到来 参加的各国军校学员 陆陆续续到来 交流周正式开始的前一天 林旺和赵丽丽 还有刘伟 一起去种子俱乐部的路上 看到一群外国学员围在一起掰手腕 掰手腕的两个人 光着膀子 露出发达的肌肉 正在比拼着 周围的人都围着他们 加油呐喊 他们看到有华夏学员过来 掰手腕结束的外国学员 专门从林旺三人面前走过 炫耀自己发达的肌肉 林旺面无表情 直接无视了对方 赵丽丽多看了几眼 刘伟丽马上前一步 挡住她的视线 嘴里埋怨道 在女同志面前光着膀子 什么素质 一点纪律都没有 赵丽丽冷着脸 伸手将刘伟推开 你挡我路了 刘伟 我这不是让你非礼物事吗 这群人 什么恶心德行 呸 赵丽丽 你脑子没病吧 一个光膀子 怎么不能看了 这种肌肉我见多了 真不知道他们炫耀个什么劲 凌王听到二人的对话 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的副班刘伟 这是思春了 对人家赵丽丽有意思 八字还没一撇 就开始管上了 刘伟的好心被赵丽丽对了 他脸上挂不住 看到凌王在偷笑 立马转移话题 问道 凌王你在笑什么 凌王缓缓开口道 我笑的原因有两点 一个是觉得外国学员幼稚 竟然在军校炫耀肌肉 咱们军校学员 有几个不知道单纯的肌肉 并不能代表厉害 甚至特种兵和一些特殊的兵种 还会对体质率有要求 体质率太低 肌肉过多 都是不合格的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我在笑你 发春了 刘伟 凌王 你 他这下脸上彻底挂不住 直接追着凌王骂 等会给我去操场跑五公里去 凌王 副班 你忘记了吗 我等会本来就要去操场跑五公里啊 刘伟现在的脸比红气球还红 他回头不好意思地看向赵丽丽 说道 赵部长 我们两个还有事 就先走了 明天见 赵丽丽一如往常的冷脸 淡淡回道 再见 刘伟扭头 推着凌王赶紧离开这里 现在他害羞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赵丽丽看着二人离开的背影 那张艳势脸上浮现出了一丝丝的笑意 他本是对男女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的 这个刘伟是第一个能让他有这副神情的人 赵丽丽很喜欢战场上打打杀杀 喜欢那种大汗淋漓 筋疲力尽的感觉 喜欢和敌人斗智斗勇的刺激 他从未考虑过结婚 他想要把一辈子的时光都留在部队 万万没想到 在几年之后 他愿意为了刘伟退役 为刘伟洗一根汤照顾他 并且说出 你守护军装 我守护你这种话 四日 国际交流周正式开始 来参加的国家有 华夏 帝国 漂亮国 北极雄国 F国 日不落国 共六个国家 每个国家来了15位学员 交流周会从文化课题 射击 体能 格斗 单兵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比赛项目设置 为期五天 学校分管主任进行动员讲话后 当即开始安排交流项目 第一个交流项目是文化课题 也就是冷教授提前说过的辩论赛 六个国家的辩论组已经分配好对手 主持人站在两个辩论组中间主持着 第一组上场的是日不落国和F国 第二组上场的是帝国和北极雄国 第三组上场的是华夏和漂亮国 嘉宾是各国的代队人员 评委由代队人员担任 每轮上两位评委会避开和本国选手一起上场 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公正 前两组的辩论赛非常精彩 各位参赛选手专业知识基础扎实 而且涉猎甚广 落到第三组上场了 主持人 接下来上场的是华夏选手和漂亮国选手 本组辩论赛同上两组辩论赛相同 参赛双方每方上场队员共四人 称为一辩 二辩 三辩 四辩 设置了陈词 公辩 自由辩论 及总结陈词四个环节 本组辩论赛正式开始 现在有请华夏组四位选手进行自我介绍 凌望作为华夏队的一辩 第一个站起来讲话 一个观点引起百家争鸣 二辩 二者辩驳胜于龙虎争斗 三辩 三寸之蛇可敌百万雄狮 四辩 四顾举目只为探寻真理 全部讲完开场白之后 凌望开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一辩凌望 大家好 我是二辩某某 大家好 我是三辩某某 大家好 我是四辩某某 主持人 接下来有请漂亮国队选手做自我介绍 漂亮国队用他们的母语英语做自我介绍 流程和凌望他们相同 这是辩论赛固定的环节 在这种正式的外交场景 即使你外语再好 也要用母语与别人交流 这是对自己祖国国家主权的宣告 也是一种对本国文化自信的表现 他们全程交流都是用本国母语 耳朵上佩戴着翻译器 主持人 咱们这轮辩论的课题是 浅谈现代化战争中大 纵深战术与火力覆盖 哪个更重要 凌望作为一辩 率先站起来 表达自己对的观点 我方认为 大纵深战术更为重要 纵观世界战争中 有太多的例子 可以证实这一观点 蒙良固执战和短秋围困战 就是很好的例子 该战术不仅可以在十几人中运用 也可以在十几万人的战争中运用 今天我包围你一个连 明天我包围你一个团 后天我包围你一个整编师 凌望讲完 轮到了漂亮国一遍讲话 表明他的论点 反方一遍用英语发表自己的看法 凌望他们的耳脉中 同时传来了翻译好的华夏语 我方认为 火力覆盖更为重要 缘由很简单 无论单个士兵作战素质有多高 无论对方配合得有多好 他们都抵挡不住热武器的攻击 别说士兵 就连有陆地之王称呼的坦克 在大型武器的攻击下 也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第171章 凌望深谈大纵深战术 在现代化作战的今天 火力压制才是更重要的 就像你们华夏有句话一样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完全采用火力覆盖的战争 我们漂亮国也有过实力 给了世界民众一个证实 那就是现代化战争中 在信息化和绝对的空军实力面前 再完美的陆军协同作战 都是活靶子 漂亮国一遍发表完自己的看法 陈词环节结束 攻变阶段开始 分别由剩下的三位选手 进行有序的提问以及回答 双方的四位选手全部都发言完毕后 进入自由辩论阶段 凌望按照之前约定的那样 并没有第一个站起来与对方辩论 而是在给同组选手发言的机会 面对反方的质疑以及辩证 他自己一个人完全可对 可他没有这样做 前世十多年的军旅经历 让他更加注重团队协作作战 而不是注重个人英雄主义 不注重个人出风头 他更愿意带领着战友一起战胜对方 更愿意帮助战友一起进步 让战友也大方一彩 自由辩论的环节 虽然凌望提前安排好了 他的队友准备也很充分 可漂亮国组的选手同样准备很充分 实力提出了很多 他的队友逐渐步入了下风 辩论赛很精彩 在底下旁听的人员认真地听着 他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战争还是这样的 华夏这边旁听的学员 很多人都焦急地看着台上 内心有些担忧 凌望作为一变怎么不说话啊 也不怪凌望不争辩 别人都是研究生 他一个一年级的学员应付不了 也是人之常情 凌望很优秀 可终归缺乏锻炼 这不怪他 照例里面无表情地看着台上的辩论赛 没有丝毫的担忧 种子俱乐部这次有负责人员选拔 他知道凌望被冷教授特邀担任一遍的事情 他相信冷教授的安排肯定不会有错 刘伟面对别人的质疑 直接开口道 有时候不站出来 有可能是在憋着打招 我是凌望的副班长 凌望的实力我清楚 他就算不敌对方 也不可能一句话也不说 所以说 他肯定是在憋着打招 在一旁坐着的各国带队负责人 看到台上的辩论 忍不住交投接耳 说着自己的看法 华夏队和漂亮国队的辩论 真是精彩 不愧是两个大国的对决 争辩观点的利益和深度 就是不一样 看前两轮的辩论 仿佛是在吵架 这一轮的辩论 感觉是学术探讨 前两组辩论组的成员 痴痴地听着台上的辩论内容 一个个内心都在庆幸 幸亏自己的对手 不是台上那两组的人 不然自己肯定输得很惨 漂亮国队一变 从以上的例子的可以总结出 火力覆盖是现代化战争的主流 他说完这句话 现场立马响起热烈掌声 他的发言实在是太精彩了 就在大家以为结局已定 是漂亮国队胜出的时候 凌望站起来 开始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反对你方的观点 刚才你举例的战争 虽然都是火力覆盖 非常快速有效结束了战斗 对敌方进行了碾压式的摧毁 包括你方举例的那场 给全世界上了一刻的战争 它确实让很多国家 都患上了火力不足症状 可你忽略了那场战争的战争环境 都是在沙漠这种地带发生的 地面没有很多的植被覆盖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地形 兵力和火力部署一目了然 在你们的空军压制下 犹如火靶子 可如果那场战争发生在热带雨林呢 亦或者是山地呢 如果这样也搞火力覆盖的话 且不说对该地区战后重建的难度 就单看火力 这得多少火力才能达到覆盖的程度 火力覆盖一方 国内的经济可以支撑得住吗 凌旺的辩论观点 直击对方要害 瞬间扭转辩论局势 现场的众人都安静下来 震惊地看向凌旺 他的观点震惊了所有人 凌旺暂停了片刻 看漂亮国队 没有变手站起来质问自己 他继续说道 战争的本质是资源掠夺和再分配 通俗的来讲 就是人口和经济的问题 纵观古今 大大小小的战争 爆发的最终原因 都是这一原因 如果战争环境是在雨林或者山地 火力覆盖的成本会非常昂贵 更多时候会得不偿失 引起本土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而且驾驭武器的永远是人 战事是战争胜负的最主要的因素 而大纵深战术本质来讲 就是多兵种协同作战 最看重战士作战素质 所以说 无论是古代 近现代还是现代 大纵深战术 都是战场上最主流的战术 漂亮国一边站起来质问 既然你方说人是最本质的核心 可在现代化热武器下 人是显得那么脆弱 现场环境过于恶劣 战士是不受指挥的 很多时候并不能做到 你们说的 深入敌军后方 要聚则聚 要散则散 战士很多情况下 还没有深入敌后方就阵亡了 凌亡 在战争中 能使大纵深战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并不是你说的穿插战术 和能散能聚 这都是表象 真正的绝招 在于一支部队 强大到可怕的纪律性 和战斗意愿 我军在实战中 有过震撼世界的冰雕连 为了不暴露位置 被活活烧死的英雄 有托举炸药炸雕宝的英雄 他们都是战士纪律性 和战斗意愿强大的代表 这也是我军在现代战争中 可以战胜火力覆盖战术 打赢立国之战的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大纵深战术 在现代化战争中 依旧占据主要地位 凌旺讲完这段话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他举出的实力 令在场的所有人都 极其佩服 佩服凌旺 更加佩服他提到的英雄 漂亮国辩论队的人 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 冲凌旺竖起大拇指 赞叹他的辩论 这轮辩论 华夏组胜出 他们在众人的掌声中走下台 休息片刻 第二轮辩论开始 第172章 射击比赛 第二轮辩论 和第一轮辩论的流程相同 先是三个辩论组自我介绍 分别是华夏队 北极熊队 帝国队 而后提出辩论课题 浅谈现代化 作战指挥研究中的指挥要素 凌旺率先站起来 发表自己的观点 现在作战指挥研究中 我方认为 作战部署 指挥手段 指挥信息 为重要的指挥要素 其中作战部署 还包括作战区域 作战环境 作战地形等等 这一轮的辩论赛 依旧很精彩 很多在场旁听的学员 拿起纸笔 开始记笔记 这辩论赛的观点 都记下来 回去稍微做下加工 就能总结出 一篇小论文 用来应付指挥科的考试 和作业了 凌旺一个一年级学员 怎么懂得比研究生还多 怪不得凌旺能在演习的时候 把敌军手掌扛回来 人家这战术 玩的就是六 辩论赛的嘉宾 都是各国的代队负责人 他们本身就是军校的领导 对战术指挥比较了解 所以 更能体会到凌旺观点的深度 一个个都对凌旺佩服不已 你们华夏人 就是善战 一个研究生就懂这么多 华夏带队的是陈主任 他回道 这位学员是大一的学生 不是研究生 外国带队负责人皆是一惊 一个大一新生 竟然对战术见解这么深刻 辩论赛最终的结果是 华夏队胜出 主持人在台上宣布这一结果后 华夏这边在场的学员 立马欢呼了起来 交流州的第一场较量他们就赢了 这可是一个好兆头 辩论赛结束后 下午是留给参与交流的学员 友好相处的时间 没有举办比赛 学校安排人 带着他们一起去参观当地的旅游景点 一起游玩的时候 外国学员都围在凌旺身边 问东问 吸他们用别角的华夏语 和凌旺交流着 凌旺 你好 凌旺 你好 外国学员一 我想问一下 你们华夏之前的战士协同作战 以及战术指挥就非常厉害 这种战术 现在运用的应该更好吧 是不是你们最重视的训练内容 今天辩论赛听了你说的内容后 我回去有查找了一些资料 发现采用大纵身穿插战术 确实非常经济 凌旺摇头 回答道 不是 现在对穿插战术重视程度 和其他作战方式 是处同样的地位 外国有人二 听到这话惊奇地问 Why 不是大纵身战术 以及协同作战 非常经济吗 而且 你们一贯擅长这样的作战方式 在训练中 不应该占据主要地位吗 我们国家穷 不得不用穿插战术 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也非常喜欢 火力覆盖这种战术 发现火力压制用起来 确实很省心省力 次日 举行的比赛项目 是射击400米加200障碍 以及格斗 射击比赛项目 不同于以往的比赛 这次比赛的内容 涵盖了搜索 发现 识别 进攻 比赛的场地是一处山地 五人一个小组 共分为18个小组 比赛的具体内容是 每组学员自行驾驶 一辆吉普车 在30秒的时间内 通过一段 大概400米的山路 在山路的两侧 会设置一些移动靶位 靶位出现的地点 时间 频率不固定 一共会出现50次 学员们乘车 通过山路的时候 要求他们 在短暂的时间内 射击靶子 他们每人分发10发子弹 以最终环数 来确定小组的成绩 动态射击结束后 还有一场固定靶位射击 固定靶位 同往常的射击一样 只不过距离变成了400米 95式步枪 有效射程的极限 虽然不难 但也不简单 距离太远 而且还是有效射程的极限 即使能瞄准 很有可能也会因为其他因素 使子弹偏离原有轨道 比赛开始了 第一组上场的是 漂亮国的一小队 他们一人驾驶汽车 剩下的四人都站起来端着枪 时刻准备着瞄准 移动靶位无规律的出现 他们的枪声此起彼伏 最后的结果是321环 满环是500环 第二组上场的是 F国一队 他们的成绩是300环 接下来陆续上场的小队 成绩都是300多环左右 有差距 但不太大 成绩听起来很一般 但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来是这种移动靶位 射击难度很大 不仅是靶子移动 他们自己也在移动 二来则是 他们都是军校生 虽然是军校生中有佼佼者 可毕竟不能和特种兵 或者狙击手比 如果这是特种兵大赛 大家成绩肯定会特别突出 很快 轮到凌望所在的 华夏二队上场了 在上场前 刘伟直接说 我射击一般般 我来开车吧 我的子弹全给了凌望 他可是咱们学校 有名的神枪手 小组成员听了这话 纷纷惊讶地看向凌望 问道 凌望 刘伟这么肯定地说 看来你枪法肯定很厉害了 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凌望接过刘伟 送过来的10枚子弹 一边往弹侠里装子弹 一边谦虚地回应道 我的副班长 这是在想办法夸我呢 我枪法也就还行 刘伟立马解释 我可没有为了夸人而瞎说 凌望的枪法特别好 这个赵部长也是知道的 至于为什么你们不知道 我想大概率是凌望太优秀了 其他方面一直拿军功 所以就显得枪法不突出了吧 赵丽丽肯定地回应道 凌望枪法确实很好 你们谁枪法不太好的话 可以把子弹给凌望几颗 我枪法很好 所以就不给了 组内的其他两个学员对视了一眼 考虑了片刻 我们还是自己打这几发子弹吧 虽然说我们枪法也还好 可是凌望现在有二十发子弹了 时间有限 我怕他来不及设计 凌望笑笑 为了缓解尴尬 说了两句 你们说得很对 我拿着的子弹太多了 反而适得其反 就算是枪法再好 也得有时间去设计啊 第173章 凌望小露一手 凌望他们小组乘坐吉普车 缓缓驶入考核场地 刘伟控制着脚下油门 尽可能慢地行驶 同时也要把控时间 凌望一进入考核场地 立马打开阴眼技能 开始对他目光所能看到的位置 进行搜索 瞄准 射击 阴眼系统快速地 对出现在视野中的靶子 进行锁定和分析 凌望扣动扳机的手指 就没有停过 枪声不断 子弹接连不断地从他枪管中飞出 所有子弹都直击靶心 他面对的这边 暂时没有出现靶子 还会转身去另外一面查看 30秒钟的时间 眨眼间便过去 他们小队也来到了终点 最后结果是403环 这一结果宣布后 在等候区的所有学员 都大吃一惊 他们看着凌望小组 纷纷惊叹 这一组的成绩 也太好了吧 如果不是我 刚从靶场上下来 我还不会有这么惊讶 这次能有这样的成绩 是真的厉害 这次的射击项目这么难 这一组的人 竟然能拿这么高的分数 凌望他们组的人 都很开心 刚才拒绝将子弹 分给凌望的两个人 现在有点后悔 如果他们 把子弹给凌望几颗 估计成绩还会更好一些 他们两个略微激动的 看着凌望 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 凌望 你枪法这也太好了吧 刚才我就该 把子弹分给你两三枚的 我猜 你刚才肯定有满环的靶子 其实他猜错了 凌望所有击中的靶子 都是满环 他们也高估了自己 其实他们自己 比想象中更加拖凌望后腿 凌望笑笑 谦虚的说 这个结果是 咱们小队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咱们大家的枪法都好 移动靶位射击比赛结束后 裁判宣布成绩排名 现场瞬间响起掌声 不仅是学员们 对他们小队刮目相看 各国带队负责人 也对凌望他们小队刮目相看 众人都以为是 整个小队实力强悍 很快他们便知道了 原来不是小组整体型 而是凌望一个人太强 直接拉高了他们小组的成绩 众人来到固定靶位射击现场 外国学员没有看到 赛维组准备好的步枪 纷纷疑惑地询问 这是怎么回事 工作人员 固定把位射击考核 用的就是 你们手里现在拿的枪 国外众多学员听到这话 瞬间不淡定了 大吵大闹地要求换枪 刚才移动把位射击 拿着破枪我就想说了 连个瞄准镜都没有 让我们怎么打 现在固定把位这么远的距离 是你们步枪有效射程的极限 没有瞄准镜 让我们怎么瞄准 直接放空枪吗 你们不给好枪 怎么让我们有好成绩 工作人员耐心地解释 你们手上的九十五式步枪 是符合比赛标准的 虽然没有瞄准镜 可是有枪上的掺孔式机械瞄准 而且枪也都有提前校准 可是国外学员不听这个解释 强烈要求配备光学瞄准镜 但赛委会不与同意 他们没有办法 只好嘴上继续骂骂咧咧 准备比赛 这让华夏学员听了 内心非常爽 甚至有的人嘴上和国外学员 办了几句 差点动手 凌望站起来 将半嘴的学员拦住 拉至身后 就在大家一味凌望要上场 亲自和对方理论的时候 凌望看着对面的国外学员 客套的假笑了一下 而后转身看向工作人员 问道 请问小组上场的顺序 有什么要求吗 我们小组想要第一个上场 试一试这枪究竟如何 作为东道主 我想我们有必要给外国 有人一个交代和示范 凌望是行动派 能用行动证明的事情 他不会去做无用的理论 外国学员看到凌望这个样子 也都安静了下来 他们刚才说枪不好 凌望就第一个上场 亲自验证一下枪行不行 这下 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面对凌望 都是一副不服气 或者不屑的态度 虽然嘴上不说 可内心依旧不服 有着不满的情绪 评委见状 当即同意凌望的请求 凌望所在的华夏二队 率先上场 国外学员在等着看笑话 华夏学员在盼望着 凌望他们几个 打出一个好成绩 狠狠地打脸外国那几个恶心货 刘伟上场趴在狙击位后 得意地看了外国学员一眼 凌望出手 还没有比不过的时候 随着哨声响起 上场的五个人开始射击 凌望右眼瞄准 左眼中出现了把位的所有信息 以及一些数学物理运算公式 他手指一下又一下地扣动扳机 子弹从枪管中射出 突破空气中匆匆的阻力 直击把星 紧接着 下一枚子弹也从枪管中飞出 穿过第一枚子弹 在靶纸上留下的弹孔 下架枚子弹 又是同样的轨迹 凌望识发子弹 固定把位射击 而且还在有效射程内射击 以凌望现在的水平来说 确实有点欺负学生兵 这一组射击结束后 结果很快统计出来 工作人员宣布成绩 第一名凌望 100环 10发子弹 穿过同一个弹孔 第二名 赵莉莉 90环 第三名 赵武 81环 第四名 张三 77环 第五名 刘伟 71环 其余四人的成绩 听起来很一般 其实在学生兵中算是优秀的 400米的射击实在是太难了 众人听到凌望的成绩 华夏学员立马欢呼起来 外国学员一个个都呆住了 10发子弹 穿过同一个弹孔 而且还是95式步枪 有效射程的极限400米的距离 这怎么可能 400米的距离 就算是视力再好 也不可能看清楚靶心 更不能瞄准弹孔 外国学员不相信这成绩 他们的带队负责人也不相信 当即要求查看凌望的靶指 以及激光记录仪的视频录像 当众人从放慢了100倍的视频录像中看到 所有子弹像是被吓了鼓一样 全部钻进同一个弹孔后 他们不得不相信 几位国外带队负责人 纷纷惊叹 大大小小的考核 我见过很多 10发子弹穿过同一个弹孔 这样的学员 我还是第一次见 这该不会是华夏队专门挑选出来的狙击手吧 第174章 格斗 他们有人直接看着凌望 询问道 凌望 请问你这是如何做到的 平常你是怎么训练的 你是狙击手吗 凌望客套地笑了一下 回道 今天射击比较顺手而已 平常就是正常训练 习惯了 而且我不认同刚才外国学员的说法 好的描具对射击很重要是没错的 但总归是辅助工具 400米的距离射击 还不至于飞光学描准镜不可 枪支是武器 更是战士在战场上四肢的延伸 很多时候凭借的是手感 我们不能做一个 离了瞄准镜就成了废物的军人 凌望这一句内涵 让众多外国学员哑口无言 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恨凌望 反而非常佩服凌望 认为凌望说的对 毕竟凌望实力摆在这里 别人不服不行 就在众人赞叹凌望的时候 刘伟站在赵莉莉身边 小声地温柔说 赵部长 你真厉害 竟然拿到了90环 怪不得你可以做种子俱乐部的部长 众人只关注到了凌望是第一名 完全忽略了第二名 同样非常优秀 只有刘伟一个人注意到了 这让赵莉莉心里暖暖的 他回复道 谢谢 你的成绩 他本想夸刘伟一下 但想到他70环的成绩 实在是夸不出来 只好改口道 你的成绩进步空间很大 华夏二组下场后 剩下的小组挨个上场 他们的成绩有好有坏 但和凌望的相比 显得是那么垃圾 外国学员这下 也收起了他们傲气 射击比赛结束后 是综合格斗 此次格斗的方式 与以往不同 是综合大乱斗 参与交流的全部90位学员 一起上场 在比赛途中 可以结盟 比赛名次就按照从格斗场上下来的先后顺序决定 之前炫耀肌肉的外国学员 不由自主的高傲起来 终于来到他的主场了 凌望这一组的人 凌望表情比较淡定 赵丽丽一贯的冷脸面谈 面部没有任何表情 剩下三个人都快要高兴疯了 凌望有多能打 众人都是听说过的 而且 他们组还有赵丽丽和刘伟 这两个能打的人 他们这一组 想不赢都很难 剩下两个人 非常容易跟着沾光活到最后 刚才凌望的表现过于耀眼 所以格斗这一项目 他们格外关注凌望 四个大块头的外国学员 得意地看向凌望 都在等着干掉凌望 踩着凌望成为第一名 很可惜 他们都预判错了结果 所有学员准备就绪 随着哨声的响起 格斗场上立马响起厮杀呐喊声 爆摔机头 反摔 踢膝别肘 背腿扛摔等等 各种格斗招数不断上演 大多数的小组 暂时都还是处于结盟状态 很快便陆陆续续 有人被摔在地上 没了反抗能力 裁判立马上场 给出红牌 将其淘汰 国外几个大块头 有两个在交手 剩下三个都看向了凌望 刘维解决掉手下的那个人 抬头看到三个大块头 在看凌望 他嘴里骂道 恶心的外国佬 看不起我们华夏人 这次就给你们点教训 外国学员本就内心看不起华夏兵 凌望在辩论赛和射击 这两个项目上 表现得又格外耀眼 已经成为了别人的眼中钉 有一个大块头向凌望冲过来 本来是打算把拳头招呼在凌望脸上 就在他快要碰到凌望的时候 突然眼前飞来一只脚 赵丽丽朝着他的正脸 踢了一脚 踢得对方头昏眼花 眼前开始冒惺惺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刘伟从他身后过来 一脚踹在对方膝盖处 大块头被踹得单膝跪地 这个时候凌望出手了 朝着他的脑袋给了一拳 在大块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给他来了一个过肩摔 大块头还想反击 万万没想到 凌望直接跪击再骑腹部 啊 大块头疼得惨叫出来 裁判过来 立马给了他红牌 让其下场 骑士凌望刚才用膝盖击骑腹部那一招 根本没有用尽全力 不然他就不只是这样简单惨叫一声了 剩下两个盯着凌望的大块头见状 一起朝凌望冲过来 很可惜 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也不是凌望的对手 肌肉发达并不代表核心力量强悍 而且还不利于战斗中灵巧躲避和出击 外国学员见状 他们渐渐停下打斗 不约而同地围向了凌望所在的华夏二队 他们心里都有同一个想法 那就是要一起把最厉害的凌望淘汰 然后再和其他人一决胜负 才有可能留到最后 如果不团结的话 凌望肯定会一个又一个解决掉他们 只可惜 就算他们加在一起 也不是凌望的对手 这次上场的 都是各个国家的优秀学员 人多势众 虽然凌望能招架得住 可他们同组的人却坚持不住了 张三和赵五很快被淘汰 紧接着 刘伟这个最能打的人 也扛不住攻击的人数众多 被淘汰 赵丽丽打得很吃力 只好使出了比较心狠的招数 但还是被淘汰了 一场激烈的格斗 最后只剩下了六个人在格斗场 其他被淘汰的人 紧张地观看着格斗场上的事情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凌望成功解决掉那六人 拿到了格斗项目的第一名 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刚才被打的外国学员 都激动的鼓掌 欢呼着 凌望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 他们没想到 凌望身材看起来 仅仅只是剑术而已 竟然能一个人对付几个体型 比他强悍好多的人 甚至有人外国学员直呼 华夏功夫和华夏武术这种字眼 一改之前的高傲 凌望用实力把他们都给打服了 这一场考核结束后 他们休息调整 然后迎来了体能比赛 体能比赛是400米加200障碍 400米障碍跑道的设置 和凌望他们平常训练时相同 剩下的200米障碍 学校设置了5米高的网墙 攀绳上爬以及锁降 还有一个低姿匍匐 通过50米的铁丝网 这个铁丝网的高度 比平常训练时用到的要高 大约50厘米的样子 可他上边却密密麻麻 分布着燃烧的招火点 虽然这点火不至于出现性命危险 可给人极大的心理压力 第175章400米障碍 外加200米障碍 看到体能考核的场地 所有学员没有一个不是沉着脸 跑障碍是所有人都抵触的项目 因为这玩意是真的有命 当然除了凌望之外 这种开挂的人 怎么会畏惧一个小小的比赛项目 外国士兵一个接着一个上场 有表现一般的 也有表现非常优秀的 其中一名帝国名叫罗尔夫的学员 才准备上场 帝国的众多学员便开始欢呼鼓掌 看样子他跑障碍很擅长 罗尔夫上场后 矮墙独木翻越高墙等16个项目 非常擅长众人看到 他飞快的速度 纷纷鼓掌 佩服得不行 400米障碍 大概用了1分40秒的时间 他便通过了 接下来的200米高难度障碍 首先迎来的是穿越铁丝网 铁丝网的招火点上 火焰在随风摆动 冒出阵阵黑烟 只见罗尔夫快速扑倒 趴在地上手脚并用 紧贴地面 以低姿匍匐的姿势 钻进铁丝网中 虽然姿势很丑 移动的模样 像个大壁虎一般 但不得不说 他的速度很快 而且是安全通过的那种 紧接着 他来到了5米高的网墙前 将安全绳索 快速套在身上固定 然后手脚并用地上了网墙 网墙是由粗麻绳制成的 罗尔夫在网墙上攀爬 使得网墙随之猛烈地抖动 如果是一般人 现在早就下的腿软停下来了 可他依旧在快速攀爬 当他从网墙上下来 又冲至攀绳上 爬的项目所在的大楼前 六层楼 20级米的高度 直接以难度较高的道立锁降下降 快到到达地面的时候 罗尔夫及时调整身体姿势 成功以单膝跪地的姿势 落在海绵垫上 他试着站起来 双腿发软 直接跌坐在地上 气喘吁吁 脸色有些发白 很明显 他体能已经到了极点 400米障碍跑下来 本就能要个人半条命 何况又加了攀爬往墙 和攀绳上 爬这种极其消耗体能的项目 普通人能坚持下来 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 体能考核结束 围看的众人 瞬间响起掌声 叫好声 凌望也在给他鼓掌叫好 这个罗尔夫 确实有两把刷子 虽然比起他来要差得远 可不得不承认 这人的实力很强 裁判 罗尔夫用时4分15秒 无违规动作 众人听到他的成绩后 掌声变得更加热烈 罗尔夫的成绩 秒杀刚才上场的所有人 很快轮到了刘伟上场 他的体能非常好 整体下来 用时4分59秒 非常不错的成绩 所以成绩比刘伟好一些 紧接着 轮到凌望上场了 华夏学员立马开始鼓掌 给凌望加油打气 凌望 拿出你吃奶的力气 给那些帝国佬一些颜色看看 凌望 你一定可以的 拿个第一回来 华夏参与国际交流周的学员 只有刘伟和赵丽丽 见过凌望跑障碍的实力 其余众人并不知道 只是单纯地看好凌望 不然就不会有鼓励凌望的话了 因为凌望肯定能拿第一 凌望上场了 一开始的三步庄 他走得飞快 紧接着过独木桥等项目 他就像一阵风一般 快速地飘过 短来在喊加油的人 陆陆续续安静了下来 都在全神贯注地 看着跑道上飞驰的凌望 他仿佛有轻弓一般 所有项目都借力飞快通过 甚至有的都不用借力 紧接着 他来到铁丝往前 以侧身匍匐前进的姿势 快速通过 而后又飞快地攀爬往墙 他像个蜘蛛一般 攀爬的速度非常快 来到攀绳上爬项目 凌望手中的绳子 仿佛不是绳子 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最后一个锁降项目 凌望采用的是飞身锁降 下降速度非常快 半个喘息间 他便来到了地面 成功落地 而后他缓缓站直身子 开始动手解身上的锁扣 众人看到这一幕 被惊得都忘记呼吸 凌望的速度 是人可以拥有的吗 别人跑个400米障碍 就能跑没半条命 虚脱的不行 凌望现在不仅跑了400米障碍 还外加了200米的大障碍 整个人也仅仅只是脸上有汗珠 喘息声比较重一些 并没有体能耗尽的模样 与别人需要工作人员 去帮忙解开绳索 帮忙搀扶走两步的模样 有着天壤之别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 只是跑了一个600米 真是见鬼了 刘伟和赵莉莉 在不远处盘腿 席地而坐 两个人还没有缓过劲 看到凌望通过障碍的全程 忍不住有气无力的鼓掌 刘伟感慨道 我知道凌望体能好 爆发能力强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这么强 紧接着 裁判宣布结果 凌望用13分25秒 这个结果 让本就惊讶的众人 再次大跌眼镜 有人惊讶地直呼 Oh my God 凌望真的不是什么 如果不是亲自看到 我绝对不相信 有人竟然会有这种速度 一开始骄傲的帝国学员 现在脸上换上了佩服的神情 他们都是佩服强者的 凌望在众人的赞叹声中 走下来休息 华夏带队的陈主任 立马走向凌望 既惊喜又关切地问道 凌望 你感觉怎么样 凌望喘息有些重 缓缓回答道 我感觉还可以 没事 接下来 无论是谁上场 都转移不了众人 在凌望身上的注意力 凌望实在是太顶了 体能比赛结束后 开展的是 为期三天两夜的野战比赛 第176章 野战比赛 此次野战比赛 赛维族给各组学员 准备了干粮 地图 水壶 蛆虫粉 等野外生存用品 所有人轻装上阵 没有佩戴任何武器 野战比赛全程70公里 中途共设置有四个项目 分别是 躲避野战军的追捕 寻找人质 收集五面蓝旗 安装炸药 其中躲避野战军追捕 会涉及到野战比赛全程 每次野野战军成功为欧学员 都会在他们身上喷一道油漆 他们这次穿着赛委会准备的 黑色特战服 尽量保持比赛条件一致 比赛结束后 会根据他们身上的油漆 进行相应的扣分 完成任务后 所有小队 按照达到终点的时间 中途退出的人 他不仅这次的成绩为零 之前项目比赛的成绩也会清零 简单地介绍完比赛规则后 工作人员指着他身后的树林开口道 这里便是野战比赛的70点 祝大家取得好成绩 比赛现在开始 工作人员说完后 帝国的罗尔夫便第一个冲了出去 他体能很好 所以很期待这次野战 紧接着 其他学员也都陆陆续续跟着冲了出去 凌王的体能好 速度快 但却不是冲在最前边的人 树林这种容易埋伏的地形 如是他是赛围组的话 肯定会设置埋伏 所以他又很小心 等着别人先冲进去一探究竟 他们组的成员 都跟在凌王身边一起行动 果不其然 树林里果然有野战军 这伙野战军一个个戴着墨镜 用墨绿色的棉布做遮脸的面巾 让人看不到他们的具体长相 他们举着黑色的颈棍 朝学员冲过去 野战军十人小组 行动非常有序 抓住学员就打 而后再将油漆喷在他们特战符上 很多学员被抓 有的奋起反抗 结果同样被按在地上打 有的则是趁着野战军 没有注意到自己 拼命往前跑 林旺他们来到树林深处 野战军和学员们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他们这一组 正好趁机偷偷溜过去 野战军注意到了他们 朝林旺的组员动手 林旺立马过去帮忙 一拳把对方打得连连后退 刘伟和赵丽丽也过去帮忙 给了那个野战军挤拳头 野战军的援军立马过来帮自己人 林旺再次一招制服 并且夺下他们手中的锦棍 开始反击 别的小组都在挨打 就林旺他们小组在追着野战军打 林旺 赵丽丽 刘伟 三人联手 把过来殴打他们的野战军 打退了两波 他们占据了上风 可林旺并没有继续打下去的意思 冲自己的组员大喊 快跑 别练战 就这样 华夏二组的成员成功通过树林 其他组的成员 则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一个个从树林里走出来 带着的钢盔歪歪斜斜 特战服上有鲜艳的油漆 有人是一道 有人是两道 模样极其狼狈 大家从树林里出来后 没有多做休息 立马继续前进 有倒霉的小组 才从树林里出来 便又遇到了一伙野战军 又挨了盾打他们气氛的大骂 但却改变不了 身上又喷了一道油漆的事实 在树林里 野战军来了一波大规模的袭击 接下来 他们开始在比赛场地 搜索参赛人员 继续进行殴打 他们的殴打 会贯穿比赛的全程 林旺在一处隐蔽的矮坡下 仔细地观察着地图 规划了好几条路线 选择了距离相对来说 最近最容易通过的那条路线 咱们走这里 刘伟 好 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赵武看着地图 非常纳闷 连忙出声阻止他们 等等 林旺 我能不能看下地图 林旺将地图给了他 赵武仔细看过后 这路是最好走的 但都是平地 看地形没有任何遮挡物 咱们这不就成了野战军的火把子吗 最好走的路 也是最危险的路 林旺郑重地点头 我知道 但是不足为惧 他说着 将别在后腰的井棍拿出来 野战军过来 咱们打回去不就行了 赵武看到这一幕 玄泽的心瞬间放下来 开心地回答 好 有你在 我们不带怕的 跟你分在一组 真是幸运 这次咱们肯定稳赢 林旺规划的这条路上 有一条小溪 视野极其开阔 风景非常好 他们一行人 在这条路上快速奔袭 像一副美丽的风景画 林旺他们一行人 除了林旺之外 所有人都在一边跑 一边警惕地左右张望 他们是奇怪 为什么这条路上 除了他们没有人 刘伟笑着感慨道 还是林旺的计谋高 这条路看起来 是最容易通过的一条路 可别人都担心野战军在这里埋伏 所以没人过来 野战军也觉得 没人会走这条路 也不过来 正好 让咱们简陋了 赵武开心地傻笑 佩服地说 果然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林旺 看来 你能拿那么多军功 不是幸运 是有这份实力啊 林旺并没有和别人搭话 他打开阴眼技能 时时刻刻观察着周围 阴眼技能显示 有一小队的人过来 一共十个人一起行动 看人数 应该是野战军 他们并没有行动 而是继续潜伏 林旺心中疑惑地想着 难不成他们 这是在等待援军 其实证明 林旺把这伙野战军 想得太优秀了 他们潜伏在 小溪不远处的草丛中 有一个人问道 队长 咱们要上去揍他们一顿吗 队长沉声回答 按兵不动 咱们等待下一组人过来 你没看到这一组 领头的那个是林旺吗 里边还有刘伟和赵丽丽 他们三个有多能打 咱们刚才又不是没见 现在冲上去 等着挨打吗 野战军都是学校 抽调出来的优秀学员们 所以认识林旺他们三个就这样 林旺瞬间地来到 营救人质的地点 不仅没有受到攻击 而且用时非常短 第177章 营救人质 这里的营地 是猎狐废弃的小院子 一共有两层 窗户是用几个木头 简单地架着 修盖得很简陋 小院的大门口 有七八个人带枪把守 二层楼的窗户处 还时不时缓过人影 上边也有人在把守 看起来 这里的情况滴水不漏 很难有人可以冲进去 林旺他们 在躲在远处观察着 拿出赛委会 给的人质照片 一个国字脸的男人 左眼下方有一个疤 刘伟用望远镜 观察着小院子 无奈地叹气 他们都有枪 咱们这怎么攻进去救人质 赛委会真是够损的 林旺缓缓开口道 没枪 咱们有没枪的办法 他们有人带枪把守 咱们绕开不就行了 众人听到林旺的话 立马来了精神 期待地看着林旺 林旺 还记得赛委会 给咱们的驱虫粉吗 咱们可以借用驱虫粉 来打开突破口 众人 赵莉莉 拿毒虫做武器 这会不会有点损了 林旺 所以才用驱虫粉啊 一来可以抓毒虫 二来可以用来迷晕毒虫 以免把毒虫丢他们身上的时候 咬伤他们 刘伟开心地笑了出来 林旺 你这人够阴损的呀 林旺 兵者 鬼道也 他们一行人说干就干 抓毒虫这件事危险 林旺亲自来抓 其余的人 被林旺安排去抓昆虫 毒虫数量少 只好用其他虫子来代替 很快 他们五个人便搞来了很多虫子 赵莉莉还抓了一条小青蛇 刘伟看到小青蛇 五官凝在了一起 赵部长 你这 赵莉莉看到刘伟的模样 把手中的小青蛇 往刘伟面前送一下 这个蛇没毒 不信你拿着看看 刘伟连忙躲开 算了吧 算了吧 林旺将两包蛆虫粉 倒入装有毒虫的袋子 来回抖动了几下 而后再打开看 毒虫躺在里边 一个个都没有反应 不知道是死了 还是暂时昏迷了 接下来 守在门口的人给引诱过来 刘伟冲那里丢了一块大石头 守在门口的人没反应 下一刻便是一堆碎石头飞过来 门口的守卫知道 是参赛学员搞的鬼 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理会 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堆石头 躲都躲不开 这群人欺人太甚 门口的两个守卫端着枪 小心翼翼地走向 刚才飞时袭来的地方 他才走过去 便有一个包裹丢出来 毒虫从天降 还伴随着黄色的蛆虫粉 两个守卫连忙清理着身上的毒虫 在小院门口的人见状 立马过来查看 结果等待他们的 同样是一堆虫子 他们忙着清理身上的虫子 凌望这个时候快速出手 夺过一把枪 凌望路头 在二楼守着的人 立马朝着凌望开枪 他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成功滚至一边 躲开对方的子弹 凌望稳住身形 挑枪干掉几个过来的守卫 守卫被击中 身上瞬间冒出蓝烟 他们一边清理身上的虫子 一边大骂 草泥马 丢毒虫 是真想害死我们 凌望没有理会 开始找合适的距离点 准备干掉二楼守着的那两个 躲在暗处的刘伟 这个时候探出头 说道 草泥马 没看到毒虫都没反应 像个死的一样吗 自己菜笔 还赖别人 凌望这一下 有枪就好办了 凡是敢出现在他视线中的人 绝对会被击中 凌望打掉两个二楼的守卫 二楼的守卫立马躲起来 不敢在窗户处露头 刘伟他们 在凌望的火力掩护下 成功拿到枪 一行人慢慢向小院靠近 他们几人端着枪 警惕地步入小院 紧接着此起彼伏的枪声传来 十几分钟过后 凌望一行人带着人质走出小院 饰演人质的工作人员 冲凌望敬礼 恭喜你们完成这一任务 他说着 从口袋里 拿出一把不同颜色的棒棒糖 从中挑出一个绿色的递给凌望 这个给你们 不同颜色的棒棒糖 代表着 你对这一对任务完成的程度 比赛结束后会根据这个给分 我看你们没有一个人伤亡 所以是最好的绿色 凌望礼貌性地回了工作人员一个敬礼 拿过棒棒糖继续赶路 他们离开后 后一组的参赛人员才赶过来 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看到凌望一行人离开的背影 一个个都惊奇万分 他们怎么已经过来 完成任务了 我还以为咱们的速度 是最快的 从解救人质任务点出来后 凌望他们来到了收集蓝棋的任务点 蓝棋有的别再高高的熟烧 有的被十多个野战军把守着 没有一面骑士好拿的 众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哭丧着脸 赛维祖这也太狠了吧 挂在树梢 这谁能够得到 还不如挂在飞机上 让我们直接死心 凌望 咱们要不要拿树梢上的那面篮棋 凌望 凌望人呐 众人只顾着发愁 完全不知道凌望什么时候消失的 赵丽丽冷声来了一句 凌望现在在树上 众人抬头向树竿看上去 只见凌望一手抱着树竿 一手拿着一根长树枝 在摆弄树梢的蓝棋 几下子便把蓝棋给弄了下来 五面蓝棋 凌望已经收集了一面 接下来 他们又和凉火野战军打了一架 成功地把蓝棋夺下 很快 五面蓝棋便收集好了 天也飞了下来 凌望他们就地休息 他们休息的时候 其他队都在忙着完成任务 野战大赛有时间限制 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地赶 凌望安排休息 完全是因为他们 任务完成得太快了 休息一晚上 也不怕别人追上来次日 他们继续赶路 直至中午 他们才来到了最后一个任务点 安放炸药 十五个野战军 围在一个箱子周围 工作人员把要安放的炸药给了凌望 并且讲解着任务的具体规则 你们要过去 把炸药安放在箱子里 注意 不是简单地丢进去就行 要安放好 第178章 国际交流周结束 凌望接过炸药 直接丢给了刘伟 刘伟被吓了一跳 奇怪地问 你干嘛 凌望 你来安放炸药 这几个野战军交给我们托住 赵武这个时候主动站出 说道 凌望 还是让我来安放炸药吧 排雷安放炸药 这个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而且 我是咱们几个中格斗最差劲的 你们几个实力好的 应该和他们打才对 他们几个分工明确 野战军也有自己的分工 有几个人拦住凌望他们四个 剩下的人全部都去打赵武 凌望一拳一个解决掉 自己身边的野战军 立马去支援赵武 结果被躺在地上的野战军抓住脚 耽搁了十来秒钟的时间 赵武将炸药包紧紧护在身下 不让野战军抢去 被踹被打 都不为所动 咬牙坚持着 好在凌望和刘伟很快过来支援 帮他解决掉了打他的野战军 赵武连忙爬起来去安装炸药 凌望和刘伟围在他身边替他护航 这几个野战军不是凌望和刘伟的对手 可他们两个依旧打得非常吃力 他们两个知道 野战军是学校找的同校学员 所以不想下狠手 真的伤着人 凌望的每一次出手都尽量收着力道 野战军每次被打趴下 很快便能硬撑着站起来 野战军的任务是阻止凌望他们暗放炸弹 所以他们所有人的目标都是赵武 争前恐后的去打赵武 总有人能逃过凌望和刘伟的保护 打到赵武 短短一百米的路 赵武挨了不知道多少打 终于他在凌望和刘伟的保护下 靠近了箱子 他快速打开箱子 将炸药固定好 然后开始调试引爆器 两秒钟后 他站起来开心的大喊 我按好了 众人的打斗瞬间结束 凌望转身笑着看向他 发自内心的夸赞 够可以的呀 赵武喜上眉梢 激动的看着凌望 有千言万语想要说出来 话到嘴边最说不出来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在比赛中 他不是那个一直拖后腿的人 他也是有用的 这个任务完成后 凌望他们继续赶路 快速的奔袭 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达到终点 这个夜晚 凌望他们没有休息 进行着最后的冲刺 他们在凌晨赶到了终点 在终点等待着的工作人员围在一起 有的人在睡觉 有的人在聊天 只有一个人在终点献守着 他们以为 现在还早着 肯定不会有人过来 终点献守着的人看到远处 隐隐约约出现了人影 立马拿起夜视一观看看 倒是参赛学员后 立马高兴地大喊 快过来 有学员到终点了 剩下的人立马过来查看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惊讶 现在是凌晨三点 时间才过去四十个小时 学员怎么这么快就过来了 是哪个国家的学员 给我夜视仪 我看看 快点给他们准备水和食物 凌望他们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 工作人员看清他们的长相 立马高兴起来 华夏组是第一名 工作人员很难不高兴 纷纷开始给他们鼓劲加油 加油 马上就到终点了 这里给你们准备了好吃的 加油 凌望他们陆陆续续达到终点 工作人员立马接应他们 又是递水 又是掺着他们去休息 野战这一项目 凌望他们组又赢了 其他组的学员 在第二天中午 开始陆陆续续达到终点 有两组学员 没有按时到达终点 成绩为零 比赛结束后 参赛学员休息 工作人员忙着统计成绩 进行评分 国际交流周结束这天 学校举办了颁奖仪式 陈主任站在台上 朗声宣读结果 此次交流周 取得第一名的是华夏二组 小组成员分别为凌望 刘伟 赵立立 赵武 张三 台下瞬间响起掌声 陈主任继续宣读 学员单人成绩考核 第一名是凌望 请他们上台领奖 台下的掌声 变得更加热烈 所有人都佩服地 看着凌望他们五人 比赛过程中 他们的表现有多好 众人是知道的 那第一 是实至名归 凌望简单地发表 获奖感言 专门感谢了一下他的战友 我最感谢的是 我的战友 没有他们的配合 我是拿不到这种好成绩的 忠心地感谢他们 其实 就算战友不配合 凌望也可以拿到这样的成绩 只不过费精一点而已 但他依旧感谢了他战友 没有高傲地显摆自己 因为他明白 战友的重要性 在战场上 战友是自己 能把后背放心交付的人 颁奖仪式结束后 学校专门给外国学员 举办的宋别宴 国际交流周正式结束 学校专门给凌望他们 颁发了集体三等功 种子俱乐部主席秦浩文 开心地将锦旗挂在 种子俱乐部的办公室 交流周结束了 凌望和刘伟归队 和大家一起正常的上课训练 王之上把中队的学员 带到训练场一处隐蔽的角落 旁边有一个公厕 他手中拿着几张文件 随手指到了秦浩 你带着你们班三个人 去给我领下快递 快递比较多 你注意领权了 秦浩 是 他双手接过王之上手中的文件 随手点了凌望 刘伟 王打虎 让他们去和自己领取快递 在军校领取快递 需要写报告 说明写的是什么 领取的时候也需要用到报告 一切都是为了不泄露机密 这只是陆军指挥学校 收发快递的规定 各个军校规定不一定一样 但都非常的严格 秦浩带着自己班里的三人 在去领快递的路上 看着手中的文件 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这些东西竟然这么贵 好家伙 这都啥呀 怎么名字听都没有听说过 刘伟走在路上 突然有一个身影 吸引了他的注意 那人便是赵丽丽 看样子 赵丽丽也是去领取快递 他们正好顺路 赵丽丽期待着和他的偶遇 第179章 化妆 赵丽丽先他们一步 来到快递收发室 正站在柜台前 等工作人员拿自己的快递 刘伟迫不及待地 想要和赵丽丽说话 向秦浩开口道 班长 你给我文件 我去领快递吧 秦浩没有多想 直接给了他 刘伟来到柜台跟前 将文件给了工作人员 嘱咐道 曲剑马写在文件背后 他说完这句 便扭头开心地看向赵丽丽 笑眯眯地打招呼 赵部长 你也来领取快递啊 好巧啊 赵丽丽回复道 好巧 工作人员把刘伟要的快递 拿过来一个 送到他面前 你的快递 刘伟开心地看着赵丽丽 盲目地伸手去接快递 赵丽丽却没有看刘伟 因为刘伟的快递 吸引了他的注意 刘伟看到赵丽丽的眼神 立马低头看过去 快递盒子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浪美丝袜 不起球 不勾丝 在有好感的女生面前 领丝袜快递 是个人就会尴尬 刘伟连忙给工作人员说 你拿错快递了 这不是我的 工作人员肯定地回复 这就是你的 没错 刘伟 他尴尬地看向赵丽丽 无力地解释着 我没有买丝袜 肯定是商家胡乱用的快递盒 不信你看 刘伟说着便把快递拆开 里边有好几条丝袜 还特买的是黑色的 现在他恨不得找块豆腐撞死 太特娘地丢人了 赵部长 我说这快递不是我的 我替我们中队掌领的 你信吗 赵丽丽安慰道 没事 你们男的都这样 我不会戴有色眼睛看你的 他说完这句话 感觉有些尴尬 又鬼神拆地补充了一句 你们男的 只要女生不丑 穿得黑 你们就会喜欢得不得了 你们的喜好 我是了解的 所以 你别太难为情 刘伟立马大声解释 我和他们不一样 他现在有口说不清 就差当着赵丽丽的面发式了 王打虎这个时候 见细细地接话道 赵部长 我们复班和别的男的不一样 丑女穿黑 他也喜欢 刘伟 凌王立马过来 假装训斥王打虎 打虎 你怎么能这么说复班呢 这不是让女同志误会他吗 刘伟听到这话 期待地看着凌王 以为他会替自己解释 紧接着 凌王说道 复班是 只要有人穿黑 他就喜欢 不分男女 刘伟 你们两个可以去死了 秦浩沉着脸 假装替刘伟说话 训斥凌王和王打虎 你们两个 怎么说复班长呢 没大没小 故意让女同志 以为他是变态 你们是何居心 刘伟听到班长的话 立马看着赵立立解释 刚才他们两个是开玩笑的 你看 我们班长都说他们了 秦浩 就算副班长是变态 你们也不能说出来啊 家丑不可外扬 你们不知道吗 刘伟 他现在一脸苦相 有苦说不出 内心哀嚎道 班长 你还不如他们两个呢 我一辈子打光棍 都怪你们 闹得这一出乌龙 让快递收发室的人 都忍不住偷笑 玩笑话结束后 林旺开始说正经的 替刘伟解释 赵部长 我们刚才开玩笑的 刘伟连忙打断 林旺 我谢谢你了 你不要替我解释了 你们越描越黑 林旺没有理会他 继续看着赵立立说道 这个黑 丝确实是我们中队长买的 他准备进行化妆训练 你不信 看看我副班拿的文件 上边还有化妆品 和一些其他东西 刘伟连忙拿给赵立立看 生怕自己解释不清楚 林旺他们将化妆品领取回来后 王之上当即开始讲解 今天咱们学习伪装 伪装在抓捕敌人 潜伏 后方战场作战中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正面战场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面战场的伪装 包括穿吉利服 脸上涂彩泥 教你们如何和环境融为一体等等 今天咱们先不学这个 学习伪装中的化妆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 化妆是四大邪术之一 可以让人改头换面 今天咱们就来学这个邪术 在正式学之前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伪装成路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老学员不许回答 新学员回答 老学员中有一些学过伪装 比较了解 所以王之上专门补充了一句 新学员众说纷纭 化妆技术最重要 要尽量伪装成和自己体型相仿的人物 伪装成普通人不引起别人注意 王之上听后点头 你们说的都挺对 可是不是最重要的 凌旺 改变咱们军人的气质最重要 王之上听到满意的回答 看着凌旺 欣慰的夸奖道 凌旺说的对 咱们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太好 你模仿流浪汉的时候 不能正经危坐的坐地上 你们一坐下 背部挺直 双腿插开 双手握拳放在膝盖上 瞎子都能看出你们是个当兵的 记住 一太一定要符合你们伪装的人物 好了 你们现在用这堆东西 开始互相化妆伪装吧 然后 我进行点评改进 谁先来给咱们化个老人装 凌旺第一个站出来 报告 他站出来 拉着刘逸做他的模特 开始进行化妆 涂粉底 抹高光 打银影 凌旺有特级化妆术的加成 各种他从未见过的化妆品 在手中用起来得心应手 一通操作后 刘逸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脖子上也点上了老年斑 除了他的眼神比较清澈有活力之外 他和老人没有差别 众人惊讶的下巴掉在地上 王之上是个见多识广的中队长 这下也被惊到了 凌旺各个训练项目优秀 他能理解 凌旺一直拿军功章 他也能被迫接受 可是 凌旺这出神入化的化妆 他打死也不敢相信 凌旺 你这化妆术哪里学的 第180章 班长毕业 凌旺你还有不会的事情吗 女的都没有你的化妆技术好 说实话 现在你给我说 你能怀孕 我都信 大哥 我真怀疑 你是披着人皮的外星人 王之上来到刘一根前 看着他那张老脸 左看右看 而后惊奇地望着凌旺 询问道 你这化妆术 和谁学的 凌旺笑笑 随口胡扯 我前女友是电视剧组的化妆师 我跟着学了很多 我又是学东西比较快的那种人 所以现在化妆技术很好 众人 这才恍然大悟 纷纷赞叹凌旺 王之上直接命令凌旺 担任临时教官 教大家化妆 他也在旁边认真的旁听 想要跟着学一下 凌旺开始从头讲解 化妆只是咱们的第一步 想要真正的伪装成功 其他准备也必不可少 装扮成老人 被最好勾搂着 走路不能太利索 如果实在是不会演 可以往鞋里放小石头 在人群中伪装 可以将自身最大的吸情点 给掩盖住 或者增加一些差异 比较大的物品 比如说 戴假发 脱掉外套 或者穿上一件 和周围人相似的外套 在装扮女人的时候 可以借用丝巾 来遮盖住猴杰 注意刮腿毛 走路姿势不要胯步太大 众人一边听 一边拿着笔记本记录 凌望教他们化妆的时候 众人的积极性尤其高 女人出门真麻烦 怪不得女人长得普遍白 原来是后天的物理美白啊 现在的化妆品真好 涂上之后 除了白点之外 和真皮肤一样 我必须得好好学化妆 以后如果不再不对的话 我就化妆去做女主播 让绑一大哥给我刷礼物 王打虎认真的记着笔记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放下笔 深深叹了一口 凌望正在画的这个人 身材鲜瘦 人家能扮成女人 俺又扮不成 俺这五大三粗的 学化妆做什么 就算学会了 脸化成了女人 俺这体格也看起来不像啊 凌望一边给众人示范化妆 一边搭化道 女人也有体格五大三粗的 没有反穿不了的男人 只有手笨的男人 王打虎挠头 难以置信地问 真的能成 要不 等会你给俺试试 让大家开开眼界 凌望 好 没问题 众人听到这个回复 一个个期待了起来 他们很好奇 王打虎皮肤有黑 长得人高马大 五大三粗 扮成女人得有多辣眼睛啊 同时也期待着凌望的巧手 对王打虎的改造 凌望给做示范的学员 化好了一个女装 佩戴上了假发 并且拿着女士连衣裙和高跟鞋 走入公厕 片刻之后 做示范的学员 在众人的瞩目下 从厕所出来 众人看着他那丝袜大腿 一个个忍不住拍手叫好 被逗得笑个不听凌望 还专门让他走猫步 走起路来摇曳生姿 更是惹得众人捧腹大笑 王打虎一边大笑 一边催凌望赶紧给自己化妆 俺到要看看 你这化妆术究竟有多厉害 瓶瓶罐罐的化妆品 被凌望一阵鼓弄 不一会儿 王打虎便完妆了 凌望带着他去公厕换衣服 几分钟之后 一位皮肤有黑 身材粗壮的大妈 顶着一头小卷发 戴着墨镜 出现在众人面前 众人惊讶 凌望化妆术的同时 又被王打虎斗得捧腹大笑 打虎 别人穿丝袜是性感 你穿是证明丝袜质量有多好 真有凌望的 这么一打扮 王打虎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爆发户 王打虎对了这人一句 去去去 什么爆发户 我这叫富婆 凌望给众人做了示范 命令众人自己化妆 我不要求你们 化得有多出神入化 但最起码要有一些女性特征 可以躲过远处敌人的观察 这不仅可以帮助你们 在执行任务时更好的潜伏 也能让你们在逃亡途中 提高逃脱的几率 刚才只看凌望化妆 众人觉得很简单 现在轮到他们上场了 一个个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觉得自己就算比不上凌望 也差不到那句 但实际情况却是 他们的脑子学会了 咳手没有学会 15分钟后 凌望和王志尚 一起去检查众人的化妆成果 一个眼线化的比眼皮 还宽的学员 不停地冲铃 望眨眼睛放电 凌望晃了一眼 便没再去看 太他妈的吓人了 王志尚看到后 白手嫌弃地说 你快去洗了吧 接下来 他们走至另外一位学员前 他没有画出眼线 但嘴角画了一个大物子 他解释道 我是想画美人质的 人家都说 有美人质的女人 最有女人味 凌望点头 开口道 想法不错 下次别再想了 他来到王打虎身后 王打虎背对着凌望 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凌望 打虎 我看你画得怎么样 王打虎猛地扭过头来 他那张大嘴上 涂了不少口红 整个一血盆大口 凌望和王志尚一起 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其他人的妆容各有千秋 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惨不忍睹 如果他们化妆去潜伏 敌人第一个干掉他们 不是因为发现 他们是卧底 而是太拉眼睛了 凌望看着众人的成果 进行指导 以后 咱们定期练习化妆技术 如果实在是学不会 以后在扮女装的时候 可以只打粉底液 涂一个淡淡的口红 佩戴假长发和墨镜 最大程度的遮盖住自己的脸 只露出一张红唇 军校的学习训练生活 一天一天过去 辛苦的训练中 充满了欢声笑语 不知不觉 凌望已经来到了军校一年了 他的班长秦浩 也从一个大四学员 变成了毕业生 即将去地方部队 进行任职学校 专门为他们四年级毕业生 举行了毕业典礼 担任低年级学员 班长的毕业生 收到了来自自己班里员的礼物 第181章 去部队实习 毕业典礼结束后 毕业的学员全部穿着长服 准备上校车离开军校 凌望他们给秦浩准备了礼物 再进行最后的告别 秦浩像的老父亲一样 嘱咐他们 在军校好好学习 好好训练 我就提前去部队 替你们摸摸情况 以后你们有什么 关于部队的问题 可以随时问我 凌望简单说了几句告别话 随口问道 班长 你之前不是有读研的打算吗 什么时候改变主意了 秦浩 我想要继续进修的专业 需要去部队历练两年 才能去考取 行了 时候不早了 我上车了 你们都回去吧 他说完便干脆的转身离开 凌望他们几个 看着班长离开的背影 大声喊话 班长 我们会想你的 班长 谢谢你的教导 我会感激你一辈子 班长 秦浩没有回头 背对着他们摆了摆手 你们都回去吧 以后刘伟就是班长 你们听他的话 秦浩上车后 坐在座位上 偷偷看了眼他们班里的人 虽然才相处了一年 但他心里很是不舍 无论班里人说的不舍的话 是真是假 他都非常感动 一般班长 也在和他们班的人告别 他临走了 还专门嘱咐了吴雄一声 吴雄 你有能力 就是性子太傲 没有被生活磨平棱角 以后避免不了吃大亏 以后你追着点 他说完吴雄 又看向其他人 口苦婆心的叮嘱 你们记住了 学习上 赛场上 军事项目上 你们可以输 但在做人上 你们不能输 小子让人看不起 大则一辈子都毁了 班长 你这话都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早就记住了 班长 你去了部队 训练的时候 不要太争强好胜 不要给身体造成损伤 班长 班长们和自己班里的人 告别结束后 陆陆续续登上校车 他们的学员都自觉地 站在道路两旁 鼓掌欢送他们去部队 离校的路上 站满了学员 校车行驶得很慢 仿佛再给毕业生 最后看一眼学校的机会 欢送毕业生后 学员们迎来了期末考试 考试结束 他们并没有回家 军校生是没有暑假的 他们要么留校学习训练 要么去部队实习 有关下部队实习的事情 各位大队长把班长喊过去 进行了任命安排 刘伟开完会 回到宿舍 他们班里的人立马围住了他 学员们很是期待下部队 学习的事情 刘伟坐下第一句话时 给我倒杯水 渴死我了 喝完水 他这才娓娓到来四个大一学员 你们分配到了东部战区 二十一集团军的一个装甲连实习 你们四个 和一般的四个新学员 组成一个临时班 剩下的两个大三老学员 白旗留校训练 你和我一起去部队实习 王达虎听到这话 挠头纳闷地问 副班 不对 是班长 咱们怎么不一起去实习啊 而且 我们怎么和一般的人一起去 想起吴雄那小子 我就抵触 刘伟 我抓就抓到的 所以和他们组成一个班 只有我们这三个老学员 在一年级的时候 已经和你们一样 去部队实习过了 接下来是我们会分批次地去部队实习 在毕业前都会再去一趟 实习的内容和你们不一样 听到这话 众人立马疑惑了起来 期待地看向刘伟 一口同声地发出疑惑的声音 嗯 刘伟知道他们疑惑什么 回答道 你们一年级的实习 是去部队当兵 我们高年级的实习 是根据自己的专业 去部队跟着不同的基层军官学习 以便下部队后可以更好地展开工作 王打虎郑重地点头 肯定地说 学校这安排还真是用心 只有先当兵才能当军官 紧接着 他脸上爬上了一丝丝的担忧 我看网上说过 部队里边的老兵会欺负新兵弹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林旺随口答道 真的 三位新学员 刘伟皱着眉头 紧张地问那新兵弹子 给他们端洗脚水 洗臭袜子也是真的 林旺再次点头 真的 并且调侃着问刘伟 你准备好了吗 三位新学员彻底不淡定了 一直在学校待着 没有步入过社会的他们 很难接受这种事情 这他妈的是侮辱人格 谁要这样对我 我非得和他打一顿不可 刘伟看到大家义愤填膺的样子 连忙解释 林旺逗你们完的 欺负新兵的现象 之前确实存在过 不过现在部队改革 对欺负新兵抓得很严重 现在你们去了都是宝贝 新兵有事 老兵全责 而且 你们只去实习五十天 别人犯不着 和你们过不去 不过 你们去了 被人看不起是真的 在那群老兵眼中 咱们都是垃圾 一群少爷兵 希望你们可以 用你们的实力征服他们 刘伟听到这话 大大松了一口气 看着林旺 无奈地说 林旺 你刚才真是吓到我了 我告诉你 要不是我打不过你 现在你就给你 一万万的大笔斗 林旺笑着调侃 可惜 你打不过我 他这轻轻的一句话 直接给刘伟新赃上来了一刀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王达虎不开心地说道 谁说军校生就不如老兵了 这都是偏见无望之谈 他们造谣 林旺解答了他的疑惑 老兵看不上军校生 不是无望之谈 军校生很多去部队 就是混日子 混个好点的履历 待不了多久就 提干走人 在那群老兵的眼中 确实是没有实力 所以他们看不起军校生 他之所以这么了解 是因为前世他就是老兵 这是他们老兵最真实的想法 可以去部队实习 一年级的学员都非常开心 而且凌望他们还是去装假帘 这下更开心了 试问 有几个男人听到可以开坦克 能不开心 第182章 到达部队 全校的一年级学生 都在谈论着 有关去部队实习的事情 一个个对部队充满了向往 就像他们在高中时期 向往大学一样 分配到空军实习的学员 可以近距离观看到 英机长空的震撼场面 分配到火箭军实习的学员 可以看看震慑全球的大快递 分配到何成英的学员 便可以大饱眼福 如果有实弹演练 他们还能切身体会到 一个赢的兵力 如何打出两栖进攻火力 可以看到不炮协同 不坦协同 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震撼场面 凌望他们分到了装甲连 可以亲身感受到 装甲洪流究竟是什么样子 学员们很难不期待 去部队的训练学习 眨眼间 实习的时间便到来 学员们分别乘坐 前方实习部队的大巴 或者高铁火车前往 凌望他们一行人实习的东部战区 离他们并不远 吴雄在和他们般的高兴的议论着 都说老兵看不起军校生 咱们这一组人 就让他们看看 军校生到底行不行 他说完这句话 周围的人下意识地看了眼凌望 凌望有多强 众人是知道的 都期待着凌望替军校生证明 他们这群学生并不差 吴雄看到众人的目光 也跟着看了凌望一眼 经过他班长两个多学期的训 骂道 现在他已经没有之前 那股处处爱出风头 欠揍的模样了 他继续说了一句 马上就要开坦克了 真是期待啊 他一边说 一边下意识地搓了两下手 恨不得一到部队直接上坦克 王打虎看着窗外的风景 咧嘴傻笑 没想到俺这么快就开上坦克了 也不知道咱们现在去的部队 用的都是什么坦克 一想到明天就要开坦克 我就高兴得不行 来军校一年了 俺也终于能接触点高端的热武器了 凌望听到这话 忍不住勾起了嘴角 内心感慨道 他们还是太年轻了 才去了部队 怎么可能第二天就让你开坦克 虽然凌望前世只是步兵 不是装甲兵 但在部队待了十多年的经验 告诉他 无论你是什么兵 去了部队 都是先从最基础的开始 军校的大巴 缓缓驶入集团军的营地 肩膀上扛着少校军衔的指导员 站在国旗下 迎接前来实习的学员学员们 看到后都非常开心 少校亲自来接咱们 咱们这排面真是足啊 都说军校生毕业后是军官 咱们来部队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凌望忍不住打破他们莫名的自豪感 少校首长来接咱们 只能说明人家集团军有礼貌 不亏待咱们这群实习的人 可不是咱们的分量重 能感到少校的人 军官见了不知道多少了 凌望他们一边说一边下车 下车后 他们自动站队列进行报数 报数结束后 第一排最右边的人向少校回报 报告 陆军指挥学校 实习学员向您报道 应道四十人 十到四十人请指示 少校看着他回复道 好 归队吧 是 少校朗声开口道 欢迎大家来到二十一级团军实习 我们 少校说了几句欢迎的官方话 便开始安排实习 他身后站着五位连长 带着分配给他们的学员离开 前往自己连队 凌望他们坦克连的连长 皮肤有黑 嗓门很大 给人感觉是一个爽朗的大汗 他带着凌望他们回部队的路上 随口介绍着 你们的宿舍我已经安排好了 也派人去打扫了 带你们的班长 是个很厉害的四级军事长 兵临已经十四年了 他既是驾驶员 又是炮手 还车长 是个全能的老班长 你们跟着他 能学到很多东西 凌望听到四级军事长这几个字 内心肃然起敬 不由地开始期待这位老班长 部队里的四级军事长不多 能看到这个位置的人 都是在某一技能方面 非常擅长的人 大部分的人 都是做到三七就到头了 在作战部队 做到四级军事长的人 少之又少 他前世是个兵临十一年的上士 所以更能体会到四级军事长有多厉害 说话间 连长便带他们来到了宿舍 宿舍已经提前打扫干净了 因为面向和蔼 看起来非常平易近人的老兵 正在收拾自己的床铺 他看到连长带人进来了 立马置起身子敬礼 连长好 他的敬礼动作和这声问吼 很随意 没有普通兵那种紧张和慎重对待的感觉 虽然他是四级军事长 只是一个兵 连长是军官 没有连长级别高 可真要论起资历来 连长不一定有他身 甚至刚来的连长 在连队里 说话的分量都没有他重 部队是看重实力的地方 能在部队里待十多年 尤其是士官 实力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称呼他一声兵王也不过分 连长笑呵呵地说 皇甫班长 我把人给你带到了 这一个多月 你得辛苦一点了 听到这个介绍 凌王他们立马尽力问候 班长好 皇甫班长笑呵呵地打招呼 你们好 我是皇甫龙 在你们实习期间担任你们的班长 别看我人长得操 名字还挺文雅的 父姓皇甫 像个偶像剧男主的名字 哈哈 他随和地和众人打招呼 学员们被他逗得笑了出来 连长插话道 皇甫班长 学员就交给你了 我还要开会 就先走了 皇甫龙 连长 您忙 这里交给我 连长走后 皇甫班长安排众人收拾床铺 王打虎看着班长很和蔼 主动去搭话 班长 连长和俺们说 你是兵王 皇甫龙 兵王我可不敢自称 是别人高抬我了 他看了眼宿舍的八位学员 现在都已经收拾好床铺了 命令道 既然你们来到我们夜老虎装甲连实习 那就是夜老虎装甲连的一员 要和其他战士一起训练战斗 现在都和我走 众人 是 除了凌王之外的学员 脸上都挂着兴奋的表情 他们以为 现在就要和夜老虎装甲连的战士 一起训练开坦克了 第183章 打扫厕所 皇甫龙把学员带着一处草坪前 在对大楼的涂漆进行修补 他指着这群战士 命令道 咱们连队全体被派出公差 为了迎接实习军校生的到来 对草坪进行修剪 对大楼进行修缮 除了凌王之外的学员们 全体大跌眼镜 他们期待中的坦克训练 便成了出公差 最特娘要命的是 为了迎接他们实习军校生的到来 自己迎接自己的到来 这让学员们心里落差很大 皇甫龙看到学员 脸上疑惑的表情 训斥道 愣着做什么 干活呀 你以为实习的学员 只有你们这一伙人吗 其他军校生随后才能到 凌王第一个走向草坪拔草 其他学员紧随其后 他们心里苦啊 但他们不敢说 拔完草 他们又被安排去打扫厕所 这次班长命令他们 徒手拿着抹布去擦厕所 要求是必须擦得 比炊石般的晚还干净 众多学员 他们在军校也有打扫过厕所 但还从来没有亲自用手去擦厕所 这一定是故意折磨人 太过分了 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凌王已经挽起袖子 开始去擦厕所了 这种亲手擦厕所 前世在部队他也干过 没什么稀奇的 并不是部队专门给为难他们军校生 黄斧龙对无动于衷的学员 本来还想骂两句 看到凌王主动去擦厕所了 骂人的话又吞了下去 其他学员纷纷有样学样 凌王这么强的人都听命令 他们这种菜鸟不敢造次 黄斧龙看到凌王淡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内心对凌王刮目相看 这小子不错啊 以往的军校生 来了都受不了这种罪 哼 最起码也要哼两句 这小子一声不吭的就去干 这执行力挺强啊 黄斧龙是四级军事长 他在部队见到的厉害的人多了去了 所以现在看到训练项目再强的人 都不怎么惊讶 已经习惯了 但看到凌王他惊讶了 军人的职责往大了说 就是保家卫国 往小了说 就是坚决服从上级命令 部队这样打扫厕所 既是打扫卫生 也是磨练军人对任务的执行力 战场上的环境极其恶劣 比亲手打扫厕所难多了 这一点小任务都完成不了 难道等上了战场当逃兵吗 在之前真正的战场上 有过战友阵亡太多 尸臭太严重 战士们用不包裹着大便 绑在嘴鼻处当口罩的真实例子 尸臭太臭了 熏的人都丧失了战斗力 只好以臭指臭来应对 所以说 凌王他们现在打扫厕所 这真不算什么 二十分钟后 本就不脏的厕所 被学员们打扫得异常洁净 比吹噬般的碗都干净 这不可不是夸张的形容 是真的做到了 黄斧龙对厕所坑位 一一进行检查 点头笑着说 不错 挺干净的 众人这下松了口气 生怕这个班长不满意 对他们进行更残酷的惩罚 黄斧龙突然 笑着来了一句 既然打扫干净厕所了 那咱们就来进一步检查一下吧 他说着 从口袋里 拿出被压扁的塑料一次性杯子 大家一人接一杯厕所坑位里的水 喝一杯 众人 班长 你这可就过分了呀 笑面糊 老银笔 王老黑虽然骂人比较狠 训练比较狠 可从来没有干过这么过分的事情 你特骂的 才是真的黑 是那种五彩斑斓的黑 黄斧龙脸上继续保持着笑意 他以为学员里 没有人去接坑位里的水喝 这个时候 林旺喊报告 站了出来 报告 我第一个喝 他上前几步 从黄斧龙手中 接过一次性塑料杯 在厕所坑位里接了一些水 一饮而尽 黄斧龙 他震惊地看着林旺 给他鼓掌 惊讶地说 我还从未见过你这样的学生兵 好样的 就凭借着你现在这番忍耐力 和任务的执行力 将来肯定大有作为 我看好你 其他学员看着林旺 一个个皱着眉头 脸上神情复杂 仿佛看到了什么惨不忍睹的事情 王达虎 俺现在好可怜 林旺以后的女朋友 这接吻的时候 刘逸 林旺真是个狠人 林旺这是受了什么刺激 竟然对自己这样狠 林旺喝完水 随手将一次性杯子丢进垃圾桶 淡淡说道 厕所咱们打扫得很干净 而且也有用消毒剂消毒 所以这里的水 没问题 咱们应该对咱们完成的任务有信心 我喝完了 你们看你们 接下来谁喝 众多学员默不作声 眼神乱瞟 生怕自己被下一个点名 就在众人做缩头乌龟的时候 黄斧龙走向了厕所 用塑料杯接了一些水 同林旺一样一饮而尽众人 我去 又来了一个狠人 黄斧龙 接下来挨个上 华夏部队是世界上所有军队中 最不搞特殊的部队 士兵干的事情 长官和领导也得跟着干 要做出榜样 要让士兵心服口服 不然艰辛的训练 谁都会不服气 有怨言会大打折损士气 林旺没有同其他学员一样震惊 这种班长或者连长 带头喝厕所水的事情 他见过不止一次 就和王志上带头吃干水桶里的馒头一个道理 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怎么要求手下的战士去做 学员们非常期待的部队生活 第一天就这样悲惨的落下句号 不过他们没有气馁 依旧期待着明天的训练生活 期待着开微风凛凛的坦克 期待见证华夏钢铁洪流 次日 部队里起床的号声响起 林旺第一个睁开眼 立马开始起床穿衣服 整理床铺 其他学员也同他一样 快速的穿衣服 他们起床的速度 算是非常优秀的 这些都是在王老黑的各种教会中 练出来的 反观黄斧龙则是在散漫的起床的 速度比常人快 但看他闭着眼睛摸衣服的样子 可以察觉出 他并不把起床出操 当回事 第184章 出早操 林旺他们实习的军校学员 来到部队的第一天 所有人都非常严谨地对待 生怕一不小心就挨骂 要求自己尽量做到最好 还有就是 他们身为军校生 不想给军校生丢人 不想被老兵看不起 不想做老兵口中 那不被人看好的少爷兵 大刀落实各种规章制度 小刀被子的掐线 所有人都非常认真的对待 当然 这其中有王志上 苦口婆心叮嘱的原因 你们谁敢在部队丢人 老子回来干死你 很快 他们便收拾好 黄斧龙起床后 并没有叠被子 而是去水房上厕所 然后回到宿舍 将帽子轻轻扣在头上 腋下夹着外腰带 一边系裤子上的腰带 一边晃晃悠悠地下楼 不仅是他一个人这样 其他老兵 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这幅景象 让严谨对待的军校生 大跌眼镜 这部队 和他们想象中的 有点不太不一样 老兵在对待初操 这种小事情上 不如实习的学员 因为部队在平时 对这方面 没有过多的要求 当兵这么多年 凌望是了解的 可是依旧和学员们 一起严谨对待 别人都在努力维护军校形象 他也不能落下 集合完毕后 连长过来了 他看到凌望他们 一个个挺直地 站在队伍最靠外的一排 静止走了过去 肯定地看着站在第一的凌望 关切地询问 你们第一天到部队 适应得怎么样 凌望 报告 我们会尽快适应部队的生活 会努力跟上部队训练的节奏 不拖连队后腿 连长肯定地点头 嗯 不错 如果一时适应不了 也可以缓缓 多适应两天 今天 你们还没有领枪 也不需要规制弹药武器了 跟着连队一起出操就行了 凌望 是 连长说得很客气 每一批过来实习的学员 他都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说归说 做归做 无论哪一批学员到了这里 都是第二天就开始和老兵比 向老兵看齐 其他老兵对于新出现的军校生 并没有格外的关注 他们这群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部队出操 和凌望他们在学校出操不一样 这个连队出早操的场地 是长长的土路 中间还有一段山路 他们一群人跑过 尘土飞的比人都高 整个连队 只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 有保持连队的队形 后来便开始在队伍里随便跑 军校生第一天来到部队 他们中间有几个人 想要好好表现 跑早操的时候 也想要证明自己 都在咬牙努力地跑着 仿佛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出操 而是一次考核 这其中最属无雄跑的来劲 他们一班人 其余的三个人 也跟着在快速地跑着 凌望他们三班的几个人 则是在跟着大部队 匀速地跑着 王打虎和刘毅 看到一般的人冲到前面 也急眼了 刘毅 输给老兵可以 不能输给一般的人 他咬牙说了一句 王打虎和另外一个三班学员 也跟着追了上去 凌望则是继续保持现在的队伍 跟上大部队就行了 他生理年龄和他们一样的年纪 但心理年龄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人 不像他们那样争强好胜 什么都想比一比 况且 在出早操上这种不值得一提的事情上 拼命跑 故意压老兵一头 这不就是无形中给老兵难堪 引起老兵针对吗 凌望是不怕针对的 只不过不想在出操这种 和吃饭喝水一样 简单的事情上较量 吴雄跑步这一项是长相 他拼命地跑着 很快变到了队伍的最前方 追上了连队举连骑的士兵 士兵一看 有人追骑自己 而且肩膀上还扛着军校生的军衔 立马加快速度 举着连骑 努力往前跑 超过了追上来的吴雄 一般举连骑的都是 吹势般体能比较好的人 吹势般的吹势员 虽然听起来没有坦克兵 火箭兵高大上 但并不代表他们差劲 他们的体能大多数都比较好 毕竟平常演习或者野外训练 他们除了得背着装备 还得背着吹势般的锅碗瓢盆 给连队做饭 就算体能差 也早就给训练了出来 所以说 吹势般里的人 是连队里体能比较好的人 吹势般里体能比较好的人 那便是连队里体能特别好的人 吴雄体能也很好 他和举骑手 开始进行无形中的较量 一会你超过我 一会我超过你 举骑手跑得快了 后边的队伍 整体速度也都快了起来 老兵们看到队伍前边有几个新兵 看他们跑着的速度 想要压自己一头 这和挑衅没多大区别 他们也都纷纷不干 开始你追我赶 实习的学员想要证明自己 老兵不想被压一头 举骑手举着连骑 跑步受到了一定阻力 体力很快跟不上吴雄了 这个时候 吹势般其他人过来 接过那人手中的连骑 继续和吴雄比 老兵发力了 现在除了吴雄跑在最前边 其余的人只是在队伍的前方 并不是最快的那几个人了 很快 吴雄被举骑手给超过了 军校学员发起了这场比拼 看样子他们要输掉了 凌旺看到这一幕 开口问到身边的皇甫班长 班长 咱们出操的路线是什么样子 皇甫龙知道凌旺的打算 倒没有想到凌旺可以超过举骑手 随口回复道 前边不远处有一个小岔路 你顺着大路走 然后沿着山路 就回咱们的营地了 凌旺得到答案 脚下加快速度 开始发力 他不是那种主动挑战的人 但既然现在比赛开始了 那他就见不得自己的队伍输 凌旺的体能是常人的三倍 堪比特重兵的体能 而且还有系统其他技能 对身体素质的加持 他超过老兵是分分钟的事情 没多大一会儿 凌旺便从队伍的中间 来到了队伍前方打头处 凌旺从老兵身边快速跑过 他们只察觉到了一道影子飘过 刚才过去了个什么 速度真快 应该不会是人吧 大早上的 竟然活见鬼了 王达虎感觉身边一阵风滑过 向前看去 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背影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激动地喊着 凌旺 超 过 他 第185章 第一天就打脸老兵 凌旺来到了队伍的最前方 他身后可以看到他的老兵 纷纷惊讶地不行 这个军校生是从那里窜出来的 这速度真特娘的快 不行 我得追上他 举起手 你可千万不能被这小子给抄了 吴雄看到凌旺超过了自己 很是惊喜 一边努力奔跑 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凌旺 你小子 终于 终于出手了 超过他们 虽然他和凌旺不对付 但是在军校生集体的利益面前 他很乐意看到 凌旺这种强的一笔的战友出现 眨眼间的功夫 凌旺便追上了举起手 并且超过 举起手看到有个军校 生超过自己 震惊得像是看到了鬼一样 他还从未见过 比他体能好的军校生 这人是披着军校生军装的特种兵马 举起手咬紧牙关 想要追上凌旺 奈何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 不是你想就能做到的事情 举其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都没能追上凌旺 中途有两个老兵 也超过了举其手 想要追上凌旺 但他们的差距 却和凌旺越来越大 凌旺第一个刚才出发的集合点前 在自行原地踏步 活动手腕脚腕 现在他跑完 只要不站队列 就会这样放松肌肉 这是多年形成的习惯 连长从不远处路过 看到了凌旺的身影 很是惊奇 立马抬起左隔膊看手表 现在离刚才出发 只过去了十九分钟 连长向凌旺走过去 很是纳闷 这小子怎么提前回来了 难不成是没跟上队伍 他们早操都是跑五公里 一般会将近一个小时 这次出早操并不是考核 所以大家不会拼命跑 只是匀速跑 不然天天这样 身体受不了 而且他们跑的路 不是考核时平铺的跑道 而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山路 会很大程度的影响速度 消耗战士的体能 这个凌旺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十九分钟 别说是跑早操了 就算是在跑道上的考核 也是优秀的 其实凌旺的速度可以更快 山路对他的速度 几乎没有影响 是最开始跑步时 他跟着队伍一起跑 这样耽搁了一些时间 不然他可就不是这样的成绩了 连长来到凌旺身前 立声询问 凌旺 你这是怎么一回事 凌旺立马挺起胸膛站好 敬礼大声回答 报告 我出早操回来了 连长 我是问你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凌旺 我全程跑完了 所以就回来了 我有提前问我 班长出早操的具体路线 我认得路 所以我一个人回来了 连长听到这话 很是疑惑 脸色沉重地站在这里 等连队其他人回来 过了一会儿 连队里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他们出早操回来 仿佛刚考核完五公里一般 一个个累得不行 直接坐在地上休息 连长看到吹噬班班长回来了 把他喊过来 吹噬班班长 你过来一下 班长来到连长身前 累得直不起腰 进了一个不合格的里 弱弱地喊了一声 道 连长充满怀疑地看着凌望 问吹噬班班长 这位军校学员 他全程跑下来了吗 吹噬班班长 跑下来了 连长 他听到这话 扭头惊讶地瞪着吹噬班班长 问道 你确定 吹噬班班长 我确定 虽然我没有全程 看着这位军校实习的兵跑 但是他和大部队分开的位置 只有咱们出操那一条路 翻山越岭的话 会更费劲 连长听到这个解释 更加惊讶 这个军校身体能怎么这么好 他再次疑惑地看向凌望 没有问话 凌望腼腆地笑了一下 主动喊道 报告 连长 说 凌望 我体能是我们陆军指挥学校出了名的好 大家为此还会喊我变态 我真的全程跑下来了 连长愣愣地点头 虽然这是有点难以相信 但事实摆在这里 不得不信 嗯 你体能确实好到了变态的程度 紧接着 他像个变脸大师一样 冷脸看向了 那群坐在地上休息的老兵 他带的老兵 竟然输给了一个军校生 而且还是一个大一的新生 这让他的老脸往哪里放 虽然说凌望体能天生好 他的兵比不过 可终归是丢人的 他立生训斥道 你们看你们那副熊样 被一个过来实习的人比下去了 自己不行 就不要主动比 不要创造条件 给我丢人 众多的老兵 我们冤枉啊 不是我们主动要比的 是军校生挑衅在先 众多老兵被凌望压一头 虽然内心服气 知道自己比不过凌望 可心里依旧不开心 被连长骂了更不开心 这一下看军校生 更加不顺眼了 吴熊看到众多黑脸的老兵 内心那叫一个高兴 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服气是不是 接下来凌望能打得你们心服口服 这是我亲身经历得来的经验 早操结束后 老兵回到宿舍 开始整理内务 凌望他们和班长黄斧龙 一起回到宿舍 刘毅看到了黄斧龙没有叠的被子 想起之前凌望说的话 老兵会欺负新兵 他担心地看着黄斧龙的床铺 担心他们会被班长欺负 让他们给叠被子 黄斧龙回到宿舍 开始整理内务 刘毅这下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班长不是那种欺负人的人 黄斧龙背对着刘毅 反问道 看你们一个个的样子 怎么着 以为我会像的老佛爷一样 让你们伺候我的生活起居 部队很大 里边人很多 不乏有些欺负新兵的挠兵 现在军改了 部队抓欺负新兵的现象 抓得很严 今后你们在部队 尽量别给我惹事 但是遇到欺负你们的挠兵 也不要怕 告诉我 无论他是谁 我都给你们收拾他 如果是个军官 咱们就上报 让上级处分他 众人听到这话 发自内心的开心起来 谢谢班长 班长 你真好 第186章 主动发出挑战 黄斧龙整理好床铺 转身面向学员 继续用温和的语气教导 咱们部队 在出操的时候 部队内务进行要求 以后起床号声响了 你们可以不用那么紧张的收拾 被子可以先放着 让他晾一晾里面的臭味 今天上午会带你们领枪 以后你们就跟着老兵正常训练 黄斧龙说完 拿着脸盆去水房洗漱 学员们在宿舍里很是开心 因为他们听到班长说 要和老兵正常训练 他们可以去开坦克了 只可惜 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兵的正常训练是巨枪 体能这种最基础的战术训练 接连两天 他们连个坦克的影子都没见到 第三天 巨枪训练休息的间隙 老兵在说着什么 王打虎竖着耳朵听 老兵看到了 开始和他搭话 话说 你们真是幸运 你们的临时班长 就是我们班长 他一个人就能操控坦克 做驾驶员和炮手 都是连队里最牛的那个 他当兵十几年了 拿了三个三等功 一个二等功 堪称是兵王 王打虎听到 认真的回道 皇甫班长的事迹我听说了 特别厉害 对了 拿一个个人二等功 和三个个人三等功 就能成兵王吗 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又拿了一个一等功的 称呼为什么 老兵 烈士或者英雄 活着能拿一等功 就算不死 也得残 王打虎继续追问 如果是活着拿一等功 没有残也没有死呢 老兵反问 怎么着 你见过这样的人 王打虎点头 非常认真的回答 见过 而且那人还是我好哥们 他这个回答 引得一众老兵大笑 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有人陆陆续续的调侃 我也有个好哥们 好模好样的 拿一等功了 我有两个这种好哥们 我有三个 现在这世道 谁还没有个拿一等功的好哥们 众人以为 王打虎是在吹牛逼 又是我有一个朋友系列的事情 所以纷纷调侃 并且耻笑 态度非常的不尊重 王打虎这下急了 大声说道 我是认真的在说 我没有吹牛 老兵 我也是认真的在说 我真的有个活着 拿一等功 还没有受伤的朋友 王打虎 我的那个好哥们 就是凌旺 今天早操超过你们的那个 一个老兵 一边大笑 一边跟着接话 我那个好哥们 他就是 等等 你说那个人是今天早操 跑第一个的那个 王打虎 不信你们自己去问他 众人的目光 瞬间转移到了凌旺身上 凌旺并不喜欢高调的 到处炫耀自己拿一等功 应付别人的夸赞和惊讶的询问 是真的烦 他已经尽量保持低调了 可身份还是暴露了 既然老兵不相信 他拿一等功 那他就小露一手 给这群老兵点颜色看看 他看向了坐在不远处的黄斧龙 报告 我想向老兵发起挑战 来证明一下自己 是有拿军功的实力的 黄斧龙点点头 可以 不过不要耽误训练 午休时间你们比 凌旺 是 几位老兵 是 黄斧龙对于这件事 持看戏的态度 按理说 他带的实习学员 被老兵笑话了 他应该互独自的反击回去 可那几个老兵 是他手下的兵 对于他来说 其实凌旺他们来部队 实习的人才是外人 他能做到不偏心老兵 已经很不错了 一场闹剧 在凌旺发出挑战书后结束 老兵看凌旺的架势 又想到他今天早上 表现出来的变态体能 一个个都疑惑了起来 难不成 这个学生兵 真的拿到了一等功 不可能一等功 没那么好拿的 要么受伤严重 在部队或者社会 引起重大影响 要么就是老教授 研究出了什么新成果 绝对不可能是 这么一个不到二十岁 还能好模好样 站在这里的人 可以拿到手的 为此 有老兵偷偷向军校学员打听 你们说的这个凌旺 真的拿到了一等功 吴雄自豪地点头 没错 他和凌旺不对付 但他更看重军校生 整体的面子和利益 所以非常的自豪 老兵 他怎么拿到的 吴雄 我这战友在开学报道的路上 拯救了一整车的幼儿园小孩子 是那种大巴车 小孩的父母来学校 感谢了好几趟 我估摸着 那一车怎么也有四十个小孩 最主要的是 他就在医院躺了两天 什么事也没有 根本没有受伤 吴雄添油加醋地描述着凌旺的事迹 虽然他讨厌凌旺 但一点不妨碍 他借着凌旺的事迹来吹牛 老兵听了这缘由 极其震撼 偷偷看着凌旺 佩服地感慨道 如果是这样 那他拿一等功就说得通了 这造成的社会影响太大了 而且很积极正面 紧接着 连队里的老兵之间 便将这件事情传来了 我给你们说 那个军校生凌旺 他拿一等功 是因为救了一大巴车的幼儿园小朋友 凌旺拿一等功 是因为他救了整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凌旺拿一等功 是救了不知道多少位小朋友 凌旺拿一等功 凌旺听力现在非常好 老兵之间的传话 他听得清清楚楚 凌旺无奈地笑着摇头 你们这群人 我还真是谢谢你们了 好好地夸大我的功劳 午休时间 黄斧龙手下 本应该休息的两个班 全部出现在了训练场上 黄斧龙贴心地拿来了两盒货香正气水 丢给老兵班和军校学员班 天气热 都喝一只 别中暑了 谢谢班长 谢谢班长 黄斧龙站在两个班的队伍前 看到所有人喝了货香正气水后 问道 你们之间想要比点什么项目 他说着 看向凌旺 凌旺 你是客人 你定吧 凌旺 报告 无论比什么 我都可以 第187章 和老兵的比拼 黄斧龙又看向老兵班 问道 你们说吧 比什么 老兵班没有和凌旺客气 上午训练笑话王打虎最厉害的那个老兵站出来 报告 我想和凌旺比班手腕 简单 不用太多时间 还能比较出个高低 黄斧龙贬头 嗯 可以 凌旺和这位老兵来到一处石桌前 二人相对而坐 学员和老兵分别站在他们身后 脸上都是一副被淤了对方 信心满满的样子 并且互相等着看对方笑话 王打虎故意大声和凌旺说 凌旺 你等会悠着点 多少给老兵留点脸面 老兵这边听到了 同样说风凉话 每批过来实习的军校声 都是这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 怪不得军校要安排实习 必须得提前让他们见见世面 不然 刘一冷哼一声 让我们见见世面 他们这两拨人 本来就不怎么看得起对方 这一下更是针尖对脉盲 凌旺看着和他比白手腕的老兵 他打断了双方的互相嘲讽 那些话听了让他很厌烦 都是一群大男人 要比就比 搞那些娘们唧唧的风凉话做什么 赵丽丽都比他们像的男人 凌旺他们二人的比赛开始 双方挽起袖子 都在石桌上架好胳膊 手腕交错 双手握在一起 凌旺的小臂是偏白的小麦色 上边肌肉发达 曲线看起来就很健硕的样子 老兵这边的小臂维度比凌旺粗一圈 比凌旺的肤色深 而且比凌旺的小臂短 一看就非常有力量的样子 如果单看肌肉 肯定会觉得凌旺输 只可惜肌肉发达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 在力量方面占据优势 现在这种高端局 肌肉并不能代表 手臂力量的强弱和爆发力 黄斧龙在一旁做裁判 他的哨声响起 二人的比拼立马开始 一开始 老兵便落了下风 他一只手在努力撑着和凌旺较量 另外一只手抓着桌子 双脚紧抓地面 整个身子因为用力过 猛在微微颤抖着 和凌旺掰手腕的那条胳膊 肘子撑在石桌面上 渗出了丝丝血迹 可以看出 他已经很用力了 凌旺沉着脸 认真地看着对方 认真地对待这场较量 其实 他现在完全可以有 多余的精力笑出来 嘲讽对方 对老兵进行心理上的打击 可他没有 他尊重这位老兵 老兵在努力地撑着 但他的手腕 一直在以同一个速度匀速下降 直至刻到桌面 学员们立马鼓掌 欢呼庆祝 老兵们看着凌旺 眼睛瞪得一个比一个大 有的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 是个人就能看出 凌旺刚才没有使出全部里头 就直接把老兵给干倒了 这个老兵是连队里 掰手腕最厉害的一个 没想到在凌旺手下 竟然显得雷弱 黄斧龙看着凌旺 先是惊讶 然后欣慰地笑了出来 这个凌旺 还真是给了他一个又一个惊喜 他开始给凌旺鼓掌 老兵看到了 也纷纷跟着一起鼓掌 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给凌旺鼓掌 班长的鼓掌 只是提醒了他们 并不是看在班长的面子上才鼓掌的 凌旺笑着看向老兵 你实力够可以的呀 我刚才是侥幸赢了你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凌旺吻赢 他这样说只是客套一下 给对方个面子 老兵善善地冲凌旺笑了一下 以示回应 他一时之间还没有回味过来 很难接受 自己输给凌旺这一事实 两个人的体格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他怎么会输得这么惨 老兵这边落了下风 这个时候 一位身材中等的老兵站了出来 大家都喊他老刘 报告 黄斧龙 说 班长 我想要和凌旺比一下单杠 他这话一说出来 学员瞬间露出了笑容 竟然有人要和凌旺比单杠 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凌旺这家伙 可是在新训首月考核的时候 做了174个单杠 打破军校记录的变态 老兵虽然震撼于凌旺手腕的力量 但这次依旧保持他们必胜了心态 整个旅都有名的人 各种比武大赛上 单杠一直是冠军 最高纪录169 黄斧龙带着众人 前往训练单杠的场地 他们二人跃上单杠 开始做卷腹饶杠 学员这边在给凌旺技术 一 二 老兵那边也在给老刘技术 一 二 黄斧龙在不远处 盘腿坐在沙地上观战 当他听到凌旺那边技术到了50个后 忍不住开始盯着凌旺坐绕附卷 低声嘟囔道 没想到这凌旺上半身的核心力量这么强悍 怪不得能掰手腕掰银了 当他听到凌旺那边技术 到了70后 而且看到凌旺的动作依旧在有序进行 看起来并没有疲惫的时候 他坐不住了 从地上站起来去凌旺跟前观战 131 132 凌旺和老刘都做到了130多 凌旺依旧和最开始的状态一样 老刘明显速度跟不上 但又听到凌旺那边技术的速度很快 他开始着急了 身子变得摇摇欲坠 黄斧龙连忙给两边的人打手势 不让他们再数出声 老刘又做了20多个饶腹卷 停下来有气无力地问道 班长 我 我多少个了 黄斧龙 到了139了 加油 再做几个 别让实习的军校生看笑话了 凌旺那边 他也同样给予了鼓励 凌旺 加油 打破别人心中 对你们军校生固有的偏见 告诉别人 你们可以 凌旺 是 他底气十足地回答了这一声 所有人都惊怠了 凌旺现在 做了有一百七十个绕腹卷了 说话气息竟然这么足 那岂不是说明 他体能现在还有很多 老刘又强撑着咬牙 做了几个绕腹卷 实在是没有力气 身子摇摇晃晃 准备往下坠 老兵立马围在他身边 随时准备接住他 老刘从单杠上掉下来 闭着眼睛 气如油丝 低声问道 我 多少了 第188章 老兵另眼相看军校生 其他老兵巧声回答 157 老刘被人抬去一旁休息 他稍微缓和了一会儿 闭着眼睛问凌旺做了多少 不知道 他现在还没有从单杠上下来 老刘听到这话 本来累得快要咽气的他 瞬间睁开了眼睛 你扶 我 让我 看看 他被人扶着 直起上半身 去看凌旺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只见凌旺还在继续坐绕腹卷 而且看他的动作和速度 应该还能坚持很久 众人就这样痴痴地看着凌旺 一边期待着凌旺快点从单杠上下来 这样好让他们快点知道结果 一边期待着凌旺继续坚持着 他们想要见证一下 凌旺打破部队记录场面 终于 凌旺身体有些支撑不住 从单杠上掉下来 早就准备在下边的学员 立马去接他 其他在一旁看着凌旺坐单杠绕腹卷杠的人 下意识紧张地向凌旺那里走了一步 也想要去伸手帮忙 黄斧龙蹲在凌旺身边 满脸都是笑容 用极其柔和的声音说 凌旺 你知道你做了多少个吗 凌旺 217 这次他的体质 比上次新训首约考核的时候增强不少 所以做了217个 他这个成绩 按理说是可以打破军区记录的 可凌旺只是一个过来实习的人 编制不在这里 而且还是在这种私下里比拼的非正式场合 所以 这样好的成绩 也只能在战事之间流传 并不能记录再测 黄斧龙欣慰地笑了出来 像哄小孩子一般 压低声音温柔地说 你刚才有数啊 你小子 还真不错 他看完凌旺后 又过去看了看老刘 简单的比试结束了 现在老兵这边 没有一个不对凌旺竖大拇指 没有一个不佩服凌旺的 下午凌旺单杠做了217个的事情 便在连队里传来了 装甲连所有老兵 都开始对军校生另眼相看 凌旺回到宿舍 别人开始给他磨破皮的双手 用双氧水消毒 凌旺挨着眼睛忍痛 让别人给他上药 黄斧龙在一旁看着 说道 凌旺 你手受伤了 我向连长给你请假 这两天 你在宿舍休息一下 凌旺听到这话 立马睁开眼睛 看向班长 笑着说 班长 我没事 我想要和大家一起训练 黄斧龙认真的说 你可不要强撑 身体是自己的 不要留下病根 你这手在跟着一起训练 而且天气也热 小心发炎溃烂 凌旺 班长 你们给我上药了 下午下训后我 再去找军医输点消炎药 没事的 破了层皮 又不是掉了层肉 我感觉有问题的话 我会及时说的 黄斧龙脸上笑着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这小子 我终于知道 你为啥比别人优秀这么多 体能这么好了 你除了天生的体格好之外 你还有一股平静 这股平静虽然好 可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以后训练的间隙 必须让我检查一次你的手 如果伤情严重 必须得给我休息 凌旺 是 下午训练时 黄斧龙给老刘请了假 并且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连掌都被惊呆了 如果不是黄斧龙亲口说的 他绝对不信 这次过来实习的军校生 这是派过来了一个什么宝贝 说实话 连掌现在都有一种扣着凌旺 不让他回军校的冲动 这种天赋异禀的人 百年难见啊 这对于连掌的诱惑 不亚于绝世珠宝 对于贪财者的诱惑 连掌看着凌旺 在内心重复了这一句话 我是一名华夏军人 我是一名优秀的连掌 我不能干出扣下实习的军校生 不让他做这种蠢事 最主要是 连掌想要人 他也要不走啊 下午是有关上半身力量的体能训练 夜老虎装甲连 这次不是采用上单杠的方式 而是用手推轮 一个金属质地 形状同脚踩着 用来碾药的小毒轮碾子一样 具体的训练就是 两个人配合 一个人按住另外一个人的脚 那个人在地上 将手推轮向远处推 推到最远的地方 然后再将手推轮收回来 这是一种训练 腰部腹部力量的好方法 健身房也有采用这种方法训练 老兵们量两分组 实习的学员这边也量两分组 凌望所在的三班 这次和吴雄共同实习 一共四个人 其中就有三个人和他不对付 吴雄想要和剩下的那个学员配合 奈何那个学员不想和他搭档 提前找了别人 吴雄这一下 只好和三个死对头的其中一个搭档了 最后 他和王打虎凑成了组合 第一轮训练时 王打虎先来 吴雄给他按脚 这个训练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简单 尤其是推远往回收的时候 非常的费力 要不是身后有人按着脚 他们坚持不了几个动作 王打虎和吴雄两个人死对头 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王打虎 我说吴雄 你倒是给我按好啊 不然我身子一直晃 吴雄 我按好了 是你自己动作不规范 王打虎 我说你这人 咱们现在训练 能不能放下私人恩怨 吴雄 你是找茬吧 王打虎 吴雄 两个人就这样 你一句我一句的互对 一边训练一边骂 别说 两个人骂起来 王打虎的训练动作 反而来得更有劲了 凌王在一旁 听到他们两个半嘴 好半天还没有停下 提醒道 好好训练 难道你们想要被连长罚 两个人这才互相不服气地吸火 停止嘴动 王打虎忽然想起了凌王之前的话 说道 凌王 你之前有句话说得对 能动手就别比比 俺要闭嘴 化悲愤为动力 行动起来 吴雄听到这话 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不屑地说 就你 对付我 第一轮训练结束了 连长命令搭档换人训练 这次变成了吴雄推手推轮 王打虎给他按脚 王打虎脑子里想出一个鬼点子 看着吴雄趴在地上的背影 忍不住偷笑起来 第189章 坦克终于来了 连长的哨声响起 众多士兵开始训练 吴雄推着手推轮 推远再收回 这样练习了两次 王打虎突然说道 吴雄 你抓紧手推轮 吴雄 你什么意思 他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出来 王打虎便抓着他的双脚站起来 像推车那样 推着吴雄向远处跑 王打虎一边推着吴雄跑 一边开心地问 吴雄 这训练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锻炼你的腰 吴雄头朝下 双手紧紧抓着手推车 被王打虎这样推着跑 像急了一个独轮车 他破口大骂 王打虎 你放下你电 等会小心我干死你 老子腰都快断了 at at 美元 at 众人看到他们两个 都被逗得笑了出来 凌旺也跟着一起无奈地笑 王打虎这是为了报复吴雄 都不怕被连长处分了 黄斧龙一向和蔼可亲 现在脸黑了下来 他负责带的兵 竟然在连长面前搞出这种乌龙 这分明是给他丢人 等会必须得好好练一下这两个人 连长黑着脸 本想着士兵出色 班长挨骂 一想到他们班长 是黄斧龙这个四级军事长 资历比他深 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他骂了不好 所以决定亲自去处罚 他怒声大喊 你们两个给我过来 王打虎和吴雄 这下只好乖乖走过去 低着头等着挨骂 连长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把我当成死人了 还是说 你们录制平时就是这么教你们的 at 美元 at 你们两个给我滚到吹石班实习 王打虎 是 吴雄听到这话 没有回复是 内心很是不满 报告 连长 有话说 有屁方 吴雄 我对这个惩罚不服 我是受害者 被捉弄的对象 您应该指罚王打虎 连长上前两步 来到吴雄跟前 几乎和他脸贴着脸怒声骂道 你特骂得很不满意吗 刚才训练的时候 就是你们两个在抄抄 现在直接给我跑出了队伍 是我对你太仁慈 现在俯卧撑三百个 连长骂人的嗓门很大 骂的时候 他的唾沫横飞 都喷到了吴雄脸上 吴雄忍受着他的唾沫 不敢有任何的躲闪 当他听到坐俯卧撑三百个的时候 仿佛得到了解脱 大声喊是 立马趴下坐俯卧撑 又是一天训练结束 王打虎和吴雄 比其他人挽回宿舍很久 虽然士兵的餐盘和碗 是自己洗 可吹石般的锅 以及用到的一些蒸米盘 还有蒸笼之类的用具 都得他们自己洗 王打虎和吴雄犯错 被丢到了吹石般 自然而然成了 他们收拾两个人回到宿舍 也不拌嘴了 和对方多说一句话 都觉得费力气 王打虎坐在床上洗脚 一边搓脚鸭子 一边和凌旺还有刘逸说 凌旺 刘逸 我和你们两个说 不仅是咱们实习的连队 不让咱们碰坦克 我在吹石般帮忙的时候 有见到分配到炮兵员的学员 他说他们也是没碰炮 天天除了基础训练 就是挖炮坑 或者给自己挖钱服用的坑 黄斧龙听到他的话 回道 放心 连队明天就让你们见坦克了 吴兄 王打虎 你们两个和我来 咱们一起探讨探讨今天的事情 王打虎本来在八卦 听到这话 瞬间沮丧起脸 凌旺拍了拍他肩膀 落井下石地说 你放心 班长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最起码会给你留半条命 王打虎 哥 你还是闭嘴 别安慰我了 我本来没多大事 你安慰完我 我得去跳楼 吴兄满脸的不服气和不耐烦 都是王打虎 这个蠢货害他被罚的 他越想越气 黄斧龙把王打虎和吴兄带走后 宿舍里的学员开始高兴 终于等到开坦克这一天了 苍天不负苦心人啊 实习这趟可算是没有白来 凌旺拿着一本小说在看 和正在开心议论的学员 仿佛待在两个世界 刘一看到后 问道 凌旺 你不是也挺期待开坦克的吗 怎么没看出 你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凌旺反问 谁和你说明天要开坦克了 班长说的是 明天见坦克 不是开坦克 你还记得 咱们第一次拿枪 和第一次实弹射击中间 隔了多久吗 啊 刘一瞬间失望 脸上流露出一丝绝望 他回忆起了新讯时 在实弹射击之前 他们准备了多少准备工作 其他学员听到凌旺的话 拥有了刘一同款痛苦表情 次日 学员们终于见到了 他们心心念念的坦克 期间车炮库的卷帘门缓缓升起 威猛的坦克出现在众人面前 连长专门给学员解说 实习的军校生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一般来说 装甲连的武力配置 是有五辆坦克 咱们夜老虎坦克连不一样 有七辆 至于原因 我想你们也都能想到 那就是咱们连队士兵实力过于优秀 上级比较信任咱们 连长说着 脸上透露出满满的自豪感 你们面前的坦克是咱们部队 最新服役的99A坦克 它是在T72M坦克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它的车身基线不在于履带平行 而是同履带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夹角 将动力舱抬高了 连长在讲解着坦克 除了凌望一个人在听 其他学员的心思 全在威风凛凛的坦克上 他们只听到了 这是最新服役的99A坦克 那里还顾得上其他 一个个对坦克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这种大家伙 可不是什么越野车 或者什么猛琴之类的皮卡能比的 这家伙是陆地之王 越野那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 学员们一个个都在期待着 等会上坦克学操作 将昨天凌望说的望得一干二净 坦克可不比枪支 怎么可能第一次亮相 就让学员上手 第190章 坦克的养护 连长介绍完坦克之后 安排到 今天进行坦克的养护和清理 老兵注意照顾着点 实习的军校生 现在开始吧 众人 是 老兵一脸的淡定 这已经是他们的日常 甚至还有些厌烦 学员们很是兴奋 期待着第一次和坦克的接触 虽然只是养护和清理 但这毕竟是坦克 一开始 学员们非常积极地 配合着老兵展开工作 坦克有陆地之王的称号 足以证明他的威力 以及在陆军作战时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在战场上的威力大 所以更加注重平时的养护工作 不然上了战场上出现问题 那影响可不是一般的大 养护的基本内容 是对坦克各部件进行清洗 擦拭 检查 调整 润滑 紧固 排除故障 加添燃油 润滑油 润滑汁和冷却液 还有补充弹药 工具 一边做示范和讲解 一边让学员亲自动手 清洁完好 紧固适当 调整正确 润滑周到 没有故障 这坦克保养的五大标准 其中最属 黄斧龙正在讲解 看到八位新学员 只有凌望一个人在听讲 其他人的魂魄 要就飞到了坦克身上 都心不在焉 其中最属刘易表现的最突出 他想到自己开了坦克 回去之后 和狐朋狗有一起吹牛 别人羡慕的自己的场景 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黄斧龙看到他傻笑 直接喊道 刘易 出列 刘易 到 黄斧龙 刚才你笑得挺开心啊 我刚才说什么 你都听到了没 刘易瞬间傻眼了 这次难不成又要挨训了 紧接着 黄斧龙安排道 你既然这么喜欢坦克 就把这七辆坦克的炮筒 全都给擦了吧 对了 一个人擦不动 你得叫两个人一起去擦 好兄弟受罚了 凌望和王打虎 自然得帮一帮 三个铁哥们一起去擦炮筒 炮筒擦是一个两米长的钢棍 头部有专门擦拭的材料 他们三个一起扛着炮筒 擦往炮筒里捅 一开始 王打虎和刘易 还挺开心的 嘴角勾起的弧度 慢慢变得越来越小 最后搭了下来 擦炮筒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筒的工作 可这一点都不轻松 两个人累得腰酸背痛 是特别痛的那种 刘易 太他妈的磨人了 这庄甲兵 真贪娘的苦 王打虎 要是天天擦炮筒 俺就要变成个炮筒了 对了 凌旺 你怎么就感觉不到一点累呢 凌旺轻声回答道 我也累啊 只不过我不喊出来而已 再坚持两下 这个炮筒就快要擦完了 三个兄弟齐心 很快将炮筒擦完后 又去找正在带着大家拉履带的黄斧龙 黄斧龙 拉履带是装甲兵的必修课 在战场上 履带经常被搞坏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们 他带着学员拿着大锤和翘杠 开始整理履带 这又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这两项目养护工作结束后 黄斧龙开始带着大家学习电瓶保养 黄斧龙 咱们部队之前的坦克 都是北极雄国制式的 现在很多装甲部队 都还是那种的 电瓶安装位置 位于驾驶卫附近 每次安装 都要驾驶员抬进抬出 车外还有战友帮忙 由于车内空间狭小 车内就完全靠自己了 有经验的驾驶员 会利用驾驶卫下的 应急出口搬运电瓶 但是应急出口较小 搬运也极为不方便 但咱们的坦克是最心服役的 不需要你们费力的拖电瓶 它的电瓶布置在车体左侧 大大降低了保养难度 黄斧龙亲自示范 如何打开保养 并且让学员亲自上手操作 坦克兵的三大保养体力活 擦炮筒 整履带 拖电瓶 学员们也都亲手操作过 并且学会了 剩下的是一些 简单的基础保养 第一次接触坦克 便彻底打破了 众多学员的坦克梦 坦克虽好 可保养起来太累了 其他训练又苦又累 可他们知道 那是在训练 在提升自己的实力 保养坦克 就是单纯的累人 吃完午饭 众人回到宿舍 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 不仅是身体上的 更有精神层面的原因 只有凌望 是一如既往的平淡模样 在一众学员中显得格格不入 黄斧龙看到后 疑惑地问 凌望 今天养护坦克 你感觉怎么样 怎么和这群东西的状态 差别这么大 凌望看了一眼中人 笑着回答 也许是我体力太好的缘故 我并感觉不到有多累 坦克的养护 虽然又累 看起来又那么的不重要 可我却感觉特别踏实 战场上用的玩意 只有自己亲自好好照顾 好好和他们磨合 上了战场上 才能得心应手 台上一分钟 台下一分钟 咱们这养护 算不得什么 黄斧龙听了凌望这一番话 都听得呆住了 他疑惑地看着凌望 这真的只是一个 大一的军校生 而不是一个老兵吗 他说的这些话 是只有像他这种 在部队待了十多年 才能深有体会 这份耐心和心态 只有在无数次的 武器保养中 才能磨练出来 难道真的有人能少年老成 可这也太老成了吧 凌望看到黄斧龙 一直盯着自己看 笑了一下 问道 班长 怎么了 黄斧龙感慨道 凌望 你给我的感觉 像是一个老兵 而不是实习的学员 我的感觉从来没有出错过 怎么到你这里就不灵光了 行了 快休息吧 下午我教你们开坦克 凌望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没有直接睡去 而是去逛物品商城 在里边寻找着 下午能用到的技能 系统 介绍一下超级装甲车驾驶技术 超级装甲车驾驶技术 可让宿主获得 所有装甲车驾驶技术 十年坦克兵驾驶经验 其中包括 车长 驾驶员 炮手的操作经验 还包括对路况的告知技能 第191章 坦克驾驶训练 这次真的来了 此技能会不断更新 最新研发出来的装甲车驾驶技术 但后期更新 需要一些军工职 凌望 兑换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兑换好技能后 凌望便沉沉地睡去 下午 学员们在去训练场的路上 听到黄斧龙给他们说 这次是真的要学开坦克了 学员们非常敷衍地 装作高兴地说了两句 便没有继续说下去了 他们再也不对开坦克 就抱有希望了 一开始以为来到部队 就是训练开坦克 结果来到部队 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 喝厕所水 他们继续对开坦克充满向往 结果接连好几天 都是普通的战术训练 今天上午终于接触到坦克了 谁知是累死人的养护 现在 他们已经对开坦克 不抱有希望了 凌望现在反而变得期待起来 他知道 这次是真的要上手接触坦克了 学员们和老兵一起 被带去专门的训练室 这个训练室里 好几个模拟坦克驾驶舱 像是商场中 玩4D飞机模拟驾驶器一样 只不过 这里没有3D眼镜 让人感受虚假的场景 这里的模拟舱 是根据真实的坦克驾驶舱 按照1比1的比例来定制的 老兵们虽然已经会开坦克了 可日常的训练 也经常在这里进行 因为经济省钱 不会磨损坦克和浪费柴油 一来到训练室 学员们便打起了精神 王打虎 我靠 这次是真的教咱们开坦克了 我还以为是继续给咱们画大饼 刘亦 等这一天 我等得太久了 他说完 想到了什么 转身看着林旺问 林旺 你小子啥都会 这坦克你会开吗 林旺冲他笑了一下 如实回答 我从没有开过坦克 但我感觉我会 刘亦是他的好兄弟 所以他实话实说 没有像应付外人那样扯谎 老兵听到了林旺的话 忍不住笑出了声 一边笑还一边摇头 对于林旺的话 很是不屑转头冲其他老兵说 你们听那个林旺的话 什么我没有开过坦克 但是我感觉我会 这话说的比格就是高 真会装比 估计他以为开坦克和开车一样简单吧 军校生总是这样 啥都不会 还啥都看不上 总觉得自己了不起 王打虎和刘亦听到这话 立马老兵吵吵了起来 刘亦 你们头发短 怎么见识也短 王打虎 俺家林旺说他会 他就是会 他为人一直很谦虚 从来不会说大话 刘亦 真不是我说 林旺的学习能力 和对武器的操控 那是看一眼就会 我兄弟我了解 在军校 他正在和人吵架 林旺拦下了他 开口道 别吵了 刘亦 不是 他太气人了 林旺反问他 吵架有用吗 能动手的事情 那就别用吵架来解决 老兵听到林旺这话 立马起哄 要和林旺比一比 黄斧龙见状 开始训纳几个人 一个个和没接触过坦克的学员比 很有脸吗 是觉得自己开坦克 开得出神入化 一个人就能又开坦克 又当炮手了吗 找你们班长训练去 黄斧龙是四级军事长 虽然和大家一样都是兵 可说话的分量一点不比连长差 老兵被训 他们都灰溜溜地低下头 转身准备去训练 林旺这个时候主动站出来 班长 我想和刚才嘲笑我最大声的那个人 比一比架势坦克 黄斧龙听到这话 看着林旺非常纳闷 问道 你学过我开坦克 林旺 没有 可我想比一比 黄斧龙 你确定要和他们比 虽然一个个技术不咋地 但肯定要比你们这种没学过的 强不止一点半点 林旺 我想挑战一下 在林旺的一再要求下 黄斧龙同意了 他知道林旺的性格很沉稳 不会轻易提出来 这种看似不知天高地厚的话 所以他同意了 想要看看林旺的葫芦里 卖着什么药 他出声喊道 李飞 你过来 被喊李飞的人 就是刚才嘲笑声最大的那个老兵 李飞来到黄斧龙面前敬礼 班长 你有什么事 黄斧龙 刚才你不是非常看不上林旺吗 林旺提出来 想要和你比一比 你看怎么样 李飞 啊 他非常的疑惑 一个没有碰过坦克的实习学员 挑战一个坦克兵 他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他们两个 没有什么可比性 李飞正在疑惑 久久没有回答 黄斧龙反问 哑巴了 报告 我接受挑战 黄斧龙 行 那咱们就确定个时间 一个月后 你们两个比一场 他这是在为林旺争取训练时间 可惜林旺不需要这样的好意 林旺主动站出来 说道 报告 我想要尽快比一下 最好学完基础操作后 就进行比较 其实林旺现在就想比一下 给这个李飞一点颜色看看 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天外有人 只不过那样做的话 林旺太难解释他 为什么会开坦克 李飞 黄斧龙 这个林旺还要尽快比 是怕输得不够难看吗 黄斧龙试探地问 半个月后 林旺 明天可以吗 众人 林旺这是疯了吗 今天学坦克 明天就要和老兵比 自行车都学得比得慢 李飞立马开心地答应 好 就这样定了 他生怕林旺反悔 这个简直就是对方过来送人头 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定下来后 李飞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黄斧龙带着学员去给他们 做讲解示范 他看着林旺欲言又止 想要说他太鲁莽了 但又把这话咽回去了 算了 事情已经定下了 骂人也得等到事后再骂 现在 他只能尽最大可能地照顾下林旺 让他多学一点 凌望 你来我跟前 你好好学习下 不懂的就问 你别紧张 你一个新手 我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开坦克 我会和你一起在驾驶舱里 第192章 坦克驾驶训练 凌望感激地说 谢谢班长 黄斧龙接下来 便开始手把手地叫林旺开坦克 虽然只是带一个不到两个月的实习生 但黄斧龙依旧很尽心尽责 恨不得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拿出来 坦克除了油门踏板外 还有手加油杆 一般都叫他手油门 他在驾驶员左侧的侧壁或底部 用于调整发动机最低转速 向上为收油 向下为加油 前望镜这里 眼睛与前望镜保持一定距离观察就行 别一个个的把你们的眼睛给我对到前望镜上 你们都要注意 坦克前望镜下是存在盲区 六米以内的地面完全看不见 所以 你们亲自上手驾驶的时候 一个个都给我注意 别 还有 操纵感这脸 黄斧龙每次示范完一个动作 就扭头看一眼凌望 生怕自己哪里没有说明白 明天凌望亲自上手驾驶坦克的时候 出现问题 虽然他认为 凌望这次肯定书里飞输得很难看 可他依旧尽可能多地给凌望讲一点 凌望每当看到黄斧龙回头 便眼神坚定地看着他点头 或者重重恩一声 已是自己明白了 其实这些内容他都知道 当他第一眼看到坦克驾驶模拟舱的时候 眼睛扫过的每一个按钮和操控感 脑子里便会自动浮现出相关功能 他甚至能察觉到 这个模拟驾驶舱年代很久了 很多操纵按钮都磨损严重 无法归回原来的位置 但他依旧很耐心地听黄斧龙讲解 这是对班长最起码得尊重 黄斧龙一口气将基础的驾驶内容全部讲解完 他回头认真地看着凌望问 你现在还有哪里不太明白 凌望 我全都会了 黄斧龙看着凌望坚定眼神 有些纳闷 自己这才说了一遍 他就全部记下来了 现在的军校生学习能力这么好了吗 他又扭头 看了一眼其他学员 看到他们似懂非懂 有些猛逼的小眼神 黄斧龙这才确定 原来只是凌望一个人特殊 他不相信凌望都会了 于是从驾驶位站起来 说道 你来这里给我示范一下 就启动坦克 先往前走一段路 然后再往后又后方退 凌望 是 他坐上了坦克驾驶位 先是假装在前望进前观察了一下 然后启动坦克 紧接着脚下给游 一通操作很顺畅地 全部坐下来 黄斧龙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鼓掌叫好 凌望 想不到你学东西这么快 而且你这操作的熟练水平 和我不差上下 甚至比我好 凌望腼腆地笑了一下 谦虚地回道 班长你拿自己和我别 你这也太太久了 我只不过是学东西比较快而已 黄斧龙夸完凌望 发现自己周围围着的学员 一个个都平静地看着凌望 没有任何反应 他们从未操作过坦克 看到黄斧龙简单的示范 和凌望的一通操作 他们以为很简单 而且凌望在他们心目中 是无所不能的 所以他们没有任何惊讶的反应 黄斧龙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训斥的 一个个都傻了 凌望表现这么好 不知道给他鼓掌吗 众人被训 这一下开始敷衍地给凌望鼓掌 学员们是这副态度 完全是因为 不知道驾驶坦克有多难 看着凌望学起来简单 他们以为自己也行 黄斧龙又询问了一下其他人 你们还有什么不会的吗 见没人提出问题 他又说道 那你们自己在这里练习 我带着凌望 去那边的那个模拟驾驶舱训练 有什么不懂的 就去问我 众人 黄斧龙把凌望带走 亲自手把手叫凌望训练 剩下的学员开始上手训练 这一下 他们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 凌望有多厉害 俺看凌望操作 俺脑子一下就会了 自己一上来 俺的手就给废了 凌望这学习能力是真的强 虽然我知道凌望学东西很快 可我还是忍不住 一次又一次地惊讶于他的表现 上天啊 把凌望脑子分我一点点吧 和他比起来 我就和智障一样 另外一边 黄斧龙又让凌望 试着驾驶一些其方位 凌望都非常熟练地完成了 这让黄斧龙更加疑惑 他挠头问道 凌望 你之前真的没有学过开坦克吗 凌望摇头 肯定地回答 没有 黄斧龙这下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我开坦克有十多年了 关于坦克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感觉错 怎么到你这里 我的感觉就不灵光了呢 我感觉你这该会的也都会了 要不我带你亲自去坦克上试一试 凌望立马开心笑着回答 是 黄斧龙叫上他们一起走 咱们坦克兵在第一次开坦克前 要有一个仪式 今天下午正好一起都弄了吧 凌望 是 黄斧龙又喊来一个驾驶技术 非常好的坦克兵 带着众多学员一起去见坦克 他们将坦克开至专门的训练场地 黄斧龙打开机舱盖 探出半个身子 看着战成一堆的学员喊道 全体都有 集合 众人以最快的速度集合 黄斧龙开始驯化 咱们坦克兵有坦克兵的规矩 那就是在第一次开坦克前 必须躺在地上 让坦克从你们的身上开过去 这不仅是个仪式 也是帮助你们 克服内心对于坦克的一种有效方法 听到这句话的众人都傻眼了 王打虎 不不不是 班长 坦克从俺身上开过去 俺就不就成了肉泥了吗 凌望这个时候 小声提醒道 打虎 是咱们躺在路中间 坦克的履带 撵着咱们身边两侧走过去 刘逸连忙接话道 那也很危险啊 刚才班长说了 坦克有六米的盲区 而且这家伙这么大 又是履带操控 这很容易偏离原来线路 一旦出点偏差 这不死也得残废 第193章 坦克驾驶一试 凌望安慰道 你放心 既然班长敢让这样做 那就是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刘逸看着他质问道 我是说如果 如果出现危险呢 凌望沉默了一秒钟 回复道 那也没事 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别太担心 刘逸 别太担心 凌望 你还是别安慰人了 你的安慰容易把人吓死 黄斧龙看着众人的表现 忍不住笑了出来 大部分人完成这个仪式的时候 都是这副模样 黄斧龙给足了众人反应的时间 问道 你们谁想第一个来 往前走一步 刷 众人不约而同的同时动脚 只不过 这动脚的方向不太一样 只有凌望一个人往前跨步 其他人都是往后退 凌望看到众人的反应 忍不住笑了出来 喊道 班长 我愿意第一个尝试 黄斧龙 好 我先让坦克去前面 给你压两条车车 好给你规定一下范围 到时候 你躺在车车中间别动 乱动的话 小星真的被伤到 坦克可不比其他车 凌望 是 坦克压完车车后 他便从坦克里出来 亲自监督众人完成仪式 凌望躺在两条车车中间 静静地等待着坦克压过来 黄斧龙站在坦克正前方很远的地方 给坦克驾驶员打齐示意 让其开动坦克慢慢靠近凌望 众多学员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在军校训练的这些时日 他们还从未接触过这么危险的事情 尤其是刚才在坦克驾驶模拟舱内亲自训练过 他们更知道坦克这个大家伙有多难控制 众人看着坦克缓缓驶向凌望 慢慢地压过了他 而后又从凌望身上缓缓驶过 学员们立马欢呼了起来 凌望带头通过仪式 学员们也都不那么怕了 开始主动尝试 第二个上场的是刘毅 第三个是吴雄 第四个是王打虎 第五个是 最后仅剩下一位一般的学员 大家都喊他小猪 他躲在众人身后不想去尝试 支支吾吾地说 我有巨物恐惧症 虽然坦克不算是巨物 可 可我不敢再车底待 通过仪式的学员知道 没什么可怕的 于是纷纷劝解 没事的 一点都不怕 驾驶员技术可好了 不会拧着咱们 小猪在众人的鼓舞下 脸上非常挂不住 感觉自己不上的话 会成了众人口中的窝囊废 于是硬着头皮 躺在了两条车子的中间 他紧张地闭着眼睛 仿佛在接受死刑的到来 黄斧龙看他准备好了 打起雨 示意驾驶员把坦克开过来 就在坦克离小猪很近的时候 小猪非常害怕 忍不住睁开眼 看了一眼即将过来的坦克 这下他更加害怕了 开始往前爬 想要躲开 黄斧龙看到他在乱爬 立马大声喊道 停下 别乱动 你乱动反而有危险 可小猪根本不听这些 想要爬离这里 坦克这个时候 早已经来到了他跟前 超过了六米的视野盲区 根本看不到 坦克下边的人在做什么 这种情况很危险 黄斧龙眼见要失败了 举起手中的旗 准备示意坦克停下 就在这时 凌望突然冲了过来 以极快的速度 将小猪拉回刚才位置 并且按着他头 让他趴下 黄斧龙看到这一幕 立马停止手中的动作 让坦克从他们二人身上撵过 小猪成功通过了一试 坦克在他们二人远处停下来后 凌望这才松开 按着小猪脑袋的手 温柔地说 恭喜你 成功通过了一试 小猪愣愣地抬起头 看着前面的坦克 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难以置信地大声问 我真的通过了一试吗 我不怕坦克了 凌望把他扶起来 给他鼓掌 开心地祝贺他 恭喜你 你真棒 虽然对于凌望来说 这种小小的一试 一点都不可怕 可他并没有看不起害怕的小猪 前世多年的生活阅历 让他更加理解别人 小猪有巨无恐惧症 对于他来说 比他大十几二十倍的坦克 从他身上撵过 和杀了他没有多大差别 所以凌望鼓励他 祝贺他 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其他人也都开始给小猪鼓掌 恭喜他 小猪被众人夸得 都有不好意思了 拉着凌望 一个劲地感谢凌望 现在他整个人 变成了凌望的小谜底 小猪还提出 要自己一个人 完成一次仪式 这次他成功了 所有人通过仪式后 有一个学员回训练室训练 他留在这里 教凌望驾驶真正的坦克 凌望坐在驾驶位 黄斧龙坐在他旁边车厂的位置 黄斧龙问道 凌望 你现在要直接上手 还是我给你示范一次 凌望 我想直接上手 黄斧龙肯定的点头 我猜到你会这样做了 你看见前面的路了吗 咱们要不要直接来点有难度的 咱们去哪条路上训练 凌望把前望镜调整好 看了一下黄斧龙奇特的那条路 前面那条路上 有一个比较长的坡 还有一长段 有一堆碎石路 一堆巨石路 斜放着铁板 以及地面坑坑洼洼的路 凌望再次说道 我想直接试一试 黄斧龙拍手叫好 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爱挑战的人 前面过障碍路段的时候 你小心便 上那个坡的时候 和你们学驾照一样 来一个半坡起步 你放心大胆地去开 我在你旁边看着 如果出现问题也不怕 一切有我在 凌望 是 凌望启动坦克 坦克缓缓始动 黄斧龙一开始看着凌望的眼神中 充满了期待 待凌望通过整段训练路段后 黄斧龙的眼神变成了呆滞 他被凌望的技术惊呆了 他忍不住给了自己一巴掌 痴痛地揉脸 这也不是梦啊 可这事情也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 凌望淡淡问报 班长 你怎么了 黄斧龙按着凌望的肩膀 郑重地问 凌望 你真的没有学过开坦课吗 凌望 学过呀 黄斧龙 第194章 凌望小露一手 凌望看着黄斧龙被吓到的样子 笑着调侃道 刚才不是你教我开坦课吗 班长 看你这样子够健忘啊 黄斧龙 去去去 我再和你说正经 你竟然在和我开玩笑 我现在真想把你外边这层皮给扒了 看看你究竟是不是个军校生 你一个指挥专业的学生 怎么什么都会 凌望又调侃了几句 便再次开始训练 次日 一大早 黄斧龙便和连长打报告 说明凌望和李飞比赛的事情 连长特批开出一辆坦克 让他们两个比赛 并且他在一旁观赛 比赛开始前 老兵在检查坦克 避免比赛中因为小的失误影响结果 连长和黄斧龙 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 这个凌望什么来头之前学过坦克 黄斧龙 他昨天刚学的坦克 连长 你在逗我玩吗 昨天刚学坦克 他连观察训练都没有进行过 他怎么开坦克 无论是他出了事情 还是坦克出了问题 这谁能担得起责任 黄斧班长 你是老班长了 怎么干这么没谱的事情 黄斧龙劝解道 你放心 我全程和凌望一起待在车里 不会有事的 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老兵那边 一群人和李飞站在一起调侃着 我就纳闷了 凌望一个来实习的人 挑战咱们老兵做什么 真就以为坦克和汽车一样好开了 不说其他的 事业问题 他就掌控不了 李飞 等会你给这群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真就以为自己体能好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凌望那边 一群学员围着凌望站在一起 无雄看到他们心声被笑话 心里的那口恶气实在是出不去 他想骂凌望不知天高地厚 骂凌望非要争强好胜 他这不是给实习的学员找骂吗 他气冲冲地看向凌望 开口道 凌望 加油 好好发挥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赢了他们 我请咱们全班的人 喝一个月的快乐水 虽然他想骂凌望 可这话到了嘴边 却成了鼓励 现在是上场前 他不想给凌望添堵 想让凌望好好发挥 连长这个时候发话了 李飞 凌望 现在就这一辆坦克 你们谁先上场 李飞得意地看了凌望一眼 向前走了一步 报告 我先来吧 我给实习的军校生们做个示范 他说的内容 听起来是照顾新人 可语气中却充满了高傲 既然李飞想先来 那他就先来吧 凌望不和他争 李飞进入坦克驾驶舱 发动坦克 坦克的履带缓缓移动起来 训练用的障碍道路 第一个障碍点是拳头大小石头 这个障碍对于坦克来说 和没有一样 是给新兵链感觉 让他们感受一下不同的路况 第二个障碍是过一堆大石头 大小比路墩小几圈 高高低低堆了很多 大概有半个人高 坦克的履带死死地碾在石头上 在车轮的不断驱动下 缓慢地爬上了石头堆 学员们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纷纷鼓掌 刘逸感慨道 这坦克就是不一样 这种石头堆都能上去 哪怕是世界上最好的越野车 都没有办法和他的零头比 其他人也纷纷赞叹 怪不得战场上要开坦克 这家伙看起来笨重 可他是真的厉害啊 陆地之王这个称号 真不是吹起来的 紧接着坦克来到了 携放着的巨大钢板 这一障碍项目前 钢板和地面之间的角度 大概在40度左右 学员们都紧张了起来 携放着的钢板 别说坦克了 人站上去都会打滑坦克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缓慢地上了钢板 稳稳地驶了过去 下一个项目是半坡起步 这个坡很明显是人造的 在平地上突然多出个坡 很是突兀 而且坡的两边 有很明显的断层 一看就是人为的 坦克来到了半坡处停了下来 李飞开始准备半坡起步项目 他虽然已经对半坡起步项目 非常熟练了 可在实习的学员面前展示 心中不由的紧张 慌乱之中动挫了操纵感 坦克往坡下后退了一段路 还好他及时反应过来了 连忙纠正 驾驶坦克上坡 最后一个项目结束 李飞将坦克开至刚才的骑驶位 从驾驶舱中出来 现场瞬间鼓起掌声 老兵们得意的鼓掌 等着接下来看军笑声的笑话 学员们也跟着在鼓掌 虽然他们不高兴 可这是最基本的礼貌 李飞从连长身前走过的时候 礼貌性地冲他尽力 连长沉声道 李飞 等会自己加练 半坡启动 竟然还敢往后退了一段路 我看你是欠练 李飞 是 轮到凌望上场了 黄斧龙跟着他一起 进坦克驾驶舱 避免出现意外 他们两个做好后 凌望启动坦克 然后拉动操纵杆 脚下给油门 坦克缓缓行动起来 凌望快速地通过了小石头障碍 一点都没有新手畏畏缩缩缩的样子 看到的老兵和新学员当即鼓掌 一个昨天刚学坦克的新手 就能快速地 路线笔直地通过小石头障碍这一点 就值得别人的掌声 李飞脸上的表情 由一开始的高傲 变成了对凌望的认可 这个军校生技术还不错 学东西挺快 只可惜 还是不能和我比啊 毕竟我都开了两年坦克了 来到大石头障碍路段前 凌望继续脚踩油门 除了在最开始往大石头堆攀爬的时候 坦克速度慢一些外 在剩下的大石头障碍路段 坦克的速度竟然和最开始一样快 看到这一幕 连掌不由的认真观看起来 开始对凌望另眼相看 凌望驾驶着坦克 在大石头堆依旧快速的前进 而且没有一点被困住 或者打滑的现象出现 这是有经验的驾驶员才能做的事情 紧接着 通过斜着的铁板时 凌望驾驶的坦克速度更快了 接下来的半波起步项目 凌望完成的非常漂亮 老兵这一下忍不住鼓掌叫好 李飞的脸色难看了起来 他的表现 竟然还不如一个实习的军校生 他的脸都要丢光了 这怎么可能 所有项目顺利通过后 凌望驾驶着坦克 准备把这个大家伙 开回起始点 黄斧龙意犹未尽地问道 凌望 你想不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 第195章 碾压老兵 凌望听到这话 微微一笑 问道 来点什么 黄斧龙 你看前面那个坡的侧面 凌望调转前望镜 看了一眼刚才通过的那个人 造长坡黄斧龙指的 应该是从那个坡的侧面上去 走那个接近60度的陡坡 别说是车了 人往上走也有很费劲 不过好在 这个坡不长 坡的侧面 是由土和碎石渣铺垫而成 并且被人为压得很实 路面不松散 而且不滑 路面给坦克的摩擦力足够 这对于对于凌望来说并不难 凌望微微一笑 回答道 可以试一试 他指挥操纵杆 驾驶着坦克 缓缓向坡前行驶 站在一旁观看的人 很是疑惑地看着坦克 凌望这是要做什么 他们看到坦克来到坡的侧方 新学员都担心了起来 凌望这是做什么 他都快要撞到坡上了 老学员看到后同样大为吃惊 他们知道 凌望这是准备要上陡坡 这是坦克训练中的一个高难度动作 坦克训练场地很多 这里只是那个最简单的场地 是让新手训练用的 为了照顾凌望 黄斧龙和李飞定在了这个场地 老兵怎么也不想不通 凌望一个新手 为什么要挑战这么难的项目 凌望肯定做不到 说不定还会让整个坦克翻滚在地 坦克缓缓使至长坡的侧方位 屡带紧紧抓着坡面 坦克两侧总共十个轮子 在卖力的带动驴转动 推动着坦克缓缓上移 众人看到这一幕 心都悬了起来 凌望昨天才学的坦克 他怎么敢 黄斧龙和凌望一同坐在驾驶舱内 他的身子随着坦克一起倾斜了起来 不由的紧张起来 他下意识地看向身边的凌望 时时刻刻紧盯凌望操作的双手 准备一旦出现问题 他就伸手过去帮忙 凌望镇定自若的面容 以及手中对操纵感 快速又熟练的操作 让黄斧龙再次震惊 这个凌望绝对不是个新手 没有十年的经验 做不到这种地步 突然间 他的身子不再倾斜 坦克成功来到了坡顶 黄斧龙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凌望成功了 这下 他的内心更加确定 凌望绝对不是一个坦克新手 但事实却处处告诉他 凌望真的是个新手 黄斧龙心中疑惑地想着 难不成 凌望是组织秘密培养的人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得通 成功登上了坡顶 凌望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手中操纵操纵感的动作 没有停止 驾驶着坦克继续前进 他打算从这个坡的 另外侧方位下去 也就是他的正前方的陡坡 黄斧龙看到这一幕 震惊地大喊 凌望 你想做什么 停下 上坡容易下坡难 你这样会让咱们两个翻下去的 他说话中间 身体猛都往前冲了一下 凌望现在已经驾驶着坦克 开始下坡了 凌望嘴角带着微笑 缓缓说道 班长 你不是说要来点刺激的吗 我觉得刚才不够刺激 在外边观看的众人 看到凌望 打算从坡的 另外一侧下来 老兵都担心了起来 这下坡可比上坡难多了 而且还是快要接近 六十度的大陡坡 一个坦克新手 竟然敢这样搞 连长担心地骂道 这个黄斧龙 也是个老班长 他这怎么回事 怎么敢让一个实习的学员 干这么危险的事 留意他们这群新生 从未碰过真正的坦克 并不明白是其中的危险 有几个竟然开始给凌望鼓掌 酷啊 这坦克就是比越野车 强一千倍 一万倍 原来开坦克 这么带劲啊 我也要亲自开着坦克 试一试这高难度动作 坦克在众多老兵紧张的注视下 缓缓使下陡坡 众人瞬间响起掌声 连长这一下也松了一口气 感慨道 没想到凌望的技术这么好 肯定是原来就学过坦克 这技术比老兵的都要好 老兵下这么陡的坡 都没有这么稳当 刘逸 凌望就是厉害 王打虎 这下回去学校 俺又有的吹了 小猪 凌望牛X 凌望YYDS 乌熊一边开心的鼓掌 高兴的笑出了声 好家伙 原来凌望的技术 已经练得这么好了 我刚才竟然还担心他不行 我真是个傻X 坦克驾驶舱内 黄斧龙松了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他看着凌望 开口道 幸亏我开坦克多年 胆子大 要是换成别人 肯定被你吓死 凌望笑着调侃道 这不是你说 要来点刺激的吗 说实话 我感觉这个不够刺激 空降坦克才叫刺激 黄斧龙指着凌望 欣慰的说 你呀你 技术是真的好 性子也是 真的沉稳 刚才竟然一点也不怕 走 咱们出去吧 凌望 是 他们两个打开坦克驾驶舱 一前一后的走出来 迎接他们的是热烈的掌声 连长亲自过来接他们两个 凌望 你小子的坦克驾驶技术这么好 刚才也不提前说 害我白担心一场 凌望冲他敬礼 回应道 报告 连长 我技术也就那个样子 昨天才学的坦克 也不敢提前给你们保证什么 连长 昨天 你这小子红鬼呢 其他老兵听到这个回答 和连长同样的反应 那就是不相信 可事实摆在这里 他们不得不信 李飞这个被凌望 按在地上碾压的老兵 也在佩服地给凌望鼓掌 虽然被吓了面子 可不得不承认 他真的记不如人 从现在起 夜老虎装甲连的所有人 再也不敢轻视 前来实习的学员 上次已经被凌望比下去一次了 这次他们是真的心服口服 凌望和李飞的比赛结束后 夜老虎装甲连的所有人 继续去训练室 在坦克模拟驾驶舱内 训练坦克驾驶技术 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 学员们都在努力地训练 他们争取早日像凌望那样 亲自去驾驶坦克终于 在一个月后 他们迎来了真正的坦克训练 第196章 以防新学员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帮忙纠正 确保学员的安全 也确保坦克不被搞坏 实习的每位学员 上坦克前都激动地摩拳擦肘 想要像凌望一样超常发挥 当他们从坦克上下来后 所有人都是一副颓废的模样 和之前的状态 叹若两人 刘逸从坦克里出来 来到凌望面前 沮丧着一张脸 拳头软绵绵地砸在凌望肩膀上 开玩笑地说 你个大骗子 坦克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 好开 视野很差劲 而且控制起来也很顿挫 根本不听使唤 王达虎这个时候 也从坦克上下来了 他同样来到凌望面前 绝望地说 刚才幸亏有老兵帮啊 不然俺就撞墙了 凌望 你真特娘的变态 为啥你一下午就会了 而且还那么的熟练 俺学了一个月都没有学明白 凌望看着他们二人颓废的模样 调侃道 刘逸 我没有骗你啊 坦克在我手里 就是很好开啊 再者说了 我学起东西来 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他这个时候 语气变得假装 很无奈调侃道 说实话 我也没想到 你们学得这么差劲 王达虎和刘逸两个人 一口同声地说 凌望 你就做个人吧 不要再杀人诛星了 兄弟之间的调侃过后 凌望开始说正经地 给他们两个加油鼓劲 我开玩笑的 我只是学东西比较快而已 我相信你们 肯定会很快学会开坦克 而且是技术非常好的那种 我嘴开过光 我说你们行 你们就一定能行 王达虎和刘逸两个人 这下也不开玩笑了 开始认真对待起来 他们所有学员 又拿坦克训练了两天 驾驶技术突飞猛进 这个时候 他们接到了上级的一个命令 连长在下午下训后 进行驯化 咱们二十一师的十个连 要进行野外驻地实弹训练 这次训练着重从打 吃 防 管 等四个方面进行训练和考察 再打这方面 咱们实弹训练射击 而且是和咱们师的 其他三个装甲连一起比 这次过来实习的军校生 正好赶上了 前两批来实习的人 可是没有实弹射击训练 学员们被提到 他们一个个都开心的不行 这次算是来对了 什么也赶上了 连长又说了几个注意事项后 便让众人回去休息 次日 整个师全部集合 前往野驻的地点训练 全程70公里 为期五天五夜的野驻训练开始了 装甲连的人 有的人乘坐坦克前进 有的人步行前进 王打虎和吴雄两个人 因为上次导弹 被连长罚去吹噬班帮忙 吹噬班正好有野外吹噬装甲车 他们两个因祸得福 可以跟着吹噬班 一起乘坐着车前往 省得和大家一起走路 训练的第一天 内容只有赶录这一项 夜色降临 所有的吹噬班 都开始在筑地上挖土造 生火做饭 没有找到合适地点的吹噬班 直接开始在吹噬装甲车上做饭 阵阵香味传来 又得众人直流口水 王打虎在吹噬装甲车上 帮忙切土豆块 一边切 一边和车外削土豆皮的吴雄感慨 咱们滑下的人 再吃这一方面真讲究 要求吹噬班在野外炒糖骰的 也就只有咱们滑下了 吴雄习惯性的白眼王打虎 说道 咱们两个三观不合 每句话都要吵吵 但是 你这句话 我不得不认同 咱们对吃的要求就是高 吹噬班在做饭 连队的其他人围在他们旁边 安静地等着 黄斧龙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 眼睛看向远方 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起身拍了拍屁股 走向了远处 凌旺看到了 有些疑惑 于是跟了上去 班长 你去哪里 黄斧龙 这大热天的野外全是虫子 又湿又潮 我去前面点你们 还有我带着的老兵 找出好点的睡觉地方 凌旺听到这话 向远处看了一眼 只见在玉米地 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几个坟头 他当即明白了黄斧龙的意图 班长 我和你一起去 黄斧龙看他的模样 疑惑地问道 你知道我这是要去做什么 凌旺点头 知道 我去那里 给咱们班的人提前站得好点分 黄斧龙 你不怕 凌旺 我不怕 我只怕去迟了 给咱们班的人站不上好分 晚饭结束后 黄斧龙便带着自己的老兵 和学员班前往 他和凌旺提前找好的地方 王打虎跟在黄斧龙身后高兴地说 这老兵就是不一样 都提前把睡觉的地方找好了 不像咱们上次拉练的时候 直接睡地上 睡泥里 刘逸在凌旺身边问道 刚才你和班长离开 是不是去给咱们找睡的地方了 凌旺点头 没错 我和班长 给咱们找了两处大的 修建比较好的地方 刘逸听后 开心地用肩膀 撞了凌旺的肩膀一下 跟着你和班长混 准没错 你看你真会说话 在野外能有什么好地方 他这样说着 看到了前面的玉米地 忽然想到了什么 担心地问凌旺 你和班长 不会为了让咱们睡个好觉 把老乡的玉米 给砍倒铺床了吧 凌旺 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干那种去的事 你们放心好了 这次虽然会掏扰到老乡 但我想 他们不会介意的 众多学员听到凌旺这话 一个个都期待了起来 想着班长和凌旺 当才可能找老乡 借了他们庄家地里的棚子 或者废弃的屋子了吧 当凌旺和黄斧龙 带着众人到达目的地 老兵很熟练地把装备卸下 准备找一块舒服的地方睡 学员们则是都是傻了 刘逸 凌旺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 修建的比较好的地方 凌旺郑重地点头 这个坟修得多大 多好了 我和班长找了好几处 才找到这里 专门在这里用土块 写下咱们的名字 提前站好 第197章 老乡的礼物 刘逸拍着凌旺的肩膀 激动地说 凌旺 我真是谢谢你 都给我提前找好坟了 凌旺笑着回应 不用谢 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 王打虎 咱们睡坟 这也有点态 凌旺 别嫌弃了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凝睡也坟 不住破庙 这坟地都是被硬化过的 这里不潮不湿 而且周围还有水渠 避免毒虫过来 再者说 这里躺着的老乡 也欢迎咱们来给他做伴 刘逸 别别别 你这话可不敢乱说 学员们很是抗拒 只有凌旺一个人 痛痛快快地躺下了 学员们知道 今晚要睡在这里 可心里始终抵触 动作扭扭捏捏捏 很不情愿地去坟地旁边躺下 黄斧龙看到他们 这幅慢吞吞 拖拖拉拉拉的样子 训斥了一声 动作快点 是没吃饭吗 这下所有人都快速地去到坟边 卸下身上的装备 准备睡觉 这一夜 虽然也有几个蚊子叮咬 可总体来说 还算是睡得香甜 次日 众人陆陆续续地醒来 吹噬班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早饭 开始给众人分发 刘逸一边吃干饼 一边感慨到 要是有个热腾腾的馒头就好了 实在不行 来点软糊糊的面包也好啊 凌旺 野外助训 就是要最大程度的模拟战场 就是提前让咱们吃苦来了 怎么可能和在学校一样 不过 既然你想吃面包 我可以搞来 刘逸听到这话 来了兴趣 疑惑又兴奋地看着凌旺 怎么搞 凌旺 和我来 凌旺带着刘逸走在玉米地里 把他带去一个百满贡品的坟地前 前天是中元节 很多人来上坟 有些贡品没有带回去 咱们可以拿点 刘逸现在也不忌讳了 立马蹲下开始拿贡品 一边拿 一边嘴里还阵阵有词 老乡啊 我们部队呢 是不让拿老乡一针一线的 可是吧 你这已经闻完了香味 也相当于吃过了 放在这里 都是给蚂蚁吃的 与其这样浪费 还不如让我吃了 等过明天或者后天 我们实弹射击训练的时候 我专门给你打一发炮弹 这也算是我给你的回礼了 刘逸在拿贡品 凌旺随手也拿了几个 他们两个回去后 看到正在吃饭的王打虎 本着有好东西 和兄弟共享的原则 也给了王打虎几个 王打虎看到手中的小面包 惊喜地问 你们两个哪里搞来的 凌旺淡淡回答道 这是从前边几个坟那里 拿来的贡品 王打虎高兴得咧嘴傻笑 贡品好啊 俺们那里有种说法 吃了上过香的东西 屁股不长疮 他们兄弟三人 吃得很是开心 把不远处的 吴雄馋得不行 待众人用过早饭后 他们这两个 在吹事般临时帮助的人 负责去收拾 吴雄脑海中 一直想着贡品 他纠结了几秒钟 冲王打虎小声喊道 喂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王打虎轻飘飘地说道 他已经习惯了 和吴雄一开口就枪 吴雄这次忍住没有发火 继续小声说 现在离极河海 有一块功夫 要不咱们去拿点 老香的贡品路上吃 咱们两个是吹事班 有责任给咱们班的人 开小灶 准备点好的 他怕王打虎 不和他一起去 所以专门提了一下 班里其他人 王打虎一听 眼睛立马亮了起来 两个死对头 第一次不谋而合 那还不快点收拾 咱们赶紧去 吴雄 好 他们两个把过碗收拾好后 立马偷偷摸向了玉米地 他们走后不久 装甲连边吹哨集合 整个诗的人 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临时决定提前出发 出发前 所有连队都会清点人数 黄斧龙清点完老兵班 来到了实习的学员班 凌旺 报告 王打虎和吴雄两个人不见了 黄斧龙点头 他们两个在吹试班帮厨 现在应该在吹试班 别管他们两个了 凌旺 是 吹试班这边清点人数的时候 班长以为他们两个 在实习学员的班 所以在报数的时候 也报的是全道 吴雄和王打虎 正在往背包里装供品 突然听到了集合的哨声 吓得他们两个立马往回跑 王打虎 不好 集合了 快点回去 吴雄临走 还连忙往嘴里塞了一个苹果 嘴里叼着苹果 守在慌乱地收拾着背包 脚在飞快地跑着 虽然他们两个跑得很快 可还是落下了部队一大截 大部队在有序的前进 他们两个在部队的队伍旁边 飞快地奔跑 寻找着装甲连的队伍 这个时候 一辆吉普车 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 打开车门 坐在里边的人是师长 师长问道 你们哪个连队的 吴雄 报告 我们是夜老虎装甲连的人 师长继续问 怎么没有和大部队一起走 王打虎 报告 俺们 俺们去找东西吃 集合的时候没听到 师长听到这个理由 眼神变得有些嫌弃 这都是什么破冰 冷声道 上车 吴雄 是 王打虎 是 王打虎和师长一起坐在后排 吴雄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他们就这样出发了 师长在旅途中 又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去找什么吃的 王打虎低着头 皱着眉头 脸上的表情五味杂沉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可师长问了 他不得不回答 俺们去玉米地 找坟前的贡品吃 师长 他听到这个回答 看着王打虎的眼神 越发地嫌弃 并且多看了一眼 王打虎肩膀上的军衔 飞复道 这次来的军校生 怎么出现了这么个玩意儿 就这也能当兵 他嫌弃的命令 回去你就去吹试班实习 王打虎支支吾吾地回答 报告 俺们两个现在就在吹试班 师长 他这下心里变得更加无语 闭上眼睛 不再去看王打虎 糟心啊 并且冷声训斥 回去养猪 王打虎 是 第198章 坦克实弹射击训练 待到达野外助训的目的地后 王打虎和吴雄这才下车 去找自己的连队 他们回来后 凌王发现 两个人的背包比之前古 而且脸色非常不好看 看样子是犯了什么大错 想起之前点名的时候 没有他们两个人 凌王心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 他来到王打虎身边 小声地问道 打虎 你们这是怎么了 王打虎把背包卸下来打开 露出一背包的好吃的 急急低落地说 你拿着吃吧 凌王看到这里 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问道 你们为了拿吃的 掉队了 吴雄这个时候 绝望地搭话道 不止 我们还遇到了师长 坐着师长的车来的 师长还下令 让我们两个去养猪 凌王听到这话 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拍了拍王打虎的肩膀 安慰道 别想太多了 咱们马上就要实弹射击训练了 想一下高兴的事情 到达野外助训的目的地后 众人休息了一会儿 便开始布置训练射击的场地 他们在平地上确定了几个把位 三个装甲连的坦克和野战车 全部实弹上场 凌王主动申请 第一波实弹训练就上场 黄斧龙同意了 他想看看凌王的真正实力 是只会开坦克 还是什么都会 不过凌王在他心目中 依旧是个新手 黄斧龙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 当上边下达命令后 我如果看你比较紧张 手脚跟不上 我会直接拖着你换位置 到时候你不要抵抗 一定得配合我 这可是实弹射击 虽然只是训练 不是什么比赛 结果不重要 可他并不是一点都不重要 留意作为副炮手 和他们在同一辆坦克内 一切都准备好后 进攻的指令不断下达 坦克立马开始展开 高强度的射击训练 全车注意 穿甲弹 左前方 敌坦克 行径中歼灭 为了提升演练的逼真性 师部在下达命令的时候 设定了一个假想敌 凌王通过前望镜 确定射击目标 点击填装按钮 填装炮弹 而后打开射击电路 保护开关 与此同时 凌王的左眼中 也出现了对射击目标的 各种分析数据 现在他掌握了 瞄准目标的具体位置信息 所以快速地将坦克炮口 转向左前方 对准射击目标中心 瞄准这一操作 可以说是瞬间完成的 他右手按下测觉按钮 第一 随着提示音响起 左目镜中出现了 射击目标的距离 距离他们2300米 顺利地完成了 对敌人的锁定 黄斧龙全程紧盯着凌王的操作 他看着左目镜中 出现的目标物信息 等待了两秒钟 持平跟踪后 当即按下 火控操控台的射击按钮 这一动作 几乎是下意识所为 他长期练习 都形成了肌肉记忆 哄 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凌王他们所在的坦克 第一个率先击中射击目标 随之而来的是坦克的晃动 坦克周围 瞬间被激起一阵飘扬的尘土 像是龙卷风袭来一般 这是巨大后座力带来的影响 随着坦克剧烈晃动而来的 是凌王和刘逸激动的心情 这是凌王第一次坦克实弹射击 这巨大的后座力 还有上级下达命令的紧迫感 都让他热血沸腾 这才是当兵该有的模样 刘逸虽然只是作为副炮手 给炮手接送弹药 让炮手伤弹药 可他却是整个坦克里最激动的 这太特马的刺激了 坦克不愧是陆地之王 这威力就是大 射击结束后 黄斧龙惊讶地看着凌王 凌王这小子 刚才瞄准目标物的一通操作 比他还要准确 比他还要熟练 这让黄斧龙对自己心中的想法 更加地肯定了 凌王绝对不是一个坦克新手 他绝对有好几年的坦克驾驶经验 而且还有很久的实弹射击经验 看来这小子 真的是组织秘密培养的人才 黄斧龙内心一股小小的激动 油然而生 我既然发现了组织秘密培养的人 我一定要帮组织保守好这个秘密 紧接着 师部的命令一道又一道地下达 而且战况越来越紧急了 战争已经到达了白痴化的阶段 炮手给坦克上炮的速度也越来越频繁 坦克在不断行进中 对目标射击物进行摧毁 在第七发炮弹打出去后 师部下达的命令转变了一个方向 全军注意 我军东南方位正面部队开始败退 敌军步兵战车开始攻击 这意思是战况有变 他们要转换射击目标了 黄斧龙作为车长 即可下达命令 全员注意 炮筒 东南方位 凌王当即开始操作 将炮筒的方向转变 对准刚才布置了射击目标的小山头 这次 全体坦克的炮火变成了连发 不再是精准打击射击目标 变成了火力覆盖摧毁第一组上场 进行实弹训练的人 任务完成了 他们从坦克里出来 换下一批人上场 闻到他们到安全地带观看训练了 黄斧龙下来 连长立马鼓掌欢迎 黄斧老班长 不愧是你啊 刚才摧毁的所有目标点 都是你那辆坦克最先出炮弹 快速 精准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呀 黄斧龙笑了笑 欣慰地看向了凌王 我也不懒功劳 刚才多亏了凌王 快速确定瞄准目标物 不然不可能速度那么快 更不可能打得那么准 众人听到这话 瞬间安静了下来 呆呆地看向凌王 黄斧龙的话 吓到了他们 凌王一个新手 怎么可能比刚才上场的老兵 对目标物的定位还要快 这真的是一个 只学了一个月坦克的新人 可以做到的吗 黄斧龙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可他没有理由骗人啊 就在众人惊奇的时候 黄斧龙率先发声 打破了这片寂静 看你们一个个的样子 有什么好震惊的 凌王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 我的技术 你们还不不了解吗 而且凌王这小子学东西特别快 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训练成这个样子 不足为奇 第199章 偶遇陆航团 黄斧龙为了不让大家 对于凌王的优秀表现过于惊讶 生怕众人刨根问底 对凌王的身份起疑心 所以主动站出来 给凌王打掩护 凌王听到这话 忍不住嘴角偷偷勾起 他猜到了黄斧龙这样做的原因 黄斧龙这个老班长 是真的好啊 都省得他找理由应付别人了 众人听到了黄斧龙的话 虽然很难接受 可不得不接受 毕竟在坦克这一方面 黄斧龙是资历最深 技术最好 说话最有权威的 一众老兵对凌王赞不绝口 钦佩不已 凌王 之前你们班的人说你过目不忘 学东西特别快 我还不信 今天真让我大开眼界啊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有的人他就是有天赋 你学东西这么快 以后肯定是个全能兵 所有老兵 没有一个不由衷的佩服凌王 凌王是他们见过 所有兵中最牛的那个 甚至说 现在让凌王一个刚来部队 一个多月的军校生 做他们连长 他们也服气 谁让凌王太强了呢 同凌王一起过来实习的学员 一边鼓掌 一边骄傲地说 我们没有吹牛吧 班长都说 凌王学东西很快了 认识凌王这么久了 我就没有见过 凌王有不会的事情 所有事情 只要是凌王看过一遍 他绝对会 如果不会的话 那就是 这件事情本身有问题 凌王听到学员班的人 对他的评价越来越离谱 站出来回应 你看你们说的 感觉我都不是个人了 我就是学东西比较快也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离谱 正在说话间 突然轰的一声 震耳欲容的爆炸声传来 随之袭来的 还有阵阵声浪 以及爆炸 所带来的强大气流 第二场实弹射击训练的士兵 已经开始射击了 很快第三场 第四场实弹射击训练 也开始了 第五场实弹射击训练结束后 整个坦克射击便结束了 待最后一道命令执行完毕 众多坦克纷纷掉头 准备回去的时候 突然传来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 轰 轰 轰 在场的所有人都疑惑地 看向爆炸声传来的方向 那里有一支陆航团在训练 刚才爆炸声 就是他们的战斗机 炸毁目标物事传来的 众人看着远处盘旋在天空的战斗机 一会儿直入云霄 一会儿又俯冲地面 看到的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虽然这种事情 老兵遇到过不止一次两次 可还是忍不住被吸引注意力 学员们刚才见识到了 地表最强的战斗力 现在又见识到了 空军阴机长空的震撼场面 一个个都激动不行 王达虎 这次实习真是没白来 刘毅 真羡慕能去空军实习的人 这战斗机也太帅了吧 吴雄呛声道 羡慕个屁啊 去空军实习都是搞后勤 根本不可能让咱们接触到战斗机 飞机和坦克不一样 出一点点的小问题 都有可能击毁人亡 王达虎立马对回去 就你懂得多 快闭嘴吧你 众人观看了一会儿 空军实弹轰炸训练 便被组织进行接下来的训练 凌望他们这三个装甲连 则是被组织起来去打扫训练场地 刚才轰炸过的地方 会有残留很多弹片 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弹片清理回去 刚才轰炸过的地方 空气中残留着很重的火药味 那片地方踩在脚下 暖乎乎的 可见刚才炮弹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这才仅仅只是轰炸过后的情况 如果在真正的战场上 人遇到这样的炮弹攻击 那结果得有多残酷 可想而知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击范围之内 这句话可不是空穴来风 黄斧龙带着他的两个班的人安排道 一个老兵搭配一个军校实习的学员 学员负责寻找 发现弹片不要碰 让老兵来清理 这样安排 完全是因为 学员没有清理战场的经验 黄斧龙担心 他们会一不小心受伤 王打虎看着收集起来的碎片 感慨道 怪不得每年的军费都是上万亿 就这小小的实弹射击训练得花费多少钱啊 就这碎铁片都能卖不少废铁 怪不得要安排咱们打扫战场呢 这全是钱啊 凌旺听到王打虎分析的原因 忍不住笑出了声 打虎 你这里都骗到姥姥家了 既然咱们会弄这声势浩大的训练 就不会在乎这点蛋片卖废铁的钱 打扫战场 是担心咱们训练结束后 有群众过来捡蛋片 发生危险 还有就是 咱们不能每次训练 都留下一堆垃圾在这里啊 王打虎听了凌旺分析出的真正理由 一点都不信 依旧对自己的偏离深信不疑 俺还是觉得 俺说的对 并且感慨道 做个军事强国 这军费就是费钱 单说咱们这出来训练一次 打这么多的炮弹 就得花多钱啊 凌旺耐心的回复道 这次打的炮弹 估计是快要淘汰的一批 正好拉出来 让咱们训练用了 再者说了 现在训练的时候 舍不得投入 难不成要战败了 当成赔偿款 都送给别人吗 王打虎听了这话 恍然大悟 郑重地点头 回答道 你说的没错 咱们能做到的 就是好好训练 不让这些炮弹白打了 别让这么多军费 白白浪费了 一天辛苦的训练 就这样结束了 四日 一大早 整个师的人便集合起来 准备训练 这次的训练内容 有些不一样 师长站在整个队伍面前讲话 同志们 昨天我想 你们也看到了 在附近有一支 实弹训练的陆航团 昨天晚上 咱们两支部队 临时决定 一起举办一场训练 那就是训练空降坦克 以及空地联合实弹训练演练 其中的坦克空降 咱们准备 要空降三辆坦克 坦克里乘坐三位战士 分别是车长 炮手 驾驶员 你们看你们三个装甲连里 怎么样安排一下 配合训练的人员 第二百章 凌旺主动证明自己 其他两个装甲连的人 都是派经验丰富的老兵上场 最终抓究决定谁上 空降坦克这一训练 还正在训练 有很大的未知性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上 叶老虎装甲连这边 黄斧龙主动站了出来 报告 连长 我是咱们连队经验 最丰富的一个老兵 我上场 连长佩服的点头 辛苦黄斧班长了 只是你要想好 这个任务难度虽然一般 可咱们从未训练过 会发生很多未知的情况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完 又转头 看向连队众人 继续说道 现在还需要上场一位驾驶员和炮手 咱们连队里 四年以上的兵都站出来 抓就决定谁上场 众人 是 报告 在众人回答完事后 突然传来了一声报告声 大家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过去 那个人是凌望 连长震了一下 开口道 凌望 你有什么话要说 凌望 连长 我想申请作为驾驶员 去参加空降坦克训练 众人眼中危险的任务 在凌望心目中 却是大好的机会 空降坦克 这是正在研究的训练项目 还没有在全军推广开来 没想到 竟然让他给遇上了 他必须得尝试一下 丰富一下这一世的军旅经历 众人 凌望疯了吧 空降坦克这一训练 在国际上才出现没有多久 还有很多的未知性 很多老兵都不愿意上场 毕竟坦克空降 是不受他们控制的 危险系数很高 凌望一个过来实习的军校生 竟然主动提出要上场 他脑子没有问题吧 王打虎在凌望身边小声地说着 凌望 回来 别去 留意 老兵都不愿意上 能是什么好事情 别去 皇甫龙惊奇地看着凌望 心中感慨道 不愧是国家秘密培养的人才 这种危险训练 竟然敢主动提出上场 连长皱着眉头看向凌望 这个凌望啊 还真是池才傲武 他以为自己坦克开得好 就什么都没问题了 空降坦克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 必须得是经验丰富的老兵 去才行 连长直接拒绝 不行 凌望继续打报告 报告 我申请参加空降坦克训练 连长再次否定 不行 凌望 请连长给我一个理由 连长看到凌望还和他杠上了 黑着脸来到凌望面前 大声训斥道 必须得是老兵才能上 如果一旦出现问题 他们对坦克更了解 活下来的几率也更大 凌望 报告 我对坦克也很了解 连长被凌望对的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后憋出来一句 你是军校过来实习的 出了事情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如果派你上去 我会被师长骂死 凌望并没有因此打退堂鼓 反而更加大声地喊 那我可以自己去向师长申请 连长这下被凌望气得不行 气得他都想要动手了 指着凌望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最后憋出来一句 要去就去 老子管不了你了 简直无法无天 凌望 是 他话音落下 便从队列里出来 小跑着去找师长 众人看到这一幕 被吓得不轻 凌望这是怎么了 一向成熟稳重的他 怎么好好的和连长吵了起来 而且他听不出 刚才连长说的是气话 不是真的让他去找师长吗 王达虎和刘毅两个人 非常了解凌望 并没有别人脸上的疑惑 他们知道 虽然凌望平时表现的脾气很温和 也非常的谦虚 注重照顾别人 看起来很好说话 其实他那里是个非常执拗的人 他想要做的事 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凌望实在是不想错过 这次空降坦克的训练机会 凌望来到师长面前 敬礼大声喊道 报告 师长正在和其他首长说话 看到突然跑过来的凌望 注意到了他肩膀上扛着军校声的一道杠军弦 疑惑地问 你有什么事 凌望 报告 我想申请参加坦克空降训练 连长说他不敢派我上 怕出现危险 所以 我专门来向您申请 众多首长听到凌望的话 面面相去 更加疑惑了起来 师长笑着 和蔼地回答 空降坦克训练很危险 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兵配合训练 你们连长不让你上 也是正常的事情 你还专门因为这件事情 找到我这里来 难道说 你觉得自己的技术水平和老兵一样好 凌望 报告 和老兵不差上下 而且 我在军校拿过一等功和二等功 在和地方部队联合演习的时候 又成功斩首敌方首长 这些经历 让我对自己面对危险的反应力非常有信心 相信自己可以轻松应对危险情况 而且 我愿意签订生死协议 绝对不给部队添麻烦 凌望为了给自己争取机会 所以他一改往常谦虚的模样 把自己的事迹简单说了两个 众多首长 听到凌望的这番话 都被惊到了 一个军校生 竟然能拿到一等功 师长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疑惑地问 你确定你拿了一等功 凌望 确定 想必你不敢在我面前撒谎 师长想了一下 慎重地说道 可即使是这样 你也不能参加空降坦克训练 除非你能证明自己的坦克驾驶技术 比老兵还要好 凌望 我可以 他听到这话 松了一口气 这下总算是争取到了机会 师长则是一副吃别的模样 凌望的回答 出乎他的意料 一个军校生才来部队实习一个多月 开坦克的技术 怎么能比得上老兵 他以为刚才那句话会劝退凌望 没想到凌望借着台阶 直接往上杠师长这下没话可说了 只好说道 既然你这样说了 那就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他说完便命令人 从运输坦克的大型运输车上 卸下一辆坦克 让凌望证明一下自己 凌望在全师战士疑惑的目光下 进入了坦克驾驶舱 第201章 小楼一手 震惊众人 叶老虎装甲连的老兵 看到凌望这个样子 心中既震惊又期待 他们震惊的是 凌望一个新手 就算是技术再好 可终归是缺乏经验 竟然敢这样和连长叫板 而且还那么自信的 在师长面前提出 要证明自己 同时 他们也在期待着凌望的惊人表现 毕竟从一开始 凌望的表现 一直出乎众人的意料 连长一脸猛逼的看着凌望 心道 我刚才就是想要劝退他 凌望这小子 怎么真的直接去找师长了 而且还要在师长面前证明自己 黄斧龙看到这一幕 下意识地看了 远远处的众多首长 想着等会众多首长 肯定会好奇 凌望坦克驾驶 怎么这么熟练 到时候 就该自己出马 替凌望解释 帮凌望瞒住 他是组织秘密培养的人这件事 黄斧龙想到这里 内心一股自豪感 油然而生 自己也算是替组织护住人才了 实习的学员班 他们一个个高兴地看着凌望 他们在等着凌望给全尸的人证明 军校生不是手不能提 肩不能扛的秀才 凌望进入坦克驾驶舱 前方的空地 已经提前有人 给他准备好了比赛道路 用许多的碎石头 摆成了一段蜿蜒的S型道路 每个拐弯处放了几个矿泉水瓶 还插了几根树枝 这是坦克比赛最常用的障碍路段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终点 并且不能将矿泉水瓶和树枝碰到 这需要驾驶员有非常好的车感 不过这对于现在拥有 高级装甲车驾驶技术的凌望 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提前将路线看过一遍 他闭着眼睛都能成功通过 凌望通过前望进 简单观察了一下外边的路段 便踩下油门操纵操纵杆 驾驶着坦克前进 坦克在众人的注视下 驶入弯道线路 按照往常来说 坦克到了拐弯处都会放慢速度 小心地通过 生怕会碰到障碍物 可被凌望驾驶的坦克 速度不仅没有慢下来 似乎还变快了些 就像是汽车模型比赛一般 在赛道内横冲直撞 这让所有观看的人 都紧张地下意识平住呼吸 生怕坦克一不小心 撞到障碍物 片刻的功夫 凌望便驾驶着坦克 成功通过弯道障碍 现场瞬间响起掌声 没有一个人不佩服凌望 老兵都不一定能有凌望这技术 别人是开坦克 凌望这和开遥控小汽车差不多 这技术 真不是勤家练习就能练成的 连长刚才都看呆了 还敢亲自去找市长 这下搞得我在市长面前好尴尬 他愣了半个喘息间的功夫 便开心的和众人一样 给凌望热烈的鼓掌 他开心的眉飞色舞 骄傲的大声喊 凌望好样的 真给叶老虎装甲连真光 无雄无意间听到他这句话 忍不住偷偷翻了一个白眼 小声嘟囔道 刚才你还讯凌望 说凌望是个军校生 现在就成了你叶老虎的人了 翻脸比翻书还快 真尼玛恶心 无雄嘟囔完 眼睛震惊的瞪大 我现在怎么总是 替我最讨厌的凌望说话 我这是在坟地睡了一晚 中邪了吗 市长和众多首长 一边鼓掌 一边夸赞道 真是年少有为啊 没想到这个实习的军校学员 坦克开得这么好 怪不得这小子 刚才赶快找我说 是他有高傲的资本啊 其他首长纷纷附和 是啊 是啊 咱们华夏军人 一代比一代强 不输先烈 一个军校生 竟然坦克开得这么好 想必他的专业 凌望轻轻松松通过的障碍路段 内心无奈的感慨 市长他们终究还是小瞧我 竟然拿这么简单的项目考验我 既然他们不设置难的项目 那我就自己展示一下 让他们看看 我究竟能不能胜任空降坦克的训练 凌望驾驶着坦克 缓缓使力终点 众人都以为他这是要将坦克开回原点 下一秒 坦克便在众人的注视下 快速驶向远方的空地 只见坦克快速的左转右转 完成了两个漂亮的漂移 他周围震起高高的尘土 凌望完成了一个极其漂亮的蝶形移位 可以完成蝶形移位 那就说明在坦克驾驶这一方面 他已经达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黄斧龙看到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出来 没想到凌望这小子的技术比我还好 我这驾驶水平 是在部队待了十几年才练出来的 他年纪轻轻 怎么这么会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他在心中默默感慨着 不愧是组织秘密培养的人 这学习天赋就是好 年纪轻轻 坦克驾驶技术竟然这么好 凌望完成展示后 将坦克开回原点 从驾驶舱内出来 众人的掌声更加热烈了起来 师长笑着朝凌望走了过去 其他首长跟在师长身后 一起走向了凌望 师长极其欣慰地地看着凌望 用和蔼又爽朗的声音问道 这位小同志 你是哪个学校的 叫什么名字 凌望 报告 我是陆军指挥学校 凌望 师长点头 嗯 不愧是陆子出来的人 确实有实力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设 有关坦克驾驶的专业 没想到 短短的时间 竟然能培养出你这么优秀的驾驶员 凌望听到这话 明白师长这是看到 自己坦克驾驶技术太好 误以为他在学校学过 报告 我们学校没有开设这个专业 我是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的学员 驾驶坦克 是我来这里学到的 师长 众多首长 这群首长听到凌望的回答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脸上全是不解的表情 这个叫凌望的学员 才来部队实习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怎么可能练出这身本领 他这是把我们都当成傻子哄了吗 第202章 空降坦克 凌望知道刚才的回答 难以让别人信服 不等师长追问 他便主动回答 非常荣幸遇到优秀老兵 黄斧龙班长 在他的耐心教导下 我的坦克驾驶技术突飞猛进 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 让我练就了非常好的驾驶技术 昨天黄斧龙友替凌望打圆场 解释他的坦克驾驶技术 为什么这么好 所以这次他主动提到了黄斧龙班长 想着再让他替自己解释一回 师长听到这话后 立马命令警卫员 你去把黄斧龙给我叫过来 警卫员 是 黄斧龙是整个市里有名的四级军事长 警卫员认识他 所以直接找到了黄斧龙 黄斧龙来到师长面前敬礼 报告 师长见他过来 直接问道 黄斧龙 这一个月来 凌望的训练情况怎么样 师长没有直接问 而是在拐弯抹角的谈话 刚才黄斧龙早就想到了这件事 所以他提前在心里 想好了替凌望打掩护的词 他要帮组织隐藏好凌望 这个秘密培养的人才 报告 凌望学习能力很快 我见证了 他从刚接触坦克 什么都不懂 到熟悉了坦克的操作 再到他坦克驾驶技术训练的 如火纯青的整个过程 他是我见过 学习能力最强的一个兵 师长本来是不相信凌望的话 可黄斧龙都这么说了 他就算不相信 也无话可说了 只好无奈地点头道 凌望的学习能力 着实让我吃惊 咱们军队真是江山带有财人出 既然凌望证明了自己 那我也就没有不同意 他参加空降坦克训练的理由了 凌望 你下去准备吧 黄斧龙 你也跟着一起回去吧 凌望 是 黄斧龙 是 他们两个敬礼后 转身一千一后地离开 师长和众多首长 还在不停地赞叹凌望 待凌望走远后 师长看着凌望的眼神 变得深邃起来 小声安排警卫员 你下去给我找一下凌望的相关资料 警卫员 是 一个军校生竟然能拿一等功 实属罕见 而且他没有过坦克驾驶训练经历 竟然在一个月内能 把坦克驾驶技术练得这么好 这让师长不得不起一心 师长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狐狸 没有连队里的那群人好糊弄 参加坦克空降训练的九位人员挑选出来后 他们便在专人的带领下去 驾驶着坦克前方陆航团所在的营地 陆航团的人一伙人在给坦克安装特制的降落伞 另一伙人则是在对九位坦克兵进行空降训练 安排和讲解着有关空降的事宜 一位陆航团的工作人员看到凌望肩膀上的军衔 忍不住吐槽 怎么派一个军校实习的学员过来 凌望笑了笑 调侃道 既然能派我过来 那就是我能胜任这份任务 咱们继续说有关空降的事情吧 陆航团工作人员 空降的过程中 坦克会因为风力 不同高度高空的空气阻力的不同影响 而发生晃动 严重时会发生侧翻 这种情况在降落时非常危险 这一点就需要你们坦克兵来解决了 在降落时还会 凌望听了工作人员讲解的 可能会出现状况的几种情况 脑海中甲设想了一下各种情况 并且想出解决方法 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 空降时坦克可能会侧翻 咱们可以根据调整炮筒的方位 以及发动坦克 让坦克履带转向等等 向侧翻的那一方增加重量 第二个可能出现的问题 咱们在驾驶舱内一定要填充气囊 避免受伤 还要 凌望在说着自己的看法 其他八位老兵认真地聆听着 待凌望说完后 他们不约而同地响起了掌声 其中一位老兵看着黄斧龙感慨道 黄斧班长 你这兵是怎么带的 他真是懂坦克啊 黄斧龙咧嘴大笑 这叫青出于兰儿胜于兰 无师自通 说实话 凌望提出的这些观点 我也没有想到 咱们就按照他说的办 众人商讨出 关于坦克空降时出现各种情况的解决方法后 做了一些训练 真正准备空降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 三辆坦克被三架大型战斗机牵引着上了高空 在地面上的所有人都仰着头 目不转睛地看着 战斗机来到了指定地点后 将第一辆坦克放下 几十吨重的坦克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 快速下坠 地面上观看的众人瞬间紧张了起来 这辆坦克是凌望和黄斧龙所在的那辆坦克 坦克在下坠的瞬间 由于惯性的作用 他们下降的速度没有坦克快 所以相对于坦克座椅来说 身子相对向上猛冲了一下 好在他们都系着安全带 立马又被安全地拉回到了座位上 凌望面色镇定自若 注意力高度紧张 时时刻刻在感觉着坦克的情况 以便出现危险情况的时候 可以及时做出反应 黄斧龙虽然也非常镇定 但和凌望比起来 还是多了一些紧张 空降坦克可和自己跳伞空降不一样 自己跳伞最起码 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身体动作 空降坦克 坦克可不一定替你使唤 在陆地上 这个大家伙就不好操控 更何况空降的时候 达到了指定的空降高度 坦克内的陆航团安装的仪器 发出警报提示声 滴 滴 滴 凌望 黄斧龙 还有炮手 同时按下手中的降落伞操控按钮 降落伞成功打开 紧接着 他们便很明显地感觉到 下坠的速度慢了下来 陆航团的人 为了避免因为坦克内人员的操作失误 造成的降落伞没能成功打开 所以给三个人 每个人的手边都安装了一个遥控按钮 黄斧龙和炮手二人 这下松了口气 降落伞成功打开 坦克空降就成功了一半 凌望却没有一丝放松 依旧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坦克的情况 突然 他们的身子随着坦克一起朝左侧方位倾斜 坦克空降出现了问题 第203章 野外助训结束 坦克倾斜 不会对空降过程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可是在降落的时候 很有可能出现危险 驾驶舱内人员可能会受伤 坦克也很有可能受损 凌望当即开始操纵操纵杆 使得坦克炮筒快速转动 同时也使履带开始转动 整个坦克开始掉头 空中降落时 本就笨重的坦克更加难以控制 凌望不断地调整操纵 手上动作速度极快 让在一旁 想要帮忙控制的黄斧龙 都没有下手帮忙的机会 不过有凌望在 也根本不需要黄斧龙帮忙操控 很快 坦克便转回了正位 众人的身体也随着坦克 不再倒向一方 也松了一口气 坦克在众人的注视下 缓缓降落 成功落地 在远处 后着的陆航团的人 以及装甲联的人 立马过去查看 装甲联的人将坦克舱门打开 把凌望他们 一众参与空降训练的坦克兵给拉出来 他们被坦克驾驶舱内 准备好的皮囊包裹着 所有人都安全落地 凌望他们九个参与空降的人 坐在一旁休息 其余的工作人员 开始检查坦克的状况 坦克一切正常 空降成功 这一声传来的时候 周围所有人都开始鼓掌 开心地庆祝 坦克空降成功 凌望则是面部从容 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沉稳 和周围人的状态格格不入 黄斧龙发现了他的异样 问道 凌望 你怎么了 凌望缓缓回答道 咱们的空降并不成功 黄斧龙 他听到这话 异常震惊 扭头看着不远处的三辆空降坦克 疑惑地问 这不是挺成功的吗 凌望 空降坦克的目的是 深入敌人内部 深入敌后方 对敌方重要军事要地 造成毁灭式的打击 咱们刚才是安全降落了 可问题是 咱们刚才被气囊包裹得太严实 甚至都丧失了行动力 还是别人打开驾驶舱舱门 把咱们拉出来的 咱们这样 根本无法及时展开攻击 这可给敌人投送大礼包 有神区别 黄斧龙听了这话 恍然大悟 听你这么一说 咱们这空降确实有问题 他看着凌望的眼神 也越发地佩服起来 不愧是组织选中 秘密培养的人才 这对问题分析和思考 果然要比常人独到 凌望继续说道 等大家都高兴一会儿 我去找陆航团的人 把刚才的问题提出来 班长 你等会做好 和我再次空降的准备 黄斧龙 没问题 凌望看大家伙都高兴得差不多了 准备收拾场地回去的时候 他把刚才的观点再次提出来 又重新和黄斧龙以及炮手 进行了两次坦克空降训练 最终找到了最合适的 气囊填充方式 和气囊的充气程度 陆航团的人也因此 对凌望刮目相看 这次野外驻地训练 圆满成功 不仅是学员们 见识了先进的武器 进步很大 庄甲旅和陆航团的人 也收获颇风 在凌望的帮助下 他们分别收集了 对自己有用的空降数据 在回部队的路上 凌望他们遇到了大雨 路上被雨淋的 他们一群人惨兮兮的哀嚎着 带回到部队 洗了一个热水澡后 从澡堂出来 一个个便开始高兴 下雨就是好 凉快 一下雨 咱们好多摩人训练都搞不成了 要是隔一天下一天就好了 祈祷明天继续下雨 就算是训练 最起码也能凉快一些 上天仿佛听到了他们的祈祷一般 这雨连下好几天 就没有停过 这天下训后 学员们看着窗外的雨 有人感慨道 这老天爷就是好 咱们说啥都听 这雨一下起来就没完了 王打虎看着窗外的雨 脸上有着淡淡的忧伤 失落的开口道 雨虽然好 可也得适可而止 吓得太多了 就算不发生洪涝灾害 庄稼受不了 家禽也受不了 还好俺家那里没有这样一直吓 不然俺家养的猪会得病的 刘一听到这话 疑惑的问 猪好好的 为什么得病 他们在猪圈又不淋雨 王打虎 你别觉得猪皮实耐操 其实比咱们金贵多了 如果猪圈过于潮湿 吃的猪食料受潮了 他们都会得病 可难伺候了 小猪听到王打虎的这番话 脑海中自动浮现了一位 家庭贫困 卖了家里一头猪 才能上的起学的困难同学 好心的提醒王打虎 打虎 咱们快要申请助学金了 如果家庭困难的话 你可以申请助学金 好像进步奖学金 家庭困难也可以申请 刘一听到这话 直嚷嚷 快拉倒吧 你别看王打虎一副穷酸样 其实人家真实的身份 是养猪场的太子爷 家里有几千头猪 有钱着呢 就在他们打闹的时候 楼下突然传来 紧急集合的哨声 众人立马紧张起来 准备收拾装备下去 紧接着 一道急促的命令声传来 二十一师 虎牙连 紫光连集合 众人停下手中的动作 纷纷去宿舍外的走廊查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夜色中 只见两支连队 全部都身皮羽衣 脚上穿着水鞋集合 清点人数后 便被人带走 学员们很是好奇 这群人是要去做什么 这是有什么任务了吗 还是这两个变态连长 要让他们顶着雨 进行特殊训练 这大晚上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了 凌望 去抗洪 黄斧龙 去抗洪 他们两个同时回答道 众人纷纷惊奇地 回头看向他们两个 凌望和黄斧龙也因此 互相对视 黄斧龙看着凌望 疑惑地问 你怎么知道 是去抗洪 凌望 刚才看天气预报 咱们附近有个市 遭遇到了连续几日的强降雨 所以我猜到是去抗洪 黄斧龙佩服地 给凌望鼓了几下掌 欣慰地说 你这洞察力 不去做特工 真是可惜了 凌望搭话道 班长 你不是也猜到了吗 你这是在自己夸自己啊 黄斧龙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 咱们两个能比吗 第204章 抗洪救灾 我多大 你多大 我在部队待了多少年 你在部队待了多少年 凌望 说实话 你这个样子 总让我感觉 我再不对这么多年白待了 凌望皮笑若不笑地 客套笑了一下 班长 你快别捧杀我了 他现在笑不出来 心情很是严重 因为看到天气预报说 在未来一个星期 会有台风强势登陆 台风会带来强降雨 虽然受到洪灾的城市 不在海边 但距离也不远 不知道台风 会不会继续加重 那里的降雨量 凌望内心期望 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很快 在部队实习的日子便结束 学员们也到了返校时间 这天中午 吹士班专门给他们准备了饺子 有种说法叫做 上车饺子下车面 凌望他们实习返回学校 学校食堂专门给他们 准备了热腾腾的面 次日 紧急集合的哨声便响起 所有人和部队的老兵一样 身披黑色雨衣 穿着水靴集合 王志尚和他们同样的装扮 大声命令道 有三个是发生了特大洪灾 现在特命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 前去救灾 你们所有人 现在去训练场集合 乘坐运输车前往 众人 是 王志尚下达完命令后 便带领着众人出发 凌望面色变得尤其沉重 他似乎已经预想到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情况 他前世也遇到过一次 百姓流离失所 战友因劳成疾 猝死了几个 还有两个被洪水带走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而且 这次大概率比他前世遭遇到的洪灾 还要紧急严重 一般来说 无论出现什么紧急任务 都是老兵先上 新兵随后 之后才看情况 派他们军校的学员去 派他们军校生救灾 那就说明 现在灾情很紧急 排列着许许多多的运输车 他们一字等车 每辆车除了运输学员 还会尽量放一些铁锹 绳索 冲击艇等等救灾物资 前往灾区的路上 学员们脸上的表情 一个比一个严肃 这次任务 是他们入校以来 真正意义上的任务 这一次 他们才真正明白了 身上这身军装的重量 他承托着人民的重望 对于灾民来说 看见华夏军装 那就预示着希望的到来 路上非常颠簸 就像是他们现在的心情一般 紧张地担心着前线的事情 林旺所在的中队到了灾区 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他们接到的任务是 去中游地区 帮助转移 已经遭受到洪涝灾害的村民 林旺他们乘坐着运输车 一路上遇到了 从下游转移来的灾民 有的乘坐着部队的运输车 有的拖家带口地坐在拖拉机上 还有人赶着自己的羊群转移 王打虎透过运输车后车厢门口 看到了一群羊 心里揪得慌 扭过头来 不忍心再去看 他家是养猪的 更能体会到养育家禽的不义 这群羊还算是好的 最起码还能被转移上来 更多的猪 鸡 羊 是无法转移的 养殖的农民 一两年的心血到头来 全部打了水漂 林旺看到王打虎难受的模样 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别难过 这里就是战场 咱们的敌人就是洪水 咱们没有时间难过 就算眼看着我死了 你下一秒也必须投入战斗 在战场上多愁善感 只会让更多悲剧发生 王打虎听了这话 郑重地点头 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 林旺仿佛是他的定海神针一般 只要林旺说的 他全部都听 突然间 运输车停了下来 车厢内的 所有人都在惯性的作用下 身子猛地往前倾斜 他们瞬间打起精神 以为目的地到了 谁知 下车后看到的是一条大河 滔滔洪水 急速流汤的大河 他们前边没有了去路 王之上当即下达命令 前边唯一可以前往救援村庄的桥 被冲毁了 你们中间处一两个水性好的 拖着绳子游往对岸 牵两条绳子过去 一声令下 中队里好几个水性好的人 都主动站出来 报告 报告 王之上命令道 林旺 吴雄 你们两个身上系着绳子 把绳子牵到对岸 林旺和吴雄这两个死对头 第一次一口同声地说出 是 他们两个当即开始行动 王之上继续命令道 其他人在腰间系好绳索 准备渡河 林旺和吴雄 是中队里水性最好的人 他们两个在 湍急的河流中 一前一后的成功到达河对岸 并且把牵过去的绳索 固定在河对岸最粗的大树上 林旺担心 大树承受能力不够 又和吴雄两个人 搬了一堆大石头 去固定绳索 林旺体能好的惊人 三百多斤的巨石 徒手轻轻松松就给搬了起来 吴雄这一方面 比起林旺来说差得远 他咬着后槽牙 愤愤地说 老子回去 一定要好好练体能 他第一次说出这种话的出发点 不是想要和林旺一较高下 是真心地想要提升自己 因为他深切体会到了 体能好事真的可以救命 绳索固定好后 学员们开始挨个渡河 前往村庄救援 在他们到达村庄的时候 村长已经在村口眺望了好久 看到穿着军装的人来了 他激动地跑向他们 村长双手拉着王志上的手 激动地泪眼婆娑 你们可算是来了 他是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 有泪不轻弹 但是看到穿着华夏军装的人 他实在是忍不住 这是来救他们的人 是他们活着的希望 王志上紧张地说 村长 快带我们去转移村民 迟缓不得 村长连忙点头道 好好 跟我来 因为发洪水 我把村民都集结到了村里一处高地 把他们喊下来就是了 村长带着凌望他们 来到了村民聚集的地方 村民看到穿军装的人来了 一个个都激动了起来 有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了眼泪 他们有活路了 第205章 搭建人桥 王志上问村长 村长 你得找出十个人 带着我们在村里 挨家挨户地搜查一遍 以确保所有人都能成功撤离 村长非常的痛快 立马找了九个人中年男人 配合王志上 王志上看向众多学员 命令道 你们几个 带着村民前往河边 一个都都不能落下 剩下的人分成十组 跟着老乡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搜索 不能落下一个人 众人 是 学员们跟着老乡 一起去村里找人 村里低洼的地方 水位已经有十厘米高了 这个水位在难以排水的城市 不算大问题 可在农村 就是天大的问题 农村地形 天然的排水快 积水这么高 如果还不断下雨 离淹死人就不远了 老乡在前边领路 并且不停地大喊 还有没有人 咱们的军人来救援了 他们带着 咱们一起撤离 还有没有人 学员们在老乡身后跟着 和老乡一起有序地喊话 王志上带着凌望他们班的几个人 在村长的带领下 挨家挨户的找人村长 乡亲们 咱们的部队来救咱们了 谁还在家里 快点出来 快点跟着大部队一起撤离 能活命 突然间 一个破院子里 传来了狗急切的叫声 王 王 王 众人立马警惕了起来 还有人在 凌望立马说道 狗是很有灵性的东西 遇到灾情 他知道跟着人一起跑 这家有狗 里边肯定有人 他说完这句话 不等王志上命令 禁止走向破落院子的木门 直接一脚踹开门 哐当 剩下的人 跟着一起走进院子 村长呗了一声 也跟着一起走进院子 念叨着 瞎老太太 怎么还在家里 凌望来到院子里 狗叫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急 汪汪汪 凌望 凌望听到狗发出 阵阵之无的声音 这是有人在捏狗的嘴 不让他叫 凌望来到狗叫声 传来的房前 一脚将门踹开 哐当 里边的床中央 坐着一个老太太 床上还有一只小狗 和一只半大的小猪陪着他 老太太眼珠子像是蒙了层沙 模糊不清 她听到有人进来 不是立马看过去 而是把耳朵往门那边伸 很明显 她是个盲人 盲老太太激动地大喊 你们走 我不走 我要守住我的家 你们走 凌望走过去 紧张地说 奶奶 我来救你了 我背着你离开这里 盲老太太并不领情 甚至挥手打凌望 你走 你快走 现在情况紧急 凌望顾不得那么多 就算盲老太太和他动手 他也必须把人扛走 凌望一边拉扯着盲老太太 要背着他离开 一边大声严肃地说 我们既然来了 就不可能不管你 你这个样子 只会当到逃离的时间 害我们一起给你陪葬 盲老太太听到这话 瞬间安静了下来 整个人哽咽了起来 眼泪止不住地 从他那什么也看不到的眼睛中流出 凌望借机 把自己的雨衣给老太太穿上 快速地将老太太背起 带出房间 王打虎抱着老太太的狗 把他塞到刘依怀里 他开始赶着猪下床 喽喽喽 他们就这样 继续在村里寻找着 没有转移的人 盲老太太一路上 眼泪止不住地落下 抽屉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小伙子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值得你们救 你们应该放下我 赶快去逃命 我早就活够了 我老婆子 儿子孙子都没了 现在只有一条狗 一只猪 这次发洪水 他们肯定活不成 这样的话 我也活不下去了 凌望温柔地说 人就没有活够的时候 像你这种老人 就应该好好活着 活得越久 越能给村子里添福 无论你是老室幼 是男还是女 是健康 还是残疾 既然我们披上了 这身军装 我们就不会放弃你 刘依跟着搭话 老太太 你放心吧 你的狗和猪 我们都给你带着呢 他说着 还将怀里的小狗 抖了几下 让狗发出一点叫声 整个村长巡查完毕后 中队的所有人 和带路的老乡 在村口集合 他们会合后 一起前往河边 来到河边 村长看着 湍流急促的大河 着急的的不行 这下可怎么办 如果从其他路撤离 还没等离开 洪水就来了 其他村民 虽然没有说出来 可一点都不比村长少着急 王之上当即下令 吴兄 你在往河对岸 牵一条绳子 剩下的人 趴在绳子上搭人桥 众人 是 学员们一个又一个的下河 挨个趴在绳子上 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确保他们所有人 可以铺满整颗绳子 又不至于将老乡掉进河里 凌王将老太太放在安全的地方 趴在紧挨着岸边的位置 他这不是怕死 不敢往河深处走 他这是方便 最后扛着老太太过河 忙老太太看不到 很容易踩空掉进河里 只有扛着她过河才行 众多乡亲看到这一幕 哭的人更多了 这次他们留下的是 感动的泪水 村长大声喊 除了十岁以下的孩子 可以走路过去 剩下的人都爬着过去 尽量不要踩着咱们的军人 乡亲都不约儿童地 遵守这个规定 凌王他们用自己的肉身 给众人铺了一条逃生的路 众多乡亲也以温柔回报他们 凌王他们趴在绳子上 不断地有人从他们身上经过 绳子勒得他们生疼 众人还在咬牙坚持着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们领取的津贴 根本不足以让人这样付出 可众人却没有一丝的怨言 因为披上军装 这就是他们该做的 华夏军人 一直以为人民奉献为荣 这是当今世界上 唯一一支这样做的军队 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军队 村里一千多号人 每上一个人 隔一定的距离才会上下一个人 这样可以避免搭人瞧的人 身上承重太多受不了 第206章 痛打小偷 时间过去了很久 直到深夜 村民才全部渡河 中队里的学员 这才从绳子上下来 开始渡河 林旺重新返回去 让盲老太太坐在自己的肩膀上 自己扛着他过河 刘逸和王打虎也返回去 一个人扛着狗 一个人扛着猪 拉着绳索过河 这可是盲老太太的命根子 他们能救就得救 村民全部渡河后 王之上命令到 最老的老人 和最小的孩子 坐运输车离开 剩下的人一起赶路 所有学员 围在村民的外围 以确保村民的安全 避免他们掉队 众人 是 华夏的军人 一直都是这样 把安全留给他们要保护的人 把危险留给自己 在天色灰蒙蒙亮的时候 林旺他们 终于把村民成功护送到了 后方安全地带 村民们都累得坐在地上 聚成了一堆 林旺他们一众学员 紧挨着村民 互相依偎着睡觉 林旺从系统中兑换了一瓶身体修复液使用 现在精神非常好 现在出现了灾情 灾民中人员混乱 很容易让坏人打起坏心思 他得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尽量守护好灾民 忽然间 他发现了一个长得肥头大耳 非常油腻的中年男人 那双透露着精明的双眼 在不停地打量着周围 一看这小子 就一肚子坏水 林旺偷偷注意着那人 在那人偷偷拉着一个睡着的妇女胳膊 把金手镯偷偷摘下来的那一刻 突然出现了一双大手 抓住了他拿着脏物的手 啊 小偷吃痛 大声喊了出来 周围睡着的人瞬间惊醒 紧张地看着林旺和小偷 林旺冷声道 你在做什么 小偷因为手吃痛 弯曲着身子 嘴硬道 我看到这位大姐的手镯掉地上了 我好心捡起来还给他 你这是做什么 你想要打我吗 小偷泛着精明的眼睛 突然亮了起来 大喊着 当兵的打人了 当兵的欺负老百姓了 当兵的 这不是来救咱们 是借着救灾的机会 来抢咱们的金银珠宝来了 军人瞒着生命危险 千辛万苦地来救灾 这种人竟然还在诬陷军人 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有这种人渣出现 林旺被诬陷 没有着急解释 反而抓着小偷的那只手 越发地用力 我打人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人了 小偷手现在疼得不行 手仿佛快要被捏碎了一般 整张脸拧到了一起 直喊 疼 疼 疼 林旺并没有因此减轻力道 看向一旁猛逼的大婶 开口道 大婶 你看你是不是丢了金手镯 正在猛逼的大婶 听到这话 立马去检查自己的手腕 惊讶地喊了出来 我的金手镯丢了 林旺扭着小偷 抓着金手镯的手 面向大婶 再次问道 是不是这一只 大婶立马高兴地说 是这只 这个挨牵刀的小贼 这种时候竟然还偷东西 老娘打死你 啪 啪 大婶气得狂扇小偷耳光 小偷被揪出来 林旺便松手不管了 接下来 群众会教小偷如何做人 小偷被打 很不服气地继续狡辩 我不是小偷 我和刚才那个当兵的有仇 他故意诬陷我 我看到那个当兵的偷东西了 所以他就贼喊抓贼 诬陷我 小偷到了这种地步 还想着为自己辩解 往林旺身上泼脏水 谁知换来了一顿更严重的毒打 就连一旁拿着拐杖的老头 都气得要过去同小偷两拐杖 嘴里还阵阵有词 人家部队的人是来救灾 救咱们的 你个没良心 现在竟然冤枉咱们的大安人 十八倍祖宗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 其他年轻人更是气不过 对着小偷又砸拳头 又是一阵佛山无影角伺候 小偷被打得 趴在地上惨兮兮地喊着 最后众人不打了 小偷也没有了继续喊的力气 有正义的群众把小偷给架起来 说不能便宜了他 要把他送去警局 这个时候 一个美雅老太太走了过来 朝着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小偷 往他脸上狠狠吐了一口浓痰 小贼 偷东西就算了 这只是小恶 你竟然污蔑咱们的军人 污蔑咱们的部队 你没良心 你该死 老太太的浓痰 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平常大家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恶心地皱眉 不想去看 现在只恨老太太的浓痰不够恶心 恨他吐不死这个小偷 小偷担心自己偷东西被打 所以胡乱往灵望身上栽赃 谁知 这样让他挨打更严重 这一动静也惊醒了睡觉的学员 王打虎看戏看得很开心 直说 群众的眼睛果然是雪亮的 打得好 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坏人 但有正义感的好人更多 众多学员看到这一幕 他们很是开心 无论多少的辛苦 在这一刻 他们都觉得无比的值 他们的付出 群众都是知道的 都是感激的 在华夏 军民是互相奔赴的两个群体 凌王他们休息了片刻 天色大亮了起来 灾民被负责安置的人员带走了 凌王他们也被王打虎带走 前往后方部队修整的驻地 等待着上级安排任务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部队的人在休息 或者完成任务回来 等着再次安排任务 王志尚命令道 上级命令咱们休息三小时 然后给修筑大坝的人运送沙石 负责搞好后勤工作 众人 是 得到命令的学员 立马依偎着开始睡觉 辛苦了一天一夜 他们很是疲惫 这个时候 旁边一个团的士兵 在接受团长的训话 团长拿着名单 大声喊道 咱们接到了修筑大坝的任务 立即出发 现在 我点一下名字 马杰 没有人回应 马杰 依旧没有人回应 这位团长连喊两声这个名字 他们团的人面面相去 失落的脸上 充满了疑惑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团长要点这个名字 第207章 我们永远记得他们 马杰 马杰 团长又喊了两次这个名字 声音越发的洪亮 而且脸上情绪波动的厉害 看得出来 他很痛苦 他一次又一次的点名 引起了周围其他人的注意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没回来吗 按理说 点名两次还没有人答复 就会当做这个人不在 团长还在一次又一次的喊着 而且声音一次比一次洪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个人很重要吗 就在众人疑惑时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道 众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那个喊道的人是凌望 团长一次又一次点名 锁在部队的人 脸上有着深深的疲惫感和悲伤 凌望明白了团长的意图 马杰大概率是牺牲了 团长想要以这样的方式 告诉众人 虽然马杰牺牲了 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他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他 在这里的其他士兵 看到凌望所在的连队是军校生 又看到点名的团长 是地方部队的人 越发疑惑了起来 凌望身边的学员们 震惊地看着他 一时有些不明 所以凌望这是做什么 刘逸看着凌望 坚定注视团长的目光 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也跟着大声喊道 道 紧接着 越来越的学员和将士 一起开始喊道 在凌望的带领下 众人这一下 才明白了团长的意图 团长感激地看着凌望 对凌望的感激 一切都在不言中 牺牲的马杰 是众多位保护民众 而牺牲的军人的一个缩影 他们虽然牺牲了 可永远都会有人记得他们 团长点名结束后 便带着他们团的人 奔赴抗洪前线 他们离开的时候 恰好有另外一队人马过来休息 这队人是夜老虎装甲帘的人 王打虎看到了黄斧龙 高兴地大喊着 班长 班长 这里 黄斧龙听到后 走了过来 和他们打招呼 你们也来抗洪了 王打虎咧嘴傻笑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遇到你 凌望礼貌地冲黄斧敬礼 淡淡笑着说 班长 咱们又要并肩作战了 黄斧龙开心地拍了一下凌望的肩膀 是啊 这次咱们也要一定成功地完成任务 其他跟着黄斧龙实习的人 也都纷纷过来打招呼 黄斧龙嘱咐道 你们现在才来军校一年 算是个新兵蛋子 很多事情还没有经历过 一定要万分小心 照顾好自己 我不允许你们任何个人挂彩 凌望 班长 你也一定要小心 黄斧龙 臭小子 你就放心吧 在部队十几年 这种救灾工作 我前前后参与过三次 有经验的很 根本不会有事 除非我自己主动去送死 王打虎立马调侃的接话 班长 你可不敢死啊 部队培养你这样一个四级军事长 可不容易 你必须得好好活着 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斧龙 一定 和实习班班长再次短暂的相遇 是学员们在救灾中 唯一开心的几分钟 他们以为 上次的分别就是永别 再也不会相见了 没想到又给遇到了 黄斧他们中队休息的三个小时 很快过去 王之上把他们喊起来 整队准备出发 黄斧他们一众学员 拿着铁锹和麻绳 前往任务地点这个时候 十来个人媒体人过来 他们分别是 两家国内媒体的记者 还有一家外国媒体的记者 国内媒体的记者 看到迎面走来的凌望他们中队 走过去准备采访一下 王之上直接拒绝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有任务 请去采访其他人吧 国内记者被拒绝 没有继续纠 弱弱地说了一声 你们辛苦了 记者说着 看向了凌望他们中队的众人 哽咽地说了一声 谢谢你们 记者在最前线采访 亲眼看到这群军人 为了抗洪救灾 牺牲有多大 付出有多少 记者看着众人身上 泥泥的狼狈模样 感动得泪水夺旷而出 他是发自内心地 感激这些群最可爱的人 国外记者团队 一共有四个人 一位记者 一位摄影师 还有两位助理 记者是名金发碧眼的男性 名叫怀特 怀特那头金色的短发 打理得非常有形 身上披着黑色的羽衣 里边衬着白色的衬衣 打扮非常得体 穿着很是整洁 和周围一群参与救灾 现在身上很多 你的华夏军人站在一起 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 怀特和他记者团队的人 看到这一幕 很是震惊 凌望所在的中队 从他们身边路过的时候 怀特随手拉住了凌望 用一口流利的华夏语问道 你好 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 凌望看了怀特一眼 冷声回道 不可以 没空 怀特已经将话筒 往凌望身前送 准备采访了 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拒绝了 他有些疑惑 竟然有人会拒绝采访 拒绝在媒体前露脸的机会 他难道觉得 我们是三流媒体的记者 怀特追上凌望 不死心地继续说 我们是MR杂志社的记者 一家国际一流的媒体 我们旗下有三家杂志社 还有一家线上涨视频网站 我们采访过很多国家上层社会名流 以及所有的国际巨星 我们对你的采访 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请问 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怀特说了一大堆话 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们杂志社很牛逼 采访你是你的荣幸 可以让你在全世界的人 面前露脸 他以为这次 凌望肯定动心了 即将要接受采访 谁知 换来的依旧是凌望冷冷地回答 没空 怀特听到这句话 也不继续跟着凌望了 站在原地 和自己团队的人 疑惑地对视 非常不解地用英文说 这人真是奇怪 这么好的出名机会 竟然拒绝了 一定是他太漏 不知道咱们杂志社有多厉害 咱们去采访其他人吧 第208章 不一样的军人 怀特认真的 扫视着周围的环境 他看着华夏军人身上 脏兮兮的 穿着橙红色的救生衣 身边摆放着铁锹 麻绳 冲锋提挺等救生工具 很是疑惑地自言自语 他们的武器呢 军人过来救灾的第一药物 不是维护治安吗 要不是这群人有组织 有纪律 我还以为 他们是穿着一样衣服的灾民 咱们去华夏的银行 或者重要单位的办公楼看看 他们团队的人 回到自己大使馆派来的车子上 前往最近的银行查看情况 他们来到银行 银行大厅里 有些许许多多的灾民 但就是没有一个穿军装的人 怀特看到这种状况 有些难以想象 银行无论在哪个年代 都是最重要的地方 只要一发生灾情 肯定是会重兵把守的 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华夏军人 怀特找到了一个 穿着西装制服的工作人员 问道 你好 请问这里是正在投入使用的银行吗 工作人员先是点头 而后又摇头 这个银行是正在营业的银行 只不过现在不营业了 这里也没有外汇和其他现金 不能开展业务 因为距离灾区近 所以做了临时安置点 你们去别的地方吧 工作人员以为 怀特是来存取外汇的外国人 所以说了这样的话 怀特听后 只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 这里虽然是银行 可这个银行没有放钱 所以没有士兵的看守 一定是这样 是他们来错了地方 怀特一行人 再次出发 在市区大街上 寻找着有军人把守的重要地点 他们找了一圈 只看到拿着救援工具的士兵 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佩戴有武器的士兵 这让怀特有些怀疑 这群人真的是士兵吗 怀特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难不成 华夏的士兵 是真的来救灾的 士兵不应该是打着救灾的旗号 前来保护社会名流 和重要单位的吗 怀特是一名外国人 对于这种现象 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他们国家的士兵 根本不会这样做 华夏军人是这个世界上独一份的存在 只要危害到人民人身或财产安全的 就是他们的敌人 无论这个对象是人 还是天灾 亦或是人祸 怀特看到这一幕幕 决定要深究到底 他冲自己的司机说道 去刚才的灾区 司机当即点头 重新回到刚才去的救灾前线 怀特找到一名士兵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被带到了灾区指挥部 指挥救灾首长 听说了怀特来这里采访的目的 当即派出一位士兵 让他带着怀特去前线采访 怀特跟着这位士兵 走过了很多路 他目光所及之处 士兵皆是在救灾 他的内心极为震撼 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军人 怀特的助理 小声地用英文问道 我们接下来该采访一些什么 主编的任务是 发掘一些 有关灾区动乱的新闻 咱们根本就找不到 怀特面色沉重地说道 我知道 别担心 等会你抓拍一些特殊画面 有一位士兵 在拿着铁锹 急急忙忙地跑着 赶着去前方救灾 路的前方突然跑出来的一个孩子 他差点把孩子撞倒 连忙拉了一把 这才把孩子的身形稳住 士兵皱着眉头 紧张地大声说 小心 咔嚓 咔嚓 摄像师连续按了几下快门 将刚才的事情记录下来 怀特伸手拿过摄像师手中的摄像机 看了一下刚才抓拍的画面 画面由于角度特殊 给人一种 华夏士兵拿着铁锹 面目猙獰地在训斥小孩子 把小孩子推倒的一种假象 怀特满意地点头 小声地喃喃自语 这张照片可以写一个 华夏洪灾灾区 士兵怒持平民儿童的新闻 紧接着 在怀特的安排下 摄像师又抓拍到了 一位士兵扛着破掉的沙袋 沙袋里的土不断洒出来 正好洒到了跑过来的狗子身上 怀特这次更加满意地说 这个照片 回去可以写一个 华夏士兵月待动物的新闻 他们这次来采访 杂志社给的任务 是尽量发掘灾区的负面新闻 他们找不到 就要捏造 国外很多媒体都是这样 极尽全力地抹黑华夏 在他们的口中 华夏的人民 向来都是贫穷愚昧的 华夏的社会是混乱不堪的 怀特在灾区闲逛着采访 与紧张参与修大坝的将士们 待在一起 显得格格不入 天空中的雨滴不断落下 最开始参与抢修大坝的士兵 还穿着雨衣 渐渐有一半多的人 将雨衣丢在一旁 嫌弃麻烦 反正身上已经湿透了 也不差这一点 天色黑了下来 抢修大坝旁支起了强光灯 现场的所有人 都在忙着抗沙袋 泥泥的路上 有些许多深深浅浅的水坑 来回奔跑的将士 一脚踩下去 飞溅起很多水滴 有的人脚下没踩稳 一屁股摔在地上 摔倒的人不敢停留 马上爬起来 扛着沙袋就跑 生怕单个一秒钟 他们现在是和老天抢时间 雨越下越大 水位越来越高 大坝修筑的速度 如果没有水位 长得速度快 不仅他们会丧命 身后许许多多的老百姓 也会因此丧命 离望他们中队的学员 在后方协调车辆 帮忙往前方运送沙袋 做着后勤工作 突然有个工作人员 找到了王志上 大声地吼道 王中队 现在雨势太大 水位长得厉害 你们中队的人 被临时派去上游 五公里处的一个支流 河道堵河 为中游争取抢修时间 这个工作人员拼命地大吼着 可雨声太大 显得他的声音 是那么苍白无力 王志上大声问道 是哪里 工作人员 你集合 你们中队的人和我来就对了 我送你们过去 王志上 好 第209章 人强 王志上当即 开始集合所有人 十三区一中队 所有人集合 十三区一中队 所有人集合 雨声太大 王志上的声音 被压得小了很多 这下他不得不游走着 通知自己中队的人集合 很快 所有人集合起来 他们在王志上的带领下 跟着通知他们的士兵 来到一队运输车前 被派去上游赌河道的 还有其他几支连队 只不过 他们所去的地点不同 林旺所在的中队 分别乘坐两辆运输车前往 在他们后边 还跟了一辆运送沙石的运输车 三辆运输车 在磅礴的大雨中前进 后车厢的学员 脸色一个比一个严肃 他们越发的感觉 这次洪灾比想象中更严重 他们一开始的任务是 帮助灾民转移 搞好后勤工作 而后因为洪灾过于严重 救援人员不够 被派到前线 帮忙协调抢修大坝的物资 现在直接开始参与 最前线的抢修大坝工作 王志尚有和他们说过 不到万不得已 上级是不会让军校生 去执行危险任务的 现在派他们上最前线了 岂不是说明 现在的情况很严峻 很快 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凌望一众人下车后 开着汹涌的河水 一个个都被吓到了 情况比他们想的还要严重 送他们过来的士兵 慌张地大喊 这河道怎么又变宽了 快点堵住河道 这里河水这么多 这么急 中游的压力会更大 王志尚连忙安排着 堵河道的工作 所有人都扛着沙袋 往河里丢去 河水过于凶猛 沙袋丢进去 直接被冲走了 这样下去不行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凌望主动站出来 建议道 咱们把运输车开进去 先堵一下河水 这样往里面丢沙袋 不至于一下子就被冲走 王志尚听到这话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连忙安排道 就这样来 快点把运输车上 有用的救援工具拿下来 众人来不及回答是 直接开始行动 送他们过来的士兵 跳上车子 准备开着运输车 冲进河里 凌望连忙冲过去 一把将车门拽开 大吼道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士兵 按照你刚才说的做 凌望 快下来 这样贸然下去 你会没命的 别说车子下河后 因为水压你打不开车门 就算打开了 河水这么急 你也会被冲走的 那人急冲冲的吼道 就算是死我也得下去 不然会死更多的人 凌望不想再和他多费口舌 直接一把将人扯下来 让我来 给我身上系个绳子 王达虎和刘易听到了 立马帮凌望系绳子 准备好后 凌望跳上运输车 车门都没有来得及关 直接启动车辆 他没有把车开进河里 而是往后退 速度非常快 直到展开的车门 撞到一棵大树上 哐当 一声巨响传来 车门被撞了下来 原来刚才凌望是 故意不关车门 打算把车门搞下来 这样他开着运输车 冲进河里 不会因为车门的存在 阻碍逃生 众人看都这一幕 都紧张得下意识 平住了呼吸 抓着绳子 另外一段的王达虎和刘易 两个人越发地紧张了起来 抓着绳子的手 越发用力 他们手里 抓的可是凌望的面 这能不紧张吗 这个时候 刘伟和三班所有人 都过来一起 抓住了绳子 吴雄这个死对头 也默默站了过来 和众人一起抓绳子 他是讨厌凌望没错 可他现在更希望 凌望好好地活着 凌望驾驶着运输车 脚下猛踩油门 车轮快速飞转 见起的泥点子 能有一人高 运输车猛地冲向河道 整辆车子开到河岸边 直接腾空而起 飞向了河对面 扑通 哐当 运输车掉在了河的最那边 刘易他们手中的绳子 突然正经 吓得他们连忙往上拖拽绳子 生怕凌望出现什么危险 凌望穿着旧生衣 漂浮在集团的河流中 他凭借着自己超高的游泳技能 以及惊人的体力 几秒钟的功夫变上了岸 众人立马围了过去 开心的鼓掌 凌望上岸后 立马大吼道 我没事 准备下一辆运输车 继续由我来填河道 现在开着运输车填河道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凌望要自己亲自来 接下来两辆运输车 凌望都用同样的方法 把车门卸下来 然后开着车冲进河里 三辆运输车竖着 占据了河道 河水的流速很明显慢了下来 众人连忙把沙石往里堆 沙石很快用完了 河水暂时控制住了 可这流汤的速度依旧很快 达不到预期目的 带凌望他们过来的士兵 急得哭了出来 这一下可怎么办 这里堵不住的话 中游水势过大 大坝很快就撑不住了 带的沙带根本不够用 我也不知道 河道一下子能变得这么宽 水流能这么解 他说着说着 开始疯狂地给自己耳光 都怪我 都怪我 要是我多开一辆运输车过来 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 都怪我 凌望连忙按住他的肩膀 制止他疯狂打自己行为 大吼着安慰道 等任务结束了 你再打自己 现在咱们还有办法 这名士兵听到这话 立马安静了下来 眼角挂着泪珠的眼睛 激动地看着凌望 你有什么办法 凌望 咱们还有自己 一百多号人能搞出不小的人强 咱们人挨着人 尽量拉开距离 错位站在河里 大概能搞出两道人强 应该可以完成预计的 堵河道效果 这名士兵兴奋地说着 那咱们快点来吧 王志尚听到凌望的话 当即命令道 所有人注意 堵河道的效果 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 现在 需要我们组成人强 用肉身来堵河道 我先生 你们随后 任务结束后 回到学校 咱们会被好酒好肉的 好好招待 众人 是 第210章 大坝决堤 现在的雨势很大 雨声很大 众人的这一声 那么的铿锵有力 穿透雨声 让人震耳发溃 军人之间 最浪漫的事就是 我先生 你们随后 把危险留给自己 把安全留给战友 我牺牲了 依旧有人会 继续顶上我的位置 信念的星火代代相传 永远不会熄灭 王志尚作为中队长 他有责任 也有义务第一个下去 带头冲锋陷阵 王志尚才跳进河里 身形便被河水冲得来回摇摆 还好凌望及时下来 扶住了他 紧接着 学员们一个又一个 跳进河里 去年这个时候 他们还是刚刚高考完 被新一大学录取 疯狂玩的高中毕业生 今年这个时候 他们便穿上军装 学着先烈的模样 保护着他们身后的民众 众人似乎一夜间 成长了起来 穿上这身军装 有着无上的荣耀 同时也有无限的责任 冰冷的雨水 不断地砸在他们身上 河水弥漫着黄沙 不断地冲击着他们的胸膛 河水被他们肉身堵住了 流往下游的河水 不再那么的几团 虽然现在是八月份 正是酷暑期间 可在冰冷的河水浸泡之下 他们身体的温度 在急速地下降 很多人被动得嘴唇发紫 可他们的身形 依旧稳如泰山 因为他们不能动 他离开了这里 就预示着 会有更多的人 遭受洪水的侵袭 一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人上岸 两个小时过去了 依旧没有人上岸 三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上岸 四个小时过去了 中游的人寻了上来 过来寻人的战士 看着一个个站在河里的人 他一个大男人 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群人是在用肉身做盾 抵抗着洪水 都是人 都是肉掌的 他们怎么 就好像不知道疼 不知道人会死一样 竟然肯这样牺牲 这是一群特别傻 也特别值得爱的人 同志们 中游有问题的大坝修好了 你们可以从河里上来了 快上来吧 你们辛苦了 听到呼喊声的学员 有几个开始行动上岸 但大部分人都呆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弹的迹象 不是他们不想上岸 而是是被洞傻了 身子一直保持同一个动作 泡在河水里 早就变僵了 想动一时也动不了 凌望体质 现在是常人的三倍 承受能力 要比别人好很多 听到中游大坝修好了 立马便开始动弹 准备上岸 发现周边的人 没有人动 他开始帮助别人 凌望第一个帮的人 是王志尚 因为他有用阴眼技能 查看王志尚的身体情况 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 而且上次侵入学校资料库 他又看到王志尚 在一次救援后 养伤养了很久 很有可能留下病根 王志尚很艰难地 在河水中游着 凌望看到这种状况 直接把他抗在自己的背上 顶着湍急的河水 往岸上游走 将王志尚送回岸上 凌望又下河去帮助其他人 待所有人上岸后 众人淋着雨 盘腿再坐在湿漉漉的泥地中 互相按摩 揉搓胳膊或者腿 大家再想办法 尽快恢复体力 待众人回到刚才 帮忙协调修大坝物资的地点 又有一道急命令传来 下游也出现了问题 现在急需忍受 凌望他们刚刚恢复了一点体力 便被带着去修筑大坝 他们一群军校生 来回一趟又一趟地扛着沙袋 凌望体力惊人 每一次都是肩膀上扛着三个沙袋 另外一个手臂还抱着一个沙袋 看到的人 没有一个不震惊的 刘逸也想学着凌望那样 他肩膀上抗了三个沙袋 走在泥泞的路上 总是站不稳 腿颤颤巍巍的来回摇晃 沙袋摇摇晃晃 从他肩膀上掉下来 无熊这个时候过来 帮刘逸往肩膀上抗了两个沙袋 剩下的那个沙袋 他负责分担了 并且嘱咐道 你别和凌望学 咱们和他不一样 他体能好的下人 咱们尽力而为就好 刘逸 嗯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不能和凌望比 无熊 你才知道 亏你们关系还那么好 这一点 我早就知道了 因为一场洪灾 他们这几个死对头之间 也开始互相看对方顺眼了 虽然提起来 依旧讨厌的不行 可在战场上 在救灾的时候 他们一点都不含糊 互相有默契的配合着 现在情况紧急 甚至有五十多岁的团长 都开始抗麻袋 而且还是咬牙一抗扛两个 摔倒后 连滚带爬的爬起来 继续往前线送沙袋 怀特在灾区来回游走着 他看到刚才跌坐在地 然后赶紧爬起来的那个人 肩膀上的军衔 是两道杠两颗星 怀特惊奇地自言自语 刚才那个军衔在华夏 应该是华夏的忠孝 是华夏部队很高级别的长官 这种人 怎么也在这里抗杀蛋 这究竟是怎么了 我现在是离开地球 来到了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外国人是很难理解 华夏这种军官一体的情况 遇到危险的情况 尤其是救灾上战场的这种 这里的团长 郑伟之类手掌的 都是冲在最前线 这不仅仅是为了服众 更是信仰的问题 怀特非常好奇这件事 于是带着摄像师追了上去 来到了大坝这里 众人在抓紧 每一分每一秒的抢修大坝 堆沙袋的堆沙袋 打桩的打桩 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恨不得自己有三头六臂 凌王将沙袋送到大坝这里 突然看到 大坝有一处开始漏水不好 这里的大坝 马上就要坍塌了 紧急之下 凌王立马冲上去 用手堵住漏水口 大喊着 快点削 大坝漏水 马上就要冲毁了 这个时候 王之上恰巧来到了这里 听到凌王的喊声 连忙看过去 发现凌王身边 除了他堵住的地方 还有其他地方漏水 王之上连忙跑上去 和凌王一起用身体 堵住漏水口 大坝马上就要溃堤 众人马上就要淹没在洪水之中 他们两个不是赶紧逃命 而是迎头冲上去 因为他们不能退 身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 等着他们保护 就算是死 他们也要死在民众前头 让民众多活一秒钟 第二摇摇张 拖起滔天洪水 漏水的地方越来越多 凌王和王之上两个人 根本无法完全把水堵住 过来运送沙袋的士兵看到了 他们同凌王一样 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意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阻止大坝的溃堤 修住大坝的人 在抓紧时间打桩 堆砌沙袋 他们现在是真正的 与老天抢时间 冰冷的雨夜 这群人干的热火朝天 一个个似乎不知疲倦 没有人停下休息过一秒钟 大坝漏水越来越严重 而且水位高涨 眼看着大坝就要毁于一旦 凌王他们扛着大坝的肩膀 越发地吃力起来 洪水已经溢出了大坝 看到这一幕的人 没有一个不被吓到 但却没有一个人往下退 都是往上冲 王之上的表情越来越痛苦 他的肩膀扛不动了 那里有老伤 可他依旧在咬牙扛着 就算是死 他也要和沙袋堆在一起 挡住着滔滔洪水 凌王察觉到了王之上的不对劲 当即用阴眼系统 查看他的身体状况 系统显示 王之上的体力已经到达了极限 现在就伤复发了 再继续坚持下去 他肯定会丧命 就算是现在退下去 王之上的左肩膀 也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整个左肩包括左臂 都会废掉 凌王大吼道 钟队长 你不行了 快下去 这里交给我 王之上听到这话 张开嘴想要骂回去 可终究没有骂出来 他没有多余的力气去骂了 他真的已经到达了身体的极限 这个时候 刘亦正好在凌王左手边 吃力地推着大坝 凌王冲他大吼道 钟队长再这样下去 会死的 我把他踹下去 你赶快把他背走 刘亦 不行啊 我走了 我这里的大坝 马上就被水冲塌了 凌王 一切交给我 刘亦在犹豫着 他不想钟队长送命 可这里真的走不了人啊 突然间 他腰部有一股力道袭来 没有防备住 整个人被凌王踹下大坝 心亏身后是不断冲上来的士兵 有人扶了他一把 不然他就摔在地上了 凌王又连忙把王志上给踹了下去 刘亦慌忙地拉住他 把他背起来 跑下大坝 刘亦走远后 揪心地回头再看了一眼大坝 只看到凌王一个人 顶在刚才他们三个人的位置 一个人的肩膀 扛住了即将溃体的大坝 凌王用自己的双手 托举住了滔天的洪水 刘亦最后狠心地 背着王志上撤了下去 王志上快要不行了 他现在只好把中队长送下去 才能从心反回来 继续参与大坝的抢修 怀特和他的记者团队 这个时候来到了大坝边 由于情况紧急 给他们引路的警卫 也开始参与抢修大坝 怀特一行人 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 在漆黑的雨夜满地乱窜 他的助理看到大坝快要被冲塌了 整个人吓得够呛 本就大的眼睛瞪得如同龄一般 助理拉着怀特 慌慌张张地大喊 快看 快看 咱们快跑 洪水下一秒就来了 怀特一开始并没有看到大坝的情况 听到助理的声音 还在慌张地问 哪里 哪里 现在这么多人一直在修大坝 一直在往上冲 大坝怎么可能会打 大坝要是会他的话 所有人肯定跑 他这句话还没有说话 声音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即将溃提的大坝 看到了用自己肉身抗着大坝 不让他坍塌的士兵 看到了用双手托举着洪水 不让他们倾息而下的士兵 这群人站了一层有一层 用自己的肉身筑成了新的大坝 凌望在这群人最上边 张开自己的双臂 扛着大坝 拖起了头顶的洪水 这个场景 过于震撼 都让怀特忘记了逃跑 在怀特的印象中 这样的事情只有神才能做到 而最顶端的凌望 就像是众神之手的宙斯一般 用自己的双手托举住了洪水 不让红魔侵害人间 助理率先发现了大坝的情况 也是最先反应过来的 他拉着怀特 连忙逃跑 怀特被他扯着逃跑的路上 想起刚才震撼场景 又重停下来 拿出自己的小型相机 把这一幕拍摄下来 他们记者团队的人 在逃离这里的路上 遇到的全是往大坝前冲的 华夏军人 所有人都在和他们逆行 怀特在逃命 和他们逆行的华夏军人 像是中了魔咒一般 一个接一个前去赴死 怀特看着这样的场景 他极其震撼 采访过很多重大新闻的他 第一次惊讶到呆掉的地步 这群华夏军人不怕死吗 他们是傻吗 不知道前边大坝即将溃堤 他们不知道往前冲都会死的吗 他们就是抢修大坝的人 怎么可能不知道 大坝坚持不住了 怀特想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直到他们这个记者团队 回到安全地带 乘坐着大使馆派来的车子 回到大使馆 他们都是一副呆呆的模样 没有从刚才震撼的 场景之中走出来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 雨水仿佛也害怕光明一般 在天亮的时候 退去经过一夜的抢修 大坝终于修好了 代价就是 做人肉大坝的很多士兵 都受伤了 凌旺从前线退下来 四处寻找着他们中队的人 王之上的情况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他心里很是担心 待找到王打虎他们后 凌旺开心跑了过去 大声喊道 刘逸 中队常人呢 刘逸看到凌旺的第一眼 便是直接抱住他 双手拍打着凌旺的背部 激动地说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凌旺把他推开 着急地问 中队常人呢 提到中队长 刘逸的眼神 瞬间从激动 变成了落寞 中队长他 大家都让他下去治疗 可他总是不听 我们强行要把他带下去 他还踹我们 他的肩膀已经抬不起来 他还嘴硬地说 自己有救灾经验 可以指挥咱们救灾 就是不肯下去休息治疗 第212章 治中队长的伤 凌旺连忙说道 现在快带我去见他 听到这些话 凌旺松了一口气 王之上左肩膀会废掉 昨天晚上在大坝上 他就知道 只要人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刘逸带着凌旺 很快来到了他们中队休息的地点 还没有走近 他们便听到了王之上骂娘的声音 去你娘的 老子好着呢 一天天都给我盼点好 我走了 你们这群小兔崽子 只不定搞出什么幺蛾子 老子去趟厕所 你们都能把中队长血埋了 我能放心走 at 美元 at at 听到这些骂声 凌旺知道 王之上一直不肯下去 治疗的原因了 他放心不下 凌旺他们这群学员 说破天 他们都还是军校大一的学员 是一个十足的新兵担子 这里抗洪救灾情况有多危险 昨天晚上 王之上也是亲眼见到过的 他是真的放心不下 他这群兔崽子们 凌旺笑着走向了王之上 在他背后立正镜里 开心地大喊 报告 王之上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缓缓地转身 看到真的是凌旺 他眼睛中充满了 抑制不住的欣喜 凌旺没事 太好了 可他嘴上依旧骂骂咧咧 凌旺 你小子昨天晚上 把我从大巴上踹下来 我可一直记得 你一个学员踹带你的中队长 你小子胆子肥了呀 咱们回学校再好好算账 以后这种情况 不许把我踹下来 我是中队长 我的职位高 无论什么我都得冲在前头 你不能愉悦了 告诉你 你昨晚踹老子的那一脚 老子会一直记得 王之上是个在部队 待了多年的大老粗 带兵多年 他习惯了骂人 他想要表达感谢 却不想像的林黛玉一样那样 哭哭啼啼 扭扭捏捏 所以用骂人的话代替感谢 他在暗示凌旺 以后遇到危险的时候 躲在自己身后 不要冲在自己前面 他在告诉林黄 林黄昨天晚上的恩情 他会记一辈子 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出来王之上话里的意思 都傻呵呵地笑了起来 林黄身为当事人 比其他人更能察觉到 王之上的谢意 高兴地大声说 是 中队长 一切等咱们回学校再说 我听说你肩膀受伤了 我正好学过按摩 我给你按按 王之上嫌弃的皱眉 去去去 老子没事 林黄可不管这些 凭借着自己高于常人三倍的体力 直接把王之上按着坐在了地上 强迫他接受自己的按摩 在给王之上受伤的肩膀按摩的时候 林黄在心中默默和系统对话 系统 刚才我用阴眼技能 查看了一下中队长伤势 他的左肩和左臂都废掉了 你看身体修复液能不能治疗他的伤 可以 只不过兑换的身体修复液 使用在别人身上 需要消耗额外的军功值 林黄听到这话 想都没想 直接说 从物品伤成中 给我兑换十瓶身体修复液 他怕一瓶治不好王之上的伤 所以直接多兑换了几瓶 正在兑换 兑换成功 林黄 给中队长使用 正在王之上使用身体修复液 正在给王之上使用身体修复液 随着系统提示音的不断传来 林黄看到自己物品背包中的身体修复液 在一瓶又一瓶的减少 直至使用了七瓶后 系统再次提醒 定 王之上肩膀的伤情已经修复 需要休养三天 即可完全恢复如初 此次身体修复液宿主外界使用 共计消耗军功值三万五千 林黄 这么贵的吗 这特娘的比兑换技能贵多了 系统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出错 身体修复液使用在外人身上一次 消耗五千军功值 本次共计七次 一共三万五千军功值 听到这个内容 林黄心中悲喜交价 喜的是可以治好王之上 悲的是 竟然消耗这么多军功值 不过好在 他的军功值很多 王之上一开始被林黄按肩膀 没有任何感觉 整个肩膀和手臂 像是被打了麻药一般麻木 渐渐的 他感觉到肩膀上有股热血在涌动 他的肩膀竟然有了知觉 慢慢的 肌肉开始发紧膨胀 最后他感觉到了 肩膀上的力量在恢复 他竟然能使唤地动肩膀了 这是怎么回事 王之上惊奇地看着林黄 仿佛见到了鬼一样 林黄是什么人 他这是会魔法 还是会先竖 还是说 我搞错了 林黄 你先停下 王之上说着 将林黄给自己按摩的手推开 尝试着动了 动自己的左手手指 手指竟然真的动了 而且非常的灵活 紧接着 他开始尝试着 动手腕 动左臂 动左肩 除了有些乏力之外 和之前别无二样 就在这短短的一分钟 他竟然完全恢复了 王之上呆呆地看着林黄 很纳闷地问 你是谁 林黄笑了笑 说道 我是林黄啊 开学就拿了一等功的林黄啊 王之上继续问 刚才你丢是什么仙术了 我胳膊竟然就这样好了 林黄听到这话 装作不明所以地说 钟队长 你在说什么 什么仙术 我要真会仙术的话 早就事法止住洪水了 王之上的思路 被林黄带偏 肯定地点头道 嗯 你这说得也对 不对 呸 什么对啊 不对的 你不要转移话题 我的胳膊 怎么让你给按了两下就好了 林黄装作很猛逼的样子 胡扯道 钟队长 你这胳膊 多久没有动过了 王之上 我醒过来 发现动不了 就没有再动过了 林黄 这就对了 一定是你自己昨天累着你的胳膊了 所以醒来的时候动不了 后来 胳膊自己恢复了 你也没有动 以为他还动不了 我刚才给你按的那几下 让血液循环加快 你察觉到了异样 试着动了动胳膊 这才发现 胳膊已经好了 王之上听到这话 开始怀疑人生 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真的使我感觉错了 第213章 举不起二两酒 一定是这样 不然就说不通了 我可是一个华夏军人 坚定的无神论者 真是把我给累糊涂了 竟然忘记动胳膊 还疑神疑鬼的 他想到这里 看着凌望 沉生道 应该是这样 修大坝都把我给累糊涂了 他在凌望一阵忽悠下 相信了凌望胡扯的话 最主要的是 不信没办法呀 在他的认知中 这现象实在是说不通 王之上的胳膊好了 众人也不再和他争着吵着 要把他送走了 他们中队的所有人 依偎在一起 沉沉地睡去 一晚上的抢修 实在是把他们累坏了 不过 他们也没有多休息 睡了大概三个多小时 便被前来下达命令的通讯兵给喊醒了 王中队 醒醒 王之上猛地惊醒 看着眼前的人紧张地问 大坝又怎么样了 通讯兵 大坝修得很好 咱们要准备泄洪了 上边安排你们去下游 帮忙参与炸毁大坝 协助泄洪工作 王之上听到这话 松了口气 慧心地笑了出来 好 我们马上去 这是抗洪的几天 他听到的最好的一个消息了 得知命令后 王之上开始喊凌望他们起床 去执行任务 他们一行人整装后 列队准备前往下游 他们从休息的驻扎点出来后 看到了一大群在路边等着的老乡 为首的老乡是一个白发苍苍 穿着堂装的老头 举着的拐杖还是龙头的 一看就价值不菲 应该是村子里 比较德高望重的老人 他身边站着的几个年轻男人 手里端着一瓶又一瓶的酒 每看到一队人马过来 他们就上去敬酒 凌望他们终队路过的时候 老头同样也拦住了他们 壮士 他们好东西招待 给你们准备了薄酒 喝一口再上路吧 王志尚冲老头敬礼 我们不辛苦 这是应该做的 谢谢父老乡亲的酒 他说完官方的感谢话语 便伸手接过老头手中的酒杯 由于刚才凌望给他用了 七瓶身体修复液 所以现在他的身体 除了左肩完全恢复了 双手很自然的便接过了酒杯 将酱香纯酒一饮而尽 其他学员因为抢修大坝 一直抗沙袋 胳膊都多多少少有受伤 伸出来的双手 除了凌望不抖 其他人都抖得厉害 面前老乡进过来 装着美酒的纸杯 怎么也接不稳 众人相亲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百斤中的沙袋 他们轻轻松松就抗起来了 能拖举洪水的双手 现在却端不动这二两酒 这群无亲无故 从未见过面的年轻人 因为这身军装带来的使命 义无反顾地冲到最前线 保卫他们的家园 是个人就会感动得不行 为首的老者 见过很多大风大浪 这一刻依旧异常感动 忍不住落下了泪水 他哽咽着说 英雄都辛苦了 咱们为他们喝 喝完践行酒后 凌望他们继续出发上路了 刚才的酒 虽然只喝了一小口 众人现在却仿佛吃了 灵丹妙药一般 一个个变得精神抖擞 脸上还透露着笑着 似乎还能和洪水战斗 百八十回 刚才的酒 让他们知道 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下摇 黄斧龙所在的装甲帘 已经提前来到了这里 黄斧龙坐在运输车的驾驶位 正在喝水 吃着泡发的压缩饼干 身上的军装处处都是泥 脸上也脏兮兮的 看他这状况 在抢修大坝的时候 没少处理 他旁边的副驾驶位上 坐着李飞 李飞赶凯道 这抗洪总算是到了尾声了 咱们这次回去 肯定的好好犒劳咱们一顿 烤全羊 烤乳猪 龙虾 统统都得给咱们上 他说着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将泡发的压缩饼干 送进嘴里 他在用幻想中的美味 抵抗嘴里压缩饼干 那难吃的味道 这个时候 黄斧龙看到江面 出现了一个小漩涡 他紧张地 立马开车门跳下车 跑到河边去看 李飞看到了 也连忙追了下来 黄斧老班长 发生什么事了 黄斧龙死死盯着江面的漩涡 面色严肃 声音因为过于紧张 有些颤抖 你看 那是不是管勇 李飞看了一眼 说道 那是个小漩涡 不是管勇 班长 什么是管勇 管勇通俗地说 就是堤坝的水 渗透到地面 或者大坝的泥沙层 形成管道一样的水道 呼呼往外冒水水 不断地流动 就会带出更多的泥沙 在岸边或者大坝下边 承行水通道 管勇会不断地 侵蚀大坝或者河岸 当管勇大到一定程度 就会使大坝坍塌 折陷 裂缝 脱坡 甚至绝口 出现这种情况 非常危险 尤其是在这抗洪的紧要关头 很有可能让他们 努力许久的抗洪任务 毁于一旦 黄斧龙是个十几年的老兵 之前有参与过抗洪救灾 所以认识管勇 李飞这种 才当了没几年兵的人 并不认识管勇 情况紧急 黄斧龙来不及多解释 慌张地说 管勇很危险 你快去车上 给我搬一袋豆子下来 李飞 是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看黄斧龙的表情 他知道事情很严重 再回运输车的路上跑得很急 差点摔倒 他来到运输车的车厢前 里边空空如也 急得他大喊 班长 没有大豆了 车上什么也没有了 黄斧龙 去其他地方找 李飞 是 李飞从连忙跑去其他地方找 大豆或者玉米这种浓作物 吸水性很强 用它们堵管勇 吸水后膨胀 可以更好地堵住管勇口 抗洪结束后 埋在地下 还可以变成有机肥料 不会污染环境 而且量大便宜 是非常的抗洪材料 在岸边等着的黄斧龙 等得很焦急 才等了十几秒 便等不及了 迫不及待地跳下 和去查看情况 来到河边 他还专门把帽子给摘下来 担心等会跳下去 军帽被冲走了 扑通 第214章 黄斧班长牺牲 黄斧龙跳下河 见起巨大的水花 可在宽大的河面面前 根本不够看 也有没有人注意到 黄斧龙跳了下去 黄斧龙来到河岸下 顺着漩涡的方向 找到了河岸边的管永口 管永口竟然已经有水桶 那么粗的 看情况 下一秒很有可能会决定 黄斧龙抬头看了一眼水面 他等不及李飞 拿着豆子过来了 直接钻进了管永口 将口堵住 不让管永口继续扩大 马上就可以炸毁地霸泄洪了 抗洪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不允许在这最后的关头 出现任何问题 一旦出事 死的可不止他一个人 所以 黄斧龙义无反顾地 用自己堵住管永口 用自己仅有一次的宝贵生命 换取抗洪任务的圆满完成 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兵 就像他上次见到学员说的那样 他在部队十几年 这种救灾工作 前后参与过三次 有经验得很 根本不会有事 除非他自己送死 不然不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他现在验证了这句话 真的是自己主动去死 主动去牺牲 李飞扛着大豆返回来了 可他却找不到黄斧龙了 他四处张望着 嘴里疑惑的嘟囔 班长人呢 这个时候 黎王他们中队的人 恰好路过他们一行人 刚刚喝完老乡的酒 而且得知要泄洪了 抗洪任务即将完成 所以一个个开心得很 王打虎看到李飞了 跑过去从在他背后吓了他一下 李飞 啊 李飞正在焦急地找人 王打虎这一生下的他 着实够呛 躺着的大豆从肩膀上掉了下来 麻袋口被扯开 大豆散落了一些出来 李飞皱着眉头 不快地说 你干嘛 我在找你们皇府班长 有事已会再说 黎王看到李飞表情不对劲 于是也走了过来 询问道 李飞 皇府班长去哪里了 李飞焦急地说 不知道 我要知道就好了 刚才他和说我这里出现了管勇 让我去拿豆子 我回来 他人就不见了 王打虎疑惑地问 管勇是什么 李飞 你问我 我问谁 他们两个人不知道管勇 黎王在部队待过十多年 他知道管勇是什么 瞬间警惕了起来 问道 李飞 刚才皇府班长说 管勇在哪里 李飞 他没 凌王 你去那 他才说了两个字 手中的大豆便被凌王抢走 而后他扛着抱着大豆 飞一般地冲向岸边 跳进河中 众人看到 他这行为很是奇怪 纷纷看了过去 他们看到 凌王刚才跳河的地方 有一顶帽子 在东倒西歪的放着 李飞和王打虎 立马跑了过去 王打虎面色沉重地 拿起帽子 开口道 帽子的后脑勺位 致变得毛边了 这是皇府班长的帽子 他们两个这下知道 凌王为什么一言不发地冲过来跳河了 也知道皇府班长去哪里了 他们两个人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 凌王跳进河中 打开鹰眼技能 四处寻找着生命源 什么都没有发现 糟了 皇府班长出事了 意识到这一点 凌王在河中游的动作加快 由于皇府龙堵住了管冲口 河中的漩涡没了 凌王没有漩涡的指引 在河中找了一会 才找到了管冲口的位置 他看到皇府龙鹿在外边的半截身子 背下的在水中愣了一下 虽然猜到了结果 可内心依旧无法接受 他反应过来 连忙把皇府龙的尸体 从管冲口拖出来 把大豆色尽管冲口 镜头一转 皇府龙已经躺在了河岸边 李飞 王打虎 刘逸 还有一众过来查看情况的学员 看着皇府龙的遗体 都面带悲伤 保持着沉默 王打虎和刘逸 是最先破防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发出了抽屉声 紧接着 哭声从众多学员中间传来 除了凌王之外 跟着皇府龙实习七位学员 是哭得最厉害的那个 前两天 皇府班长还在叮嘱他们小心 他还保证自己不会出事 怎么再见面 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们没想到 上次的相遇竟然是永别 在部队实习 和皇府龙相处的点点滴滴 还历历在目 第一次出早操回来 皇府龙背对着众人叠辈子 和他们说的话 看你们一个个的样子 怎么着 以为我会像的老佛爷一样 让你们伺候我的生活起居 部队很大 里边人很多 不乏有些欺负新兵的孬兵 现在军改了 部队抓欺负新兵的现象 抓得很严 今后你们在部队 尽量别给我惹事 刚去部队 老兵看不起学员时 皇府龙组织老兵 和凌王比赛的场景 坦克训练时 老兵嘲笑学员时 皇府龙有替他们骂老兵 一个个和新手比 很有脸是不是 相处的经历还历历在目 可现在却已经误视人非 皇府龙就躺在他们面前 身体已经没有了温度 被他带过的学员 想起曾经的一幕幕 一个个哭得死去活来 凌王那里是个老兵 他没有像学员那样 控制不住的情绪 不过眼角也闪起了泪花 他将自己的帽子摘下 双手捧着捂在脸上 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的柔软 看到他落泪 这是多年部队生活养出的习惯 从不将自己柔弱的一面试人 可他现在忍不住了 皇府龙是个很好的班长 是个认真教他 用心带他的老班长 以为凌王是组织秘密培养的人 多次站出来替凌王解围 这些凌王都记得 王志尚这个时候 挨个安慰这群人 别哭了 这位老班长 可不希望看到你们哭 咱们抗洪的大任务还没有完成 你们没有资格哭 哭也得等抗洪结束了再哭 王打虎抱着过来 安慰他的中队长 哭得更厉害了 鼻涕眼泪 全部摸在了王志尚的身上 王志尚看到这一幕 心疼地看着王打虎 拍了拍他肩膀 安慰道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好孩子 别哭了 第215章 抗洪结束 凌王在心里 一次又一次地和系统对话 身体修复液 现在能不能给皇府班长使用 除处除外 任何失去生命特征的生物 都不可使用身体修复液 他是彻底没救了吗 是 凌王听到系统的回答 内心抽搐了一下 这种生理死别 实在是太难受了 他才和皇府龙相处不到两个月 心里就这么难受 那皇府龙的父母妻儿 该有多痛苦 很快 夜老虎装甲帘的人便过来 将皇府龙带走 安放他的遗体 凌王情绪稳定了很多 面带悲伤的劝道 皇府班长是因为抗洪牺牲的 咱们要振作起来 不能让班长白牺牲了 王打虎一边抹鼻涕 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红着眼睛大声哽咽地说 对 不能让皇府班长白白牺牲了 众人短暂地悲伤过后 便在王之上的带领下去 前去任务地点 帮忙清理障碍 布置雷管 泄洪结束后 众人全部欢呼了起来 经过半个月奋斗 抗洪终于取得胜利 凌王他们一群人 终于能好好地睡一觉了 在各个部队撤离的时候 凌王一起实习的八个人 专门找到了夜老虎装甲连的连长 凌王 连长 我想送送皇府龙班长 连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能有这份心 我替老班长谢谢你 不过很遗憾 皇府龙班长已经火化了 提前回部队了 众人听到这话 神情中满是落寞 凌王继续追问 咱们两个能留下个联系方式吗 送皇府龙班长回家的时候 我想跟着一起去 我也一起去 我也一起去 凌王提出这样的话 其他人纷纷附和 他们想要送老班长最后一程 连长点点头 好 你给我留个电话 到时候我提前联系你 凌王 156355XXXXX 和连长简单地说完后 他们便回到自己所在的中队 乘坐来时的运输车 准备离开 来救援的时候 他们是冒着雨赶来 车上光秃秃的 这一次 车上挂上了大红花 上车的时候 大家都在互相牵让着 你先上吧 你先上 王打虎听到别人这样说 立马不干了 俺不先上 俺再坐到最外边 俺看新闻里 一般军人救援 结束走的时候 父老乡亲都会往车里丢吃的 俺要收在门口 等着拿好吃的 其他人立马回到 巧了 我们也是这个想法 凌王听到这话 无奈地摇头笑着 心道 小伙子 你还是太年轻了 等会你就知道厉害了 在众人还在牵让的时候 凌王已经率先上了车 直到王志上过来骂了两句 众人这才停止谦让 有序地上车 王打虎成功抢到了最靠外的位置 开心地等着老乡的头位 他们回去的路上 众多百姓家道相送 有人手中拿着红旗 在大喊着 将士们走好 有的人在鼓掌 大吼着谢谢 还有小朋友在大声说 我以后也要做威武霸气的华夏军人 甚至有泼辣的妹子在大喊 什么时候给我分配一个兵哥哥 有更多的人 一边高兴地鼓掌欢送军人 一边忍不住摸眼泪 他们发自内心地感谢这群 穿着军装的陌生人 谢谢他们守卫了自己的家园 内心情绪激动 无法用言语表达 眼泪便从眼角落下 有一些乡亲 在给运输车上丢食物 有丢奶茶的 有丢饮料的 还有丢土特产的 甚至有人把自己家的砂锅 都给端了出来 里边放着刚如好的香喷喷的肉 王打虎在运输车厢最靠外的地方 看着老乡丢上来的零食 笑得合不拢嘴 老乡们真是实在人啊 他正高兴间 突然脸上的表情僵住 猛地摆手 大喊 老乡 不敢使不得 他说话间 半扇猪便被丢了上了 这礼物实在是贵重啊 王打虎和他旁边的战友 连忙把猪肉给送下去 大喊着 老乡 这个真不能收 真不能收 送猪肉的老乡 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他看到猪肉被丢下来 瞬间不乐意了 再次抗起猪肉 大力地丢向运输车 走你 王打虎这次没有接住 只见半扇猪突然飞奔而来 直接砸在他脑门上 把他直接砸倒了 砸得头晕眼花 这天怎么黑了 我眼前怎么这么多的小星星 众人连忙把他拖到车厢里边 查看他的情况 王打虎缓了好大一会儿 脑袋都还在嗡嗡地响 忍不住感慨道 老乡真是实在人 砸猪是往死里砸啊 他晕头转向地 将一只手搭在凌望的膝盖上 凌望 怪不得刚才你要坐到运输车最里边 原来你早有预料啊 凌望笑了笑 打虎 我还有见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 这些吃的 回学校了 是要咱们整个中队的人一起吃的 你白白被砸了一顿 王打虎装作伤心的哀嚎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他嘴里说着苦 可实际上却在咧嘴大笑 嘴都咧到了后脑勺 心里高兴得很 看到老乡热情不舍的样子 他吃再多的苦也愿意 值得 这次因为老乡过分的热情 很多学员不是被饮料砸晕 就是被肉砸晕 甚至有两个人 被砸到了中度脑震荡的地步 这次抗洪救灾 外网的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 很多媒体的新闻 都是转载国内的新闻 怀特所在的M22杂志社 是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媒体 在他们国家大使馆的帮助下 进行了实地采访报道 怀特回国后 立马赶到了主编办公室 主编一见面 礼貌性地给了他一个大拥抱 欢迎回来 华夏那边的采访怎么样 你怎么没有及时把采访到的内容发回来 怀特面部表情非常严肃 并没有回答主编的问题 他的样子吓到了主编 你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没有采访到杂志社要求的新闻 第216章 华夏军人震撼全世界 怀特点头 Yes 更加准确地说 不是没有采访到 而是咱们要的内容 根本就没有发生 我在华夏 虽然遇到了高价售卖商品的商贩 可是都是非常小的黄牛 当地相关部门早早地便安置了灾民 大的领导都在救灾一线 他们的军人 主编听到这话连忙打断了怀特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是想问 就算没有负面新闻 你没有拍摄一些 可以制造负面新闻的特殊角度吗 怀特听到这话 非常的无语 我拍了 那些照片 我等会给你看 在这之前 我要给你看一些特殊的照片 他说着 便直接走向主编办公桌前的电脑 插入储存卡 打开他拍摄的图片 第一张是一群华夏军人 在夜色下抢修大坝的照片 场面甚是壮观 看到这张照片 主编表情严肃了起来 这和他想象中的 有些不一样 第二张是一群灾民 在帐篷里休息 华夏军人躺在水泥地上睡觉 一左一右 形成鲜明对比的照片 主编感慨道 多年之前 华夏军人救灾 就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 那是老一辈的华夏军人 没想到现在的华夏军人 继承了他们的传统 第三张和第四张 是忠孝扛着沙带奔跑 和跌倒的照片 主编看到这里 问道 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吗 怀特 你看他的军衔 是两道杠 两颗星 这才是华夏的中校军衔 职位很高的长官 主编听到这里 有些震惊 询问道 这是真实发生的 还是华夏士兵在作秀 怀特 真实的 我随机抓拍的 主编 他现在的表情严肃了起来 喃喃自语 我一直听说 华夏部队军官会在基层奋斗 没想到 他们真的会在灾区 抗沙带救灾 在所有国家的军人里 官是官 兵是兵 危险的事情 最苦最累的事情 都是士兵去做 没想到华夏救灾的时候 军官也亲自上去 怀特继续播放照片 第五章是一群人 在托举着大坝 不让他决堤 努力抢修大坝的视频 最上边的一个人 双臂展开 拼尽全力地托举着大坝 洪水就在他头顶 那人正是凌望 夜色和洪水连为了一体 猛地看过去 仿佛这群人 将黑漆漆的天空 托起了一半 凌望的脸 在漆黑的夜色下看不清楚 整个人的身形 却是那么的强壮有力 仿佛是神话故事中的 天神一般 主编看到这张照片 大为震惊 惊奇地大喊 What 这是电脑合成的吗 人是做不到这样的 大坝马上就要坍塌了 这群人不知道危险 不知道应该逃跑吗 怀特郑重回答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 他们的救灾精神 我非常佩服 他们牺牲自我 保全大家的精神 我更加的佩服 我在回国的路上 一直不能理解 这群人 为什么不怕死 后来在飞机上的一位华夏人 解开了我的疑惑 他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们这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园 他还说 他们华夏人最高的荣誉 便是为国而战 为华夏人民而战 主编听到这些话 彻底沉默了 他不知道 应该组织什么样的语言 才能表达此刻内心的震撼 缓和了很久 他低声说道 华夏军队的洗脑手段真厉害 竟然让人愿意去送死 他说这句话语气很轻 他知道不是这样的话 可他习惯性的抹黑华夏 已经养成了这种说话习惯 怀特听到这话 面露不快之色 愤慨地说 这不是洗脑 这是一种民族精神 你没有亲生经历过 你根本无法深刻 体会到这种伟大的精神 我知道如何写新闻稿 可以讨得公司上层的欢欣 可这次 我真的做不到 再去抹黑这群人伟大的人 照片我给你看了 如果你还是坚持之前的想法 那就非常抱歉 我做不到 我会选择离职 找一家愿意刊登这些照片 报道事实详情的媒体 报道这个新闻 主编看着那张 托举滔天洪水的照片 缓缓开口道 诋毁这种伟大民族精神的事情 我也做不到 现在 我就将这个新闻 汇报给公司上层 次日 M2杂志旗下的所有媒体账号 都发布了 有关这几组照片的新闻 瞬间登上了外网 所有社交软件的热门话题 新闻底下的华夏人 无比的自豪和感动 致敬华夏伟大军人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类似于这种话 被狠狠地刷屏 外国网友 非常的震撼 托举洪水的照片 如果不是M2杂志发布的 我一定以为是PS的 站在最上边的那个男士 太帅了 华夏军人 真是令人大为吃惊 我们国家的军人 就是一群欺负老百姓的大兵 被这样一群人 保护好幸福 这个大兵太帅了 外网的新闻 传到了国内 国内网友 在不停地刷屏 致敬 同时 也在抱怨国内的媒体 看看国外的媒体 人家拍的照片 多帅了 咱们国内的媒体 拍的新闻照片 虽然军人也很帅 可和国外的比起来差多了 楼上的 你就知足吧 就在拍摄的照片好多了 你是没见 那群把驱逐舰 拍成小渔船的人 航母都能给拍成渔船 何况一个驱逐舰 同志们 你们说的事情 证明战户局的同志工作 做得很成功啊 网上还掀起一股寻找 托举滔洪水勇士的热潮 哪位英雄男友 第217章 送英雄回家 下午 军区宣传部门的人 便找来了 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看到林旺很是开心 同志你好 我是军区宣传部的小马 你的事迹 现在已经火爆了网络 为了部队的宣传 现在我们要为你 进行一段专访 得请你帮忙 拍摄一段宣传视频 宣传效果一定会非常好 对你本人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林旺听后 微微笑着说 不好意思 我拒绝你们的采访 宣传部的几个人 听到这话 非常震惊 面面相触 没有一个人 能想明白这原因 林旺缓缓开口道 我这种人 哪里算的上市英雄 真正的英雄 都是哪些牺牲的烈士 而且 我做的那件事 并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是千千万万名将士 一起努力做的 我不能一个人把功劳 全部揽在我身上 小马听了这话 笑着说 话不能这样说 牺牲的烈士是英雄 你这样的 也是大英雄 而且 这次确实是你比较火 你可以作为 众多将士的代表 代替他们宣传 你相貌也非常的帅 非常适合做宣传 态度不好意思 我还是拒绝采访 不过 你们可以将我的 这句话宣传出去 我很庆幸 这张照片 没有将我的脸拍清楚 这样拍摄出来的 这个形象 就不仅仅是我 一个人的形象 是千千万万个 在抗在一线救灾的 所有军人的形象 众多网友 不必纠结于 找到我这个人 所有华夏军人 都是我那张照片的形象 我那张照片的形象 就是所有华夏军人 共同的形象 小马听了这话 心内极为震撼 他没想到 这个大二学员 思想境界竟然这么高 凌望这样坚持了 他们便只好作罢 回去将凌望的这段话 发表至网上 这在网络上 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回到学校 没过几天 便接到了来自 叶老虎庄甲连连长的电话 凌望他们一行八人 和黄斧龙 班长带的老兵 一起送他回家 凌望是他们 这群人中 唯一一个参加过护旗队的人 也是走君子走的最好的人 所以决定 由他捧着黄斧龙 那盖着国旗的骨灰盒 送他回家见父母 而后再由他捧着骨灰盒 送黄斧龙 进当地的烈士陵园 黄斧龙回家的那天 相关部门 敲锣打鼓地 给他家 送去一等宫的牌匾 凌望捧着骨灰盒 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向 早就等在家门口的黄斧龙家人 黄斧龙的父母 趴在骨灰盒上 哭得死去活来 一群人扶着他们两位 这才勉强没有摊在地上 黄斧龙的妻子 抱着七岁的女儿 不停地抹着眼泪 眼睛早就肿得不能看了 可以想象到 他私下里哭了多久 黄斧龙的女儿 一直在给他妈妈擦着眼泪 妈妈你别哭 你别哭 你和奶奶爷爷 为什么要哭啊 黄斧龙的妻子 哽咽地说 悠悠 你爸爸回来了 悠悠疑惑地四处张望 问道 爸爸在哪里 我上次见他还是过年 我都快要忘记他的样子了 他还答应我 给我买一整套的芭比娃娃呢 张了张嘴 始终没有把真实情况给说出来 周围的群众 有很多人都开始默默擦眼泪 在骨灰河的里人 是为了保护他们所牺牲的 没有这样一群人 就没有他们 现在幸福安康的生活 黄斧龙的家人 见过他的骨灰河后 他们送黄斧龙 去烈士陵园安葬 在入葬的时候 悠悠听到有人说 他爸爸要下葬了 正拖开他妈妈的怀抱 跑到坟地前 小小的手使劲扒拉着众人 不要把我爸爸埋在地下 他一边哭 一边大喊着 坏人 你们一群坏人 不要把我爸爸埋在地下 凌望主动伸手 把悠悠抱至一旁 哄着他 成群结队的人 自发地前来献花 白色或黄色的花 在烈士陵园放了很多 黄斧龙入恋后 凌望他们并没有离开 凌望一行人 再次来到了黄斧龙家 这次他们患上了变装 凌望将两张卡 交给了黄斧龙的妻子 这两张卡是 组织给你们的抚恤金 班长的女儿 组织会管的 你不要担心 班长的女儿 就是我们的女儿 以后有什么事情 就联系我们 凌望给了两张银行卡 一张是组织给的抚恤金的卡 一张是他个人给的 里边有五十万 黄斧龙曾经对他很照顾 所以他想要尽一份绵薄之力 替黄斧龙照顾他的家人 悠悠看到凌望他们 再次大哭了起来 我要爸爸 爸爸答应我最近回来 明天送我去小学报到的 他是个大骗子 刘一看到这里 揪心的不行 他抱起小姑娘 心疼的也一起哭了起来 别哭 别哭 次日 实验小学门口 十七个大男人 一起带着悠悠来报到 悠悠脸上的表情 终于缓和了一些 不再是哭啼啼的模样 报到结束 凌望他们准备走的时候 凌望蹲下来 嘱咐道 悠悠 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爸爸 以后有谁敢在学校欺负你 敢让你不开心 你就告诉你 这群爸爸里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保证打得他满地找牙 刘一同样蹲下来 开心的冲悠悠说 没人欺负你 你也可以随时找我 你好好学习 今年放寒假了 我带你去玩 悠悠 好 安顿好悠悠后 一行人回部队的回部队 回学校的回学校 凌望他们八位学员回到部队 学校已经开始 进行正常的训练了 他们几个人 一刻也不停 立马换上衣服 去找中队所在的位置 进行训练 训练休息的间隙 王志尚说道 你们立功的机会又来了 咱们华夏十八所军校 共同举办了一届军事技能大赛 每个学校有十位名额 分为两个小组 第218章 军校联合军事技能大赛 参加的学校 有咱们陆军指挥学校 还有华夏陆军装甲车学校 华夏陆军步兵学校 华夏海军指挥学校 华夏海军舰艇学院 华夏海军工程学校 华夏空军指挥学校 华夏空军预警学校 华夏空军航空学校 华夏火箭军指挥学校 华夏武装特警学校 和华夏武装部队指挥学校 主办方是华夏海军指挥学校 众人听着这一连串的名字 都给听猛逼了 王打虎感慨道 中队长 这哪里是我们拿军工的机会到了 分明是凌王拿军工的机会到了 一个学校只有十个名额 这肯定轮不到我们啊 王志尚客套地说 你们也别气馁 可以勤家训练 主动参加学校的选拔活动 每个人都有机会 他说着停了下来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专门看了凌王眼 然后再次环视众人 缓缓开口道 这次比赛的小组赛 分值占据比例很高 所以选拔的时候 会以小组的形式进行选拔 你们可以找实力强悍的学员组队 他这暗示的意味很明显 这次是小组选拔 你们想要参加的人 赶快找凌王组队 有凌王在 他们肯定能通过学校的考核 众多学员领会到了王志尚的意思 忍不住笑了起来 王打虎直接伸手搭在了凌王的肩膀上 阿旺啊 你看咱们这关系 俺是不是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可你得到你小组队员的身份 凌王笑了笑 调侃道 我很荣幸可以成为你的队员 刘毅 凌王 你这家伙可不许丢下我了 得带着我一起拿名刺 一起拿军功 吴雄刚才听到王志尚说 有军事比赛 很是兴奋 想要参加 听到王志尚的暗示后 内心痒痒的很 特别想和凌王组队 现在看到王打虎 刘毅两个人 和凌王勾肩搭背的模样 极度的要死 他也想要凌王 这样带着他 拿军功章的好兄弟 说实话 他在中队里的实力 不能说说数一数二 最起码 也是排在七八名左右的位置 而且射击师排名在前三 这样展示自己的军事大赛 他不想错过 如果可以和凌王组一队的话 他就可以通过学校的选拔 可吴雄又和凌王不对付 这所有人都知道 凌王这个当事人更知道 吴雄心里琢磨着 凌王肯定不会同意 我加入他的战队 说不定还会耻笑我一通 要不我去和他说试一试 实习的时候和他一个宿舍 感觉他也不是小气的人 要不我就给他认个错 说自己之前 不应该处处跟他对着干 让他带上我 不行不行 这样太丢人了 我拉不下这个脸 有错就承认 这也不算是丢人吧 班长之前总是说 做人不能输 如果做人输了 那才叫真正的丢人 我给凌王认错 这不叫做人输了吧 应该不丢人吧 不行不行 我开不了这个口 吴雄的内心 现在非常纠结 晚上他把毛巾搭在肩膀上 拿着脸盆去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正好看到凌王在洗漱 凌王旁边的水龙头是空着的 吴雄鬼使神拆的 站在了凌王旁边 他扭扭捏捏 想要和凌王说 参加比赛的事情 这话到嘴边 总是张不开口 凌王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 直接开口道 你有什么想说的 你就直说 吴雄小声的哼哼 那个 之前确实是我不对 是我不懂事 不应该处处跟你对着干 那个 对不起 凌王听到这话 没有一丝的惊讶 今天中队长提醒众人 可以和他组队后 吴雄总是时不时的偷看凌王 凌王有察觉到 而且猜到了 吴雄心里想着的是什么 他以为吴雄这种自负高傲的人 会耻于开口和他道歉讲和 就算是最终讲和了 也应该纠结几天才对 凌王没想到 吴雄当天晚上 就和自己说了这件事 看来 已经毕业的那个一班班长 对吴雄的教导很成功 最起码知道了什么是礼貌 知道了不要用鼻孔看人 该认错就认错 凌王没有及时做出回答 只是在默默的洗漱 吴雄以为凌王拒绝他了 一脸的不开心 内心安慰自己 算了 不组队就不组队 我自己重新找人组队 他还正在刷牙 凌王便洗完了 收拾东西准备走人 凌王一边收拾 一边说道 如果你想来就来吧 今后空闲时间 咱们队里的成员 一起组织训练 只不过我敢保证 一定能带你上 参加学校考核的时候 咱们能者居上 吴雄 他听到这个 整个人兴奋了起来 开心地看着凌王 满嘴牙膏默的嘟囔 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 和我一起组队吗 凌王 谢谢你啊 之前我确实挺牵奏的 那个以后 咱们好好相处 你别往心里去啊 凌王笑了一下说道 你放心 我不往心里去 我有愁一般 当时就报了 他说完便拿着脸盆 转身回去了 吴雄高兴地在他身后大喊 凌王 谢谢你啊 以后我一定不会像之前那样牵奏了 之前的事情 对不起了 吴雄刚才和凌王和解了 并且凌王答应和他组队 一起参加军事大赛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一时没忍住喊了出来 在水房洗漱的众人 听到了这声音 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和他们两个一个中队的人 忍不住调侃道 吴雄 今儿的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 你不是最讨厌凌王的吗 怎么今天给凌王道歉了 吴雄 你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你这种人 还知道道歉两个字怎么写呢 吴雄被调侃 不高兴地骂了回去 去去去 滚一边去 别拿老子开涮 你们懂个屁 有错就认错 知错就改 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道歉不丢人 明知道错了 强称着不承认 这才叫丢人 做人不能说这个道理 你们不懂吗 次日 王之上在训练的时候 专门把他们带来了一处 特殊的四百米障碍场地 第219章 大赛前的加强训练 今天咱们的体能训练 就是四百米障碍 这次军事大赛的举办方 是海军学校 他们的障碍跑 和咱们的不太一样 所以 咱们得提前适应一下 我身后的场地 就是学校已经废弃已久 四百登岛障碍 你们现在修补一下 明天就开始训练 众人 是 学员们刷油漆的刷油漆 拧螺丝的拧螺丝 王打虎感慨道 这主办方就是占据优势啊 搞得咱们的训练 还都得配合他们 刘毅 凌翁 我真替你们去的人糟心 凌翁听到他这话 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都不着急生气的事情 他这两个好兄弟 反而急得不行 真是皇帝不急太见急啊 好了 别说话了 小心等 会王老黑过来训你们两个 提起王老黑 王打虎忍不住说 俺和你们两个说 这次实习回来 我是越发地喜欢王老黑了 他虽然骂人挺狠 家练也练得狠 可俺能真的感觉到 他是为了俺好 有什么危险的事情 他是真的带头上 不像部队那个 叶老虎装甲连的连长 虽然骂我骂的不是很多 可总感觉 他没有王老黑好 刘毅肯定的点头 没错 我也有这种感觉 凌翁皆化道 这很正常啊 咱们是去部队实习 又不是那个连长的兵 他对待咱们的态度 更多的是应付 不要在实习的时候出事就行了 这也在常理之中 刘毅 以后我决定了 我要好好珍惜 和中队长相处的时光 他人实在是太好了 经过一次部队实习 刘毅对王志上的感情更深了 他说着说着 忍不住激动起来 说话的声音变得有些高 这下引起了王志上的注意 他训斥道 刘毅 不想好好干活 你就给我滚出来 刘毅刚才还兴奋满满的脸 瞬间搭拉了下来 内心飞复道 王老黑 一点也不好 我还是快点毕业吧 人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动物 在一起时两声相咽 分开后又特别的想念 次日 凌翁他们开始进行 四百登岛障碍训练 场地采用四次回转 共十个障碍项目 分别是软桥 螺旋梯 高低横目 网墙 轮胎攀台 摇摆平台 晃动横梯 跨网 阻绝墙 模拟沙滩 是针对渡海登陆作战的 实战环境来进行模拟的 以提高单兵海上作战 适应能力为重点 遵循体能训练规律 按照系统组合的原理 不同程度的模拟装载 航渡 换成 抢摊上路的特殊状态 凌望他们是陆军 四百障碍训练 和海军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训练场地才会荒废 可这次主办方是海军院校 他们肯定会一定程度上 采用他们海军的军事项目来考核 也算是东道主的一个优势吧 像凌望这种陆军 以及空军 特警学校的人 处于不利地位 不过这些不利因素 在凌望这里 就做不得数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无论更换什么军事项目 凌望也不会落入下风 学员们一个又一个地上跑道 低到软桥 有人跑得很快 使得软桥左右摇摆 严重影响了后边学员的速度 气得后边的学员大骂 前边的 你要死啊 稳当着点 螺旋梯顾名思义 是一个螺旋的梯子 中间有一根铁柱 学员们爬上梯子顶端 抱着铁柱从上边滑下来 这一项目 转得学员们晕头转向 有人分不清楚左右 撞在了一起 训练休息的间隙 他们全部盘腿坐在地上休息 王达虎生无可恋地说 这只四百米登岛障碍太磨人了 尤其是最后那个一百米沙滩 我感觉是最痛苦的 脚踩在沙子上 是真的没办法用力 他说着 想到了什么 担心地看向凌望 凌望 你们这训练几天 就去和一直训练的海军比 这怎么能比得过 海军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虽然我知道 以你的实力肯定能拿一个好名次 可这多多少少会影响你发挥啊 凌望笑了笑 达虎你就这么肯定 我一定能通过学校的考核 刘一听到这话 忍不住拍了凌望膝盖一巴掌 凌望 你这就谦虚得过分了呀 你如果没有通过学校的考核 那一定是你故意输的 凌望 好了 不和你们开玩笑了 你们两个 也别替我打抱不平了 海军院校这样安排 也是情理之中 咱们要学会随机应变 难道战场上是一成不变的军事训练项目 平常心接受就好 凌望虽然嘴上轻飘飘地说着 可并不代表他不重视 这段时间 他一有空就来到登岛障碍这里训练 时间过得飞快 半个月后 学校便开始组织选拔考核 最后代表学校参加军事技能大赛的十位学员中 有凌望 刘伟 吴雄 赵莉莉他们四个 吴雄综合成绩不算是特别优秀的 可他的游泳和射击太好了 所以通过了学校的考核 他们这十个人踏上了前去比赛的路途 来到了华夏海军指挥学校 他们这些前来参赛的学员 被安排在了同一栋宿舍楼内 大家在宿舍的讨论的主题 都是有关这次比赛的事情 陆军学员宿舍 体能咱们是强项 海军空军随便虐 特警在体能这方面 咱们也算是五五开 就是格斗比五不要遇到他们 是真的打不过 海军学员宿舍 夏前 武装求度 咱们可以虐死其他几个兵种 就是体能和格斗 只能和空军有的一碰 希望格斗第一场 别遇到特警 不然第一轮就要被刷下来了 空军学员宿舍 这比赛的军事项目 咱们不占据一点优势 要是比跳伞就好了 除了武装求度之外的项目 其他项目 也就可以和海军碰一碰 特警学员宿舍 则是另外一幅景象 他们高谈阔论 畅谈着明天比赛项目 如何虐其他几个兵种 第220章 强行登陆 要我说啊 这体能格斗 不如让陆军 海军 空军一起上算了 一个一个来 真是麻烦 比装备咱们不行 要是比体能格斗之类的项目 咱们可就有的说了 特警的装备 是他们这几个兵种里面最差劲的 可体能训练这方面 他们是练得最多的 4日 一大早 参赛的180名学员集合起来 凌望他们学校带队的是陈主任 陈主任在事无巨细地给他们说 今天要比赛的内容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咱们今天的比赛项目 有强行登陆 武装求度 400米登岛障碍 还有射击 强行登陆 是以小组的形式考察 你们都提前分配好分工了没有 剩下的几个项目 是联在一起考察的 这个武装求度 虽然是个人比赛项目 可没有明确规定 你们不能小组一起行动 大家可以一起 牵着绳子求度 这样对游泳速度慢的学员 有个照顾 众人认真听着陈主任的嘱咐 生怕错过重要的关键点 很快 学员们便登船前往比赛的训练岛屿 海军指挥学校的工作人员 已经提前过去了 学员们强行登陆的三处沙滩 已经提前分别架起了一艇机枪 配备了两名机枪手 以防意外发生 另外一个还能及时顶上 比赛的内容就是 他们从150米外的海上游过来 拖着冲锋艇 盯着上边的火力扫射 成功到达插着红旗的目标点 陈主任他们带队的18位各校负责人 有说有效的进入棚区观看比赛 最先考核的是强行登陆 180名学员 5人1组 一共36组 通过抽签的方式 决定出场顺序 率先上场的是三队海军院校学员 他们从船上拉着橡皮艇下海 飞快地往岸上游 一个个奋力地挂着水 拼尽全力地游着 都想拿到第一名 眨眼间的功夫 他们便上岸了 架在他们正对面的机枪开始扫射 子弹不断地射出 他们一行人 隐蔽的隐蔽 阳攻的阳攻 负责干掉上边火力攻击的人 在瞄准射击 一阵枪声过后 三队海军学员 有两队都成功达到了目的地 有一队在快要到达的时候 最后一个人被击毙了 在一旁观赛的带队负责人 出成绩的那两个在鼓掌叫好 登陆失败的那一队负责人 黑着脸 既惋惜又气愤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观赛的海军学员 在惋惜强行登陆失败的那一队 真是可惜了 他们这一队太倒霉了 他们的主攻火力 一上岸就被干掉了 失败的那一队 这回可真是够丢人的 观赛的其他兵种学员 一轮纷纷 这强行登陆太难了 咱们都没有提前训练过 怕是还不如登陆失败的那一队 队长 咱们快点想被应对对策啊 好家伙 第一个项目就这么难嘛 连海军都到不了目标点 和凌望同一队的四个人 围着凌望一言不发 期待地看着凌望 凌望反问 你们看我做什么 刘伟 我知道你主意多 你说说你的看法 凌望摇头 我没有看法 咱们继续看看 接下来其他组的情况 再想对策 接下来 其他上场的学员 有的直接猛冲 有的拖着橡皮冲锋艇 按照S型路线来登陆前进 很可惜 胜利的队伍很少 空军的一个队上场了 他们五个人 有两个隐藏在橡皮冲锋艇后 对前方的机枪位置进行猛攻 其余三个人 都藏在倒扣的冲锋艇下面 在缓慢的前进 像是缩头乌龟一样 虽然不哑观 可上面的火力 却再也无法给他们造成伤亡 就这样 狗折的这一队人 成功到达了目标点 接下来上场的队伍 都学着这一队强行登陆 在一旁观赛的负责人 一个个脸色都不太好看 他们要看的是勇士冲锋 而不是看学员做缩头乌龟 这次比赛 火力只安排了机枪 如果是真实的战场 他们这些在冲锋艇下猫着的人 早就被一个手雷干掉了 而且这是冲气冲锋艇 现在的空弹壳 对他造不成伤害 暂时让这些学员们钻了空子 如果是真子弹 冲锋艇早就被干漏气了 根本对他们起不到保护作用 很快轮到凌望他们 这一组上场了 陈主任看到后 心态下意识地紧张了一点 期待地看着凌望那一小组 凌望这人总是像开挂了一样 希望这一次 他依旧能给人惊喜吧 在准备上战艇的时候 凌望主动要了一把步枪 并且安排到 等会我在水下 就把岸上的机枪手 还有那个辅助的人给干掉 等我干掉他们 给你们指令 你们再上岸 众人 好 他们这一组的五个人 赵丽丽 刘伟 吴雄 对凌望非常了解 所以对他的安排 没有任何意义 剩下的一位 名叫阿牛的学员 并不了解凌望 是临时组队过来的 他看着赵丽丽这个种子 俱乐部部长 对凌望的安排言听必从 很是疑惑 他担忧地低声说 咱们这个样子能行吗 凌望 我知道你枪法好 可是一边游泳 一边打岸上隐藏好的机枪手 这怎么可能 赵部长 咱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你的看法是什么 不是 我是说 他说话 众人便登上了船 准备前往七十点 没有一个人理会阿牛 阿牛最后也只好住口 他们这一批下海的三队人 凌望意气绝尘地游在最前边 他们对剩下的四个 在拉着冲锋艇一起游泳 剩下的两队 所有人都在拉着冲锋艇 尽快地游 按理说 他们应该是乘坐冲锋艇的 可是对于水性极好的他们 乘坐冲锋艇反而耽误时间 所以 他们都是反着来的 众多带队责任人 看到凌望甩下众人 飞快地往岸边游着 很是惊奇 这人是想要做什么 难不成要一个人强行登陆 这小子 分明是一个陆军 竟然游得这么快 比大多数海军都游得快 第821章 武装求度 陈主任看着凌望 嘴角忍不住勾起笑容 凌望这小子 不知道又想出什么鬼点子了 他有预感 这个项目 凌望他们肯定能拿第一 凌望在众人的注视下 来到了海岸附近 他一只手再奋力地游泳滑水 另外一只手 则是将步枪举在头顶 他的眼睛 并没有在步枪的标准器上瞄准 而是左眼中出现了 有关各种机枪手的位置信息 碰 突然传来的一声枪响 惊到了众人 他们都以为是岸上的人在开枪 可那声枪响 分明是步枪的声音 不是机关枪 这究竟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海里的人 失误开了一枪 被击中的机枪手 看着头顶不断冒出的蓝烟 一脸猛逼 这是怎么回事 谁击毙我了 岸上根本没有人 难不成是海里炮着的那群人 这怎么可能 游泳的时候怎么瞄准 难不成这里边有神枪手 已经达到了枪人合一的地步 可就算是这样 我隐藏得这么好 他游泳的时候 也很难锁定我的位置 难不成 这一切都是巧合 机枪手被干掉 在旁边协助的人立马顶上 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传来 这名顶上来的机枪手 也被干掉了 这次众人看清楚 发生了什么 因为开这一枪的时候 凌望已经上岸了 他的一举一动 众人都看在眼里 在场的所有人 没有一个不佩服凌望枪法的 这尼玛都不用瞄准的吗 机枪手的位置那么隐蔽 他怎么确定的 难不成是刚才 他观赛的时候 已经留心注意了 一定是这个样子 不然就说不通 变成灵异事件了 凌望上岸解决掉了机枪手 他身后的四个队友 很快拉着冲锋挺上来了 他们很顺利地 到达了目标点所在位置 现场瞬间响起掌声 凌望他们这一组的表现太精彩了 陈主任一边鼓掌 一边高兴地大喊 好 不愧是陆志出来的人 就是会安排 他说完 得意地看向其他负责人 得意洋洋地炫耀着 真不是我说 军事比赛就应该像这样 让学员们 把自己的血性显现出来 不能躲起来 当缩头乌龟 你们也不要太气 你们学校的学员也非常优秀 是我们陆志的人太优秀了 所以显得他们 就不那么优秀了 陈主任这两句话 是相当的拉仇恨 反倒是陈主任 在一个劲地提醒他们 他们带来的学员差劲 众多负责人 客套的冲臣主任笑着 内心恨得牙痒痒 实在是太丢人了 尤其是刚才那几队 做缩头乌龟学员的负责人 他们脸上格外挂不住 学员们一边鼓掌 一边佩服地说 这个陆军是谁啊 枪法真是特娘的牛 本来是海军的场子 现在被陆志的人 压得抬不起头 真是给咱们解气啊 刚才这对陆军的人 想法真是好 学着凌望的方法来登陆 只可惜 他们只学到了凌望的计谋 并没有凌望的枪法 最后的结果很是惨淡 经过这么一前一后的对比 众人更加体会到 凌望枪法有多好 变得更加佩服凌望了 强行登陆这一项目 凌望所在的陆志一队 拿到了第一名 接下来便是综合考察体能 射击的项目 所有学员都乘坐着站挺 前往五海里外的起始点 众人全副武装 将橙红色的救生圈 用绳子系在身上 以防有意外发生 每队的五个人之间 都有一根绳子 将他们系在一起 这样方便一起行动 照顾游泳慢的学员 这一次 依旧是凌望安排着比赛 武装球都项目 我是咱们中间最擅长的 我打头 拉着你们 吴雄也站出来 我游泳也非常好 我在第二个 赵丽丽 我游泳一般般 而且 我是咱们中间体重最轻的 我在最后边跟着 刘伟主动站出来 我排在倒数第二个 阿牛你在第三的位置吧 赵丽丽游泳最慢 刘伟祥紧挨着他 如果有什么不合适 自己还能照顾一下赵丽丽 赵丽丽 面部依旧冷冰冰的 没有任何的表情 可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在学校 还是第一次 有人愿意默默照顾他 平时大家都喊他女魔头 他太能打了 别人想要照顾 也没有那个本事 学员们一组又一组的下海 海军这次一勇当先 所有人都闷头游泳 虽然他们整体 武装球渡的速度都很快 可依旧落在了 凌望他们这一对后边 凌望和吴雄奋力地游着 他们身后跟着的阿牛 努力咬着牙 拼命地挥动双手游着 虽然有凌望和吴雄 在前面拉着 阿牛可以轻松一些 可他们两个实在是太快了 阿牛依旧跟得很吃力 刘伟在他们身后 时不时地扭头 看照丽丽一眼 温柔地开口道 赵部长 你如果 他才说出几个字 便被赵丽丽骂了过去 扭回去 我能跟得上 刘伟被骂 只好继续埋头奋力游着 赵丽丽武装 球渡师弱象 他在最后边 和被绳子拽着跑 没什么差别了 拼命地跟着队伍 让他很吃力 很难受 可他依旧没有喊出来 让前面的人慢点 现在哪怕会因为 呛海水落了病根 他也不愿意影响比赛 学员们附近 有工作人员乘坐着游艇 在巡查 以防有学员出现意外 他们看着打头的凌望那一队 忍不住感慨道 我还是头一回见 陆军的武装 你们看最后边拖着的那个女学员 明显跟不上了 这女学员也是 这种比赛的规则和评分 都是按照男学员的标准来的 她来吃这个苦做什么 工作人员看到赵丽丽跟得太吃力 甚至呛了海水 于是靠近过去 喂 那个女学员 你要不要帮助 赵丽丽拼尽全力 在唤棋的瞬间 喊出了一声 不用 第222章 登岛障碍 凌望在最前面游泳着 因为要照顾身后的人 所以不敢拼尽全力游泳 打开阴眼技能 时时刻刻关注着身后队友的身体状况 在不超过他们身体极限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游得快一些 其他队伍看到凌望他们这么快 下意识拼命冲了起来 远处轮船上观赛的众多负责人 纷纷拿起望远镜观看比赛 陆军球度水平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这伙人真是高中毕业生上来的军校生 看着水平 怎么这么像去军校学习的事关 看样子组装球度 海军又拿不了第一了 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 竟然这个样子 真是丢人啊 陈主任看着凌望带领着他的队员 遥遥领先其他队伍 忍不住大声叫好 凌望这小子表现不错 紧接着他得意地笑着 冲其他负责人开口道 我带来的学员真是不懂事 组装球度有这么快做什么 接下来还有其他项目要比 真是不懂事啊 其他带队负责人 没有一个人搭理陈主任的 他实在是太反而赛 太气人了 其中 最数三位海军院校负责人脸色难看 心中默默咒骂 陈伟你小子悠着点 现在这么高调 等会你们陆指的人一旦落后于人 我们笑话不死你 凌望在众多负责人的观望下 带领他的队员 五公里的组装球度 全程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终点 来到终点 凌望解开身上的绳子 并没有直接走向岸边 而是转身去看身后的队员 虽然他没有拼尽全力的游 可别人却跟不上他 全程跟着很是痛苦 他一把将阿牛给拖起来 而后又和刘伟一起把赵丽丽扶起来 赵丽丽呛了好几口水 忍不住不停的猛咳 凌望看他没事 便直接转身走人 前往下一个项目 四百米登岛障碍 刘伟温柔的关心着赵丽丽 赵部长 你怎么样 赵丽丽猛咳的间隙回答道 没事 死不了 你快点去下一个任务点 不要管我 他说着 便拼尽全力的去推刘伟 让他不要管自己 刚才在水中 他拼命跟着队伍 体力早就消耗殆尽 这下还推了刘伟一把 脚下一滑 直接扑倒在浅岸上 海水再次扑打着赵丽丽的脸 他连滚带爬地爬起来 努力跟着大家一起上岸 组装球度是弱象的他 内心本就内疚 感觉是自己拖累了 整个团队现在上岸了 他绝对不会再拖累队友一下子 在一旁负责计时的工作人员 看着凌望他们上岸 连忙按下手中的计时器 用时62分钟 组装球度5公里 正常速度大概在一个半小时 到两个小时之间 工作人员看到这时间 震惊地看着凌望他们 走上岸的五个人 这些人真的是陆军吗 这可是组装球度 他们身上背着五六十斤的装备 一个小时有五公里 就算是海军 这也做不到啊 其实 如果不是队友拖累 凌望可以更快 凌望上岸后 没有休息 直接来到四百米登岛障碍的 项目地点 开始行动 刘伟在一旁掐着腰 稍作休息 看着凌望的背影 气喘吁吁的感慨道 凌望这家伙 是真变态 这体力 这耐力 其他队员跟着来到登岛障碍项目前 没有直接上场 而是和刘伟一样 在稍作调整 他们在一旁观看着凌望的表现 只见凌望登上软桥 脚尖在桥上轻轻借力 快速地前进 动作轻巧又快速 凌望仿佛会轻弓一般 软桥只是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荡 不像别人上场那样猛烈的摆动 下一个项目是螺旋梯 凌望一步两个台阶 快速地上去 而后攀着铁杆快速滑落 接下来的几个项目 凌望依旧快速通过 在一旁观赛的人都傻了 阿牛惊讶地感慨道 凌望体能是真的好啊 怪不得他一直拿军功 这体能不拿军功都说不过去 刘伟笑着搭话道 这才乃到哪 接下来有你惊讶的 很快 凌望来到了最后一个项目 模拟沙滩的100米冲刺 按理来说 经过了前面300米的冲刺 最后这100米 选手应该筋疲力尽才对 摆柔软的沙滩上 更加跑不快 可凌望这里 他的速度和在橡胶跑道的 百米冲刺一般 直接猛地冲上终点 终点负责计时的工作人员 同一时间按下手中的计时器 他惊讶地大声喊了出来 用时1分32秒 在场的众人 无一步惊叹地鼓掌 这也太快了吧 这直接打破了 海军最高纪录1分46秒 而且还是在求度5公里后 没有做任何休息调整的情况下 这个陆军真是猛 工作人员走向在终点 做舒缓运动的凌望 兴奋地说 同学 你知道你用时多久吗 凌望随口道 大概再一分半多一点 工作人员 恭喜你 打破了记录 这次大赛结果无论如何 你都有一个三等功了 凌望冲他悄悄一笑 谢谢 工作人员看到凌望的表情 很是疑惑 问道 看你这样子 对拿三等功不满意吗 打破军事项目记录 拿三等功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怎么看你不太高兴 这时 在一旁看着的吴雄大声说道 凌望不是不满意 是拿军功拿得太多 都已经习惯了 凌望听了这话 冲吴雄会心一笑 虽然两个人之前不对付 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两个是好战友 在面对外人这一方面 吴雄向来有失飞观 凌望这边通过了登岛障碍 刘伟和赵丽丽紧接着上场 吴雄和阿牛多休息了一会儿 也上场了 凌望则是走向沙滩左边 前往射击项目的考核场地 组装求度的下一组也登岸了 登岸的是海军 他们用时72分钟 凌望一组游得太快 让后边的人下意识地 也跟着一起游得快了起来 第223章 射击 最后一组登岸的是空军学员 他们上岸后 知道自己是最后一名 一个个垂头丧气 咱们是空军 是天空中的雄鹰 实在是不擅长在水里游 真是难为比人了 下次 咱们举办军事大赛的话 一定要考核跳伞 快去登岛障碍项目吧 别在这里叽叽歪歪地丢人现眼了 登岛障碍项目考核 有表现非常优秀的学员 同时也有表现比较拉垮的学员 不过在拉垮 最后一名用时也在2分10秒 和普通学员相比 算是比较不错的成绩 毕竟来这里的 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健将 可他们一和凌望相比 就显得尤其拉垮 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人 凌望来到射击项目考核的地点后 并没有看到提前准备好的枪支弹药 而是在沙滩上 铺了一层均绿色棉布 棉布上堆了一堆枪支零件 除了步枪的零件 还有手枪的零件 看来这次射击考核 还要考核枪支的组装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看到凌望过来 讲解道 这次射击考核的时间 也要算入成绩 所以从你组装枪支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计时 凌望听后 来到了枪支零件前 大声喊了一句 我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工作人员按下计时期的同时 吹响了口哨 凌望立马开始动作 迅速的武装枪支 他的动作之快 让看惯枪支组装的工作人员 都忍不住大为惊叹 这个学员组装步枪 竟然只用了18秒钟 而且 这其中还包括了在零件堆中 寻找自己要用到零件的时间 这也太快了吧 工作人员还没来得及震惊 便看到凌望拿着组装好的步枪 走向射击点 这次射击的靶子 安排在了海面上 靶子固定在泡沫板上 全部用绳子牵引 将其固定在距离射击点250米处 海风不断吹来 靶子随着微风轻轻浮动 这给射击造成了很大的阻力 而且海风 以及海面上不同于陆地上的湿度 都会影响子弹的射击轨道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次的射击考核 赛尾组有很精心的准备 只不过 无论多用心的设置比赛项目难度 对于凌望来说 都是徒劳无功唯一的作用 也就是从各个方面 证明凌望有多优秀 毕竟很多时候 凌望能拿到100分 是因为满分只有这么多 并不是他就这种水平 凌望右眼通过步枪的瞄准净瞄准 左眼中出现了有关靶子的各种信息 风向 风力 湿度 距离等等 还有各种数学物理公式 在给凌望计算着最佳的射击点位 砰 砰 砰 一阵枪声传来 凌望的十发子弹在四秒之内全部射出 观赛的众多负责人 拿起望远镜 望眼欲穿的观看着 由于凌望在前三个项目的优秀表现 导致现在观赛的众多负责人 注意力全部放在他身上 完全没心思去看其他人的表现情况 负责人看到靶子上 靶位中心的九个弹孔 其中一个弹孔尤其大 他们忍不住惊呼了出来 好枪法 不用瞄准 提枪就干 全凭手赶 这才是真正的神枪手 陆志从哪里找来这么一个小子 真是天才啊 怪不得陈伟这个老家伙 敢这样耀武扬威的笑话咱们 原来是他带来了一个神将啊 陈伟听到这话 强行忍住心中的大喜 假装一本正经的为自己解释 我刚才哪里有耀武扬威的笑话 你们了 我只是把凌望的表现 和你们学员的放在一起对比了一下 这能叫笑话吗 说实话吧 刚才我夸凌望的那些话 都已经很谦虚了 这小子 可远比你们看到的要优秀 陈主任再次得意的炫耀了一把 总之一个意思 你们学员太垃圾 一些负责人听了这话 没有再对回去 反而笑着 无奈的接受了陈主任的嘲讽 没办法 谁让陈伟带来的这个 凌望太优秀了呢 不过也有一些心中不快的负责人 提醒道 陈伟 我说 你别得意的太早 前面的这几个项目 只是开胃菜 真正厉害的项目 都还没有上呢 陈主任笑笑 没有说话 内心道 后边的那个大项目 凌望会让你们更说不出话 演习时 可以把敌军最高指挥官 活着俘虏回来的人 靠的不是运气 是在野外生存战斗的绝对实力 一提到最后边的那个大项目 三位特警院校的负责人 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们特警很是擅长那种项目 而且 接下来的格斗项目 他们绝对能拿第一 在射击考核地点的工作人员 看到凌望的射击成绩 都忍不住惊叹道 这个学员连射这么快 竟然是满环 而且 其实 如果凌望愿意的话 他可以所有子弹 都从一个弹孔通过 只不过 因为这次靶子漂浮在海面上 每次射击都会因为子弹的力量 靶子的位置有所移动 如果凌望要做到十枚子弹 都从一个弹孔穿过的话 那会多用一些瞄准时间 这次的射击考核 所有时间也会记录下来 作为评分依据 无论是十枪十动 还是十枪一个动 成绩都是满环 所以 为了尽可能地拿高分 凌望在四秒内将所有子弹射出 接下来 其他学员纷纷上场 来到这里的学员 虽然是学生兵 可都是各个大学精挑戏选出来的优秀人才 表现非常的优秀 大多数人的枪支组装 都在三十秒以内完成 有几个别的人在五十秒左右 虽然听起来成绩一般般 可他们这次组装枪支寻找零件 就耗费很多时间 这已经算是非常快的了 最后上场的几位选手 因为前面的人都把枪支零件给拿走了 在军绿色棉布上的零件 所剩不多 而且距离很远 所以组装枪支占据了他们很多的时间 射击考核完毕 今天的比赛项目便全部结束 众多学员回到了海军指挥学校 第224章 力量测试 这一次 众人在宿舍商讨的不再是 明天的比赛内容 而是都在一轮凌望 陆军宿舍 今天陆指的那个学员叫什么名字 各个项目表现真是好啊 枪法是真的好 坦比狙击手啊 虽然不是咱们学校的人 但总归是陆军的人 今天把海军压得死死的 真是给咱们陆军争光啊 海军速射 今天组装球渡 还有登岛障碍 竟然都没有拿第一 真是丢人啊 这个凌望什么来头 是不是陆指特招的人 真怀疑陆指作弊了 他们是不是找来一个特种兵冒充学员 咱们海军最占据优势的项目 都比完了 看来接下来也就只能虐虐空军了 空军速射 虽然咱们今天的表现不怎么样 但是 海军没有在他们主场的项目赢了 这就是个好消息 咱们不是比赛中最丢人的兵种 明天就要进行格斗了 希望咱们小组赛的时候 别一上场就遇到特警的人吧 特警速射 今天陆指的那个凌望 登岛障碍项目用时特别快 可以看出他身手很灵活 而且体能很好 看来这次 咱们要遇到劲敌了 也不一定 他虽然武装球度好 体能也好 射击更好 可他格斗 比武之类的不一定好 格斗考察的可不是体能 不然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就是举重运动员了 而且 凌望所在的队伍有个女学员 明天小组赛的时候 绝对虐哭他 我打听过了 那个女学员叫赵丽丽 长得一张厌世脸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再怎么厉害 也是个女的 天生的生理差异摆在这里了 凌望所在的宿舍 赵丽丽是女学员 不和他们住在一起 所以宿舍里只有九个人 除了凌望之外的八个人 都在高兴地说着 今天的比赛情况 他们提起海军带队负责人的黑脸 就开心得不行 吴雄开心地说 凌望确实厉害 这次 我感觉他又是第一 刘伟调侃道 你不是和凌望向来不对付吗 怎么着 一起去部队实习了一个多月 两个人一笑敏恩仇了 提到这件事 吴雄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 腼腆地说道 刘伟班长 你就别闹我开涮了 谁还没有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啊 我来军校之前 因为我家庭背景的关系 外加我本人也挺优秀的 去到哪里 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所以 一开始我特别不服气凌望 现在想来 那个时候确实挺欠奏的 不过 话说回来 我还得谢谢凌望 要不是他在班里一直压着我 我也成长不起来 现在还是那个欠奏的样子 凌望听到这话 放下手中的小说书 看向吴雄 答话道 其实我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可没有教育你的那份闲心思 你最该谢的是 已经毕业的一班班长 没有他耳提面命地教育你 你现在还一根筋地和我对着干呢 吴雄笑笑 我知道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 吴雄和凌望之间变得没有什么隔阂 虽然不是好兄弟 但总归一个中队的 要比其他人关系好一点 次日 格斗比赛的赛场 是在海军指挥学校校内的训练场 先进行个人赛 再进行小组赛 个人格斗赛的对手分配 是根据学员的体重 以及具体的力量情况 进行分配的 小组赛是抽签决定对手 学员们依次上称 称量体重 而后又排队 在力量测试仪那里 测出自己拳击的力量 力量测试仪和游乐场的那种测试仪很像 都是上边挂着一个沙袋 侧面有电子显示屏 测试的人 用拳头最大的力量打沙袋 最大力量将会呈现在电子显示屏上 这个仪器和游乐场仪器的区别 就是更加的精密 测量结果绝对的准确 力气比较大的成年男性 最大的拳击冲击力 大概在10万0150公斤左右 像拳王之类的 甚至能达到250公斤左右 这个数据听起来 感觉像是假的一样 就算是拳王 他一拳头怎么可能打出500斤的力量 感觉普通力气大的男性 拳头也不可能有200斤的力量 其实这些问题和动量与充量有关 还和压力以及受力面有关 测出来的是瞬间力量 与大家平常意识中的持续力量 有很大的差别 总之 这是一个测量力量的有效方法 并不夸张 在排队测量力量的时候 特警学员没有一个不高的 他们在这一方面是强项 空军海军 他们的力量测试数据 大多在350400斤上下 特警的力量测试比他们的好一些 有很多打出了450斤的拳击力量 轮到凌王他们对上场测试了 第一个上场的是赵丽丽 众多学员都纷纷注视着 她是所有参赛学员中 唯一的一个女学员 所以很是期待 但这种期待 更多的是好奇 而不是认为赵丽丽会有惊人表现的那种期待 赵丽丽来到力量测试以前 活动了一下手腕 然后紧握拳头 她向后退了两步 借力往前冲了一下 抡起拳头 狠狠地砸在纱带上 啊 哐当 纱带被砸得来回晃动 挂着她的铁链 因为摩擦 发出巨大的响声 电子显示屏的数据 在不断地增加着 最后 数据定格在425斤 现场瞬间响起掌声 所有学员都极其欣赏地看向赵丽丽 一改刚才轻慢的态度 虽然赵丽丽的力量 不是侧过的人中最强的 可这数据拿到南兵中间 都算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 大家看赵丽丽的目光 不愧是学校最能打的女学员 这拳头就是有劲 轮到刘伟上场了 她打出了470斤的好成绩 现场也给她响起了掌声 这是到目前为止 力量测试数据最大的一个学员 接下来 轮到凌望上场了 第225章 个人格斗赛 众人给刘伟的掌声 渐渐安静了下来 期待地看着凌望 凌望昨天的表现实在是太优秀了 所以现在 她就是人群中的焦点 她没有做任何准备动作 拳头紧握 直接抬起手腕 砸向沙袋 碰 一声重击 沙袋直接被击飞 电子显示屏上的数据 在不断地飙升 直至达到526斤后停下 现场所有人都低声惊呼了出来 凌望这一拳的力量 和拳王一样了 好像拳王都没有她的数据这么好 看她这块头 不像是有这么大力量的人 该不会是一气坏了吧 怪不得昨天登岛障碍 直接打破了记录 这力量确实牛 在场的工作人员 也无一步惊叹凌望表现 他们震惊了片刻 便继续安排接下来的测试 其他学员 还在继续议论凌望的力量 几个特警院校的学员 聚在一起 看着不远处的凌望 低声说道 难道这次格斗的冠军 要让陆军给拿了 凌望虽然打出了526斤的拳击力 可并不代表 他格斗一定厉害 毕竟 格斗不是靠蛮力 还要有一定的技巧 和超级敏锐的反应力 咱们特警没别的长处 就是实战多 所以这次 我还是觉得 朱志兴拿第一的可能性大 这位特警学员说着这句话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朱志兴 朱志兴个子很高 而且体格很壮硕 单看体型 他要比凌望大两圈 应该比凌望更能打 朱志兴长着异国自怜 看到众人看自己 他客套地笑了一下 你们这样看 我做什么 赢不赢又不是我说了算 等会上场 不就知道结果了 他虽然在客套地说着谦虚话 可他那高傲的语气 再告诉众人 他根本没有把凌望放在眼里 他是特警院校特招的学员 特别能打 战无不败 所以即使凌望刚才的力量测试 表现异常优秀 他也没有当回事 单人格斗赛是根据 参赛选手的体重 以及刚才的力量测试 分配对手的 一次上十组 分九场比完 第一场上的人 大家打得都很激烈 如果不是穿戴着护具 旁边有裁判在紧盯着 肯定会有人受伤 第二场上的人中 有赵丽丽 刘伟看着赵丽丽 自信了笑了出来 接下来有一个人 要被狠狠地修理了 赵丽丽的对手 是一名陆军学院的学员 他看到赵丽丽 站在自己对面 有些勉为其难地说 这不是难为我吗 我向来不和女人动手的 赵丽丽冷声道 女只是性别 并不是强弱的代名词 开始的哨声响起 众人立马行动 抱摔鸡头 踹腿锁喉 反摔踹肋等等 经典的格斗招式 纷纷上演 格斗比赛很是激烈 众人在一旁 看得很是起性 其中 众人最关注的是 赵丽丽那一组 毕竟女学员和男学员打 众人还是很期待的 只见 赵丽丽简单的 两次交手后 没有占到便宜 伸手非常灵活 踩在对方膝盖上借力 直接骑在对手脖子上 他一手掰着 对手的下巴往后扯 一手去接对手 砸过来的拳头 如果是真实的战场 他掰着对手下巴的手用力 可以直接让对方的 颈骨断裂丧命 可现在是比赛 他不能那样干 只好收一些力道 让对方暂时失去战斗力 对手很快反应过来 直接单膝跪地 带着脖子上的赵丽丽 一起砸在泥潭中 哗啦 溅起巨大的泥潭水花 他们两个人 瞬间变成泥人 那人这下 见识到了赵丽丽的厉害 下手比之前重了很多 奈何赵丽丽出手又很又辣 每次都是冲对方的命根子出手 在又一次的锁喉下 赵丽丽的对手终于认输了 我输了 不打了 不打了 赵丽丽这才松手 从泥潭里站起来 并且冲对手伸出手 示意拉对方起来 对手健壮 也不客气 拉着赵丽丽的手 干脆利落地站起来 冲赵丽丽笑了一下 真是筋帼不让须眉 好伸手 赵丽丽点头示意 从泥潭里上来 众人瞬间给他响起掌声 佩服地看着赵丽丽 以为这个女学员 是个拖后腿的 没想到他这么能打 看他体格不大 没想到爆发力这么强 我都替他的对手疼 这娘们下手真是狠啊 第三场格斗有刘伟 他向来很能打 所以轻轻松松 便将对手打趴下 结束了战斗 第五场格斗 上场的人有凌望 他一走进格斗的泥潭中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纷纷注视着 他期待着这个拳击力 堪比拳王的男人 大展拳脚 朱志兴在一旁看着凌望 依旧是一副 不当回事的平淡模样 这次格斗对手 都是经过合理分配的 凌望的力量测试 表现很强悍 匹配到的对手 自然实力不俗 他面部表情很严肃 眼神有些紧张 对于接下来和凌望的交手 他很是担心 哨声响起 凌望的对手拳头紧握 做好随时接招的准备 他看到凌望迟迟没有动作 便决定主动出击 大喊着将拳头 砸向凌望的面部 凌望依旧不为所动 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像是没看到对手出招一样 在对方的拳头 距离自己面部 近在咫尺时 凌望快速地出手 瞬间牵住对方的拳头 身子微微一侧 顺着对手的力道 将其往自己的身后扯 凌望的对手 完全没来得及反应 顺着自己本来的力道 猛地扑向前方 凌望借此 又跳起在对方的背上 踹了一脚 扑通 一声巨响传来 那人被凌望踹在泥潭中 久久不能做出反应 刚才凌望那一脚 看似动作轻浮 实则力道极大 踹得对手 瞬间丧失行动力 他在泥潭中动弹不得 凌望走过去 一把将其拉起来 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你说了 那人满脸是泥 狼狈至极 大大喘了几口气 冲凌望开口道 谢谢 刚才他整个人扑在泥潭中 身体动弹不得 也无法呼吸 很是危险 凌望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过去将其拉起来 第226章 再度第一 和凌望一组的刘伟 吴雄 阿牛 忍不住拍手大喊 好 凌望这一出手了 赵莉莉一向冷脸习惯了 没说什么叫好的话 跟着众人一起鼓掌 佩服地看向凌望 他隐隐约约有种感觉 凌望应该有过 很多场的实战经验 不然刚才他的反应 不可能那么镇定 而且出手又快又准 这是除天赋外 还需要勤家训练 才能练出的快捷反应力 朱志兴本来是一副 不懈的态度 看到凌望一击至敌后 面部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刚才凌望踹的那一脚 实战经验丰富的他 一眼便看出 这其中的厉害 踹的位置不偏不倚 刚好是人后背 承受力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刚才凌望出手 反制敌人的那一招快 准 哼 一看就是个练家子 这下看来 凌望不仅力量比他强 而且这反应力和实战经验 也要比他高不少 一旁观赛的众多负责人 也跟着大家一起鼓掌 纷纷赞叹 又是这个凌望 这小子看来是全能选手啊 他刚才的动作真是快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这小子借力四两拨千斤 这伸手感觉有 画下功夫的影子在里边 陈主任开心地大声笑着 高兴得像是他老婆生孩子了 带着凌望出来比赛 让他在一众负责人面前 出尽了风头 很快 个人格斗赛进入了第二轮 这次凌望分配到的对手 是朱志兴 他们两个才上场 身后的两队阵营 便开始给他们加油鼓劲 陆军的人在大喊凌望加油 特警的人在大喊朱志兴必胜 让他给众人看看 特警的实力 海军和空军的人则是在看戏 探讨着这一回特警能胜 还是陆军能胜 裁判的哨声响起 凌望这次没有坐以待毙 直接挥拳向朱志兴的胸口砸过去 朱志兴双臂护在胸前 接下了凌望这一拳 身子猛地向后退 还好他底盘比较稳 没有打裂剑 看似很轻松 接下了凌望这一拳 但他额头上瞬间出现的秘密汗珠 暴露了他的状况 刚才凌望那一拳着实厉害 疼得他瞬间出了一身冷汗 朱志兴一边缓缓绕着凌望转圈子 一边双拳紧握 时刻准备进攻 这次换他主动进攻了 挥拳冲向凌望 就在众人以为 他会痛击凌望面部的时候 朱志兴猛地蹲下 来了一招横扫 凌望恰好在此刻跳起 一脚踹在他的肩膀 朱志兴整个人顺着力道倒在泥潭中 两次交手 朱志兴都落入了下风 众多特警院校学员见状 全部都变得目瞪口呆 朱志兴有多能打 他们是知道的 万万没想到 他在凌望手下这么弱击 看来这个陆直来的凌望 实力深不可测啊 陆军这边的人 看到这种状况 一个个兴奋的步行 目光炯炯地盯着赛场上 情绪比他们亲自上场还要激动 海军和空军的人 看着凌望和朱志兴的出手 一个个惊讶的下巴掉在地上 高手过招 果然招招致命 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遇到这两个人肯定接不了几招 就败下来了 朱志兴一个礼于打挺 从泥潭中站了起来 不服气地吐了一口嘴里的泥巴 目光凶狠地看着面前的凌望 这个人比他想象中还要难对付 无论是力量还是反应力 亦或者是实战经验 对对手出招的预判 都比朱志兴想象中的要强 凌望看着朱志兴 淡淡笑了一下 看似有礼貌 其实是最伤人的挑衅 毕竟对方全力以赴 而自己还是玩票的态度 这给对手造成的心理重创 一点不比身体上的伤害弱 朱志兴看到凌望的笑容 脸色果真变得更加难看起来 他稍作调整 再次冲向了凌望 这次没有直接出手 而是在凌望身前不远处 一脚踢在泥潭水面 污水以及一点子飞溅 他借着这个遮挡凌望的视线 想要趁乱出手 凌望现在的反应力 比常人敏锐好几倍 朱志兴还没有打过来 他便主动向前一步 在漫天飞溅的泥浪中 准确找到了朱志兴 并且一脚踹在对方的膝盖上 一套踢膝别肘的动作 一气呵成 泥水落下后 朱志兴已经被凌望制服了 朱志兴还在不停地挣扎着 他不想就这样输掉 凌望见对方不死心 于是手下微微用力 只听咔嚓一声 朱志兴的胳膊瞬间变得软绵无力 凌望本是不想下手这么狠的 可是对方实在是太绝 只好这样 朱志兴这下 彻底丧失了反击的能力 只好认输 陆军院校的学员 当即开始欢呼 陈主任高兴地鼓掌 并且大声说道 目前为止 考察了四个项目 凌望都拿了第一 看来这次军事技能大赛的第一 非他莫属了 他说完还不忘记得意地Q一下 其他负责人 虽然说 比赛已经进行了一半 这第一名 都让我带来的凌望拿走了 可你们的学员表现也同样优秀 只是比凌望差那么一点点 接下来那个大项目 你们还是有可能拿一次第一的 你们要对自己的学员有信心 哈哈 众多负责人没有搭理笑话他们的陈主任 他们也想在被笑话的时候反驳回去 可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无法反驳呀 谁让陈主任有凌望这么一个好学员 有骄傲的资本呢 朱志兴下场后 有军医过来查看 朱志兴被打败了 心情非常的不快 直接冲军医说道 我知道我脱臼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他说完这句话 左手按着脱臼的右胳膊 忍痛自己将肩膀震位 咔嚓 这一下子 疼得朱志兴五官拧在了一起 他周围的众人看到后 没有一个不佩服他的 虽然输给了凌望 但朱志兴丹的其好汉这个称呼 凌望和刘伟看到后 二人对视了一眼 刘伟 看来这人是个狠角色 接下来的那个孤岛求生项目 这人肯定是个棘手的对手 凌望点头 肯定的回应 是啊 对自己这么狠的人 怎么可能简单 第227章 孤岛求生 个人格斗赛结束后 众人休息 下午迎来了小组格斗赛 这次选对手 是抽签决定 一共进行三轮比赛 第一轮36进18 第二轮18进9 进入第三轮的9个小队 进行混战 这次格斗的地点 变成了海边 所有人都在前岸上进行比赛 在抽签的时候 除了凌望小队以外的所有人 都在内心默默地祈祷 千万不要第一轮 就抽到凌望他们队 这样会被直接淘汰 很是影响成绩 凌望他们队 除了有凌望和刘伟很能打之外 还有一个赵立丽也能打 一共有五个人 有四个人非常能打 这样的对手 四个人就不想遇到 小组格斗赛 很快便结束了 最终结果可想而知 凌望他们一组 再次拿到了第一名 次日 学员们迎来了这次比赛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孤岛求生 该项目的地点是一处 已经废弃的旅游度假小岛 上面的度假村早就荒废了 海军指挥学校买回来 进行了专门的加固修缮 外加布置了众多的监控 整个小岛完全在他们的监视下 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基地 180名学员乘坐轮船 前往训练基地 他们全部集合在甲板上 赛维组的人 再给他们讲解这一项目的注意事项 荒岛求生项目 是一项综合考察比赛项目 你们全部轻装上阵 携带必要的驱虫药 净水器 水壶等必要生存物品登岛 岛上有赛维组准备的武器 食物 你们可以根据需要获取 在前期 会格外考察你们的野外生存能力 你们淘汰的对手越多 在该项目的得分越高 后期会给你们发布任务 完成任务的学员胜出 此次不仅是小组考察项目 也是单人考察项目 会根据你们的表现 给小组以及你们个人评分 你们看到远处的小岛了没有 这里距离小岛两海里 你们现在就下海 前往比赛地点 众人 是 学员们一个接一个下海 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游着 想着尽快登岛 可以提前找到好的补给 占据有利地位 游得最快的凌望 反而速度一般 不紧不慢地跟着队伍 吴雄一下水 本来和打头的几个人一样 再猛地往前游 他察觉到凌望没有跟上来 有些疑惑 于是返回去找凌望 凌望 你怎么不快点往前边游 凌望淡淡回答道 不急 先让前边的人给咱们探探路 吴雄瞬间恍然大悟 佩服地点头道 凌望 不愧是你 真是老奸巨华啊 我们这群人和你比起来 简直就是愣头青 凌望 老奸巨华 吴雄 以咱们两个现在的关系 你这话应该是夸我的吧 果不其然 率先登岛的学员 还没有走几步 便被一群带着黑头套 持枪的工作人员围了起来 举起手来 学员 这是搞什么 不是荒岛求生吗 好好地抓我做什么 学员们愣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 工作人员见状 直接冲他们脚边扫射 再次大声训斥 举起手来 抱头蹲下 登岸的众多学员 这下只好乖乖听令 他们可不想还没有开始比赛 就被淘汰 上岸的学员越来越多 后边的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有一些待在海里不敢上岸 吴雄这一下 更加佩服凌望 冲凌望开口道 凌望 真有你的 果然躲过了一劫 凌望摇头 没有躲过 看岸上的人 他们凑不够人数 不会离开 果不其然 他的话音才落下 岸上的工作人员 便冲他们大声喊 你们全都上岸吧 这次绑架 是赛维组安排的 你们所有人 必须经历一次 我们这里人数凑不够 不会开展下一个项目 众人听到这话 只好纷纷登案 自投罗网吴雄和刘伟 一左一右的站在凌望身边 他们登案后 小心警惕地 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刘伟 凌望 这下我们该怎么办 吴雄 他们这事 要把咱们带去哪里 凌望 顺其自然就好 看来这次赛维组 还要考察咱们的 随机应变能力 等回路上 遇到趁手的家伙 能顺上就顺上 以防万一 好 工作人员守在180名学员周围 带着他们前往目的地 凌望在路上 借着系鞋带的理由 从地上找了一块锋利的石块 又随手扯了一截短树枝 吴雄和刘伟看到后 也照样学样地找石头和树枝 偷偷藏起来 带着黑头套的工作人员 将他们带来一个废弃的大仓库前 仓库的所有窗户 都已经被木板钉死 而且周围还有重兵把守 一旦被关进去 那将是插翅难逃 领头的工作人员打了一个手势 立马有人拿着绳子上前 将众人的手反绑在背后 有人挣扎 有人不服管教 直嚷嚷 你们这是做什么 别绑我 我们是前来参加比赛的 不是给你们做接下球的 领头人听到这话 训斥道 这一切都是赛尾组的安排 你们不想听 现在就可以滚蛋 此话一处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凌望他们一组的成员 庆幸地下意识看向了凌望 心亏刚才有凌望的提示 他们提前做了准备 众多学员全部都被反绑双手 并且掩蒙着黑布 丢进了废弃的仓库 就在众多学员愤慨不满的时候 荒岛的另外一边的监控处 众多负责人笑呵呵地 谈论着学员的情况 接下来 精彩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次的大赛项目设置 和部队上的大赛 有过之而无不及 咱们的学生兵 一点不比他们差劲 陈伟 不知道你手下的那个凌望 这次表现会怎么样 陈主任在监控的大屏幕上 寻找着凌望 随口答道 你们放心 肯定不会逊色 能让咱们刮目相看 行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希望这个凌望给你争光 要是他这回早早地就淘汰了 你非得让人笑话死不可 第2828章 刚上岛就被抓 凌望虽然眼睛上蒙着黑布 可一点都不影响他对周围的观察 阴眼技能 可以让他透过墙壁 观察到仓库外的兵力部署 仓库前门安排了很多人把守 后边和侧面安排的人少 仓库的侧面比较窄 出去必须得从仓库两侧下手 他们小组的四个人 紧贴着凌望站在一起 凌望小声安排道 我手里有石头 你们四个谁先和我背对背 割开绳子 赵莉莉闻言 第一个站了过去 我先来 刘伟和吴雄也准备了石头 他们两个互相割绑住绳子的双手 其他学员也都在想办法 没有工具的他们 瞎摸着徒手解绳子 解得很费力 凌望他们小组 已经恢复了行动自由 其他人自就还没进行一办 凌望悄悄来到了窗户的侧面 准备想办法冲出去 就在这时 仓库大门上的那个小窗户 被人打开了 就在众人被声音吸引过去的时候 只见几枚催泪弹丢了进来 众人立马炸开了锅 冲倒到门口和窗户旁边 用力撞着封窗户的木板 想要冲出去 即使出不去 在窗户口多吸两口新鲜空气 也是好的 就在众人闹出这么大动静的时候 凌望当机立断 借着乱象撞开了窗户 他冲出去后 看守的士兵立马挑枪准备射击 凌望反应迅速 直接跳起将人扑倒 捂着对方的嘴巴 不让他喊出来 手中拿着短束支 抵在士兵的脖子上 低声说道 现在 你已经阵亡了 战斗半个喘息间的功夫便结束了 凌望拿着已经阵亡士兵的枪 带着他们小组的成员 快速离开这里 由于仓库里众多学员搞出的动静很大 在这里看守的其他人 并没有听到凌望战斗的声音 就这样 他们一组人成功地逃离了仓库 仓库里其他学员发现 这里有出口 纷纷从凌望打破的窗户往外逃 学员们还另外打破了几个封闭的窗户 只不过仓库前门的后边把守的士兵太多 他们在一阵扫射下 没能成功出来 最后还是从凌望打破的窗户逃了出来 众多出逃的学员 分散了看守士兵的精力 这从侧面又帮助了凌望他们小组的逃离 众多负责人从监控中看到这一幕 脸色全部严肃了起来 看凌望刚才优秀的表现 难不成孤岛求生这一综合比赛项目 也是他拿第一 这对于他们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陈主任则是心里乐开了花 拍手称快 凌望这小子不错 才刚开始就取得了一个好兆头 凌望他们一行人从仓库逃出来后 在度假岛上四处寻找着 找到一把没有子弹的手枪 还找到一个马桶刷 以及一些绑在树上的压缩饼干 刘伟拿着马桶刷感慨道 这武器真是衬手啊 算让我用马桶刷恶心死对手吗 他说着 从无雄手中接过手枪掂量了几下 这重量怎么不对劲 他尝试着扣动扳机 手枪的枪管口冒出一束火苗 这是一个打火机 刘伟顿时无语地撇嘴 这都什么玩意儿 给咱们准备打火机 这是让咱们烤鱼吗 他们说话间 来到了度假村的一条小河处 小河缓缓流动 河岸边形状各异的石头 虽然已经被荒草覆盖 可依旧能看出他们的独特造型 之前尝试着往里边丢了块石头 赵莉莉看到后疑惑地问 凌望 你这是做什么 凌望 你看到没 这里边有鱼 赵莉莉听了这话 有些疑惑 有鱼就怎么了 你要布置鬼雷 凌望摇头淡淡地说道 咱们可以烤鱼吃 赵莉莉 现在咱们在比赛 这么紧张的情况下 你竟然有心思烤鱼 而且咱们在这里生火 冒出的烟 把别人吸引过来怎么办 凌望笑着回答 人是铁饭是钢 吃饱了才有力气战斗 现在是白天 把敌人吸引过来的可能性不大 就算把人吸引过来了 干掉不就好了 赵莉莉想要说着什么 看到凌望一副不以为意的模样 又把话咽到了肚子里 无奈地贪手道 你乐意就好 其他三位学员对凌望的话没有意见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凌望处事稳重 不会打没有准备的仗 所以他们相信 凌望既然这样做 那就是有凌望的打算 他们跟着一起配合就行 他们四个男学员下河捕鱼 赵莉莉去一旁寻找柴火 他们收获颇风 不一会的功夫 四个人抓了五条肥美的大鱼 凌望在用准备好的锋利石头处理着鱼 同时也在使用鹰眼技能 时时刻刻观察周围 如果有人靠近 他能第一时间发现 并且解决掉 他们一组五个人在抱着考鱼肯 监控中心的众多负责人 在观看着岛上众多学员的行动 有侦察兵专业的学员 进入草丛中行动非常隐蔽 监控中前一秒还能看到人 后一秒便找不到了 有的发现了赛尾组投送的物资 爬树上方的去取 有人在寻找物资的路上 遇到了对手 当即投入了战斗 众多学员的表现 让通过监控观察 他们的负责人很满意 当他们看到凌望这一组人 在考鱼吃的时候 没有一个不惊讶的 这都什么时候了 凌望他们这群人还有心思吃 不得不佩服 他们这群人的心态啊 凌望这小子 虽然真的有能力 可以确实狂啊 竟然能干出这种事 陈主任看到这一幕 没有说一句话 在认真地看着监控 凌望为人处事极其稳重 他这好好的考鱼做什么 这么反常的举动 是有什么打算 了解凌望的人 都以为他在谋划着什么 其实他就是看现在闲着 单纯地想考两条鱼吃而已 为接下来的战斗 准备充分的体力 第229章 投送武器的好人 别人苦哈哈 泪兮兮地找装备 凌望打算 到时候直接去对手那里 拿就行 省得自己动手找 就在凌望他们大快朵移的时候 阴眼技能显示 有生命员靠近 而且看移动速度 体型 数量 应该是一对学员 不是其他生物 凌望立马警觉了起来 嘱咐道 班长 你和我走一趟 你们三个继续吃 他说着 便将身边那只 从仓库看守士兵手里 抢来的步枪 丢给刘伟 两个人相跟着离开 赵莉莉连忙说道 我和你们一起去 吴兄 我也去 阿牛一边嚼嘴里的鱼 一边说 我也去 凌望头也不回 背对着他们说 你们继续吃 我和班长继续就来 刘伟扭头 冲赵莉莉笑了一下 说道 你们继续吃 我和凌望两个人 可以搞定的 吴兄健壮 继续盘腿坐在地上吃 并且嘴里阵阵有词 和凌望穿一条裤子就是好 跟着这种厉害的人 不仅能一起拿名刺 而且还不用费心费力 怪不得别人 都羡慕刘毅和王达胡两个人 他们两个跟在凌望后边 确实有不少好处 凌望和刘伟两个人 偷偷摸向了一对过来的学员 这对学员收获颇风 他们已经找到了两支步枪 有一个人腰间 还别着一个弹弓 他们这哪里是来找麻烦的敌人 分明是来送装备的好人 凌望看向刘伟和他打手势 暗示两个人分开埋伏 等着这对人过来 自己解决掉后边拿枪的那个学员 让刘伟解决掉前边拿枪的学员 并且嘱咐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开枪 突如其来的枪声 会把这周围的其他学员引过来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二人商量好后 凌望便悄悄迂回过去 在过去的途中小心翼翼 他现在拥有的特级化妆技能中 包括了伪装术 所以他趴在路边的草丛中 将自己的身形完美地融入到了环境中 路过的学员很难发现他的身影 当走在最后的持枪学员 路过他面前时 凌望当即起身 拉着他扑在草丛中 这一对学员立马警惕起来 打头的持枪学员当即挑枪 对凌望进行瞄准 他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 便被突然袭来的脚踹倒 手中的步枪也因此丢了出去 其他三位学员见状立马去夺枪 伸出的手还没有碰到枪 便被凌望按在地上不能动弹 并且用树枝抵住在他的喉咙处 你已经阵亡了 剩下两个人 也被凌望轻轻松松地撂倒 他和刘伟快速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满载而归 他们回到刚才吃鱼的地方 赵丽丽三人 看到二人手中多出来的两支步枪 很是惊讶 吴雄惊喜地询问道 你们这枪哪里来的 凌望 抢的 赵丽丽 抢的 凌望点头 刚才在路上遇到了一伙人 正好他们手里有枪 就抢过来了 听到这话 赵丽丽仔细回忆了 刚才凌望离开时说的话 疑惑地询问 你刚才怎么知道有人过来了 凌望随口胡扯了一句 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想着在周围看看 刘伟这下不淡定了 拉着凌望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不是 你刚才直接就找到了那群人 这怎么能是随便看看 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凌望 我知道你厉害 你给我们说说 刚才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凌望笑了笑 保持刚才的解释和态度 他总不能把阴眼技能的事情 说出来吧 只好继续胡扯 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好 随便看看 就遇到了一伙人 众人听了这话 总感觉哪里不对 可又说不出个一二 他们是不相信凌望的话 可不相信的话 这事情就说不通了 看来 确实是凌望运气 好到了爆炸的地步 监控中心的众多负责人 这个时候看到监控上 凌望和刘伟 提着三条枪回来 有些吃惊 一会儿没看凌望 他怎么找到了这么多的武器 一位特警院校的负责人命令道 你们把刚才凌望离开的监控调出来 信息兵 是 当众人看到凌望刚才的战斗 尤其是凌望在路边隐藏的那一刻 没有不惊叹的人 凌望这小子 伪装的够可以啊 亲眼看着他隐藏在草里 都找不到的身形 真怀疑他是侦察兵出身 这小子 可以直接去参加特种兵大赛了 当看到凌望和刘伟的战斗后 众多负责人 没有一个不赞叹凌望好身手的 虽然观看过凌望的格斗比赛 可这一对多的战斗过程 依旧出乎众人的意料 众多负责人在赞叹凌望好身手的同时 也对他的行为产生了疑惑 刚才他还在吃鱼 怎么就能确定周围来人了 难不成 他在这周围按到了监控 老秦啊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确实值得深究 刚才凌望从他们考虑那里 直线到达了同人交手的地点 仿佛他已经知道了那里有人 这真是奇怪 众多负责人又重新查看了一遍监控 还是没能看出其中有什么猫腻 这个时候 陈主任发话了 会不会是凌望这小子听力敏锐 他听到了什么 咱们这监控收音确实有限 有时候听不到细微的声音 也是正常的 众人被迫 只好接受了这个理由 不接受不行啊 实在是说不通 这一下让众人 更加拉上期待凌望的表现了 一下午 凌望继续带领着他们小队 在荒岛上寻找着武器 其中遇到了两队人 他们在凌望的手下 全部都活不过半个小时 便被干掉 转眼间来到了晚上 凌望他们小组的几个人 都找到了衬手的武器 赵丽丽警惕地看着四周 开口道 凌望 咱们现在得找点子弹 咱们的弹药严重不足 凌望无奈地说 这得看运气啊 赵丽丽 你们还有没有水 那边有个大汁堂 我去打点水 第229章 投送武器的好人 别人苦哈哈 泪兮兮地找装备 凌望打算 到时候直接去对手那里 拿就行 省得自己动手找 就在凌望他们大快朵頤的时候 阴眼技能显示 有生命员靠近 而且 看移动速度 体型 数量 应该是一对学员 不是其他生物 凌望立马警觉了起来 嘱咐道 班长 你和我走一趟 你们三个继续吃 他说着 便将身边那只 从仓库看守士兵手里 抢来的步枪丢给刘伟 两个人相跟着离开 赵丽丽连忙说道 我和你们一起去 吴雄 我也去 阿牛一边嚼嘴里的鱼 一边说 我也去 凌望头也不回 背对着他们说 你们继续吃 我和班长继续就来 刘伟扭头 冲赵丽丽笑了一下 说道 你们继续吃 我和凌望两个人 可以搞定的 吴雄见状 继续盘腿坐在地上吃 并且嘴里阵阵有词 和凌望穿一条裤子就是好 跟着这种厉害的人 不仅能一起拿名刺 而且还不用费心费力 怪不得别人 都羡慕刘毅和王达虎两个人 他们两个跟在凌望后边 确实有不少好处 凌望和刘伟两个人 偷偷摸向了一对过来的学员 这对学员收获颇风 他们已经找到了两支步枪 有一个人腰间 还别着一个弹弓 他们这哪里是来找麻烦的敌人 分明是来送装备的好人 凌望看向刘伟和他打手势 暗示两个人分开埋伏 等着这对人过来 自己解决掉后边拿枪的那个学员 让刘伟解决掉前边拿枪的学员 并且嘱咐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突如其来的枪声 会把这周围的其他学员引过来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二人商量好后 凌望便悄悄迂回过去 在过去的途中小心翼翼 他现在拥有的特技化妆技能中 包括了伪装术 所以他趴在路边的草丛中 将自己的身形完美地融入到了环境中 路过的学员很难发现他的身影 当走在最后的持枪学员路过他面前时 凌望当即起身 拉着他扑在草丛中 这一对学员立马警惕起来 打头的持枪学员当即挑枪 对凌望进行瞄准 他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 便被突然袭来的脚踹倒 手中的步枪也因此丢了出去 其他三位学员见状 立马去夺枪 伸出的手还没有碰到枪 便被凌望按在地上不能动弹 并且用树枝抵住在他的喉咙处 你已经阵亡了 剩下两个人 也被凌望轻轻松松地撂倒 他和刘伟快速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满载而归 他们回到刚才吃鱼的地方 赵丽丽三人 看到二人手中多出来的两支步枪 很是惊讶 吴雄惊喜地询问道 你们这枪哪里来的 凌望 抢的 赵丽丽 抢的 凌望点头 刚才在路上遇到了一伙人 正好他们手里有枪 就抢过来了 听到这话 赵丽丽仔细回忆了 刚才凌望离开时说的话 疑惑地询问 你刚才怎么知道有人过来了 凌望随口胡扯了一句 我也不太确定 就是想着在周围看看 刘伟这下不淡定了 拉着凌望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 不是 你刚才直接就找到了那群人 这怎么能是随便看看 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凌望 我知道你厉害 你给我们说说 刚才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 凌望笑了笑 保持刚才的解释和态度 他总不能把阴眼技能的事情说出来吧 只好继续胡扯 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好 随便看看 就遇到了一伙人 众人听了这话 总感觉哪里不对 可又说不出个一二 他们是不相信凌望的话 可不相信的话 这事情就说不通了 看来 确实是凌望运气好到了爆炸的地步 监控中心的众多负责人 这个时候看到监控上 凌望和刘伟提着三条枪回来 有些吃惊 一会儿没看凌望 他怎么找到了这么多的武器 一位特警院校的负责人命令道 你们把刚才凌望离开的监控调出来 信息兵 是 当众人看到凌望刚才的战斗 尤其是凌望在路边隐藏的那一刻 没有不惊叹的人 凌望这小子 伪装的够可以啊 亲眼看着他隐藏在草里 都找不到的身形 真怀疑他是侦察兵出身 这小子 可以直接去参加特种兵大赛了 当看到凌望和刘伟的战斗后 众多负责人 没有一个不赞叹凌望好身手的 虽然观看过凌望的格斗比赛 可这一对多的战斗过程 依旧出乎众人的意料 众多负责人 在赞叹凌望好身手的同时 也对他的行为产生了疑惑 刚才他还在吃鱼 怎么就能确定周围来人了 难不成 他在这周围按到了监控 老秦啊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确实值得深究 刚才凌望从他们考虑那里 直线到达了同人交手的地点 仿佛他已经知道了 那里有人 这真是奇怪 众多负责人 又重新查看了一遍监控 还是没能看出 其中有什么猫腻 这个时候 陈主任发话了 会不会是凌望这小子听力敏锐 他听到了什么 咱们这监控收音确实有限 有时候听不到细微的声音 也是正常的 众人被迫 只好接受了这个理由 不接受不行啊 实在是说不通 这一下让众人 更加拉上期待凌望的表现了 一下午 凌望继续带领着他们小队 在荒岛上寻找着武器 其中遇到了两队人 他们在凌望的手下 全部都活不过半个小时 便被干掉 转眼间来到了晚上 凌望他们小组的几个人 都找到了趁手的武器 照例例警惕地看着四周 开口道 咱们的弹药严重不足 凌望无奈地说 这得看运气啊 赵丽丽 你们还有没有水 那边有个大汁堂 我去打点水 第230章 水鬼来袭 凌望他们将自己的水壶 递给赵丽丽后 便去度驾倒一个荒废的酒店 查看情况 打算找一间 可以让他们安全休息一晚的屋子 赵丽丽则是拿着众人的水壶 去池边接水 她正在往湖里灌水的时候 远处的水面荡漾起了水波 在夜色的掩护下 赵丽丽并没有注意到 这里距离凌望他们很近 赵丽丽并不担心 有人过来偷袭 就在他往水壶里灌水的时候 水下突然出现一只大手 将赵丽丽给拉了下去 扑通 一声巨响 水面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水花 水里的那名海军学员 在水中用胳膊死死锁着赵丽丽的喉咙 赵丽丽拼尽全力地击打对方 奈何对方水性极好 而且还占据了优势地位 赵丽丽没能反抗成功 这个时候 凌望一众人听到了池边的动静 连忙过来查看情况 凌望和刘伟看到水面上不断有气泡 和巨大的涟漪出现 很明显 水下有人在打斗 凌望 吴雄 刘伟 阿牛 当即跳下去救人 就在他们跳下去后 水中突然四面八方席来很多人 对方分工明确 一人控制赵丽丽 一人去找吴雄 一人去打阿牛 两个人去打刘伟 剩下的五个人一起去找凌望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凌望 偷袭赵丽丽 只是一个把凌望诱到水下的幌子 凌望快速地躲避众人袭击 来到赵丽丽身旁 直接一拳杂在控制赵丽丽的海军学员脸上 海军学员吃痛 又在水下憋气 这一击 直接让他丧失了战斗力 凌望将赵丽丽救出来 快速地将他拉至水面 并且嘱咐道 你快上岸 赵丽丽二话没说 快速地往岸上游去 他水性虽然比普通人强 但是完全达不到 在水中和别人打斗的地步 所以 他快速爬上岸 不给凌望他们添乱 凌望再次潜入水中 去寻找那几个偷袭他的水鬼 这两对海军院校的学员 知道凌望的身手好 所以故意将凌望引入水中 以为这样 他们就占据了有利地位 谁知凌望的水性 一点不比他们差 在高级潜水技能加持下 凌望在水中的身手 和陆地上一样 他下水后 先是去解救刘伟 一脚将和刘伟牛打在一起 海军踹飞 拖着刘伟往水面上游 来到水面上 凌望大喊道 快上岸 刘伟 我上岸 你们怎么办 凌望 岸上有赵莉莉 他说完这句话 便重新潜入水中 刘伟想要跟着下去 但是想到自己水性一般 而且赵莉莉在岸上 还不知道情况如何 于是便游向了岸边 凌望这次下水后 有好几个海军游过来 他们抱着凌望的四肢 迫使凌望不能动弹 他们因为抱着凌望 同样无法游泳 所以全部和凌望 一起缓缓沉向池底 池塘不深 只有机密的深度 他们很快便见底了 这几个海军 就这样在水中 待了有十分钟 感觉凌望很久没有挣扎 人应该快要不行了 于是纷纷拉着凌望 往水面上游 他们海军别的不擅长 这游泳和臂气 最是擅长的 所以他们 现在没有因为憋气过 酒丧式行动力 如果放在别人身上 他们这招是可以的 可放在凌望这里行不通了 凌望有高级潜水技能 他们在凌望的眼中 全部是一群渣渣 他们带着凌望游上水面后 准备去拍打凌望的脸 看他怎么样了 凌望猛地睁开眼 把他身边的几个海军 吓了一大跳 几个海军学员的表情 像是见到诈尸一样惊恐 背下的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你 你 紧接着 水面上水花四箭 凌望和这几位海军打得很凶 闹出的动静很大 凌望出拳踢腿 甚至凭借着自己的铁头 将一位海军学员 一头给撞晕了过去 凌望顺势将他推给一旁的海军学员 避免他沉下去 真的出事 凌望这里解决掉了麻烦 水性极好的吴雄也上岸了 他解决掉了偷袭他的海军 剩下的阿牛 则没有那么幸运 虽然已经上岸了 但是却也阵亡了 偷袭的海军学员纷纷上岸 他们一个个狼狈地互相扶持着 惊讶地看向凌望 他们知道凌望的体能很好 格斗很好 所以专门把他引入水中 谁知道这家伙在水里照样能打 甚至凌望的水性 比他们这种天天和水接触的人 要好得多 海军学员看着凌望 愣愣地问道 凌望 你刚才沉入池底 憋气那么久 怎么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 凌望贪手 有点无奈地反问 有憋很久吗 众多海军学员一起点头 证实凌望这句话 凌望笑了一下 谦虚地回答道 也就那样吧 我最长的憋气记录 是25分钟 还是30分钟来着 海军学员 25分钟 这尼玛凌望是用腮呼吸的吧 他绝对是在吹牛 凌望实话实说 对方不相信 他也没有办法 索性不做太多解释 和自己的队友一起离开这里 已经阵亡的海军学员 和阿牛相跟着 一起去已经阵亡学员的休息阵地 他们在路上 不停地议论着 有关凌望的憋气时间 入职的这位兄弟 凌望真的能憋气憋这么久吗 阿牛白手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们虽然一个学校的 可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只知道他很厉害 开学就拿了一个一等功 学校演习时 俘虏了敌军最高指挥官 好像还打破了一项记录 一等功 众多海军学员 一起大声惊呼了出来 这个凌望 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他们的认知 在离开的路上 他们不停地 向阿牛询问着 有关凌望的事情 监控中心 众多负责人有的坐着 靠在椅背上睡觉 有的在小声说着什么 有的在看着面前 众多电子屏幕的监控画面 刚才凌望他们打都动静不小 抓住了几位 正看监控的负责人的眼球 他们只见赵莉莉被拉入水中 紧接着凌望他们对的人 接二连三地跳入水中 不一会儿 凌望便将赵莉莉送上水面 然后又把刘伟送上水面 第231章 天亮了 新的任务来临 紧接着 凌望再次进入水中 许久没有再浮现水面 时间过去了十几分钟 几位负责人担心地看着水面 有一个喊道 陈伟 你快过来 你们学校的凌望 好像出事了 陈主任正在睡觉 被这一声惊醒 连忙来到监控前观看 其他负责人也纷纷走了过来 他们过来 盯着监控看了没多久 便看到水面上有了动静 几个海军学员 拉着凌望来到了水面 就在众人紧张地盯着监控 看凌望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凌望突然对别人动手 在池面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突然来的打斗 吓了众多负责人一跳 他们紧张又期待地看着监控 一个个望眼欲穿 恨不得钻进监控画面里去看 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现在是夜晚 外加池面掀起巨大的水花 通过监控 根本无法看清楚 凌望他们打斗 这让众多负责人悔恨得不行 早知道这样 就该在池塘边 或者池塘里边安一个监控的 凌望这次的打斗绝对很精彩 陈伟 你们陆志从哪里招来这小子 身手真是好啊 凌望这水性比海军的都好 他不来海军真是可惜了 去海军照样可惜 凌望这身手应该来我们特警院校 特警防暴任务特别多 就需要这种人才 凌望应该来海军 凌望应该来特警 就这样 两位负责人争执了起来 陈主任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眷解道 我说 你们两个别吵了 吵赢了又能怎么样 凌望终归是我们陆志的人 他此话一出 争执的两位负责人瞬间闭嘴了 他们不想再多看陈主任一眼 一想到凌望是自己学员的对手 就糟心的不行 神一般的对手 是真的太难搞 凌望他们进入度假酒店 寻找了一处空房间 凌望来到房间的窗户处 向外观察了一下 安排道 我就在窗户这里看守 你们三个处一个人 去外边的楼梯拐角守着 轮换着睡觉 今天第一天 已经淘汰了一批人 明天的争斗肯定更加激烈 你们必须养精蓄锐 赵丽丽心思细腻 听了凌望的话 疑惑地问 我们必须养精蓄锐 你不需要吗 凌望回答道 我不需要 他有身体修复液 这个可以随时让他的身体 恢复到最佳状态 他不需要休息 赵丽丽坚持道 我们还是分成两组站岗吧 你也休息一会儿 虽然你很强 可终究不是铁打的 凌望 不需要休息 铁器只会磨损 被损伤了 不会恢复到原来状态 我可不一样 我能自动恢复 凌望说完这句话 看到面前站着的三个人 大有自己不睡 他们就一直劝得架势 只好胡扯道 我现在精神状态高度紧张 躺下也睡不着 白白浪费时间 还是你们睡吧 赵丽丽三人 听了这话 这才同意凌望的安排 凌望在床边 眼睛盯着外边看 神思早就进入了系统的物品商场 刚才他在水里和几个海军打斗 虽然赢了 但他赢得有些许吃力 最后都开始用脑袋撞人了 他现在身体的核心爆发力非常强 还有上辈子的战斗经验 已经是一个格斗高手了 可他仍然觉得不够 他想要快速地变得更强 进入物品商城后 他看中了一个综合格斗术 以及华夏武功秘籍 格斗术他了解 这个武功秘籍是什么 难不成是类似于如来佛祖长之类的 在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武功 系统 介绍一下综合格斗术 还有华夏武功秘籍 综合格斗术 融合了当今世界的主流格斗术 有散打 各种拳法 跆拳道 柔术 等八种格斗术 华夏武功秘籍 包括了现存于世的各种华夏功夫 这个武功秘籍 我没怎么听明白 你重新解释一下 和小说中的一样吗 不同于小说虚构的武功 是真正存在的功夫 包括螳螂拳 罗汉拳 等24种拳法 还包括蜂火棍 齐眉棍 大杆子 齐门棍 等13种棍术 以及五虎枪 夜战枪 蹄卢枪 蓝门枪 等21种枪术 刀术有 奋勇刀 纵扑刀 雪片刀 等24种 剑术有乾坤剑 连环剑 太乙剑 二堂剑 等34种剑术 飞镖暗器等手法有 系统的长篇解释 还没有结束 凌王便在心中大喊道 兑换这两种技能 正在兑换综合格斗术 兑换成功 正在兑换华夏武功秘籍 兑换成功 两个技能兑换成功后 凌王脑海中 自觉浮现出了各种武功路数 凌王前世便知道 华夏功夫厉害 但没想到 竟然这么厉害 只是这些功夫 好多需要从小训练 属于慢成的功夫 所以不适合在部队 推广兑换完技能 凌王继续认真的站岗 时时刻刻观察着周围环境 荒岛求生这项目 是个人和小组一起考核 所以凌王需要保护他的战友 尽量让他们活到最后 当然了 即使比赛要求不是这样 凌王也不会丢下战友不管 系统的提示音 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触发系统任务 在接下来的孤岛求生项目中 击杀一百位绑匪 任务奖励 特级危险预警技能 这种特级技能 只能通过完成任务获取 不能用军功值兑换 由此可见 它的作用有多大 凌王听到这一任务 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猜测 现在触发系统任务 应该是海军指挥学校 安排的人开始行动了 系统有提到绑匪 估计最后的任务 和解救人质有关 次日 太阳升起 整个度假岛响起了广播的声音 恭喜各位生存下来的学员 进入孤岛求生第二阶段 解救人质 现在岛上大量的绑匪 你们的任务 就是躲避绑匪的追踪 成功解救人质 第232章 以战养战 凌王统计了一下 他们现在的武器弹药 手枪两把 子弹12枚 步枪四把 子弹72枚 他们决定 两把手枪 分别由凌王和赵丽丽拿 子弹平分 步枪一人一把 子弹平分 一人18枚子弹 凌王手头的30枚子弹 远远不够他完成任务 他缓缓开口道 咱们昨天晚上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多少枪支弹药 就这还是从其他学员那里 抢了一些 看样子 赛维组根本没有 给咱们准备充分的枪支弹药 赵丽丽沉重地问道 咱们肉搏的话 很是吃亏 接下来该怎么办 凌王 你还记得指挥科上学的 以战养战吗 没有枪炮 敌人来给咱们送 刘伟听到这话 立马激动地赞同 凌王 你这主意好 接下来 凌王便带着他们一起去埋伏 追捕他们绑匪 绑匪十人一个小组 各个头戴黑色面罩 和昨天绑他们去仓库的人 一个打扮 对面十个人 而且每个人武器弹药充沛 凌王他们一行人 猫在草丛中 偷偷观察找到的绑匪 无雄问道 这下咱们怎么办 要不要放一枪 来一个声东机器 凌王打开阴眼技能 检测到附近很多生命员 看移动规律 分辨不出是参赛学员 还是绑匪 无论这些人是谁 都会对凌王他们下手 因此凌王安排道 等会尽量别开枪 别把其他人吸引过来 这样 你们三个人一组 我一个人一组 分别把十个绑匪分开吸引 你们别和他们交手 把他们引走 尽快脱身 咱们在这里会合 好 说干就干 凌王偷偷摸向了远处的巨石 看到脚边的树枝 重虫踩了上去 咔嚓 树枝被踩断 发出不大不小的声音 立马吸引了绑匪的注意力 一众绑匪朝着巨石走了过来 凌王趁机 假装惊慌失措地逃走 将绑匪引开 就在绑匪追了两步的时候 赵莉莉他们三人 搞出来一些动静 绑匪看到他们三人的身形 立马分成两批人 一批追凌王 一批追赵莉莉三人 凌王跑得很快 绑匪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 他来到一棵大树下 直接爬了上去 五位绑匪追到了这里 不知应该继续往哪里追 纷纷停下来 张望着四周 突然间 有个身形从天而降 凌王从树上跳下来 骑在一个绑匪脖子上 手握长树枝 以他为枪 对着剩下的四位绑匪 一顿狠打 不仅攻击他们拿枪的手 还打他们的脑袋 打得众人晕头转向 这枪法 从是华夏武功秘籍中得来的 凌王正好拿来试一试 效果如何 结果令凌王很满意 怪部的小说中 会出现以一敌百的武功高手 原来真的可以 本以为一个人打十个绑匪 即使自己打得过 也挡不住对方 在自己打斗的时候开枪 将其他人吸引过来 为了保险起见 凌王将他们分批引开 现在看来 还是太低估自己了 应该直接把十个绑匪吸引过来 凌王看着躺在地上的几个人 问道 咱们还打吗 绑匪连忙发颤地说 不打了 不打了 我们阵亡了 凌王继续开口道 把你们的子弹 全部拿给我 绑匪坐在地上 开始麻利地给凌王卸下子弹 凌王带着子弹离开后 绑匪们将自己的头套摘下来 他们脸上多多少少 都有被凌王打出来的红痕 手上也有 看样子 就像是被鞭子抽到一般 扮演绑匪的工作人员 或者手上被打红的地方 才轻轻碰到 便疼得他们呲牙 死 疼死我了 这个学员下手真是狠了 他刚才把树枝用得那么顺手 看起来真像是个某个武功门派的人 这小子 真是把咱们当成绑匪了 这个人下手没个轻重 竟然打得这么重 其实凌王刚才只用了五分的力道 点到为止 尽量让他们屈服 又不伤害他们 如果凌王真的下狠手打 他们这几个人 现在就要被抬下去了 监控中心 众多监控屏幕 中间的一个大屏幕 在时时刻刻对凌王进行追踪定位 因为昨晚凌王在水中的打斗过于惊艳 所以今天众多负责人 为了不错过有关凌王精彩的画面 直接命令信息兵 将凌王的踪迹投放在大屏幕上 他们看到凌王如何轻松地上树 又是如何从树上突然跳下 手拿掌树枝 几招便将所有人痛击在地后 没有一个不佩服凌王的 陈主任眉头轻皱 内心很是疑惑 看凌王刚才的招数 和电视剧中长枪的使用路数一样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用枪法了 而且刚才他上树的动作 也要比别人轻松许多 身手很是敏捷 难道说 这小子学过功夫 怪不得各个项目都优秀 原来是从小就练的童子功啊 其他负责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向陈主任询问 陈伟 凌王这小子 是不是从小就练功夫 是你们录制特招的学员吗 陈主任点头 肯定的说 是啊 凌王身手一直特别好 不过他不是特招的 是通过高考录取的 这小子 不仅各项军事技能厉害 文化课也是年纪第一 在我们学院很是有名 其负责人再次赞叹凌王 并且开始羡慕录制 竟然遇到了这么一个天才 凌王拿着子弹 回到刚才分别的地点 等着赵莉莉 他们三个回来 等了一会儿 吴雄第一个跑了回来 紧接着赵莉莉和刘伟也回来了 刘伟大喊着 快跑 快跑 后边有三个人追上来了 他喊的中间 凌王便通过阴眼技能的红外线追踪 根据对方的移动轨迹 确定了他们的位置 快速地跑过去 提前埋伏在大楼拐角处 三个绑匪追了过来 其中一个被凌王伸出的脚半倒 一个被凌王一拳招呼在脸上 打得他满眼冒心 剩下的一个绑匪 距离凌王有一定的距离 因此 凌王没能及时解决掉他 第233章 战术性死亡 这个幸存的绑匪 当即挑枪准备射击 碰 枪声传来 绑匪的身上有一处被子弹击中 冒出了蓝色的烟雾 绑匪震惊地看着面前 刚才击毙他的凌王 有些难以置信 这家伙出枪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你这开枪很是快啊 凌王冷冷地开口道 不是我开枪快 是你不应该在追击敌人的时候 一味地追求速度快 而把枪背起来 只要是在战斗 枪必须时时刻刻端着 绑匪都是海军指挥学校的学员扮演的 实战经验和凌王这个前世 有过十多年战斗经验的老兵笔 实在是少得可怜 所以一些重要经验 他不知道 佩服的点头 你说得对 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 你出枪实在是太快了 兄弟 你 绑匪的话还没有说完 凌王转身跑向他的队员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 快跑 咱们暴露了 马上有人过来 在离开这里的路上 凌王将拿到的子弹平分给他们 并且嘱咐道 现在子弹还不太够 咱们一边找人质 一边干掉绑匪 搜刮他们的子弹 记住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开枪 现在周围全是敌人 说不准会隐害什么人 凌王时时刻刻打开鹰眼技能 观察着周围 他发现了东南方向四百米处 有大概三十多个生命员 出现看着人数 不只是一对绑匪和一对学员 最起码是多人混战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准会碰上人质 凌王决定带人过去看看 无雄跟在凌王身后跑着 有些摸不着头脑 凌王 咱们这是往哪里跑 你有什么计划吗 凌王 有一个整体计划 剩下的走一步算一步 无雄 啊 刘伟听到二人的对话 搭话道 无雄 别问了 跟着凌王准没错 这家伙的第六感 比女人还要强 很多次我们不理解的行动 凌王愣是带着我们打赢了 无雄听了这话 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 继续跟在凌王的身后跑着 刚开始和凌王一起行动 完成任务的人 都会有他这种疑惑 时间久了 也就习惯了 凌王他们一行人 跑到那群生命员附近 偷偷隐藏了起来 这里有一组空军参赛学员队 还有一组特警学员 他们这三群人 全部躲藏起来 互相防备攻击 凌王他们在远处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并没有人发现他们的踪迹 凌王叹了口气 事情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就在这时 他的眼神瞬间严肃了起来 不好 又有一队人 将绑匪引到了这里 由于阴眼技能的覆盖范围 只有两公里 所以这对人马快要过来时 凌王这才察觉到 现在前方有绑匪 后方也来了绑匪 左边和右边是空阔的地带 如果从侧方逃离 肯定会被发现 当成活靶子 这情况 可以说是插翅难逃 看样子 必须参与这场战斗了 如果是凌王一个人的话 他有信心逃脱围困 可他还有三个队友 这次考核内容 有小组的考核 小组最后生存下来的队员 也有关考核成绩 凌王必须得保证 他的战友安全 凌王看了一眼赵莉莉 刘伟 吴雄三人 开口道 现在咱们分散开来 躺在地上装死人 他们三人 吴雄 装死人 赵莉莉 这和咱们一起战斗 有什么关系 而且 你性格不像是那种狗活的人 刘伟 凌王 咱们遇到的问题很棘手吗 你也解决不了吗 凌王快速地说道 我这样做 是为了让你们活得更久一些 来不及解释了 按照我说的做 他们三人 愣愣地点头 带着疑惑 按照凌王的安排装死人 他们伪装好后 不一会儿 有四位海军学员跑了过来 他们看到 躺在地上的凌王四人 忍不住感慨道 这一对又让给灭口了 真是惨 他们继续往前跑了两步 在最前面的人当即打手势 停下 前面有情况 他们看到 前面有两对绑匪 立马隐藏起来 这对海军气喘吁吁地说道 现在可完了 前有狼后有虎 扮演绑匪的事 咱们学校的哪几个中队的 特马的真是铁面无私啊 自己人都往死里打 队长 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海军队长想了一下 无奈地说道 只好从两旁冲出去了 希望前面的那两组学员 可以给咱们吸引一些火力吧 走 冲出去 队长下令 三位海军学员 跟着从左侧方冲了出去 瞬间枪声四起 击队人马开启混战 从后方追的绑匪 这个时候也赶了过来 加入了这场战斗 后方绑匪赶来的时候 看了一眼躺在四周的凌望四人 并没有多想 直接去追海军 最终的结果是 特警和海军的学员逃掉 不知结果如何 空军被围堵 无奈之下 向凌望他们所在的方向逃去 刚好来到凌望他们附近 全部被绑匪击毙了 空军全部阵亡后 他们队长看了眼地上的凌望四人 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 真特娘的倒霉 第二场才开始没多久 就遇到了四伙人 这一波接一波 都不给人一口喘气的机会 期望咱们学校另外一个队 可以活到最后吧 还是陆军的兄弟会享受 阵亡了直接躺在原地休息一下 绑匪追了过来 看到地上躺着装死的学员 冷声开口道 喂 起来 淘汰的学员 有专门的休息营地 别躺在这里 凌望一开始 还打算在远处放黑枪 没想到这伙绑匪 竟然直接过来了 人就在脚边 这一下瞎子都能击毙 凌望从地上坐起来 抬起手中的步枪 当即开始射击 赵莉莉他们人 也跟着一起射击 碰 碰 碰 一阵枪响过后 所有绑匪身上都冒起了蓝烟 他们全部阵亡了 众人 怎么诈尸了 他们四个不是死了吗 难不成是装死 第234章 锁定人质位置 凌望笑着站起来 走向已经被击毙的绑匪 缓缓开口道 兄弟 你们把你们的子弹 都给我卸下来 一众绑匪 现在悔恨得不行 一边给凌望泄枪里的子弹 一边懊悔着 我就该补枪的 你们这几个人够厉害的 竟然能想到装死这一招 特马的 刚才看到你们躺在地上 我就应该察觉到不对劲的 真是防不胜防啊 已经阵亡的空军 在一旁看呆了 这样也行 早知道 我们也应该躺在地上装死的 众多负责人 通过监控看到了这一幕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个凌望 真有他的 兵不厌诈 不愧是陆指出来的人 以后这指挥官 肯定做得非常好 陈伟 你们陆指指指走了什么大运 竟然遇到了这种 天赋异禀的小子 陈主任笑呵呵的 和众人搭话 凌望这小子 确实出人意料 他这人就和美酒一样 越接触 越能发掘他的优秀 经过两番争斗 凌望他们寻够了弹药 开始寻找人质 凌望在鹰眼技能的辅助下 每次都可以带着他的队友 成功避开搜寻的绑匪 在第三次提前隐蔽起来 躲开绑匪追踪后 吴雄看凌望的眼神 变得开始一丝丝崇拜起来 他跟在凌望身后 佩服地说 凌望 你真是神了 每次都能预判到搜查的绑匪 你这是怎么做的 教教我呀 凌望随口胡扯着回应 凭感觉猜到的 而且我听力很好 可以提前听到细微的动静 听到这话 吴雄感慨道 这人和人的差别 简直比人和狗的差别还大 没上大学之前 我以为自己已经够优秀了 上了大学我才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 凌望调侃道 你自命不凡的吴雄 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吴雄挠头 不好意思地说着 这多亏 我那个已经毕业的前班长 要不是他一直骂我 我现在还向到250呢 虽然只相处了一年 可他教会了我做人 我一定不会辜负他对我的付出 一定会好好做人 说话间 凌望他们找到一处 五层楼高的小酒店 阴眼技能显示 这栋楼里 大概有40个生命员 看他们来回移动的轨迹 应该是看守在这里的士兵 难不成 人质就在这栋楼里 凌望正在勘探着 便看到了一个特警学员 从楼顶所降至四层房间的窗口 砰 一声枪响传来 所降的特警学员胸口处 冒出蓝色的烟雾 他阵亡了 这一动静 让凌望更加确定 人质就在这栋楼里 如果贸然冲上去 凌望是有把握救出人质的 救出人质 任务便成功完成 孤岛求生比赛项目也就结束了 凌望也不能再去击毙绑匪了 可他直到现在 才干掉了十八位绑匪 算上楼里的四十位绑匪 怎么也凑不够一百位 看来只能先放弃救人质 把系统给的任务先完成了 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已经有特警找过来了 现在凌望去搞几个绑匪人头 特警的学员 很有可能在这段时间 完成解救人质的任务 这样搞不好 系统任务和赛维组的任务 都完成不了 凌望思考了片刻 看向了赵丽丽 赵丽丽立马一回到凌望的意思 开口询问 你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吗 凌望 你得帮我去楼里看着点人质 不要让其他参赛学员 把他给解救出来 赵丽丽听了这话 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怎么去楼里看着 难不成要我乔装打扮 凌望摇头 这楼里的人根本就不出来 乔装打扮很难混进去 这栋楼是废弃的度假酒店 和咱们学校 简单的训练大楼不一样 它有通风管道 你顺着通风管道爬进去 找到人质所在的房间 你在那里盯着 千万不能让其他队的人 截足先登 把人质给救出来 我还要去忙一件事情 所以拜托了 赵丽丽点头 可以 刘伟同一时间说道 我去 他心疼地看了一眼赵丽丽 而后看向凌望 再次开口道 我去 通风管道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而且这酒店废弃了多年 里边的环境肯定很差劲 还是让我来吧 凌望拍了拍刘伟的肩膀 班长 这怕是不行 通风管道比较狭窄 你体格太大 还是让赵部长来吧 刘伟 我来吧 别让他一个女生来 他怜香惜玉 舍不得赵丽丽受这份罪 赵丽丽却不用他这么多余的关心 直接打断他的话 刘伟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他的通风管道 有什么为难的 对我来说 小菜一碟 听到这话 凌望忍不住笑了出来 调侃道 班长 你这是拍马屁拍蹄子上网 关心人使错近了 凌望和赵丽丽 偷偷摸向了大楼 他们两个在大楼周围找了一整圈 才找到通风口 赵丽丽将小手垫打开 叼在嘴里 爬入了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满是灰尘 赵丽丽每挪动一下 都会震荡起很多灰尘 而且通风管道里 还传开了滋滋的老鼠叫 如果换做普通女生 早就被吓哭了 但对于赵丽丽来说 这些算不得什么 别说和老鼠待在一起了 让他生吃老鼠都没有问题 赵丽丽在通风管道中 小心翼翼 尽量快速地移动着 每经过一个房间的通风口 他都会趴在百叶窗口那里查看一下 仔细寻找着 人质所在的房间 凌王安排好赵丽丽后 并没有离开 而是在楼下隐蔽起来 打开阴眼技能 时时刻刻观察着赵丽丽的移动位置 待凌王观察到赵丽丽在四楼 最西边的一间房间停了下来 并且待了有五分钟 他知道 赵丽丽这是发现人质了 提前锁定人质的位置 等惠丽王完成系统任务回来后 可以直接上去解救人质 省得在众多房间挨个找了 第235章 学员队之间的内讧 凌王林走前安排道 班长 吴雄 你们两个守在这里 一凡察觉到 有其他学员进入大楼解救人质 你们就开枪通知我 吴雄 凌王 你要去哪里 凌王 我在周围看看 解决掉周围的绑匪 吴雄听了这话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凌王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次 他没有追问 和凌王并肩作战的这几天 他已经开始完全相信凌王 凌王要做的事 总不会错 好 你快去快回 路上小心 凌王 好 他根据阴眼技能的提醒 在周围找着绑匪 一对绑匪正在成一树猎走着 凌王突然从他们身后的草坪出现 捏手捏脚的跟在后面 他拥有了多种滑下功夫 身体素质也随之有了相应提高 现在凌王的身手 就像是武林高手一般 落脚很轻 走路几乎发不出声音 甚至周围的野草 都不会随之有任何飘动 他一掌劈在最后一名绑匪的脖梗处 绑匪翻了一个白眼 晕了过去 凌王借机将他抗在肩膀上 背至一人高的草丛中 而后他掐着绑匪的人中 将对方喊醒 绑匪睁开眼 看到眼前的凌王 震惊的瞪大双眼 差点惊呼了出来 凌王眼疾手快地捂住对方的嘴 低声说道 你现在已经阵亡了 紧接着 凌王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这次他遇到了三个 一起出来撒尿的绑匪 直接两脚放倒 监控中心 指挥官看到凌王的行动 很是疑惑 对他的行为进行了各种猜测 这个凌王安排女学员进通风管道 应该是让他去探路的吧 可他自己又在人质大楼的周围转悠什么 怎么不直接去救人质 而且还是一个人转悠 看他这身手 绝对是武功高手 这个凌王是真的能打啊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他一共干掉了差不多三十多个绑匪 难不成 他是想要把人质大楼周围的人都给干掉 避免就人质的时候有人支援 应该是这样 众多负责人讨论了半天 最后强行给凌王的行为 按了一个勉强合理的理由 如果凌王本人 听到这些人的说辞 肯定会忍不住笑了出来 凌王在人质大楼周围 转悠了大概两个小时 成功干掉了四十位绑匪 他始终保持着低调形势 尽力不开枪 避免把其他人引过来 可在最后两场战斗中 他还是开枪了 听到了周围的枪声 吴雄和刘伟下意识地紧张起来 吴雄小声地念叨 也不知道凌王现在怎么样了 我很好 凌王的声音突然传来 吓了吴雄一跳 吴雄松了口气 开口道 你总算是安全回来了 刚才特警中最能打的那个大块头 和两个特警学员摸进了大楼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凌王思考了片刻 开口道 你说的应该是朱志兴 这人有两把刷子 刚才他是从那里摸进去的 咱们跟着进去 朱志兴有一定能力 既然摸进大楼 现在还没有传来枪声 那就说明 他选的那条路没有问题 凌王他们直接跟上就行 凌王他们三个人 根据朱志兴的路线 偷偷来到了大楼左侧 这里有一棵大树 他们爬上树梢 借着树干上了三楼 他们一进来 便有枪管对准了他们的额头 枪的主人是朱志兴 和两名特警学员 朱志兴上下打亮了一眼凌王 得意地说 你不是很厉害的吗 我还以为你早就摸过来了 没想到还在我后边 凌王冲朱志兴淡淡笑着 不具体在自己脑袋上的枪 静止走向了朱志兴开口道 你不会开枪 干嘛摆出这副架势 朱志兴的心思被拆穿了 问道 你怎么这么肯定我不会开枪 你们三个进来这么久了 还在这里待着 没有继续前进 怕是前面的看守很严格 你们摸不进去 强行攻入又损失太大 很有可能被干掉 我真是高看你们了 以为你们三个能探出一条路 凌王的话 一点面子也不给朱志兴留 朱志兴当即黑脸了 冷声道 你又能比我们好到哪里 现在不是争强好胜的时候 咱们一起合作怎么样 凌王假装思考了几秒钟 无奈地点头 可以怎么个合作法 这下 朱志兴为难地摸了摸鼻梁 难为情地说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 凌王 既然没想好 那就别想了 咱们各走各的路 凌王说完便直接动手 抬起手肘 痛击朱志兴的腹部 将他按在墙上 另一只手捂住对方的嘴巴 不让他喊出声 避免把看守在这里的绑匪 给引过来 朱志兴靠在墙上 还没有反应过来 下一秒 凌王的双手便左右夹击 按住对方的脑袋 做出拧下对方头颅的姿势 朱志兴整个人被吓到 震惊地看着凌王 刚才有那么一秒钟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如果不是凌王及时收了力道 现在他的伯根骨早就断了 刘伟和吴雄看到凌王行动 当即动手 把用枪指着他们的两位特警学员给干掉 一番打斗 五秒钟便结束了 凌王的动作一气呵成 眨眼间的功夫便将朱志兴制服 他看到朱志兴震惊地看自己 松开按着他脑袋的双手 淡淡说道 你已经阵亡了 他说完便端着枪 带着吴雄和刘伟两个人 一起警惕地前进 朱志兴看着凌王离开的背影 久久不能从刚才的震惊中走出来 昨天格斗场上 凌王的所有格斗比赛 他都有仔细看过 而且也亲自和凌王交手过两次 他可以明显地察觉到 不在一个层面上 昨天的凌王很厉害 可是他感觉可以一战 就算是输 也能接下几回合 今天的凌王 那便是对他的绝对碾压 尤其是刚才凌王那致命的暗头 速度之快 力量之强 让他感觉到生命受到了威胁 如果不是凌王及时收手 他是真的会丧命 太可怕了 第236章 神一般的战术 凌王刚才故意出手中了一些 为的就是震慑住朱志兴 速战速决 避免他们学员之间的打斗 引来绑匪 凌王带领着刘伟和吴雄端着枪 紧贴着墙壁 缓慢地向前移动 他将阴眼技能时时刻刻打开 观察着整栋楼里绑匪的移动轨迹 阴眼技能显示 大楼下 有一群新的生命员靠近 看来是摸过来的其他学员 看来这回 有人和他一起打配合了 凌王来到走廊拐角处 给身后的二人打手势 示意他们停下 片刻之后 楼下传来了枪声 守在凌王他们所在楼梯 拐角外的五个绑匪 被吸引了注意力 虽然没有冲下去支援 可注意力全被吸引了下去 凌王趁着这个机会 瞬间冲出去一阵扫射 五名绑匪在看热闹中阵亡 他们听到枪声愣了片刻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击毙了 这个时候 由于楼下有枪战 他们这一层的枪声 虽然并没有引来多少绑匪的支援 但还是引来了楼上的绑匪 吴雄和刘伟打算往楼上冲 凌王一把将他们拉住 打了一个手势 示意他们跟自己去楼下 刚才他们这里有了动静 楼上的绑匪有下来支援 如果他们贸然上去 肯定会和楼上的绑匪打个照面 他们还处于楼下 无论是视野还是地形 都处于劣势地位 但对于楼下的绑匪 他们就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因为楼底下有攻打的学员 给他们分散楼下绑匪的注意力 而且他们属于突袭 视野 地形 战况 他们都是优势地位 所以 凌王带着吴雄和刘伟两个人 往楼下冲 其实 凌王直接往楼上冲 成功解救人质 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那样的话 他干到的绑匪 就不够一百位 完成不了系统给的任务 凌王冲下楼梯 并不是直接攻着身子 俯身扫射 而是整个人快速地 趴在楼梯拐弯处 疯狂地用步枪扫射 他这样做 可以避免自己被快速锁定 结果和他预期的一样 楼下的绑匪 在几秒内被全部干掉 他就这样 带着吴雄和刘伟 成功冲到一楼 解决掉了三十多个绑匪 楼外进攻的学员 听到楼内的枪声停下 很是疑惑 以为这是绑匪 又耍什么阴谋诡计 纷纷躲起来 不敢露头 这个时候 从楼上下来 支援的绑匪追到了一楼 凌王听着对方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直接一手拉着刘伟 把他从窗户丢出去 吴雄被他的举动吓傻了 凌王拉他的时候 身子本能地抗拒 因此 整个人卡在了窗户上 时间紧迫 楼上的人马上就要下来了 凌王直接一脚 把吴雄给踢出去 自己也跳 去窗外躲起来 楼上的绑匪 小心谨慎地 从楼梯上摸下来 他们一个个紧贴着墙壁 像螃蟹一样横着走 尽量减少自己身形暴露的面积 降低自己被子弹击中的概率 第一个绑匪从楼梯上下来 端着枪 弓着身子 警惕巡视着一口 寻找着攻进大楼的学员 但是这一层却空无一人 这让他们很奇怪 绑匪找了一圈都没能找到人 于是给楼上的人打手势 示意他们一起下来找 一群绑匪端着枪 在一楼巡查着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他们走过凌王三人 所躲避的窗户 警惕地寻查着楼内 和楼外远处 可以隐藏人的角落 但就是没有低头看 从凌王 他们三人身前走过 愣是没有发现他们三个 吴雄感觉到 楼顶有人端着枪过来 紧张的都不敢呼吸 眼神紧张又激动 这特马的也太刺激了吧 跟着凌王 果然没有跟错 凌王眼睛直视前方 神情很是淡定 甚至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丝笑容 他在用阴眼技能 时时刻刻观察着楼内的情况 这次下来了十二位绑匪 干掉他们 自己正好可以完成任务了 楼内绑匪搜寻了一圈 没有找到人 放下枪 身子恢复了放松状态 没有找到人 估计他们是跑出去了 楼内已经被击毙的绑匪 看到自己的同伙这副模样 一个个恨铁不成钢的干着急 找的人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愣是蹬下黑看不到 他们是真的想要提醒活着的绑匪 奈何这样违反比赛规则 会受到惩罚 活着的绑匪 看到已经阵亡的同伴 一个个都是 有苦说不出的着急模样 有些疑惑 你们这是怎么了 被全部干掉气的吗 别气 我们不是还活着吗 公楼的这群学员 我们肯定能灭个七七八八 也算是替你们报仇了 这个时候 凌王眼神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时间差不多了 他端着枪 猛地站起来 冲着楼内一通扫射 碰 碰 碰 由于楼内活着的十二位绑匪 都处于放松状态 被凌王这么猛地袭击 死了一大片 反应过来的人连忙躲避 奈何凌王开枪又快又准 实在是躲不了啊 有一个人眼急手快地躲到了一位 已经阵亡的绑匪身后 拿已经阵亡同伙的尸体当盾牌 凌王健壮 端枪猛射 那位被当成盾牌的绑匪 绑匪胸前冒起了阵阵白烟 这位绑匪无力地骂道 要死啊 这是打算用烟枪死我啊 身后的那个 你快点出去吧 就你一个人了 你逃不走的 别拿老子遗体当盾了 猫起来的绑匪大声喊道 不出去 凌王健壮 将目光移向了这位绑匪露出的枪管 他扣动扳机 枪声过后 那位幸运的绑匪 枪管上冒起蓝烟 凌王缓缓道 现在你的枪被我废掉了 快点出来 让我给你一枪 别担了时间 这位绑匪 无奈地叹气 从别人身后走了出来 我还以为 我能活久一点 在远处隐藏起来 不敢露头的学员 听到了这阵枪声 但是由于距离太远 凌王和绑匪对话声音并不高 所以 他们没有听到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 刚才又发生了一次枪战 第237章 危险预警技能 隐藏起来的学员 有很多开始庆幸 我就说嘛 刚才的枪声 好端端地怎么停下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群扮演绑匪的人太狡猾了 想要用停火的方式引诱我们出去 我们就不出去 气死你 监控忠心 刚才凌王的一切行动 众多负责人都看在眼里 他没有一个人不惊叹的 都以极其欣赏的态度 谈论着凌王 凌王这小子 是真的有两下子 刚才没有往楼上攻击 而是从跑到楼下 这一招简直是绝杀啊 一个军校的学员 在没有多少实战经验的前提下 竟然能对战况 做出及时准确的预判和应对措施 这人天生就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料 不愧是录制出来 将来要做指挥官的人 陈主任欣慰地大声笑了出来 开心地指着屏幕说 这个凌王总是这样出人意料 我都已经习惯了 主委 不好意思了 这次第一 我们录制的人拿定了 其他负责人 没有刚才的黑脸与不屑 开始恭喜陈主任 凌王的表现实在是太优秀了 部队都是佩服强者的 只要你够强 哪怕是真正的敌人 都会对你敬畏三分 恭喜你们录制了 陈伟 凌王真是高考升学招上来的 你们录制真是遇到人才了 看到我这心里直洋洋 要是我们空军 也有这样的战斗兵就好了 陈主任听到这话 看向一旁的海军负责人 开口道 老黄啊 你别心洋洋了 再洋也没用 凌王这种兵 可遇不可求 凌王解决掉最后一位绑匪 成功完成了任务 系统提示音当即在脑海中响起 定 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 成功击杀一百名绑匪 任务奖励 危险预警技能 获得了奖励 正好现在有机会 可以拿来试一试 凌王干脆利落地 从窗户跳进大楼内 往楼上走去 刘伟和吴雄也跟着跳了进来 刘伟跟着凌王一起走向楼梯处 吴雄则是看向一名 已经阵亡的绑匪 开口道 你把你的子弹都拿给我 凌王听到这话 转头快速问道 你没子弹了 吴雄 没有了 凌王 接着 他话音还没有落下 手中的枪便冲吴雄丢出去 并且嘱咐道 跟在我身后 别耽误时间 楼上的绑匪随时可能下来 吴雄没想到凌王会把枪给自己 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手忙脚乱地接住枪 他连忙跟上凌王的脚步 惊讶地问 你把枪给我了 你用什么 这枪还是你拿着 凌王警惕地看着前面的楼梯 轻声道 我有手枪就够了 别废话 和我距离十个台阶 保持战斗状态 他把步枪丢给吴雄 五个绑匪下来了 他们就潜伏在楼梯拐角 随时有可能冲下来 到时候安装子弹的吴雄就危险了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想要试一试危险预警技能如何 暂时用不到步枪 所以随手丢给了吴雄 可在吴雄眼里 凌王这却不是随手一丢 他感激地看着凌王 心中想到 看凌王警惕的样子 应该是楼上有人下来了 情况很紧急危险 在这种危险关头 凌王竟然愿意把枪给了我 让我保命 他这和救命大恩 还有什么区别 怪不得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那么对凌王掏心掏肺 原来是凌王对兄弟太好了 凌王这个兄弟 无论他认不认我 反正我是认了 以后我也要掏心掏肺地对他好 短短的几秒钟 吴雄的内心戏很丰盛 很可惜 这些只是他以为的 凌王根本没有他想象中 对他那么好 就在凌王来到楼梯拐弯处 脑海中瞬间响起系统警报 定 宿主已被三支步枪锁定 在你左前方分别拒你 系统这一声还没有落下 下一句提示应便响起 请向左侧身躲避 请俯身躲避 请快步往楼梯上冲 凌王每次按照系统提示的内容 做完动作的同一时间 便有枪声响起 按照系统提示 他成功躲过三枚射过来的子弹 并且借此冲上了楼梯 一脚将一名绑匪踹倒 拿着对方的步枪 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按照系统的提示 再次躲了三枚子弹 并且迅速已从地上起身 以半跪的姿势射击 碰 碰 碰 五声枪响后 五名绑匪身上冒起了蓝色烟雾 他们阵亡了 这一切动作 凌王只用了两个喘息的功夫 便完成了 别说被干掉的绑匪猛逼 就连在监控中 观看的众多负责人 也是一脸猛逼 凌王的一套动作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了 他们都看不清楚的地步 这就完了 凌王刚才是那么了一下 又那么一下 然后冲上楼 便把人解决掉了 他这一套动作 真是够快的啊 凌王刚才竟然躲过了子弹 这是只有经历过 多次战场实战经验 才能养出来的感觉 要不是知道这是比赛 不然我非得以为 这是拍电视剧 凌王的表现 我都怀疑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泰特娘的出乎意料了 凌王带给人的惊喜 一次比一次大 众多负责人 在情不自禁地感慨着 陈主任紧张地看着监控 这次他没有像之前 那样得意地炫耀 因为凌王表现 甚至内心有一种 想要将凌王带去实验室 做切片研究的冲动 人怎么可能这么优秀 凌王一套反击动作行云流水 面前的五位绑匪 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便直接大声喊道 上面没人了 你们两个上来吧 吴雄和刘伟听到声音 连忙追了上来 刚才吴雄看凌王的眼神 是感激现在 因为凌王一套极其漂亮的反击 他看凌王的眼神 都变成了崇拜 之前讨厌凌王抢风头不假 但现在他佩服凌王 佩服得要死 他从未想过 有一天自己领会 崇拜自己的死对头 第238章 大赛结束 凌王带着刘伟和吴雄 向楼上冲去后 被击毙的五名绑匪 这才反应过来 呆呆地一轮道 刚才那个人 是躲过了咱们的子弹吗 这么近的距离 我的子弹不可能打偏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不成 我这是在做梦 一会的功夫过后 楼上传来了枪声 打破了他们沉浸在 刚才回忆中的思绪 原来这不是梦 真的有人可以躲过他们的子弹 凌王来到绑匪所在的房间 快速地解决掉绑匪 仁芝坐在椅子上 双手朝后背着 手腕上还挂着一节绳子 仁芝看到周围的绑匪 全部都被击毙后 他先是惊讶 反应过来后 自己把背起来的手放下 拿着绳子调侃道 兄弟 你们进来的速度是真快啊 才听到这一层的楼道有枪声 他们就赶紧绑我 这还没来得及把我绑起来 你们便上来了 仁芝正说话间 突然感觉到头顶有灰尘落下 他惊讶地向上望去 只见楼顶通风口的百叶窗被打开 里边探出一个满是灰尘的脑袋 刘伟看到赵丽丽 着急地一把推开仁芝 抬头说道 你可以下来了 仁芝健壮 一脸都猛逼 不是 你们还在上边安排了人啊 赵丽丽从通风口处跳下来 拍了拍手 冲灵望说道 你们来得可真快 我还以为 最起码得在上边待到天黑 仁芝听到赵丽丽的声音 再次惊讶地喊了出来 合着你是女的呀 众多负责人在监控中看到这幅画面 当即宣布比赛结束 在楼底下隐藏起来的学员 听到大赛结束的广播一脸猛逼 咱们还没有开始进攻 怎么比赛就结束了 难不成刚才的枪声 是学员和绑匪的打斗声音 不是绑匪抛出的诱饵 哎哟 咱们这个脑子 刚才就应该跟着冲进去的 说不准还能多拿点分 比赛结果 凌旺所在的小队胜出 凌旺被评为了勇士 在比大赛颁奖礼上 所有学员都开心地给凌旺鼓掌 凌旺这奖项拿得实至名归 大赛结束了 凌返校的前一天 陈主任专门给他们录制的 十位学员放了一天假 这两天你们辛苦了 给你们放一天假 出去好好玩 放松放松 众多学员为此很是开心 他们军校生难得出来一趟 当然要好好地玩一会儿 凌旺 吴雄 刘伟 赵丽丽四人 一起出门闲逛 晚上的广场很是热闹 有摆地摊的 有跳广场舞的大妈 有游玩的情侣 还有身穿青蛙服卖青蛙的 生活不易 含泪卖娃 呱呱 生活不易 含泪卖娃 呱呱 总之 热闹非凡有两个小男孩 在广场找到了一处没人的角落 将买来的烟花放了过去点燃 这个时候 凌旺他们一行四人正好路过 刘伟看到小男孩去点烟花 以为烟花是炮胀 怕挣着赵丽丽 连忙去捂他的耳朵 并且把人往自己身后护 谁知只是漂亮的烟花 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凌旺看到这一幕 笑着感慨道 这世界的狗粮 真是无处不在啊 吴雄则是震惊地看着刘伟 仿佛看到了外星人一般惊奇 指着刘伟和赵丽丽的手 微微发抖 急起震惊地说 凌旺 你看 看 他因为过于震惊 声音都开始发展 你们班长 竟然 竟然给赵部长捂耳朵 啪 啪 炮杖吓着他 赵部长打的枪还少吗 他手雷投得比谁都好 他还怕炮杖声 凌旺看到的是狗粮 吴雄看到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 凌旺听到吴雄的话 直接把他拉走 无奈地说 你说你也挺聪明的 怎么这么不懂风情呢 吴雄 啊 你是说 你们班长和赵丽丽在一起了 吴雄得到提示 这才反应过来 感慨道 没天理啊 陆子的男女比例 本来就是50 一 还被你们班长拐跑一个 凌旺调侃地问道 你是不是看他们两个秀恩爱的人 很不顺眼 吴雄假装认真的点头 再次感慨道 我红眼兵又犯了 凌旺 巧了 我也是 咱们两个去买一些炮杖 围着他们两个放一圈 搁在他们两个头顶上放 他这样开玩笑地说着 将吴雄拉走 不去打扰刘伟和赵丽丽这对小情侣 回到学校后 凌旺又拿到了学校颁发的三等功 因为这次比赛拿到了第一名勇士的称号 而且打破了海军指挥学校登岛障碍的记录 回到学校后 除了刘伟浑身冒出恋爱的腐臭味 其他人都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 这一天的文化课 是有关武制研究的一门的课程 所有学员的上课积极性很高 飞机可是男人梦想 各种武制型号的发动机 以及他们的火力情况 都紧紧抓着众人的眼球 老师在讲台上 生情并茂地讲解着 直视机身 加装了三块防弹装甲板 分别在发动机舱 飞行员座舱 以及机尾的后座舱 它的安全性能 在最新一次的改进中 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直视还装备了此前 一直缺装的紫外线告警装置 但新天家的加班 和紫外线警告装置 不会因其重量 而导致直视的载弹量降低 因为换装了更大功率的 涡轴9H型发动机 涡轴9H型发动机 是我们这杰克的一个重点 他 老师在讲台上 生情并茂地讲着 凌旺 王打虎 刘毅 他们三个铁哥们 刘毅在盯着讲台发呆 凌旺在快速地翻看着课本 凌旺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并且能够很好的融会贯通 应用到实际 所以 大多数情况下 文化课他都是自学 来上课听讲 完全是出自于遵守纪律 按时上课 刘毅看着讲台 眼神放空 感慨道 神时候老师能讲驾驶五职啊 我不想听这个迫发动机 第239章 直升机滑降训练 凌旺随口低声回答道 应该是下节课 刘毅听了这话 立马来了精神 低声问道 你怎么知道 凌旺 你自己翻课本看看 后边有架十五职的内容 这课本编写得非常好 知识很全面 给咱们大三分专业方向学习 打下了基础 刘毅听了这话 当即将自己的书 从屁股下拿出来 看着课本上写的书名 愣了一秒钟 因为上边写着 普通高等化学 刘毅 算了 我不看了 我拿S指 写回指挥课 作业算了 听了这话 凌旺忍不住调侃道 刘毅 你真是一位 努力学习的好学员 五职课上 拿着化学课本 写着指挥课的作业 孔子来了 都得佩服你 凌旺他们文化课 有学习五职的内容 在训练上 也有进行五职的相关内容 当然了 他们指挥信息工程专业的学员 是不会进行飞行员训练的 他们进行的是 直升机滑降 王志上带着众人 前往校内的机场 众人乘坐五职 前往真正的训练场 由于学员人数众多 有三架直升机 同时协助他们训练 学员们在上直升机的时候 一个个兴奋的不行 天天上午直课 咱们这下 总算是摸到飞机了 虽然是破不拉击的直升机 但总算是比没有强 你就小声点吧 别让王老黑听到了 骂死你 众人分别登上了直升飞机 王志上为了这次训练 还专门找了两位中队长 过来帮忙训练 每架飞机上 都有一位中队长 以确保学员的安全 学员们全副武装 背着背包 面对面地坐在直升飞机上 当他们感觉到了飞机起飞后 高兴地谈论着 这直升飞机和普通的航空客机 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也不知道这飞机滑降 和普通的所将相比 难易程度怎么样 众人在讨论着 凌望则是一脸的镇定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刘亦无意间看到了凌望的表情 疑惑地问 凌望 怎么了 你怎么这副模样 凌望冲他低声的傅耳说道 你看王老黑的表情 如果平常咱们这么叽叽喳喳 他要么不理会 要么骂咱们一顿 让保持安静 这次他偷听咱们说话 嘴角竟然有笑意 我猜他又想出什么幺蛾子 来整咱们了 刘亦肯定地点头 你分析的有道理 就在二人偷偷观察 坐在机舱最后边 紧挨着舱门的王志上时 王志上通过窗户 向外看了一眼 然后伸手抓住了 他身边的一个手柄 凌望和刘亦看到这里 非常默契地 一起学着王志上的动作 在周围找可以抓的东西 凌望还用脚尖 偷偷碰了一下王达虎的脚 并且用眼神示意 让他看王志上的动作 王达虎瞬间明白凌望的意思 连忙在身边 找可以抓住的地方 过了没多大一会儿 直升机突然猛地晃动起来 猛地左偏一下 再猛地右斜一下 飞机场的众多学员 随着直升机的倾斜 在机舱内来回滚动 一会一群人都贴到了机舱左边 一会又整个贴到了机舱右边 他们在机舱内大呼小叫地喊着 挣扎着想要抓住什么东西 不想回来滚动 这是怎么了 会不会是直升飞机太破了 出故障了 中队长 咱们应该怎么办 我靠 摔死我了 我的肚子快要被你们压扁了 凌望 刘毅 王达虎三人 和王志上一样 有提前准备 所以 他们虽然身子跟着开会晃动 但没有刚才其他人那样狼狈 这样状态持续了大概一分钟多一点 飞机飞行恢复了正常 众人缓缓从飞机地板上爬起来 惊魂未定地坐在排座上 刚才飞机是怎么了 我的头好晕啊 这下我怕是不能完成滑降训练了 很快 飞机降落了 学员们从飞机上下来 纷纷去找地方土 刚才飞机开会颠簸 让他们晕机晕得厉害 早有准备的凌望三人 虽然也跟着放恶心 但远没有别人那么严重 有学员一边靠着树土 一边咒骂道 这一定是王老黑故意的 滑降就滑降 还搞什么空难训练 众人都在说着王老黑 凌望却知道 王老黑一点都不黑 这种抗炫晕训练 有关飞机训练的一个项目 像空降兵或者飞行员之类的 有专门的抗炫晕训练 不像他们这个样子简单 对于凌望他们这种 陆军的指挥专业来说 王老黑一开始就这样安排 只是为了让众人知道 在飞机上会有什么情况 而且他的安排很合理 是左右来回颠簸 而不是上下猛声猛叫 那样人很有可能 因为惯性的缘故 直接砸在顶板上 轻得脊椎骨断裂 重则丧命 王之上看众人缓得差不多了 将所有人集合起来 进行驯化 在乘坐飞机前往执行任务时 可能会有很多突发情况 今天你们遇到的 仅仅只是一个小的 不能再小的事情 我想要告诉你们 你们看起来越刺激 越高大上的战斗模式和情景 往往会伴随着更多的危险和不适 你们必须训练出 面对危险的紧急应对能力 王之上说到这里 下意识看了一眼 镇定自若的凌望 这一点 凌望表现得一直很优秀 包括刚才在飞机上 王之上也有偷偷观察到 凌望学着他的动作 悄悄找可以抓的地方 凌望的洞察力实在是令他佩服 他继续说道 咱们之前进行过多次20米索降训练 最近你们又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学习 有了一定的基础 所以直升机滑降 咱们可以提前进行一下登机训练体验 会对你们接下来的模拟架 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让你们尽快达到直升机滑降的要求 众多听到这里 有人情不自禁地皱起眉头 王老黑的称呼不是白来的 他训练方式是真的猛 别人都还在进行地面摆练 或者模拟架训练的时候 王之上已经带学员们先登机了 第240章 任务来了 这次尝试的高度 大概在15米到20米之间 并不难 有的人则是很兴奋 觉得很刺激 跟着王老黑虽然又苦又累 可也是真刺激 紧下来 王之上又强调了几点直升机滑降的动作要领 便带着众人登机开始训练 直升机飞升至距离地面大约20米的高度 上面有一条绳子垂直而下 和地面连接起来 王之上大开舱门 坐在舱门口 身上系着安全绳 帮助学员滑降 学员们过去 王之上都会挨个纠正 或者提醒他们动作要领 第一次滑降的学员 表现得差强人意 不是滑落得太难 就是姿势不正确 导致落地后 一屁股坐在地上 或者跪在地上 无法快速展开行动 王打虎在凌望前一个上场 王之上亲自帮他固定好绳索 他才来到机舱门口 门口的大风便直吹得他睁不开眼睛 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王之上训斥道 别给我往后退 再退一步 老子把你踹下去 王打虎被骂 这下硬着头皮往前走 他抓着绳子 缓缓地往下滑降 身子随着绳子来回摆动 直升机的螺旋桨 在不断地快速转动 导致周围的风很大 滑降的绳子 会因此来回无规则地晃动 给滑降造成很大的阻碍 王打虎因为绳子晃动得厉害 大喊着挣扎 才张开嘴便吃了满口的沙子 害得他连忙往外赌 轮到凌望上场了 王之上期待地看着他 询问道 凌望 滑降的动作你都学会了吗 凌望点点头 微笑着回答 差不多了 好 期待你的表现 王之上的话音落下 凌望便拉着绳索跳下 前世他经历过不知多少次直升机滑降 这对于他来说很是熟悉 他一手抓着绳子 一手拉着腰间的锁扣 有条不稳地快速往下滑动 双脚并拢将绳索紧紧加住 尽量将锋力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 几秒钟的功夫 凌望已经达到了地面 他并没有其他人那样 头晕目眩地找方向 而是快速端起枪 弓着身子 在不断前进的同时 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环境 他的动作是非常标准的滑降动作 王之上在飞机上看到这一幕 欣慰地笑了出来 凌望从来不会让人失望 有凌望这种优秀的人在 搞得他对众多学员的表现更加不满 因此 他对这些学员的要求更加严格 所有人都完成两次滑降后 他们乘坐直升机 原路返回 在回去的路上 和凌望同一个飞机的学员 纷纷期待地看着凌望 凌望看到 众人盯着自己的目光 有些不自在 询问道 你们这是 刘毅直接开口道 行了 你就别装不懂了 我们这么看着你 还不是为了等你给我们分享经验 刚才滑降的时候 你都多厉害 我们可是都看在眼里 凌望 你就给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吧 所将我是不怕的 可是刚才直升机滑降的时候 明明高度不算高 可我还是忍不住害怕 最主要的是 我也不恐高啊 这究竟怎么回事 凌望笑了笑 开口道 刚才中队长 已经把全部动作要领 交给了大家 普通所将很简单 只要克服对高的恐惧就行 至于直升机滑降 需要应对很多的突发状况 比如说最常见的风力 还有就是降落地点的 凌望简单地给大家分享了 一下他所知道的经验 几乎都是点一下 不深入讲解 因为王志尚还在他旁边 他不想表现得过于离谱 到时候还得想理由应付他 可就凌望简单地说 这几句也令王志尚大为震惊 疑惑地询问道 凌望 这些经验 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凌望笑了笑 中队长 这都是你刚才的交代 我只不过是结合 刚才的滑降经验 深入地总结了一下 风力 降落后应该如何应对 这些你不是都讲过吗 王志尚愣了片刻 回想到自己还真说过 感慨道 我只是点拨了一下 没想到 你自己竟然能摸索出这么多 怪不得你所有项目都优秀 军功章拿到手软 回到学校后 学员们开始常规的地面摆练 和模拟架训练 由于有过一次直升机滑降训练 众多学员知道 这一项目有多难 所以训练得格外认真 王志尚这趟没有白带他们去 别人认真训练 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可一切都擅长的凌望 也跟着大家一起训练 并且比别人还要刻苦 这也是王志尚最欣赏凌望的一点 无论自己多厉害 都不焦不燥 在训练休息的间隙 凌望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定 发布系统任务 首次飞行任务之 帮助同中队学员三日内 完成飞机滑降训练 任务奖励 初级飞行员技能 凌望 系统每次发布的任务 奖励都是特级这种级别的技能 这次怎么奖励了一个初级技能 难道说这个初级技能大有乾坤 系统 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技能 初级飞行员技能 各种飞机 战斗机驾驶技能 并且可以提升宿主的体质 让你达到飞行员的身体素质 包括视力 身体疤痕等等 飞行员对身体素质 以及视力的要求都非常高 原来这个技能 不仅是给一个飞机驾驶技术 还会帮忙修复 改善身体状况 不是那种修复 是直接从各个方面提升 不仅是体质 还有例如视力等方面 虽然叫初级 可这笔特级并没有差多少 凌望又询问道 那终极或者高级飞行员技能呢 我怎么可以获取 而且 这个首次飞行任务 你没有发布完全吧 任务分为三部分 宿主现在所处的情况 只能触发第一部分 随着接下来两部分任务的完成 飞行技能会相应的提高到 终极或者高级 凌望直接说道 那你把任务一并公布了吧 为达到任务触发条件 任务无法公布 第241章 去飞行专业学习 听到这个理由 凌望内心有些无奈 合着这系统发布任务 还和升级打怪一样 不升到下一集 永远不知道 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既然这样 那就先完成第一部分任务吧 凌望这下 不仅自己训练自己的 还帮助同学训练 手把手的交 甚至锁扣系错了 他都会耐心地指出 王之上在学员旁边看着 时不时指导两个人 查看整体的训练情况 以备可以及时调整训练进程 凌望指导别人的行为 他尽收眼底 嘴角忍不住勾起满意的笑容 凌望是他这一年多来 唯一一个没有骂过的学员 不仅是各项训练让人惊艳 为人处事 也绝对挑不出一丝毛病 现在还在帮助其他学员 共同进步 自身优秀 性格不骄不躁 而且还懂得互助 对待比他差很多的学员 没有看不起 反而很有耐心 简直堪称完美 凌望不仅训练的时候 给别人指导 休息时间 也会和别人分享 他上辈子训练时的经验 中队里的人进步特别快 三日后便达到了 登机训练的要求 为此 王之上很是开心 直说 凌望 干脆以后 你做咱们中队的副教官算了 有你帮着一起训练 学员们学的是真的快 哈哈 王之上再次带领学员 登机进行飞机滑降训练 这次学员们的动作 虽然不那么的标准 但勉强合格了 之前有点恐高的学员 滑降完成的也非常出色 全体学员完成了滑降后 凌望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完成任务 首次飞行任务之 帮助同中队学员三日内 完成飞机滑降训练 任务奖励 初级飞行员技能 系统提示音落下后 凌望的视野中的物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清晰了一些 背上和后脖颈处的疤痕处 有些臊痒的感觉 像是伤口在恢复一般 而且明显感觉到了胳膊上的肌肉 也有一丝肿胀感 甚至感觉膝盖处 以及小腿的骨骼在生长 看来这个初级飞行员技能还不错 晚饭过后 凌望从澡堂洗澡回来 躲在自己的窗前 收拾自己的毛巾和脸盆 刘逸从他身前路过 看到他的脖子 疑惑的疑了一声 凌望 我记得 你脖子上有刀疤来着 怎么现在没有 凌望装作疑惑的反问 我什么时候有疤来着 是你记错了吧 刘逸挠挠头 难道真是我记错了 他嘟囔了一句 便坐回床上 不再纠结这件小事 开始加入其他学员的话题 讨论着今天的所见所闻 你们是不知道 今天飞行员是非的时候 咱们学校为数不多的女学员 在周围看着的那个眼神 真后悔 没有报名飞行员的特招 快拉倒吧 飞行员的眼睛头 不能低于零 八 身高 身体素质卡的 不是一般的严格 你瞅你脸上的那道大巴巴 绝对过不了体检 都别羡慕了 再羡慕也不顶用 咱们已经改不了专业课 做飞行员得等到下辈子 不知道能不能从考研这条路 转到飞行专业 有人提出了这一句话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行 这个时候 王打虎看向刘伟 问道 班长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吗 刘伟这个时候 一边擦脚 一边摇头回答 肯定不行啊 飞行员服役期比较短 而且培养代价高 所以对年龄要求很高 不会要咱们这种外专业的人 王打虎撇嘴 遗憾地感慨道 咱们这辈子 应该是没有机会碰五直了 刘伟再次摇头 那是你们 不是我 种子俱乐部 最近有组织合格的学员 去飞行专业学习 力求培养多方位的全能型士兵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哀嚎起来 种子俱乐部就是不一样 这机会就是多 真要羡慕死我了 今年期末考试结束后 我要去参加种子俱乐部的海选考核 刘伟这个时候 看向了凌望 答话道 凌望 你这次一定会和飞行专业的人 一起学习吧 你身手好 身上还没有疤 势力也好 凌望冲他点了点头 这个机会 他不会放过 现在已经获得了初级飞行员技能 如果不继续触发首次飞行任务 岂不是浪费了获得高级飞行员技能的机会 次日 凌望和刘伟专门向王志上申请 去参加种子俱乐部的飞行员体检 这次俱乐部的学员 大概有三分之二都有报名 进行飞行训练 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剩下的三分之一没来 也都还是因为身上有疤痕 或者视力不够 知道自己没机会 索性不报名 他们第一项检查项目 是简单的询问病史 这一项体检 没有被淘汰的人 第二项检查的项目是眼科 着重体检视力 色觉 隐邪 眼底等项目 视力检查这一项目 一般人体检 检查视力使用一字视力表 但飞行员检测视力 采用环形C字表 一字视力表的开口方向只有四个 但环形C字表的开口方向有八个 所以用环形C字表 比用一字视力表检测视力更准确 也更难 从这一项目开始 淘汰了很多人 这些人虽然视力也很好 可还达不到飞行员的要求 凌望上场后 他先是拿卡片 将左眼挡住 开始测量右眼的视力 体检军一用 只是棍指着视力表上的C型图案 这个开口方向是那里 凌望 左边 军一 这个 凌望 下边 军一指了四个后 指示棍已经指向了倒数第一排的字母 忍不住感慨道 你的视力是真不错 那这个开口方向呢 凌望 朝上 他回答完毕后 军一欣赏地看着凌望 笑了出来 你的眼睛竟然有1 5 飞行员的视力要求 是不能低于0 8 你这眼睛不做飞行员 实在是可惜了 做了这么多体检 你是我遇到视力最好的一个 第242章 体检合格 凌望冲军一笑了笑 没有回答 他继续测试完左眼后 便拿着军一填好的体检报告 去同一个体检室内 测试色觉的检查处 军一看着他的背影 感慨道 没想到人的双眼 竟然能达到1 5的视力 这人的眼睛 是从阴身上扣下来的吧 他的感慨声 很快便传开了 凌望色觉体检完 才走出测试掘检查室的大门 外边种子俱乐部的成员 便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 凌望 听说你双眼视力是1 5 这是真的吗 我看看你的体检报告 当众人看到凌望的报告后 忍不住低声惊呼了出来 凌望 怪不得你枪烦那么好 原来是长了一双1 5的眼睛啊 你这特娘的是鹰眼啊 怪不得你各个军事项目都好 你这身体就不是人能拥有的 之前我还迫使自己的枪法 努力向你看齐 这样看来我还是算了吧 这先天条件就不如你 凌望听到这话 柔声回道 这你可就说错了 在建国初期 有神枪手还是近视眼 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枪法好 射击这一项目考验势力 但更考验枪杆 多用子弹 喂喂咱们的枪 进步空间还是挺大的 围在走廊的众多种子俱乐部成员 传递着凌望的体检报告 他们看着上边一 五的视力 羡慕的不行 其实凌望的视力一 五是因为视力表只有这个数值 他的视力实际上要更好 如果打开鹰眼技能的话 他的视力就不叫视力了 各种高清摄像头和他的眼睛 比起来都会逊色 视力这一个体检项目 直接淘汰了五分之四的人 就着他们都还是经过 军校体检合格的人 如果是普通人进行体检 淘汰掉的人更多 由此可见 成为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是多么的不容易 尤其是部队上 开战斗机的飞行员 更是万里挑一的人才 接下来体检的项目 是外科 包括身高 体重 坐高 腿长 臂长 给凌望体检的军医 忍不住感慨的 我还是第一次 见这样的人体构造 和黄金底力不差分厚 小同志 你可以直接去做人体模特了 凌望对于这样的夸奖 礼貌的笑了笑 接下来体检的项目那颗 包括血压 脉搏 心脏 肝 皮 肾体检的军医 拿着凌望的体检报告 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嘟囔道 真怀疑是一气出现问题了 我还是第一次 见这样的人体数据 大到血压 小到免疫蛋白数据 就像是按照教科书上来写的一样 全部都是最好的数据状态 说完这些 军医抬头看着凌望 笑着说 小同志 恭喜啊 你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凌望再次礼貌地冲军医笑了笑 心道 这个初级飞行员技能 虽然听起来一般 但这对身体的改善效果不是一般的大 凌望有明显的感觉 自己的四肢长度和支前笔 有一些不一样了 最后一项体检是耳鼻喉科 包括耳鼻 口腔 听力 刘伟前面几项的科目都过了 栽在了听力上 他的左耳听力欠缺 最终和参与飞行员训练擦肩而过 最后 通过体检的学员共有七位 其中有赵莉莉和凌望 体检结束后 他们这七位学员 除了必要的文化课 需要去上课外 其余时间都和飞行专业的学员一起学习 为期大概一个月左右 凌望和赵莉莉一起进去飞行专业学员所在的教室 他的脑海中 当即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发布系统任务 首次飞行任务之二 进行四中五直 模拟驾驶舱训练 并且表现出色 受到教官或者中队长的肯定 任务奖励 终极飞行员技能 听到这声音 凌望心中庆幸 看来自己这次没有来错 上次初级飞行技能 附带身体调整的功能 不知道这次终极飞行技能附带了什么 凌望在心中问道 系统 简单介绍一下终极飞行技能 终极飞行技能 可使宿主获得王牌飞行员驾驶技术 附带抗眩晕技能 有该技能在 宿主无论在多眩晕的情况 都不会有眩晕感 这节文化课 凌望他们学习了一些 有关飞机出现故障 自救的相关内容 包括发动机 螺旋桨 护甲板 机翼等等重要部位 出现问题时应该如何应对 下午 他们便开始进行一些驾驶训练 飞行专业的中队长 对种子俱乐部前来学习的人很照顾 大家能来到这里 都是学员中的各种翘楚 希望你们在这里 可以学到实用的技能 其实飞行员 有一项抗血运训练非常重要 可这次学校给的任务是 让你们在最短的时间 学习到五直的驾驶技术 而且抗血运训练 是一项需要长期训练的项目 这一个月的学习时间过后 你们将不会有机会和时间 进行抗血运训练 时间紧任务重 因此需要做一定的取舍 不对你们进行抗血运训练 直接开始训练五直驾驶 飞行员教官 带着七位种子俱乐部学员 来到了五直模拟驾驶舱的训练室里边 摆放了多种五直模拟驾驶舱 飞行员教官简单介绍着 这里的是阿帕特 那里的是虎式 左边靠窗的两个是卡25 剩下的全部都是咱们华夏 主要服役的五直十和五直九 你们主要进行这两种五直的训练 先教你们五直十的驾驶 教官在认真地讲解做示范 种子俱乐部成员在认真地听着 凌望扫过模拟驾驶舱的模样 里边的每一种按钮和数据信息 都自动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可以说 他现在对五直的了解不比教官少 教官简单地讲解过后 开始让学员自己动手势 凌望自告奋勇 第一个上场 他头戴头盔 系好安全锁扣 戴上手套 启动五直 推动操纵杆 给油 而后手握操纵杆 开始模拟飞行 教官看到凌望一套动作 行云流水 没有一点实缓 如同一名真正的飞行员 教官被凌望的一套动作惊艳到 非常欣赏地问 你有没有兴趣 来点更难的 第243章 新任务来临 凌望 我想试一试 教官 好 现在请注意 距离你前方2000米处 有一座陡峭的山峰 现在要求你 从山峰左侧面快速通过 而后去山峰的正前方 进行低飞救援 凌望 是 他得到命令后 立马开始给油 并且操纵操纵杆 调转方向 整个模拟驾驶舱 随之 往左边猛烈地倾斜 倾斜的角度 逼近70度 紧接着 他操纵操纵杆 使得五只猛地左转 并且俯冲向地面 凌望感觉高度差不多了 又操纵操纵杆 15只紧贴地面平飞 他的操作结束后 训练室内 瞬间响起声催的掌声 飞行员教官看着凌望 一边鼓掌 一边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不是叫凌望 凌望摘下头盔 大声回答道 报告 我是凌望 教官立马大声笑了出来 脸上一副 原来如此的神态 怪不得了 你来之前 我就听说了你的世界 依依 武的鹰眼 还有才报道 就拿了一个一等功 你可是咱们学校的大名人啊 今天一见 这学习能力果然很强 凌望解开安全扣 从驾驶舱下来 腼腆地笑了一下 回答道 教官你过于了 我远没有你说得那么好 教官摆手 是你太谦虚了 说到这里 他突然疑惑了一下 认真的问道 凌望 你之前是有学过飞机驾驶 或者在国外参加过之类的俱乐部吗 凌望如实回答 报告 没有 我只是学东西比较快 而且会举一反三而已 教官听了这回答 有点不敢相信 自言自语道 可我看你的驾驶习惯 怎么感觉 你像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 可能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你学东西比较快吧 他嘟闹完 便抬头郑重地看着众人 开口道 现在你们人数少 训练室的模拟驾驶舱数量很充足 你们可以各训练各的 不用在这里排队等着 凌望 你就在这个驾驶舱训练吧 我带其他人重新找 教官安排完后 便转身准备带着人离开 凌望连忙大声喊 报告 教官 我想去试一试其他型号的舞职 教官回头 看着凌望笑了一下 你这积极的态度 值得表扬 你可以先去看看 我挨着 带着你的这群战友训练一遍 再过去看你 凌望 是 接下来 他们便各忙各的 凌望挨着驾驶其他国家之事的三种坦克 当他驾驶胡坦结束后 坐在驾驶位上等了几秒钟 没能听到系统完成任务 给奖励的提示音 他疑惑了一秒钟 便反应了过来 任务要求 自己得到中队长 或者教官的肯定 现在自己只驾驶了四种舞职 还没有获得肯定 于是 凌望大声喊道 报告 教官 教官听到后 以为凌望遇到了什么问题 安排自己正在教授的学员 你就这样 自己先训练一下 而后便向凌望所在的方向走过去 询问道 出什么事了 凌望 报告 这三种制式的舞职 我都尝试过了 我感觉自己可以驾驭 教官 还请你在这里 观看一下我的驾驶 给我进行一些指导 教官点头 可以 接下来 凌望又将三种 不同制式的舞职 驾驶了一遍 教官目睹全程 最开始还是期待的眼神 而后变成了经验 最后变成了震惊 他在三询问道 凌望 你之前真的没学过驾驶飞机 你的操作 怎么这么熟练 凌望笑了笑 胡扯着应付 这都是教官教得好 而且舞职 再怎么变换之事 他的基本原理 都是一样的 只要尝试一次 就可以上手了 教官单手掐腰 另外一只手挠头 难以置信地看看凌望 再看看机架舞职 他就是飞行员出身 深知飞机驾驶的难度 所以 凌望给出的理由 他是不幸的 可现在他想破的脑袋 都想不通 为何凌望对舞职驾驶 如此熟练 再三确认道 凌望 你之前真的没有在国外 学过舞职 说实话 你飞机驾驶 上手的速度太快了 我真的很难以相信你的理由 凌望再次强调 我之前真的没有学过驾驶飞机 而且连国门都没有出过 百分之百的纯正华夏人 不可能在国外 学习飞机驾驶 同样的问题 凌望解释了两次 他把教官喊过来 二人说了一大堆 愣是没有说出凌望想要的夸赞 教官还在震惊和疑惑中 看来凌望只好自己提了他 轻声试探性的问道 教官 我的表现优秀吗 教官猛地点头 优秀 特别优秀 凌望又问 既然我表现优秀 那是不是应该夸我两句 教官 啊 凌望给人的感觉一向沉稳 突然这样求夸奖 让教官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他待了两秒钟后 当即开始对凌望进行夸奖 凌望 你飞机驾驶技术特别好 而且 你势力特别好 我现在忽然有一种 给学校写申请 把你从指挥专业要过来的冲动 说实话 像你这样学习新事物如此迅速的人 我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教官夸起凌望 便止不住了 一直滔滔不绝地夸赞着 凌望内心叹了一口气 得 刚才教官是想不起夸我 现在是想不起停止对我的夸赞 与此同时 凌望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定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首次飞行任务之二 进行四中五直模拟驾驶舱训练 并且表现出色 受到教官或者中队长的肯定 任务奖励 终极飞行员技能 这次系统任务完成得非常容易 和白送礼物也差不了多少了 接下来 凌望继续跟着众人一起训练驾驶五职 虽然现在 他已经拥有了王牌飞行员的驾驶技术 可他依旧勤奋认真的训练 就在他觉得 系统的给人好完成时 他脑海中再次响起系统提示音 定 触发系统任务 首次飞行任务之三 独自驾驶飞机 进行单飞训练 并且驾驶战斗机 第244章 前往空军航空学校学习交流 听到这个任务 凌望内心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系统啊系统 你简直就不能被夸 刚才还夸你 给了我一个简单任务 白送奖励 结果现在就给我来一个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暂且不说 在一个月内 航空兵很难允许我的单飞 就这驾驶战斗机的任务 就不可能完成 我就读的是陆军指挥学校 就算有飞行专业 主要训练的也是五职 配合地面进行任务行动 战斗机这种飞机 只有空军才会配置 就算想破天 也根本接触不到战斗机 这让自己怎么完成 紧接着 凌望冷静下来 回想到每次系统发布任务 都是因为自己周边 有相对应的事情发生 既然发布了这样的任务 难道说 接下来自己有接触战斗机的任务 难不成是学校 要和空军进行交流学习 事情果真如同凌望推断的那样 大约五天后 种子俱乐部传来了消息 陆指要和华夏空军航空学校 进行交换生学习 为期大概一个月左右 交流的目的 为的就是培养多方位的全面战士 空军的学员来陆指 学习陆军的训练方法 以及战术指挥 陆指的人则是找空军航空学校 学习与之对应的航空知识 包括飞行驾驶 战斗力的火力覆盖 战斗机隐身 以及反制敌方的制空压制等等 其中 除了飞行驾驶是训练之外 其他都是文化课 学校本来是安排航空兵去学习的 但是考虑到 这次并不是为了学习飞行技术 更多的学习是对制空权的反制 所以 校方决定派指挥专业 或者信息专业的人 前去学习交流 可又因为 这次有飞行驾驶训练 对学员的身体素质要求比较高 这两个专业的学员 不一定能达到标准 恰好种子俱乐部前两天 进行了飞行员体检 挑选出几个人去学武直驾驶技术 正好可以作为 前去和空军学校 进行交流学习的适合人员 林旺在宿舍收拾东西 即将登上去 空军航空学校的飞机 王打虎和刘毅两个人 帮林旺一起收拾 王打虎感慨道 林旺 这个学期开学 你就没有在学校待多久 先是抗洪 然后军事技能大赛 现在又去空军交流学习 你这一天天的真忙 就和公司的总裁一样 一直出差 刘毅在旁边笑着调侃 这可能是天才 和咱们这种庸才的区别吧 在高中的时候 一些学习好的学生 也经常不在学校 总是参加一些竞赛 比赛之类的活动 林旺好好干 争取这次再拿一个军工章回来 林旺笑了笑 这次怕是不行了 只是简单的学习交流 根本没有拿军工章的机会 你们两个好好训练 争取下次比赛 咱们一起去参加 林旺收拾好东西 背上背包 准备离开的时候 刘毅恰好进来了 看到林旺背上背包 询问道 你们这么快就出发了 你们去空军航空学校后 帮我照顾一下赵部长 林旺调侃道 这一点你放心 赵部长那么厉害 他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空军航空学校 林旺他们乘坐飞机到达的时候 上次在军事技能大赛中 带队负责人在校内的机场迎接他们 这位负责人 正是陈主任的口中的老黄 他看到林旺从飞机上下来 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林旺是他特别欣赏的学员 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了 他心里实在是想 扣下林旺不让他回录制 这种好苗子 是个人就想要 众多学员下飞机后 全部面向老黄战成一列 等待指示 老黄笑呵呵地说 各位同志 大家尚无好 欢迎你们前来华夏空军航空学校 进行交流学习 我是学校政教处主任 也是这次交流学习的负责人 在近一个月的交流学习时 如果你们出现了带队班长 解决不了的问题 欢迎随时向我汇报 说完客套的迎接话后 黄主任来到了林旺面前 开口道 林旺 咱们又见面了 林旺眼神坚定的目视前方 冲黄主任敬礼 大声回答到首长好 非常高兴与您的再一次见面 众人看到黄主任 专门和林旺打招呼 心中羡慕得很 这人一旦优秀 去哪里都会受欢迎 接下来 林旺他们便被带去了安排的宿舍 赵莉莉因为是女学员 所以单独安排了一间宿舍 就在林旺他们宿舍的隔壁 他们的班长是一位空军大四的学员 这位班长长相气宇轩昂 非常的英朗帅气 他笑起来 脸颊上有两个小酒窝 大家好 在今后一个月的交流学习中 我就是你们的班长 我的名字叫甄宇飞 大家私下里都称呼我为酒窝班长 你们也可以这样称呼我 今后的一段时间 我会负责你们的训练 你们的文化课的自己操心了 课表 我已经提前贴在了门后 你们收拾一下 今天上午就跟着中队 一起展开训练吧 众人 是 九窝班长带着大家来到了训练场地 找到了他们所在的武区第三中队 九窝班长带着他们去报到 中队长看着凌望他们身上 穿着的黄绿色军装 瞬间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并没有热情地欢迎凌望他们 而是随意地点点头 示意九窝班长带他们去训练 在比武和体能上 陆军看不起空军 可在其他方面 空军却是处处看不上陆军 小道伙食待遇 大道武器装备 以及身体素质和单兵待遇 空军是全方位的优于陆军 有个笑话 各种军种更换服役装备 海军 新航母 空军 新飞机 陆军 哇 新鞋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 真实的经费待遇差别 就是这么大 中队里的其他人 都在大回环旋转滚轮上 进行训练 大回环旋转滚轮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固定在架子上的滚轮 滚轮并不接触地面 人站上去 下面有人帮忙推转滚轮 或者自己用力 使得滚轮转起来 第245章 抗旋运训练 除此之外 训练场上还有直接接触地面的 在地上滚动的滚轮 这个滚轮的转动速度 要比大回环滚轮的转动速度 慢了不止一点半点 可以给为参加过训练的学员 一个短暂的过渡 九卧班长带着几位学员 来到了滚轮前 指着滚轮 你们今天就先用这个 进行抗旋运训练 旋运是一种运动的幻觉 是平衡系统功能障碍 出现的复杂症状 而身体不稳 则是平衡障碍的一种主观经历 它涉及耳科 内科 神经科 骨科和眼科等多种学科 所以说 抗旋运训练是飞行员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训练 这也是为什么 飞行员的体检要求格外严格 抗旋运训练的仪器有很多 你们面前是最简单的 我先给你们做一个示范 酒窝班长说着 便进入滚轮内 双手抓着头上的手柄 双脚紧蹬着脚下的滚轮 整个身子弓起 双手发力 滚轮朝着前边滚去 接连滚动了好几圈后 他才让滚轮停下 从滚轮上下来 镇定自若地给学员们说 训练的具体动作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谁先上 我帮你们滚几圈 一位学员自告奋勇 报告 我先来 他上了滚轮 酒窝班长再三询问 准备好了没有 然后开始动滚轮 在酒窝班长的帮助下 滚轮滚动的速度很慢 有节奏的往前滚动 学员滚第一圈的时候 没有任何反应 眼睛睁开 镇定的目视前方 待到第三圈 他整张脸 变变的通红起来 看样子像是 倒立石脑冲血一般 这一下他开始闭上眼睛 不去看这个天翻地转的世界 差不多滚动了有15圈后 酒窝班长让滚轮停下来 说道 你可以下来了 在滚轮上撑着的学员 听到这话 松了一口气 立马从滚轮上掉了下来 他跪在地上 在酒窝班长的搀扶下 想要走几步 奈何眩晕得太厉害 双腿发软 脚底打滑 视线中的所有东西 都是摇摇晃晃 再次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和刚才酒窝班长 从滚轮上下来的情况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不是学员太垃圾 是真的顶不住这眩晕感 普通人在原地 看着天空转十几圈 都能会头晕目眩 何况在滚轮上 滚动十几圈 酒窝班长 让这位学员 坐在地上休息一下 对其他人进行训话 这就是经历过 抗血晕训练的差别 这个训练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挺磨人的 这还是 你们经过严格筛查 身体素质合格的人 如果是普通人上来 怕是现在早就吐了 你们接下来 两人分为一组进行训练 注意要有一个 逐渐适应的过程 凌望和赵丽丽组成了一组 赵丽丽先上滚轮 凌望帮忙转动 赵丽丽结束后 休息了一会儿 轮到凌望上滚轮了 凌望在滚轮里站好后 嘱咐道 我自己来转动滚轮 你在旁边跟着 如果我感觉不行了 喊停的话 你再帮我下来 赵丽丽 好 凌望现在有终极飞行员技能 实力和王牌飞行员差不多 在抗炫晕这块 普通的训练 对他根本起不到效果 所以 他想要看一下 自己现在的极限 尝试着突破一下极限 凌望拱着身子微微发力 滚轮缓缓往前滚去 凌望滚了几圈后 感觉速度太慢 于是再次发力 滚轮转动的速度 这下快了起来 九卧班长看到凌望的动作 忍不住停下对别人的指导 站在原地静静地观看着凌望的训练 没想到这位学员抗炫晕能力这么强 这都在训练场上滚了大半圈了 竟然还没从滚轮上下来 不是说 听说这次来的 不是陆军航空兵吗 看来小道消息有误啊 其他学员也纷纷停下训练 看着凌望控制着滚轮 在训练场快速滚动 当凌望在训练场上转了两圈后 第二次从他们面前经过时 陆指前来学习的学员 被惊得下巴掉在了地上 凌望这是疯了吧 他从来没有进行过抗血晕训练 他不怕脑子充血严重 血管炸裂吗 虽然体检时 凌望的身体数据是最好的 可也不能这么造吧 他一个指挥专业的学生 训练起来真是猛啊 怪不得人家军功章拿到手软 就是和普通人不一样 他们说着 有人担心的上前 大声冲赵莉莉说道 赵部长 你怎么不让凌望停下来 他第一次参加抗血晕训练 这样下去会有危险的 赵莉莉摊手 刚才我有劝过 可他不同意停下来 你们放心 凌望现在的状态很好 不会有危险 九窝班长听到学员的议论声和对话 整个人被吓傻了 惊奇的大声问 你们说 这个凌望是哪个专业的 指挥专业的 九窝班长 第一次参加抗血晕训练 第一次 九窝班长再三确认后 连忙上前用手抵住滚轮 不让他再转动 激动的大喊 你给我下来 凌望被迫从滚轮上下来 他的动作没有一丝漂浮 稳稳地站在地上 虽然有一点眩晕的感觉 但仅限于感觉 对他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他看着九窝班长 缓缓开口道 班长 怎么 九窝班长震惊地上下打量了凌望 拉着他的胳膊 左看看右看看 惊奇地大声询问 你 现在什么感觉 凌望摇头 感觉正常 不是 你不是第一次进行抗血晕训练吗 凌望点头 是啊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 有大问题了 九窝班长难以置信地看着凌望 久久没能从震惊之中缓过进来 感慨着 看来你这人是天生的不怕眩晕啊 凌望 要不要试试其他训练 听到这话 凌望微微一笑 非常乐意 直接进行有难度的抗血晕训练 这正好如了凌望的意 省得在简单的训练上浪费时间 九窝班长 带着凌望来到大回环滚轮前 第246章 下到代班班长 正在训练的学员 看到九窝班长过来 疑惑地停下来 问道 班长 怎么了 九窝班长 没事 你们继续训练 我带过来交流学习的学员训练一下 听了这话 学员们没有当回事 便继续训练 刚才凌望虽然绕了训练长两圈 可大家都在自己忙自己的 并没有注意到凌望的训练 所以他们表现得很平淡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凌望上了大回环转轮 这次训练 需要用绑带 将手腕和脚腕固定在滚轮上 一切准备好后 九窝班长站在一旁 说道凌望 我刚开始我转动的速度会非常慢 如果你感觉到不是的话 就及时说 凌望 是 我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九窝班长开始手扶着滚轮 让他慢慢转动 转了两圈后 他看凌望反应一切如常 开始加快速度 滚轮转动的速度越来越来 他看凌望的状态还非常好 询问道 凌望 你感觉怎么样 凌望 班长 我感觉还可以转得更快一些 你试着放手吧 给一个力道 让滚轮自己转 九窝班长犹豫了一下 回答道 好 如果感觉不舒服 一定要及时说 九窝班长话音落下 他双手猛地用力 然后放手 滚轮飞快地转了起来 凌望感受了两圈 大声喊道 班长 还能再快一点吗 九窝班长再三询问 再快一点 你能受得了吗 凌望 我可以 九窝班长内心是不想再加速的 担心凌望受不了 可凌望这样要求了 而且 他的状态还非常好 九窝班长最终还是决定 再给滚轮加点速度 这次转动后 他的手并没有放下 而是在滚轮附近架着 想着凌望一旦受不了 他能及时让滚轮停下 就在他担心的时候 凌望的声音再次响起 班长 我感觉还可以再快点 九窝班长直接喊道 这已经是最快了 我都不敢转这么快的速度 你快下来吧 这个时候 附近训练的其他飞行学员 被凌望吸引了注意力 纷纷停下手中的训练 在一旁看着凌望训练 我去 竟然转的速度这么快 这陆军的哥们可以啊 不是说陆军的飞机都是五直吗 他们陆航兵的抗旋运训练强度 应该没有咱们高材队 这哥们怎么这么厉害 这应该是和天生体制过关 众人看到凌望的表现 纷纷以为他是陆军航空兵 因为普通人根本接受不了 这种强度的抗旋运训练 九卧班长在一旁记震惊 又担心地看着凌望 虽然他很欣赏的凌望的优秀表现 可也在担心凌望身体受不了 毕竟不是飞行专业的人 他伸手让滚轮停下来 然后慢慢转动 让凌望的身体位置转正 紧张地说 凌望 快下来 凌望 是 九卧班长给凌望解开 记着他的绑带 凌望从滚轮上下来后 在原地跺了两下脚 有点眩晕的感觉 但对他的影响几乎没有 众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佩服的鼓掌 哥们 你们陆军航空兵都可以的 你一点都不晕吗 就算是飞行员抗旋运能力强 可刚才那种转动的速度 也不至于一点血运感也没有吧 就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凌望扭头 冲提问的飞行学员微微一笑 回答道 我感觉很好 没有什么不适合 他说话的气息很平稳 并且扭头的动作和常人无差别 好像刚才上滚轮的 不是他一样 众多飞行学员 这下更加佩服凌望了 像这种特殊的抗旋运体制 是他们所有飞行学员都羡慕的 甚至有人直说 兄弟 你做飞行员可惜了 感觉你可以去做宇航员了 围在周围的众人 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 九卧班长瞪着大眼睛 不停的上下打量凌望 像是看到外星人一样 这个凌望 第一次进行抗旋运训练 他怎么一点不是都没有 这不可能 他惊奇的问道 凌望 你感觉怎么样 凌望微笑着回答道 报告 我感觉非常良好 九卧班长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明白 凌望这身体素质是怎么回事 难道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特殊的体质 只要是人 就肯定会有眩晕的反应 现在 凌望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那一定是转动的强度不够 九卧班长接下来又带着凌望 去到一处训练室训练 这个训练室的抗旋运训练 是太空转移 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特殊的 可以进行360旋转的椅子 转动的方向和速度 可以通过仪器来设定 像是游乐场的危险刺激项目一样 只不过 这个转移的转动速度更快 九卧班长看着凌望 郑重地问道 你要试试这个吗 凌望 非常乐意 他心中窃喜 这下可以试试 现在身体的抗旋运极限 是什么样子了 凌望上了转移 系好安全带 九卧班长嘱咐道 椅子的左扶手上 也就是你现在左手边有个红色按钮 如果感觉受不了了 就及时自己按下 凌望 是 九卧班长按下启动按钮 椅子开始缓缓旋转 不仅像滚轮那样360度的转 椅子自身还会让凌望旋转 转移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凌望眼前的世界旋转得厉害 他索性闭上眼睛 各种失重感袭来 凌望感觉到身子在飞快地转动 身体虽然随着转动 有了一点异常的感触 直接有肿胀感 脑袋也有点冲斜的感觉 可却没有一丝的幸运感 九卧班长看着凌望的眼神 越来越震惊 他抬起左手腕 看了一眼时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 凌望还没有按下暂停键 像他这种 已经各种项目都合格的飞行员 都会受不了这么长时间 这么快的转速 凌望一个陆军指挥专业的学员 竟然能够接受得了 九卧班长在一旁 实在是看不下去 生怕凌望身体出现问题 连忙按下暂停键 第247章 首次登机训练 转移停了下来 凌望缓缓睁开眼睛 先是给了九卧班长一个笑容 从转移上下来 这次感觉脑袋有点晕 但远不至于影响他的行动 这终极飞行员技能 附带的抗旋晕能力 着实不错 九卧班长呆呆地看着凌望 张开的嘴巴 可以塞下一个苹果铃 望 你 你 他看到凌望从转移上下来 走路的姿势沉稳有力 变得更为惊讶了 凌望还是人吗 他抓着凌望再三追问 凌望是不是陆军航空兵 是不是之前进行过抗旋晕训练 凌望胡扯着解释 自己从小到大 就从来没有训运过 体质比较特殊 可九卧班长 实在是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下午训练结束后 他又专门找到黄主任 询问有关凌望的事情 并且将训练的事情 视无巨细地说给了黄主任听 黄主任听了很是震惊 只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 轻皱眉头 沉着脸思考了片刻 在军营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 大场面见过不少 所以他还能保持镇定 他思考了一会儿 开始在办公桌上翻找文件 他找到录制送开的 有关交流学员的身体检查报告 找到了凌望的报告 看着上边的数据 皱眨的眉头舒缓开来 欣慰地笑着说 看来这个凌望 是真的体质很特殊 你看他的体检报告 九卧班长 是 班长接过体检报告 认真的浏览着上边的数据 忍不住惊呼出来 视力一 五 他抬头吃惊地看着黄主任 很难以接受这件事情 紧接着他低头继续往下看 看着凌望的体检数据 越发地陷入自我怀疑中 我这是在做梦吗 怎么可能有人的身体 是按照标准数据来长的 九卧班长从黄主任办公室出来 一直在脑海中 回想着这个问题 果然 人比人气死人 当晚 凌望的抗血运能力 以及他的体检报告内容 便在他实习的中队里传开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录制来了一个指挥专业的学员 是李一 五 我听说了 他好像叫什么凌望 凌望好像就是 今天九卧班长 带去大回缓滚轮训练的那个学员 听说他从转椅上下来 一点都不晕 甚至还和九卧班长微笑 听说他从转椅上下来 一点也不晕 甚至还抱着九卧班长转圈 听说九卧班长和他同一时间 上太空转椅上训练 在转动频率设置相同的情况下 凌望下来后 一点是都没有 九卧班长反而晕得不行 还是凌望给他抱去一旁休息 传言越传越离谱 但万变不离其宗 那就是凌望很牛比 次日 凌望变成了中队里的名人 他们今天训练的高空飞跃 攀岩 高空天平 高空档幕 高空钢丝桥等 基础的心理训练项目 飞行员是如同熊鹰一般 和高空比肩的人 客服对高空的恐惧是必须的 这次来交流学习的学员 都是种子俱乐部的人 他们本身就是学员中的桥楚 所以表现很优秀 像高空飞跃和攀岩这些项目 他们完成起来 没有任何的压力可高空档幕 以及十米高的钢丝桥 完成起来非常的吃力 虽然他们是不怕高的 可首次上去训练 还是有难以克服的生理反应 档幕随着他们的动作 微微晃动 这使得他们下意识的 前进速度慢下来 在钢丝桥这一项目 上去的陆志学员 所有人都从上边掉了下来 不过好在 他们安全措施做得够好 身上既有安全绳 从钢丝绳上掉下来 还会有人去救援 轮到凌望上场了 众人下意识的期待起来 毕竟他现在可是中队里的大名人 凌望缓缓走上钢绳 细长的钢丝绳 虽然不像麻绳那样晃动的厉害 可在空中依旧晃动 他整个人随着钢绳微微晃动 视线中脚下的建筑也随之晃动 不过有终极飞行员技能在 这点晃动对他根本产生不了影响 他走在钢丝绳上 犹如在平底上一般 步伐轻松有节奏 很快 他便通过了钢丝绳 下边观看训练的一种飞行学员 纷纷感慨 这个凌望果然和普通人不一样 第一次上钢丝绳 竟然一点都不怕 这人是天生做飞行员的料 和他一比 我感觉自己就是个渣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凌望他们的文化课学习 一起有跟着飞行员上课的 也有单独课程 训练除了上飞机实操训练之外 其余的训练 完全和飞行员同步训练 半个月的时间 眨眼间便过去 凌望他们也迎来了首次飞行训练 首次飞行训练是代飞 由经验丰富的老学员坐在驾驶位 交流的陆志学员坐在副驾驶上 一起感受战斗机实际上空的情况 凌望他们来到机场 众多尖机机挨着停放在机场 种子俱乐部的学员们 虽然见过不少世面 可看到这一幕 还是感到深深的震撼 太壮观了 尖机机比想象中大的多 也要帅得多 银灰色的外表 轮廓流畅的曲线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更加风寒毕露 他们就是天空中的一把戾气 是敌人最为忌惮的东西 他们也是华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底气 看到这一幕 无论是谁 都会为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 就连一向面贪脸的赵莉莉 脸上也表露出了激动的神情 陆志前来学习交流的学员 每个人都和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一起进入战斗机 系好安全带 头戴头盔 在得到地面控制中心的命令后 众多战斗机 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 犹如一只又一只养身猛冲的熊鹰 在空中呼啸而过 直冲云霄 凌望和九窝班长 在同一辆战斗机中 编号为005 战斗机仰冲而上 凌望镇定地看着眼前的高空 一种熟悉感油然而生 在飞行的旅途中 九窝班长用余光看了一眼凌望 问道 感觉怎么样 第248章 小诗一首 凌望淡淡回答道 感觉很好 紧接着 暂停了两秒钟 他继续说道 班长 我可以再副驾驶 试着操控一下吗 现在飞行状况良好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及时将飞机控制权给找回去 九窝班长没有回答 他在犹豫 按理来说 第一次带飞训练 新手飞行员是不可以操控飞机的 凌望间对方态度犹豫 以沉默表示拒绝 继续说道 我平时在模拟驾驶舱的操控 你也都是了解的 而且 我的文化课学习程度 也早就达到了要求 现在 我已经具备了驾驶飞机的能力 班长 可以让我试一下吗 九窝班长听了这番话 开始有些动容 犹豫了片刻 就允许你驾驶一会儿 顶多一分钟的时间 就换我继续驾驶 他们这次 驾驶的战斗机 和民航客机很像 都有主副驾驶位 而且 副驾驶在主驾驶驾驶飞机时 是无法对飞机进行操控的 在执行轰炸任务时 副驾驶的飞行员 还需要进行一些辅助工作 凌望手握操控杆 拿到了驾驶飞机的主动权 出现了地面控制中新的声音 呼叫所有战机 现在前往路易山 执行低飞巡航任务 收到 收到 所有战机接受到了任务 飞行员几乎同一时间 操控着飞机 往下边俯冲 九窝班长这个时候 握着操纵杆的双手 开始收紧 准备驾驶飞机 凌望突然大喊道 班长 我想试一试 九窝班长 可以 刚才凌望驾驶飞机的那一分钟 他有时时刻刻盯着 仪表台的数据 以及凌望的状态 各种数据显示 飞机飞行正常 而且凌望的表情 非常的淡定 根本没有那种 首次驾驶飞机的欣喜和紧张 单看从容自如的神态 以及各种熟练的操控来看 九窝班长感觉 凌望的飞行技术 比自己还要好 所以 九窝班长这次 想要看看凌望的技术 究竟有多好 退一步来讲 这次低飞任务很简单 就算出现紧急情况 他也可以及时拯救 凌望得到允许后 立马开始推动操控感 向下俯冲的机身 几乎到和水平垂直 战机呈现出一种直坠的模样 九窝班长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握紧操控感 眼睛盯着仪表台 想着怎么补救这一状况 看了仪表台的数据后 他发现飞机飞行正常 于是又松了一口气 让凌望继续驾驶 他万万没想到 凌望一个首次被带飞的人 竟然赶来这样高难度的操作 战机很快来到了路易山上空 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九窝班长担心 凌望不能及时控制战机平飞 出现危险 正打算推动操控感的时候 凌望的声音突然传来班长 我没问题 你不要操控 凌望急迫的声音 沉重又带有一丝不可抗拒的威严 九窝班长就这样鬼使神差的 让凌望继续驾驶 飞机在距离地面很近的距离时 凌望才操控飞机 使他平飞 最后擦着路易山的树梢 呼啸飞驰着 战机成功完成低飞任务 九窝班长这下常常舒了一口气 从刚才紧张的氛围缓和过来后 他震惊地扭头看着凌望 凌望的飞行技术 要比我好得多 可这怎么可能 我一个经验丰富 可以直接上战场的飞行员 怎么可能比凌望一个首次飞行 而且还是首次带飞的新学员差劲 这也太奇怪了 而且刚才快要来到地面时 凌望和他说 不要操控飞机那句话 虽然言语平和 语气也非常正常 可总给九窝班长 一股不容反抗的威严感 让他无法抗拒 比上级的命令还不容拒绝 戴战机正常飞行后 九窝班长忍不住 看着凌望问道 你真的是第一次被带飞吗 凌望 没骗你 真的是第一次 我这人吧 胆子大 而且学东西上手快 所以刚才就直接那样来 是吓到你了吗 九窝班长愣愣地回答 不是吓到 是差点吓傻 凌望 你这人是真的猛啊 你能力强 我这半个月来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你刚才那么好的飞行技术 虽然我不理解 但我也不是很震惊 最让我感觉奇怪的是 刚才你和我说的那句 让我别动 就给我一种 像是在战场上 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兵 在命令我一样 那种不容拒绝的感觉 真的很奇怪 凌望笑了笑 淡淡反问道 是吗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九窝班长 我也不知道 真是奇怪了 其实他有这种感觉是对的 毕竟凌望那里 就是一个老兵 而且还是那种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比如现在 本来是他在询问凌望 这怎么一回事 凌望没有胡扯着回答 直接反问一句 将问题成功地丢给了九窝班长 这便是前世十多年的军旅生涯 带给凌望的宝贵财富 凌望驾驶着战斗机 完成低飞任务后 其他战机也紧跟着 纷纷从高空飞下来 进行低飞巡航 只不过 这些有经验的老学员 驾驶着的战斗机 飞行高度 要比凌望驾驶的战斗机高不少 凌望所在的战斗机 紧贴着树梢飞行 而且遇到障碍 可以轻松地躲过 低飞的战机信息调取出来 我倒要看看 是谁的技术这么好 下次比赛的时候 把他给派出去 是 很快 凌望所在的战机信息 呈现在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 包括凌望和九窝班长的信息 指挥官看到现在战斗机 完全是由副驾驶操控 很是吃惊这架飞机 是由陆志前来交流的学员操控 不是说 陆志来的人不是航空兵吗 怎么飞行技术这么好 难不成 信息有误 第249章 首次飞行 指挥官疑惑了一会儿 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难不成 刚才陆志的人登机 和飞行员坐错了位置 他连忙命令道 给这架战机传信 问问现在 是由谁在操控飞机 凌望和九窝班长的耳脉中 很快传来了控制中心的呼叫 呼叫005 呼叫005 九窝班长听到声音 神情当即严谨了起来 005收到 请指示 你们现在是谁在驾驶飞机 九窝班长 副驾驶飞行员凌望 他说完这句话 便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凌望 他现在都能想象到 控制中心的人 听到这个回复有多震惊 就和当初的他一样 控制中心得到了回复 所有人都大为吃惊 这个陆军指挥专业出身的凌望 怎么可能飞行技术这么好 难不成是资料有误 凌望和九窝班长下飞机后 便直接被控制中心的人叫走 控制中心最高指挥官 看着凌望 疑惑地问道 你真的是指挥专业的学员 凌望敬礼 毕恭毕敬地大声回答 报告 是 最高指挥官继续问道 之前没有学过飞行驾驶 凌望 报告 在来这里交流学习前 我有学过一个礼拜 最高指挥官 真的 凌望 真的 众人这一下 开始保持沉默 他们是不相信凌望的话的 毕竟这么厉害的飞行技术 比起王牌飞行员都差不了多少了 绝对不是一个新人可以拥有的 可无论是凌望的回答 还是凌望的资料 都显示他说的没错 就在众人保持沉默的时候 凌望主动说道 报告首长 我这个人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而且融会贯通 举一反三也很擅长 无论是死机硬背的课本知识 还是各种仪器操作 以及各种军事技能 我都可以做到看一遍 就可以很熟练的掌握 众人听了这话 面面相去 虽然这个理由 可以勉强解释 凌望飞行技术 为什么这么好 可他把自己描述的 令人更加不可思议 凌望看到众人的反应 继续说道 虽然我这话听起来 像是吹牛说大话 可我说的是事实 如果大家还在疑惑的话 我可以当场验证一下 就在这时 控制中心的大门被推开 黄主任走了进来 他第一眼便看到了凌望 笑呵呵地走了过去 凌望 你也在啊 紧接着 他看了一眼众人的表情 继续说道 你这时又有什么地方表现惊人 把别人给惊到了 其他人纷纷冲黄主任 敬礼问好 最高指挥官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给黄主任听后 黄主任大笑着说 我证明 凌望这话的 说的是实在话 没有吹牛 起初我接触到凌望 也和你们一样 今后多接触接触 你们也就习惯了 这是对于凌望来说 很正常 他 黄主任一股脑 将他对凌望的了解 说了个七七八八 众人这下 总算是相信了 凌望真的这么优秀 尤其是凌望那完美的体检报告 让众人更为幸福 这么完美的躯体 配得上他的能力 甚至有人感慨到 感觉凌望不像是活生生的人 像是实验室的机器人一样 简直太完美了 凌望和酒窝班长 从控制中心出来后 便去大部队集合 继续和众人一起训练 训练中 凌望的各项目表现近乎完美 可他对待训练 没有一丝松懈 反而比常人更加努力 酒窝班长看着大回环上 转动的凌望 感慨道 你这人真是沉得住气 我要是你 别说认真对待日常训练了 就连高空都会容不下我 我能直接跳到外太空 傲视群雄 谁也不放在眼里 凌望一边在滚轮上转动 一边气息极其平稳地回答道 战场是真的会死人的 我不想因为平常的偷懒 在战场上送命 训练场上多流汗 战场上真的能少流血 至于你说的我的心态问题 我只能说习惯了 其实凌望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 甚至对待你们的震惊 我觉得很麻烦 他没这样说 完全是不想给酒窝班长 他很狂妄的感觉 他本人是真的很低调谦虚 奈何实力摆在这里 实在是低调不下来 飞行员是和蓝天打交道的兵种 他们的飞行训练很频繁 很快 凌望他们便迎来了第二次飞行训练 这次飞行训练的任务 是超高空日常巡航 不是让他们真的巡逻 是模拟巡逻 虽然现在华夏是和平的国度 但这并不代表没有摩擦 敌对国家的战机 会偶尔出现在华夏上空 所以 高空巡航很是必要 这一次训练 凌望主动申请 他作为战斗机的主驾驶 由于凌望上一次的优秀表现 所以控制心中破格允许了 不过手掌一再强调 一旦遇到意外发生 凌望便不可以碰操控杆 要把飞机的操控权 交给九卧班长 一辆又一辆战斗机腾空而起 有过上一次的飞行经验 这次学员们的表现都非常的镇定 凌望驾驶着战斗机来到高空 和云层比肩 就这样驾驶了一会儿 他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定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首次飞行任务之三 独自驾驶飞机 进行单飞训练 并且驾驶战斗机 任务奖励 高级飞行员技能 由于正在飞行 凌望没有仔细询问 高级飞行员技能的详细内容 不过用脚趾投降 也知道 现在凌望的飞行技术 已经超过了王牌飞行员 达到了特级飞行员的水平 就在他们飞行时 凌望的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警报声 定 定 在上空发现敌机 请宿主做好应对准备 由于现在敌机 还没有锁定凌望所在的飞机 而且敌机没有展开攻势 所以系统只是提醒 没有提出应对方法 凌望听到这声音 眼神中多了一些狠力 虽然这次只是简单的模拟巡航 但凌望发现了敌机 就不可能让他继续在华夏凌空 第250章 驱离敌机 如果敌机有特殊的任务 那么凌望必须得将其击下 如果敌机没有特殊任务 只是简单的挑衅 凌望也必须得将其击下 这是对祖国主权的维护 凌空绝不允许他国飞机 在不经同意的情况下进入 凌望面容保持镇定 手推动操控杆 驾驶着飞机 继续往更高的上空仰冲 战斗机很快冲破了云霄 距离敌机也越来越近 由于敌机徒有隐身衣 所以在距离很近的时候 战斗机的雷达 才有了一点信号 九额班长看到仪器台上 雷达若隐若现地提醒 整个人被惊到了 他大声喊道 有敌机 凌望 接下来的战斗机交给我 虽然他只是一名未毕业 还没有正式服役的学员 可他看到敌机的第一反应 不是惊慌失措的退却 而是准备战斗 他们可以既不如人 但他们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不能做逃兵 这是他们刚入学 就学到的内容 凌望没有理会 直接呼叫控制中心 呼叫控制中心 呼叫控制中心 005发现敌机 005发现敌机 控制中心收到呼叫 连忙将005战斗机的信息调出来 通过005战机反馈回地面的数据 他们发现了敌机 整个控制中心的人都紧张了起来 最高指挥官直接命令到 让005进行跟飞驱离 并且进行警告 地面采用紫外线通讯系统 对上空敌机进行警告 凌望和九窝班长 很快接受到命令 九窝班长当即一边推动飞机操纵杆 一边大喊 把飞机交给我 他发现飞机似乎对他的操控没有反应 凌望的主驾驶位依旧在操控飞机 九窝班长紧张地大喊 凌望 你这是在做什么 放手啊 忘记上天之前怎么交代你的吗 凌望眼睛紧盯着前方的敌机 驾驶着战斗机缓缓靠近 淡淡地回答道 我的水平比你要好 飞机由我来驾驶更合适 降在外军令 有所受 有所不受 九窝班长听到这话 眼睛瞪的眼珠子都要飞了出来 整个人情绪非常激动 大喊道 你根本没有多少经验 不要胡闹 凌望你现在最好不要影响我驾驶飞机 九窝班长整个人很是紧张 张开嘴欲言又止 凌望不听他的 他继续争执下去 只会给二人徒增危险 他双手紧握操控杆 眼睛盯着前方的敌机 他们两个所在的战斗机 不断地用通过紫外线通讯系统 与敌机通话 你已非法驶入华夏领空 请立马离开 You have a leg entered China's airspace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 你已非法驶入华夏领空 请立马离开 此刻的敌机内 飞行员接受到了凌望他们传来的信息 也接受到了地面控制中心的驱离信息 敌机飞行员立马向总部汇报 他得到了的回复是不允许撤离 凌望驾驶着战斗机跟飞了一会儿 整个人处于紧绷的状态 地面的控制中心也异常的紧张 如果这次驱离不成功 很有可能将事情扩大化 到时候引起战争 那损失和对普通民众的伤害不可估量 就算是引起小摩擦 那也会有巨大的损失 也会有战事伤亡 况且国际形势变化莫测 说不准会有什么样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事情发生 凌望再次呼叫控制中心 跟飞无法距离敌机请指示 总指挥官紧张地看着大屏幕上 显示着的敌机信息 表情极其严肃 直接命令到 让005跟飞再近一些 让其他在巡航的战斗机 全部过去跟飞 如果敌机还是不离开 那就 就撞击 最高指挥官说 撞击两个字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飞行员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人才 培养一名飞行员的代价很高 尤其是战斗机飞行员 而且 飞机上是两条鲜活的生命 现在的他们正值青春的大好年华 未来有无限可能 家里还有对他们引以为傲的家人 或者爱人 撞击后 飞行员的生存概率很低 大概率会牺牲 所以 指挥官在下达那一声命令的时候 心情非常沉重 可只有这样的牺牲 才能将这件敌机入侵事件 用最小的代价去解决 华夏是不畏惧战争的 华夏民主是善战的 但我们打心底的爱好和平 战争真的很残酷 凌王收到命令后 回复道 005收到 005收到 同时 他也小心地操控操纵杆 一边向敌机发送驱离消息 一边尽可能地靠近敌机 为接下来的撞击做准备 这时 其他战斗机也纷纷赶来 对敌机进行跟飞 赵莉莉坐在战斗机的副驾驶 看着005战机 整个人很紧张 她知道这架战斗机 现在是凌王在驾驶 所以格外的担心 敌机被这样驱离 还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只是一直在刻意远离 躲着靠近的005战机凌王 驾驶着战斗机 紧靠在敌机下端飞行 敌机往上飞行 尽量避开凌王他们 即使这样 他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凌王见撞 缓缓开口道 班长 我要撞击了 九窝班长郑重地回答 可以 我准备好了 这一声 九窝班长回答得很干脆 他已经准备好牺牲了 九窝班长话音落下 凌王心中一沉 驾驶着战斗机 使机身侧身飞行 他准备去撞敌机的机翼 这样不仅可以撞毁敌机 还对敌机的伤害最小 更好地保留敌机其他部件 这样 很有可能为研究员 提供一个敌机完整的样机 研究员有很大的可能 根据这架敌机 突破某种卡脖子的技术封锁 凌王谨慎小心地驾驶着战斗机 战斗机的机翼 和敌机的机翼近在咫尺 马上就要撞上了 就在凌王和九窝班长 抱着必死的心态时 就在跟飞的众多飞行员 陆指前来交流的学员 以及地面控制中心 所有人都万分紧张的时候 第251章 安全返航 敌机突然腾空而起 快速向远处飞去 这下除了凌王之外的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的驱离成功了 可凌王却没有一丝轻松的感觉 依旧保持着战斗状态 率领着众多战斗机 对敌机进行跟飞 确保敌机真的驶离滑下领空 凌王看着敌机远去 悬着的心缓缓落下 刚才他已经准备英勇就义了 现在除了有逼退敌人 获得胜利的喜悦 还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情形 他及时向控制中心汇报 呼叫控制中心 呼叫控制中心 敌机已经离去华夏领空 驱离成功 最高指挥官开心的鼓掌 大笑着说 快清空空域 让他们安全返航 通讯兵 是 很快 凌王他们便收到了 控制中心的命令 所有战机 空域已清空 请安全返航 所有战机 空域已清空 请安全返航 凌王 收到 005战机 正在安全返航 收到 005战机 正在安全返航 其他战机的飞行员 也纷纷进行回复 收到 001战机 正在安全返航 收到 003战机 正在安全返航 战斗机上的所有飞行员 都异常欣喜 他们这群学员 首次真正的直面敌人 而且在惊险万分的情况下 取得了胜利 虽然这个胜利是凌王拼来的 可他们比凌王本人还要高兴 最高指挥官神情激动 异常的开心 欣慰地看着大屏幕上005战机的相关信息 夸赞道 这群小子不错 成功逼退了敌机 用和平的方式 解决了这一冲突 尤其是这个首次飞行的凌王 我必须得向上汇报 给他要一个军功章 控制中心所有人 都开心地鼓掌 有人看着大屏幕上的战机位置信息 开心地笑了出来 有人高兴地鼓掌 和战友开心地相拥庆祝 泪点滴的人 眼睛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他实在是太高兴了 喜极而起 很快 控制中心收到了海军航空部队的通讯 通讯兵 首长 海航二师有给咱们发来通讯 是有关刚才敌机非法进入领空的事情 最高指挥官听了这话 正在高兴的脸上多了一丝严肃 走向通讯兵那里去接接话 凌王他们安全返回地面后 控制中心的一众指挥官 专门前来迎接 最高指挥官和凌王面对面站着 郑重地对凌王说道 刚才海航二师来电话了 蒋明了刚才非法进入华夏领空敌机的详细情况 而且还专门打听你的名字 这次偶遇敌机 情况比咱们想象中的更严重 不过好在 咱们成功去离了 你小子 这次就等着拿军功吧 两天后 黄主任看着手中的文件 再看看办公桌上摆放的二等军功章和证书 感慨道 真是好兵啊 战场上警觉力和反应速度强得可怕 身体素质好 体能好 各个军事项目都好 还背着一身的军功 凌王真是个好兵啊 唯一不好的就是 不是我的人 这种兵 我是真舍不得让他走啊 黄主任感慨着 眼神中思绪万千 在思考着什么事 几秒钟过后 黄主任将军功章收拾进办公桌的抽屉 而后拿着文件起身走出办公室 走向了楼上校长办公室 一个小时后 黄主任面带笑容 满心欢喜地从校长办公室走了出来 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许多 可以看出他现在心情很愉悦 黄主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拿上军功章以及证书 前去寻找凌王 凌王正在飞机模拟 驾驶舱训练室进行训练 突然酒屋班长喊了他一声 凌王 黄主任找你 凌王停下手中的训练 淡淡回答道 好 我知道了 他走向了正在远处等待的黄主任 他看着黄主任将双手背在身后 将黄主任来找他的原因 猜了个七七八八 应该是给他送军功章来了 凌王来到黄主任面前 礼貌性的敬礼 报告 黄主任点点头 笑着问道 凌王 你猜猜我这次过来 给你带什么好消息了 凌王微微笑了一下 给我送军功章来了 黄主任摇头 神神秘秘地说了一句 不止 他将双手从身后拿出来 将军功章和证书递给凌王 这个你先拿着 凌王接过军功章 回答道 是 谢谢首长 紧接着他好奇地询问 主任 还有什么好消息 你就别瞒着我了 黄主任清了清嗓子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知道空军的单兵待遇 是什么样子的吗 你知道飞行员的待遇 是什么样子吗 凌王对此更加摸不着头脑 黄主任好好说这些做什么 我一个陆军 好好地给我提空军待遇 难不成想让我转力到空军 他试探性地问道 首长 您这是想让我转力到空军 黄主任听了这话 欣慰地大笑 看着凌王的眼神中全是满意 凌王 你真聪明 空军航空学校 正式向你发出特招邀请 欢迎你的加入 你来到这里 直接进入飞行学员班进行训练 各种境界待遇你放心 绝对比你现在所在的陆军好不少 而且我听说你 你现在身上有个一等功 你这里又有了一个二等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毕业可以直接授予少校军衔 普通学员毕业都是中卫军衔 这少校军衔 这可是非常难得的 怎么样 要考虑来我们空军吗 凌王听到这话 面露欣喜之色 当即冲皇主任敬礼 开始道谢 谢谢空军航空学校的厚爱 谢谢首长的教导提弦 只不过我能力有限 不能承担你们的这份厚爱 我还想继续在陆写学习 皇主任满心欢喜 以为凌王肯定会答应 都准备欢迎他的加入了 欢迎你加入 等等 你拒绝我们了 第252章 提前毕业 皇主任万万没想到 空军抛出这么诱人的条件 凌王一毕业 就准备给他颁发少校军衔 这样的待遇 是几乎没有过的 凌王竟然拒绝了 凌王再次大声回答 是的 我还想继续在陆写学习 皇主任纳闷地看着凌王 疑惑地问 这是为什么 你来空军会有更好的前程 你会晋升得更快 凌王郑重地回答道 我知道 空军虽然很好 可蓝天并不是我的梦想 我在陆写的军事项目训练 所有都是优 文化课学习 也学了很多 我想提前毕业 提前进入部队 而且在陆写学到的各种战役战术 我很感兴趣 想要亲身去实践 皇主任听了凌王的话 思考了片刻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 你这种对战术指挥的向往 不然一开始 你就不会报考录制 而报考空军了 真是可惜啊 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录制 陈伟的那个老家伙 让他白白捡了 你这么一个好苗子 行了 我知道你的意见了 这个特招名额 我给你保留一年的时间 如果这一年你反悔了 可以随时来找我 就一年啊 过期不后 凌王再次冲簧主任敬礼 谢谢首长 一个月的时间 眨眼间过去 凌王他们七个 进行交流学习的成员 也登上了回学校的飞机 赵莉莉透过飞机窗户 看着下边的 空军航空学校校园 逐渐变得渺小 感慨到这次 真是不需此行 紧接着 转头看向凌王 问道 你后悔拒绝黄主任吗 凌王笑着说 不后悔 他回到学校后 他们宿舍的所有人 拿着凌王的军功章 互相传递着看 王打虎开心地大声说道 凌王 俺说啥来着 你走之前 俺就说 你能拿军功章 你还非得说不可能 这下不是拿到了吗 你给俺们详细说说 这怎么一回事 凌王随口道 也没发生什么大事 就是驱离了一架敌机而已 刘逸听到这话 立马来的兴趣 双眼放光 期待的走向凌王 紧挨着凌王坐下 凌王 你详细说一说 凌王 就是一次飞行训练的时候 军校的学习训练 生活节奏很快 凌王他们 这群学员 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凌王过得尤其充实 他每天训练强度 要比别人高不少 上文化课的时候 他觉得老师讲得太慢 便提前学习高年级的课程 上次他拒绝黄主任的理由中 有一项 是想要尽快毕业下部队 这不是随口糊弄 凌王真有这样的打算 在去空军航空学校前 他有了解到 在录制 只要提前修完大学课程 军事项目考核合格 毕业论文答辩成功 就可以提前毕业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间 一年的时间便过去了 在大二下学期 期末考试之前 毕业生就会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为此 凌王专门前去找冷教授帮忙 大学的毕业论文 虽然可以自己写 但是得找导师进行辅导 以及进行一些选题报告 和开题报告 正常的程序必须走 所以凌王找到了冷教授 冷教授面前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好几桌书 他正埋头在写着什么东西 突然间 敲门声响起 冷教授咳嗽了两声 轻了轻嗓子 喊道 静 吱压一声开门声过后 凌王的声音传来 报告首长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 专业学员凌王 前来找您帮忙 冷教授听到凌王的声音 开心地抬起头 将老花镜摘下 笑呵呵地说 凌王 快坐 你找我有什么事 凌王 是 他走向沙发 挺着笔直的身姿坐下 缓缓回答道 冷老师 我想要提前毕业 所以过来找您 看您能不能做我的指导老师 冷教授听到了这话 疑惑地问道 你大学的课程都学完了吗 凌王 是的 还有五门课 会在这个学期期末进行考试 不过我有信心 可以通过 冷教授满意地点头 笑呵呵地说 你这个人过目不忘 能很快学完大学所有课程 这个我是相信的 至于做你导师这件事 没问题 凌王 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啊 有没有读研的想法 我这里很欢迎你 凌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拒绝道 谢谢冷老师的抬爱 我的想法和之前的一样 还是想要去部队历练 毕竟实践出真知 冷教授脸上多了一起遗憾的表情 刚才期待的眼神 现在落寞了几分 凌王是他非常眼馋的学生 他真的想要让凌王 跟着自己一起研究战术 但人家志向不在这里 冷教授也没有办法 极其爱惜人才的他 还给了凌王一个机会 凌王 你下部队后 如果有读研的想法 可以随时联系我 我这里有保研名额可以给你 到时候 你下联队的通知出来后 过来找我一趟 我可以给你写个推荐信 让你所在的部队 重用你 给你一些表现的机会 省得让你在所事上浪费时间 凌王 谢谢冷老师的厚爱 紧接着 冷教授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道 不过有一点 我得提前跟你说 咱们华夏的部队 不像国外的部队 管理非常严格 我写推荐信 并不能让你们成为什么 大官高级首长之类的 只能像你所在的部队 证明你很优秀 可以给你增加很多表现的机会 凌王点头 这个我知道 谢谢您 冷老师 临近毕业的日子 总是过得很快 毕业论文答辩这天 在答辩室后者的所有毕业生 都坐在台下的座位上 紧张地等待着 凌王在他们之间 一副神态自若的模样 显得很是格格不入 很快便落到凌王上场了 凌王走向讲台 将自己准备答辩的PPT打开 各位老师 大家笑好 我答辩的论文题目是 陆军合成旅山地 进攻作战电子对抗战术计算要素 第253章 授予上位军衔 台下的众多老师 极其认真的听着凌王的讲解 眼神中满是欣赏 凌王可是学校的大名人 他们在座的老师 都有所耳闻 在听了凌王的各种数据统计 以及论点之后 纷纷满意的点头 凌王答辩结束后 众多老师纷纷鼓掌 众多答辩评委老师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讨论着有关凌王的话题 我看这毕业论文 不像是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水平 不愧是冷教授带出来的学生 这论文写的就是见解独到 对了 冷教授这种级别的人物 是不会带本科毕业生的 这次怎么出现了例外 估计是看凌王太优秀了吧 冷教授亲自带一个本科毕业生进行答辩 看来凌王这个学生 是要跟着他读研了 我认识有几个老师 听到凌王要答辩毕业了 都有找他做研究生的意思 看来这下 他们是没有希望了 我等会就去给他们说 让他们别费劲了 几天的时间 一眨眼的功夫便过去 毕业典礼这天 凌王和一众毕业生 穿着长服 胸前戴着小红花 等待着授贤 他们要从学员贤 换成部队的军衔 其他毕业生 被授予的军衔都是中尉 只有凌王一个人 是上尉军衔 对于这一情况 所有人都没有意义 甚至还觉得 实在是太多了 和凌王一起毕业的 有刘伟和赵丽丽 他们三个 很庆幸分到了 同一个集团军 一起前往报道 凌王和刘伟上车之前 他们中队所有人 包括中队长王志上 都来送他们两个 王打虎轻轻给了凌王胸口一拳 大胆咧咧的喊着 凌王 你小子真不够意思 竟然比俺提前走两年 凌王开玩笑的 回击了王打虎胸口一拳 我这怎么不够意思了 提前去部队给你们摸摸底 到时候你们下了部队 我好歹 也能指导一二 在一旁的刘毅 也跟着搭话 开玩笑说着 凌王无论你怎么说 你都是不够意思 你这走了 我和王打虎两个菜鸟 以后谁照顾 你走了 我的射击 王打虎的跑步 谁带着我们两个训练 我们两个经常犯错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下你走了 刘毅本来是高兴的开玩笑 他说着说着 声音便哽咽了起来 凌王提前毕业 他们是真心的替凌王高兴 可内心是真的舍不得凌王 刘毅哽咽了起来 王打虎也有点忍不住 眼睛开始泛红 俺的眼睛里 怎么进了砖头 其他人也被他们两个 勾起了和凌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他们和凌王相处 只不过才两年 可却经历了很多 凌王为人处事沉稳 各个项目都非常优秀 有人找他帮忙 他都会用心的去帮 如果他发现 其他人的训练出现了问题 他可以帮的都会去帮 凌王就像是一个 温柔的大哥哥一样 一直照顾着他们 和他们的班长一样 站在人群后边的王志上 看到这幅景象 不想让学员 在凌王他们几个毕业生 面前落泪 走出校门的最后一段路 王志上希望众人 是笑着离开的 他训斥道 你们一个个的像什么样子 你们的班长和凌王 完成了学业 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他说着走过人群 来到了凌王他们 这群毕业生面前 笑着说 你们这几个小子 都给我记住了 去了部队 如果犯错了 别说我是你们中队长 哪怕说我死了 都不许把我名字说出来 我丢不起这个人 他看着毕业的几人 说了这两句话 又看着凌王 专门叮嘱道 凌王 你这孩子特别优秀 一直让我很放心 这突然去部队 我反而开始不放心了 部队和军校不一样 你在陆只是风云人物 去了部队 大家大概率不知道你的世界 所以 这个心理落差 你要提前有心理准备 还有就是 部队里的兵 很多都不是学生出身 他们可比你们学生兵难管得多 尤其是老兵 像你这种年轻的军校生下部队 很多老兵是不听你们的 尤其是你 你现在是上尉军衔 去了部队 直接就是联级干部 不服你的老兵 肯定很多 你一切行事 都要更谨慎一些 凌王点头 感激地说道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中队长 王之上又看了几个毕业生一眼 叮嘱道 你们也是 几位毕业生 是 王之上不舍地拍了拍凌王的肩膀 好了 不多说了 你们上车走吧 他说完 便转身走出人群 转身的瞬间 眼眶开始发红 他虽然有很丰厚的阅历 可并不代表 他就能练就了一身铁血无情的本事 学员们舍不得这几个毕业生 他同样也舍不得 这几个人 都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孩子 怎么可能舍得 几位毕业生 还打算和熟悉的人说两句 凌王说道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咱们快上车吧 他说着 用眼神示意别人 去看王之上的背影 王之上背对着众人 不想让别人看到 他不舍落泪 所以凌王贴心地 让他们提前几分钟离开 别让王之上实在是忍不住 在他们几个面前哭起来 尽量保全王之上威严的形象 就在凌王上车的时候 吴雄在人群中大喊道 凌王 凌王听到后 转身去看他 吴雄 谢谢你 凌王冲他笑了笑 便转身上车 凌王和一众毕业生 乘坐着校车 缓缓离开陆子 在陆子的两年 这里有他很多的汗水 还有很多欢声笑语 不舍落泪的同时 凌王也期待着部队生活 他的毕业论文 是和合成化部队有关的内容 合成化部队 也是凌王进步部队 想要发展的方向 他想要建设一支 不一样的合成化部队 第254章 前往部队报道 凌王 刘伟 赵丽丽 他们三人一起前往东南军区驻地报道 进入驻地后 赵丽丽冲凌王和刘伟说道 咱们报道的地点不一样 就现在分开吧 凌王点头 客套性的敬礼 开口道 好 刘伟同样敬礼 笑着温柔说 等我一有空 就去找你 赵丽丽回了他们二人一个敬礼 便转身离开 凌王和刘伟二人 拉着行李箱 并排走在驻地的林荫路上 二人走路的姿势 很是标准规范 他们这是第一天来报道 不敢松懈 不敢给路纸丢人 来到办公楼前 刘伟仰头看着办公楼 感慨道 凌王 你继续往楼上走吧 毕竟你可是上位军衔 正连级干部待遇 得找团长报道 我就在一楼的报道处报道 毕竟我就一个中尉 是排长这个级别的人 之前我是你班长 以后见面我就得向你敬礼 喊你连长了 凌王笑了笑 调侃道 这叫风水轮流转 今年轮到我训你了 刘伟知道凌王在开玩笑 他也同样开玩笑 打趣地冲凌王敬礼 并且喊道 是 连长 二人在楼下分别 刘伟去报道处报道 凌王继续上楼 前往蒙虎团团长 王义德的办公室报道 凌王前来报道的东南军区 下属三个步兵师 一个坦克师 两个炮兵旅 并且有通讯 陆航 防化 电子大队等 还有几个合成营 凌王来之前 有详细地了解过 虽然这里的兵力部署和人员配置 可以进行多兵种协同作战 但合成营的配置 和其他军区相比 不能算是倒数 但也进入不了前列 对着这个情况 凌王还算是满意 合成化部队赶不上其他军区 那说明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可以让凌王大显身手 但不是倒数 那说明 军区的各级首长 对于合成化部队的建设 也还算是看重 到时候 自己一些新的安排 也许会比较容易实施下去 当然了 这些都是凌王的援九目标 刚来连队 一个没有带兵经验的他 不可能得到被委以重任 必须得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 他所报道的具体单位 是东南军区 有蒙虎团支撑的 第182部兵团 团长王毅德正在办公室 一边拿着文件看 一边和别人打电话 看他眉头紧锁 骂骂咧咧的样子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十连很棘手 老兵资历太深 新兵太差 这不是上级信任你 才让你当十连连长吗 马德 两个三级军事长不听你的话 你骂他吗 什么 这个十连连长你不去 你要继续做九连连长 不是 你不去 没人去做十连连长啊 新来的那个 就义军笑声 他干部 就在团长王毅德正说话间 敲门声响了起来 咚 咚 咚 报告 门外传来凌望的声音 王毅德听到后 随口应付电话对面的连长 行 就这样吧 我再想想办法 而后大声喊了一句 静 凌望身穿长服 拉着黑色行李箱走了进来 冲王毅德敬礼 大声喊道 报告 陆军指挥学校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凌望 向您报道 王毅德听了凌望的介绍 看了一眼他肩膀上的军衔 点头道 嗯 我知道你 你们学校已经提前给我发过你的信息了 冷教授也专门给我打电话 举荐过你 你本人很优秀 身上一堆军功 一毕业就是上尉 正联级干部的待遇 王毅德客套地夸赞着 虽然礼貌 可言语间并没有赞赏之情 仅仅是出于礼貌 他说着 犹豫的眼神飘忽不定 大脑在快速思考着 这个凌望 一毕业就是上尉军衔 而且还是提前毕业 冷教授还专门打电话照顾 虽然履历上写的农村出身 没有什么家事背景 但保不准是冷教授看中 准备提拔的人 所以军校期间 想办法给他创造立功的机会 再帮助他提前毕业 以后肯定会调走高升 来这里 完全是为了让履历好看一些 本来打算让他接管九连 让原本的九连长接管 十连这个新建的连队 可现在九连长不干了 还要继续待在九连 只好让这个凌望 接手十连了 如果基层将士 把他搞得焦头烂额 让他提前离开 这也算是件好事 手底下有个关系户 很多时候 任务不好安排 在短短三四秒钟的时间 王毅德脑海中考虑了很多 他轻了一下嗓子 伸手指向沙发 让凌望坐在那里 请坐 凌望 是 王毅德见凌望坐在沙发上 缓缓开口道 凌望同志 欢迎来到我们猛虎团 现在部队 正是需要你们这种人才的时候 你这次来部队 是有什么发展规划 王毅德这样问 完全只是客套 并不是真的想要询问 凌望那里是个多年老兵 刚才王毅德沉思的模样 让他意识到 这次接手的连队 可能会有些问题 而现在王毅德热情的询问 完全是出于客套 所以 他随口应付道 为建设现代化军队尽一份力 为祖国发光发热 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用自己的一腔热血 为建设现代化合成化部队 天砖天瓦 王毅德满意的笑了笑了 凌望不卑不亢 官方客套的回答 像是在主持一场会议一样 这个凌望果然会说话 不然一个农村出来的人 怎么会攀上冷教授这个高知 其实 他完全想错了 是冷教授追着想要留下凌望 而不是凌望攀冷教授的高知 王毅德点头道 你的志向很宏伟 可在正式实施你的宏图尾之前 你得先下基层历练 只有在基层历练过 到时候才能更好地建设咱们的军队 凌望 是 王毅德 按理说 你们下部队都是中尉 从排及干部做起 可你是上尉军衔 所以团部给你安排了连长的职位 你任职十连连长 我让我的警卫员带你去你的宿舍 还有将士的宿舍 第255章 骄纵的老兵 凌望前来报道的时间 是上午临近中午这个时间段 他在王毅德警卫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自己的宿舍 询问了警卫员十连将士的宿舍在哪里后 便让警卫员先离开 自己收拾好了 会自己找过去 警卫员离开后 凌望在自己的宿舍收拾卫生 整理床铺 而后前去部队的公共食堂吃饭 下午又是上交资料 又是安放自己档案 还有一些接手工作 凌望仔细看了每个人的资料 还有他们上次考核的成绩 连队里资历最年轻的是一年兵 最老的是两个三级军事长 一个马上就要退伍 叫朱裕 一个还要待几年 叫马成 朱裕射击在比赛中拿过第一名 马成体能很突出 有一次占军资占了12个小时 在比赛中拿到第一名 获得了一个三等功 总体来看 老兵和新兵的人数安排 分配不太合理 凌望看着每个人的资料 感慨道 这个人员配置 我真怀疑是各个连队 把不想要的人踢出来 随便又塞了几个好手 组建的新连队 怪不得今天团长在办公室 和电话那头的人那样讲 既来之 则安之 给我一个难管理的连队 正好可以让我历练历练 不过 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最起码现在的二排排长 是我以前的班长刘伟 有一个相识 知根知底的人在 世界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他没想到 自己又能和刘伟在一起共事了 放下手中的资料 晚饭过后 凌望前去十连宿舍突击检查 出其不意的出现 最能看到士兵真实的一面 有利于凌望带兵 凌望来到十连所在的宿舍 宿舍里有人在洗漱 有人在聊天 班长在挨个收手机 准备上交 一位浓眉大眼 年龄大概在三十上下的老兵 坐在桌子前玩手机 班长来收手机了 老兵继续用手里的手机打电话 随手从口袋里 拿出另外一个手机 交了上去 班长 你这个样子不行吗 老兵 没事 就这样 我还有几天就有了 别给我找不痛快了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得了 班长很是为难地站在老兵身前 冷着脸说 快点给我 遵守纪律 老兵在催促下 不耐烦地上交了手机 班长离开宿舍后 他又从铺盖下边 拿出另外一个手机继续玩 像这种偷藏手机的事情 部队里非常常见 是小了被班长骂 如果事情严重了 关禁闭 写检查 受处置等等 都会有可能上演 部队临近退伍的老兵 班长 排长之类的都不太管了 毕竟人家还有几天就走了 只要不太出阁 都不想找不痛快 所以才出现了刚才那一幕 凌旺在窗外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刚才这个老兵说 他还有几天就退伍了 看来应该是朱玉 投完手机 这件事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但让凌旺这个 新上任的连长看到了 那就绝对是大事 新官上任三把火 而且凌旺还是个 刚毕业的军校生 连队里不服气的人很多 如果他不狠狠处置 这个出头鸟 以后这个连队就没个样子了 以后会变成世人 就敢顶撞他这个连长 于是凌旺在班长离开后 走进了宿舍 一进去宿舍 立马有人看到了他 也看到了他肩膀上的一毛三 那几人立马进里 打算问好凌旺摆了白手 让他们别出声 他来到正在玩手机的 那个老兵身后 伸手拍了拍朱玉的肩膀 朱玉一边玩手机 一边回道 有事说 凌旺没有回答 继续拍了拍朱玉肩膀 朱玉这下开始变得不耐烦 皱着眉头一边回头 一边不耐烦地说 有事说是 你一直拍我肩膀干嘛 你这人 他回头看到凌旺那张陌生的脸 正在说的话停了下来 看到凌旺肩膀上 扛着的一毛三军弦 当即疑惑地起力 慢慢悠悠地尽力 打招呼道 手掌好 而后疑惑地问 你是 凌旺淡淡地冷声开口道 我叫凌旺 你们的新任连长 交出私藏的手机 去外边跑十公里 本会让你们班长去我宿舍找我 众人听到凌旺的回答 没有一个不吃惊的 凌旺这么年轻 就能做连长 二十上下的年龄 能做到正连长的职务 难不成是十多岁就开始当兵 这也太离谱了 他应该是军校生毕业吧 众人一开始以为 凌旺肩膀上的中卫军衔 是任命虚职的军衔 像连长这种实权干部 这么年轻 是很难拿到上卫军衔的 看来这个新连长 是个关系户 这是所有人心中的第一想法 不过再怎么说 凌旺现在也是连长 众人虽然不服他 可该有的礼貌还是得有 当即开始敬礼 大声问号 连长好 凌旺看着朱玉 冷声道 我很不好 没想到你们这群人的纪律 是这个样子 手机不交 光明正大的和班长对着干 这是你们班长的失职 现在整个连的人集合 下去给我跑五公里 占军资两小时 你们班长 跟着这个玩手机的人 一起跑十公里 占完两个小时军资后 让他再去我宿舍找我 众人 是 朱玉这个时候 不服气地开口道 报告 凌旺 你说 朱玉 我是个三七老兵 而且快要退伍 各种规矩我都懂 但却明知故犯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对待最后半个月的 军旅生涯松懈 是我自己的问题 恳请连长 收回对别人的惩罚 让我一个人受罚 他们并不是没有督促好我 而是我自己的问题 朱玉挺胸抬头的认错 语气很是沉着有力 说话内容是在认错 可说话的语气 却没有丝毫的悔意 看似认错 实则在提醒凌旺 我是一个还有半个月 退伍的老兵 你别对我太过分 我的资历比你老 凌旺听了这话 冷眼看着朱玉 皮笑若不笑地回答道 老兵觉悟果然够好 第256章 全体受罚 既然这样 那你就再多加十公里 为众多新兵做个模范吧 宿舍内的所有人 在听到凌旺的命令后 全部都被惊到 这个新连长年纪轻轻 说话也客客气气 对自己来说 即将退伍的老兵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连长都是从轻处分 毕竟人家都快要走了 这个叫凌旺的新连长道好 反其道而行 知道对方即将退伍 还要故意加重惩罚 直接让朱玉这个老兵 在大晚上的跑20公里 朱玉吉 其震惊地看着凌旺 他万万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可这是连长的命令 即使心中有太多的不情愿 太多的冤屈 都得憋回去 最起码 现在得听命令 不然就是严重的危机 凌旺说完 便转身走向宿舍门外 吹响了手中的口哨 十连全体集合 其他宿舍的人 听到这陌生的声音 一个个连忙扎腰带 往楼下跑 一边跑 一边议论着 这次喊集合的 应该是新连长吧 这大晚上的突然集合 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也不知道这个新连长 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士兵们集合很迅速 他们跑至楼下集合后 议论声戛然而止 凌旺站在队伍的正对面 等待着一排排长整理队伍 这个时候 凌旺最开始的班长秦浩 正好路过 他疑惑地看着凌旺的背影 认出了凌旺 但又不敢确定 那就是凌旺 秦浩慢慢地靠近凌旺 看到凌旺的正脸后 很是惊喜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熟人 紧接着他慌张了起来 连忙小声喊道 凌旺 凌旺 快过来 别往那里去 凌旺听到有人叫自己 疑惑地看向秦浩 并且走向了他 秦浩看到凌旺过来 连忙带着凌旺 往旁边走了几步 开心地询问道 没想到这要巧 竟然在这里碰到你了 以后别站在这种 集合的队伍前 别毛手毛脚的 人家连长来了 不得点你一脚 对了 你这次实习 是和谁一起来的 现在正值七月份 大多数军校学员 都是这个时候来部队实习 秦浩没注意看 凌旺肩膀上的军衔 以为凌旺是大二暑假 前来实习的 凌旺笑了笑 回答道 我就是他们的连长 秦浩听到这话 笑了出来 直说 凌旺 一年不见 你怎么变得这么幽默 你来部队实习 谁会让你做连长 班长也不可能让你干啊 凌旺继续回答道 我不是实习 已经下部队任职了 不信你看我的军衔 秦浩文言 看向了凌旺肩膀上的军衔 这一看着实吓了一跳 凌旺肩膀上 竟然扛着一杠三星 是上尉军衔 这上尉是复营级 或者正连级待遇 难不成凌旺这小子真是连长 这怎么可能 他今年才上完大二 秦浩难以置信地 摸着凌旺的军衔念叨着 你这小子 该不会弄了一个假军衔吧 快给我说说 这究竟怎么一回事 我大四毕业 在部队干了一年 都还是个排长 你这小子 怎么才大二就是连长了 凌旺笑了笑 将秦浩摸自己军衔的手拍下去 班长 我还有事 有空了给你细说 秦浩当即冲凌旺敬礼 大喊道 是 连长 然后调侃了一句 以后可千万别喊我班长 现在我可承受不起 凌旺笑了笑 快去你的吧 他和秦浩简单地打招呼后 走向十连已经集合好的队伍 他双手背后 跨立在队伍前边 冷眼看着连队里的众人 冷声道 最近我没上任的这几天 是谁负责代管连队的 一排排长这个时候 主动站出来 报告 是我 凌旺 俯卧撑五百个 最近一个礼拜 每天的初操 你是别人的两倍路程 一排排长 是 他得到命令 当即趴在做俯卧撑 凌旺继续黑着脸 冷声训斥道 现在连队的内务情况很烂 而且几率很松散 这是你这个代管连长的失职 我这个人比较好说话 这次对你的处罚很轻 下次再有失职 结果你自己想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蛋 凌旺训斥的声音 一声比一声高 将队伍中的众人震慑的大气 都不敢喘一口 凌旺说话的声音很冷 而且语气很沉重 让失联的人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他们纷纷疑惑地看着 面前那位年轻的连长 明明年纪不大 但怎么给人一种很老练的感觉 像是一位老连长在训斥他们一样 凌旺前世的十多年部队经验 让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压迫感 只不过 这种压迫感对队伍里老兵的压迫 只起到了片刻的作用 众多老兵 片刻之后便缓了过来 凌旺继续斥道 诸玉初恋 诸玉 到 凌旺 你把刚才怎么处罚你的原因 以及处罚你的内容 给大家说一下 诸玉 是 我私藏手机 违反了纪律 连长对此做了一下处罚 处罚我跑二十公里 我的班长跑十公里 连队里其他人跑五公里 全体战军资两小时 一切处罚结束后 我的班长找您做检讨 凌旺这一下 又冷眼看了眼众人 问道 都听明白了吧 众人 听明白了 凌旺 现在就带队过去吧 话音落下 一排排长继续做自己的五百个俯卧撑 身为二排排长的刘伟整理队伍 带着众人前去训练场完成处罚任务 凌旺跟着他们后边 一起前去训练场 他躲在隐蔽的角落里 偷偷观察着众人的反应 自己这个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肯定不会让他们服气 而且很有可能 会有老兵带头偷懒 他专门跟过来 就是为了看一下情况 明天训练的第一天 才是真正显示 自己这个新连长威严的一天 只耍狠是不行的 还得拿出点真材实料 才能让别人服气 尤其是几个老兵 第257章 射击训练 一众士兵 在训练场上有序地跑着 他们中间 资历最年轻 都是一年兵 所以 纪律就算再不好 队伍也是可以让人入眼的 只不过 他们也更难管理 对于连长的命令 不是百分百的遵从 他们一边跑着 一边议论着 凌旺这个新连长 这个新连长 长得真是年轻 他这样子才二十出头 竟然能拿到上位的军校 军校毕业生 才给中位的军衔 他这怎么回事 估计是个军校毕业的 关系户吧 不过话说回来 他是真的很啊 一见面就罚咱们 整个连的人 能找理由处罚的人 都给罚了 他一开始说话 还总是微笑 简直就是个笑面虎 今天他不给 朱玉老兵的面子 明天训练的时候 这个新连长 就等着被朱玉为难吧 刘伟现在是 十连二排排长 和大家一起跑着 听到众人 对凌旺议论的声音 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群人 把凌旺想得太简单了 凌旺可不是什么关系户 他有这个实力 一开始 自己还担心凌旺 管不了这群老兵 看来这一切 都是他多想了 凌旺在远处隐蔽的角落里 看着众人跑五公里 五公里对于他们来说 不算难事 很快便跑完了 剩下朱玉和他的班长 继续在训练场 跑下接下来的路程 跑完的士兵 纷纷走下跑道 有人从朱玉身边走过 提醒道 连长现在又不在 等会你少跑两圈得了 别太较真了 今晚早点休息 明天估计新连长 还要拿你杀鸡儆猴 朱玉 滚一边去 老子什么时候 在训练上马虎过 偷藏手机 和糊弄训练两码事 他一边跑着 一边大声回话 三级军事长在部队多年 这不是白呆的 早就养成了 绝对服从命令的习惯 凌旺就这样 在角落里 看着朱玉和他的班长 跑完全程 这才转身离开 这群兵这样看来 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虽然纪律差 但最起码部队的规矩都懂 在训练上不马虎 四日 凌旺一大早便站在宿舍楼下 等着众人集合点名 准备去出操 这次出操 他没有跟着 点名结束后 便回宿舍继续睡觉 待训练时间到了后 他带着队伍前往训练场 一边走 一边和队伍里的人说道 今天上午 咱们训练射击 朱玉站在队伍中 一脸的不服气 听到射击两个字后 更是冷哼一声 嘴角勾起不屑的笑容 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 他已经打听过了 这个新年长凌旺 一个大二提前毕业的军校生 直接被授予了上位军衔 他不是关系户 谁是关系户 一个军校关系户 来叫我们训练射击 这不是闹呢 今天老子就给你展示一下 让你看看 什么叫好强法 朱玉这样信心满满的想着 万万没想到 一会自己会被凌旺虐成孙子 刘伟在队伍里 看到众人不屑的目光 忍不住嘴角偷偷勾起 凌旺的射击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这群老兵 等会有他们好看 众人来到了训练的靶场 凌旺安排人去弹药库搬子弹 他站在队伍面前 进行训话 都说神枪手是被子弹喂出来的 今天在进行系统训练之前 我先来对你们的枪法摸摸底 根据你们大家的实际情况 再来制定训练计划 凌旺在队伍前面大说 队伍里里面的人小说 而且对凌旺的态度 很是不服气 很是看不起的样子 昨天晚上 一上来就乏人 这让他们心里很是不爽 按理说 一个特别狠的连长 会让人忌惮 可凌旺太年轻了 反而激起了 他们心中的那骨子不服 凌旺看到队伍里的纪律很散乱 停下训导的话语 冷眼看着众人 众人被看得发怵 渐渐停下了一轮声 朱玉看着凌旺的眼神中 有着一些不满 还有一些期待 他期待着等会上场 惨虐凌旺 于是他主动站出来打报告 报告 凌旺听到后 看向朱玉 心道 我首先安排射击训练 就是因为知道你射击是强项 我就等着你来挑战 正好杀鸡给猴看 凌旺看着朱玉 缓缓开口道 说 朱玉 连长 我想要向你发起挑战 凌旺点点头 回道 可以 咱们怎么比 朱玉 比移动把位射击 凌旺再次点头 可以 朱玉 连长 咱们来点赌注怎么样 凌旺轻笑 回答道 你想赌什么 朱玉 输的一方 给赢的一方打三天洗脚水 众人听到这话 都下意识紧张地看向凌旺 朱玉这挑战性的话 实在是说得太过了 让连长打洗脚水 这不摆明了侮辱人吗 连长再怎么说 也是连长 就算不把他当回事 这打洗脚水也太离谱了 凌旺听了这话 看着朱玉 不怒反笑 给人一种更大的压迫感 他缓缓开口道 你这赌注很特别 看来是对我昨天的惩罚不满意 咱们再加一条怎么样 输的一方 真心实意地喊对方一句 老大哥 我真的错了 其实凌旺是想让喊爷爷的 如果是平级之间的挑战 他会让喊爷爷 可现在他是连长 需要为别人做出表率 所以不想做得过头 喊老大哥 自己的目的达到了 也不至于 让朱玉因为羞耻记恨自己 他收拾朱玉的目的是 展示实力 杀鸡给侯看 他想要侮辱朱玉 朱玉听了凌旺的话 明显的愣了一下 回答道 是 在他心目中 自己是赢定凌旺了 现在凌旺的提议 在他心里 就是凌旺在自取其辱刘伟 忍不住偷笑着 同情地看向朱玉 这个老兵 遇到凌旺这种神枪手 这回绝对要倒大霉了 很快 移动靶位已经设立好了 一共分为两项 一项是几个带着气球的移动靶位 靶位来回移动 会进入一个隔板后边 射击要求 在移动靶位被隔板挡住的时候 进行射击 并且命中气球 这更考验枪杆 毕竟气球靶位进入隔板后 不能进行瞄准 只能凭感觉 判断气球的位置 第258章 碾压老兵 另外一项是打瓶盖 瓶盖被拧开的五瓶矿泉水 分别放在200米处的长凳上 要求子弹击中瓶盖 将瓶盖击下 但水平不能被打下来 这个射击难度更大 朱玉拿着自己的枪 卡位移动的速度有一定的规律 当他进入隔板后 朱玉握着扳机的手指蓄力 准备随时进行射击 他看着隔板 全神贯注地进行观察 预测最佳射击位置 碰 一声枪响传来 隔板被子弹击穿 他后边的气球硬生被击破 靶子继续缓缓移动 从隔板的另外一端缓缓出现 上边固定气球的圆形卡位空荡荡 只留下一点气球碎片 朱玉射击成功了 现场瞬间响起掌声 士兵们在激动的同时 也下意识地看向了凌望 朱玉射击这么厉害 凌望那边的压力很大 凌望和众人一样 在给朱玉鼓掌 只不过他的鼓掌很是敷衍 朱玉的枪法虽好 可在凌望眼里还是不够看的 他实在是佩服不起来 其他士兵看到这一幕 反而更开心了起来 他们以为凌望这个新连掌 这样有一下没一下的鼓掌 是因为凌望怕了 很快 剩下的四个气球靶子 朱玉也全部命中 他从射击点位站起来 得意地看了凌望一眼 又走向矿泉水瓶把位的射击点 这次射击的姿势是战姿 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 矿泉水瓶的瓶盖 一个接一个地被击飞 众人的掌声从未间断过 朱玉的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 当朱玉射击最后一个瓶盖的时候 没有把控好子弹 瓶盖被击飞后 瓶身也开始摇摇晃晃 最后掉在地上 谁撒了一地 盼着朱玉随意应付的赞叹 枪法很好 并且向他伸手要枪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公平 咱们两个用同一支枪 朱玉得意地喊道 是 将手中的步枪丢给了凌望 便主动归队 他一脸的得意 现在就等着凌望出洋相 喊他老大哥了 凌望拿到枪 走向气球把位的射击位点 他没有趴下 而是直接用站姿射击 把位距离大概在500米左右 这样射击的准头 不如趴下射击 可对于凌望来说 这点区别和没有一样 当气球把位缓缓驶入隔板后 凌望当即开枪 他没有像朱玉那样 用时间去估算气球在的位置 提枪就干 众人看到这里 纷纷露出嘲笑的表情 以为凌望这是破罐子破摔 当这个靶子从隔板后出来后 圆形的气球卡位空荡荡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被惊到了 尤其是朱玉 他下巴直接被惊得掉在地上 这怎么可能 刚才新连长 就是那么随意地射击了一下 怎么可能击中气球 这绝对是运气 下一个气球 他绝对不可能击中 接下来的四个气球把位 全部都是在刚刚进入隔板后 凌望便挑枪射击 气球全部都被击破 刘伟带头鼓掌 高声大喊 好 连掌枪法就是好 众人看到这一幕 再也淡定不下去了 震惊到呆住的地步 还是刘伟的叫好声 把他们从刚才的震惊之中搞出来 开始极其佩服地给凌望鼓掌 掌声很是热烈 虽然射击结果相同 可从凌望和朱玉的射击前的瞄准准备来看 就算是瞎子 也能看出是凌望的枪法更好 怪不得连掌要提出比枪法 原来是他枪法更好 连掌这枪法 比朱玉这个老兵的都要好不少 是天生的神枪手啊 好家伙 提枪就干 这准头也是无敌了 朱玉一边佩服地用力鼓掌 一边皱着眉头 紧张地看着凌望 没想到新连掌枪法这么好 希望他接下来打平该不如我 不然我就得扯下这张老脸 喊他老大哥了 真特娘的后悔 提出和连掌比枪法 这凌晶退伍了 还得狠狠丢一把老脸 凌望来到矿泉水瓶子处的射击点 以同样的站姿射击 不同的是 这次他不等靶子移动 射击速度很快 他在快速地横着走 从左至右的移动 手指扣动扳机的动作就没有停过 碰 碰 碰 一阵枪声结束后 所有瓶盖都被击飞 众人看的是目瞪口呆 两秒钟的时间 五个瓶盖全部被击飞 连掌射击都不用瞄准了吗 朱玉盯着几个矿泉水瓶 不停地看着 我不敢相信 瓶盖这么轻轻松松就被击飞了 而且瓶身几乎纹丝不动 这不是枪法 这特娘的是魔法吧 结果很明显 凌望赢了 朱玉得当面喊他老大哥 并且说我错了 凌望收枪 转身看着身后惊讶的众人 淡淡开口道 这两个射击项目来得太简单 我再给你们露一首 众人听到凌望的声音 这才从刚才的震惊之中缓过来 更加热烈地给凌望鼓掌 他的枪法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次 凌望准备的也是和矿泉水瓶有关 矿泉水倒放着固定在小推车上 瓶盖扎小孔 让水不停地缓慢落下 并且在一旁固定一个摄像机 以备观察射击情况 而且小推车不停地跑圈移动着 这个移动把位 不仅水平移动 还得估算水滴滴落的速度 难度很大 最要命的是 距离大约在200米处 200米处的水滴 看都看不到 别说击中了 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小推车在缓慢地移动着 水滴也在缓慢地滴落 凌望右眼通过步枪瞄准观察 左眼中出现了有关水滴滴落的 自由落体计算公式 还有此刻的风力 风向 空气湿度等等 所有影响射击的有关因素 一秒钟的功夫 便将最佳射击位置计算出来 呈现在凌望的右眼中 凌望快速扣动扳机 碰 碰 两声枪声传来 众人期待的心情更加急迫起来 士兵们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看这个枪法的新连掌 能不能完成 这项逆天的射击项目 第259章 一人VS全联 一排排长取回录像机 准备递给凌望 凌望没接 直接说道 你查看一下录像 看我两枪都击中了没有 结果对于他来说 没有丝毫的悬念 他懒得去看 一排排长 是 他看了上面的录像后 眼睛猛地瞪大 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掉下来了 两枚子弹 全部击中水滴 这怎么可能 其他人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 追问着 排长 情况怎么样 连掌射中水滴了吗 排长 你别愣着 快点告诉我们啊 刘维也急迫地看着一排排长 他在揪心凌望的结果 虽然说凌望的枪法好 可还从来没有搞过这么高难度的 就算是神枪手 也很难做到百发百中 如果这一次没有射中水滴 在这群兵面前丢个大人 以后就不好管这群兵了 一排排长在众人的催促下 吞咽了一口口水 郑重地说道 连掌两发子弹 全部命中水滴 众人听到这话 震惊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神枪手原来是这个样子 刘维开心地大笑 激动地看着凌望 热烈地为凌望鼓掌 他是真心地替凌望高兴 昨天晚上先是重罚 今天又亮了自己的肌肉 这回凌望在连队里的威望 是彻底立起来了 他来凌望的枪法 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好 刘维之前对凌望枪法的错误判断 是因为各种训练和考核的条件有限 限制了凌望的发挥 其他士兵也跟着激动的鼓掌叫好 极其佩服地看向凌望 新连掌的枪法真是出神入化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神枪手 国外大片都不敢这么拍 朱玉整个人被吓到了 别人在佩服的鼓掌 他愣在原地 他对自己的枪法很有信心 但面对凌望这种强得过头的人 显得就像是个笑话 他不敢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枪法 200米外击中滴落的水滴 而且水滴的滴落源头 还在水平的方向移动 就算是有瞄准进辅助 这也是极难做到的 新连掌看样子才20出头 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枪法这么好 朱玉主动站出来 报告 连掌 我想看一下录像 林望冲一排排长点点头 排长便将录像机递给了朱玉 朱玉看到了录像回放后 更加陷入了自我怀疑 他缓了一会儿 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事实 抬头极其佩服地看着林望 郑重开口道 连掌 我认输 我记不如人 老大哥 我错了 在今后的三天 我会准时给你打洗脚水 朱玉说的这些认输话 没有一丝的无奈和强迫的意味 他是发自内心说这种话的 部队是崇尚强者的地方 林望实力碾压他 让朱玉心服口服 打心底的佩服 林望面色如常 冲他点点头 命令道 归队吧 朱玉 是 林望冷眼看着整齐的队伍 里边的士兵现在满脸的坚毅 看向林望的眼神充满了佩服 和刚才林望训话 他们不当回事的模样 判若两人 林望训话道 我知道在你们眼中 我是一个军校刚毕业的矛头小子 你们很看不上我这种学生兵 既然这样 那咱们现在就练练 看看我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连长 刚才朱玉向我挑战了射击项目 你们其他人 还想要向我挑战什么项目 我全部奉陪 林望心里清楚 自己刚才录的一手 在众人面前树立起了威望 但还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要证明自己打遍全联无敌手 让以后连队里不再有质疑他的声音 连队里的人听到林望这句话 跃跃欲试 有很多人都想出来和林望比一比 刚才林望惊人的表现激起了他的斗志 有一个身材偏瘦 皮肤有黑的士兵主动站了出来 他名叫方豪 最擅长的是低姿匍匐 方豪 报告 林望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向他 你说 方豪 我想向您挑战二百铁丝 网米低姿匍匐 林望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方豪 我叫方豪 方圆的方 豪爽的豪 林望 我接受你的挑战 他说完 看向众人 大声说道 方豪向我挑战的勇气可嘉 我欢迎你们像他一样 向我发起挑战 这个时候 老兵马成也站了出来 报告 连长 我想要向您挑战占军资 林望看向他 点头道 可以 紧接着 连队里的其他几个老兵 也站了出来 报告 连长 我想向您挑战排雷项目 报告 连长 我想向您挑战 林望看到很多人都站了出来 伸手做了一个往下压的动作 示意大家安静静一静 大家都静一静 你们向我挑战 我全部都接受 但我没有分身术 大家一个一个来 这个时候 方豪再次第一个站出来 报告 连长 我想先来 林望点头 可以 接下来 林望带着大家 前去低资匍匐的训练场地 士兵们跟着林望 一起前往训练场地 他们纷纷议论道 不知道这次新连长行不行 方豪可是有个称号 叫土行孙 在低资匍匐这一块 没人能比得过他 咱们连长真是勇啊 竟然要一个人挑战 他们全连的人 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情况 刘伟听到别人的议论声 忍不住搭话道 你们还是担心一下 你们的土行孙吧 据我所知 咱们连长就没有不行的时候 众人 士兵们听到这话 纷纷疑惑地看向刘伟 刘伟长 这是话怎么说 刘伟轻了轻嗓子 回答道 我和咱们连长在学校 是一个中队的 而且 我还是他班长 对他太了解了 据我所知 咱们连长 就没有不擅长的军事项目 众人听了这话 更加来了兴趣 纷纷问刘伟 这是真的吗 连长真的什么都擅长吗 第260章 大秀实力 刘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以郑重态度地回道 也不是什么都擅长 他也有一个缺点 认识他两年了 他一直是个单身狗 众人 这也算缺点 那你这岂不是在侧面的说明 凌旺这个新连长 根本没有缺点 凌旺现在听力非常好 听到了刘伟在队伍里 和别人的对话 无奈地笑了出来 这个刘伟 现在是他自己脱单了 总算是找到 可以嘲笑我的地方了 等以后他和赵莉莉约会 我得带着全连的人 去做电灯泡 众人来到 低姿扑夫的训练场地 这里的训练场地 是单人训练场地 每一条训练道 大约往下挖了半米的深度 宽大约70公分 上边盖着一层铁丝网 刚好可以让一个成年人 在里面移动 凌旺和方豪二人 都在战壕中趴下 凌旺右手将胸前的枪收回 紧握大握把 掌心向上 枪口向右 方豪和凌旺同样的动作 都是极其标准的 低姿扑夫前进动作 一排排场的口哨声响起后 二人立马开始行动 凌旺右脚内侧蹬地 左手的巴力士身子 瞬间冲出去 在一开始 他就领先了方豪一点点 方豪同样在拼命地往前爬 可惜 他一开始就落后于人 到了中途 落下凌旺的差距更大了 凌旺和他在不同的战壕 二人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一旁观战的众人 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将士们在周围激动地 大喊着加油 给凌旺和方豪一起加油 目光在他们二人之间 埋回移动 一开始 他们看到凌旺比方豪 快一步冲出去 便紧张地期待了起来 当看到凌旺的速度 越来越快 和方豪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们再次被深深地震撼到 这个新连长 是真的牛啊 弟子匍匐 竟然能快方豪这么多 要知道 方豪可是有土行孙的称号人啊 连长是真的变态 刘伟和众人一起喊着加油 余光看到众人惊讶的目光 忍不住得意地笑了出来 凌旺这才乃到哪 以后有这群人震惊的时候 眨眼间的功夫 凌旺便达到了终点 负责计时的人 当即按下秒表 惊呼道 一分四十一秒 众人 两百米的低姿匍匐 竟然在两分钟以内 连长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 方豪正在战壕内 拼命地往前爬 他本以为自己胜利在我 没想到中途 竟然听到了凌旺到达终点消息 这让正在快速移动的他 动作不由地慢了两秒钟 反应过来后 方豪拼尽全力地往前爬 在众人一声又一声地加油声中 方豪终于到了终点 负责计时的人大喊道 用时两分十一秒 方豪大口大口喘着气 一副极度虚弱的模样 这速度 处于他正常发挥的范围 但和凌旺比起来 不能说垃圾到了不能看的地步 但也绝对很差劲 与此同时 站在终点另外一端的凌旺 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状态很是轻松 自若这从侧面再次证明 凌旺比方豪强了不止一点半点 连续两个项目 令众人对凌旺刮目相看 在众人的赞叹声中 凌旺问道 下一个 谁想来挑战我 马城主动站出来 报告 连长 我想要和您比下占军资 凌旺点头道 可以 这次占军资 不仅仅是他们两个的较量 其他人也被凌旺命令 一起占军资 凌旺和马城 在队伍前面面对面站着 现在正值七月份 日头很毒 温度很高 才站了几分钟 众人脸上便出现了汗珠 一个小时过去了 众人脸上的汗水 一滴又一滴地落在地上 甚至有人的汗水 打湿了胸前的军装 凌旺有仙人掌耐高温技能在 脸上只是出现了一点点汗珠 这让他对面的马城很是震惊 连长怎么不出汗 两个小时过去 队伍里开始有人的扛不住了 如果是普通的战军资 他们是没问题的 现在最要命的是 日头太大 脚底板的热气疼的人都受不了 晒才是他们最大的难题 很快 便有人坚持不下去了 去旁边休息 甚至有人晕倒或者双腿发软 跪在了地上 一旁休息的人连忙去把人搀扶下来 训练上的七连队的这个时候 下训去吃午饭了 他们这个连队依旧待在训练场上 其实他们也想回去吃饭休息 可怜长凌旺 和老兵马城的比赛还没有结束 他们怎么赶回去 时间就这样缓慢的过去 陪凌旺和马城站着的人越来越少 直至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天空中的太阳从正空高悬 已经日落西山 他们两个依旧还站着 连队里的其他人 盘腿坐在一旁休息 等得很是无聊 很多人看到其他连队 也下训离开了训练场地 转头迫切地看着他们二人 心里期望着他们二人 早点结束这场比赛 他们跟着一起 实在是饿得鸡肠碌碌 连长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们两个人从上午十点钟 已经站里 到了晚上八点钟 已经站了十个小时 我在一旁坐着都饿得不行 连长和马城 竟然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看连长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我感觉他还能站十个小时 凌望这么厉害 看样子就没有他不擅长了 我可不敢再向他挑战了 我也不打算向连长挑战了 马城睁着的双眼有些迷离 嘴唇干裂 甚至因此出现了一丝丝的血丝 他看着面前的凌望 心中念叨着 我不能倒下 我不能在连长之前倒下 我不能 占军姿是一种考验士兵意志力的方法 可想要长久的占军姿 只有意志力是不行的 身体素质也得跟得上 马城在其强大意志力的支撑下 最终还是在凌望之前 倒下身子摇摇晃晃 在快要倒在地上的时候 一旁休息的士兵及时接住了他 马城倒下了 凌望也没有继续站下去的必要 他开始活动僵硬的手脚 安排道 你们几个把马城送回宿舍 第261章 凌望 早点睡 再去吹事班给他打包点饭送过去 出来两个人去医务室拿几盒货香挣汽水 今天日头太毒 预防中暑 凌望这样事无巨细地安排着 吓到了其他士兵 刘伟站在凌望身边上下打量着他 疑惑地问道 连长 你 怎么什么事 也没有 长达十个小时的战军姿 胳膊腿早就将得不能动弹了 可凌望还和没事人一样 在有序地安排着事情 任谁看了都会奇怪 就算那个人是他曾经的班长 也被惊到了 凌望随口胡扯道 我体质天生好 而且在王老黑手底下训练出来了 好了 全体集合 去吹事班吃饭 众人 是 十连吹事班 早就做好了饭 看到众人回来 连忙重新把菜热了一次 士兵们打好饭后 将饭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前 身子做得笔直 没有一个人动筷子 因为这次 凌望有和他们一起吃饭 他正在打饭 连长在 没有下令让吃饭 众人是不能动筷子的 如果是昨天 众人肯定忽视凌望 直接开始吃饭 可此一时比一时 凌望今天秀了一点自己的实力 令所有人心服口服 所以 大家对凌望很敬重 自觉地等着凌望下命令 凌望端着自己的餐盘 随意地坐在一张桌子上 随口道 大家都开始吃吧 众人 是 紧接着 筷子碰碗的嘈杂声 便响了起来 众人快速地 往嘴里扒拉着饭 白天跟着一起 战军资战得比较久的那几个人 胳膊很是僵硬 握着筷子手指不住地颤抖 吃饭吃得很费劲 反观站得最久的凌望 却一点事都没有 不紧不慢地吃着饭 很有王志上的风范 晚饭结束后 新兵们便自行回宿舍 刘伟回到宿舍后 便被人缠着打听 有关凌望的事情 排长 你上午不是说 你在学校是连长的班长吗 你快给我们说说 有关连长的事情 刘伟抬手 手心朝上地放着 给了众人几个眼神示意 立马有人明白刘伟的意思 给他的茶当倒上水 放在他的手上 刘伟喝了一口水 缓缓开口道 你们具体想要知道 连长的什么事情 刘伟因为和凌望相熟的缘故 讲着有关凌望在学校的事迹 很快融入了到了连队中 而且由于凌望很强的缘故 给了众人一种 刘伟这个连长曾经的班长 同样很强的感觉 其他宿舍也纷纷在讨论着 有关凌望的事情 连长这人真是邪门 他竟然只出了一点点汗 最邪门的是 刚才他吃饭的时候 竟然像个没事人一样 拿筷子的手特别稳 我才站了六个小时的君子 吃饭的时候 胳膊就抖得很厉害 连长竟然没事 听说新来的那个二排排长 是连长曾经的班长 他身上有很多军功 特别优秀 这才提前毕业了 据说连长拿过一个一等功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这一夜 十连宿舍的话题 和前一夜一样 都是和凌望有关 只不过 前一夜是对凌望各种看笑话 以为朱玉会在训练的时候 故意和凌望对着干 这一夜 全部都是对凌望的各种佩服 以及疑惑 凌望优秀的 实在是太变态了 士兵们在宿舍讨论着凌望 凌望在宿舍看着士兵们的资料 想要更进一步 对他们有所了解 同时也在制定着新的训练计划 昨天罚了老兵 今天秀了一下实力 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两把火 他都点得很不错 现在在连队里 树立起了威望 可凌望总感觉还差点 需要再给士兵们耍一次狠 让他们有所忌惮 这样在今后艰难的训练中 士兵们才会对凌望的命令 保持绝对服从的态度 这第三把火 近期得尽快找机会点起来 他手边的文件上写着 装甲车驾驶 抬雷 布雷 高空跳伞等等 一众训练项目 他忙到了深夜都还没有忙完 桌子上左手边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在部队里 联系干部对手机管理比较松懈 白天集训的时候 需要交手机 晚上和礼拜天 可以随意拿手机使用 凌望看着手机 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 王毅德团长 这大晚上的人 团长突然来电话 准没有好事 凌望思考了两秒钟后 接了起来 凌望 喂 团长 是我 王毅德 凌望啊 你现在睡了没有 在干什么 凌望 我还没睡 正在看连队里的资料 王毅德 这么晚了 你还在工作 真是辛苦了 凌望 不辛苦 不辛苦 应该的 王毅德 你别工作了 早点睡吧 你们连的哨兵都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凌望听到这话 脸色突然冷了下来 就知道团长半夜来电话 准没好事 他立马恭敬地回复道 团长 我为此做出深刻的检讨 我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凌望挂了电话 便拿着腰带走出宿舍 一边走 一边扎好腰带 刚才他还在想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有机会点第三把火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了 只不过 找上门这件事情 有点严重 他来到了少兵战绍的岗位前 看着他枪杵 在地上 整个人靠在枪上睡觉 凌望直接一脚 将少兵踹倒 少兵整个人趴在了地上 惊叫了出来 少兵帽子掉在了地上 他没来得及捡起来 立马爬起来 警惕地转身 端枪指着刚才揣自己的那个人 待少兵看清 那人是凌望后 立马收枪 结结巴巴地喊道 脸 长 你怎么过来了 凌望冷声道 刚才团长提醒我早点睡觉 说你都睡了 也让我早点睡 少兵听了这话 当场实话 战绍被团长发现 那自己这次离死不远了 凌望没有骂他 冷眼看着他 冷声训斥 把枪给我 第262章 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 少兵被吓得满脸哭笑 以为凌望要拿枪托打他 哆哆嗦嗦地说道 连长 您别 别打我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凌望这次彻底没了耐心 直接呕吼道 你马的 老子让你把枪给我 我替你战绍 你回去 把下一班少兵叫过来 让他提前过来战绍 少兵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是 是 少兵离开后 凌望将手中的枪端起 横放在胸前 他站在岗位上 代替少兵战绍 这里不能没有人 很快 下一班的少兵变过来了 凌望和他交接后 前往士兵宿舍楼 他站在楼道里 吹起口哨 并且喊道 十连全体集合 十连全体集合 十连的将士 在听到哨声响起后 连忙起身 开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士兵们纷纷疑护地道 大半夜的好好集合做什么 听连长这语气 好像挺生气的 这大半夜 要搞什么 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 也不知道新连长这火 什么时候烧完 老兵一边说着 手中的动作非常迅速 很快便集合完毕 刚才那个睡觉的少兵 站在队伍里 眼睛慌张地四处乱瓢 新连长这次绝对不会放过我 这可该怎么办 要不然 我躺地上装晕算了 一排排长点名结束后 向凌望汇报 报告连长 十连阴到116人 十到116人 凌望没有理会他 直接冷声问道 你们刚才睡得可好 队伍里鸦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敢凌望搭话 傻子都能看出 凌望现在脸色不对劲 他们可不敢往枪口上撞 凌望见众人不吭声 喊道 刚才那个少兵 初恋 少兵 是 是 他硬着头皮初恋 心中盘算着 怎么晕倒比较好 凌望继续冷声道 你来我跟前 少兵 是 他这一声回答的语气 很是虚浮 他害怕得不行 凌望看着面前紧张的少兵 淡淡问道 刚才你睡得怎么样 众人 少兵站岗的时候睡着了 而且还被连长发现了 少兵和他班长这下 不得退层皮 这哥们 真是够倒霉的 少兵低着头 恨不得把头埋进土里 他这错误犯的是 既低级又严重 凌望本来还想骂两句 但看到少兵的那张脸 就糟心得不行 直接问道 他哪个班的 班长是谁 报告 是我 凌望接下来并没有骂他们两个 而是直接把人带向训练场 少兵跟在凌望身后 整个人害怕得不行 心中默念 连长怎么不骂我呢 我刚才还打算他骂我的时候 假装晕倒 躲过惩罚的 谁知道他直接没有搭理我 来到训练场 凌望让人去找了一条绳子 一条大约六米长的绳子 一端系在凌望身上 一端系在少兵身上 少兵的班长被系在中间 凌望看着他们二人问道 你们知道我这什么意思吗 班长和少兵犯错 两个人不敢吱声 凌望继续沉声道 既然赶在站岗的时候睡觉 看来还是我对你们太温柔了 刚才睡醒了 那咱们就训练吧 如果感觉被我拖着 实在跟不上了 那就喊出来 说出来 让我再加快一些速度 众人 连长 你这人真是又狠又损了 凌望说完便转身 抬脚就跑 突然跑了起来 少兵和他的班长 被系在身上的绳子 给了一个猛力 身子被猛地往前拽了一下 一开始 凌望跑得并不快 给了两个人充足的反应时间 接下来 他跑的速度越来越快 身后拖着的两个人 似乎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 少兵和他的班长 一开始便拼命地 跟着凌望跑 他们已经是自己最快的速度了 可身子还是被动地 被凌望拖着往前移动 他们两个被凌拿绳子拖着跑 这极快的速度 让他们感觉自己 像是风筝一样 快要被拖得飞起来了 凌望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其实凌望并没有拼尽全力跑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惩罚 为了震慑其他人 可不是专门跑着折磨少兵和他班长 不是想戏耍他们两个 在一旁观战的众人 看到这一幕 全部被吓到了 因为凌望跑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每当凌望跑到距离队伍最近的那段跑道 众人立马昂首挺胸 身姿挺拔地站好军姿 每当凌望跑至距离队伍最远的那段跑道 众人便情不自禁地一轮着 连长跑得这也太快了吧 我感觉他脚下都快要被磨出火星了 连长拖着两个人跑 速度都这么快 那他真正的速度得有多快啊 现在已经跑到了第四圈 连长竟然没有一丝类的迹象 连长这也太狠了吧 刘伟这下彻底成了连队里的红人 大家纷纷向他询问凌望的事情 二排长连长平时跑得究竟有多快啊 连长之前在学校就是这种狠角色吗 连长才二十来岁 怎么感觉他处理事情这么老连 刘伟被问得烦了 直接一句话应付众人 咱们连长特别优秀 优秀到了我无论怎么说 你们都会觉得是假的的地步 所以以后你们不要问我 以后和连长接触多了 你们就知道他这个人像个神一样 实力强盗会让你们怀疑人生 众人听了这话 见刘伟不想继续说 便不再问了 继续看着凌望惩罚邵兵和他班长 嘴里继续钦佩地感慨着 甚至有几个新兵直接喊出 连长以后就是我的偶像 凌望拖着邵兵和邵兵的班长 在跑道上整整跑了十圈 在跑第十一圈的时候 邵兵班长实在是跟不上凌望的速度了 他直接开始摆烂 不想跑了 他尝试着喊了两声 奈何自己被凌望拖着 跑得太快 大口喘着粗气 根本无法喊出来 最后他直接脚下打滑 双腿一软 瘫在了地上 他跌倒 害得身后的邵兵也跟着一起跌倒 第263章 震慑众人 邵兵和他班长跌倒在地 被凌望拖着继续往前移动 就这样 他们两个倒在地上 被凌望拖了一段路程 凌望才停下来 凌望解开身上的绳子 缓缓走向连队队伍前 训斥道 以后睡觉 都得把眼睛给我睁开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不要违反纪律 不然 就像今天这样 我陪着你们一起加练 念在我才正式上任第一天 不想吓着你们 所以 今天的加练很简单 如果你们以后 再像今天这个哨兵一样 犯这种低级并且严重的错误 我一定会让你们尝试一下 我独特的训练方法 帮你们常常记性 凌望训斥完后 队伍里异常安静 甚至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喘气 他刚才那一招实在是太狠了 而且是亲自上场 拖着哨兵和哨兵班长加练 这既展示了自己惊人的体能 又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 令众人没有一丝怨言 队伍中 只有刘伟一人的眼中有欣喜 凌望今晚的处事态度和方法 惊艳到了他 没想到他处理得这么完美 这下 他在连队里的威望 已经彻底树立起来了 以后他只懂 连队里的人不敢往昔 刘伟是真心的替凌望高兴 短短一天的时间 凌望就在连队里站稳了脚跟 凌望比刘伟以为的 更懂管理连队 凌望见队伍里鸦雀无声 怒声骂道 怎么了 哑巴了 不知道回我一声 众人 是 凌望得到回复 黑着脸离开 他离开后 众人这才赶去查看 哨兵和哨兵班长的情况 哨兵躺在地上 被人扶起来 大口喘着粗气 同班站有把他扶起来 关心道 走两步 不然明天你肌肉疼得顶不住 刚才连长跑得实在是太快了 哨兵班长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整张脸胀得通红 刚才被凌望拖着跑得太猛 脑子缺氧有点晕 休息了片刻才反应过来 直说 连长体能和力量实在是太强了 当了这么多年兵 第一次被人拖着跑 差点把魂给跑出来了 林旺回到宿舍 将腰带卸下来 洗了把脸 躺在床上休息 刚才被团长嘲讽 他是真的火大 不过也正好借机 点完了自己上任的第三把火 而且点得很完美 第一把火 给连队里南管里的人下马威 第二把火 袖袖实力 亮下肌肉 让众人服气 第三把火 狠狠地惩罚 震慑住众人 让他们今后不敢再对自己不敬重 正式任职的第一天 林旺已经在连队里 彻底树立了威信 他躺在床上 并没有睡觉 去系统中寻找着 可以帮助训练士兵的技能 看着林旺满目的物品商城 林旺最终选定了几样商品 他比心中默默喊道 系统 兑换高级解说技能 兑换一下高级教官技能 再兑换一下超级演示技能 那个高级身体按摩缓解酸痛技能 也给我兑换一下 林旺神司从物品商城中出来后 他并没有睡觉 在对他接下来的安排进行规划 他现在想要利用在军校学习到的 现代化战术知识 来建设一支合成化部队 合成化部队需要多兵种协同化作战 需要足够的人数才能展开 一个连的兵力 训练成果非常有限 合成部队一般粗分为 重型合成营 轻型合成营 两棲合成营 中型合成营 山地合成营 空中合成营等 合成化部队作战时要做到 情报侦察 火力突击 地面攻击 信息获取 空中支援 后背支援等等复杂任务的配合行动 想要让部队做到这一点 最主要的两点便是信息共享和全局协同 信息共享这一点 很大程度依赖通讯设备 所以在训练中会花很多的时间 用来训练全局协同作战上 全局协同作战 又可以细分为协同作战 不炮协同 不坦协同等等一系列作战方式 总之 合成化部队的建设很难 想要让这种部队在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平常的训练中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一个合成化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中 需要调动的兵力很多 一个连的兵力训练效果非常有效 林旺需要升至营长的职位 才能真正的在合成化部队建设这一方面大展拳脚 他想到这里 心中在分析着当前情况 想要升至营长 他就需要立功 展现出极强的带兵能力 这样在向王毅德提出建设合成营的时候 王毅德才能同意 才能让上级批准 看来 无论是当下的事情 还是实现长久的目标 都得训练好手下的这个实验 在这段训练的时间 林旺并不想干等着 他要尽量在训练中 安排一些合适的协同作战 为今后带合成营训练 积累一些宝贵经验 林旺想了一下 部队协同是他想要尝试 并且现在条件允许的训练方法 可他现在只是一个步兵连 没有坦克等装甲车配合训练 得找团长 要几辆坦克才行 四日 林旺并没有直接带着众人 进行部队协同训练 因为还没有坦克 于是他带着众人 进行二十公里负重越野训练 连队的士兵 被林旺带着一处山路前 他开着吉普车跟在后边 由于昨天晚上 林旺的那一招很大 所以这次训练 士兵们态度普遍比较认真 近两天朱玉被罚了多次跑步 早上还跑了一个十公里 比别人多五公里 虽然现在朱玉跑得不太吃力 可他这趟下来 绝对不会像平常那样简单 朱玉旁边的士兵 一边跑一边问道 朱玉 你前天晚上跑了二十公里 昨天早上多跑五公里 今天早上又多跑五公里 这么强的训练程度 你能顶得住吗 他说着开始调侃 不行你就装受伤 下去休息得了 朱玉直接骂了回去 滚泥马的 你是想要害死老子吧 新连长这么厉害 你要我偷懒 被发现了 我岂不是又得退层皮 第264章 变态的训练方式 你是巴不得我早死啊 朱玉说的话 虽然听起来没正行 是在开玩笑 其实他现在说的 确实是很多士兵的心里话 前天他们是等着看凌望的笑话 昨天白天 他们是极其佩服凌望 昨天夜里 他们开始害怕凌望 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凌笑虎 因为觉得凌望像个笑面虎 虽然平时看起来很和气的样子 其实为人比谁都很 众人又觉得笑面虎这个名字 听起来像反派 所以决定喊凌笑虎 他们给凌望起外号 和凌望他们 当初给王志上起外号一样 都是一种爱称 又爱又恨的那种 其他人听到 朱玉骂骂咧咧的声音 忍不住搭话调侃 哟 真是不容易啊 你这种快要退伍的老兵 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 你这快要走的人了 也有怕的时候 哈哈 在最开始的腹中越野时 众人说说笑笑 压力并不是很大 很快 他们的体力便有所消耗 没有多余的精力去闲谈了 凌望驾驶着吉普车 跟在队伍的后边 时时刻刻用阴眼技能 查看着众人的情况 他发现 路程跑到了一半 大多数人的体能还算可以 但速度却慢下来不少 于是他单手开车 另外一只手 去拿副驾驶位上的步枪 他要帮众人提提速 凌望单手 举着步枪 朝着天空放了几枪 碰 碰 突如其来的枪声 惊到了众人 有人忍不住停下脚步 回头观望 想看个究竟 好好的 怎么放枪了 凌望大声吼道 我前面的人 奉劝你们快点跑 跑得慢了 我的子弹可是不长眼 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 往前传话 让前边的快点跑 不然就等着你们后边的 突然跑快 踩死他们 队伍后边的人 听到凌望的说的 连忙往前传话 让前边的快点跑 连长让提速了 前边的快点跑 现在连长让快点跑 你们跑得慢了 小心等 会被我们踩死 前边的快点跑 连长的命令 不然他就开枪了 队伍里的士兵 一边往前传话 一边疑惑的议论 听刚才的枪声 连长上的是实弹 训练拿实弹来逼咱们 符合他灵孝虎的风格 灵孝虎应该只敢冲天放枪 不会真的拿枪打咱们吧 毕竟出了事故 他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凌望的体制 现在是常人的三倍 他的听力 也是常人的三倍 所以队伍里议论的声音 他听得一清二楚 听到都喊他灵孝虎后 灵望嘴角微微勾起 喃喃自语道 灵孝虎 笑面虎妈 不过被他们改成 孝虎两个字 意思就全变了 技能以理代有 也能随时冲敌人亮爪子 这名字起得还可以 他用鹰眼技能 观察着众人的状况 虽然速度快就起来 可大部分人 依旧还有很大的潜能 灵望大声开口道 你们给我起的外号 挺不错呀 灵孝虎这个名字很特殊 所以 我也送你们的特殊的玩意儿 碰 碰 碰 一阵枪声传来 这次灵望不再是朝天放空枪 而是冲士兵的脚底下放枪 而且是冲他们脚下的位置放枪 一有闪失 他们的脚就要被打个窟窿 子弹打在士兵的脚下 激起了阵阵尘土 这下士兵们 犹如兽精的马匹一般 拼命地朝前跑 快跑 连长真的打人啊 连长来真的 十连的人 都是已经下连队历练过的人 不像是新兵连没见过世面的人 而且有很强的纪律性 即使被吓到 也没有乱成一锅粥 也没有发生 后人推前人的踩踏事故 队伍的速度 一下子快了起来 灵望这样子的特殊训练 林小虎 你这人真是狠啊 真后悔没在学校好好练你 灵望听到了队伍中 此起彼伏的哀嚎声 他单手开车走在队伍侧边 大喊道 我这人还挺心善的 刚才说跑得慢的 会让你挨枪子 可总是很不下心 舍不得用子弹打你们的身体 只好冲脚下放两枪了 最起码这样打不死人 顶多打出几个残废 众多士兵欲哭无泪 连长 你说这话不脸红吗 你这叫心善吗 什么叫打不死人 顶多打出几个残废来 你管这叫心善 那这样的话 世界上就没有恶人了 灵望根据阴眼系统的提示 分析着队伍中 每个人的体能极限 在最后几公里 体能消耗差不多的人 他就不再聚集着对方 快点跑至于有潜力的那些人 灵望不停地用子弹督促着 卧槽 我刚才有子弹和我的裤腿 擦着过去了 连长 别 你这样真的容易搞出人命 别人训练废邪 林小虎训练废命 就这样 众人在灵望的紧赶慢 赶下来到了终点 众人都累得贪成了一片 他们实在是累啊 刘伟气喘吁吁地问道 连长 刚才我们跑20公里 用了多久 灵望轻声回答道 用时很久 成绩不怎么样 众人听了这话 下意识地泄了一口气 刚才那么拼命跑 成绩都不怎么样 这让他们内心备受打击 灵望故意停顿了一下 而后继续说道 也就是用了一个小时12分钟吧 众人听了这话 立马来了精神 一个小时12分 这对于20公里 附中越野来说 算是非常好的成绩 他们中间不只有一个人表示 刚才虽然很累 感觉实在是跑不动了 在灵望枪弹的督促下 他们拼命地跑着 感觉过了那个坎后 跑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费劲 他们明显感觉 自己的体能突破了一个阶段 灵望的训练方法很有效果 灵望看着躺在地上的众人 给了他们一会儿休息时间 他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喊道 朱月 你出来一下 第265章 申请戒掉坦克 朱月靠在别人身上 听到灵望喊自己 弱弱地回了一声 道 而后他费力地站起来 走向灵望 筋疲力尽的众人 目光疑惑地注视着朱月 他这是又怎么了 该不会是犯了什么事 又要被连长罚吧 这个新连长是真狠啊 朱月都快要退伍了 还要狠狠地罚他 这两天都快要把他练废了 灵望看到朱月来到自己身前 打开阴眼技能 再次查看了一下他的身体状况 而后走向朱月 缓缓开口道 你放松一些 我教你做几个舒缓肌肉的动作 再给你按一按 他说着 看向众人 叮嘱道 我给朱月按的时候 你们都学着点 互相按一下 众人 士兵们听到这话 全部都瞪直了眼睛 惊讶地看着灵望 开始学着灵望那样 互相按四肢 放松肌肉 今天上午 灵望给大家来了一招狠的 让众人心中 对他很是忌惮和害怕 现在又亲自帮 被他罚得最狠的朱月 放松肌肉 恩威病师 让连队里的所有人 对灵望又恨又爱 练兵不能只耍恨的 让士兵记恨你 这样训练会适得其反 但练兵又不能不耍狠的 士兵对你不畏惧 不敬重 训练效果同样很差劲 昨天一天 灵望让连队里的士兵 知道他的狠力手段 不敢对他有所造次 今天灵望简单的一个举动 让连队里的士兵 感受到他的关心 感受到他的好 开始打心底的佩服灵望 对灵望不仅仅只有畏惧了 更多的是敬重 这也是为什么 部队里很多人 对老班长和老连长 感情不是一般深的缘故 他们是骂自己最多的人 试炼自己最狠的人 可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人 好到愿意把牺牲留给自己 把安全留给他们的人 是可以放心 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 上午快要下训的时候 灵望命令一排排长带队训练 他动身前往团长 王毅德的办公室 找他要装甲车 准备接下来的不坦协同训练 王毅德看了一眼手表 喃喃自语道 快要吃午饭了 我再写两页字帖 摸摸阳弓吧 他才拿出字帖 便有敲门声传来 咚 咚 咚 报告 灵望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王毅德轻轻蹴眉 疑惑了片刻 这个关系户 这是有什么事了 难不成是几个老兵和他对着干 工作开展不下去了 王毅德疑惑了两秒钟 喊道 静 看到灵望进来后 主动伸手指向沙发 灵望来了 快请坐 灵望 是 灵望坐下 直接开口道 团长 我这次来找你 有件小事得请你帮忙 我打算训练一只全能型的步兵连 进行一些装甲车驾驶训练 还有一些不坦协同作战训练 所以 请求您提准五辆坦克 给我们训练使用 王毅德惊讶地反问 五辆坦克 他忍不住上下打量着灵望 心中不禁感慨道 这个关系忽是疯了吧 一个装甲连才有几辆坦克 他一个步兵连就要五辆 他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 灵望看到王毅德表情 补充道 我这是申请戒掉几辆坦克训练 不是说要求给连队配备坦克 现代化战争 很注重多兵种协同作战 所以 我想着重从这一方面训练 摸索出有效经验后 可以在全团推广 大大提高咱们团士兵的战斗力 最后一句话 看语境像是灵望客套的话 但实际上 却是他的心里话 王毅德听后 假装沉思了片刻 为难地扎巴了几下嘴 缓缓开口道 我说灵望啊 咱们连虽然有两个坦克连 可是坦克不怎么够用啊 而且 坦克这种重型装备 人家两个连长不一定愿意外接 这样我 我拉下自己的老脸 给你批准两辆坦克让你训练 为期一个礼拜 你得按时归还 团长虽然语气态度很好 可他也在明摆着拒绝灵望 你要坦克 我给借掉给两辆 把你打发走 毕竟灵望只是一个军校刚毕业的学生 就算他身上有很多军工 就算有冷教授的举荐性 这也很难让人放心大胆的 把建设合成化部队的重大任务交给他 他管理的石连是步兵连 借掉一个坦克连才能有的坦克数量 王毅德不想给 也是常理之中 不过很快 他便会后悔今天的决定 恨自己 没有按照灵望的要求来给装备 不然在最近一次的演习中 他们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望 是 他在部队十多年 看出团长什么心思的那点眼力镜 还是有的 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并没有过多的纠缠 直接转身离开 因为他心中有了其他办法 到时候 王毅德不想给 也得给 四日后 师部开大会 做有关一个礼拜后 军区大演习的准备工作 这次到场的 有各个团长 参谋长 指导员 营长 连长 以及其他通讯大队的队长等等 是个达到200多人的大会议 灵望身穿长服 拿着笔记本和笔 前来开会 而且还带来了一个小伙伴 刘伟 他们两个等在开会的大楼下 远远的看到 王毅德和别人有说有笑的走过来后 凌望看向刘伟 叮嘱道 等会注意我的暗示 咱们两个打好配合 刘伟 是 在王毅德快要走进他们二人的时候 凌望和刘伟 假装争吵了起来 刘伟皱着眉头 假装很着急的说 连长 你不能拦我 我必须得找市长反映一下情况 两辆就是坦克 训练起来效果很差劲 这样你的宏伟计划 还怎么实施 团长不同意 那咱们就找市长反映情况 咱们不能这样担个时间 凌望假装耐心地劝解道 团长有团长的难处 你不知道 他说到这里 余光看到王毅德过来了 故意提高音调 大声说道 虽然团里其他连 有闲置的装备 可我相信 团长不批准 是有他的难处 你不能去找市长 不然回去我加连连死你 第266章 团长被迫同意 更不能在开大会的时候找市长 这不是下团长的脸面吗 虽然你才下连队 可也是20多的人了 怎么这点事情都不懂 刘伟假装义愤填膺地说 找团长不管用 找市长你也不让 那我在这里和你一起等团长 再和他申请一次 如果他不同意 我直接申请去找市长 这总强了吧 王毅德和他一起过来的 几位团级干部 被凌望和刘伟的争吵 吸引了过去 其他团的几位首长面面相觑 这哪个团的人 这一下不得把他们团长的老脸丢光 看他们委屈的样子 难道他们说的装备问题 是团长给了就装备 一个小小的问题 闹到失步 这不是闹笑话吗 王毅德听到凌望和刘伟的对话 脸瞬间僵了起来 凌望几天前那么痛快地走了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 他的表情管理做得很好 继续和几位其他首长说说笑笑 你们先去会议室 我去外边抽根烟 其他几位首长离开后 王毅德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快步走向凌望 凌望和刘伟这个时候 也不争吵了 假装才看到王毅德 二人立马进里问好 团长好 王毅德黑着脸 来到二人身前冷声道 凌望 你说的坦克数量我同意了 快点让你这个好搭档回去 别再失步给我演戏 丢我的老脸 凌望笑着回答 是 谢谢团长 王毅德能坐在团长这个位置 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凌望和刘伟在这里搞得这么一出 他知道这是在演戏 知道这是凌望在威胁逼迫他 也知道 如果自己不同意凌望的申请坦克训练的事情 凌望也不会真的去找师长 让他再失步难做人 但是凌望会继续和刘伟在这里演戏 让其他团长听到装备的事情 故意给他丢人 而且 王毅德还找不到处罚他的理由 他就这样被凌望算计进了无解的圈套里 只好同意 王毅德黑着脸 伸手指着凌望和刘伟冷声训道 你们这两个混小子 竟然在这里装枪做事的 故意丢我的人 真是好手段啊 凌望腼腆地笑了笑 团长 您都想了 我这不是在拦着我的牌掌 没让他去吗 王毅德糟心地看了凌望和刘伟一眼后 转身离开 做团长这么久了 他还是第一次被部下下套 这次大会具体说了一下 一个星期后军区演习的情况 参谋长正在台上讲解着 有关这次演习的具体情况 这次咱们军区演习 总计调动兵力三个师 两个旅 共计大约五万人的兵力 分为红军蓝军两派 咱们失利属红军 与以下部队共同作战 这时 凌望脑海中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定 发布系统任务 在部队的首次演习中 一举扬名利万 任务奖励 超级变色龙技能 住 在完成任务时 系统会随时检测 宿主任务的完成情况 会随着宿主对任务的完成进度 随时给予不同程度的 超级变色龙技能 凌望 什么随时检测 合着还能根据任务完成的 不同程度 随时加载技能条 自己任务完成了 技能条也就加载完了 这任务真是奇葩 按照凌望以往的经验 越是难以完成 越是听起来的奇葩的任务 奖励的技能越是高端 凌望这下 不由地开始期待这场演习 开会结束后 凌望回到连队 便有装甲连的人 过来通知凌望去开坦克 凌望将借来的五辆坦克 开至训练场地 这次借掉来的坦克 都是最新服役的坦克 王毅德是真的怕凌望 再去试不给他丢人了 所以没有应付 两位坦克连的连长 很是舍不得 毕竟搞出问题 可是他们连队的重大损失 他们专门派来了五位车长 配合凌望他们训练 生怕坦克被搞出问题 连里的老兵 对此纷纷赞叹道 连长真是厉害 没想到真能要来五辆坦克 刚才送坦克的那个排长 我看他鼻子都气歪了 连长不仅对咱们厉害 在团部也是厉害角色 朱玉开心地看着坦克 感慨道 没想到当了这么多年的步兵 在临近退伍的时候 还能再学着开坦克 这下搞得我都不想退伍 想要继续服役了 凌望吹了声口哨 大喊 集合 开始驯化 现在坦克数量够了 通过坦克位置感训练的人 开始上坦克训练 众人 是 一部分人继续去不远处 进行位置感训练 坦克笨重 而且还是屡带行动 视野范围有限 所以在正式上坦克训练前 需要进行位置感训练 位置感训练就是 利用绑着前望镜的横杆 过线之路 以此进行车辆位置感的训练 横杆按照坦克内部情况 将前望镜绑在驾驶员位置处 利用前望镜模 你将做驾驶视野 过线之路 避免横杆与路边的限制感相碰 以提高驾驶员的车辆位置感 另外一部分人 挨个排队上坦克训练 林旺亲自上坦克 进行接受教授 其他坦克上的车长 也在帮忙一起教 林旺有超级装甲车技能 现在的驾驶技术 无人能敌 而且 还有高级教官 高级解说 高级演示 这三个技能在 他讲解的每个操作 都非常的通透 士兵们一听就会 三天后 一众士兵的坦克驾驶水平 已经达到了出师的水平 跟着一起帮忙训练的几位车长 也在感慨 这个失联的兵 学起来真是快 这个才二十左右的连长 驾驶技术是真的好 而且是真的会教 他们这些练家子 都有从林旺的教学中 学到了一些 自己欠缺的经验和技术 距离军区演习 还有四天的时间 林旺为了在演习时 尝试一下 不坦协同训练的具体情况 总结一下实战经验 在士兵们才会开坦克后 便开始着 手不坦协同训练 第267章 不坦协同作战训练 这次的训练场地 和前两天训练坦克驾驶时的场地 有所不同 之前的场地 是一马平川 这次的场地 不仅有广阔的平地 远处还有一些小山包 正好可以作为火力压制点 林旺双手背在身后 大声问道 你们猜猜 咱们今天要进行什么训练 众人 不坦协同训练 林旺 没错 就是这个训练 在正式训练之前 你们自己先组织一下训练 看看你们对不坦协同训练的理解 以排为单位 每个小组在一辆坦克的协助下 攻下你们对面的小山包 山包那里 我安排了两艇 机枪对你们进行火力覆盖 好了 开始准备吧 众人 是 不一会儿 每个牌的人便都商量好了应对政策 第一个上场的是一排 一排有一多半的人 躲在坦克后 将坦克作为移动的遮掩物 用来抵御攻击他们 在跟着坦克缓慢的移动着 剩下的几个人分为两组 躲在远处潜伏 作为随时支援的力量 坦克在缓慢的前进着 一排的人躲在坦克后边 被激起的尘土 搞得睁不开眼睛 而且吃了很多的土 他们止不住的咳嗽 根本无法执行攻克山包的任务 林旺看到这里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一排的表现 比他想象中还要差劲 轮到二排上场了 刘伟吸取了一排的惊艳 命令众人围在坦克远处 队形呈现出一个半圆状 和坦克一步一驱 随之缓慢的前进 林旺站在山包处 命令道 开枪 击枪手 是 紧接着一阵机关枪的声音传来 哒哒哒哒 没多大的功夫 二排的人牺牲了个七七八八 活下来的人 还是躲在坦克后边 才没被击毙 用一排失败的老办法 才活了下来 林旺看着远处士兵的眼神 又多了一些无奈 刘伟虽然学过一些战术指挥 和一些协同作战的理论知识 但是 是第一次上手 所以结果惨不忍睹 三排结合了前两个排的上场经验 进行了一次综合 结果弄成了四不像 既吃了土 又挨了空蛋壳 林旺单手扶鹅 心中有些无奈 这个刚成立的连队 所有人之间的行动 非常的没有默契 这马上就要演习了 看来自己得家把劲了 林旺将所有人集合起来 让三个排的人分别站成一队 大声训斥着 你们说 你们刚才的表现怎么样 他说着 来到了一排士兵的面前 气得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来 挨个打他们的脑袋 不坦协同作战 你们夺坦克后边 是准备推着坦克走吗 拿坦克当隐蔽物 还不如拿个防弹板做隐蔽物 还便于行动 还紧挨着坦克走 不热吗 不闷吗 夏天靠近已经启动的汽车 会感觉有股热浪扑过来 靠近坦克 这种闷热的感觉会更强烈 所以林旺这样骂着他们 林旺继续骂道 你们这是怕没办法 同一时间赴死吗 不知道在交战的时候 坦克会吸引来敌方的火力吗 这次训练多亏没有大炮 不然你们就变成渣子了 林旺挨个打完一排的人 又开始打二排的人 他拿帽子打士兵的脑袋 更多的时候是打他们的帽颜 不疼 也不羞耻 刚好可以让他们这群人常常记性 就算二排排场是刘伟 林旺和他关系好到 穿一条裤腿的程度 可林旺依旧有打他 训练不分你我他 只要有问题就得挨骂 林旺一边打着 一边骂道 你们倒好 让你们协同作战 你们围着坦克走 像是在押送坦克一样 各种兵力布置几乎没有 林旺正在挨个 用帽子打着他们 有一个兵下意识的后退 躲了一下林旺骂道 你躲什么 给我过来 不许躲 敢躲一下 你就多给我挨两下 这个兵只好低头 走上前把脑袋送过去 让林旺打两下冒言 林旺又去到三排人的面前 继续刚才的训话 三排有个士兵 在挨了一帽子后 喊道 报告 连长 我们这也是第一次接触坦克 第一次接触协同作战训练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是正常的 林旺不屑地笑了一下 又用帽子打了这个兵两下 敢顶嘴 你就给我多挨两下 几位被派来协助训练的车长 站在远处 看着林旺训话 他们几个疑惑地议论着林旺 这个十连连长 真是个怪人 明明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可做行事作风 像急了一个老兵 不是像 这就是一个老兵的作派 我还记得我老班长 就是这样打冒言训我的 怪不得这么年轻 就能把十连的人质的心服口服 确实有两把刷子 林旺骂完之后 开始讲解着 不坦协同作战的具体情况 刚才一排那种 全部跟在坦克后边 进行前进的方法 是一种非常低级的协同作战 一般都是对战场态势完全掌握了 或者是非交战区的行军 才会这样做 而且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方法 进入交战区的时候 单纯的一个步兵班 都得相隔十米的距离 横向或者纵向排开 而且坦克一般都是重火力的目标 交战区跟坦克战太近 容易被攻击坦克的火力直接打死 或者被坦克的反应装甲给剑射死 不坦协同中 步兵和坦克都不一定同框 甚至可能距离几公里 比如 敌人在正面密集布雷 设置障碍 后面是第一个步兵营的阵地 你手上有两个步兵连 两个坦克连 一个火力连 一个加强了的攻兵连 一个支援保障连 后面有一个12火箭炮连支援 这时候 需要首先用后方炮兵压制敌火力 攻兵和炮兵快速破障 开辟通道 通道很窄 而且敌炮火在手轮被压制 转移阵地之后会重新封闭通道 所以 必须在短时间内 从正面靠桩桩甲车 把兵力送过去 第268章 令团长刮目相看 如果 在真正的战场 尤其是那种大规模战争中 单个步坦协同训练 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大多数都是步 坦 炮 弓 真协同作战 会根据不同的地形 对这些兵种进行不同的安排 凌旺在耐心讲解着 自己对不坦协同的理解 他将军孝所学的理论知识 用他现在所拥有的战术指挥技能 对不坦协同作战模式进行了创新 在场的所有士兵都在认真地听着 凌旺讲解的内容很多 而且涉及到战术指挥这种复杂的内容 可众人却都听明白了 而且只听凌旺讲解了一次 庞杂的内容便都记在心里 在一旁旁听的几位坦克连的车长 也在认真地聆听 情不自禁地感慨道 我听实联的人说 他们连长是指挥专业毕业的学员 怎么对坦克这么了解 不坦协同训练 我之前也有和其他连队训练过 实联连长的安排 比我们训练了许久 总结出来的方法好多了 不愧是大学生 这讲解训练内容就是有条理 让人一听就懂 比我们连长 满口娘西匹的讲解训练内容 好千倍万倍 虽然说我挺看不起军校生的 觉得他们是个不懂训练的书呆子 可不得不承认 这念过大学的 肚子里确实有东西 也知道该怎么讲给别人听 林旺讲解了一部分内容 感觉差不多了 开始让三个排挨着上场 再次进行训练 这次一排上场 三个班呈现三角形排布 跟在坦克后边 每个班距离大概在30米左右 而且每个班还分成了三组 每一组距离大概10米 每个班的人 大概距离5米左右 这是三三制和坦克结合的 不坦协同作战方式 分明是一个排的人数 硬是给人造成了 比一个连还多的感觉 每个班之间可以及时支援 他们就这样 跟在坦克后边 快速地前进 没一会的功夫 便完成了不坦协同作战训练 接下来是二排上场 林旺给每个班划分了进攻区域 在规定的区域内 士兵们可以随机站位 每人之间的距离 要尽可能地远 三三制虽然好 可也有适用范围 这次的兵力布置 是根据已经有了 攻击预定目标设置的 士兵同三三制中的士兵不一样 没有被安排具体的防守 进攻之类的任务 可以自行判断射击 和自行随机战斗 以最快的速度攻克阵地 紧接着 三排的士兵上场了 林旺又重新安排了一种方法 这次部战车也有投入使用 部战车快速将兵力 投送到指定位置 士兵们下车 当即投入战斗 配合着坦克一起行动 这次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和上一次相比 三个排都有了非一般的进步 配合驾驶坦克训练的几位车长 在训练结束后 从坦克驾驶舱出来 自动聚在一起 惊讶地感慨着 这次的三种作战模式 在之前的协同作战中 我训练了很多次 没想到这个年轻的连长 改动了一些方面 效果竟然提升这么显著 林旺设置不同的战争情景 进行多次训练 不断地调整战术方法 训练效果很显著 团长王毅德 虽然没有亲自前往观看训练 心思很细腻 有询问帮林旺一起训练的车长 失联训练情况如何以来 坦克是重型武器 而且还是心服役的 所以王毅德比较关心 二来 他想看看林旺的能力怎么样 究竟是真的有两把刷子 还是空有一副架子 车长将林旺训练的情况 事无巨细地全说出来 王毅德仔细询问了一些 有关林旺兵力布置的情况 训练结果 让他很是吃惊 王毅德再三询问道 这个协同作战的兵力安排 真的是林旺一个人想出来的吗 车长 是的 王毅德眼睛斜向下 沉思了片刻 回道 行了 就这样 你先去忙吧 车长 是 车长走后 王毅德又想了一会 起身去资料库的办公室 将林旺的有关信息调取出来 他在电脑上浏览着林旺的电子档案 惊奇地发现 林旺在大学所有的文化科目 都是优秀 成绩只有几门课是95 剩下全是满分 而且所有科目的祭典成绩都是满分 这成绩实在是好得过头了 王毅德心中没有惊讶 而是微微皱着眉头 心中更加确定了一些想法 那就是 林旺虽然家庭背景不怎么样 但绝对是攀上高枝了 有可能是某位家世背景通天的 千金大小节的女婿 因为这成绩好得过于离谱 而且还是在两年就学完大学 四年全部课程的情况下 紧接着 王毅德又去查看了 林旺的训练成绩 新讯期间 单档打破学校记录 首次实弹射击满环 体能第一 排雷第一 国际交流周 拿到了勇士的称号 演习时 斩首敌军最高指挥官 军事技能大赛 拿到了第一 去空军院校学习 驾驶战斗力 驱离敌机 林旺身上三等功有好多个 二等功有两个 最要命的是 还有一个一等功 这履历 是真实存在的吗 快要赶上国外大片的超级英雄了 特攻007 和林旺的经历比起来 都要逊色许多 可这些军事项目成绩 以及比赛成绩 和文化课不一样 是放不了水 做不了价的 林旺这人 就是个怪胎 怪不得冷教授要写推荐信 原来是林旺真的很优秀 不是攀上高枝了 王毅德眼睛 紧紧盯着电脑屏幕 眉头微皱 全神贯注地 查看着林旺的资料 这些资料 王毅德翻来覆去地看 愣是看了两个多小时 都没有找出一丝问题 看来 这个林旺是真的很优秀 王毅德震惊之余 欣喜地笑了出来 真是天上掉下一个林鹅旺啊 这么好的苗子 竟然让他给减了便宜 王毅德不由自主地开始期待 这次演习中凌望的表现 第269章 军区大演习 在演习的前一天 团部有给几位连长开会 具体安排一些演习时的大体任务 王毅德坐在会议桌的正中央 一丝不苟地认真说道 这次 咱们团被派去做先锋小分队 咱们主要的任务 是主动从演习阵地的侧方进攻 在战争最开始时 最大限度地给敌人造成重创 而后再听师部 或者更高一级的安排 全体配合主攻部队作战 在这个大前提下 咱们前期作战时的机动性很强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王毅德话音落下 看了一圈众人 最后将目光停在凌望身上 凌望的档案那么优秀 而且不坦协同的战术 运用得如火纯青 所以 王毅德很期待凌望的战术安排 其他连长见状后 顺着王毅德的目光 纷纷看向凌望 凌望被人期待的注视 索性主动站出来 发表看法 团长 我有一点见解 想要说一下 王毅德 你说 凌望 既然咱们团的任务是 在前期最大程度的 给敌人造成重创 我建议 咱们连队的人兵分三路 一个坦克连 和三个或者四个连队一起行动 分别在西侧不同的方位 进行进攻 距离大约十公里左右 这个距离 不远不近 可以很快的互相支援 也可以分散敌人的主要反击兵力 两队人里边 其中一个连的人负责打游击 其余的连队 配合坦克连进行火力猛攻 还剩下的一个连队 那就是我们连 深入敌方阵地去大搞破坏 凌望的战术安排 重规重矩 因为他想要完成系统任务 在军区一战成名 只能带着连里的人 深入敌军内部 大搞破坏 然后想办法 斩首敌军最高指挥官 不能跟着大部队行动 所以战术安排 只能尽量的重规重矩 毕竟战场瞬息万变 他脑海中的各种微操战术 不好给别人安排 担心别人并不能真正的运用 他不一般的战术安排 反而适得其反 众多连长 凌望一个上任 还没有半个月的连长 要带着才组建的连队 深入敌军阵地 他这是不想活了 想着早阵亡早休息吗 众多连长面面相去 对此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这个失联连长凌望 是真的太狂妄了 王毅德听了这话 反而欣慰地看着凌望 带着自己的连队深入敌军 这个想法是真的大胆 怪不得能在他们学校演习时 斩首敌军最高指挥官 一件事情得先敢想 才有可能会做到 这一点 王毅德很欣赏凌望 王毅德笑着赞叹道 你的安排 除了你们连之外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你们连队的安排 就按照你说的来做 不过有个大前提是 我可不会给你们连队 进行任何的支援 就当作参战的 没有你们失联 凌望 是 团长 我能提点要求吗 王毅德 你说 凌望 我想申请 临时借用117个四目夜市仪 他想带着连队 深入敌军内部 有夜市仪在 可以大大提高士兵 在夜间的作战能力 王毅德听到这话 脸上的笑容 瞬间淡了几分 四目夜市仪 是非常先进的单兵设备 很贵的 而且 对于普通步兵作战 帮助不大 所以 团里虽然有 可数量却不多 那是给完成特殊任务的 优秀老兵配备的 想要全部都拥有 不太现实 王毅德在想着 其他连的人 也要和他有装备 王毅德犹豫了片刻 沉生道 凌望 你这要求不太现实 虽然被委以重任 可还有其他被委以重任的士兵 更需要夜市仪 这样吧 我给你们连队 安排三个四目夜市仪 外加十个双目夜市仪 王毅德总之一个意思 凌望 你的要求太高 我不能答应 给你一点装备 你也别含委屈 就这样吧 虽然王毅德挺期待凌望的表现 可这次演习 和凌望学校的演习规模不同 说到底 他还是对凌望不抱有多大希望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 就算是身经百战的军事高手 也不一定能百战百胜 更何况 凌望仅仅只是一个 表现优秀 刚下连队的军校生呢 是 凌望痛痛快快地回答道 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而有力量 双目夜市仪和四目夜市仪 虽然只少了两个镜头 可二者之间的功能以及价格 之间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虽然团长给的 和凌望要的数量差别巨大 可结果还在凌望的心理预期之中 全连每人一个四目夜市仪 这根本就不可能 他之所以这样提 是想给王义得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 就像迅哥的说的那样 人的性情是总喜欢掉和折中的 譬如你说 这屋子太暗 需在这里开一个窗 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 他们就来调和 愿意开窗了 如果凌望一开始提出 王义得现在给的夜市仪数量 估计到时候拿到手的数量 又得减半了 会议结束后 凌望回去便开始安排 做明天演习的动员工作 夜晚 王义得和几个团级干部相 跟着走在住地的路上 他们几个刚从试不出来 王义得远远的 便看到凌望和刘伟了 心里有些发怒 这两个小子 该不会是因为 白天我拒绝凌望的要求 所以又在这里等着我 给我演戏 让我丢人 逼迫我同意凌望要求的吧 虽然说凌望是个好苗子 可现在王义得看见他有些头疼 他实在是太难应付了 走近后 凌望和刘伟动作统一 一起冲王义得敬礼 团长好 王义得冲二人点头示意 和身边的几个团级干部说道 你们先走 我和这两个人说两句话 带几位干部走远后 王义得皱着眉头看向凌望 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 凌望 报告 路过 王义得追问道 真的是路过 凌望 是的 团长 我们不是路过 那应该是什么 他知道王义得多想望 故意打去道 第270章 紧急集合 王义得这才知道自己多想了 松了一口气 回道 没什么 你们今晚好好休息 养足精神 对明天的演习全力以赴 凌望 是 刘伟 是 王义得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 转身无奈地自嘲 这个凌望 脑子是真的通透 也敢想敢做 要装备药的 我都有点怕他了 这一夜 士兵们一如既往地在宿舍睡觉 呼噜声此起彼伏 嘟 嘟 嘟 突然 整个军区驻的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 驻地的所有士兵连忙坐起来穿裤子 凌望同众人一样 快速地收拾着东西 这次演习集合 不同于以往的集合 还要打包他们带的干粮 以及一些蛆虫药 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士兵 现在也有点手忙脚乱 才四点 怎么就集合了 演习大半夜的集合 还要不要人活了 才集合就搞这种幺蛾子 我感觉这次演习 肯定不会简单 你这说的不是屁话吗 军区演习 怎么可能简单 林旺在快速有条理地收拾着自己的背包 脸上一如既往地淡定 晚上王毅德叮嘱自己好好休息的时候 林旺有猜到 集合是这个样子 不过他没有提醒其他人 让人早做准备 当然 他也同样没有早做准备 军区决定在半夜集合 肯定是想要最大程度的模拟战争 战争可不分你白天黑夜 敌人随时都有可能进攻 整个连的人集合完毕后 林旺带着众人去武器库领取装备 他们连领取了自己枪支和规定的弹药 还有两挺重机枪 三挺轻机枪 两只可以干掉装甲车的大局 所有人有序地乘坐运输车前方 或者驾驶着自己连队的部战车 前方演习阵地 他们这群人 赶到演习阵地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林旺所在的猛虎团 由于任务比较特殊 所以一千几百号人提前下车 从山路奔袭前往阵地的最前线 林旺带着石连的人 跟着猛虎连的大队伍前进 深入阵地后 王毅德下令兵分两路 林旺带着石连的人 选了那只王毅德不在的队伍 跟着出发 林旺的运气 要说坏吧 他总是能遇到很多拿军工的机会 要说好吧 可他现在却挺倒霉的 因为他选的连队 还没有到达计划的开战地点 便碰到了敌人潜伏过来的先行部队 有了小的摩擦和交火 好在敌方的人数不多 这支队伍临时任命的队长 安排众人散开 做适当的反击 林旺则保持相反意见 大声喊道 队长 快点安排坦克 对他们进行集中的火力覆盖 趁他们没反应过来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队长焦急地说 这样岂不是会提前大规模的交火 暴露我方火力 让敌军其他部队过来支援 而且咱们人数占据很大优势 散开来打他们 虽然耗费时间可最为保险 林旺直接吼了回去 速战速决 咱们继续前往目的地 就算被发现也没事 咱们的任务的 就是引起小规模的交火 你想想团长对我战术指挥的态度 听我的安排准没错 大队长思考了一秒钟 直接按照林旺说的那样命令 坦克车长得到命令 当即安排炮手和驾驶员 开始进行瞄准 坦克的炮筒开始缓缓转动 对目标射击地点开始瞄准 一声巨响过后 刚才瞄准的地点 火力范围的内的所有士兵 全部触发了淘汰装置 钢窥的同一侧开始冒出蓝烟 他们牺牲了 轰炸声接连不断地传来 敌军士兵淘汰了很多 但还有很大一部分 及时躲藏了起来 敌军的先行小队 本来人数就不占据优势 现在死了一大半 更加处于弱势 林旺他们这支队伍 收拾残余的敌军 简直小菜一碟 林旺拉着队长嘱咐道 队长 你们在这里做好扫尾工作 记得等会赶快转移阵地 随便乱跑就行 咱们的任务 有很强的自主性和机动性 我带着十连的人先走了 大队长 好 你一切小心 我等你的好消息 林旺 是 简单地交涉过后 林旺带着十连的人 转换了一个方向 继续前进 准备深入敌人内部 他要做一把匕首 在敌军阵地乱统 尽量制造混乱 他的目的是通过这次演习 让自己的名字响彻全军 林旺将阴眼技能 时时刻刻打开着 不断地观察周围的敌军 阴眼技能的覆盖范围是两公里 虽然范围不大 可还是够用的 每当检测到 前面要遇到敌军时 林旺便带着众人 改变前进方向 他要深入敌军内部 不是在这阵地前线交火 十连经过一天的行军 林旺带着他们 不停地转换方向 愣是一路上 没有遇到一个士兵 转眼间 时间来到了深夜 林旺给众人打了一个停的手势 而后他观察了周围的环境 脑海中回想着 白天看了一遍 便牢牢记在心里的地图 这个方向是深入敌军阵地 最快的路 命令道 大家快速前往左侧的小山坡 隐藏起来 众人听到命令 立马行动起来 所有人隐藏好后 有一大队敌军便过来了 众人看到路上前进的敌军 大概有三个连的人 如果正面交手 他们除了林旺之外 应该都活不下来 兵力是敌军四分之一 面对面的干 怎么可能会赢 众人在夜色的干扰下 依旧看到了行军的敌军 一个个心中对林旺极其佩服 这下 咱们又躲过了一件 连长怎么知道 要有大批的人过来 连长这人真是神了 待这伙敌军离开后 林旺又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他们整个连队奔袭的速度很快 所以在后半夜的 便摸到了敌军阵地深处 林旺找到了一个装甲剑 一个高炮连 一个炮兵连 东躲西藏了一天 这下终于可以交火了 第271章 又敌深入 林旺带着人 在远处的隐蔽地点观察着 他身边的三位排长 都在拿着望远镜观察 刘伟将自己的望远镜 递向林旺 连长给你 你看一下 对面的这个火力很猛啊 咱们要不还是偷偷溜走吧 就像上次那样 咱们去执行斩首任务 林旺将递置自己身前的望远镜 给推走 回答道 我刚才已经看过了 咱们不走 要的就是打这种重火力连队 这只有半个团的人 我还有点嫌他们人少 刘伟 对于这个回答 刘伟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旺没等他询问 直接解释道 这次演习不同于上次的演习 规模太大 阵地也大 咱们很难找到对方指挥部 而且 咱们连这么多人 靠近敌军指挥部 这不太现实 趁着现在人多 咱们尽量敲掉敌军的重火力部队 就算是啃不下来 那也要打乱敌军的阵脚 在他们阵点 闹出大的动静 而且这次演习的规则 干掉敌军最高指挥官 并不能结束演习 只能很大情况的影响战况 为打胜仗增加概率 刘伟点头 搭话道 我明白了 咱们这是尽量搞破坏 林旺带着人 从观察的隐蔽点 悄悄退下来 拿着地图 一边指着地图上的位置 一边安排道 一排的人 去这里的空地 去布置地雷 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 能布置多少布置多少 你想一下 用什么做好地雷点的标识 然后告诉我 一排排长 是 二排的人 等会跟着我一起 去吸引敌军火力 诱敌深入 三排的人 隐藏在这里和这里 如果看到我们不行了 就给我们援助 如果我们 还能抵挡得住敌军 你们就潜伏着别动 待我们那里的战斗打响后 又重新打回来 开始和我们一起 打配合 朱玉枪法好 让他拿着大局 跟着你们三排一起行动 如果有高射炮 让朱玉 就率先干掉 高射炮车的炮筒 打坦克的时候 先打他们的通讯设备的 和前望进 刘伟 是 三排排长 是 凌王一起安排好后 一排排长开口说道 连长 我们一排的人 以狗尾草为标记 你们注意脚下 凡是有狗尾草的地方 你们都不要踩 如果某处狗尾草过多 会影响你们前进 我们会适当地清理 凌王 好 就这样干 一切都安排好后 凌王便带着二排的人出发了 偷偷地靠近蓝军的队伍 蓝军临时的驻扎营地内 停放着八门高射炮 六门火炮 六辆坦克 还有很多轮式步战车 兵力总数 大约在六百人左右 这支队伍 算是中型的火力支援部队 重武器装备不多不少 火力充足 而且机动性很强 虽然是中型的支援部队 可对于凌王他们这个重型武器 只有机关枪 和两支大巨的步兵连来说 处于直接碾压的程度 连队里的人躲在草丛中 看到大约六七百米前的 蓝军营地内的武器装备 忍不住倒吸吸口凉气 对方一发炮弹过来 他们就尸骨无存了 连长这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要和对方决战 凌王和刘伟则是一脸的淡定 这对于他们潜入过 敌军指挥部的人 算是小场面 凌王一边观察着蓝军营地的动态 一边看着手表 两个小时到了 一排的人应该完成了布雷 可以开始行动了 凌王小声命令道 等会我一开枪 你们就跟着打 我撤退 你们再跟着撤退 往下传 等会连长开枪 往下传 连长开枪 咱们开枪 连长跑 咱们就跑 往下传 凌王把大局架好 将枪口瞄准蓝军营地内的 一门高射炮 碰 一声巨响传来 凌王周围的尘土 因为巨大的后座力 而飞扬起来 应声而来的 还有一门高射炮的炮筒上 有一处出现了蓝色烟雾 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 这门高射炮的炮筒 现在已经开花或者弯曲了 突如其来的枪声 这让营地内的蓝军警惕起来 一个个找隐蔽地点躲藏起来 他们的大队长 看到高射炮炮筒上的痕迹 脸色当即凝重了起来 当即安排到 快点给指挥部汇报这里的情况 一个步兵连 先去枪声来的地方试探的交火 三辆部战车跟上去 来两门火炮 跟着步兵连的人 一起去前方看 他正安排着 又是三声大居的枪响传来 碰 碰 碰 一辆坦克和一门高射炮又被干掉 紧接着一阵枪声传来 步枪 机关枪的声音夹杂着传来 蓝军营地内 有几个倒霉鬼被干掉 大队长立马拿着对讲机命令到 一号高射炮 给对面的火力点来一炮 早在前几秒钟 凌望便大声命令 往东边撤 十连的人听到后 打完最后一枪 背着枪跟在凌望身后 攻着腰快速转移 就在他们离开的下一秒钟 高射炮的炮声响起 刚才他们所在的地方被瞄准 有人没能及时逃离 还在炮弹的有限轰炸范围内 身上的淘汰装置被触发 钢盔上冒起浓浓的蓝色烟雾 在草丛的掩饰下 他们在快速地转移着 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身形 但因为他们行动 不断摇晃的一人高的野草 暴露了他们的行踪 蓝军大队长当即命令继续轰炸 接连几声炮声响起 凌望身后带着的人 又有两个阵亡 其余人全部都成功逃离 躲进更加茂密的草丛中 蓝军大队长当即命令 开始追击 三门高射炮 三辆坦克 五辆部战车 和众多步兵 立马开始追击 凌望控制着自己的脚下速度 速度在能让身后的士兵 跟上前提下 尽可能地快 剩下的二十多个人 快速跑着 士兵们这次身后有敌人追 身前有个跑得特别快的连长 一个个都拼命地跑着 速度比平常快了不少 第272章 不负所望的蓝军 他们就这样一路跑着 担心在又高又密的草地上 步战车和高射炮的速度跟不上他们 给跟丢了 凌望还带着众人 时不时地给对方来击枪 提醒他们自己所在的方位 凌望带着众人一路猛跑 后边的蓝军努力追着 由于后边的人有重型武器 外加刚才凌望他们 是从这条路摸过去的 提前有规划 对路行比较熟悉 而且凌望他们人数少 行动起来比较便捷 所以一路上 蓝军一群人 愣是没能追上凌望他们 就这样一路跟着 蓝军发现了一处蜿蜒的山路 带队连长当即命令 步兵在这里追着红军的人 步战车 高炮车 坦克去路上等着步兵的讯号 一旦发现敌人的踪迹 直接给我打 他追着红军的小队 察觉到了有这里有问题 红军估计是要把他们往什么地方引 但不追又不行 在他们蓝军的阵地深处 突然出现了红军的 如果不追上去搞清楚 很有可能会给红军喘息的时间 但他又怕红军的陷阱 所以这样安排 别管红军三七二十一 直接干掉他们再说 隐藏在山路东边 小山坡上的三排众人 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 终于开始对打头的高射炮进行瞄准 随时准备战斗 不过好在 对方没有发现凌望他们的具体方位 这次他们暂且不用投入战斗 凌望带着人来到雷区 大声命令道 全都注意脚下 别踩脚下的狗尾草 树林处于雷区的上荡高地 咱们等会往树林里冲的时候 都给我跑得飞起来 蓝军的人肯定会发现咱们 别被他们干掉了 众人 是 凌望带着二排的人来到雷区 他有危险预警系统 就算闭着眼睛 不去看脚下的狗尾草 都不会踩到雷 但是其他士兵不行 他们的速度瞬间慢了很多 凌望再次命令道 你们跟在我后面 踩着我的脚印走 众人是 在这危机时刻 别人也来不及去多想 为啥凌望走过的地方 就不怕有地雷 第一反应 那就是听凌望的命令 毕竟活命要紧 而且平常凌望的种种表现 无疑不再证明着 他有实力 众人也都幸福 所以才对凌望的命令 言听计从 当众人快速到达高地 跑至小树林内时 蓝军的人看到他们 当即开枪 是一步远处山路上的 高射炮和坦克 告诉他们攻击的位置点在哪里 由于山路蜿蜒齐区 装甲车队正在一处拐弯处 所以射击迟缓了 大概有一分钟左右 炮弹发射出的时候 凌望他们早就跑至了小树林内 不见了踪影 正是有这段蜿蜒的山路 可以利用来做天然的阻碍 凌望才将雷区选定在了这里 带队连长 眼睁睁看着凌望他们 成功跑进小树林 忍不住叫骂 马德 就差一点 他看了看坦克和炮车 又看了看凌望他们 刚才跑进了小树林 他知道小树林有陷阱 但这下不追又不行 于是命令到 通讯兵给营地 发送咱们现在的位置 告诉他们现在的情况 步兵打头阵去林子里看看 一遇到情况就开枪 发射信号弹 坦克和高射炮 找好合适的狙击点 等着我们的响应 众人 是 带队连长下令 众人立马开始行动 带队连长带着步兵打头阵 进入了雷区 他们一开始踏进的雷区 地雷布置的密度比较稀疏 随着他们的渐渐深入 这才有人踩到了地雷 哄 哄 随着不断的爆炸声传来 蓝军追击的众多士兵 有的愣在原地不敢动弹 有的慌忙的向另外一边扑倒 想着躲过那枚地雷的轰炸范围 结果扑在地雷堆里 又是一阵轰炸响起 就这几秒钟的功夫 这里的一只步兵连的人 阵亡了七七八八 剩下的几个人 愣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有人看着他们连长问道 连长 这一下该怎么办 他们连长没好气地说道 没看到我头上冒蓝烟了吗 我现在已经死了 别问我 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 马德 中计了 没想到他们的埋伏在这里 这群蓝军不负凌望所望 走进雷区 大部分都被炸死 山路上的坦克兵 以及炮兵箭撞 着实被惊到了 带队连长他们 还没能进入树林 这一下就被干掉了 他们这还怎么进攻 于是他们在原地等候 向驻地发送信息 请求支援 就在这时 凌望带着连队里的十多个老兵 快速在山地上奔袭着 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人 所以速度又快 动作又轻 才十几分钟的功夫 他们便摸到了山路 另外一侧的山坡上隐藏起来 准备对三辆坦克 和三架高射炮 还有那几辆步战车动手 凌望趴在山坡上 警惕地观察着下边的情况 安排到我等会开第一枪 先干掉坦克的通讯装备 你们听到枪声后 把高射炮炮车上的炮兵干掉 速战速决 众人气喘吁吁地回答道 是 马城看着凌望 喘着粗气开口道 连长 你怎么不累 凌望没有回答 而是看了一眼 跟过来的十多个老兵 简单用阴眼技能 查看了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 他们几个虽然看起来比较喘 可身体状态还可以 可以战斗 他直接命令道 记得刚才我的说话 而后转身拿着大鞠 开始射击 碰 一声枪响过后 坦克队伍最前边的 那辆坦克的通讯装备 开始冒蓝烟 现在整个队伍 变成了哑巴和笼子 无法和大部队联系了 还不等蓝军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阵枪声便传来 炮兵一个不胜 全部被干掉 坦克的炮筒 开始快速转动 向刚才枪声 传来的方向瞄准 这个时候 凌王他们 早就转移了阵地 就在这里枪声响起的同时 树林中剩下的人冲出来 冲围区还活着的几个蓝军 一通扫射 第273章 完美的反击 凌王在山坡上 不停地转换地点 每开一枪 就换一个地方 他提着二十几斤的大鞠 就像是拿着步枪一样 动作很是敏捷快速 不通过瞄准瞄准 直接提枪就干 几辆步兵战车 三分钟左右的功夫 便被凌王的大鞠干掉 而且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每次射击后 蓝军进行的反击炮火攻击 愣是没有伤到他 解决掉步战车后 凌王带着人偷偷摸了下来 现在的蓝军 只有三辆坦克里的人还活着 剩下的全部被干掉了 他们只负责解决掉 坦克里的人就好了 坦克里的坦克兵 躲在驾驶舱里 不敢出来 只能通过前望镜来观察攻击 可是近距离的攻击 他们视野有限 而且炮筒瞄准比较费劲 他就像是行动缓慢的老人一样 凌王带着的老兵 看到坦克炮筒冲他们瞄准后 老兵各种神走位 蓝军坦克兵们 愣是拿他们没办法 凌王来到坦克附近 看向几个高射炮上的炮兵 命令道 你们把衣服脱下来 蓝军的几个炮兵愣了片刻 然后才开始脱衣服 他们是真的不想脱 可现在谁让他们是死人呢 凌王拿上衣服 便去读坦克的换气口 才等了一会儿 坦克驾驶舱舱门便被打开 有坦克兵从里边出来 凌王当即挑枪 将露头的士兵全部解决掉 大家把臂章扯下来 换上蓝军的臂章 众人 是 这次是军区内的大演习 敌我双方的军装都一样 用臂章来区分红蓝军 现在换臂章 就等同于换上了敌军的衣服 一切都换好后 凌王命令到 驾驶技术好的人 上另外两辆坦克 剩下的人 开着高射炮炮车 跟在坦克后边 等会遇到蓝军的人 直接给我干 如果情况不对劲 我会让你们跟云速撤离 众人 是 刚才凌王没有提着大局 直接干掉坦克的炮筒 和高射炮的炮筒 就是想要捡了这个大便宜 拿着蓝军的武器 去打蓝军 现在无论怎么打 他们都是赚的 就这样 所有人都换上了蓝军的必章后 便出发了 凌王亲自驾驶着 打头的那辆坦克 他身后跟着坦克 高炮车 还有为数不多的步兵 现在抢了重武器 凌王想要返回去 把蓝军剩下的人干掉 刚才那片驻地的蓝军 有不停地和追击的蓝军联系 当他们联系中断后 蓝军大队长当 急意识到出现了问题 连忙带着现有的兵力 和武器前往支援 蜿蜒的山路 九区十八弯 走在路上 并不能像公路上那样 一马平川 不能将前方的车辆 和人一眼看到 视线非常有限 可这山路 对凌王却造不成一点影响 他的鹰眼技能 在时时刻刻观察着周围 两公里内 每当有生命员出现 他都能第一个知道 所以 早就锁定了 前来支援的蓝军的位置 他继续率领着众人 往前缓慢的行驶 虽然现在他可以瞄准 可是坦克火炮的射程 只有一千多米 够不到距他两公里的蓝军 而且 一发或者两发炮弹 根本干不掉 对方前来支援的人 必须得身后的高射炮和坦克 一起炮弹齐发 才有可能在 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解决掉 全部的蓝军 凌王来到一处拐弯处 前边有段弯曲角度 特别的大的路段 所以 他让所有人都停在这里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蓝军 他们在这里提前准备 前来支援的蓝军 通过弯路时 视野有盲区 这个时候是最佳的轰炸时机 众人就这样安静等着 凌王看到有蓝军的坦克落头后 当即开始发射炮弹 身后的坦克和高射炮炮弹起飞 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已经阵亡 蓝军都惊讶地看着前方 紧接着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他们的装备 被红军截获了 怪不得刚才断了联系 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 他们便再也没机会反应过来 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轰炸了许久 轰炸的声音才停下 反正这是蓝军的武器装备 凌王他们这群人 霍霍起来不心疼 搞出了很大的动静 凌王解决掉前来支援的人 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他要去刚才的柱地看看 做下扫尾工作 蓝军的人 他一个也不想放过 他们路过三排潜伏的地点时 三排看着山坡下 山路上的坦克和步兵战车 再次提高了警惕 保持战斗状态 可他们只看到了蓝军的坦克 和高射炮车 没有看到自己人 而凌王的命令是 看到他们扛不住了 再开始动手 他们这下眼巴巴地看着 凌王他们 这群假蓝军 从他们眼皮子底下离开他们 是真的心痒痒 想要动手 但又不能违抗命令 凌王带着人 还距离蓝军有一段时间 他便用鹰眼技能观察到 蓝军驻地没人了 估计是刚才一阵猛烈的轰炸声 让蓝军的大队长 察觉到了不对劲 带着人转移了吧 不过没关系 时间这么短 他们跑不了 凌王一边前进 亦便用鹰眼技能 搜寻着剩下的蓝军 当来到刚才的驻地后 这里果真一个人影也没有 凌王的鹰眼技能显示 在大概五百米处 有一群生命员 估计就是剩余的蓝军 于是凌王通过队讲 机命令道 等会你们朝着 我炸的方向给我炸 另外一边 蓝军大队长躲在暗处 观察了一会儿凌王他们 感觉应该是没有红军的大部队了 他才开口安排道 看着他们给我 炸 轰 轰 轰 他最后一个字 还没能说出来 便传来炮声连天的炮火声 蓝军所有人的钢窥上方 开始往外冒蓝烟 他们阵亡了 凌王带着一个装备一般的步兵连 在不到四个小时内 便干掉了蓝军五个重装备连队 这战绩 实属无人能敌的状态 蓝军大队长命令众人 向刚才的柱弟那里前进 他要亲眼看看 这个干掉他的是 哪路的神仙 很快 他们便出现在了凌王面前 蓝军大队长 从步兵战车的副驾驶位上来 走向了凌王 第274章 引起蓝军指挥部的关注 凌王看到蓝军大队长向自己走过来 看了一眼对方的军衔 是少校级别 他按照该有的规矩 主动走向了大队长 敬礼打招呼 首长好 你好 大队长礼貌回应的同时 看了一眼凌王肩膀上的军衔 又看了一眼凌王的臂章 眼神中浮现出惊讶之色 这个人这么年轻 竟然扛着上尉军衔 这臂章可以换上我蓝军的 这军衔 难道是因为他穿上了 我们蓝军的衣服 所以是上尉军衔 他疑惑地问 这军衔是你自己的吗 凌王 是 大队长又仔细看了一下凌王的脸 问道 你多大了 凌王 二十 大队长这下变得更加不可思议 你才这么年轻 就干到了上尉 就算你是军校出身 也不可能拿到这个军衔 这怎么回事 凌王 我录制毕业 拿过很多军工 所以上级授予了我上尉军衔 大队长点头道 肯定地说 怪不得 我过来找你 主要是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知道我方人员 隐藏的位置 虽然距离你们不远 可中间有树木这些遮挡物 而且 车者我们也都处理过 难道刚才你们有人 潜伏在这周边盯梢 凌王淡淡笑了一下 胡扯着回答道 我根据地势分析出来的 前方有战况 你们在没有接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 肯定是想着支援 而不是撤退 刚才过来 我看到这里 没有撤退的车者 所以认定 你们是埋伏在周边 根据导演不给的地图 我推断出了 你们最有可能潜伏的位置 大队长听了这话 脑头惋惜地说 刚才其实是想伪造撤折的 可没想到 你们过来得太快 根本没时间 紧接着 他话锋一转 冲林望竖起大拇指 佩服地说 不愧是年纪轻轻 就拿到上位军衔的人 果然不同凡响 蓝军指挥部 刚才收到了大队长 向指挥部发送的消息 他们当即派出了 小型无人侦察机 前往观察 这次军区大演习 设立的有导演部 红蓝军双方的指挥部 导演部的侦察机 可以在双方阵地 随意飞行观察 红蓝军均不可击下 红蓝军双方的侦察机 下药挂有相应颜色的小旗 如果他们前往敌军阵地勘察 是可以被击下的 挂着蓝色小彩旗的 小型无人侦察机到达的时候 凌望他们 已经换上了蓝军的臂章 蓝军指挥部的人 以为凌望他们是蓝军 侦察机一路跟着凌望他们 凌望他们轰炸了一处地点 有一群人从那里出来 蓝军指挥部的人 看到这里还在开心 纷纷拍手叫好 打得好 通讯兵 你去给我查一下 这是哪支连队 必须加奖 咱们部队的装甲兵这水平可以 竟然能准确推断出 敌方隐藏的地点 这伙进来阵地骚扰的红军 一下子就被咱们拿下了 这伙红军真是不自量力 就在众人开心的时候 侦察机自动识别到 大队长和凌望有交流 自动将镜头拉近 这下蓝军指挥部的众人 开心不起来了 因为刚才被干掉的那伙人中 有他们蓝军的大队长 指挥部的人 几乎都对这个大队长有印象 所以看到他的脸后 众人才意识到 原来是他们的人被干掉了 原来凌望那伙人是红军 刚才被干掉的人 是他们蓝军 最可气的时候 刚才他们竟然 还在跟着一起高兴 指挥部的氛围 瞬间变得凝重起来 刚才拍手叫好的所有人 脸色都非常的难看 自己的人被干掉 自己还在跟着高兴 这也太丢人了 比眼睁睁看着 红军的人干掉他们的人 丢人多了 最高指挥官 看着大屏幕上凌望和大队 长打招呼的画面 眉头微皱 严肃地命令到 信息兵 让侦察机专门拍一下 这个红军的脸 我倒要看看 这位究竟是何方神圣 信息兵 是 很快 凌望的面目信息 便呈现在大屏幕上 众人看到凌望的脸 并且看到他肩膀上的军衔 所有人都微微吃惊 这个尚尉军衔的军官 看起来也太年轻了 看样子才十九二十来岁的年纪 竟然已经是尚尉的军校 以后前途不可估量 看来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无论是 他平实力拿到的尚尉军衔 还是平关系 拿到的军衔 都是不简单 虽然这是不常见 可对于他们这种大校 或者少将之类军衔的人 还不至于让他们很震惊 和大队长简单打招呼过后 凌望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 定 宿主被无人侦察机锁定 危险系数为零 凌望听到提示音 抬头向天空看去 天空中现在飞着两架侦察机 一架导演部的 一架是蓝军指挥部的 刚才他们飞过来的时候 危险预警系统便有提醒 凌望想到 这次系统任务是 让他在这次演习中 扬名立万 要在军区打出名声 所以 他将蓝军的侦察机留下来 打算给蓝军指挥部的众多首长 上上眼药水 现在这个侦察机锁定了自己 自己已经成功引起蓝军指挥部的注意 凌望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这个侦察机也没有继续留下的必要 留下来 只会妨碍自己接下来的行动 所以 凌望走向了刘尾 伸手将大局要回来 二十几斤将近三十斤的大局 凌望轻轻松松挑起 描向天空中蓝军的侦察机 蓝军指挥部见状 在惊讶凌望强大臂力的同时 由指挥官连忙命令到 不好 他要打侦察机 快点把侦察机给掉 他的命令还没有下达 众人面前的屏幕便黑屏了 凌望已经快速击中侦察机 触发了侦察机的淘汰装置 虽然侦察机还能飞行 但已经不能完成侦察任务了 最高指挥官李建成叹了一口气 命令到 把侦察机给掉回来吧 信息兵 是 李建成看着大屏幕上 重新切换的其他阵地画面 感慨到 看来红军的这个并不简单 第275章 震惊导演部 大局都能像步枪一样轻松地挑起 这人的臂力很厉害 而且准头很好 提枪就干 是华夏狙击手该有的风范 他年纪轻轻 枪法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怪不得能拿上位的军衔 虽然自己的部下吃了败仗 可李建成依旧毫不吝啬地夸奖着凌望 强大的敌人 往往是令人钦佩的对象 更何况凌望是华夏军人 李建成心里对凌望并不憎恨 夸归夸 可他下手可是一点都不手软 命令到 让野狼特战队派出一个连的兵力 对刚才那伙红军进行搜查 再把附近营地的兵力调过去一部分 帮忙一起搜 是 部下得到命令后 当即开始联系野狼特战队 参谋长疑惑地问道 李市长 这伙红军深入咱们阵地的原因 还不知道是什么 咱们要不要先跟着他们 看一下对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李建成摇头道 这样太冒险 这支连队 既然能躲过咱们阵地的驻军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就来到我们阵地身处 那就说明 他们的能力很强 放纵下去 怕是会引起更多的损失 所以 直接干掉就行 其他指挥官听到这话后 疑惑地议论着 刚才那支红军的队伍 虽然表现很优秀 可除了那个上尉 其他人的表现平平 不像是特种部队的人 可不是特种部队的人 怎么可能躲过咱们阵地的驻军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 竟然摸到了咱们阵地身处 前后矛盾 我怎么也想不通 现在也就只有一种说法能说得通了 那就是 刚才那个上尉很厉害 所以能带人摸到这里 凌望托起大局 挑高枪管 对着蓝军侦察机 直接来了一枪 便将侦察机干掉 这一幕惊呆了现场的众人 凌望所带的十连士兵 纷纷高兴地鼓掌叫好 我去 连长这臂力 太牛了 知道连长枪法准 没想到他大局也玩得这么溜 神枪手 也就是连长这个样子了吧 连长太厉害了 朱玉现在很是惊喜 兴奋的瞪大双眼 仿佛追星的脑残粉 看到了偶像一样开心 他一边鼓掌 一边激动地大喊 连长这也太牛了吧 想起前些天挑战连长的枪法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个笑话 连长 你这枪法绝对不是练就 可以练出来的 这特酿的天赋 蓝军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忍不住给干掉他们的凌望鼓掌 这枪法真够可以的 这个红军连长 臂力这么好 他的格斗也绝对是一流的水平 大队长甚至佩服地笑着冲凌望说 兄弟 这枪法够可以啊 凌望将蓝军的侦察机干掉后 看了一眼导演部的侦察机 并没有动手 而是收枪 驾驶者坦克带领众人继续出发 他脑海中再次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定 在此次演习中 杨明立万任务完成 进度15 任务奖励 超级变色龙技能加在10 听到这个提醒 凌望一边驾驶坦克 一边尝试着是着了一下变色龙技能 他握着操纵感的手 肤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暗沉了许多 肤色偏向于操纵感的黑色 凌望心中一喜 这变色龙技能还挺不错 才加在了10 效果就这么明显 那加在这100 自己岂不是可以随意地和环境融为一体 他来 接下来我得继续在蓝军阵地搞破坏了 导演部的侦察机 是为了让导演部更好的观战 按照规定是不可击落的 可他这样跟下去 很有可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 现在蓝军指挥部 肯定派出大量的人员搜查 这个导演部的侦察机 必要的时候 得想办法把它击落 导演部 军长孔泰等一众军级长官 将刚才凌望精彩的战斗看了一半 刚才凌望在山坡上 伏击山路上蓝军坦克和高射炮的时候 导演部侦察机便飞过去的 导演部的人 也是从那里开始观战的 凌望在山坡上伏击蓝军 开着蓝军坦克 将山路弯路处的蓝军坦克干掉 在蓝军驻地轰炸 干掉蓝军侦察机 这些精彩的战术操作 每出现一次 导演部便出现一次掌声 龙泰 这个红军上尉有实力 而且战术水平很高 这么年轻 能拿到上尉的军衔 身上是有实力的 派出一辆侦察机 一直跟着这个红军 我倒要看看接下来 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凌望开着坦克 带领着众人 快速前进 他们现在在蓝军阵地乱闯 也不怕遇到蓝军的士兵 毕竟他们现在火力很足 可以一言不合就开炮 凌望在蓝军阵地快速行进着 他想要在搜查的蓝军找来前 利用现有的坦克 再给蓝军指挥部上上演药水 凌望时时刻刻在使用鹰眼技能 对周围环境扫描 这样 他可以尽快找到蓝军附近的营地 还可以及时发现 前来搜查他们的人 至于能不能找到 这样一只倒霉鬼连队 凌望自己也没有把握 幸运的是 他们还真就找到了一只 正在往前线运输炮火的队伍 凌望将坦克停下 带着几个人偷偷摸向前方查看 不一会儿 他们便回来了 凌望再次进入坦克内 用对讲机命令到 全体注意 前方出现了一只运输队 等会碰面后 用我教你们的机动战位不坦 协同战术给我打 速战速决 咱们只打十分钟 就算啃不下 也跟着我撤退 现在蓝军已经开始搜查他们 这里再有交火的声音 蓝军的搜查部队和救援部队 肯定能很快赶到 所以必须速战速决 很快 他们两只队伍便碰面了 十连的战士 用平常多次训练过的 不坦协同战术攻打 坦克有序 有目的 有配合地进行射击 步兵在坦克的火力掩盖下 在距离坦克大约一百多米的距离 不断地前进 第276章 偷袭敌军运输队 这里有交火 蓝军指挥部立马便收到了消息 李建成下达命令 周围所有的兵力 都去支援运输队 运输队的武器 一定不能有事 通讯兵 是 李建成又命令信息兵 派出去一架侦察机 难难自语道 难道这伙红军的目标是运输队 蓝军指挥部下达命令后 运输队周围的蓝军 一半的人都开始配合着行动 林旺看着手表 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分钟 可这支运输队 他们只肯下来一点点 而且炮弹数量已经见底 他改变刚才的命令 提前命令众人撤退 这次他们把捷来的炮弹 打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没有把运输队的人员 和物资啃下来多少 可也算打得不错 毕竟双方的武器装备 火力储备 兵力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林旺命令步兵 提前往不远处的树林里撤退 他们几个开着坦克和高炮车的人 留下来断后 林旺耳脉中不断传来声音 连长 二号坦克没有弹药了 连长 三号坦克没弹药了 连长 高射炮的炮弹 还有一枚 林旺听到这个消息 询问同一驾驶舱内的炮手 咱们现在还有多少炮弹 炮手 三枚 还有三枚炮弹 足够了 林旺命令到 所有坦克和高射炮车上的人 撤退 众人 是 他们得到命令 当即开始行动 准备撤离 这种紧要关头 早撤离一秒钟 就多几分活命的机会 大家的速度非常快 和林旺同一驾驶舱内的炮手 率先出了驾驶舱 林旺身边车掌位置上的刘伟 也跟着往外爬 就在他半个身子 探出驾驶舱的时候 突然低头向驾驶舱内看了一眼 看到林旺在驾驶位上不为所动 紧张地大喊 连长 快点撤退 林旺 你们撤退 我断后 刘伟听了这话 已经探出的半截身子 又往驾驶舱内收 并且大喊道 连长 你先撤退 我断后 没了你 咱们连的人不知道怎么行动 在这里活不了多 酒 刘伟一边说 一边返回驾驶舱 他身子还没有进去的时候 便感觉到 屁股和腰间受到了一股强力 林旺这个时候 半站起来 一手提着刘伟的腰带 一手脱合刘伟屁股 直接将他整个人丢了出去 碰 驾驶舱舱门 在刘伟被丢出来的那一刻 瞬间被关上 刘伟动作非常敏捷 外加林旺 没有真想伤着他 所以 在他在坦克上打了一个滚 手脚快速找到支撑点 又爬向了坦克舱门 一边敲打着坦克舱门 一边大喊道 连长 快点出来 林旺 你会没命的 在这紧要关头 刘伟下意识喊出了林旺的名字 虽然现在林旺是连长 可在刘伟心中 林旺更是他的好兄弟 炮手躲在坦克身后 生怕被炮火伤到 扯着嗓子大喊 排长 咱们撤退吧 这样下去 咱们也会没命的 这个时候 其他坦克里的士兵 也有从驾驶舱出来 他们见状 一起将刘伟拉走 刘伟离开后 林旺不断地用前望镜观察 找准了一个运输队的重要位置 快速调整坦克炮筒方向 按下发射按钮 哄 一声爆炸声传来后 林旺快速驾驶着坦克 往左边驾驶 他驾驶着坦克 才离开没有多久 便被蓝军的坦克锁定 如果不是撤离得及时 林旺现在已经阵亡了 接下来的两枚炮弹 林旺都在不同的位置 轰炸蓝军运输队重要的位点 给蓝军造成了一种 他们这里的人 没有撤退的假象 蓝军运输队 不断地调整轰炸方向 但都没有伤到林旺 在最后一枚炮弹发射出去后 立马打开舱门 从坦克上面出来 他跳在地上 在地上打了几个滚 然后快速地站起来 向刚才十连士兵 撤离的方向奔袭 他的速度之快 都出现了残影 整个人在山间奔袭的身影 像是猎豹一般 快速灵活 撤离的途中 凌旺一边快速地奔袭 一边寻找合适的位置 拿着手中的大鞠 将这里的坦克 高射炮的炮筒 全部赶掉 这里的武器 就算凌旺不要了 但也不能给蓝军 留下一个完整的 蓝军运输队 察觉到凌旺他们 没有在开炮 并没有追击 担心有诈 他们的任务是运输装备 而不是搜查红军 待凌旺他们停止轰炸后 蓝军其他队伍也支援了过来 运输队为了保险起见 向凌旺刚才所在的阵地 又轰炸了几下后 蓝军支援过来的部队 前去追击凌旺他们 运输队重新调整了一个方向 向前线运输装备 这一次短暂的交火 前后用了大概15分钟 蓝军大部分的队伍 还没有支援过来 凌旺他们便结束了战斗 蓝军派来的侦察机过来后 才找到凌旺 没几分钟便结束了战斗 蓝军指挥部的人 只看到了红军阵地这边 三辆坦克 只有一辆在移动射击 剩下的坦克 没有一点动弹的迹象 高射炮炮车上 也早就没有人影 蓝军指挥部的一众指挥官 看着凌旺驾驶着坦克的 一通神操作 内心的惊讶 已经盖过了自己运输队 被偷袭的愤怒 李建成忍不住感慨道 这个驾驶坦克的红军 技术是真好 这支队红军里边 真是藏龙卧虎 紧接着 他们看到凌旺从坦克 驾驶舱上跳下来 在他们紧张观看的时候 大屏幕上的凌旺 突然拿着大居 抬头看向了他们 只见凌旺一边跑 一边将大居的枪口对准他们 指挥部的一众指挥官 很多人都紧张地脱口出 不好 下一秒钟 他们面前的大屏幕 便再次黑屏 凌旺又干掉了 他们一架侦察机 李建成气得 将手中的茶缸 重重地放在桌子上 里边的茶水溅出不少 现在他的心情很不好 第277章 遇到熟人 李建成火大 有自己运输队被偷袭 两架无人侦察机 被干掉的原因 还有自己布下这么多人 竟然废物到了损失巨大 还让这个红军逃脱的原因 还有自己现在摸不清 这伙红军的墓 究竟是什么的原因 蓝军指挥部 由指挥官小声念叨了一声 野狼出动了 这伙红军 肯定活不久了 不过 他们这么点人 给咱们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就算现在阵亡 他们也够本了 导演部 众多军部首长 通过监控官看到了 刚才凌旺的精彩战斗 有很多人忍不住鼓掌 给凌旺叫好 这个兵的坦克驾驶数够可以的 枪法真是一绝 这种提枪就干 而且提的是 大局这种重量级枪支的神枪手 属实少见 参谋长严肃地看着大屏幕上 凌旺快速进入树林的画面 感慨了两句 红军刚才的不坦协同作战 很熟练 和平常的不坦协同作战 看起来很一样 可又感觉不太一样 感觉他们兵力协助更灵活 而后他命令道 这支连队是哪个部队的 下去问问他们的不坦协同作战方法 是 紧接着 导演部大屏幕上的画面 随着凌旺进入了林地内 他们看到凌旺和其他人会合后 凌旺简单安排了几句后 凌旺便和大部队兵分两路 分开躲避搜查 军长龙泰命令道 让无人侦察机跟着那个上尉 通讯兵 是 只见凌旺快速地在林地内奔袭着 时不时地隐藏在大树下 宽大的树关 让导演部的侦察机无法观察到他在做什么 凌旺反常的行为 让一种手掌很是疑惑 军长龙泰命令道 让侦察机飞得低一些 去树关下边 看看凌旺在做什么 通讯兵 是 他得到命令 当即开始远程遥控侦察机往下飞 侦察机现在飞行的高度 大约在三四米的高空 都快和贴脸观察差不多了 凌旺蹲在树下 假装挖了挖坑 填了两下土 看到导演部的侦察机现在在低飞 心中一喜 导演部的人比他想象中还要沉不住气 凌旺命令十连的人进入树林 就是最大程度的给蓝军搜查部队制造不利地形 最大程度的提高十连其他人 可以逃脱蓝军搜查概率 导演部的侦察机在观察到蓝军有人过来后 会进行高空飞行观察 最大程度的不影响红蓝军双方的战况 可谁也不能保证 侦察机不会百分之百的无影响 所以凌旺要想办法干掉导演部的侦察机 导演部的侦察机 演习规定不可以给干掉 想要干掉它就必须得想一个合理的办法 凌旺站起来继续在树林里快速奔袭着 速度十快十慢 导演部的侦察机跟着他被迫时不时地改变速度 凌旺在树林里找了一棵大树 直直地向他奔去 在快要撞到树上的时候 凌旺突然拐弯向右侧跑去 侦察机也跟在凌旺身后快速地飞行着 控制侦察机的通讯兵早就预料到可能撞到树上 所以早有准备 他跟着凌旺在快要撞到树上的时候 猛地来了一个急转弯 同凌旺一起拐向右侧 谁知 无人侦察机才拐向右侧 便一头撞在了右侧的小树上 原来刚才的大树只是障眼法 右侧的小树才是凌旺的大杀招 导演部的观察的大屏幕瞬间黑屏 突然出现的意外 令众人都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负责操控侦察机的通讯兵 悔恨得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 在众多手掌面前 竟然被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 这一下回去不得被骂死 一众手掌先是愣了一秒钟 然后不怒反笑 这个上卫兵是怕咱们影响他作战 故意把侦察机给搞掉了 胆子真是大呀 没想到咱们的侦察机 竟然被这小子 用这么简单的方法给干掉了 真是大义士惊舟啊 毕竟演习规则在这里 谁能想到 这一下子会打咱们导演 不侦察机的主意 龙泰笑了笑 打去道 行了 既然这小子不让咱们看 那咱们就别看了 别让他到时候再给干掉了 毕竟这侦察机不便宜 哈哈 凌旺干掉了导演部的侦察机 前往刚才和实联其他人 约定好的地点会合 而后带领着众人 找了一块地形比较崎岖 有矮坡 有成片野草 还有成片的大坑的地方 这里非常适合隐蔽偷袭 凌旺和三位排长看到这里 心中一喜 互相对视笑了一下 而后便开始安排伪装 安排着等会对敌军搜查部队的反击 有人藏在大坑内 身上盖满了枯树叶 有人爬上了大树 藏身在茂密的树叶中 大约有半个连的人 藏身在矮坡下 等待着等会的伏击 凌旺的阴眼技能 在步入蓝军营地后 便没有关闭过 在时时刻刻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待搜查的蓝军队伍 进入阴眼技能的勘探范围 凌旺便察觉到了 这次前来搜查的人数 比凌旺想象中还要多 他心中忍不住感慨道 蓝军指挥部 还真是构中所的 不知道有多少 凌旺摆脱这些人的追踪 是没有问题的 可跟着他的十连其他人 估计要在这里阵亡了 凌旺是战斗力非凡没错 可十连这一百多号人里边 也就十多个老兵和刘伟 战斗力比较强 他就算是神仙 也无法估计 众多战斗力很一般的人 凌旺能把他们 从刚才偷袭蓝军运输队的战场上 安全转移下来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很快 凌旺他们视线中 便出现了一支 大约二十人的搜查队伍 这伙人分散开来 在树林里搜寻着 突然间 凌旺听到了王打虎和刘毅的声音 这伙红军真是狡猾 竟然能偷袭运输队 还全身而退 这伙人难不成是特种兵吗 第278章 金蝉脱鞘 一 不知道凌旺和他们交手 谁胜谁负 刘毅搭话道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凌旺了 你见过凌旺有不行的时候 凌旺听到 这熟悉的声音 嘴角忍不住勾起 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能遇到熟人 虽然是好兄弟 可在战场上 凌旺依旧不会手软 就在这二十多人 慢慢靠近凌旺的埋伏地点后 凌旺一直盯着王打虎和刘毅看 准备等会对他们两个动手 自己的好兄弟 当然得自己来打 王打虎好巧不巧 从他隐藏的树下走过 凌旺看准时机 一跃而下 坐在了王打虎的肩膀上 王打虎立马开始反击 举起枪托 猛地往骑在自己脖子上的凌旺身上乱砸 凌旺一把抓住 轻松卸下王打虎的枪 开始和王打虎赤手空拳的较量 埋伏着的众人 见到凌旺行动 一起突然猛地现身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有的人从树上跳下来 骑在对方的脖子上 拳头狠狠地招呼在对方的脸上 有的人躲在枯树叶下边 抓着蓝军士兵的脚 将对方给拽倒 抓进坑里一阵乱打 躲在矮坡下的人 听到打斗声后 立马冲上来 帮忙一起战斗 二十个蓝军 在几分钟之内 愣是没有反应过来 一半多人丧射战斗力 刘逸和另外几个蓝军 反应很快 一有动静便连忙后退 刘逸反应是最快的那个 立马朝天空放了两枪 将自己的位置暴露 通知其他蓝军搜查人员前来支援 枪声响起 意味着蓝军支援马上就到 凌旺也不都王打虎完了 将别在腰带上的小匕首拔出 抵在王打虎脖子上 柔声道 你已经阵亡了 王打虎挣扎的动作 瞬间停了下来 抬头惊讶地看向凌旺 开心地喊道 凌旺 凌旺没有搭理他 从他身上跳下来 开始对其他蓝军出手 其他红军在听到枪响后 也开始开枪 二十个蓝军 几秒钟的功夫便解决掉 刘逸和王打虎 看到凌旺和刘伟 惊喜地过去打招呼 刘逸 凌旺 班长 真没想到 竟然能在这里碰到你们 刘伟和凌旺简单地打招呼 回应了一下 便拉着想和他们多说两句话的 王打虎和刘逸一起撤离 这里有了枪声 蓝军其他部队的人 马上就要过来了 不能多加逗留 凌旺他们一行人 快速地在树林中奔袭着 只不过 蓝军派来搜查的部队 有野狼特战队 这种战斗力极强的部队 而且还带了军权 所以凌旺他们 很快便被追上了 凌旺根据昨天 记在脑海中的阵地地图 每次都能快速找到 适合隐蔽打伏击的地点 阴眼技能不停地提醒凌旺 周围又来支援了很多人 凌旺决定来一招惊蝉脱鞘 他率领着众人 暂时躲避在一处 适合守卫的高处地形 而且上边树木植被茂密 非常适合隐蔽 地形上占据很大的有利地位 凌旺将三位排长喊至跟前 安排道 敌军人数过多 这样打下去 咱们势必会全军覆没 你们安排十几个人 和我一起在这里和蓝军打 凌旺说着将手中的地图拿出来 一边用手指着上边的路线 一边安排道 一排长 三排长 你们两个带领剩下的人 从这里到前边的小溪处 然后顺着溪水往这里走 如果遇到人 能躲就躲 能打就打 冲出林子 过了这片草地 就暂时安全了 等我会合就行 会合的途中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 你们自行决定 记住能跑就跑 千万别打 一排长和三排长 听了这命令后 没有喊事去执行任务 而是说道 连长 我们带人留在这里虚张声势 你带着大部队撤退 你是连长 一旦出现了什么 到时候 咱们连可就全完了 刘维也跟着他们两个一起附和 连长 还是你带着大部队撤离比较好 你的战场应变能力最强 你带着大部队 才最有可能突围出去 凌旺轻笑一声 开口道 你们说的都是屁话 就是因为我最能打 所以才能在这里 吸引蓝军的火力 给你们的撤离 尽量拖延时间 我带着大部队走了 你们带人在这里 没几分钟就被干掉 我们还撤离个屁 放心吧 我给你们安排的路线 是最有可能成功突破包围的路线 现在按照我说的 立马开始行动 三位排长被骂了两句 这一下才按照凌旺的命令行事 一排长和三排长 带着大部队离开 凌旺和刘伟 带着剩下的十几个人 开始准备战斗 王打虎和刘毅 这个时候 也终于找到机会 和凌旺说话了 凌旺找到一处狙击点 趴在那里 王打虎和刘毅 一左一右的趴在他身边 王打虎咧嘴傻笑着说 凌旺你这连长 做得真是威风 刘毅 没想到咱们好兄弟 刚一见面 就被你干掉了 王打虎 凌旺 你这小子升官直接做连长 等这次演习结束 你必须请俺们两个吃饭 不然 你这就太过分了 刚才俺可没少挨你的打 凌旺轻笑 行 我请客 你们两个还好意思说我 刚才交手的时候 你们两个可是一点都没有手软 行了 你们两个快去旁边吧 别等会开打了 你们蓝军的人 以为你们两个叛变了 王打虎 俺们这不是舍不得你吗 刘毅也开玩笑的搭华道 这不是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吗 咱们这也算是好几年没见了 这回再见到 你必须得请我们两个 去五星级酒店搓一顿 凌旺 快拉倒吧 你们 咱们分开还没有半个月 什么好几年 你们想宰我就直说 他们两个简单的说笑后 便偷偷跑至一旁观战 他们可不想别人误会 自己叛变就在他们两个 还没有从凌旺的潜伏阵地下来时 蓝军的搜查部队便找了过来 先找过来的是一小队 蓝军的普通部队 凌旺他们十几个人 简单的交火 便将其解决掉 第279章 金蝉脱鞘 二 又有其他蓝军部队 听到枪声陆陆续续的追了上来 凌旺他们十几个人 都是战斗力比较强的老兵 凭借着有力地形 在凌旺的带领下 硬是打退了三波蓝军的搜查队伍 十几个人 硬是打出了一个连的火力 紧接着 蓝军的野狼特战队 带着军权 追到了这里 他们这伙人 来到凌旺所埋伏的高地下 一改之前蓝军队伍的作战风格 没有直接猛攻 而是采用迂回战术 想着绕远路 偷偷从其他方位摸上高地 将自己损失降到最低 虽然他们是特种兵 可在凌旺他们占据有力地形下 还是躲不过凌旺他们的火力扫射 有重大伤亡 而且灵地这种地形 像火炮这种武器进不来 想要攻克一个阵地 只能用最原始的冲锋陷阵 所以 野狼特战队的人 只好采用 这种人员伤亡最少的方式 野狼特战队的人 无论多努力地隐蔽行踪 他们都躲不过鹰眼技能的勘察 凌旺心中 对着准备突袭的二十多人的行动 了如指掌 向左移动了一段距离 找到刘伟 安排到 我那里的火力 你注意照顾一下 我有事 去去救回 无论对方是什么攻势 你都率领着大家 按照我安排的那样打 刘伟 是 凌旺从阵地上下来 悄悄摸向了野狼特战队的人 野狼特战队 率先派上来的二十人 分为两支队伍 前边的一支队伍 大概有五人左右 是探路的急先锋 后边的一支队伍 大概有十五人左右 和前一支队伍 大概保持有两百米左右的距离 在茂密的丛林中 有着树木 这两支队伍之间 无法直接观察到对方 这样大大有利于 凌旺逐个击破 凌旺在树林里快速奔袭 很快便找到了 蓝军偷袭的第一支队伍 凌旺在伪装术 和超级变色龙技能的协助下 成功来到了第一支 野狼特战小队的身后 他将战靴中的匕首拔出来 来到小队最后一名特种兵身后 一手捂着对方的嘴 一手将匕首 抵在对方的脖子上 这名蓝军特种兵 就这样阵亡了 他惊讶地瞪大双眼 对自己阵亡的这件事 有些不敢相信 自己身后什么时候来的人 这人怕不是鬼吧 竟然一点脚步声都没有 凌旺保持着原有动作 将这名特种兵轻轻放倒 他的动作一气呵成 在前面的四位特种兵 没有一丝察觉 凌旺将这名特种兵放倒在地后 用口语对齐说 你已经阵亡了 特种兵异常震惊 眼神钦佩地看着凌旺 心中忍着想和凌旺搭话的冲动 现在是演习 他已经阵亡了 如果出声暴露凌旺 那就是破坏演习规则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目送凌旺离开 凌旺快速跟上了前面四个特种兵 找准时间 一掌劈在身前那个特种兵驳梗处 那个人瞬间晕倒 前面的三位特种兵听到动静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凌旺便冲上去 一拳解决掉一个 剩下的那位特种兵 转身警惕地端枪准备射击 他的手指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 凌旺便将他手中的枪一脚踢飞 这位特种兵双手抓枪抓得很紧 枪被踢飞时强大的力道 直接将他带倒 两秒钟的时间 凌旺便将这五位特种兵解决掉了 他冷声快速说了一句 你们已经全部阵亡了 而后转身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上 将自己的身形隐藏在茂密的树棺中 后边那只十五人的特种兵 很快便赶到了 他们远远地看见 躺在地上的特种兵 当即警惕了起来 十五个人分为两队 每队人都被靠着被围成一个圈 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一边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凌旺从腰间摸出一枚手雷 等待着丢手雷的最佳时机 好巧不巧的是 有一伙红军来到了凌旺藏身的树下 他们想要去拿 那几个已经阵亡的特种兵身上的武器 凌旺凭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将手雷保险拔掉 在手中停留了三秒钟后 静止丢下 碰 哄 手雷被丢下时 被另外一伙围成圈的特种兵发现 他们当即开枪将手雷击中 如果是平时 手雷很有可能会被子弹击飞 很可惜 凌旺在丢出去时 现在手中停留了三秒钟 爆炸的隐性时间 已经差不多消耗完了 在子弹击中手雷的瞬间 手雷瞬间传来爆炸声 然后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如果是真正的手雷 他的外壳早就被炸得无影无踪了 但现在是演习用的手雷 只有响声和烟雾不会爆炸 凌旺脚下的特种兵 第一反应便是扑倒 尽量躲避手雷的轰炸 所有人的钢盔上都冒出来蓝烟 他们阵亡了 凌旺在丢下手雷的瞬间 蒙踩脚下的树枝 借力跳向旁边的树 成功躲过 另外一伙蓝军特种兵 对他刚才所在位置的猛射 凌旺来到另外一棵树上 直接跳下 躲在树干后 用粗大的树干为自己做掩护 和剩下的一伙特种兵 开启短暂的枪战 凌旺的枪法神出入化 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将剩下的特种兵干掉 前后用了大约十多分钟的时间 战斗便结束 凌旺一个人将二十名特种兵给干掉了 蓝军特种兵全部阵亡了 他们呆呆地看着凌旺 从粗大的树干后走出来 忍不住上前和凌旺搭话 兄弟 你这伸手够可以的呀 你这枪法 是属于这个的 这位特种兵竖起大拇指 对凌旺夸赞道 凌旺礼貌性地谦虚回答 你们都过奖 刚才我能偷袭成功 有很大的运气在里面 你们蓝军特种部队人的身手也非常好 一种特种兵简单地赞叹了几句 有人发现凌旺的军衔是上尉 而且毕章是他们蓝军的军装 忍不住问道 兄弟 你这军装是换了我们蓝军的了 凌旺如实回答 我只换了毕章 第280章 金蝉脱鞘 三 凌旺话音落下 便转身快速离开 现在是在战场上 他可不想和陌生人胡咧咧浪费时间 一众蓝军特种兵 看着凌旺快速移动的背影 满脸的好奇 这人看起来顶多20出头的年纪 竟然做到了上尉 真是够厉害的 刚才那身手在特种兵大赛上 那是绝对可以拿名次的 红军特种部队中 一个特别厉害的年轻上尉 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好人 会不会这人不是特种兵 这种概率不大 身手这么好的人 很少不去参加特种兵考核的 由于凌旺刚才简单露了一手 让众多蓝军特种兵 下意识地以为凌旺也是特种兵 在高地下等着消息的野狼特战队的李连长 等了许久都没有前方的消息 很是疑惑 于是又派来20个特种兵 去前边看看情况 这次 凌旺依旧快速地解决掉了他们 第三波被派上去的蓝军特种兵 仍然是同样的结局 野狼特战队 这次共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前来搜查 这下派出去了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出去 都没有任何消息 这让大队长实在是疑惑 于是决定亲自带着剩下的70多位特种兵前去查看 凌旺猜到这次他们会派来更多的人 所以早有准备 提前在蓝军可能出现的路线上 简单布置了一些鬼雷 并且埋伏在路上 凌旺利用变色龙技能隐藏在路上 悄悄地对队伍最后边的倒霉弹动手 他就这样干掉了四名特种兵 愣是没被发现 野狼的连长在看到前方的一个土堆后 打手势命令众人停下来 因为他看到正前方 有一个被堆成竖着中指模样的土堆 中指前还倒插着一把蓝军的步枪 这真是伤害性不高 侮辱性极强 这是对蓝军特种兵的无能赤裸裸的嘲笑 按照普通士兵的性格 早就不满地上去将土堆踢毁 可这次来的都是作战经验丰富的特种兵 没那么容易上当 野狼连长命令到 兵分两路从土堆的侧方通过 注意要保持十米的安全距离 是 特种兵立马有序地分成两队 从树中指的土堆旁经过 谁知他们正好中了凌旺的下怀 一阵爆炸声响起 哄哄哄 他们中计了 树着中指土堆不是主攻他们的鬼雷 旁边的才是 凌旺设计的世纪中计 刚才的爆炸声送走了一多半的特种兵 还剩下二十多个特种兵 还活着的特种兵瞬间警惕起来 端枪观察着周围环境 野狼连长现在懊悔不已 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随意走了两步 远离还活着的特种兵队伍 尽量不影响他们接下来的作战 非常凑巧的是 野狼连长随意走的这几步 刚好来到了树中指的土堆旁 连长美好气地看了一眼 被倒插在土堆上的 枪支他旁边的人 顺着连长的目光看了一眼 心中同样气不过 他们可是特种兵还没有正式开打 就以这样的方式阵亡了 心中实在是憋屈 比真正战死憋屈多了 这名特种兵心里不痛快 随便一脚将倒插的枪支踢倒 哄 又有一声爆炸声传来 原来这个树中指的土堆 不仅仅有嘲讽他们的作用 还真的有不知鬼雷 野狼连长的脸色这下更加难看了起来 丢人啊 简直就是丢大人 凌望接着爆炸声大步在树林里移动 借用爆炸声来掩盖自己移动时 制造出来的动静 凌望找到了一个处于低洼地带的隐蔽点 他头顶着野草在偷偷地观察着 确定了外边二十多个特种兵的站位 并且用鹰眼技能进行锁定 推测出了最佳射击点位 而后他将身子低下 投低于观察点位的高度躲了起来 高高举起狙击枪 按照刚才推测出的最佳射击位置 不停地开枪 碰 碰 碰 蓝军特种兵当即反应过来 隐藏了起来 并且开枪进行反击 凌望躲起来盲射 这让蓝军根本无法射中凌望 双方交火了没多一会儿 枪声渐渐停了下来 凌望将钢盔摘下来 用脚顶着 悄悄伸出吸引火力 头顶着草官 偷偷在另外一段观察 钢盔冒头后 当即有特种兵瞄准开枪 凌望在鹰眼技能的协助下 将蓝军隐藏的地点 摸了个一清二楚 于是悄悄举起枪 开始一个接一个的 干掉蓝军特种兵 对方发现了 那个钢盔是烟雾弹 又根据凌望枪声传来的方向 锁定了凌望的位置 所有人开始对凌望进行射击 定 宿主已被多人瞄准 请低头躲避 紧接着 下一秒钟便传来一阵枪声 在危险预警技能的帮助下 凌望成功躲掉了对方攻击 凌望用低姿匍匐的方式 在低洼地带快速转移 重新寻找了一处射击点位 这次 他直接根据刚才观察到的 蓝军特种兵的隐藏位置 估测出了射击方向 所以 刚刚冒头便射击 然后立马低头躲起来 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在危险预警技能的配合下 凌望躲过了一枚 又一枚蓝军的子弹 没多大一会儿 剩余的蓝军便全部被干掉 野狼连长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叹息道 今天野狼的战斗力 怎么感觉下降了这么多 有些力不从心了 所有的野狼特种兵被干掉 凌望也从隐藏地点站出来 准备离开 前去找刘伟会合 野狼特种兵 看到凌望从低洼的隐藏点出现后 一直盯着凌望隐藏的地方看 等着其他人从那里出来 他们等了非常两分钟 还是没有人再从那里出来 这打都打完了 也有一个红军走了 怎么剩下的人还不出来 难不成以为 我们还没有全部阵亡 怕出来后 有人开黑枪有疑惑的特种兵 主动走过去查看情况 看到凌望刚才隐藏的地点 空无一人 很是震惊 难不成和我们打的 只有刚才离开的那一个人 第281章 金蝉脱鞘 4 野狼连长随意看了一个人 说道 你过去看看那里 有几个红军的人在 是 不一会儿 这位蓝军特种兵便回来了 报告 那里没有人 野狼连长 刚才果真是一个人 一个人干掉我们这么多特种兵 看来这家伙是兵王中的兵王啊 红军的几个失礼 竟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 野狼连长下意识地看向 凌望刚才离开的方向 内心感慨着 刚才真应该喊住他 打一声招呼 认识一下他 部队里都是凭实力说话的 有实力的人 谁都想认识一下 野狼连长 转头又从自己的人说道 这件事 谁也不许说出去 一个人红军搞掉我们这么多人 真够丢人 走 去战俘区休息 众人 是 战俘区 野狼连长才进入这片战俘区 并看到了老熟人 小子也进来了呀 老李 你还笑话我 你不也进来了吗 你们这野狼特战队 怎么一下子阵亡了这么多人 野狼连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哎 快别说了 我们这群人 全是被一个红军干掉的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特别邪乎 野狼连长情绪激动地 大声将整个过程讲完 然后小声地嘱咐了一句 这是 你可别和别人说啊 我丢不起这个人 老李看了一眼周围的人 开口道 你声音这么大 别人早就听见了 我们将镜头拉回至 凌王刚刚干掉野狼特种兵处 他重新回到坚守的高低 只有刘伟和另外一个人还活着 凌王又带着他们两个打了一会儿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命令到 撤退 他带刘伟和另外一个人 快速地奔袭在山林间 一路上躲过了两支蓝军小队 成功地和大部队会合 大队部在撤离的途中 也有一定的伤亡 现在还剩下50多号人 凌王拿出地图 开始分析着 敌军指挥部最有可能驻扎的地点 他看着地图上被标记出来的 最有可能在的实处地点 开始犯难 挨着一个一个找的 太费时间 而且中途还会遇到蓝军的部队 别到时候 斩首还没有成功 演习就结束了 凌王眉头微皱 眼睛看着地图 脑海中在不断地思索着方法 有什么方法能引射出洞呢 忽然 他想起了之前蓝军指挥部 被两次干掉的无人侦察机 他可以先在一处好攻打的营地 制造出大规模的混乱 引起蓝军指挥部的注意 他们这伙人 刚刚冲出蓝军指挥部的搜索圈 蓝军指挥部肯定会高度注意 肯定会派出侦察机 查看到时候 凌王就可以根据侦察机飞来的方向 确定蓝军指挥部的具体方位 再根据那个方位的最佳驻扎地 推断出蓝军指挥部可能在的位置 现在凌王手下还有50来号人 如果硬碰硬 没几分钟就被按倒了 凌王又思考了几十秒钟 决定采用尾点打员的方式 这样可以制造出更大的动静 而且有利于他们及时撤退 以便保留下一支精英小队 去执行斩首任务 凌王一切都计划好后 便带着部队继续前进 他们顺着山间小溪 行走了一段路 这才上岸 这样做的原因是 避免搜查他们的军队有带军权 顺着气味找到他们 凌王将鹰眼技能打开 时时刻刻搜查着周围的生命员 他顺利地找到了一处营地 而后又带着人找到了一处营地 两只营地之间的距离 大约在四公里左右 凌王从队伍中找出了 十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和刘伟 剩下的人分成两支队伍 分别把守在两处蓝军营地处 在正式行动前 凌王做了简单的交代和动员会 他用沉重的语气说道 你们分为两支部队 分别把守在两处营地附近 如果到时候还能通讯的话 我会通知你们开打 如果通讯信号断掉 你们就自行判断 把守的营地有支援部队出来 你们就给我狠狠地打 使劲地打 这次战斗 会用你们阵亡的方式结束 同志们 凌王说到这里 沉默了片刻 他是真的想带着这四十来号人 活着回去 可为了完成斩首任务 他们必须得做出一些牺牲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流血的战争 凌王的面色很沉重 他甚至都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这四十来号人 反而是这即将牺牲的四十来号人 一个个兴奋无比 有人直接说道 连长 你看你这样子 我们一点也不怕阵亡 连长 这次你带着我们 打了这一牛X的仗 以后咱们十连走在营地里 就算是条狗 都得高看咱们 连长 你别不好意思 你又不欠我们呢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死了 连长 你这又不是丢下 我们逃跑了 你们这是有更重要的斩首任务 我们都懂 一定会积极配合你的 这群兵的觉悟 出乎了凌王的意料 他听到这些话 这才笑了出来 大声说道 兄弟们都是好样的 等演戏结束 我请大家喝酒 众人 好 一切都安排好后 他们分为三支部队 前去执行任务 凌王带领着刘伟和十名老兵 前去两处营地附近 有可能通过蓝军部队的小路上潜伏 他们在这条路上 整整等了一下午 都没能等到一支部队 晚上凌王随时保持警惕 进行钉梢 其余人抓紧时间休息 接下来会有恶战 大家必须养足精神 至于凌王 他不需要休息 因为他有身体修复业 后半夜 刘伟醒来后 主动上前替凌王钉烧 连长 你睡会儿 我来替你看着 凌王啃了一口牛肉干 一边嚼一边笑着回复 快睡你的吧 我什么体格 你还不知道吗 越是不睡 我就越精神 刘伟又劝了两句 最后在凌王的严厉命令下 这才回去继续睡觉 第282章 引蛇出洞 半夜还有其他老兵陆陆续续上前 想要替凌王钉一会儿 让凌王休息一下 连长 我来看着 你去休息一会儿 连长 你不休息不行啊 我们还等着你带着我们一起去执行斩首任务 连长 我这人睡觉天生少 睡多了全身不舒服 我来看一会儿 连长 他们十个老兵 愣是没有一个人 把凌王劝去睡觉 都被凌王轰走了 凌王知道他们是好心 奈何他是真的不需要睡觉啊 老兵重新回到刚才睡觉的位置 一个个心里都暖洋洋的 小声抑论着 连长这人真够意思 让咱们休息 他不休息 不得不佩服连长的好体格呀 竟然这么过硬 打了这么久了 一点都不累 越打越来劲 真是跟上好连长了 次日一大早 凌王他们终于等来了一支小队伍 有三辆运输车 一个车子后边载着兵 其余两个车子后车厢 不知道带着什么东西 虽然队伍不大 但绝对够引起前边两个驻地的注意了 凌王小声命令到 全体驻翼 有蓝军出现 众人立马警惕了起来 架好枪 随时准备战斗 凌王又用对讲机 通知了前方两处驻地的人 让他们准备好战斗 随后他一声令下 他们这里立马打了起来 子弹和手雷齐发 打得运输小队一脸猛逼 三个司机 以及副驾驶位的人 全部被凌王干掉 载人那辆运输车上的蓝军 先是在车上和大部队取得了联系 而后下车作战 他们的兵力是凌王这边的两倍 但凌王他们早有准备 借助有力地形 几分钟的功夫 便将这群人全歼 而且他们没有任何的伤亡 凌王这边打完后 又带着众人下去看看 他们运输车上 有什么物资 刘伟察看了一下 惊喜地喊道 连长 这里是大量的手雷 烟雾弹 还有弹药 咱们这下发大财了 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本来弹药就不够了 我还发愁去哪里找 这一下就有这么多 凌王轻声笑了一下 命令道 所有人全部补充弹药 能带走的带走 带不走的 等会全都给特娘的炸了 在一旁已经被击毙的蓝军 看着凌王他们一脸猛逼看逼章 这都是自己人啊 他们傻了吗 自己人打自己人 运输小队的队长疑惑的上前 看到凌王的军衔 比自己高好几个等级 当即敬礼问号 首长好 凌王点头 随口应付道 你好 而后转身 给自己的枪上弹药 小队长继续追问道 你们是红军 什么时候潜伏进来的 凌王懒得搭理他 随口应付道 早就来了 有一个热心肠的老兵 高兴地回答道 我们和你们蓝军 打过好几仗了 虽然说小看敌人不好 可你们确实不怎么厉害 两架侦察机 都被我们干掉了 哈哈 老兵跟着凌王 接二连三地打胜仗 而且是以少队多的胜仗 这让他实在低调不起来 小队长听了这话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你们就是那个 据说偷袭火力运输大队 干掉野狼特战队 一个连的那伙红军 你们是怎么突破 我们搜查圈的 你们这支连队 在我们蓝军 现在可是出了名了 总指挥部已经下达命令 让我们全体戒严了 你们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们 凌王他们收拾多久 这名小队长 就追着惊艳地问了多久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也能遇到 这群兵王部队 凌王他们十名老兵 补充好弹药后 便将运输车上的弹药 全部给炸掉 然后带着人 快速前往距离这里 最近的一处蓝军驻扎地点 等着在那里 观察蓝军指挥部的 无人侦察机 果不其然 这里的营地派出了支援部队 凌王过去的时候 他们早就打了起来 而且打得非常激烈 凌王带着人偷偷摸过去 将刚才的弹药 给他们搬来了几箱 并且欣慰地赞叹道 兄弟们 辛苦你们了 你们还得继续在这里顶一会儿 打仗打上头的士兵 一边打 一边激动地说 连长 不辛苦 打这么多刺激的仗 我们兴奋还来不及呢 很快 蓝军指挥部收到了消息 他们的侦察机便飞了过来 而且是两架同时飞来 凌王看着他们 他们从东南方向飞来 将蓝军指挥部的驻扎地 缩小至两处的范围 他又嘱咐了负责在这里 攻打的士兵几句话 带着人偷偷躲过侦察机的观察 准备前往蓝军指挥部 蓝军指挥部 李建成听着前线汇报过来的消息 看着监控画面上的打斗场面 直接命令到 派出两架武职去配合他们 这次一定不能让这伙人 再丢跑了 前方战场 因为这伙人的骚扰 武器没能及时送上去 打好的优势局面 现在给搞没了 不能再让他们这伙人 在后方继续搞破坏了 通讯兵 是 通讯兵离开场坟后 李建成随手拿起茶缸里 准备喝水没防备住 被热水烫了一口 碰 这一下搞得他没好气的 将茶缸摔在了桌子上 洪军的这支小队 简直就像是暗器一样 在他们的阵地乱统 防不胜防 刚才派出那么多人搜茶围剿 愣是让他们给跑了 丢人啊 实在是丢人 参谋长劝解道 李市长 这次这伙人采用了 围点打员的方式 尽可能地给咱们造成伤害 看样子 他们也打不动了 决定来一场硬仗 这下把他们全部干掉 咱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地 应付正面战场了 争取再把优势给打回来 李建成眼睛深邃地 看着监控画面 常常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希望是吧 我看到他们实在是头疼 不过 就算这支队伍 现在全体阵亡 他们也早就够本了 第283章 斩首 凌王带着十名老兵 在蓝军阵地快速奔袭着 遇到蓝军能躲就躲 他们人束手 无论是行动还是隐藏 都非常的迅速 很快便找到了一处营地 凌王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 大概确定 这里不是蓝军总指挥部 于是 带着十多个老兵 继续前往下一处 可能驻扎的地点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 蓝军总指挥部就在那里 凌王带着他们 来到一处陡峭的悬崖下 抬头向上看去 刘伟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连长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蓝军这背靠天险的营地 选得真是好 咱们怎么上去 凌王 我先爬上摸摸情况 你们在这里保持隐蔽 守在这里 众人 是 凌王将身上的绳索绑好 将勾矛发射器 发射至悬崖上 勾矛瞬间牢牢地抓在了 碎石和硬土块组成的悬崖上 一些碎石和碎土块 硬声被震落下来 凌王尝试着将绳子拉紧 查看一下牢固程度 刘伟担心地询问 连长 这悬崖上的土块 承重力够吗 朱玉抬头看了看上边的情况 也跟着紧张地询问 连长 你这上去也太危险了 这悬崖感觉都有八十度 快赶上垂直了 而且这么高 这也太危险了吧 一向胆大的老兵 面对这悬崖心里都有些发怵 可凌王却没有一丝担心 不是因为过于忙用 而是危险预警系统 没有提醒有危险 那就说明 这个勾矛固定得非常牢靠 没事 我有份寸 我上去之后 你们注意隐蔽 众人 是 悬崖非常高 凌王攀爬至勾矛所固定的崖壁处 距离悬崖上边还有一段距离 于是凌王再次发射了一枚勾矛发射器 继续往上攀爬 来到悬崖顶 凌王并没有直接上去 而是悄悄路头 用鹰眼技能观察着周围暗哨的情况 果不其然 这里的暗哨 大概十五六米就有一个 布置得非常多看来 这块营地 就是蓝军总指挥部无疑了 凌王在悬崖边悄悄地移动着 来到一处巨石后 这才动身爬上来 现在的变色龙技能 由于他的任务不断完成 技能已经加在之六十 外加现在夜色降临 这又给了凌王一大助力 他趴在地上 借助野草的掩饰 以低姿匍匐的姿势 快速前进 成功躲过所有暗哨 凌王进入蓝军总指挥部的营地 勘查了一番 大致确定 指挥部在哪个帐篷 不仅明卫有很多 暗卫也有很多 强攻的话 根本不可能 如果伪装成蓝军的人进去 也不是不可能 可这样 顶多只能把最高指挥官给干掉 凌王的计划是 要将蓝军最高指挥官活着带回去 能搞出多大动静 就搞出多大动静 毕竟 这次系统给的任务是 在全军一战成名 于是 凌王又将目光 放在了不远处的装甲车处 如果制造出巨大的混乱 说不定总指挥官会转移 可以借机把他俘虏走 凌王心中的计划安排好后 便开始着手准备 去寻找蓝军的武器库 踩好点后 凌王原路返回 和悬崖下的众人会合 刘伟他们看到垂直悬崖下的绳子有摆动 瞬间紧张了起来 待看到下来的人是凌王后 他们开心的一窝风围过去 连长 你总算是回来了 连长 上面情况怎么样 凌王就近蹲下 拿起树枝 开始地上勾勾画画 将上面的情况 事无巨细地讲给众人听 这里是蓝军的武器库 这里是蓝军的总指挥中心 这里 有他们的医疗装甲车 这里是 我的计划是 咱们先在他们营地外围 制造出大动静 在他们总指挥官转移的时候 趁乱跟着一起上车 带出了营地 咱们找个合适的机会动手 还记得刚才 咱们找的第一个营地吗 咱们想办法去那里搞两三辆坦克 和一些地雷 偷偷布置在蓝军总指挥部周围 到时候能搞出多大动静 就搞出多大动静 众人 是 一众老兵 只听凌望的计划 就兴奋的不行 这也太刺激了 朱玉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疑惑的问 连长 你的枪法这么好 在蓝军总指挥官转移的时候 你一枪干掉不就行了吗 干嘛多此一举 要跟着一起上车 凌望 直接干的都没意思 咱们带个大活人回去这多好 众人 活捉敌军最高指挥官 这绝不可能 他们这几个人 能造成斩首任务 就算是逆天了 就算是抓到了活的蓝军指挥官 也根本不可能 带着一个大活人 回红军营地 就算他们现在撤退 自己能不能成功活着回去 都还不一定 凌望看到众人的表情 没有给他们惊讶询问的机会 直接命令到时间紧迫 争取在天亮的时候 咱们开始斩首行动 现在开始行动 众人 是 凌望带着众人 回到刚才找到的那一处营地附近 趴在最近的小山包上 偷偷观察着 众人等了一会儿 愣是没有等到一个人出现 甚至有人都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刘伟看了看天 冲凌望说道 连长 咱们再不动手 天就要亮了 凌望点点头 是啊 这次运气不好 没有等到蓝军小队出来 既然这样 那咱们就去找他们 营地不远处 刘伟带着众人 将身上的手雷都堆在一起 进行轰炸 制造出的轰炸声很大 引起了蓝军营地的注意 这个时候 朱玉背着凌望 急急忙忙地冲向了营地附近 凌望在朱玉背上 搭拉着脑袋 戴着的钢盔也是歪着的 模样很是狼狈 朱玉背着凌望来到营地门口 直接累得双腿跪在地上 气喘吁吁地说道 前边 前边有红军部队 他们 他们穿着 咱们的军装 开着坦克 打过来了 快去 这位兄弟受伤了 得治疗 第284章 斩首 2 几个哨兵听到这话 立马回去汇报情况 不一会儿 营地里的部队便出动了 三辆坦克 还有三十个蓝军 跟着一起去前方查看情况 站在一旁的哨兵 看着出动的部队 和他身边的朱玉感慨着 也不知道这次的红军 是不是在咱们阵地后 方大搞破坏的那只 听说 白天都动用武职 去消灭他们了 没想到 他们还活着 这群人 难不成是鬼吗 朱玉顺着他的话说道 也许是神仙吧 对了 我这个兄弟他受伤了 你把他带进营地 我去追上前面的部队 给他们带路 哨兵看了一眼 朱玉背上的凌望 回答道 好 凌望就这样 作为伤员 被抬进了营地 朱玉也成功地 将蓝军一行人 带入了提前布置好的雷区 三辆坦克 外加三十多位蓝军 没几秒钟 便被成功干掉 凌望这边 他被抬进帐篷里 等待着军医前来救治 一位军医进来后 其他闲杂人员 被他轰出去 而后开始着手 给凌望救治 他的听诊器 还没有放在凌望的胸口上 凌望瞬间睁开眼睛 一手捂着军医的嘴巴 一手将匕首 抵住在军医的脖子上 冷声道 你现在已经阵亡了 军医震惊地睁大双眼 满脸的不知所措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不等他询问 凌望便将他的白大褂扒下来 用腰带和鞋带 将他绑起来 拿纱布堵上军医的嘴 而凌望则是穿上白大褂 摇身一变成了军医 他端着托盘 从帐篷里出来 在营地内打量了一圈 找到了存放武器的帐篷 凌望从里边 翻找了一些大的炸药包 放进从野战治疗室顺来的 印着红十字的 军绿色大袋子 执行斩首任务的时候 必须得尽可能地 制造大的动静 这样总指挥官 才有可能转移阵地 想要制造出大的动静 那爆炸声就必须得大 所以凌望专门过来找炸药包 而后拿着大袋子 提着医疗箱 冲进治疗室 慌忙地说 前方有人受伤 你买两个人快和我走 众人一听到有人受伤 也没来得及问情况 门口的两个人 直接站出来 要和凌望一起去 凌望带着两个人 冲向一辆装甲车 大喊道 我开车技术一般 你买开 来到营地门口时 由于哨兵刚才有见到凌望的脸 所以凌望故意将冒烟压了压 这也是他专门 把驾驶位让出来的原因 出了营地后 凌望指着路走了一段时间 感觉周围情况差不多了 便开始动手 双手同时拿出匕首 抵在两个医疗兵的脖子间 你们两个阵亡了 医疗兵 这怎么回事 不是去救伤员吗 这人难道是红军 医疗装甲车缓缓停了下来 凌望提着炸药包 从上边下来后 回到约定的地点和众人会合 连长 你这么快就出来 连长 这三辆坦克 咱们怎么开过去 怕是一会儿 蓝军就要搜过来了 凌望说了一句 跟我来 而后他便进入坦克 驾驶着坦克 带着剩下两辆坦克 快速离开这里 凌望驾驶着坦克 艰难地走在山地上 爬陡坡 爬垂直的矮牙 各种几乎不能通过的路段 他全部轻松地通过 当然了 困难的路段 都是凌望将三辆坦克开过去的 老兵才学坦克学了没多久 技术非常有限 对于常人来说 不可能完成的驾驶路段 对于拥有高级装甲车驾驶技术的凌望来说 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蓝军丢了坦克 在大力寻找着坦克 由于凌望选择的路段 太难驾驶坦克 所以蓝军根本没想往那个方向找 蓝军总指挥部 李建成看着地图 皱着眉头 眼睛有些睁不动了 现在他很困 在听到阵地后方 又有一伙红军出现后 气得他直接清醒了过来 你刚才说的哪里 通信兵 马草坡的驻地 李建成 好家伙 这直接搞到了咱们的大本营啊 白天的时候 出动五职 不是已经把他们全歼了吗 难道说 还有一伙在逃窜 李建成疑惑了片刻 然后命令道 命令全体戒严 通讯兵 是 通讯兵离开后 参谋长疑惑地问道 李市长 红军都快要打到咱们门口了 你怎么只是让全体戒严 李建成轻声笑了一下 刚才那伙红军 只是偷了三辆坦克 而且速战速决 这说明 他们剩下的人数不多了 想要尽最大可能 自杀式地 搞出最大的动静 这支流窜的小队 根本不足为惧 而且开着坦克这个大家伙 咱们蓝军想要找不到也难 如果他们为了躲避搜查 丢下坦克 就凭他们几个人 急赶抢 对咱们造不成什么伤害 我都要打算睡啊 这下直接把我搞得清醒了 李建成说着 将外套脱掉 躺在椅子靠背上 戴上外套 嘱咐道 我睡一会 这里你替我看一下 参谋长 是 另外一边 林旺带着人 在蓝军总指挥部营地附近 布置雷地 一切都准备好后 林旺安排道 我和刘伟去营地里 执行斩首任务 三个小时后 你们这边开打 不要想着省炮弹 能打多狠 就给我打多狠 众人 是 林旺又带着刘伟 绕远路 奔袭了两个多小时 来到了之前的悬崖下 他们两个 抓着刚才固定好的绳索 快速地爬上了悬崖 林旺有变色龙技能 以及伪装技能 可以轻松躲过暗哨的视线 可刘伟不能 于是上了悬崖后 林旺安排刘伟 先躲在大石头后 他去挨个干掉暗哨 林旺干掉四个暗哨后 感觉差不多 又返回去找刘伟 他们二人 就这样成功地 进入了蓝军总指挥布营地 进入营地后 距离他们约定好 动手的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这个时候已经天亮了 吹尸般的人 早饭已经做好了 林旺和刘伟 在营地布置炸弹的时候 还顺手喝了一碗热汤 第285章 斩首 刘伟一边吃 一边感慨道 好久没吃热乎的了 吃点真是舒服啊 天天吃压缩饼干 屎都不拉 搞得我都快忘记 怎么拉屎了 林旺轻声笑道 好吃就趁热多吃点 咱们马上有一场恶战 他们两个 简单地吃了一些早饭 然后继续行动 像营地内的武器库 重要交通路口 装甲车附近 林旺他们两个 都在尽快地布置着鬼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就在刘伟布置手中 最后一枚定时炸弹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枪口 对准了刘伟 这名蓝军冷声怒斥 你在做什么 刘伟脸色当即紧张了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行动会提前暴露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忽然传来了一声枪声 碰 紧接着 林旺的声音传了过来 有红军混进来了 有红军混进来了 枪声外加林旺喊的这两句话 蓝军营地 当即引起一阵骚动 林旺一边喊 一边冲过去拉刘伟 并且冲突然被干掉 一脸猛逼的蓝军吼道 狡猾的红军 林旺 现在你已经被干掉了 死人是不能说话的 请不要违反演习规则 林旺担心被干掉的蓝军 没能及时反应过来 无意间泄露什么 所以故意提醒一句 蓝军被这样说 只好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这个时候 有其他蓝军过来 冲他搭话 兄弟 够可以啊 竟然能潜伏到这里 我们蓝军总指挥部都能冲进来 你们够可以的呀 兄弟 你们是红军哪支部队的 被干掉的蓝军 看着周围不认识自己的战友 内心在无力的呐喊 我特马的是蓝军 是蓝军 跑了的那两个才是红军 林旺将刘伟救出来后 开始不停的 按下手中的定时炸弹遥控器 提前十分钟进行引爆 哄 哄 营地里接二连三的爆炸声传来 在营地外潜伏着的其他老兵 听到爆炸声后 有些疑惑 时间还没到 怎么营地里出现爆炸声了 是不是连长他们出事了 别管了这么多了 咱们直接打吧 紧接着蓝军总指挥部营地外 也接二连三的响起爆炸声 以及坦克的轰炸声 坦克的炮弹 不断对蓝军营地内部进行瞄准 营地内很多地点 都被引发了淘汰装置 许多蓝军还没有反应过来 身上便冒出蓝色的烟雾 被淘汰掉了 这群老兵按照凌王提前安排的那样 将坦克一辆一辆的开出来 对蓝军进行轰炸 而不是一起出动 这可以避免三辆坦克 同时被蓝军快速干掉 尽量地延长对蓝军营地的轰炸时间 蓝军指挥部 李建成正在睡觉 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惊醒 他坐着身子 警惕地喊着 警卫员 外面怎么回事 警卫员听到声音 连忙跑进来 紧张地说道 师长 有红军潜伏进来搞破坏 营地外面突然出现了一辆坦克 对咱们进行轰炸 咱们的部队及时展开了反击 只是红军提前布置好了防御的雷地 咱们并不能快速拿下 李建成听了这些话 整张脸黑了下来 外边的坦克 应该是咱们昨天丢的三辆 这伙红军 是怎么把坦克 神不知鬼不觉地开过来的 他嘴里念叨了一句 而后严肃地命令道 传我的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 哄 李建成的命令还没有说完 又一声爆炸声袭来 而且这声爆炸声很大 看样子距离他们很近 参谋长这个时候连忙插话 李市长 要不咱们先转移吧 红军这个样子轰炸 说不准会胡乱炸掉咱们 咱们先去营地外壁一壁 或者去营地里 不会被炸到的地方躲一躲 李建成摇头 咱们现在转移 才是正中他们的下怀 只要待在这里 哄 哄 又两声爆炸声传来 李建成开始改变自己的看法 找几辆装甲车过来 指挥部的重要人员开始转移 警卫员 是 李建成皱着眉头 小声地念叨着这伙红军 真是狡猾 搞不好 他们这通乱炸 真能让我这把老骨头折在这里 这伙红军带队的那个年轻上尉 有机会我倒是想亲自见见 和他聊聊 其他指挥官也都是面露严肃之色 不过没有一个担心害怕的 毕竟 他们都是一群身经百战的老狐狸 更何况 现在是演习 不是真正的战场 他们怎么可能害怕 有的更多的是疑惑和丢人 红军是怎么躲过他们的搜查 把坦克开到营地附近的 他们是怎么潜伏进来 放置炸药的 老巢都被人炸穿了 真是够丢人 很快 警卫员便将装甲车带来过来 让李建成他们 一众重要的指挥官 分批上车 转移阵地 分批转移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他们 被一个炮弹全部给干掉 这样 蓝军就真的群龙无首了 转移走五位指挥官后 李建成从总指挥中心的帐篷里出来 准备上车 凌王这个时候 换上了昨天晚上顺来的白大褂 摇身一变 又变成了军医 他身边还跟着三四位 被忽悠来的军医 首长现在要转移 为了安全起见 要求每一辆转移首长的车上 都要跟随一名军医 他身边的几位军医感慨着 这伙红军太厉害了 没想到都能搞得首长转移阵地 演习了这么多次 能打到我军指挥部的人 还是第一次遇到 凌王看到李建成出来 身边跟着的警卫员数量 明显比刚才转移的首长警卫员数量多 而且这个时候 在暗处守卫的狙击手 也很明显 更紧张了起来 凌王大致确定 这个人就是自己想要斩首的对象 于是他嘱咐了身边的几位军医一句 我上这位首长的装甲车 你们跟着上接下来的车 而后凌王便冲过去 和警卫员挤在一起 要趁乱挤上李建成的车 李建成身边的警卫员 警惕地将凌王拦住 你不能上车 第286章 斩首 四 凌王紧张地说 我是军医 首长转移必须得有一位军医在 避免出现紧急情况 无人医治 刚才我们连长专门安排的 快点让我上车吧 警卫员听了这话 看到远处一群军医 等着跟着一起上车 犹豫了起来 自己虽然没有接到首长命令 可也战医院这样的安排 也算是合理 外加凌王在一旁催着 快让我上车吧 耽误了转移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 再者说 你们这么多人 多我一个人 我也做不了什么 别像的老娘们一样 耽误首长转移 凌王急急地说着 外加营地内不断传来的爆炸声 让本就紧张的警卫员 变得更加紧张 警卫员心一横 想着车上七八个特种兵 就算面前的这个军医有问题 让他也搞不出什么动静 于是便同意凌王上车 你跟我来吧 凌王就这样 跟着一起上了车 坐在最外边的角落里 他专门把脸扭开 将冒岩压低 避免李建成认出自己是谁 刚才凌王在战斗的时候 蓝军的无人侦察机 肯定有把他的脸给拍下来 李旺担心这位首长认出自己 所以故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庄稼车就这样行驶了一小段路 从营地的侧方离开营地 前往最近的其他营地 一路上 他们不断地和准备前往的营地联系着 李建成坐在人群中间 无奈地自嘲 没想到这次演习 我竟然会被逼得转移阵地 这伙红军就像是蟑螂一样 怎么打都打不死 竟然还偷偷跑到了我的大本营 这伙红军的带队人 有机会我要亲自问问 他这神出鬼没的战术 都是怎么搞的 李建成说着 下意识地用余光 看了一眼身边的人 他看到凌望在有意躲避自己的目光 又看了看凌望身上的白大褂 整个人疑惑了起来 怎么好好的上来一个军医 小同志 谁派你来的 凌望在一路观察着 这里还不是最佳的劫车地点 奈何藏不住了 只好提前动手 他装作紧张地 结结巴巴说道 报告 我 下一秒钟 凌望的双手便从腰间摸出两把手枪 开始一通乱扫 由于车内空间狭小 外加保护的特种兵没有做准备 动作慢了半拍 他们没能防备住凌望的这一手突袭 反应过来的特种兵 还没有来得及开枪 被凌望一拳解决掉一个 还有已经对凌望进行瞄准 马上就要扣动扳机了 系统的预警声在凌望脑海中响起 定 宿主已经被锁定 请侧身躲过子弹 凌望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并没有按照他提示的那样做 而是直接一头撞了上去 没错 就是用头 凌望用自己带着钢盔的头 狠狠地撞在特种兵的脑袋上 特种兵被撞得晕头转向 整个人倒在李建成身上 手中的扳机扣动 误射了正在开车的驾驶员 李建成被特种兵压在身上 忍不住喊了出来 哎呦 我这把老骨头啊 紧接着 凌望将特种兵手中的手枪卸下 冲趴在李建成身上的特种兵 开了一枪 一秒钟的功夫 在普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 凌望便已经结束了战斗 他刚才之所以不按照系统提示的那样躲开 而是直接撞上去 因为按照系统那样做 只能安全地躲开一枪 开枪的特种兵 肯定会继续开枪 凌望索性撞上去 一次解决掉对方 避免夜长梦多给对方反击的时间 激烈地打斗结束后 凌望一把拉开 扑倒在李建成身上的特种兵 冲李建成说道 首长 多有得罪 李建成这个时候坐直了身子 看到凌望的脸 很是惊奇 而后又看了看车内狼狈的手下 无奈地说道 没想到你在这里等着我 刚才营地里的乱轰炸 你的目标也不是趁乱炸死我 而是让我离开营地 真是老糊涂了 竟然能中了你这么简单圈套 凌望冲李建成 腼腆地笑了笑 说道 首长 您没有完全中计 如果您没有转移 我会想办法 炸掉你们的指挥中心 结果都是一样的 李建成听了这话 笑着说 你小子 这是做了两手准备啊 看来下次演习 就算营地后边是悬崖 我也得多加几道防守 避免你这种人从悬崖爬上来 不过话说回来 我也是真没有想到 你们能躲过悬崖边的暗哨 成功进入营地 李建成在师长这个位置坐了多年 所以营地里一出现爆炸声 他便猜到哪里出现了问题 凌望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没有惊讶地询问李建成怎么猜到的 而是客套了回应了一句 首长好谋略 竟然直接猜到了我 是从哪里潜伏进去的 首长 接下来多有得罪 李建成点头 行 我这条命你拿去吧 你亲自斩首了敌军最高指挥官 这次三等功肯定没跑了 凌望摇摇头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打算带您回红军指挥部做客喝茶 凌望背着李建成从车上下来 消失在路边的草地上 车上的警卫员和特种兵 一脸猛逼地看着凌望 他们两个离开的方向 警卫员 刚才咱们是怎么死的 我就突然感觉有枪声 然后反应过来 咱们身上就冒烟阵亡了 其他人回应道 我也很想知道 我是怎么死的 刚才那个红军动作实在是太快 我们这群特种兵都没有反应过来 何况是你呢 对了 刚才在车上 我没有听错吧 那个红军的意思是 要把手掌活着俘虏回去 如果真这样的 那咱们的蓝军岂不是丢死人了 凌望背着李建成在山地里快速奔袭着 李建成虽然没有亲自跑 可也被颠得上气不接下气 毕竟六十好几的年纪了 这个样子也实属正常 他在凌望背上疑惑地问道 你这是打算带我从哪个方向回红军 第287章 前往沼泽地 凌望回答道 一条最安全的路 李建成听了这话 抬头看了眼太阳在的方向 又看了看凌望现在带着自己前往的方向 轻轻皱眉 说道 你这是要带我从沼泽地离开 凌望 手掌不愧是手掌 什么都能猜到 李建成忍不住劝道 小同志 这也太危险了 你的勇气可嘉 计谋也是说一说二 可这回 凌望坚定地回答道 请手掌相信我 李建成眼睛看着前方的路 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 好吧 我相信你 我就是担心 我再也见不到 我老办了 凌望带着李建成在山地里快速穿梭着 他要进最快速的速度赶至沼泽地 因为蓝军的大批搜查部队 马上就要来了 这次最高指挥官被带走的搜查 和上次蓝军对凌望的搜查 肯定不是一个等级的 除了要派出军权 特种兵这种地面部队 肯定还会派出五职进行协助搜查 所以凌望必须得尽快赶往沼泽地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肯定没有人能想到 凌望会带着李建成走沼泽地 导演部那边 收到了蓝军总指挥部被攻击的消息 当即和蓝军进行了联系 军长泰龙听了蓝军那边传来的消息 忍不住拍手叫好 没想到这伙红军 竟然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竟然敢想着 把敌军最高指挥官给活着带回去 现在派出无人机 去跟着蓝军一起搜查 我倒要看看 这个能把最高指挥官带走的人是谁 这个时候 他身边的指挥官搭话道 会不会是那个红军上尉 泰龙点了点头 很有可能是他 凌望成功来到了沼泽地 他先将李建成放下 自己去涂满了满身的泥巴 而后又捧着一大把泥巴 来到李建成身前 首长 多有得罪 李建成皱着眉头 看了看凌望手中泥巴 无奈地说 我现在已经是俘虏了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凌望将李建成身上涂满了泥巴 而后继续背着他上路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躲避蓝军的 红外陷热成像追踪系统 他选择了蓝军绝对不可能想到的沼泽地 蓝军找不到人 肯定会继续扩大范围搜寻 什么能用的技术都会统统用上 凌望这是在早做准备 果不其然 蓝军指挥部在得知最高指挥官被带走后 当即下达命令 调动所有能调动的人员进行搜索 他们把凌望可能逃离的方向 都查了一个遍 愣是没有找到人影 于是蓝军指挥找来研究员 启动了最新的科技手段 研究员 这次的红外陷热成像搜索系统 我们进行了改进 可以专门捕捉人体的热量 移动筛除其他生物散发出的热源 降低对搜查的影响 而且这次 每个搜查仪器的辐射范围更广 蓝军一众指挥官 现在心急的步行 没耐心听研究员讲解 他们直接命令到 你们直接开始搜查就行了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点 李师长可千万不能被活着带出去 咱们蓝军可丢不起这个人 指挥官下达命令后 蓝军营地立马有20多架无人拍摄机 腾空而起 上边都装载着热成像捕捉仪 对地面进行搜查 两位研究员 看着自己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结果 忍不住摇头道 首长 我们找不到可疑的人 他们要么真正的阵亡 身体不再散发热量 要么就是泡在水里 身体周围有这种 类似于阻止热量发散的物质 一众指挥官听到这话 现场陷入了一片寂静 搜索再次陷入了困境 有人说道 难不成 这个红军带着李师长 全身裹满了泥巴 阻止热量散发出来 泥巴 不好 沼泽地 沼泽地三个字 好几位指挥官同时脱口而出 红军这小子 真是敢想敢做 竟然敢带着李师长走沼泽地 这万一有个闪失 被枪决也不过分 快点 派出五职去沼泽地寻找 记住 如果找到人 不要贸然地追上去 小心红军这小子兽精 真的带着李师长 陷进沼泽地 就在众人都担心的时候 凌望带着李建成 穿梭在沼泽地中 在危险预警的提醒下 他成功避开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地点 没点把握 凌望是不会主动走这条路的 李建成在凌望的背上 一开始看到凌望奔袭的速度这么快 心里还非常担心 担心真的会陷进沼泽地 但看到凌望在沼泽地 如鱼得水的模样 他不担心了 疑惑地问 小同志 你对这沼泽地很熟悉啊 竟然知道哪里能踩 哪里不能踩 凌望大声回应道 首长请放心 我肯定把你安全地带回红军阵地 长度大约三公里的沼泽地 凌望很快便通过了 就在他进入树林的那一刻 恰好蓝军的武职也追了上来 武职上有一名狙击手和观察手 观察手用观察仪正好看到 凌望背着李建成进入沼泽地前方的树林 看到这一幕气得观察手 气得催凶顿足 刚才我看到手掌了 还差一点 咱们就赶上了 紧接着他开始向指挥部汇报 武职057呼叫指挥部 武职857呼叫指挥部 刚才有在沼泽地看到可疑人员 看样子像是手掌和那名红军 现在他们已经进入林地 无法追踪具体位置 蓝军指挥部的人 听到这个消息 全部都松了一口气 参谋长立马命令道 再派三架武职过去追 林地附近的部队 也全部都调动过去追查 务必把李市长救下来 如果万不得已 可以选择击毙李市长 一定不能让李市长 被活着抓去红军阵地 通讯兵 是 参谋长下达命令后 其他指挥官纷纷开口感慨着 李市长没事就好 红军这小子 胆子真是够大 这速度也是真的够快 没想到这么快 就通过了沼泽地 第288章 这家伙是鬼吗 林旺进入林地后 找了一处便于隐藏的大坑处 将李建成从背上放下 首长 多有得罪 接下来你得受一些委屈了 李建成单手撑着腰部 柔和地开口道 你小子得罪的还少吗 说吧 接下来要我怎么样配合你 林旺 得请您背对着我 李建成一边转身 一边疑惑地问 你小子这是打算做 他最后几个字 还没能说出来 便被林旺一整劈晕 林旺眼急手快地扶住 晕倒的李建成 将他拖进坑内 再把去虫粉 撒在李建成的身边 避免毒虫爬过来 咬伤他 而后再用野草和枯树叶 将李建成盖住 隐藏起来 把李建成藏好后 林旺便开始行动 他在树林中穿梭着 头顶盘旋着 前来搜查的三架武侄 林旺爬上一棵大树 随意地挑枪 冲天空中的武侄放了一枪 碰 这一声枪响力 马引来了武侄上蓝军的注意 三架武侄 同时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飞去 林旺刚才射击的那架武侄 是最先低飞靠近的一架 由于林旺藏身在大树上 茂密的树叶 将林旺完美地隐藏了起来 这让武侄上的狙击手和观察手 一时间束手无策 观察手拿着观察仪 急迫地冲飞行员说道 能不能飞得再低一些 树叶挡着 我根本无法确定对方的具体位置 飞行员 现在已经是低飞的极限了 狙击手观察了片刻 心意横扣动手中的扳机 直接连射几枪 碰 碰 碰 观察手震惊地问 你疯了 人影都没有看到 你乱打个什么 狙击手 就是因为看不到人影 才要乱打 刚才我设计的位置 是根据枪声传来的方向打的 击中红军的概率在80 就算不能击中 也能让敌方自乱阵脚 枪声也能给地点 搜查部队指明具体方位 现在咱们就紧盯着下面 别让人跑了就行 观察手听了这话 紧张地抿了抿嘴 继续拿观察仪观察着 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盯着凌望 不让他跑了 等待着搜查部队的到来 隐身在茂密树叶中的凌望 在危险预警系统的提醒下 成功躲过了几枚蓝军狙击手的子弹 心中暗自道 蓝军这次派出的狙击手 是好手中的好手 刚才距离那么远 自己随意给了一枪 都能根据枪声 准确判断出自己的位置 要是自己手底下 有这种的顶格的好手就好了 这位狙击手优秀归优秀 只不过 他终究不是凌望的对手 凌望手中的枪口对准 正在半空 中午直上搜查他的狙击手 右眼通过瞄准一瞄准 左眼中出现阴眼技能 对狙击手位置的分析 风向 风力 空气湿度 以及狙击手本人的 移动轨迹计算公式 都呈现在凌望的左眼中 凌望着准时机 食指扣动扳机 碰 五直上蓝军狙击手 身上冒出了蓝色的烟雾 他就这样被击毙了 他的观察手 和另外两架五直上的狙击手 当即对凌望所在的位置 进行射击 刚才凌望开的那一枪 已经暴露了他的具体位置 凌望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 开枪之后 瞬间转移位置 踩着一个大树之介力 跳至另外一棵树上 而后转身再次射击 碰 他这一枪 又干掉了一名狙击手 而后他直接从树上跳下来 在地上打了一个滚 打开超级变色龙技能 消失在灵地中 三架五直上的狙击手 眨眼间的功夫 被干掉了两个 还有一个在举枪 紧紧盯着下边 凌望最后开枪的位置 两位被干掉的狙击手 一个一脸的震惊 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另外一个气的骂娘 特马的 这次演习 老子一枪没开 就被干掉了 真是窝囊 这边有两位狙击手牺牲 蓝军指挥部 立马收到了消息 派出了大量的地面搜查部队 前去支援搜查 蓝军参谋长 直接下打死命令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把理事长丢找到 就在蓝军快速前往 刚才凌望的开枪地点时 殊不知 他们要找的人 现在就在他们头顶 凌望躲在树顶 待搜查的部队离开后 才从树上跳下来 而后快速向蓝军 相反的方向奔袭 那个方向 是刚才凌望葬李建成的方向 刚才凌望搞出小的摩擦 完全是为了吸引蓝军的部队 过去搜查 就在蓝军以为 把凌望围起来的时候 凌望已经悄悄背着李建成 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 他背着李建成 再次来到了沼泽地 选择原路返回 一开始 他确实想着 从沼泽地这个方向 回红军阵地 谁知蓝军搜查这么给力 找到他的速度这么快 凌望不得不临时改变主意 选择原路返回 沼泽地很危险 蓝军的人 以为自己通过沼泽地后 肯定不会返回来 所以这里的搜查 肯定会松陷 最危险的地方 永远是最安全的地方 凌望背着李建成 在沼泽地快速地奔袭着 大约三公里的沼泽地 他再次快速地通过 凌望背着李建成 一路狂奔 走的都是灵地 便于藏身和躲避搜查 蓝军指挥部 一众指挥官 听着后方搜查部队的消息 一个个愁眉不展 这个红军是原地蒸发了吗 这么多人 找不到他一个人 李市长要是真的被带去 红军阵地 那咱们蓝军就算是赢了演习 也是个输 现在将能调动的空中力量 全部派往双方阵地的边界 如果看到李市长的身影 直接击毙 就算是阵亡 也不能活着被俘虏到红军 不然李市长可就没脸见人了 转眼间来到了夜晚 凌亡背着李建成 在快速奔袭着 跑了一整天 凌亡依旧精力充沛 反而是一路被背着的 李建成受不了 毕竟六十几 快要七十的年纪了 饿了一天 还在凌亡背上颠了一天 受不了也是正常的 李建成在凌亡背上 弱弱地说道 我说小同志 咱们能不能停下来休息一下 第289章 成功回到红军阵地 凌亡听到李建成的话 这才停下来 将它放在地上 并且把身上所剩不多的 牛肉干和压缩饼干 全部都递给了李建成 手掌 给 李建成将凌亡的动作 看在眼里 只拿了一块压缩饼干吃 并且嘱咐道 剩下的你全部都吃了 你跑了一天了 必须得补充体力 凌亡拒绝 直接将牛肉干 塞进李建成的手中 手掌你吃吧 我不饿 他有身体修复液 是真的不需要这压缩饼干 李建成看着手中的东西 却以为凌亡这事 舍不得吃 想把东西都留给自己 他忍不住会心一笑 凌亡的心意 他心灵了 可他深知 现在的凌亡 比他更需要补充能力 所以他立声命令道 小同志 我命令 你将这些东西吃完 这是命令 你必须执行 凌亡 是 李建成这样下命令了 凌亡也只好执行 大口吃着压缩饼干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 凌亡便继续背着李建成赶路 一路上 他们有遇到好几次蓝军 每次都被凌亡成功地躲过 李建成看着不远处的蓝军 心中那个焦急 根本无法用语言形容出来 心中直骂 一群饭桶 老子就在你们面前 你们愣是找不到 太阳东升西落 一天一夜的时间 眨眼间便过去 凌亡背着李建成 来到了双方演习阵地的交界处 这里早有蓝军的武职和侦察机 在进行搜索 凌亡背着李建成 在边界处摸索了一段路 想要找一个安全的突破口 悄悄前往红军阵地 可找了半天 愣是没有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 如果是凌亡一个人 躲过蓝军空中搜查 成功到达红军阵地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可现在 他还带着李建成 这下就难办了 凌亡明白 现在只要自己带着李建成冒头 蓝军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击毙 甚至进行轰炸 那样的话 他就前功尽弃了 凌亡找了一处安全的隐藏点 将李建成放下 再次将身上的蛆虫 粉洒在他的身边 避免毒虫爬过来 并且把水壶和食物 一并给李建成留下 首长 您在这里等我一会儿 我马上就回来 李建成点点头 你去吧 紧接着 他无奈地自嘲 没想到最终 还是要被你带去红军丢脸 这下怕事 我得让别人笑话到退休了 凌亡把李建成安顿好后 将伪装技能和变色龙技能全部打开 在夜色的掩护下 悄悄前往红军阵地 来到红军阵地 凌亡便快速奔袭着 去寻找红军 非常幸运的是 没走多远 他便遇到了一伙 正在修筑防御攻势的红军 凌亡心中一喜 脚下的脚步加快 向红军跑去 喂 这一声 立马引来了红军的注意 很多士兵当即端枪指向凌亡 凌亡走过去 双手架在半空中 示意别人 自己没有战斗攻击的意思 并且解释道 别开枪 我是自己人 我是61师蒙虎团的连长 我们团长叫王毅德 领队的红军连长 听了凌亡的解释 看了眼凌亡的臂章 警惕地问道 可你的臂章 怎么是蓝军呢 还有 你们蒙虎团的人呢 怎么现在就你一个人 凌亡从口袋中 将自己红军的臂章拿出来 递给这位连长 解释道 一切都说来话长 我把蓝军首长给抓来了 就在不远处的蓝军阵地 现在需要来两个人 配合我行动 众人 蓝军首长 这人怕不是在演习中 给吓傻了吧 怎么净说胡话 众多红军士兵 听到凌亡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不幸 把蓝军首长给抓过来 这事也太离谱了 不幸归不幸 在凌亡的再三要求下 这名红军连长 还是同意了凌亡的请求 派出两个人 配合凌亡行动 两名红军士兵 在凌亡的要求下 浑身涂满了泥巴 一个人背着另外一个人 在蓝军和红军 阵地边界处出现 天空中 蓝军进行搜查的伍职 发现了这一情况 伍职上的狙击手 当即开枪 一发命中 假扮李建成的红军士兵 他们以为击毙 李建成的任务完成了 在这里搜查的 所有蓝军空中力量 不一会便全部撤离 李建成坐在大树下 看着天空中 相继离开的伍职和侦察机 无奈地感慨着 我手下怎么全是 这种酒囊饭带 他们要是有凌亡一半的脑子 我现在也不至于待在这里 虽然不愿意接受 可李建成不得不接受 这一事实 这下 凌亡可以安全地 将李建成带回红军阵地了 红军指挥部 一众指挥官 正在进行紧张的军事部防 红军最高指挥官秦来平 在安排着 东边的炮兵旅全力出击 让六十一师派出两个步兵团 去协助作战 只要这里能啃下 那这场演习 就基本可以结束了 他下达完命令后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调侃道 也不知道蓝军指挥部 是怎么回事 刚才那么有力的局势 竟然后勤跟不上 导致延误战机 难不成是指挥部让人端了 指挥部瘫痪了 就在众多指挥官 你一句 我一句商讨的时候 警卫员突然冲进来 急急忙忙地喊 报告 秦来平现在心情正好 开玩笑地说 跟了我多少年了 还这副毛毛躁躁的样子 什么消息 能让你激动成这个样子 是蓝军打到指挥部了 还是蓝军的指挥部被端掉了 警卫员激动地大声回答 首长 都不是 是蓝军的李建成师长 被抓来了 众人 李建成 他不是这次演习蓝军的 最高指挥官吗 他怎么可能被抓过来 有没有搞错 秦来平满是笑容的脸上 当即换上了严肃的表情 郑重地再三询问道 你确定是李建成被抓来了 是活着抓来了 还是在阵亡的情况下 被抓来了 现在人在哪里 警卫员 是不是李建成师长 我不确定 但下面的人是这样回报的 现在他正在 蒲蓉小山脉一带 秦来平 快点派人去接他 警卫员 是 第290章 演习结束 两个小时后 秦来平率领众多指挥官 在红军总指挥部营地 迎接李建成的到来 李建成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 浑身上下全是泥巴 模样很是狼狈 秦来平大笑着上前攀谈 老李 没想到咱们这么快 就又见面了 你说 你这来得也太突然了 让我们没有一点点准备 下次一定要提前知会我一声 李建成脸上尴尬地笑着 心中MMP地骂着 性情的 你特妈的 还想着有下次 无论心中如何想 他嘴上都只能闪闪到 是啊 我也没有一点点准备 没想到 你们红军中出现了一个能人 竟然把我活着带过来了 秦来平和李建成寒暄了几句 看向一旁同样满身泥泞的凌望 问道 你就是凌望吧 凌望礼貌性地敬礼 大声回答道 报告 我是 秦来平满眼欣慰地看着凌望 点头道 这次你的表现非常优秀 演戏结束后 必须得对你进行好好嘉奖 你小子 以后就是咱们军区的大名人了 执行任务辛苦了 现在下去洗一洗 吃点热乎的 休息一下吧 凌望 是 此时 凌望脑海中系统中 响起系统提示音 定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在部队的首次演习中 一举扬名立万 获得奖励 超级变色龙技能 加在成都100 听到系统提示音 凌望松了一口气 累了好几天 任务总算是完成了 导演部 军长龙泰 在得知了李建成 被抓去红军指挥部的消息 第一句话便是询问 是不是那个叫凌望的 年轻红军尚未干的 通讯兵 是一名叫做凌望的尚未军官 把李建成师长带回去的 众人听到这话 全部都面露惊讶之色 龙泰欣慰地笑了出来 不愧是我看好的人 这小子的单兵作战能力 以及带兵作战能力 不坦协同作战 都算是顶级的水平 这小子 算是个全能型的人才 对了 现在就把这个凌望的详细资料 给我调出来看看 信息兵 是 凌望将蓝军最高指挥官 给抓回了红军 这次演习最终以红军大获全胜而结束 演习结束后 所有士兵纷纷返回驻地 凌望所在的石连 得到了他们创建以来的第一个集体荣誉 集体二等功凌望本人 也拿到了个人三等功的奖励 他带领着石连 在蓝军阵地偷袭运输大队时的 不坦协同战术指挥 也成为了经典案例 在全师展开研究学习 这天 团长王毅德专门找到凌望 凌望 这次你在演习中的优秀表现 已经传遍了咱们整个东南军区 你之前不是有和我申请调用坦克进行训练吗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你想要调用坦克 直接和坦克连的连长打声招呼就行 如果有特殊情况 你再向我汇报申请 对了 你这次不是带领着石连拿了一个集体二等功 自己也拿了一个个人三等功吗 我打算抽空 在团里给你们举办一个表彰大会 你看怎么样 王毅德笑呵呵的 一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大堆 和当初 凌望向他申请调用坦克时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之前是不耐烦的应付 现在变成了嘘寒问暖的询问凌望的需求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王毅德突然这副态度 绝对有什么猫腻 凌望礼貌性的冲王毅德再次敬礼 说道 团长 我今天上午还有重要的训练任务 如果没有什么要紧事的话 我就先去忙 等有空我再找您谈谈心 凌望这话说得很漂亮 意思也很明确 团长你有话直说 有屁块放 没事的 我就先去忙了 王毅德明白凌望的暗示 说道 是这样的 我想麻烦你 让你亲自分析一下 这次演习中 你的不坦协同作战战术指挥 并且教授给全团的人 当然了 你辛苦给大家分享经验 我也肯定不会亏待你 你们失联 在装备和军费这方面 有什么情况 可以直接给我反应 凌望听了王毅德话 依旧有些摸不着头脑 刚才团长是夸 现在是拐着弯的给东西 他究竟是想要做什么 凌望先是谦虚地回复了一两句 团长 我这次带领十连进行的不坦协同作战方式 并不是多么的经典 不值得你这样大张旗鼓地搞 而后直接问道 团长 您这次专门来找我 就是因为分享经验这件事 王毅德听了这话 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起来 凌望 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 就是省进 我这次主要是想和你说 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和我提 只要在我能力之内 能给你的 我绝对给你 上次演习 你可谓是一举在东南军区出名了 野狼特战队专门来咱们团 和我要人来了 当然了 你现在是上尉军衔 不是普通列兵 不是说要走就能要走的 他们只是想要让你过去 进行学习交流 让你帮忙教授 一下战术指挥 凌望听到这里 总算是明白了 王毅德这是怕自己被别人要走 现在过来说好话来了 怪不得刚才要说一大堆那种废话 凌望听了这话 冲王毅德敬礼 回答道 是 我保证在去野狼特战队交流学习的日子里 努力学习训练 不给咱们猛虎团丢人 王毅德听了咱们猛虎团这几个字 满意地笑了出来 好 我等你把特种兵训练的有效方法带回来 凌望 是 凌望晚上熬夜 将十连近三个月的训练计划指定出来 次日便踏上了去野狼特战队的飞机 这次去野狼特战队 他心中的想法正如和王毅德说的那样 只是去交流学习 并没有留下的打算 前往野狼特战队 因为他还心中 还有很多关于建设合成化部队的想法 没有付诸于实践 他将自己的合成化部队建设起来后 之后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还是希望能去特种部队 建设一支不同于传统特种部队的现代化特种部队 凌望来到野狼特战队的训练基地 接待他的是中队长郭鼎明 凌望你好 欢迎来到野狼特战队 我是中队长郭鼎明 别人都喊我郭中队 你也可以这样喊我 接下来的学习 你在我们中队 和我们的特战队员一起学习训练 凌望冲对方礼貌性的敬礼 郭中队 很高兴能和你们一起训练 他们两个简单客套了几句 凌望变上了吉普车 随郭鼎明前往训练基地 在路上 郭鼎明简单介绍了一下这里的情况 凌望这次来这里交流学习 身份直接是灰狼特战小队的教官 带领他们进行各种战术训练 郭鼎明也提前给凌望打了预防针 这次特战小队的15人 都是野狼特战队中的好手 随便一个人站出来 都是令人不可小觑的对象 凌望虽然在演习中表现优异 可出来乍到 直接任命教官 而且年纪很小 众人难免会有不服 所以 郭鼎明让凌望做好心理准备 凌望听了这些话 点点头 回答道 这点我知道 在一开始 我会同大家一起进行训练 待我对大家有所了解后 再另行制定训练计划 正好在这段时间 也让大家好好了解一下我 如果我没有做大家教官的资格 不用大家说 我会自己主动离开 郭鼎明听了凌望这番话 忍不住用余光打亮了眼 坐在副驾驶的凌望 心中暗自道 这个凌望 年纪轻轻就是上尉 身上一大堆军功 没想到 本人竟然会这么谦虚 说实话 如果我是他 肯定狂的没变了 不知道凌望的这份谦虚 是装的 还是真的成熟稳重 很快 他们便到了训练基地 来到训练基地 二人从车上下来 郭鼎明指着不远处的宿舍 说到凌望 特战队员的宿舍在那里 你作为教官的宿舍在那边 你先去收拾东西吧 我现在憋了一泡尿 我去尿完就回来找你 凌望冲他微微一笑 点头道 你快去吧 郭鼎明走后 凌望将身上的背包卸下来 放到了国旗下 而后便安静地站在一旁 在等待着什么 刚才郭鼎明找借口离开 凌望心知肚明 他哪里是憋了一泡尿 分明是憋了一肚子的坏水 突然间 凌望脑海中 响起系统提示音 嘟 嘟 嘟 宿主已被瞄准 请弯腰躲避空弹包 在听到系统提示音后 凌望当即弯腰 同一时间 一声枪声传来 砰 紧接着接连不断的枪声传来 砰 砰 砰 凌望先是在地上打滚 成功躲过几枚子弹 然后快速抓过背包 挡在自己身前 躲避接下来的子弹 凌望这些动作 一气呵成 让隐藏在房顶的特战队员 忍不住感慨道 好伸手 竟然能躲过我的子弹 早知道我就该拿消音器来用的 枪声现在虽然停下了 可凌望没有一丝松懈 反而神情更加紧张起来 他有用阴眼技能 扫描周围的环境 将15名特战队员 以及郭鼎明的位置 摸了个一清二楚 凌望知道 下一秒 他们就要找机会冲出来 给自己搞一个下马威 正好 自己也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现在还省得自己找机会了 凌望双手抓地 从地上抓了两把土 做好应战的准备 就在这时 有两个人从凌望背后出现 快速地冲向凌望 速度非常快 而且动作很轻 凌望心中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待他们冲过来 同时伸出手 准备按住凌望肩膀的时候 凌望猛地转身 将手中的涂洒向二人的面部 他们的动作 因此下意识地慢了半拍 凌望借此机会 飞起一脚 踹在一个特战队员肩膀 直接将对方踹倒在地 而后又抓着另外一位 特战队员的胳膊 给他来了一个过肩摔 这时 其他特战队员 也纷纷冲了过来 凌望先是一个大跳 躲过对方的横扫 紧接着冲 另外一个人的面部出拳 啊 被痛击面部的特战队员 忍不住惨叫了出来 被击倒的特战队员 都是个顶格的好手 凌望的一击 并没有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而是立马从地上站起来 继续投入战斗 凌望从系统中 获得了各种拳法 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终于有让他痛痛快快 练一练的机会了 平常的遇到的士兵 都过于不能打 凌望还没有热身 对方就不行了 不像野狼这只名叫 灰狼的特战队 这里的人是真的抗打 和众人打了几个回合后 凌望踩着其中一个人的膝盖 轻轻戒力 骑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就这样 凌望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 面对别人飞来的拳头和脚 应对起来 比刚才要更轻松一些 被凌望骑在脖子上的 特战队员见状 直接扑倒在地 想要顺势把凌望按在地上 凌望在他倒在地上的一瞬间 一掌撑在地上 而后脚下用力 将这人踹飞 双方的打斗 越发地激烈起来 凌望脸上 现在全是汗水和泥土 别人脸上 除了有泥土和汗水 还多多少少挂了一些彩 有人是眼睛肿了 有人是嘴巴肿成了香肠 一名特战队员 再次被凌望一拳打倒在地 在他倒地的瞬间 口中的口水直飞 模样很是狼狈 不打了 不打了 在这名特战队员喊停后 众人终于松手了 15名特战队员 全部都坐在地上休息 他们所有人 气喘吁吁的模样 足以看出 他们刚才打得有多吃力 他们15个特种兵 竟然打不过凌望一个人 这说出去 怕是没人会相信吧 郭鼎明这个时候 从远处走了过来 一边鼓掌 一边佩服地说 不愧是在演习中 名声大噪的凌望 这伸手果然好 第292章 与特战队员同吃同住 凌望这个时候 拍了拍手上的土 一边整理军装 一边喘着大气说道 灰狼特战队的人 也非常令我刮目相看 近身格斗属于一流的梯队 郭鼎明 我们这一流的梯队 和你比起来 简直就像是不入流一样 凌望笑了笑 没有继续搭话 在他手下坚持这么久 并且让他打得有些累 这就足够说明 灰狼特战队的人 实力不俗了 毕竟凌望现在的水平 不是谁都比的 凡是在他手底下 能坚持过三招的人 实力都是可以的 虽然这话听起来很狂 可这却是事实 郭鼎明拍了拍手 命令道 灰狼小队 全体集合 欢迎咱们的新教官凌望 一众特战队员 当即从地上站起来 集合站好队列 而后一同冲凌望敬礼 大声喊道 教官好 凌望回了众人一个敬礼 轻声回复道 大家好 才见面 大家就送了我一个大的见面脸 确实令我很惊喜 大家的近身作战能力 以及隐蔽伪装能力 都属于一流的水准 希望在接下来的训练生活中 咱们一同进步 我的身份相比 大家都提前了解过 我也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在今后为期三个月的 训练生活中 灵望简单地说了几句后 便让众人暂时解散 而自己去收拾行李 当灵望提着自己的背包 走向队员宿舍的时候 郭鼎明忍不住提醒道 灵望 你的宿舍在那边 你现在去的是 灵望特战队队员的宿舍 灵望继续静止往前走 头也没回得回到 我知道 正是因为要做你们的教官 我才要和你们同吃同住 这样才能更了解你们 毕竟 我从来没有在特种部队待过 经验欠缺是真的 所以更需要深入地了解你们 灵望随口回答的这一句话 是他的心里话 众人听了灵望这话 对他的感官更是大为改变 如果说 刚才灵望和他们打了一架 把他们所有人都打服了 让他们知道 灵望是有两把刷子的 那灵望这两句解释的话 让他们开始对灵望心服 一个敢于承认 并且面对自己不足的强者 那便是真正无敌的人 郭鼎明看着灵望 走向队员宿舍的背影 忍不住会心一笑 看来这个灵望 是真的谦逊 懂得学习 刚才在车上的态度 不是装的 怪不得小小年纪 身上军工一大堆 这和他的为人处事风格 是分不开的 毕竟这个世界上 有天赋的人太多 他们大多数都成为了商重用 像灵望这种年少有为 并且态度不卑不娇的天才 实在是少 郭鼎明看着灵望的背影 仿佛看到了多年之后 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兵王一样 灵望的将来 一定会大有作为 这是所有接触过灵望的人 共同的感受 灵望提着背包去到宿舍 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个时候 其他特战队员也进来帮忙收拾 一名皮肤有黑 眼睛又大又明亮的特战队员 帮灵望整理床铺 并且自我介绍道 教官 你好 俺叫谢明 俺帮你铺床吧 灵望听到俺这个熟悉口音 脑海中突然出现了 养猪场太子爷王打虎的脸 打去道 你和我一个好兄弟一个口音 听到这个口音 让我感觉很亲切 谢明听到这话 当即咧嘴傻笑 问道 是吗 真羡慕你那个好兄弟 竟然有你这么优秀的兄弟 对了 教官 刚才你和我们打的时候 你打的那套拳法 我感觉有形一拳 和通背拳的影子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还是个恋家子 你这是童子公吧 灵望笑笑 没有回答 不能如实回答 说是系统来的 又懒得胡扯扯应付这群人 所以用沉默来回答 众人见灵望没有回答 也都识趣的 没有继续追问 他们都是特种部队的人 平时接触很多秘密任务 和保密训练 所以 对保密工作这一方面 非常的敏感和理解 大家都以为 灵望不回答 是因为保密工作的需要 众人虽说都过来帮灵望收拾床铺 可灵望本来就是 整理内务的一把好手 所以 一群人围在这里 这么多人 这么多双手 愣是没有帮上什么忙 床铺整理 都是灵望一个人完成的 一众特战队员 在一旁看着灵望整理床铺 被子还没有叠好 他们脸上 便有微微惊讶的神情 灵望的内务整理的 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时候 他们下意识地 看向了自己的床铺 脸上都有些挂不住 他们是特种兵 平时在训练这一方面 抓得特别紧 所以 内务会比其他兵种 要抓得松懈一些 尤其是现在这种集训的时候 内务更是不注重 毕竟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 他们现在的床铺 在灵望床铺的衬托下 就像是猪圈一样 灵望刚才一见面 就把所有人打扶 现在内务这种小事情 都比他们优秀 这一下更加令众人佩服 在灵望这一模范标准下 其他士兵开始动手 重新整理床铺 灵望见状 很是满意 缓缓开口道 你们都是特种兵 集训的时候 训练任务重 内务这一方面 平时不注意 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我做你们教官的这段时间里 内务方面 我不做过多的要求 但是希望你们 都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大家会执行特殊任务 所以更需要磨练自己的耐心 和细心程度 整理内务 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训练方式 众人 是 就在大家都整理内务的时候 郭鼎明也搬着自己的铺盖进来了 朗声道 灵望教官 既然你要和大家同吃同住 那我也得向你看齐 在集训的这段时间 我的职责是做你的副教官 帮助你训练 主教官都这样做 我不这样做 不太合适啊 灵望笑了笑 郭中队 快进来收拾吧 等会咱们就开始训练 第293章 魔鬼训练周 所有人将内务整理好后 灵望将大家集合起来 开一个简单的小会议 灰狼特战队的16名成员 都坐在小马闸上 记着笔记 灵望同样拿了一个小马闸 坐在他们的对面 讲解着接下来三个月训练的安排 在特种兵训练这一块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经验非常欠缺 所以日常训练 我和大家一样 都是灰狼特战队的队员 不是教官 跟着大家一起训练 你们大队长 这次专门把我戒掉过来 是想要让我教授 你们一些最新的战术内容 战术指挥内容 分为文化课和实战训练课 第一周 大家会进行魔鬼训练周 这期间 咱们不学习战术指挥 魔鬼训练周结束后 咱们的文化课 就安排在早上初操结束后 学习一个小时 而后下午 根据训练安排 进行一些实战训练 晚上再进行总结改进 战场的战况千变万化 就像世界上 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 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战场 所以 咱们在战术学习时 更要注重实战训练 以上就是 我对接下来三个月训练的安排 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等待了几秒钟后 没有一个人发表意见 郭鼎明主动说道 没有意见 凌忘 那咱们的训练计划 就暂且这么定下了 随后咱们 再根据不同的训练进度 进行方式方法上的调整 接下来 咱们就准备日常训练吧 众人 是 凌忘来到灰狼特战队小队的 第一场训练 便是魔鬼训练周 魔鬼训练周的训练 会有其他人员帮助一起训练 同时进行训练的还有 野狼特战队的黑狼小队 红狼小队 苍狼小队 每队都是15名特战队员进行训练 凌忘所在的灰狼小队不同 不仅身为教官的他 有参加魔鬼训练 队长也主动加入 其他特战小队的人看到 都忍不住感叹一声 我去 这个年轻教官这么猛的吗 听说这教官是普通部队出来的 是过来进行战术指挥教授的 怎么也跟着 一起进行魔鬼训练周的训练 没有通过特种兵选拔的人 就直接和咱们一起 魔鬼训练周的训练 他能顶得住吗 到时候 训练到半路坚持不下来 中途退出 他可就丢大人了 我看不一定 听说刚才灰狼小队的人说 他们给这个新教官来的欢迎仪式 结果被痛扁了一顿 一时间 众人对凌望的看法 众说纷纭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期待凌望的表现 毕竟凌望可是在上次演习中 鸣声大噪 灰狼小队的人 听到其他特种兵的议论声 想要对回去 在队之前 众人都有下意识地 看一眼凌望的反应 毕竟现在他是教官 他们都得听教官的 不能胡来 灰狼的人 看到凌望没有任何反应 只好把对人的话 咽回肚子中 凌望知道现在众人内心的想法 于是说道 我这个人在穿上军装后 受到过很多的赞美 但受到更多的那便是质疑 质疑很正常 你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当然要质疑你 我想说的是 咱们是军人 不是辩论赛的变手 所以能用事实说话的地方 咱们就尽量别比比 众人 是 凌望说这些话的时候 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可以让一同参加训练的 其他小队听到 他这是在和灰狼的说 要沉住气 也是在和别人说 他凌望只用实力说话 凌望说了这些话后 质疑的声音明显小了 很快 训练的人员全部到齐 帮忙训练的人员也全部到齐 首先展开的训练是武装球度 特种兵的武装球度训练 和凌望以往在军校进行的武装球度训练 一点都不一样 之前是在大海中 这次是在小河中 之前仅仅是武装球度 这次他们还要小河中 完成不同的训练任务 比如说 在水浅处进行低姿匍匐训练 在泥泞处进行格斗训练 总之 训练怎么变态怎么来 训练的时间很是难熬 可还是很快来到了晚上 夜色的降临 没有让这群特种兵的训练停止 他们的魔鬼训练 这才真正拉开序幕 这群参与魔鬼训练周训练的特种兵 沿着河水 经过长途跋涉 来一处修筑好的沟渠处 沟渠的两岸 用水泥堆砌好 这里的野草很少 环境比刚才他们沿途经过的地方好不少 可环境好 有位教官喊道 所有人停下 接下来进行抗寒冷训练 众人 是 听到命令的特种兵 全部停下前进的脚步 半蹲在水渠中 抗寒冷训练顾名思义 就是磨练士兵的抗寒冷能力 虽然现在是九月份 天气还算是比较热 可长时间泡在冰冷的水中 人体还是会感觉到冷 在水渠里静静待着 进行抗寒冷训练的士兵 经过片刻的休息 现在恢复了一些体力 有人开始闲谈起来 新来的那个教官 刚才格斗的时候 没想到那么猛 游泳他也是最快的 怪不得能空降过来做教官 不仅仅是因为 演习时优秀的表现 他是真的有两把刷子 众人在水中泡了一会儿 大家身上越发的感觉冷了起来 这个时候 帮助训练的士兵 将一些冰块丢进了水中 给众人再降降温 他们的手段不止这些 丢完了冰块 又开始往水区里的 特种兵身上丢土 看样子 像是要活埋这群人一样 黑狼小队的队长 是这次魔鬼训练周的教官之一 他在水区岸上训斥道 全部都给趴到水里去 给我把他们活埋了 岸上的士兵 听到这话 加快手中的丢土的动作 泡在冰冷的水中 现在又累又饿 又被人活埋 众人特种兵 现在内心的感触 可想而知 那就是非常的糟糕 凌望深知这一训练方式 是用来磨练特种兵的意志力 以及他们的凝聚力 所以他喊道 灰狼所有人 大家都过来 抱在一起 来 大家一起唱 兄弟抱一下 第294章 兄弟抱一下 凌望浑厚的嗓音 充斥在整个沟渠内 一首高亢的 兄弟抱一下 瞬间让灰狼小队的 所有队员内心很是触动 灰狼小队的人都抱在一起 围成一个圈 跟着凌望一起唱 兄弟抱一下 虽然这时候还是9月份 天气是比较炎热 可是水里的温度还是很低 众人在水里待了这么久 体温早已经到达了临界点 不少队员的嘴角都已经泛白 嘴里不停地发出牙齿的碰撞声 一首 继续 团结就是力量 预备唱 一首歌唱完 灰狼紧接着便带头唱了起来 灰狼小队众人的情况 灰狼很清楚 此刻身体虽然没有到达极限 可状况却不怎么好了 他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了很长时间 灰狼这么做 是让众人转移注意力 用歌声去抵抗寒冷 现在不仅仅是灰狼小队的众人身体状况不佳 其他小队的队员也一样 甚至不少队员身子往水里沉了一些 但立马被一旁的队友给扶了起来 灰狼小队这边的情况他已经注意到了 灰狼这么做 确实让整个灰狼小队的队员 惊气神都提了起来 整个队伍队员的精神状态瞬间变化 虽然身体还在不停的颤抖 可是精神上却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一时间 所有参训的队伍都跟着灰狼唱了起来 这灰狼果然有点意思 高鼎明看着现场的这一幕 内心很是出动 一开始 他只是觉得 灰狼只是在演习中表现的比较突出而已 没想到灰狼这应变能力 如此了得 所有人出水休息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后进行下一项训练科目 二十多分钟后 黑狼小队教官立即对着众人下达了命令 是 是 所有参训队员齐声应道 纷纷搀扶着出了沟渠 在水里待了这么久 他们的身体早已经达到了极限 要不是灵王带着众人唱起歌来 或许已经有很多队员晕了过去 俺不行了 俺快要被冻死了 刚才往身上丢土的时候 俺感觉俺差点一口气被过去 一出沟渠 谢明整个人就躺在了地上 此刻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你小子 不是说你从小在河边长大 是水猴子 怎么泡这么一会儿就不行了 下次吹牛皮 记得想好了再说 灰狼小队的一名队员勒着嘴笑道 俺真没吹牛 以前在俺们村 俺的水性是最好的 谢明立即解释起来 他说的话并不是假的 可是就算水性再好 也不可能在水里一动不动的待这么长时间吧 再厉害的人也经不起这么折腾 冰冷的河水 已经让他们感到身体异常的僵硬 而且伴随着一阵困意袭来 在冰冷的水里待太久了 众人此刻只打哆嗦 虽然平时 他们也经常练习抗寒冷训练 可是这一次的时间 确实是太长了 起来 所有人立马都给我跑起来 就在众人准备躺下的时候 一声大喝声响了起来 众人朝着声援方向看去 只见到凌望面色严肃的朝着众人走来 还看什么 这是命令 如果你们想早死 或者让身体留下老毛病 你们就给我躺着 不然的话就立即执行命令 看着凌望如此严肃的表情 灰狼小队的众人都有些惊讶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凌望如此严肃 是 是 说完 灰狼小队的众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便开始跑了起来 怎么说 凌望现在都是他们灰狼小队的教官凌望的命令 他们必须执行 更何况凌望和高鼎明带头跑 他们也不能示弱 这灰狼小队的教官也太严厉了吧 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要训练 真是狠啊 是啊 现在大家伙谁的身体不已经达到了极限 这么练会死人的 这小子到底会不会训练 灰狼小队的人真惨 还好没分到灰狼去 这么练也挺好 灰狼那几个小子就该吃吃苦头 一时间 其他小队的队员都用可怜的眼神 看着灰狼小队这边发生的一切 庆幸着自己没有分到灰狼小队 或者说没有遇到凌望这样的教官 你们懂什么 所有人都给我起来 跟着跑 就在众人还在幸灾乐祸的时候 黑狼小队的教官立即对着其他人喝倒 灰狼这边的情况 他都看在了眼里 他心里很明白灰狼这么做的意义 众人这个时候 确实是需要迅速恢复身体的温度 保持血液循环通畅 以前他们训练时 见到众人身体已经达到极限 便起了仁慈的心理 让众人休息 虽然一时间没什么 可是日积月累下来 那可就不一样了 其实让他们休息 并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他前世没有亲身体会过特种兵训练 但他在部队十多年的经历 让他听闻了很多事情 其中就有不少特种兵 从这里出去后都带着寒疾 特种部队特种兵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带着一些病痛 说好听的是硬刻在身体上的勋章 可是这病痛真是折磨人 果然训练是真的不能仁慈啊 灰狼小队教官看着凌望 开始对凌望刮目相看 这小子懂得挺多啊 黑狼小队教官看着众人 还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眼神瞬间凌厉起来 没看见灰狼的人在干什么吗 都起来给我跑步 是 是 黑狼小队的队员 见到教官的脸色大变 瞬间从地上爬了起来 这真是要命的节奏 灰狼的新教官耍狠 咱们跟着一起遭殃 兄弟们 大家都快点站起来 不能让灰狼的人比一下去 跑一跑也挺好 能让身子热起来 来 大家一起跑起来 一时间 黑狼小队队员们 都把怨气记在了灰狼小队的头上 而凌望的举动 也让其他小队的教官意识到了问题 就这样 所有参训的队员 都在各自教官的命令下 跟着跑了起来 说好的休息半个小时 却变成了继续训练了半个小时 高鼎明看着这一幕 轻声感慨道 和灵望一起训练 莫名的让人感觉热血沸腾 第295章 美味的食物 集合 就在众人准备躺下的时候 一声集合命令顿时响起 众人无奈地摇了摇头 立马起身朝着各队教官方向集合 接下来进行下一项训练 伴随着黑狼小队教官的话音落下 几名特种兵队员 抬着这四个箱子走了上来 又是这玩意 那味道到现在 我都还没忘记 是啊 今天不会又是管宝吧 看着几个还在向外面渗血的箱子 不少参训的队员纷纷低难道 灵望看着那几个箱子 也明白了那是什么 只不过 他也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训练 这就是你们从现在到后天早上 唯一的一顿饭 所有人都有 一人一只 不许浪费 黑狼小队教官立即命令道 很快 众人便排着队走向箱子的位置 开始领取属于自己的午餐 众人拿到献杀的鸡后 便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对于他们来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吃这样的食物 所以并没有谁 有心理不适 灵望走到箱子旁 领取了属于自己的鸡 灵望 这个你应该也是第一次吃吧 可能一开始应该有些不适应 不过习惯了就好很多 吃的时候 就想着别的事情会更好 可能第一次吃 应该会有些不习惯 你刚来也不用忍着 看着灵望 拿着手里的午餐没有下口 一旁的高鼎明笑着说道 这是他们特种部队特种兵 必须训练的科目 那就是吃生肉 而今天的午餐 就是一只生鸡 平时的话 像什么生牛肉 老鼠肉 蛇肉 他们都有吃过 没事 我只是在想 先吃那个位置比较好 灵望笑了笑 便拿起手里的生鸡咳了起来 一股腥味和血腥味 充斥在整个嘴里 很是难吃 不过对于灵望来说 吃生鸡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嚼了一会后 便咽了下去 很快 一只生鸡就这样 被灵望给消灭殆尽 这灵教官还真行 第一次吃生肉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还没咽下去 就直接吐了 是啊 俺当时也是一样 就算现在 我都还有些受不了 不过为了不挨饿 怎么都得吃下去 上次不吃 俺可是饿了整整三天 谢明看着不远处的灵望低难道 心里有些佩服灵望的心理承受能力 看来我们这教官 并不是一般的人 这么年轻就做了教官 果然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没有经过特种部队训练 可是训练的科目 灵望吃生鸡的样子 他们都看到了 对于他们来说 吃生肉已经习以为常 可是灵望毕竟还是第一次吃 要想当初 他们刚刚开始吃生肉的时候 可没有一个人 能够把一整只鸡都给吃了的 而且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你这真的是第一次吃 高鼎明看着灵望 吃完最后一块生鸡肉 惊讶地问道 他可是很清楚 正常人第一次吃生肉的那种反应 这么多年了 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第一次吃生肉的时候 一点不良反应都没有 灵望还是他见到的第一个人 嗯 灵望点了点头回答道 吃生肉 他确实是第一次吃 但是灵望心里并没有多抵触 这个训练 其实训练的 就是士兵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前世十多年的军旅生涯 让灵望的心理承受能力 早就提升到很高的境界 只要心理素质过硬 这根本就没什么 怪不得 这么年轻你就能够有这样的成就 你不仅对训练士兵狠 对待自己更狠 高鼎明有些佩服地赞扬道 从刚刚的训练 他就知道 灵望这人在训练时 也足够狠 这样的人 心理能力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高度 高中队 我们身为华夏军人 本身就是要严格地要求自己 只有自己足够强大 才能很高地保家卫国 外敌才不敢轻视我们 特别是特种部队 各项技能更是要过硬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能力 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灵望亲生说道 虽然他没有经历过特种部队的训练 可是他很明白 特种部队的特种兵代表着什么 以后要经历什么 一旦战争来临 特种部队 会是第一批进入到现场的部队 而且执行的任务也是最困难 最危险的 所以在平常的训练中 都要比常规部队要残酷 没错 说实话 我现在感觉 你比我们更像一名资深的特种兵 看来领导 让你来训练灰狼 是没错的 灵望 这次特训过后 要不就留下来 听完灵望的话后 高鼎明对灵望的好感 直速飙升 而且他心里很清楚 像灵望这样的人 很适合作为一名特种兵 甚至是成为一名特种兵王 如果留在常规部队的话 那就是典型的埋没人才 高中队 这个后面再说吧 我相信 这次集训过后 我们应该还会再见面的 听到高鼎明的邀请 灵望笑着回答道 说实话进到特种部队 确实是灵望心里的想法 可是并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就算这次特训过后 灵望也还有事情需要去做 至于进入特种部队 成为特种兵 灵望相信之后 他还是有机会的 行 高鼎明也只是笑了笑 他知道 这是灵望在拒绝他的邀请 说实话 如果灵望真的想来 他确实可以直接把灵望给调来 不过灵望都这么说了 他心里也很清楚 灵望还有自己的想法 顿时间 高鼎明看灵望的眼神 都有所不同了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直接拒绝他邀请的人 不过想想也是 灵望如此优秀的人 就算想进入特种部队 也不是什么难事 灵望吃生肉的反应 确实让现场的众人 都有些惊讶 毕竟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自己第一次吃生肉的场景 所以 众人在心里都很佩服 这个刚刚调过来的教官 因为他们知道 这样的人 实力和能力并不比 他们这些特种兵差 而且从刚刚的训练中 他们就能够感受得到灵望的实力 第296章 一条三 所有人都有 既然午餐已经吃饱了 那就开始进行下一项 训练项目格斗擂台赛 这次擂台赛 一共分为四组 分别是灰狼小队 黑狼小队 红狼小队 和苍狼小队 一会开始抽签 抽到的人员进行格斗比试 赢得队伍继续守住擂台 其他任意一支队伍的成员 都可以发起挑战 最终守在擂台上的队伍胜出 跟你们说清楚 输的那支队伍 今晚就别想着休息了 就在众人都吃完生肉后 黑狼小队教官 立即对着众人命令道 报告 就在这时 队伍中一名队员立即喊道 说 黑狼小队教官说道 教官 这灰狼参训的队员里 可是还有高中队 和新来的林教官 这样的话 对我们其他小队来说 是不是不太公平 走出来的人 是红狼小队的一名队员 按照黑狼小队教官 给的规则 他们其他小队 确实有些吃亏 毕竟这高中队的实力 他们心里可是很清楚的 要是这样打擂台 他们其他小队 肯定只有输的分 灰狼小队的其他人 他们倒是不怕 至于林旺的实力 他们虽然不清楚 可是他们心里猜测 应该跟他们的实力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灰狼小队 高中队的实力 这 黑狼小队教官 也看向了高中队 这一点 他们确实没有想到 毕竟高中队 确实是特训开始的时候 才跟着林旺 一起加入集训的 按照高中队的实力 确实对其他小队不太公平 难道遇到 比你们实力强的对手 就要放弃抵抗 在战争来临的时候 敌人可不会告诉你们 实力有多强 黑狼小队教官思绪片刻后 立即回答道 虽然这确实有些不公平 可是战争 本身就没有公平可言 要不这次擂台赛 我不上了 既然有士兵提出了异议 高鼎明也明白 这确实不太公平 身为中队长 他确实不太适合 参与这次擂台比试 为了不引起士兵们的不满 他绝对还是不参与会比较好 可是这样一来 灰狼小队又少了一个人了 这对灰狼小队来说 又不公平了 战争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无论在任何时候 敌人的实力 都有可能比我们强 甚至强上几倍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难道你们就不上了 林旺看向众人大声询问道 林教官 这是特训 并不是实战 如果是实战 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这是我们的使命 也是我们的责任 听到林旺的询问 那名红狼小队的特种队员 立即解释道 作为一名华夏军人 而且还是一名特种兵 他们可没有贪生怕死的心理 要是真有战争 他们可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没错 这是特训 可是这就是一场实战 我知道 你们每一个人 都没有那种想法 既然高中队成为 灰狼小队的一名特训队员 那么我们灰狼小队 就没有放弃 任何一名队员的理由 要是你们觉得不公平 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林旺自然清楚 众人心里的想法 能够成为特种部队的 一名特种兵 就不可能会有人贪生怕死 他们训练的目的 就是要把任何一场训练 当做实战 林旺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听到林旺的话后 高鼎明立即走到 林旺身旁询问道 林旺说的话确实没有错 可是现在主要 还是要让众人心服口服才行 那就是 我们灰狼守类台 我们灰狼小队 一定会战斗到 最后一个人为止 林旺的声音不大 但是却传遍了 所有人的耳力 对 林教官说的没错 我们灰狼小队 不会放弃任何一名队友 你们尽管来 今天俺要是说一句不行 就不叫泄命 没错 我们灰狼小队 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一时间 灰狼小队的众人 纷纷硬爆 一个个队员的眼神里 都充满了热血 按照林旺的意思 他们灰狼小队 就等于是一条三了 虽然他们都很明白 其他小队队员的实力 可是到了这个结果眼上 要是怕了 那就是认怂 以后 他们灰狼小队的人 就别想再抬起投作人 灵旺 以灰狼小队的实力 就算加上我们两个 或许也不是三个小队的对手 作为中队长 高鼎明了解的 可不只是灰狼小队队员的实力 其他小队队员的实力 他心里也非常清楚 而且 他对自己的实力也很清楚 只是灵旺的实力 他还没有真的见到过 可是 就算灵旺实力挺强 也不可能守住 三个小队的轮番攻击吧 这一点 高鼎明心里还是有数的 放心吧 高中队 灰狼小队 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凝聚力 听我的准没错 灵旺这么做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让灰狼小队的众人 凝成一股声 这对于今后的训练 和协同作战 可是有着莫大的好处 这次过来 灵旺主要的任务 就是训练灰狼小队 既然来了 灵旺可不会让手掌们失望 行 我知道了 听到灵旺的话后 高鼎明看向了 黑狼小队的教官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灵旺的决定 说实话 他心里更想知道的 还是灵旺的实力 究竟怎样 既然如此 此次格斗擂台赛 就由灵旺小队来守擂台 其他三只小队攻擂台 谁还有意义 黑狼小队教官 得到高鼎明的确定后 立即命令到 不过眼里 还是有些佩服灵旺的勇气 同为教官 他可没任何把握 带着一只队伍单挑 其他三只小队 对于这样的决定 其他三只小队的队员 纷纷表示 对灵旺小队的同情 一起训练这么久了 灵旺小队队员的实力 他们心里都非常清楚 三打一 灵旺一点赢得机会都没有 哪怕是加上高中队 还有灵旺小队 这心爱的教官凌旺 他们就算是轮番上 轮也能轮死他们 第297章 红狼小队周虎 确定好擂台规则后 众人都开始做热身准备 灵旺小队的众人 被凌旺这一举动 同为野狼特战队的特种兵 他们每个小队之间 会互相较劲 所以彼此之间 都会有些明里或暗里的较量 这种情况 上级首长是允许的 只要不太出格 各个小队之间有点较量 反而会促进他们的进步 毕竟他们是男人 也是军人 身上的那股男儿热血和狠劲 可不能磨灭掉 而其他三只小队的成员 对这样的安排也很满意 毕竟最后受罚的只是一支队伍 所以这支队伍 必须是灰狼小队 更何况 他们三只队伍 一起攻击灰狼小队 所以他们心里 对这场擂台赛 早已胜券在握 你们三个小队 可以出来抽签了 这次灰狼小队 可以自由安排人员守擂台 你们三个小队 按照抽到的顺序 依次派人打擂 都听明白了吗 黑狼小队的教官 转过身对着 不远处的三只小队说道 是 是 说完 红狼 黑狼和苍狼小队 各自派了一名队员上 前来抽取出场顺序 不好意思 这头一场 就由我们红狼小队 来打头阵 此时 红狼小队的那明特种兵 拿着一张 写有意的纸条 对着众人说道 这也代表着 红狼是第一个派人 攻打擂台的小队 小心点 既然他们敢这么做决定 可不会这么简单 听到红狼小队 那明特种兵的话后 黑狼小队 出来抽签的代表 轻声提醒道 他们黑狼小队 抽到了二的数字 而苍狼抽到了三 所以 第一场就是由红狼先派人上 第二场才到黑狼派人 目前灰狼小队的实力情况 他都很清楚 唯独凌望的实力 是一个未知数 表面上 他们三支小队 可以说是完胜灰狼小队 可是他心里总是觉得 有些不太对劲 这种压迫感 就是来自于凌望 放心吧 我们会小心的 这第一场 怎么也来得开门红 红狼小队的代表 淡淡地孝道 能够成为野狼特战队里的一员 各个小队的队员 可都是经过千挑万选 千锤百炼进来的 自然也不会太轻视灰狼的人 出场顺序 你们已经都知道了 那么第一场格斗 就请灰狼小队和红狼小队 各派一人上擂台格斗 出场顺序安排好后 黑狼小队教官 立即对着众人说道 而此时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红狼小队这边 这第一场 就让我先来吧 就在这时 红狼小队的队伍中 走出来一位体型雕悍的队员 抓着护蓝绳 就跃上了擂台 周虎 看到台上的人 灰狼小队这边 也传出了一声细微的惊叹声 没想到这第一场 红狼就派出他们小队里 实力第二的队员 看来是真的想在第一场 就给我们灰狼下马位 是啊 竟然派周虎出来了 一时间 灰狼众人纷纷一轮道 凌望 这台上的士兵叫做周虎 目前是红狼小队里 实力仅次于他们小队的李健 入伍前就曾经获得过 势力举办的格斗赛冠军 而且 他双拳的爆发力 在野狼来说 都是数一数二的 高鼎明立即给灰狼解释道 野狼特战队的每一个士兵的实力 他心里都很清楚 经过他了解的情况分析 目前在他的心里 灰狼小队赢的机会并不多 甚至没有一点机会 除非发生奇迹 而此时 灰狼也注意到了台上的周虎 系统很快为灰狼分析了起来 看完周虎的体能数据之后 灰狼心里有些惊讶 因为周虎的爆发力 确实易于常人 只不过 周虎在平常的训练 太过于注重双拳的训练 而下盘的训练 就没有这么稳了 这也是周虎的缺点和短板 灵教官 这场拍俺上吧 红狼都让周虎出来了 很明显 就想先给俺们一个下马威 对付他 俺还行 就在这时 谢明直接走到灵望跟前说道 他很清楚 以周虎的实力 目前他们灰狼 除了灵望和高中队外 也就只有他和吴涛两人 能够抗衡周虎 至于能否打赢 这个他们也还不敢确定 不用 这场就让小五打头阵 思绪片刻后 灵望缓缓地说道 什么 让小五先上 灵望的话音刚落 整个灰狼小队的队员 都惊讶地看着灵望 特别是小五本人 也感到很惊讶 没错 小五可以说是灰狼里身手最敏捷 反应速度最快的人 虽然在体型和爆发力上 和周虎不是一个等级 但是并不代表这场战斗没法对抗 周虎的爆发力是强 可是速度就会慢了很多 而且格斗可并非硬碰硬 此时 灵望也做出了解释 小五 有信心吗 灵望没有过多的解释 只是看向了一旁的小五 周虎的实力我知道 但怕字 我小五也不知道怎么写 就算输也不会给灰狼丢人 这场战斗 绝我先来打头阵吧 小五淡淡地笑道 并没有一丝怯场 不错 一会格斗的时候 尽量避开与周虎正面对抗 多注意他的下盘 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灵望轻声说道 对于小五的表现 灵望确实挺赞赏的 是 说完 小五直径朝着擂台走去 一个弹跳 越过了护栏 站在了擂台上 没想到你们灰狼 会先派你上来 看到灰狼小队 派出来的人是小五后 周虎心里感到非常的惊讶 野狼特战队里的 每位队员实力 周虎都有认真的去分析过 虽然小五整体 综合实力没他强 可是小五这样的对手 对他来说 才是最致命的 整个野狼特战队 也只有灰狼小队的小五 和黑狼小队的赵刚 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确实有些刻着他 他没想到 灰狼这新来的教官灵望 竟然发现了他的烈士 一时间 周虎的眼神 也飘向了台下的灵望 只见灵望正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而周虎心里 是最明白 自己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他已经把自己的弱点 隐藏得很好 可还是被发现了 第298章 优势和短板 周虎没想到 灵望的眼睛 竟然会如此毒辣 他的这个缺点和短板 目前整个野狼特战队里 可没人知道 因为他一直都在减少 和小五这样的对手 进行单打独斗 甚至是不会直接接触 所以 很少有人能发现他的问题 开始吧 小五也没有废话 随着哨声响起 小五就朝着周虎掠去 一个横扫 就朝着周虎下盘攻击而去 周虎见状 立即朝着后方躲闪 小五的攻击 已经让他意识到 自己的短板 已经被灵望告知小五 于是 周虎也警惕了起来 毕竟小五的速度和反应能力 确实是够快 稍微停顿过后 周虎举起右拳 快速朝着小五打去 但很快便被小五躲了过去 自己充满爆发力的一拳 就这样打空 几个回合过后 两人拉开了一些距离 此时 周虎的眼神也凝重了起来 面对小五这样的对手 他必须一击得手 不然拖得越久 对他就越不好 而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后 小五也发现了周虎的一丝问题 原来林教官说的是这个 小五轻声低难道 面对周虎 说实话他心里确实没有想过 有赢的机会 周虎的实力 他非常清楚 周虎就刚刚那暴击的一拳 要是打到他 大概率他会直接丧失掉战斗力 刚刚周虎那一拳打出的拳锋 扑在他脸上 都能感觉到一丝丝的疼痛 不过他也发现 虽然周虎双拳的爆发力很强 可是在速度上 他还是有优势的 交手三个回合后 小五也逐渐自信了起来 既然懂了周虎的情况 那么他攻击的目标位置 也已经确定 找准时机 他一个箭步就朝着周虎袭去 两人就在台上 你来我往的 进行了几十个回合 谁也奈何不了谁 灰狼小五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竟然能够在周虎的手上 撑这么长的时间 是啊 这小子之前跟我对打 也没打赢我啊 而且我和周虎对打 也只能撑二十多个回合 一时间 擂台赛底下的众人 都惊讶地看着台上的荧幕 纷纷一轮道 两个人的实力如何 他们心中都有数 所以一开始 他们就觉得 灰狼这是派小五出来 消耗周虎的体力而已 可是几十个回合了 两人还在你来我往的进行搏斗 不是小五实力变强了 而是小五刚好克制了周虎的发挥 周虎双全的爆发力是强 可以说 在野狼都是数一数二 但是 你们也别忘了 灰狼小五的速度和反应能力 除了黑狼的赵刚外 没人有他强 能够进入到野狼特战来的 可没一个是擅长 这灵教官果然不简单 而此时台下的李健 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立即解释道 听完李健的解释后 众人也是点了点头 论速度和反应能力 灰狼小五确实很强 李哥 那你说这场比试会是谁赢啊 就在这时 一名红狼小队的队员 立即询问起李健来 应该是周虎 但也会是险胜 李健淡淡地解释道 通过刚刚的格斗情况 他能看出来 虽然小五的速度够快 但是力量上还是差了一些 要是在爆发力上 再强上一些 或许谁胜谁负 就不一定了 此时 李健的眼神 也看向了不远处的灵望 一时间眼神凝重了起来 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 发现周虎的短板 说明灵望真的不可轻视 毕竟他们和周虎 一起训练这么久了 还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细节 而台上的情况 正如同李健所说的 周虎在抓住小五的 一个失误后 便一拳打在了小五的胸口上 而小五反应过来 想要躲闪 已经来不及了 碰 一声沉闷声响起 小五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直接撞在了护栏上 而嘴角也流出了鲜血 你说了 周虎淡淡地对着小五说道 刚刚他并没有用尽全力 毕竟这是比试 要是刚刚他用尽全力 小五这回很有可能 已经重伤晕了过去 下一次 我一定赢你 小五把准备冲出口中的鲜血 一口咽了回去 站了起来缓缓说道 此时他只感觉体内的气血 疯狂地翻涌着 他很明白 刚刚周虎并没有用全力 就刚刚那一瞬间 如果他腿上的爆发力 在墙上一些 或许倒地的 就会是周虎了 第一场 红狼周虎胜 灰狼小队 请继续派人打类 伴随着黑狼小队 教官的话音落下 这第一场胜利 也以灰狼手泪失败结束 而此刻 如果细心的人会发现 周虎的右腿 真在细微地颤抖着 不好意思林教官 我输了 谢明扶着小五下了擂台后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凌望身旁 你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 你应该明白自己的短板了吧 凌望拍了拍小五的肩膀 笑着安慰道 说实话 这场格斗的意义 不仅仅只是格斗 更重要的 也是要让灰狼的众人 都明白自己的优势和短板 我会继续加强训练的 小五点头硬的好了 先去休息吧 医疗队已经过来了 凌望轻声说道 是 说完 小五也在谢明的搀扶下 下去休息了 凌望 你是早就发现周虎的短板了吗 小五等人走后 一旁的高鼎明 立即询问起凌望来 毕竟他作为野狼特战队的中队长 都还没注意到周虎的这个短板 这并不是他不细心 而且周虎隐藏得很好 而且周虎也很少和小五 这样的对手进行正面对抗 凌望这才来了多久 就一眼看穿了周虎的情况 这让他怎么能不惊讶 野狼特战队里就没有谁是擅长 只是每个人的优势和短板都不一样 小五刚好能够克制周虎的实力发挥 要是换做其他队员 或许这战斗早就结束了 凌望轻声解释道 看来以后还得多下点功夫 研究每个队员的情况才行啊 听完凌望的解释后 高鼎明也意识到了严重性 像周虎今天的情况 要是一直被隐藏着 这将会周虎致命的弱点和短板 这万一以后在战争中 这个短板可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一发现 他们就必须对队员 进行针对性的短板训练才行 只有这样在以后的战斗中 保命的机会才会更大 第299章 灰狼无涛 下一场 无涛逆上 说完 凌望便看向了一旁的无涛 无涛可以说是灰狼队员里最强的一人了 这个时候 凌望让无涛上也是看到了周虎的状态 凌望并不想拖 这第二场战斗凌望打算直接碾压 是 无涛只是轻声应道 于是便朝着擂台走去 刚当的战斗无涛一刻都没有离开过擂台 所以 不管是小五的情况 还是周虎的情况 他都注意到了 按照平时的话 让他对上周虎问题也不大 只是需要费些时间罢了 灰狼 无涛 一上台 无涛便轻声说道 我知道你 不过 我可不会认输 周虎眼神沉重地看着无涛 他没想到 灰狼这回竟然直接把无涛给派了出来 可以说 这一场 他没有一点赢得机会 无涛的实力 在灰狼就属于顶尖的存在 也在整个野狼特战队队员中位列前三 周虎自然清楚 自己并不是无涛的对手 不过他也不会认怂 能够和无涛对抗 他也能从中吸取到很多东西 开始吧 说完 两人都迅速进入了状态 无涛并没有任何留守 刚刚他就已经发现了周虎的下盘短板 所以 一攻击 就朝着周虎的下盘攻去 作为战友 就是得不断地找出 战友之间的缺点和短板 这才是对战友最大的负责 两人过了十多个回合后 周虎也被无涛横扫在地 虽然无涛速度上没有小五块 可是腿部爆发力可不是盖的 周虎倒地后 很明显 有腿部已经在颤抖着 你说了 以后训练上 一定要弥补自己的短板 这很致命 无涛缓缓地走向周虎 把周虎给扶了起来 嘱咐到之前说我想错了 下一次一定在和你好好较量较量 周虎此刻也打开了心扉 自己以前的训练重心 都放在了自己的一双拳头上 下盘训练倒是忽略了不少 主要他心里想的就是 依靠自己这双铁拳 在野狼特战队打下自己的名声 可是今天 他确实深刻地体会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这个短板对他来说 确实非常致命 等你 无涛话音依旧很冰冷 这也是他看起来孤僻的原因 第二场 灰狼打泪成功 下一场黑狼小队派队员打泪 黑狼小队教官 立即宣布了战果 无涛还是这么强啊 是啊 这家伙出手从来都没有留守过 甚至他们灰狼小队队员之间训练也是如此 按照灰狼小队队员的解释 这无涛是在为队友负责 不过这家伙实在是太孤僻了 听灰狼小队的人说 他去哪里都是一个人 包括训练也是 不过他是真的强 这时候 台下的其他队员纷纷议论到 无涛这人 在野狼特战队 可是出了名的奇葩 性格冷淡 似乎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 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训练 他们也时常看到 无涛一个人大半夜依旧在训练 没想到无涛这个时候就出手了 一旁的李剑淡淡的笑道 在野狼特战队里 能够让他重视的人没多少 无涛就是其中之一 李哥 你说黑狼会派谁去打雷台 红狼一名队员轻声问道 灰狼已经派出了队员里最强的人了 接下来到黑狼这边 也不知道黑狼会派出谁去打雷台 这就得看张超怎么想了 我想他的想法会和我一样 李剑淡淡的笑道 张超 黑狼小队队员李实力是最强的队员 在野狼特战队里 也是李剑重视的人之一 果然 这时候黑狼小队的队伍中 走出来一名队员朝着雷台走去 实力可以说 在黑狼小队算是中等篇上 黑狼 郑清和 一上台 黑狼小队派出的队员 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开始吧 吴涛看向郑清和后 淡淡的说道 他知道这是黑狼小队采取的战术 相信接下来的几场战斗遇到的对手 应该都和郑清和差不多 目的就是为了消耗他的体力 两人说完 便开始进行格斗 来来往往十多个回合后 郑清和也被吴涛一脚踹出了擂台 灰狼手擂成功 下一场 苍狼小队派出队员攻擂台 黑狼小队教官的话音不断地回响着 而苍狼派出的队员 也是和吴涛猜测的一样 实力和黑狼郑清和差不多 连着三场下来 都是吴涛获得了胜利 可是他的体力也消耗了很多 毕竟和他对打的这些队员实力并不弱 能够撑到现在 他也消耗了很多体力 下一场 由黑狼小队派出队员打类 很快 张超便走上了擂台吴涛 要是正常比试 我张超一定不会占你这个便宜 但是这是对抗 我只能为队员负责 张超有些歉意地解释道 吴涛已经进行了三场格斗了 这个时候 他上台挑战确实有些不公平 不过这擂台赛的规则就是这样 所以 他也没有办法 来吧 他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他知道这个时候对上张超 他确实没有胜率 但是 他也会经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消耗张超 说完 两人立即对打在一起 在平时 两人的实力都不分伯仲 但此刻吴涛很明显处于下风 两人一直持续了几十回合 吴涛的体力和攻击明显不够 张超抓住了吴涛的一个失误 便把吴涛给打下了擂台 吴涛起身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便直径朝着凌望等人走去 我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吴涛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话 脸上依旧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足够了 凌望淡淡地说道 吴涛能够支撑到现在 也在凌望的预估范围内 目前 他们灰狼小队已经淘汰了两人 而其他小队也淘汰了四人 按照这个比例 他们这场对抗赢得机会并不是没有 再加上有凌望在 灰狼根本不可能会输 只是凌望不想太过于暴露自己的实力 而且 重点还是让灰狼小队的队员得到一定的成长 也让野狼特战队的队员认识到自身的问题 从而做出针对性的计划训练 不要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